我是一个废物 却和京城头牌夜夜声歌 就连卖一不卖身的花魁也主动要求贴贴 甚至皇后也频频向我抛媚眼 只应当朝第一权贵是我爹 兄弟姐妹更是各个权亲朝野 唯独我除了长了帅点 其他方面一无是处 甚至直接讨厌 沉迷酒色 欺男霸女 成为京城人人喊打的顽裤少爷 而对于我这个小儿子 我爹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此时我睁开双眼 回想前是自己月薪一千屌丝一声 只能远远看着自己喜欢的笑话 陪别人进宾馆打扑克 却无能为力 反而此刻看着身旁躺着的花魁 盈盈感到一阵的不真实 回想前天调戏知福女儿 被我爹关三天了禁闭 实在在家忍不住 便偷跑了出来 和花魁相约共睹春宵 根据原主记忆 花魁对外宣称卖一不卖身 而我仅花了六十两云银 变得他一夜春宵 此时我本想壮胆再次体验一番 却发现这具身子太弱了 已经力不从心 走路双脚发烈 果然古人说的没错 有事穿肠毒 色是刮骨刀 然后我拖着疲惫的身体 走到同镜前看着自己 这一世的样貌不错 玉树临风 风流倜傥 除了身体落 其他已是不本飘停 随后我走出房间 站在传闲栏杆边 对下方传仓喊了解声 却无人答应 一种不好的预感由然而生 由于原主欺男霸女是没少在 但凡正义之人 都恨不得从我这小侯爷身上 有一块肉散 所以平时不带几个护卫 都不敢出门 天天昨夜是偷偷跑出来的 并未带有随从保护 此刻不安的感觉越发勤力 就在这时 前方一片荒凉的芦苇荡 钻出七八个竹筏 每个竹筏上面都有 几名石刀大喊 等我缓过来的时候 花船已经被包围 无处可逃了 而我正想着如何逃生的时候 看到花蹄肚娘慵懒地 打着哈切出来 随后我便质问 他随身带的人在哪 因为花船为了方便贵客 在此过夜 都会安排两名船夫 和几名丫鬟随身伺候 而他竟以为我没进行 想找个丫头再伺候一轮 谁之话还没说完 竹筏已然靠近 让那十几名凶神恶煞的大汉 顺利上船 将我们两个 和下面睡梦中的船夫与丫鬟 全部捆绑起来 扔到船舱里 此时我观察了一下 他们一共十四个人 为首的是一名 满脸胡须样貌粗饱的黑脸大汉 铁匠被我搞破产 女儿送进侯府做丫鬟 想得越多 越感叹自己能活到今天也是奇迹 同时内心将原主凑骂了一顿 随后我便问杰夫 是杰财还是杰色 杰财报数 杰色旁边起 然后便让他看向了旁边的花壶秋娘 他走过去猥琐地看着秋娘 拿起刀挑起秋娘的下巴 给秋娘下的花容吃色 不过仅仅是看了几眼 便朝我走来 玉拿刀将我分尸未斗 而我趁他还没走到跟前 便先马屁了一番 随后等他站住脚步后 赶忙问他 对方花多少钱买我的命 我出十倍 匪首坚持自己的职业操守 不为所动 继续靠近 但身边的小弟坐不住了 五千两文银啊 这可顶他们干七八年了 我出一百费 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时匪首也不淡定了 手中的大刀都颤抖了一下 五万两文银 干完这五一场 这么多已经够他们预警的奖了 听过身旁小弟的几番劝说 黑脸匪首尴尬地收回大刀 就在此刻 我放松的心又紧张起来了 因为我听到他们正在商量 是先卸一条腿 还是跺一只手 让侯府交赎金 而我从他们的话中我听出来 他们并非本地绑匪 随后我便询问他们 各位英雄好汉 应是从外地而来吧 绑匪回答 是又如何 然后我告诉他们 你们被骗了 你猜为什么雇主不找本地的绑匪 一名绑匪抢达到 因为本地没有绑匪 匪首听后翼脚将他踢开 直说 少都圈子 因为本地没人敢帮我这个小侯翼 肥首笑了 我知道你们继后府有钱有势 但我拿完钱离开扬州 你们又当如何应对呢 我笑着说 我说你们被骗了还有原因 你们雇主出五百两 简直是对我的侮辱 对你们也是 欺负你们不懂行情 同样一条命 价格是不同的 如果一个人身上有宝物价值五万两 对方花五百两买走 不就是在欺负你 罚你当事 听我说完 绑匪一致觉得有道理 肥首甚至气得 一刀将旁边的桌子披成两半 各位好汉 我给你们提出一个想法 我愿花五万两 买自己的面 再花一万两 买雇主的消息 雇主欺骗你们的仇 我来帮你们报 听到此刻 匪首挤开眉眼笑着 成交 不过要先拿到钱 我告诉他们 我身上有一个玉佩 你们拿过去 送到侯府 银子立刻到手 匪首示意一名绑匪 走到我面前 去解开我的玉佩 就在这时 一变突起 一名船夫突然解开了什么 一拳轰向了绑匪的面 绑匪直接到飞而去 看到这七八个绑匪 带着刀变成了伤 船夫一个地堂鬼 来到两名绑匪脚下 双拳齐出 将两人击飞 随后船夫 纵身 跳跃 扫腿 各种眼花缭乱的招式 不出气息 便将除匪首的绑匪 全部都 我反应过来 后看到地上 有昏死过去的 有被打断手脚的 一个个都在地上 哀红遍野的豪子 不过打斗并未结束 室内的打斗声 惊动了外面的绑匪 一个接着一个 挥着刀冲了进来 哭了一声杀猪般的惨叫 一个倩影 闪现到了我的身前 抬起修长的玉腿 重重地踹在肥手的胸口 直接将肥手踢飞了出去 我猛逼地看着面前的少女 她定是对花楼的丫鬟小红 随后船夫和丫鬟两人联手 三下五除二便将十几名帮 全部干倒在地 特别是小红 手中一把匕首挥动 剑光闪烁 每一剑都带起一片血花 十分骇人 随后小红提着刀 便向我走来 使我一阵慌张 随后便看到她 拿起刀向我身上刺了 剑光闪烁 绳索脱落 然后丹西朝我跪了下来 红莲见过小侯爷 船夫也走过来 丹西跪下道 元通保护不力 让小侯爷受惊了 请小侯爷恕罪 我一脸猛逼地看着两人 大脑飞速运转 就是想不起来 这两人与小侯爷无关系 我随后便问到女士 元通回答道 回小侯爷 我们是侯府的暗卫 红莲在旁边补充着说 侯爷知道小侯爷 经常去醉花楼 怕小侯爷出意外 所以派我们两个 潜伏在此 暗中保护 听他说完 我心头一暗 这老爹对我还挺伤心 随后便扶他们起身 这时才想起 自己在醉花楼 曾数次想将红莲腿办 都被这小丫鬟 找借口给逃了 为此小侯爷还骂过他几次 如今看到他 拿匕首熟练挥动的样子 想来一阵后怕 元通这时问道 小侯爷这些人怎么处理 我说道 押回侯府 查出他们背后部主 随后在醉花楼边靠了岸 分别钱 花魁趁别人不注意 拉住红莲 将一封信送入红莲手中 并说红莲帮我带给侯爷 便走了 小侯爷回家后便倒头就睡了 直到听到外面护卫了 小少爷 侯爷有请 便猛地从床上经坐起 出门来到一间书房门口 护卫做了个请子以后 我就独自走进去了 回想这位老侯爷 也绝对是个传奇人物 地家本是富商 老侯爷继承家族财产之后 一心想入朝为官 机缘巧合之下 认识了三皇子 两人一见如故 发现三皇子极具开门 三皇子本是三位皇子中 最没有竞争力的一位 老侯爷却赌三皇子为成功 就在老侯爷散尽家财的帮助下 收买大量官员支持三皇子 最终老侯爷赌赢了 三皇子成功夺得太子之位 但后来 太子在他的辅佐之下 成功登上地位 太子本想给他封王代相 却被拒了 因为厌倦了朝堂尔与我诈的声 曾经一心入朝的老侯爷 此时却想要远离朝堂 过些逍遥自在的生活 陛下得知他的心意后 并未勉强他 封了他一个万户侯 之后 老侯爷举家从京城搬到了扬州城 在这锦绣江南 逍遥自在起来 老侯爷一生经历十分传奇 当过贵公子 富商 谋士 国障 还曾多次遭遇过刺杀 有好几次都是九死一生 孩儿来了 根据记忆 园主最惧怕的是五哥纪平 因为五哥是江湖中人 武艺高强 跟他是一母所生 不像其他兄弟处处让着他 反而经常动手揍他 其次便是老侯爷 因为老侯爷会断他口粮 关他禁闭 知道错了吗 老侯爷头也不抬地问 知道了 错哪了 孩儿不该半夜偷偷跑出去 他想了想 又补充道 还有 不该让父亲大人担心 老侯爷放下手中的书 仔细看了他一眼 道 听说你这次在劫匪手中临危不惧 巧舌如簧 表现不错 是那几个劫匪太蠢 嗨嗨 别站着了 坐吧 看来便宜老爹心情不错 他忙坐到书房中的小桌边 桌上有刚沏好的茶水 他倒了杯 润了润嗓子 你猜猜是谁要买你的命 老侯爷问 这个 孩儿猜不出来 仇家似乎有点多 让他有点汗颜 爹 是谁干的 见老侯爷半天不说话 他主动开口问道 不接 还在查 应该马上就会有结果了 老侯爷话音刚落 门口便传来了敲门声 紧接着 一个与老侯爷年龄相仿的老头 走了进来 他一看便认了出来 是济府的管家济福 大家都称他为福伯 福伯与济氏同宗 虽然只是管家 但跟随老侯爷几十年 深得老侯爷的信任 在侯府地位很高 所有人对福伯都很客气 侯爷 查出来了 说吧 根据绑匪提供的信息 我们查到了韩府 雇佣这些绑匪的 是韩府的管家韩城 此事应该是知府大人所为 扬州知府韩免 是因为韩大小姐 纪怀安有些欲哭无泪 在心里将原主臭骂了一顿 连知府的千金也敢调戏 死得不冤 确定吗 老侯爷问 应该错不了 福伯回答后顿了顿 问 侯爷 要不要派人将知府大人做了 纪怀安刚端起一杯茶水 听到福伯的话一哆嗦 茶水洒了一手 张口就要做掉知府大人 这个老管家这么狠的吗 他有些无语 老侯爷摇头道 此事是阿尔犯错在先 知府大人也是爱女心切 岂可乱来 还是便宜老爹名事里 根据他的记忆 小侯爷并没有把韩大小姐如何 但所做的事确实禽兽了些 大概过程就是下迷药 如到酒楼房间强暴 但韩大小姐意志力太强 小侯爷不仅没有得手 还挨了一顿揍 那天 小侯爷将韩大小姐抱进房间时 酒楼里很多人都看见了 而且 两人在房间里折腾了不少时间 总之 韩大小姐的名节是被小侯爷毁了 知府大人想杀他 再正常不过 这样吧 安排一下 明天我们去韩府帮小安提倾 只要韩大小姐进了咱们侯府的大门 知府大人自会安分下来 若是知府大人不同意 再做掉也不迟 扑 他刚喝下一杯茶 听到老侯爷的话 一口喷了出来 本以为老侯爷名事里 没想到这一家子都不是好人呢 福伯顿时眉开眼笑道 韩大小姐貌美如花 跟小少爷郎才女貌 十分般配 如此一来 不仅化解了恩怨 还结为亲家 一举两得 侯爷高明 一个简单的决定 将仇家变成亲家 老侯爷确实有些手段 他心中不禁对这个便宜老爹 有些崇拜了 至于福伯口中的郎才女貌 他一脸汗颜 小安 这门亲事 你可有什么意见 老侯爷看着他问 脑海中浮现韩大小姐的美貌 他本能地回到 孩儿没有意见 但凭爹爹做主 第五章 不简单的醉花楼 扬州城位于江南之地 富庶繁华 风景秀丽 气候宜人 人杰地灵的环境 遇出了很多才子家人 可以说是美女遍地走 才子如牛毛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江南的风流才子们 搞出了两个榜单 分别为 胭脂榜和公子榜 胭脂榜排的是江南美人 公子榜排的是风流才子 醉花楼的花魁度娘 排在江南胭脂榜的第四位 知府大人的千金 名叫韩依依 排在胭脂榜第三位 比花魁娘子还要高一位 可见这位知府千金的美貌 如何惊艳 既淮安刚答应下婚事 立马就后悔了 长得再漂亮 没有感情啊 自己怎么说 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怎么能如此肤浅呢 况且 韩依依对这位小侯也不太友好 应该说是深恶痛绝 恨之欲骨才对 娶回来 指定没好日子过 再说了 自己刚刚穿越而来 还没逍遥快活呢 不想这么早就澄清 刚刚一口答应下来 肯定是受了原主思维的影响 毕竟原主为了得到韩依依 花了很多心思 自己绝不是那么肤浅的人 他想了想 决定改口拒绝 只不过他刚想改口时 韩依依的容貌 又从他的脑海中飘过 于是他的声音卡在了嗓子里 我若拒绝了 侯爷便会做掉知府大人 这岂不是害了一条人命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既然小安没意见 就这么定了 老侯爷一发话 他顺水推舟闭上了嘴 罢了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韩家也是大户人家 知府大人向来极重面子 对依依小姐也很宠爱 等轻事定下来 你收收心 在家多看看书 少出去鬼混 谨遵爹爹教诲 去吧 今日之事不要跟你娘亲说 免得他又担心 是 孩儿告退 他起身行了一礼 转身走出书房 小少爷似乎懂事了不少 福伯笑眯眯地说道 他每次不是答应的痛快 老侯爷恨铁不成钢地叹了口气 年少风流 也没什么不好 我记得侯爷当年也是如此 福伯偷笑道 老侯爷美好气地白了福伯一眼 拿起桌上的茶水喝了口茶 正思道 醉花楼的底细摸清了吗 福伯一听 收起笑脸 认真答道 背后应该是江湖势力 至于是哪一方 还不太清楚 刚刚福伯并未说全 这次的绑匪 虽是受估于韩府 但小侯爷的行踪 是醉花楼透露给韩府的 所以 那些绑匪 才能精准地把握住时机 侯爷 要不要将醉花楼铲除 福伯问 老侯爷摇了摇头 从醉花楼的行事作风来看 对我们侯府并无恶意 只是不想被咱们监视而已 你看看这个 老侯爷说着 拿起桌上的信 递给福伯 福伯上前接过信 仔细一看 只见上面写着 侯爷今安 此次情非得已 度娘再次向侯爷请罪 侯爷乃非常之人 相信能理解我们的苦衷 醉花楼只是一门小生意 对侯府绝无半分恶意 还请侯爷 请勿再派暗探前来 至于小侯爷的安全 只要在我醉花楼内 绝对有保障 侯爷大可放心 韩府有人 对小侯爷怀恨在心 侯爷还需当心 日后侯爷 若是有用到 我们醉花楼的地方 我们定会一不容辞 度娘代表醉花楼 再次向侯爷请罪 度娘制 福伯看完信 面入疑惑 醉花楼这是何意 从这封信的内容看 就差明着说 这次绑架 是他们操纵的了 不打自招 福伯有些想不明白 老侯爷眯眼一笑 这个女人很聪明 她知道我们能查出来 所以写这封信 向本侯请罪 既然他们惧怕侯爷 为何还要这样做 福伯不解地问 他们发现了 红莲 元通的身份 既不想被咱们监视 又不能明着出手 将两人赶走 所以使了这些小手段 老侯爷解释道 福伯一听顿时明白了 借用韩府与绑匪之手 让红莲 元通被迫暴露身份 同时将韩府 对小侯爷的怨恨 告诉侯爷 卖侯爷一个人情 再写一封信告罪 这样侯爷也不好怪罪他们 更不好再派暗探过去 侯爷 那这醉花楼 不追究了 能轻松识破了红莲 元通的身份 又举重若轻的借用绑匪之手 让他们被迫暴露 还能卖我们一个人情 又不得罪我们 这份心思算计 不简单啊 老侯爷抚须想了想 接着到 回封信过去警告一下便可 至于醉花楼 继续暗中摸底 不必再派人过去了 好 福伯点了点头 又问 红莲 元通二人如何安排 让他们先留在府中 老侯爷顿了顿 问 红莲那孩子多大了 已经十六了 福伯回答 老侯爷想了想到 让红莲那丫头 跟着小安吧 好 我马上安排 福伯点头 老侯爷拿起茶水 喝了一口 接着到 绑匪是寒城找的 指使的应该是寒大小见 知府大人 不会干这么喘的事 福伯赞同地点了点头 问 那明日还去提亲吗 去啊 当然去 把那些绑匪带上 就当做聘礼 老侯爷呵呵一笑 福伯迷起老眼 已经有些期待 明天韩大人的表情了 阿帖 纪怀安刚回到房间 便打了个大大的喷嚏 不会感冒了吧 这副身子骨 真是弱啊 他叹了口气 一头倒在床上 躺了一会儿 轻微的脚步声传来 玲瓏 去给我弄碗姜茶来 我好像感冒 好像受凉了 他躺在床上 有气无力地说道 玲瓏是小侯爷的贴身丫鬟 平时都在房间中伺候着 能进他房间 不用敲门的 一般只有贴身丫鬟玲瓏 所以他也没多想 听到他的吩咐 脚步声走出了房间 不过茶展功夫 脚步声又回来了 小少爷 姜茶来了 听到声音 他猛地惊坐起来 只见一个俊俏的丫鬟 站在床边 手里端着一碗姜茶 但这丫鬟并非玲瓏 而是今天刚救过他的红莲 红莲 怎么是你 玲瓏呢 玲瓏去九夫人 那里伺候了 从今天开始 我便是小少爷的贴身丫鬟 红莲回答道 九夫人 是便宜娘亲 老侯爷一生 娶了九个老婆 最小的九夫人 正是这个老六的亲娘 他仔细看了眼红莲 只见红莲换了身 崭新的素裙 娇俏的脸颊 带着少女的青色 单纯好齿 双目寒心 眉宇之间透着一股英气 红莲长得很漂亮 只不过表情有些冷淡 像是有些不情愿一般 也对 这样一个顽固的老六 谁愿意贴身伺候呢 第六章 贴身丫鬟红莲 少爷 趁热喝吧 再不喝姜茶要凉了 红莲见小侯爷 盯着自己发呆 忙拿起汤勺要喂他 我自己来 他从红莲手中接过碗 两三口便将一碗姜茶喝了下去 红莲 你是不是不愿意跟着我 若是不愿意 我去跟福伯说一声 贴身丫鬟不同于一般的丫鬟 除了照顾这些贵族少爷的生活起居外 任何事都得服从 包括赔床 而且没有任何名分 当然 也不是没有好处 贴身丫鬟要比其他丫鬟的地位高很多 毕竟能整天跟在主子身边 这是其他丫鬟不能比的 小侯爷虽然娇奢盈意 但对身边的下人貌似都还不错 红莲一生武艺 在纪怀安眼里 就是一位小侠女 做贴身丫鬟太过委屈了 最重要的是 自己若是起了色心 他怕这丫头会一剑宰了自己 之前在最花楼 红莲就没给过原主好脸色 就算这丫头不敢跟自己动手 他也不敢对这丫头行不轨之事 还是换个乖巧些的比较好 记忆中的玲珑摆一摆顺 特别是在床上 这个红莲会功夫 他怕降不住 小少爷 红莲没有不愿意 听到他的话 红莲急忙解释 而且显得有些着急 红莲 你当丫鬟太委屈了 还是让玲珑回来吧 少爷 不要 红莲眼眶一红 扑腾一声跪了下去 纪怀安愣了下 忙道 你这是干什么 红莲知错了 之前在最花楼 红莲要隐藏身份 所以才 以后小侯爷想做什么 红莲都不会反抗 红莲会顺从少爷 求少爷不要赶我走 红莲一脸焦急地说得不停 这丫头明明不愿意 为什么 他仔细一想 很快便明白了 老侯爷安排红莲过来伺候 既是贴身丫鬟 也是贴身保护 红莲是暗卫 对他来说 这就是任务 如果刚来就被赶回去 说明任务失败 暗卫任务失败 貌似都不会有好下场 想到老侯爷的手段 若是红莲被自己赶回去 他郁闷道 多谢少爷 红莲松了口气 起来吧 嗨嗨 他咳了两声 少爷 我去请大夫过来给你看看 不用了 红莲刚要走 被他一把拉住小手 他试探地捏了一下 红莲低着头 没有挣扎 大夫已经看过了 我没事 泡个热水走 睡一觉就好了 那我去打些热水来 红莲忙到 好 他点了点头 红莲立刻转身走出房间 不过片刻 红莲领着十几个标志的丫鬟 走进来 每个丫鬟拎着一桶热水 很快便将浴池装满了 看得他目瞪口呆 红莲设下水温 少爷 水温合适 可以洗了 纪怀安回过神 走到浴池边 直见浴池中弥漫着热气 红莲来到他的面前 伸手便要解他的腰带 你干什么 他紧张地一把 按住红莲的青葱小手 少爷 我帮你更衣啊 红莲抬眼看着他 哼 我自己来吧 让一个小丫头脱衣服 他有点不习惯 少爷 我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好 红莲紧咬着朱唇 一脸委屈 身为贴身丫鬟 如果主人不让他帮忙更衣 那还有什么用 估计很快便会被赶走 看着一脸委屈的小丫头 他心思着 自己现在是小侯爷 必须尽快适应这个新身份 有些事情不习惯 也得习惯 不就是脱个衣服吗 有什么好怕的 耸包 来吧 脱吧 他一咬牙 展开双臂 红莲愣了一下 小侯爷怎么一副要受刑的表情 不过他也没有多想 立刻帮少爷解开腰带 第一次伺候小侯爷 他很紧张 一双青葱小手 微微有些颤抖 纪怀安同样有些紧张 两人呼吸都有些急促起来 甚至能听到彼此的心跳声 很快 红莲将他的衣服完全吞去 出于本能和好奇 小丫头偷偷低头瞄了一眼 顿时羞涩的面红耳赤 他也低头看了一眼 顿时露出猥琐的笑容 小小年纪便有此等雄壮之姿 本钱不小 他很满意 只不过 现在搭拉着脑袋 显得有些萎靡不振 红莲扶着他走进浴池之中 舒服 水温正合适 热水一泡 身体放松下来 他忍不住哼了声 浴池设计很合理 有个可以平躺的地方 他调整了一下姿势 躺了下去 一脸享受的闭上了眼 红莲点了一根香 然后走到茶水区 沏了一壶茶端过来 少爷 喝口茶 小丫头倒了一杯茶水 味到了他的嘴边 茶香扑鼻 闻之沁人心脾 他一口喝了下去 入口唇香 顿时心中一阵舒畅 果然 不论哪个时代 有钱人都懂得享受 他正胡思乱想着 红莲跪在浴池边 伸出两只青葱浴手 轻轻按摩着他的太阳穴 记怀安 没想到啊 万万没想到啊 这个时代就有 少爷 力道够不够 红莲问 恰到好处 非常好 少爷我很满意 他闭着眼 露出一脸享受的笑容 红莲按了一会儿太阳穴 又为了他一杯茶水 接着帮他按按脖子 揉了揉肩膀 红莲 你什么时候来侯府的 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闲着无事 他跟小丫头闲聊起来 回少爷 我五岁就进了侯府 是侯爷救了我的命 十一年前 老侯爷刚从京城 来到扬州不久 那是一个寒冬腊月 红莲是个锅儿 乞讨至侯府时 饥寒交迫 昏死在侯府门前的雪地里 老侯爷发现急时 将他救活 并收留了他 侯府不养闲人 老侯爷更不是什么大善人 之所以收留他 是因为 发现这个小丫头有头脑 有天赋 于是便将他培养成了暗卫 原来也是个孤儿 他暗自叹息了一声 道 以后跟着我 少爷我不会亏待你的 多谢少爷 红莲看了眼刚刚点的那根香 见快要燃尽了 提醒道 少爷 时间差不多了 他点了点头 起身走出浴池 红莲拿着浴巾 帮他擦拭着身体 一不小心 手指碰到了敏感之处 小侯爷身体微微一颤 顿时枪出如龙 第七章 神秘的花魁娘子 这身子 好像也不虚啊 他比红莲高了半个头 忍不住低头看着面前的红莲 小丫头满脸飞红 神色有些慌乱 急忙转身从屏风上 取了一件睡袍给他披上 双手颤抖地帮他系着腰带 此时天色已黑 穿好睡袍之后 红莲扶着他走到床边 少爷 红莲紧咬着珠唇 欲言又止 怎么了 他问 今晚 我有些 不舒服 不方便 拍床 红莲憋得满脸通红 纪怀安尴尬得老脸一红 他知道 是刚刚自己小兄弟表现出色 让红莲误会了 看着面前娇羞欲低 含苞带放的小丫鬟 想到这个丫头秀中 很可能藏着一把短剑 他按捺住将其扑倒的冲动 嘿嘿 少爷我累了 要好好睡一觉 你也去休息吧 他说完 一头倒在床上 红莲愣在床边 显然没想到小侯爷如此好说话 他甚至做好了被强迫的准备 这位小侯爷是什么德行 他很清楚 但今晚的小侯爷似乎有些不一样 是不是白天受了绑匪的惊吓 看了眼蒙头大师的小侯爷 他转身走到隔壁的小房间 简单梳洗了一遍 然后躺到床上 但却久久无法入睡 迟早都是他的人 抗拒什么 他知道 老侯爷让自己来伺候小少爷 其实是看中了自己 这是好事 当暗卫 一辈子都要生活在黑暗之中 永远无法用真面目示人 而且最终的命运 大多都不会太好 跟在小侯爷身边当贴身侍女 无论从哪方面看 都要比作安慰好得多 小侯爷 似乎也不是很讨厌 红莲一拉被子 将发烫的脸颊盖住 纪怀安躺在床上 同样没有睡着 他从原主的记忆中 读取着这个世界的信息 这个世界 不属于他所认知的任何历史朝代 他所在的国家叫齐国 齐国地理面积很大 几乎占据了整个中原地区 所以又被称为大齐帝国 齐国经济繁荣 军事强盛 四周小国臣服 百姓安居乐业 有点大唐盛世的味道 重生在这样一个和平盛世 又有如此尊贵的身份 这辈子要怎么过呢 人生得意虚敬欢 末世金尊空对月 这辈子一定要活他的痛痛快快 潇潇洒洒 要想进荣华富贵 娶他百八十个 他胡思乱想着 慢慢进入了梦乡 入夜 韩府内院 书房中亮着灯 韩敏正在屏竹翻看着卷宗 这位知府大人要貌俊朗 虽然已经年过四旬 但看上去 依旧带着些书生意气 给人十分儒雅的感觉 此刻已经虚实三刻 韩知府还在月卷 可以说是人如其名 颇为其勉 夜间宁静 一道急促的脚步声 穿过长廊 停在了书房门口 来人既为敲门 也为出声 而是在书房门口来回走着 显得很犹豫 似是不知该不该这么晚 打扰知府大人 轻微的脚步声 在书房门外徘徊 韩知府皱起眉头 开口问 何事 大人 有急事禀报 进来 一名中年人 惊慌失措地走了进来 正是韩府的管家韩成 韩成与知府大人同踪 颇受知府大人信任 大人 出事了 刚进书房 韩成便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慌什么 天他下来了 知府大人瞪了管家一眼 放下手中的卷宗 拿起茶杯不急不慢地喝了口茶 才问道 是不是一一又闯祸了 是 小姐他 他 小姐又怎么了 小姐他 找人绑架了 小侯爷 韩面蹭地一下站了起来 手中的茶杯 咣当一声打翻在书桌上 茶水将一堆卷宗打湿 知府大人也顾不得收拾 急问 你说什么 绑架了谁 哪个小侯爷 你给我再说一遍 就是前几天 调戏过小姐的 祭福小侯爷 韩成结结巴巴地说道 他哪里找的绑匪 是我帮忙 找的 胡闹 知府大人 拿起刚刚打翻的茶杯 愤怒地 砸在韩成的脑袋上 韩成捂着头破血流的脑袋 缩着身子 不敢动弹 知府大人还不解气 走过来狠狠踹了他七八脚 什么时候的事 昨夜 那些绑匪人呢 都被抓到季侯府了 韩知府顿时脸色惨白 一屁股跌坐在地板上 四日一早 晨曦出路 朝霞染红了寿西湖的湖面 绚丽多姿 寿西湖是扬州城最美的景点之一 也是文人雅士 才子家人们的游览圣地 寿西湖旁有一栋三层小楼 位置极佳 标准的海景房 这里便是扬州城最有名的青楼之一 醉花楼 醉花楼三层 杜娘披着轻薄的衣裙站在窗边 晨光穿过窗户 映照着她玲珑浮托的身姿 这位花魁娘子目光透过窗户 眺望着不远处的湖面 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 小姐 一名样貌清秀的丫鬟走进房间 快步来到杜娘身后 她是杜娘的丫鬟平儿 如何 杜娘回过身问 昨夜侯府很安静 没有任何动作 平儿回答道 韩府呢 杜娘又问 一大早 知府大人带着韩大小姐 还有管家韩城去了侯府 管家身上有伤 应该是去赔罪的 听到平儿的回答 杜娘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步 若有所思道 看来这次绑架小侯爷之事 韩知府并不知情 小姐 咱们这样做 侯府真的不会怪罪 平儿担忧地问 以老侯爷的性子 不清楚咱们的底细之前 应该不会对咱们出手 杜娘很有信心地说道 我还是觉得太冒险了 侯府的两个暗探留在这里 我们做事很不方便 不使点手段 简单地赶走了他们 还会有其他人来 防不胜防 也对 平儿点了点头 犹豫了一下问 小姐 如果侯爷知道了你的身份 他会帮你吗 杜娘摇了摇头 你想多了 侯府家大爷大 又怎么可能会帮我们 可是以老爷更 好了 这是我们的事 与侯府无关 杜娘打断了平儿的话 接着一脸严肃地警告道 记住 咱们的身份绝对不可以 让任何人知道 包括侯府 小姐放心 平儿知道轻重 杜娘再次走到窗边 看着窗外的寿西湖 轻声问 京城那边可有消息 还没有 平儿摇了摇头 这时 一名丫鬟急匆匆地 来到房门口禀报 小姐 侯府送来一封信 平儿急忙走到门口 接过信送到杜娘面前 杜娘拆开信看着 小姐 说的什么 侯府的警告 没事了 既然来信警告 说明侯府不会乱来 算是安全过关了 杜娘收起信 暗自松了口气 第八章 拜见岳父大人 侯府 东相防 继怀安醒来时 一睁眼便看见 红莲站在床边发呆 早 他笑嘻嘻地打了个招呼 伸了个懒腰 掀开被褥下了床 红莲回过神 立刻上前伺候他更衣 一大早 小兄弟精神振奋 令两人都有些尴尬 红莲帮他脱下睡袍 给他换了一身警衣 接着又打水伺候他梳洗了一番 最后将他牵到梳妆台前坐下 帮他梳理着头发 红莲 少爷我长得帅吗 看着铜镜中的自己 他有些自恋地问 或许是因为继承了原主的记忆 对于自己的新面孔 他并没有任何不适 少爷玉树临风 很好看 红莲夸完才看了眼铜镜中的少爷 心里补充到 绣花枕头 徒有其表 长发打理起来颇有些麻烦 不过红莲的小手很巧 很快便帮他梳理好了发筋 正在这时 一名丫鬟走到门口禀报道 少爷 侯爷让你去一趟大堂 知道了 他站起身 又问了句 什么事 知府大人带着韩小姐来了 韩知府 韩依依 他脸上的表情僵住 片刻后 他来到了前院大堂 本以为会是剑拔弩张的气氛 没想到一进大堂 便看见老侯爷跟知府大人坐在一起 两人笑容满面 相谈甚欢 时不时还会笑出声来 简直轻如一家人 当然 如果仔细看 便能发现 韩知府的笑容有些僵硬 笑得似乎有些勉强 福伯陪在老侯爷身边 下手站着两个人 其中一个中年人 脑袋上包扎着厚厚的纱布 胳膊打着石膏 一张脸肿得像猪头一样 看上去有些凄惨 这个中年人 正是昨夜被打的韩管家 只不过不仔细看 还真有些难以辨认 小侯爷憋着笑 目光扫过韩城 落在他旁边的女子身子 女子看上去十七八岁左右 穿着一身翠绿色的衣裙 身材饱满云衬 一张鹅蛋脸完美无瑕 玉拆竖着精美的发际 三千发丝垂落在后腰 美得如从画中走出来的一般 韩依依 胭脂榜排名第三的美人 果然名不虚传 小侯爷的眼里 顿时释放出少有的金光 虽然脑海中 早就浮现过韩家大小姐的样貌 但亲眼见到活的 完全是另一回事 对着画像一迎 跟对着真人实操的感觉 自然是不一样的 此时的韩依依眼眶有些微红 似乎是哭过 表情更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一般 碰到小侯爷明亮的目光 韩依依顿时面如寒霜 眼神如刀 一副恨得咬牙切齿的模样 如果眼神能杀死人 估计小侯爷已经死了上百次 季怀安缩了下脖子 急忙收回目光 二 快过来 老侯爷看见他 朝他招了招手 他走近几步 恭敬一礼道 爹爹 韩大人 知府大人他自然认识 客气地招呼了一声 韩知府仔细看了看他 抢颜笑道 六少爷相貌堂堂 玉树临风 一表人才 能在官场上混到一周知府 说起违心话来 自然是脸不红 心不跳 老侯爷哈哈一笑 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啊 改口叫岳父大人吧 季怀安有些尴尬 不过不敢违背老侯爷的意思 恭敬地行礼道 拜见岳父大人 好好 韩知府一脸僵硬地笑着 不知道说什么 憋了半天 只吐出了两个好字 不远处的韩依依紧咬着珠唇 红肿的双眼中闪烁着泪花 很明显 对于这桩婚事 他有一万个不同意 但他又没有能力拒绝 接下来 老侯爷跟知府大人 聊了些结亲之事 基本都是老侯爷提议 韩知府点头赞同 半个时辰后 韩知府起声告辞 老侯爷亲自将韩家三人 送至侯府大门口 三日后 本侯亲自带小儿登门提亲 韩某恭候侯爷大驾 双方拜别 韩知府带着韩依依上了马车离去 韩家三人离开后 老侯爷福伯边走边聊起 三日后的提亲事宜 主要是准备些什么礼品之类的 他一路跟在老侯爷 两人回到了大堂 然后找了个借口 带着红莲返回后宅 真要去韩家大小节了 刚刚韩依依的眼神 恨不得要活泼了自己 瞎子都能看出来是被逼的 果然 豪门婚姻都由不得自己做主 他正胡思乱想着 经过后宅的一处小院时 一抬头正好瞥见远处一个样貌俊秀的丫鬟 看到这个丫鬟后 他微微一愣 这丫鬟是 赵雪 根据小侯爷的记忆 这个丫鬟名叫赵雪 是承熙赵铁匠的女儿 被园主看上后 赵雪誓死不从 于是园主用卑鄙的手段 把赵家弄破产了 还欠了他一大笔钱 最后赵铁匠不得不屈服 将赵雪卖身至侯府抵债 不过赵雪性格刚烈 小侯爷始终没有得逞 有几次差点闹出人命 赵涅啊 他在心里将园主臭骂了一顿 他仔细打量了 一下赵雪 瓜子脸 柳叶眉 丹凤眼 身材玲珑浮屠 有种小家碧玉的味道 此刻赵雪正朝着后院的小门走去 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着 鬼鬼祟祟的 像做贼一般 不会是想逃走吧 他有些疑惑 不会逃的 他没那个胆子 旁边的红莲似是知道他的想法 开口说道 一旦卖身 便再无人身自由 主家可以任意处置 平时不听话 可以随意打骂 若是逃走 会牵连家人 而且被抓回来后 主家甚至可以合法将其处死 虽然卖身的丫鬟跟奴隶有些差别 但其实差别并不是太大 赵雪上有家人 自然不敢逃走 我去看看他想干什么 红莲说道 他是暗卫出身 对这种鬼鬼祟祟的行为 天生比较警惕 走 一起去 他一把拉住红莲的小手 悄悄跟了上去 红莲看了小猴爷一眼 并没有抗拒 任由他牵着自己的手 早晨的偏院很安静 赵雪做贼般的来到后院门口 轻手轻脚的打开院门 一个男人从门外钻了进来 卧槽 偷汉子 他跟红莲躲在一棵树后偷看着 不知为何 他竟有些不爽 看清了钻进来的男人 他顿时一脸错愕 又是一个熟人 穷秀才孙玉 长得像个小白脸 平时说话知乎折野 总是以文人自居 之前因为说错了一句话 得罪了小猴爷 被小猴爷当前狠狠地教训过一顿 第九章 耍剑 这两人怎么扯到了一起 他想不出来 虽然孙秀才与赵雪 都被园主欺负过 但在园主的记忆中 并没有这两人太多的信息 对于高高在上的小猴爷来说 他们只是普通人而已 雪儿 孙玉一进来 便握住了赵雪的双手 玉哥 赵雪一脸欣喜 露出只有在面对秦郎时 才有的笑容 雪儿 你消瘦了 那个小畜生有没有欺负你 玉哥 你放心 我是不会让她碰我的 赵雪红着眼 泪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看了让人心疼 原来这丫头宁死不从 是因为有心上人了 还是这个穷酸秀才 真是一对苦命的鸳鸯 造孽 她的道德感告诉自己 园主就是个混蛋 但看到孙玉握着赵雪的小手 又不禁有些醋意 府上漂亮的丫鬟都是我的 心里的小恶魔在呐喊 占了人渣的身体 自己也变成人渣了吗 无耻 她暗骂了自己一句 雪儿 苦了你了 玉哥 我没事 赵雪擦了下眼泪 从袖中拿出一件黑布包裹的东西 塞到孙玉手中 玉哥 你拿着 这个应该能当些银子 雪儿 等我高中状元之后 就为你赎身 玉哥 我等你 那我走了 嗯 快走吧 本会儿要来人了 孙玉拿着黑布包 钻出了院门 赵雪立刻将院门霜好 擦干了眼泪 快步离去 两人走后 纪怀安一转头 碰到红莲的眼神 不禁有些尴尬 我是不是很坏 少爷做事 自有少爷的道理 红莲不敢多嘴 董事 他点了点头道 走吧 少爷我饿了 两人回到东香院 几名丫鬟早已准备好了一桌丰盛的早餐 侯府很大 夫人又多 分居在各个院子之中 平时吃饭不在一起 都是各吃各的 只有在一些节日 或者老侯爷召集时 才会在一起聚餐 吃完早餐后 他有些无聊 在院子里走路消失 红莲跟在他身边 红莲 要不你教我武功吧 这个世界尚未发展出科技 并没有热武器 但武道盛行 虽然没有经老武侠事件那般夸张 但高手能够听声变位 能够飞檐走壁 甚至能够以一敌摆 总之 有不少挂逼 园主对习武不感兴趣 对武功并不太了解 只知道五哥祭品很厉害 算是挂逼之一 习武很苦的 红莲说 没事 少爷我不怕苦 这话 谁信 红莲看了他一眼 嘿嘿 通过绑匪这件事 我觉得我应该学一点功夫防身 他一本正经的解释道 不过这话也是事实 之前在花船上 他目睹了袁通 红莲敏捷的身手后 有些心生向往之 毕竟前世是看武侠小说 影视剧长大的 白马长枪 横刀立马 仗见天涯 谁还没有一个武侠梦吗 红莲 江湖上对舞者 有没有等级划分 他问 等级划分 何意 红莲没听懂 比如 普通舞者 一般高手 顶级高手 超级高手 这种强弱的划分 有 红莲点了点头 那是怎么划分的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 纪淮安有些无语 这丫头容易把天撩死 那你算不算顶级高手 他接着问 不算 我只能算一般高手 五少爷才是顶级高手 五哥纪平 创立了青衣楼 混迹于江湖 很少回府 不仅仅是五哥 其他几个兄弟姐妹 也都不在府中 大哥纪武 在外镇守边关 二哥纪宁 在京城当驸马爷 三姐纪云 在皇帝老的后宫 四哥纪阳的商门倒是在江南 不过生意太忙 常年见不到人 就他一个老六 常驻府中 大少爷应该也是顶级高手 不过我没有见过 红莲补充道 大哥纪武 已经三十好几了 常年在外镇守边关 不要说红莲了 小猴也都没见过几次 能被封为萧綦大将军 武功自是不必多说 红莲 你看他我的骨骼 说不定我的骨骼清奇 是个武学奇才呢 他说着朝红莲伸出手臂 红莲给了他一个看傻逼的眼神 不过立刻收了回来 转而恭敬道 少爷 习武要从小开始 你现在习武 多少有些晚了 那有没有什么速成的功夫 没有 那你随便教我几招 那我教少爷一套剑术 好 少爷我就喜欢耍剑 红莲点了点头 心中表示赞同 接着一抬手 一把绣剑落入手中 这丫头果然随身藏着剑 还好昨晚没乱来 他仔细看了眼 只见红莲的绣剑 只有巴掌长 剑身较细 闪烁着冰冷的寒光 少爷 你看仔细了 红莲脚步一动 手中剑光一闪 剑音清明 小丫头给他演示了一套剑招 动作精巧灵动 但又不乏灵力 招式很快 令人眼花缭乱 如同影视剧中的侠女一般 看得小侯爷一脸猛逼 片刻后 红莲收剑回到他身边 将绣剑递过来 少爷 你试试 嗨嗨 有没有简单点的 刚刚的招式太复杂 而且红莲捂得太快 他根本记不住 我刚才练的是基础剑术 已经是最简单的了 小侯爷一脸无奈 看着红莲递过来的短剑 他想了想到 你把动作分解开来 一招一招地教我 这丫鬟功夫虽好 但显然不会教人 红莲一听 觉得有理 点头道 那我先演示前三招 你动作慢一点 好 红莲慢动作演示完三招 少爷 记住了吗 记住了 红莲将短剑递过来 这回真的记住了 他信心十足地接过短剑 一迈步 一挥剑 一转身 一踢腿 然后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摔了个屁股开花 红莲急忙将他扶起来 少爷 你怎么样 我没事 嘿嘿 丢人啊 他揉着屁股 轻咳了两声 掩饰着尴尬 少爷 还练吗 红莲捡起地上的剑温 算了 不练了 练武不是简单的摆几个动作 即便是最简单的动作 他僵硬的身体也做不出来 还练个屁 确定自己不是一块练武的材料 他只能放弃心中的武侠梦 重生成了小侯爷 何必给自己找罪受 反正有一堆人保护自己 他很快就想开了 红莲淡定地将短剑收进袖中 仿佛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老侯爷一生传奇 几位少爷小姐 个个都是人中龙凤 唯有这个老六是个废物 但自己偏偏被安排在这个老六身边 换成其他几位少爷 该多好啊 红莲 你戏舞多久了 回少爷 我从六岁戏舞 已经有十年了 都说戏舞要十年如一日 方可有所成就 倒是不假 纪怀安点了点头 他在府中待得有些无聊 于是便带着红莲出来逛街 两人边走边聊着 扬州城 繁花似锦 街道上车水马龙 人声鼎沸 街道两侧高楼叠起 商铺凌厉 好不热闹 特别是街上的江南女子 一个个环肥艳寿 五颜六色的一群彩带 衬托着恶娜的身姿 令人眼花缭乱 绝对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小侯爷左顾右盼 心潮澎湃 两只眼睛 显得有些不够用 红莲紧奔在他身边 只要他不问话 基本不会开口 突然 一个小白脸 从旁边的商铺中走了出来 正是穷酸秀才孙玉 早上刚见过 现在又碰上了 还真是有缘 孙玉并没有看见他们 低着头 将一个钱袋塞进秀中 满脸带笑地走了 这是发财了 他好奇地抬头 看了眼商铺的招牌 只见古色古香的 木质牌匾上 写着四个字 人和当铺 连想到早上后院门口之时 他立刻明白了什么 走 进去看看 两人走进当铺 一个胖乎乎的中年男人 坐在柜台里 看着手里一个巴掌大的 玉智佛像 笑得一脸猥琐 掌柜看得太过专注 连纪淮安跟红莲走进来 都没有发现 胡掌柜 看什么宝贝呢 纪淮安凑到柜台前 笑眯眯地问 当铺的掌柜姓胡 名叫胡周 园主每次被老侯爷断粮 便从府中 拿一些金银玉器来自典当 一来二去 便跟着胡掌柜混熟了 听到小侯爷的声音 胡掌柜吓得一哆嗦 手里的玉佛 差点掉了下去 小侯爷 您怎么来了 胡掌柜看见他 笑得比哭还要难看 虽然小侯爷 每次拿来的东西都不错 但价钱都是 小侯爷说了算 他每次都要亏本 胡掌柜 看到我你好像不太高兴 小王八蛋 你每次来我都要掉块肉 我能高兴吗 胡掌柜心里骂着 脸上苦笑道 小侯爷 您再来几次 小店就要关门了 可 我这次不是来典当的 真的 胡掌柜盯着他身上看了看 见他没有拿东西 稍稍松了口气 老胡 你手上的是什么 刚收的 一尊玉佛 给我看看 小爷我帮你长长眼 他伸出手道 小侯爷 您小心点 这东西可不便宜 胡掌柜说着 小心翼翼地 将玉佛递到他手中 他接过来仔细看了看 玉佛虽然不大 但雕刻得十分精美 翠绿的玉制晶莹剔透 一看便不是凡品 眼熟吗 他转对旁边的红莲问 是后宅佛堂里 供奉的那座佛像 我见过 红莲说道 他点了点头 园主对这尊佛像 印象很深刻 因为这是四哥纪阳带回来的 六夫人信佛 四哥是六夫人所生 为了讨亲娘开心 季阳花高架 从一个寺庙的高僧手中 请回了这尊玉佛 据说这尊玉佛 由高僧开了光 能镇宅 当年入府时 还弄了个什么仪式 所以园主印象很深 刚刚一进来 他便发现 这尊玉佛有些眼熟 联想到早晨之事 已经不言而喻 小侯爷 我做的是小本生意 您可不能这样 您要是喜欢 我便宜点赚给您 胡掌柜以为 小侯爷要抢他的玉佛 急得快要哭了 胡掌柜 这玉佛 五百两 说实话 嗨嗨 五十两 纪怀安呵呵一笑 有凭据吗 有的 胡掌柜拿出一张凭据递过来 他接过来一看 上面还有手印 典当价格的确是五十两 真他妈不识货 他知道四哥请回这座玉佛 花了一千多两 孙秀才五十两就给当了 简直就是眼下 老胡 这尊玉佛小爷我要了 给你六十两 小侯爷 这个价我会亏死的 亏什么 你还赚了十两 万一 孙秀才以后要赎回 放心 他不会赎回的 小侯爷 要不一百两 这是我们侯府的失窃之物 你也敢收 六十两就六十两 爽快 红莲给钱 出门仓促 忘了带银子 红莲说 老胡六十两先欠着 红莲 我们走 他拿着玉佛跟平正 转身出了门 红莲立刻跟了上去 小王八蛋 杀千刀的 胡掌柜哭丧着脸 一屁股跌走到凳子上 出了当铺 纪怀安左右看了看 不见孙秀才踪运 玉佛应该是早上那个丫鬟偷的 旁边的红莲说道 我知道 走吧 回府 虽然已经八九不离时 但他 还是得回去确认一下 以免冤枉了好人 半个时辰后 两人回到侯府 刚进内宅 便远远看见六名丫鬟 被捆绑着双手 站成了一排 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谁偷的 立刻交出来 一个婆子手里拿着藤条 气势汹汹地盯着六个丫鬟 四周 还有不少丫鬟在看热闹 这个婆子是侯府的一名管事 大家都称呼他为三姑 三姑管理着很多丫鬟 负责清洗衣物 修剪花枝 打扫卫生等等 三姑 真的不是我 三姑 我向来胆小 打死我也不敢啊 三姑 我在府上六年了 您还不了解我吗 几个丫鬟争先恐后地解释着 纪怀安想了想 将玉佛递给红莲道 你去将玉佛放回原位 红莲接过玉佛 什么也没问 转身朝佛堂的方向走去 岂有此理 我看你们是不见棺材不掉类 三姑拿起藤条便要动手抽打 住手 纪怀安一声大喝 走了过去 小少爷 您怎么来了 看见小侯爷 三姑立刻收回藤条 满脸堆笑 他没有理会三姑 先看了眼六名丫鬟 个个都长得清秀水灵 不过赵雪并不在其中 他又看了看四周 终于在几个看热闹的丫鬟之中 发现了赵雪 赵雪碰到他的眼神 立刻侧目闪躲 三姑 这是怎么了 他嬉皮笑脸地问 不瞒小少爷 佛堂有一尊玉佛丢了 应该是他们其中一个偷的 三姑回答道 小少爷 不是我 也不是我 我没有偷 请小少爷明察 别吵 都给我闭嘴 三姑举起藤条训斥着 三姑啊 你怎么确定是他们呢 纪怀安问 佛堂有专人看守 玉佛昨天傍晚还在 今天沉石丢失 这段时间内 只有他们六个丫头 进去打扫过灰尘 三姑解释道 看守的是谁 回小少爷 是我们 三姑身后 走出两名年龄较大的丫鬟 小少爷 他们跟在府上十多年了 是老人 信得过 三姑怕小侯爷误会 急忙替两人解释 纪怀安点了点头 冲两人笑道 有没有可能 你们两个没留神 有其他人溜进了佛堂 偷走了玉佛 两人一听 顿时神色有些紧张 他们昨晚偷懒 半夜睡了一觉 那个小贼 有没有可能是他 纪怀安抬起手 指向人群中的赵雪 第十一章 有钱人的快乐 纪怀安一指 所有人都看向赵雪 小侯爷又要整治这个丫头了 这是众人一致的想法 赵雪是怎么被迈进来的 这些婆子丫鬟们都很清楚 因为赵雪性格刚烈 誓死不从小侯爷 所以小侯爷时不时会来整治 一下这个丫头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众人看着赵雪 心生同情 他们都劝过赵雪 让她从了小侯爷 但赵雪一直坚定 根本劝不动 你休要血口喷人 面对纪怀安的目光 赵雪眼中闪过一丝慌乱 不过在其他人看来 这丫头仅仅是在害怕而已 可 我只是假设一下 你不用害怕 小侯爷无耻地笑了笑 赵雪撇过头 不敢看她 小少爷 那尊御佛很贵重 是六夫人供奉在佛堂的 必须要追回来 我看还是先从这六个丫头 开始审讯吧 三姑说道 这时 她看见红莲走了回来 冲自己点了点头 意思是 已经放回去了 纪怀安大手一挥 说道 御佛不是他们偷的 把他们都放了 小少爷 您是如何断定的 少爷我会看面相 那御佛怎么办 三姑一脸为难地问 御佛有灵 岂是凡人能偷走的 不必担心 时间到了 会自己回来的 她装模作样地说 这 三姑有些无语 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给他们松绑 三姑不敢不从 立刻让人上前给几个丫鬟 解开手上的绳子 多谢小少爷明察 六名丫鬟都朝她跪了下去 快起来 她上前将一个长得最标致的丫鬟 扶了起来 借机摸着丫鬟的小手 你叫什么名字 丫鬟翘脸一红 一脸羞涩地回答道 回小少爷 奴婢叫阿秀 原来是秀儿姐 瞧瞧 这雪白的小手 都被绑出了红印 三姑啊 以后没有证据的是 不可以随便乱来 小侯爷揉捏着阿秀的小手 笑得有些猥琐 三姑似是明白了什么 看了眼阿秀 小声道 小侯爷的意思 三姑明白了 明白了就好 她黑黑一笑 看见旁边的红帘盯着自己 急忙松开阿秀的小手 这时 一名丫鬟急匆匆地跑来 三姑回来了 什么回来了 三姑 玉佛 回来了 丫鬟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真的 三姑一脸惊讶 真的 我刚刚进佛堂打扫 看见玉佛回来了 走 去看看 众人全部涌向佛堂 只见玉佛完好无损地摆在原处 玉佛不可能自己回来 那只有一个可能 是这个老六干的 所有人都这样猜测 唯有赵雪例外 他看着小侯爷 心神不宁 东西是他偷的 现在应该在玉佛手中 怎么会回来 难道玉佛出事了 三姑 我说了玉佛有灵骂 小少爷说得对 玉佛虽然自己回来了 但家里进贼了 不得不放 小侯爷说着看向赵雪 冲他眯眼一笑 接着道 我记得偏院有个后门 那个门没必要留着 三姑 找人把那处后门封上吧 他发现了 听到小侯爷的话 赵雪心中砰砰直跳 惊慌不已 三姑立刻点头应试 小侯爷没有再停留 带着红莲离去 对于小侯爷没有揭穿赵雪 红莲有些疑惑 但他并没有多问 两人一路回到了东乡院 此时余霞乘起 太阳已经落山 去将赵雪那丫鬟叫过来 红莲领命离去 片刻后 红莲领着赵雪来到东乡房 小侯爷并未吩咐 红莲便懂事地关上了房门 在门外守着 房间中 纪怀安打量着面前赵雪 虽然穿着一身吓人的衣裙 但清秀可人 眉眼如画 亭亭玉立 这丫头的身材也是极好 该秃得秃 该翘得翘 雪颈上有一颗痣 看上去有种独特的韵味 难怪小侯爷要对他下手 你想干什么 赵雪紧张地看着他 你猜我想干什么 他往前逼近了一步 赵雪紧张地连连后退 跟他保持着距离 我就是死 也不会让你这个禽兽玷污的 是吗 纪怀安嘴角一翘 露出玩味的笑容 这丫头性格很刚烈 但却激起了他征服的欲望 你死了这条心吧 呵呵 那咱们来聊聊玉佛的事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别装了 我亲眼看见你偷了玉佛 今日一大早 你在偏远后门那里 将玉佛交给了孙秀才 我没说错吧 你 血口喷人 赵雪仗红着脸 这丫头不老实啊 纪怀安呵呵一笑 从秀中拿出当铺的凭证 道 这是孙秀才典当玉佛的凭证 赵雪紧咬着朱唇 没有出声 还要狡辩吗 要不要我将孙秀才抓来对峙 是我偷的 跟他无关 你要打要杀 随意 赵雪咬牙说道 看着赵雪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 还是为了另一个男人 这让他莫名的有些不爽 我有典当行的凭证 加上典当行掌柜作证 我要是告到官府 举报孙玉盗窃 你猜会怎么样 孙玉是秀才 来年便可参加会试 如果犯了盗窃罪 不仅会取消会试资格 甚至连秀才也会被剥夺 这个时代对于普通人来说 能改变命运的机会棘手 他若举报 孙玉的前程就彻底毁了 赵雪焦躯一颤 终于害怕了 小侯爷 求求你不要 小丫头 求人要有求人的样子 你想要怎么样 你说呢 他盯着赵雪 露出玩味的笑容 紧接着瞳孔放大 使劲地咽了下口水 因为眼前的赵雪解开了裙带 一群滑落 露出白皙的锁骨 粉色的兜肚 平坦的小腹 修长的玉腿 你不就是想要得到我吗 只要放过孙玉哥 我就如你的愿 赵雪说着 痛苦地闭了下眼睛 两道屈辱的泪水滚落 纪怀安侯姐涌动 暗骂了句 禽兽 把一个小姑娘逼成这样 简直禽兽不如啊 他并没有想对这丫头怎么样 只是闲得无聊 想拿这丫头消遣一下 没想到这丫头为了孙秀才 竟然甘愿现身 果然 有钱人的快乐 都是建立在普通人的痛苦之上 快把衣服穿好 本少爷现在对你们兴趣了 嘴上说着没兴趣 他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小侯爷 我求求你 只要你肯放过孙玉哥 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赵雪说着 伸手解开兜肚 一对完美的小白兔 弹跳而出 小侯爷顿时小腹一热 两道鼻血流了出来 第十二章 不宜操劳过度 嗨嗨 你先把衣服穿上 小侯爷 我错了 求小侯爷开恩 好了 我答应你 这次放孙秀才一马 他走上前 捡起地上的衣裙 给赵雪披上 有意无意地蹭了下小白兔 两人都是神魂一颤 赵雪本能地退了一步 又怕惹怒了他 紧张地问 你真的不会为难孙玉哥 真的 你再不穿上衣服 我就要反悔了 他怕自己再看下去 会忍不住将这丫鬟扑倒 这里不是前世 他现在是小侯爷 扑倒一个丫鬟 根本不算事 人一旦失去约束 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 赵雪立刻在他面前 穿起了衣服 小侯爷的眼睛瞪得更大了 小丫头穿好一裙 紧咬着性感的珠唇 一脸屈辱地跪了下去 请小侯爷择罚 一个性格刚烈 拧死不屈的姑娘 但却可以为了心上人牺牲自己 不禁让他有些另眼相看 回头找个借口 把这丫头放了吧 他心思着 开口道 择罚就免了 我问你 为何要偷御服 赵雪低着头道 孙玉哥要入京参加会试 没有盘缠 哼 你对那个穷秀才 倒是一片真心 他极度地哼了声 请小侯爷择罚 罢了 奴婢知道错了 奴婢再也不敢了 这回自称奴婢了 也不敢骂自己了 看着赵雪一副温顺的样子 小侯爷满意地笑了笑 回去吧 你 让我走 赵雪抬头看着他 有些不敢相信 怎么 你很想留下来陪床 奴婢告退 赵雪站起身 慌乱地逃出了房间 房门口 红莲看着赵雪 衣衫不整地跑出来 一边跑一边 擦着脸上的泪痕 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少爷这么快 他心思着 脸上泛起一片飞红 纪怀安感觉房间里有些燥热 于是走出房间透透气 一出房门 见红莲站在门口发呆 晚霞映照着他俊俏的脸颊 英姿洒爽 很美 嗨嗨 他提醒的倾咳了两声 少爷 红莲回过神 看到小侯爷盯着自己看 脸颊更红了 发什么淡 没 没什么 红莲偷偷看了他一眼 接着道 恭喜少爷得偿所愿 纪怀安一个踉跛 差点摔倒 什么得偿所愿 没有的事 少爷 红莲会保密的 纪怀安一脸无语 知道解释不清了 也懒得解释 他抬头看着美丽的夕阳 伸了个懒腰 少爷若是累了 可以早点休息 他看向红莲 很想咬这丫头一口 这时 一名丫鬟来到院中 快步朝两人走过来 小少爷 红莲姐姐 看到面前的丫鬟 纪怀安愣了一下 这个丫鬟 正是刚刚差点被冤枉的阿秀 阿秀 你怎么来了 他问 回小少爷 三姑让我来东乡院伺候 阿秀满脸羞红地说道 纪怀安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自己只不过是摸了摸着丫头的小手 开个油而已 那个三婆子 显然是误会了 看来在任何世界 只要你拥有足够的权势地位 很多事情根本不需要自己开口 身边的人察言观色 会为你安排好一切 有权有势的人生 果然很爽 他忍不住在心里发出感叹 阿秀长得很标致 十分带看 在一众丫鬟中 算是十分出色的 留下来痒痒眼也不错 少爷 是不是阿秀做错了什么 小丫鬟见小猴爷盯着自己看 又不说话 显得有些紧张 少爷只是觉得 你很好看而已 不用紧张 他笑了笑 转队红莲道 给阿秀安排一下房间 是少爷 阿秀 跟我来 红莲带着阿秀走去 东乡院很大 除了他跟红莲外 还有七八个丫鬟 现在又多了一个 晚饭时 不知道是不是红莲的安排 阿秀陪在桌边伺候 而且弄了一桌子大补之物 吃完后 他感觉浑身燥热 入夜 红莲伺候着他 洗完澡来到床边 少爷 要不要叫阿秀过来伺候 不用 也好 少爷的身体 不宜操劳过度 臭丫头 少爷我的身体好得很 他气得咬牙切齿 恨不得将红莲拉上床 就地正法 但一想到这丫头秀中藏剑 只好忍了 少爷好好休息 奴婢倒退 红莲憋着笑 转身走到隔壁房间 次日一早 天色刚蒙蒙亮 季怀安醒来 红莲并不在床边 院中传来轻微的声响 他悄悄下床 走出房间 微弱的晨光中 一个鲜秀的身影 正在捂着剑 剑光闪烁 身影翻飞 英姿洒爽 他看得有些痴迷 扮上 一套剑招舞完 红莲收剑而立 突然看见小侯爷 红莲愣了一下 急忙跑过来 少爷 我是不是吵到你休息了 没有 我醒得早而已 少爷 进屋吧 我帮你更衣 两人回到房间 红莲帮他解开衣睡袍 换上锦衣玉带 季怀安闪着双臂 看见红莲额头渗出的汗珠 他忍不住伸手 帮他擦了擦 红莲娇躯微微一颤 紧张不已 不过好在少爷 只是帮他擦了擦汗 便收回了手 并没有更过分的动作 早饭后 他闲着无视 又带着红莲上街溜达去了 顺便将人和当铺的银子 还了 胡掌柜看见小侯爷 主动送银子来 有些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直到小侯爷带着红莲离开后 他还在盯着桌上的银票 怀疑是假的 繁华的街道上 两人闲停信步地走着 逛到一处布装时 只见外面摆着一排漂亮的衣裙 他发现 红莲盯着一件红色衣裙 有些失神 今天少爷有高兴 想要什么 我送你 红莲回过神 摇头道 不用了 红莲什么也不缺 你最近表现好 少爷有高兴 要赏你 他走过去 拿起红裙看了看到 我们进店让老板给你量身做一件 你穿上一定好看 他放下红裙 拉着红莲便要进步装 少爷 红莲是下人 不能穿红色的 红莲抽回手说道 这是一个皇权时代 阶级分明 身为下人 只能穿素衣 鲜艳一点的颜色都不能穿 一生只有在澄清时才能穿一次红色 纪怀安明白过来 只好作罢 他可没兴趣挑战这个世界的规则 当然 偷偷在他的院子里穿穿 只要别让老侯爷和夫人们看见 也没什么大事 以前还是做自己的顽固小侯爷比较稳妥 毕竟便宜老爹不是一般人 自己不能表现得太过古怪 两人又逛了一会 很快便看到了一片湖泊 正是扬州最有名的寿西湖 寿西湖风景秀丽 花开两岸 扬柳一一 美景如画 是文人雅士 才子佳人的游览圣地 此时不少男女在结伴游湖 颇为热闹 两人走着走着 为使神差地走到了醉花楼的门口 第十三章 喝花酒 醉花楼外 两名衣着清凉的丫鬟 站在门口迎客 时不时便有几名公子哥 结伴入 这就是古代青楼 他打量着醉花楼 心仰男人 中华文化 博大精深 对于这种前世 已经失传的古老文化 他一直心生敬仰 既然有幸亲眼见到 那必须要进去一探究竟 深入了解一番才是 否则岂不枉为穿越者 现在似乎不是时候 他看了眼旁边的红莲 自己现在是小侯爷 逛个青楼怕什么 大白天的 要不算了 他有些犹豫不决 红莲之前在醉花楼 潜伏过一段时间 对于小侯爷 热衷于逛青楼这件事 自然比谁都清楚 此时看着小侯爷 扭扭捏捏的样子 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接着道 若是身子虚 先痒痒吧 纪怀安一脸黑线 他咬牙切齿地瞪着小丫头 谁虚了 你没见少爷 我早上升龙火虎的吗 小丫头脸翘脸一红 他本以为挽回了颜面 没想到小丫头 轻声吐出了几个字 识短 意为虚 纪怀安 正在他快要被气吐血时 一名锦衣男子看见他 满脸惊喜地走了过来 小侯爷 真的是你 男子身材微胖 衣着光鲜 白白胖胖的脸颊 满脸带笑 看着十分喜庆 就是笑容猥琐了些 纪怀安一看 脑海中立刻浮现出 小胖子的资料 钱多多 扬州城大土豪 前缘外家的小儿子 从名字就可以看出 钱家的土豪属性 江南的文人雅士 都喜欢给自己取个字名 这位钱少爷 自诩文采风流 国之栋梁 所以给自己取了个 很牛逼的字名 栋梁 但实则 钱多多跟小侯爷一样 文不成 武不就 既是个草包 也是个败家子 不过 这位钱家小少爷 也并非一无是处 跟小侯爷性情相投 关系很铁 原来是栋梁兄 好久不见 纪怀安尴尬地笑道 小侯爷 我还以为我认错人了呢 走 今天我做东 钱多多说着 一把拉着她的胳膊 走向醉花楼 原本她还有些纠结 此时被钱多多一拉 顺其自然地进了醉花楼 红莲没有丝毫意外 跟了进去 醉花楼大厅 中央有一个舞池 几名衣着清凉的花女 正在吹拉弹唱舞 四周稀稀疏疏地 做了一些酒客 或许是白天 人并不多 钱多多拉着纪怀安 当进大厅 一个中年女人扭着腰枝 挥着手绢 满面笑容地迎了过来 是醉花楼的老宝桑妈妈 原主可太熟了 她仔细打量着传说中的老宝 虽然年过四十 但依旧风韵犹存 特别是那傲人的身材 朱圆玉润 不是一般小姑娘 能比的 小侯爷 钱公子 你们好几天没来了 姑娘们天天都惦记着两位呢 桑妈妈上来 就抱住纪怀安的胳膊 蹭到一对饱满的双风 令她尴尬不已 钱多多伸手 拍了下桑妈妈的翘臀 打句道 我看是惦记我们的银子吧 钱公子 瞧你说的 快过来坐 桑妈妈看了眼后面的红莲 神色从容淡定 满脸带笑地将小侯爷 钱多多拉到 靠近中央舞台的一桌坐下 小侯爷 您好几天没来了 钱公子 人家都想死你了 两人刚坐下 一群花枝招展的姑娘围了过来 争先恐后地 往两人身边挤 最后钱多多点了四个姑娘 剩下的姑娘撅着小嘴 一脸不高兴地散了 很快 一桌丰盛的韭菜摆了上来 四个姑娘分别坐在小侯爷 钱多多的两侧 四人热情地帮他们倒酒 伺候着他们吃喝 听曲 原来这就是喝花酒 貌似跟去酒吧开个卡座 点两个小妞陪酒聊天差不多 当然 这里的姑娘要开放多了 她左边的姑娘叫春兰 右边的叫秋水 两人长得都很标致 身材也很好 小侯爷 奴家喂你 春兰端起酒水喂到她的口中 一对凶器 几乎完全压在她的胸膛之上 秋水不甘示弱 两女太过热情 弄得她浑身不自在 钱多多就自然多了 一只大手揉捏着左边姑娘的大腿 右手搂着姑娘的先腰 用嘴对嘴 接着姑娘喂酒 酒水顺着她胖乎乎的嘴角滑落 看得季怀安一阵恶心 小侯爷 奴家也来喂你 秋水喝了口酒 便要嘴对嘴喂她 被她一巴掌按住了嘴巴 嗨嗨 秋水被迫一口酒咽了下去 呛得不停地咳嗽 桑妈妈 今晚度娘可有节目 大厅里一名公子开口问道 听到那名公子的问话 不少人都一脸期待地看向老宝 能被众多文人雅士评为花魁 当然不仅仅是外貌 杜娘除了生得美艳如花外 还精通琴棋书画 诗词歌赋 可以说是多才多艺 作为醉花楼的头牌 普通的酒客 想要见一面都很难 杜娘只有偶尔心情好的时候 才会现身大厅跳支舞 或者给众人弹奏一曲 算是福利 要想让花魁娘子单独陪酒 是极难的 除了不菲的银子外 还要看花魁娘子的心情 至于过夜 花魁娘子是卖意不卖身的 至少对外是如此宣称的 纪怀安回想了一下 根据记忆 小侯爷一共只被花魁娘子 招待过两次 而且两次都是在醉酒之后 根本没有明确的记忆 这让他不禁有些疑惑 难道小侯爷被耍了 回想起前天早晨 自己在花船上醒来时 杜娘确实躺在自己身边 或许是小侯爷 真的何断骗了吧 他没再多想 前公子 你们今天可算来对时候了 今晚我们醉花楼 要举办斗师大会 由杜娘亲自主持 圣者可以上花魁娘子的房间 与杜娘唱谈试词歌赋 把酒言欢 桑妈妈眉开眼笑地说道 青楼为了吸引客人 经常会举办一些活动 斗师会便是其中之一 也是最受才子们喜欢的 听到桑妈妈的话 四周引起一片骚动 全都在讨论着晚上的斗师会 醉花楼四世做过宣传 随着时间推移 三三两两的公子哥 相继结伴来 傍晚时分 整个大厅已经坐得满满当当 季怀安无聊地喝着花酒 突然看到角落里一个熟悉的面孔 顿时愣了一下 孙玉 这个穷酸秀菜 竟然跑来喝花酒 醉花楼的消费可不便宜 即便不过夜 简单的几个酒菜 加上一个陪酒的姑娘 一桌也要好几两文银 相当于前世大几千 一个穷酸秀菜 根本消费不起 赵雪那丫头 做贼偷玉佛 是为了给她凑进金赶考的盘缠 但这小子却拿来喝花酒 这小子还真是个渣祸 季怀安吐了口酒气 露出坏笑 第十四章 勾魂的花魁娘子 傍晚 残阳如血 醉花楼三层 花魁娘子披着青纱站在窗边 晚霞映照在她身上 妖娃妩媚 身姿傲人 她正透过窗户 看着美轮美奂的湖面 神色凝重 小姐 时间差不多了 该梳妆准备了 丫鬟平儿站在身后说道 来了几位公子 杜娘缓缓转过身问 有十多位呢 听说小姐要开斗师会 连李公子 苏公子 王公子都赶来了 我看今晚获胜的 必定是三位公子之一 平儿笑嘻嘻地回答道 杜娘并无半点喜色 只是微微汗手 对了 小猴也来了 平儿补充道 杜娘愣了一下 问 她跟谁来的 还能有谁 钱多多那个小胖子呗 平儿撇了撇嘴 有没有带护卫 杜娘问 有 就是红莲那个丫头 平儿说着又担忧道 小姐 我怕她见到你 又要虎脚蛮缠 到时候会坏了我们的好事 没事 她若是乱来 就按照以前的办法处理便可 嗯 桑妈妈都已经安排好了 小姐 我帮你梳妆吧 平儿扶着花贵娘子 坐到梳妆台前 帮她梳妆打扮起来 醉花楼大厅 坐无虚席 中央舞台上 几名花女 跳着令人血脉奋章的厌恶 衣着清凉的姑娘们 陪着客人划拳喝酒 工愁交错 好不热呢 钱多多搂着两个姑娘 一边喝着酒 一边上下起手 一只手直接伸进了姑娘的衣裙之中 弄得那个姑娘娇喘连连 看得纪怀安一脸尴尬 虽然她不是什么证人君子 但在大厅广众之下 她实在是下不去手 春兰 秋水 一左一右一在她身边 两人以为小侯爷对他们不满意 满脸委屈之色 纪怀安有几次想要离开 不过想到小侯爷每次来醉花楼 似乎还没有早走过 只好硬着头皮留了下来 随着时间推移 大厅里的气氛慢慢达到了高潮 钱多多跟两个姑娘玩得越来越恶心 她只好转移注意力 看向孙秀才 孙秀才坐在大厅边缘的一个小桌 点了几个韭菜 有一个姑娘做陪 不过孙秀才看上去 有些心不在焉 她的目光总是飘向大厅中央的一桌 纪怀安有些好奇 顺着孙秀才的目光看过去 只见那桌坐了三个人 这三人小侯爷都认识 因为他们不仅是醉花楼的常客 而且名声吉祥 李子豪公子榜第六位 王伦公子榜第七位 这三人不仅长得风流倜傥 一表人才 而且家事也都不俗 特别是苏文才所在的苏家 号称江南第一世家 苏家在大齐王朝中当官的 有数百人之多 京中大员便有十多位 苏文才是苏家的二公子 当朝上书苏慎便是他的大伯父 苏家底蕴身后 整体实力要强于季侯府 是季侯爷也需要忌惮的存在 李府也是官宦之家 虽然比不上苏家 但在朝中当官的也不守 李子豪的舅舅是李部侍郎 朝中三品的大员 王家是江南名门望族 祖上出过两位宰相 如今稍显没落 但底蕴犹在 小侯爷虽然认识这三人 但跟这三人几乎没有什么交集 毕竟这三人都是公子榜上的风流才子 小侯爷只是个顽固的废柴 双方不是一路人 玩不到一块 孙秀才总看这三人是何意 纪怀安有些不解 他想了想 凑到旁边春兰的耳边说了几句 然后拿出一钉银子塞到春兰手中 小侯爷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春兰拿着银子兴高采烈的走了 这时 一名衣着光线的公子 醉熏熏的喊道 桑妈妈 时间差不多了 快请花魁娘子出来吧 没错 时间不早了 快点开始吧 本公子已经等不及了 快请花魁娘子出来吧 大厅里众人立刻附和起来 公子们莫及 杜娘这就来了 桑妈妈满面笑容的挥手示意 台上跳舞的姑娘立刻撤离 几期后 一袭红裙的杜娘 单手抓着一条布袋 从三楼飘乱下 花魁娘子头戴金布瑶 性脸淘塞 眉如春山浅淡 眼若秋波婉转 三千青丝垂落于后腰 一张狐媚的脸颊 风情万种 杜娘落在中央舞台上 单手托着一方古琴 一袭大红裙扑开 如同一朵绽放的红玫瑰 无比惊艳 整个大厅瞬间安静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集在花魁娘子身上 无一例外 连靠在墙边的红莲 也忍不住 盯着杜娘的一袭红裙 眼中闪过一丝羡慕之色 虽然从小习武 但她毕竟是女儿身 一直很喜欢红色 但却从来没有穿过 杜娘子 好美 钱多多胖乎乎的嘴角 流出了口水 纪怀安又被这个小胖子恶心到了 不过花魁娘子的确惊艳 虽然排名低于韩依依 但其实两人美貌各有千秋 难分伯仲 若润 对男人的吸引力 杜娘明显胜出 花魁娘子一平一笑 妖娶妩媚 极具魅惑 对男人的杀伤力极大 不是一般女子能比的 果然还是青楼的姑娘 更懂男人 看着风情万种的杜娘 纪怀安想起 前天早晨心有余而力不足 不禁有点惋惜 诸位公子 杜娘这箱有礼了 杜娘放下古情 起身对着四周的客人 微微一扶 沉鱼落雁 碧月修花 杜娘子愈发美艳了 苏文才盯着杜娘 色眯眯的笑道 牡丹不及美人装 每一次见到花魁娘子 都别有一番风味 李子豪文周周的说 苏兄 李兄出口成章 看来今晚的斗师会魁首 非二位公子莫属了 王伦跟着拍马屁 大厅里其他人 默默听着三人装逼 杜娘玩耳一笑 能得三位公子捧场 是杜娘的荣幸 失会之前 杜娘先为大家 弹奏一曲助助性 好 大厅里立刻想起一阵欢呼 杜娘再次吟吟一礼 随意地瞥了眼小侯爷 然后坐到古琴前 杜娘刚才在看我 杜多多兴奋地像打了鸡血 白痴 明明是在看我 小侯爷在心里 比试了一下杜多多 花魁娘子摆好古琴 弹作于琴前 玉碧青台 露出一双白皙无瑕的玉手 食指轻按在琴弦上 凝神静气 两三的呼吸之后 杜娘玉指一动 轻轻一勾 一道琴音破弦而出 花魁娘子食指灵动 勾勒之间 净显姿态之美 琴音婉转悦耳 如同一条欢快的小溪 从指尖缓缓流淌而出 每一个音符 仿佛都能穿透人的心灵 第十五章 斗诗会 好 异曲中霸 大厅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叫好声此起彼伏 杜娘现丑了 花魁娘子 起身冲四周的宾客行 微微一扶 苏文才 杜娘子情继出神入化 鱼音绕梁 三日不绝 李子豪 此曲只因天尚有 人间哪得几回文 王伦 杜娘子的情音 如甘泉美酒 听得在下如痴如醉 三位公子一人一句赞美着 夸得杜娘眉开眼笑 马屁精 纪怀安在心里鄙视 不过花魁娘子的古情 弹得确实不错 他虽然不懂音律 但也知道 想弹好古情很难 没有个几年苦练 不可能弹出如此优美的情音 三位公子过奖了 能入得了三位公子的耳 是杜娘的荣幸 花魁娘子舞媚一笑 转对众人道 承蒙众位公子抬爱 接下来由杜娘主持今晚的斗士大会 获得诗魁者 杜娘今晚会亲自招待 与君畅谈诗词 把酒言欢 好 大厅里再次响起了一阵叫好声 花魁娘子示意 两名下人立刻撤走了古情 搬了张书桌 摆到舞台中央 几名丫鬟 迅速摆放好笔墨指宴 杜娘子 还是老规矩吗 一名公子哥儿问 杜娘点了点头 规则还如往常一样 斗士的规则很简单 出题后 以一课钟为限 谁想出来了 便上台将诗词写出 一课钟后 将所有诗作拿出来评鉴 选出第一名 第一名并非就是诗魁 仅仅是拿到第二轮的出题资格而已 斗士会一共要进行三轮 第二轮的第一名 拥有第三轮的出题资格 三轮之后 会出现三首第一名的佳作 然后从三首中 评选出最好的一首 这首诗的创作者便是诗魁 还是老规矩 请杜娘子出第一题 俗文才开口道 没错 请杜娘子出题 众人纷纷附和 既然如此 那杜娘就确实不公了 杜娘思索着走了两步 嫣然一笑道 今日是十五 满月当空 第一轮就以月为题如何 为了防止冷场 第一轮的题目一般都比较简单 试问 哪个江南风流才子 没做过棘手描写月亮的诗 众人对这个题目自然没有意见 丫鬟平儿点了一根香 插入香炉之中 开始计时 哈哈 第一场就由在下来抛砖引玉吧 不过几夕 便有一名瘦弱的公子走上台 提笔书写起来 杜娘在一旁看着 杜娘子 献丑了 公子写完放下笔 刘公子好文采 还请回去稍等 杜娘笑道 刘公子刚走下去 又有一人上台了 以月作诗 对于这些才子们显然不难 大厅里的公子少爷们 一个接一个的上台作诗 孙秀才也上台写了一首 继淮安自然没兴趣掺和 看到一旁的钱多多 还在苦思冥想 记得抓耳挠腮 不由一阵好笑 没过多久 基本上该写的都写了 一根香也快要燃尽 时间快到了 还有哪位公子要上台吗 花魁娘子询问着 无意识地朝记怀安这一桌看过来 碰触到小侯爷放光的眼神 杜娘冲她妩媚一笑 记怀安顿时浑身 如触电般地酥麻了一下 这女人的眼神 能勾魂 想到今晚的诗魁 可以跟花魁娘子共度春宵 她不仅有些心仰男人 等等 我想到了 钱多多在一众比异的目光中 跑上了台 快速拿起笔书写起来 这小胖子可以啊 记怀安有些惊讶 不过她发现 杜娘站在书桌边看着 表情慢慢变得有些怪异起来 这个小胖子写了啥 她不禁有些好奇 很快 钱多多放下笔 那只香也刚好燃尽 杜娘子 我这手如何 钱多多嬉皮笑脸地问 看 挺好 钱公子请回吧 杜娘笑得有些尴尬 钱多多一脸满意地走了回来 接下来便开始评选 第一轮共有十六位公子参与 写了十六首诗 几名丫鬟 依次拿出一张张诗作 展示在众人面前 由这些公子哥品读 明月青山叶 刀天寿西湖 这手好 可怜天上月 不肯下凡尘 这手意境也不错 风流才子们 一个个点评着 展示到最后一首时 一名公子扑的一声 将刚喝下的酒喷了出来 大厅里安静了几夕后 接着爆发出哄堂大笑声 记怀安忍不住看过去 只见纸上写着 十五的月亮很圆 江南的姑娘很甜 醉花楼里斗诗会 赢了诗魁搂花魁 粗粗 这也叫诗 哈哈 写成这样 还想搂花魁 这水瓶也敢上台写诗 丢人现眼 脸都不要了 笑死我了 不知这是哪位公子所写 站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 大厅里传来一片嘲讽之声 这些诗作都没有署名 主要是怕影响评选结果 纪怀安憋着笑 看向钱多多 只见钱多多张红着脸 脸色有些难看 不用想 肯定是这小胖子写的了 人才啊 纪怀安踢了踢小胖子 给他竖了的大拇指 讨厌 钱多多白了他一眼 小侯爷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钱少 这首诗不是你写的吧 王伦笑道 众人一听 全都朝钱多多看过来 钱多多最后一个上台 加上废柴之名 这些人立刻猜到了 哈哈 除了钱少 谁能写出如此狗屁不通的诗 写诗 是我们读书人的诗 钱少就莫要掺和了 这些才子们又挖苦起来 钱多多多脸都绿了 这个小胖子 自己挤精疾俩不知道吗 纪怀安暗自摇头 诸位公子 开始投票吧 花魁娘子开口 提前多多解围 评选结果很快变出来了 一首 踏跃 获得了一致认可 被评选为第一名 石云 西湖畔杨柳飞花 竟叶丝枝头落鸭 叶行人脚踏双滑 举头明月照人家 多娘子 不知这首是哪位公子所做 一名书生出声发问 花魁娘子笑道 这首 踏跃 乃是苏公子所做 竟然获得大家一致认可 那度娘宣布 第一轮苏公子获胜 苏文才春风得意地站起身 抱拳道 诸位公子 承让 承让 苏公子好失财 苏公子不愧是公子榜前三的人物 苏公子获胜 实至名归 四周传来一片夸赞声 这时 苏文才突然转向钱多多 急笑道 钱少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 学学小侯爷 不会写诗 就老老实实地坐着喝花酒 不要耽误我们时间 苏文才说着 还特意看了眼季怀安 你妈 老子招你惹你了 看到苏文才轻蔑的眼神 小侯爷怒了 第十六章 打脸 哈哈 苏公子说的是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 做师是我们读书人的事 大字都不识几个 就不要掺和了 钱少还是陪小侯爷 专心喝花酒吧 莫要有辱斯文 众人附和着苏文才 出声挖苦 钱多多胖乎乎的脸颊 憋得像猪肝 不过苏文才家是显赫 他根本招惹不起 有火气 也只能憋着 诸位公子 既然第一轮苏公子获胜 那就有请苏公子出第二题吧 渡娘再次出声 替他们解围 众人收回目光 全都看向苏文才 苏文才稍一思索 笑道 我等都是读书人 当有出将入相之志 第二轮 就以志为题如何 读书人当有凌云壮志 苏公子这题出的好 苏公子这题出的妙 苏公子不愧是大家 四周传来一阵马屁声 既然众位公子没有意见 那第二轮便以志为题 现在开始计时 渡娘说完事宜 丫鬟平儿重新点上了一支香 插在香炉之中 大厅里迅速安静了下来 才子们开始苦思冥想 出题人明显会占便宜 苏文才一脸轻松之色 显得胸有成竹 不过 他并没有急于上台 而是一副看好戏的等待着 这题显然比刚刚的月 要难了不少 过了半场才有人上台 片刻后 苏文才 李子豪 王伦也都相继上台写了一首 孙秀才也上台做了一首 很快 一支香便燃到了尾部 这次一公上台做诗的 只有八人 仅仅是刚才的一半 时间快到了 诸位公子 需要抓紧时间了 花魁娘子出声提醒 这时 纪怀安站了起来 静止走上台 刚刚被苏文才鄙视 这让他很不爽 既然重生过来了 又有钱有势 何必让自己受委屈 做首诗而已 怕个球 看到小侯爷上台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一副不敢置信的身色 小侯爷要做诗 我是不是眼花了 苏公子刚刚还夸他 有自知之明 没想到夸错了 哎 有辱斯文 有辱斯文啊 哈哈 等会儿有好戏看了 这些公子哥儿小声议论着 不敢让小侯爷听见 小侯爷不是钱多多 不是他们能得罪的 苏文才盯着小侯爷 眼中闪过一丝不快 自己刚刚让他们别掺和 现在小侯爷上台 这是不给自己面子 苏兄 等会儿看笑话便是了 李一子豪笑道 李兄说的没错 就当是看小丑表演 给咱们喝酒添点乐子 看到小侯爷走过来 杜娘也愣了一下 直到小侯爷提笔书写 她才回过神来 于是立刻走到书桌边观看 有些人会发现 花魁娘子看着小侯爷做诗 表情慢慢变得古怪起来 跟之前看钱多多做诗时的表情 有些类似 很快 纪环安写完诗 放下笔 冲旁边的花魁娘子笑道 杜娘子 我这手写得如何 好诗 小侯爷让奴家有些惊讶 杜娘看着小侯爷妩媚一笑 撩人心魂 小侯爷凑到杜娘耳边 小声道 今晚我陪你 杜娘笑容僵住 纪环安说完哈哈一笑 走回座位 小侯爷 还是你娘 钱多多冲他竖了个大拇指 纪环安端起一杯酒 一饮而尽 喝完等着看好戏 小姐 时间到了 平儿出声提醒 杜娘回过神 看了眼燃烧殆尽的香火 转向众人道 一刻钟已过 第二轮评选开始 这次加上小侯爷写的 一共只有九首 九名丫鬟拿起诗座 排成一排 供这些公子哥们点评 今日提玉笔 他日登穷台 这手好 有志气 山河美如画 无被当自强 这手写得太白了 这些公子一手手品鉴着 最后全部围拢在一首诗面前 好诗啊 岂止是好诗 此乃神作也 没错 这首诗将来必定会流传后世 这首诗是谁写的 这还用问 必定是苏公子无疑啊 除了苏公子 还有谁能写出如此豪迈的诗句 苏公子有凌云之志 令人敬佩 苏文才 李子豪 王文三人坐在桌边 并未一步上台 在他们眼中 其他人写的诗根本不值得一看 看见众人围着一首诗夸赞 李子豪笑道 恭喜苏兄再创佳作 苏文才红光满面 春风得意地笑了笑 游戏之作而已 算不得什么佳作 苏兄的游戏之作 足以让江南的才子们 瞻仰摩拜了 王文跟着吹捧 有苏兄在 我与王兄只能沦为陪衬了 看来今晚度娘子非苏兄莫属啊 李子豪猥琐地笑了笑 王文看了眼美艳的渡娘 小声道 渡娘子卖一步卖身 苏兄想要得手 晚上要下点功夫 苏文才也看了眼渡娘 无耻地笑道 还没有我苏某搞不定的女人 今晚本公子必定将渡娘子拿下 那我们提前恭喜苏兄了 三人小声聊着 很快 评选结果出来了 渡娘朝他们看过来 问 第二轮结果已出 三位公子不给点意见吗 不必了 诸位都是江南才子 相信眼光还是有的 苏文才笑道 渡娘子 展示一下胜出的佳作 让我们也拜读一下苏兄的诗才 李子豪跟着说道 渡娘神色古怪地看了苏文才一眼 然后点了点头 示意丫鬟将诗作拿过来 两名丫鬟将卷脂展开着 李子豪摇头晃脑地念叨 大鹏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贾林峰歇时下来 游能博雀苍鸣水 世人见我横输掉 文娱大言皆冷笑 宣复游能为后生 丈夫为可青年少 李子豪念完愣了一下 然后惊喜道 此诗壮志凌云 大气磅礴 真乃神作也 苏兄大才 此诗必定流传千古 王伦跟着说道 恭喜苏公子写出了一首千古名篇 这样的诗 我等一辈子也写不出一首来 苏公子诗才令我等拜佛 苏公子大才 大厅里的夸赞声 此起彼伏 很快 有人发现了苏文才的脸色有些不对劲 刚刚还傲气十足的苏公子 此时正阴沉着脸 脸色难看至极 这首诗 难道不是苏公子写的 不少人已经猜了出来 第十七章 两手神作 自诩大鹏 超凡脱俗 光说这境界 苏公子就非我等可比 大鹏展翅九霄 这等傲视天下之志 我等别说写了 就是想也不敢想 李子豪和王伦 确实被这首诗折服了 两人还在侃侃而谈 突然发现四周安静了下来 转眼一看 只见苏文才黑着脸 像是吃了大便一样难看 这首诗 不是苏兄所做 两人此时才意识到了问题 该到小爷装逼了 纪怀安倾咳了一声站起来 笑道 虽然你们的诗写得不怎么样 但眼光还是不错的 听到小侯爷的声音 所有人都朝他看过来 小侯爷也懂诗吗 李子豪比诗道 略等一点 诗词不过是小道儿 做诗并不难 纪怀安一脸狂妄地说 诗词是小道 哈哈 几名公子哄堂大笑起来 大齐帝国文化昌盛 诗词歌赋都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 其中以诗最为盛行 若是有人能写出一首名作 马上便能从寂寂无名 变成当时大明星 受人追捧 诗词在这个时代的影响力 远超前世流行歌曲的影响力 听到小侯爷称诗词是小道 这些才子们都很不爽 诗词讲究格律 对辞藻 韵味 意境 都有十分严格的要求 诗词是最高级的文学形式 小侯爷不懂 请不要乱说 犹如斯文 这些才子们一个个出声反驳 小侯爷这脸皮 胆识 非我所及 钱多都暗自责舍 王文笑道 不知道小侯爷刚刚所作的是哪一首 让我们鉴赏一下小侯爷的诗才 没错 快让我们见识见识小侯爷的大作 众人纷纷询问 准备看笑话 你们都已经见识过了 就是这首 纪怀安说着 指向两名丫鬟展示的诗词 李子豪大笑道 小侯爷 你说这是你写的 不然呢 难道是你写的 纪怀安反问 李子豪被问的掖住 这时 才子们终于意识到了 有可能全都看向花魁娘子 杜娘一脸平静道 这首大鹏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的确是小侯爷所作 花魁娘子说完 顿时整个大厅里鸦雀无声 死一般的寂静 梁九 王文一拍桌子 这不可能 杜娘也没再解释 在场只有这些人 如果是其他人所作 早就站出来了 这首诗 是小侯爷抄来的吧 苏文才冷笑道 众人一听 立刻明白过来 这个时代 不少人为了出名 会花钱买诗 冒充自己所作 原来如此 花钱买诗 犹如斯文 面对众人的鄙视 小侯爷也不介意 笑道 买的又如何 你们有证据吗 还是输不起 小侯爷脸皮太厚 对得众人哑口无言 纪怀安转队花魁娘子 笑问 杜娘子 第二轮是不是我赢了 杜娘点头道 按照规则 第二轮小侯爷获胜 那我是不是可以出第三轮的题目 小侯爷又问 当然 杜娘顿了顿 转队众人 不知诸位公子可有意见 大厅里无人出声 气氛有些尴尬 好好的一场斗诗会 要被这小子捣砸了吗 杜娘一脸无奈 呵 早知道 你们输不起 小爷 我就不参与了 免得你们这些所谓的才子们难堪 纪怀安笑了笑 又道 杜娘子 我看这里的才子 都是些孤名钓鱼之徒 下次举办斗诗会 我帮你找些真才子过来 狂妄 买的诗 算什么本事 让他出题 本公子倒要看看他 还能写出什么来 苏文才冷哼道 纪怀安 还是苏公子大气 杜娘忙道 请小侯爷出题吧 纪怀安打量着风雨美艳的杜娘 笑道 既是风流才子 写诗当写美人 第三轮就以杜娘为题吧 众人全都看向花贵娘子 觉得这题出的倒也不错 因为他们不少人为了讨好杜娘 都为杜娘写过诗 写美人本身也不算难 杜娘愣了一下 接着玩耳一笑 平儿 点香计时 既然是本少爷出的题 那就有本少爷先来吧 平儿刚点上香 小侯爷便站起身走了过去 来到书桌边 小侯爷提笔便写 杜娘立刻走进观看 然后表情变得复杂起来 眼中闪烁着惊讶与惊喜 小侯爷写完时 杜娘依旧呆呆地盯着诗句 像是被试了定身术一般 杜娘子 这手如何 纪怀安嬉皮笑脸地问 杜娘回过神 翘脸一红 小侯爷好诗 不过奴家当不起如此夸赞 杜娘子美若天仙 在我看来 任何诗都写不出杜娘子美貌的万分之一 小侯爷 你的嘴真甜 这时 一名丫鬟来到桌边 要将他的诗作收起来 纪怀安忙阻止道 不用收 摆着 让这些才子们看看 苏公子刚刚说得不错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 若是写不出比这手好的 也就没必要浪费纸末 杜娘暗叹了口气 示意道 小侯爷请回座 纪怀安春风得意地走了回去 狂妄 本公子不幸做的事比你差 一名公子走上台 提笔响写 表情立刻僵住 半晌 那名公子放下了手中的笔 转身走了回去 很快 又有一名公子上台 看完小侯爷写的诗 战红着脸下台了 一连七八人走上台 看完小侯爷的诗 都灰头土脸地走了回来 最后 苏文才 李子豪 王伦 三位公子终于坐不住了 一次上了台 但在看完小侯爷所做的诗后 同样黑着脸走了回来 直到一注香燃静 除了小侯爷的诗外 再无人写下一首 第三轮 仅有一首诗作 比都不用比了 自然是小侯爷获胜 杜娘示意丫鬟将诗作展示出来 一众才子们立刻围观上去 只见纸上写着四句诗 云响衣长花响容 春风拂剑鹿花浓 若非群玉山头剑 会向摇台跃下逢 此诗想象自然 又不乏巧妙 好诗 岂只是好诗 简直绝了 此诗一出 再无美人诗 可与之媲美 此诗必将名传天下 恭喜杜娘子 杜娘看向小侯爷 眼神有些复杂 第十八章 春宵 诗词朗朗上口 容易传播 一首美人诗 能让一个女人声名雀起 如果是一首千古佳作 甚至可以让一个女人的名声 流传千古 自古以来 人们满足了底层需求之后 追求的便是名合力 在这方面 女人跟男人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 不少贵族女子 甚至不惜花重金 请当时才子为自己作诗 希望能为自己博得美名 这种文化风气 如今在大齐帝国盛行 虽然古往今来 能够靠着诗词流传下来的美人 屈指可数 不过这并不影响贵族女子们的追求 反而对诗词更加炙热了 除了贵族女子外 最想博得名声的 便是青楼女子 特别是各个青楼的花魁 一首佳作 能让她们的身价翻好几倍 这是最直接的好处 醉花楼举办斗诗会 一是为了吸引才子 二是为了剃度娘 打造才女的人设 博取美名 这些才子们都知道 小侯爷的这首诗 一旦传播出去 足以将花魁娘子的名声推到顶点 到时候慕名而来的风流才子 将络绎不绝 三轮比赛已经结束 接下来便是从三手获胜的诗作中 评选出诗魁 苏文才一首 小侯爷独占两首 而且任何一首 不要强于苏公子的踏跃 最终 第三首 度娘 获得一致认可 小侯爷赢得了今晚斗诗会的诗魁 今晚的斗诗会到此结束 度娘代表醉花楼 感谢公子们的参与 助诸位公子 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度娘说完 拿起三卷诗作 转对纪怀安玩耳一笑 小侯爷 奴家先上楼准备好酒菜 好 纪怀安激动地贬了点头 心里补充 洗干净等我 花魁娘子单手抓着 从三楼垂落的丝带 丝带升起 在一众风流才子的目光中 飘升上了三楼 花样还挺多 也不怕走光 纪怀安猥琐地笑了笑 恭喜小侯爷夺得诗魁 小侯爷 我敬你一杯 钱多多举起酒杯 跟小侯爷走了一个 不能喝多了 我得留着肚子 上楼陪花魁娘子 哈哈 小侯爷厌服不浅 令人羡慕 钱多多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不一会 平儿走了过来 招呼他上楼 小侯爷在一众羡慕 极度恨的目光中 站起身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跟着平儿走上了楼梯 度娘子不简单 你小心点 耳边突然传来红莲的声音 纪怀安回头一看 红莲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后 我知道 他点了点头 刚到二楼 平儿便将红莲拦了下来 三楼禁止外人上去 姑娘还是在此等候吧 没事 我自己上去 纪怀安冲红莲点头示意 让他等着 三楼 花魁娘子的房间 平儿引着小侯爷来到房间门口 房门敞开着 小侯爷 请 纪怀安走进 一间女子的闺房映入眼帘 房间中散发着一缕淡淡的檀幕香 度娘见过小侯爷 一袭红裙的花魁娘子迎了上来 宠她微微一扶 度娘子无须多理 她伸手扶着度娘的玉壁 柔软丝滑 狐媚脸 柳叶眉 杏脸淘腮 双瞳碱水 不知为何 她近距离看着度娘 有种莫名的亲切之感 或许是原主的原因吧 她没再多想 小侯爷 酒菜已经准备好了 过来坐 度娘拉着她坐到桌边 桌上摆了几个精致的小菜 还有一壶酒 小侯爷有如此食材 竟一直深藏不露 今晚真是让度娘大开眼界了 花魁娘子给她倒满酒 坐到了对面 告诉你一个秘密 其实这两首诗是我偷的 度娘愣了一下 笑道 偷的也是本事 小侯爷 奴家敬你一杯 季怀安端起酒 突然想到 刚刚红莲的话 还有前两次小侯爷都醉得不省人事 完全记不清过程 她狡黠一笑 看了眼杯中的酒水 假装一不小心将其打翻了 不好意思 刚刚喝的有点多 没事 度娘立刻起身过来 帮忙收拾着 季怀安趁机一拉度娘的玉手 将她拉着跌走到自己的怀里 柔软的胶躯入怀 一缕诱人的体香气入鼻 令她一阵心圆一马 伸出火热的大手扶球而上 长夜慢慢 小侯爷莫要急吗 咱们先喝点酒 助助兴 度娘一手按在她的胸口 轻轻一推 借力灵巧站起身来 脱离了小侯爷的怀抱 度娘立刻拿起酒壶 重新给她倒了一杯 这酒果然有问题 季怀安心思着 笑道 已经喝得太多了 再喝下去 怕是要浪费春宵了 度娘为小侯爷跳之舞珠助兴吧 也好 度娘脱了鞋 赤着狱卒走到前方的地毯上 水袖一甩 跳起了舞蹈 红裙翻飞起舞 妖娶舞媚 一平一笑 风情万种 特别是花魁娘子完美的S型曲线 每一次扭动都能令男人神魂颠倒 恐怕传说中的打击 也不外如是 季怀安看得口干舌燥 不自觉地端起桌上的酒杯 一饮而尽 度娘跳得很卖力 看到小侯爷喝了酒 暗自松了口气 片刻后 季怀安又喝了一杯 然后站起身来 春宵一刻之千斤 度娘子 咱们莫要浪费时间了 小侯爷摇摇晃晃地走过去 装着一头栽到度娘的怀里 好软 好香 脸颊埋在双风之间 季怀安狠狠吸了口气 刚刚他并没有喝酒 而是借着衣袖遮挡 将酒倒进了袖筒之中 反正刚刚洒了酒 衣袖本来就湿了 小侯爷 你喝多了 度娘轻唤了几声 见季怀安没有任何反应 忙将小侯爷扶到床上 真是个小冤家 度娘叹了口气 开始帮小侯爷脱去衣服 看看 你要搞什么鬼 季怀安装成一条死猪般 任由花魁娘子摆弄 很快 花魁娘子帮他脱光了衣服 盖上了被子 房间里安静下来 没有了动静 他偷偷眯着眼 只见花魁娘子站在窗边 三千青丝披露在后腰 朦胧的月光照在他性感的娇躯上 让人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孤独 这女人到底想干什么 他看着度娘的背影有些入迷 不知为何 这个背影 让他再次产生了一种熟悉的感觉 安静持续了很久 他差点都快要睡着了 花魁娘子终于动了 他拉上了窗帘 解开裙带 吞去衣裙 然后披了一件薄薄的青衫 钻到了背中 感受到身边的御人 他激动的心脏狂跳不止 度娘侧身看着他 眼神无比复杂 季怀安感觉到小腹一热 一股无名邪火充斥全身 这两天补得太狠 身体快要爆炸了 忍不了 他一翻身 直接将花魁娘子压在身下 突如其来的变故 将度娘吓得有些不知所措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小侯爷已经对着他性感的双唇吻了上来 焦躯一颤 度娘想要推开他 但却浑身使不上镜 小侯爷吻着花魁娘子性感的珠唇 顺着珠唇吻到了雪景 一路吻到了尾岸的双峰 片刻的贪婪之后 终于到了宫城拔寨的最后时刻 小安 不要 小侯爷被欲望吞噬着 没有发现度娘对他称呼的变化 虽然度娘眼中闪烁着恳求之色 不过这个时候 他根本停不下来 一声痛呼 度娘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迷人的美目中流下了两行泪水 第十九章 便宜娘亲 晨光穿过窗帘的缝隙 照亮了房间 纪怀安看着床单上 一抹鲜艳的颜色 有些失神 这女人竟是个虫儿 虽然他猜到前两次远主并未得手 但没想到花魁娘子 真的是卖一不卖身 之前那两次是因为小侯爷虎脚蛮缠 度娘不想惹恼小侯爷 所以使了些手段 这算不算强迫 他看向花魁娘子 花魁娘子尚在沉睡 像受惊的小猫般蜷缩着胶躯 眉头微醋 眼角还挂着两道泪痕 昨晚他疯狂折腾了一夜 一个未经人事的少女 难受得了 禽兽 他暗骂了自己一句 看着度娘妩媚的脸颊 他再次产生了一丝熟悉的感觉 这时脑海中突然闪过一道画面 一座气派的大宅中 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 牵着手在一起玩耍 两人差不多都是四五岁的样子 梁青说 不能让男孩子牵手 怕什么 咱们是娃娃亲 长大了 你就是我的娘子 呸 不要脸 这是园主的记忆 画面很短暂 记忆很模糊 他拼命回忆着 但始终无法想出 那个小女孩是谁 也不明白 为什么突然会冒出这段记忆 算了 不想了 他的目光再次转向度娘 度娘躺在床上 如一朵娇艳欲滴的牡丹 美得让人心生怜爱 只不过刚刚经受过暴风雨的璀璨 看上去有些憔悴 他忍不住伸出手 温柔地擦了他度娘眼角的泪痕 突然 度娘睁开了眼睛 吓了他一跳 花魁娘子醒了 不过他并没有哭 也没有闹 只是失神地盯着小侯爷看 昨晚 我 他不知道说什么好 昨晚的事 也不能完全怪自己 是个正常的男人 都控制不住啊 度娘看了他半晌才回过神 看到床单上修人的污渍 他一扯被脚将其盖住 同时转过身不再看他 小侯爷 时候不早了 请回吧 不找我麻烦 逃命要紧 他知道 醉花楼不是一般的青楼 立刻下了床 捡起地上的衣服穿好 度娘 那我走了 滚 好嘞 他立刻转身跑出了房间 小侯爷一走 度娘坐了起来 失魂落魄的喃喃自语 这是天意吗 醉花楼大厅 红莲正在等着 早晨的大厅很安静 只有红莲一个人 少爷 你脸色不太好 没事 回去补个觉就好了 昨晚如何 什么如何 度娘她 你没乱来吧 红莲 你是不是问的有点多了 是奴婢多嘴了 走吧 回府 两人说着正要离开醉花楼 一个姑娘喊着从背后追来 小侯爷 等等 纪怀安回头一看 正是昨晚陪酒的春兰 小侯爷 春兰不如使命 完成任务了 说 春兰看了红莲一眼 小声道 孙秀才是想让苏文才 帮忙引荐一位金钟官员 应该是位明年会事铺路 昨夜小侯爷上楼后 孙秀才找了个机会 想跟苏文才套近乎 不过昨晚苏文才没拿到尸葵 心情不好 孙秀才正好撞到枪口上了 被苏文才泼了一脸酒 原来如此 听完春兰的话 纪怀安点了点头 取了一定银子 塞到春兰手中 多谢小侯爷赏赐 春兰没开眼笑 纪怀安没有在逗留 带着红莲出了醉花楼 回到侯府后 她先回房间补了一觉 昨晚确实有些劳累过度 一觉睡到午后 方才醒来 睡醒后 红莲早已安排好了午饭 自然少不了各种补身子的汤 吃完午饭后 她无聊地在院子里走了走 这具身子骨弱了点 不能练武 也得锻炼一下身体 她找来几个下人 用木头在院子里 做了一个单杠 一个沙包 还做了个木人桩 最后在院子里 画了一条环形跑道 红莲和几个丫鬟们 都没见过这些东西 一个个好奇地围了过来 这个叫单杠 可以坐引体向上 锻炼臂力 纪怀安说着 做了个示范 少爷 吊着这袋细沙干什么 这叫沙包 可以练拳 她说着 冲沙包打了几拳 嘿嘿笑道 如果心情不好 可以拿沙包出气 前面两个很好理解 最后木人桩 看上去最奇怪 这东西有什么用 红莲问 这叫木人桩 可以训练拳脚 手法 身法 虽然不会打木人桩 不过她 还是试着练了几下 红莲跟着比划了几下 觉得很有意思 少爷 你是从哪里看到 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少爷我做梦梦见的 少爷你骗人 几个小丫头 围着她欢声笑语 这时 一位衣着华贵的妇人 走进院中 身旁还跟着一名丫鬟 看到一群丫鬟 围着小侯爷嬉闹 妇人微微皱了下眉头 倾咳了两声 九夫人 丫鬟们看到九夫人 立刻恭敬的行李 退至一旁 娘亲 你怎么来了 纪怀安立刻迎上前 九夫人名叫沈云 是小侯爷的娘亲 自从她来到这个世界后 还是第一次见到 她打量了一下便宜娘亲 袁某三十四五岁 扎着一个妇人的发迹 端庄美艳 像极了古装剧中的豪门贵妇 老侯爷真是厌福不浅啊 她心思着 我过来看看你 阿儿 你在干什么呢 弄得灰头土脸的 沈云抬起袖子 帮她擦了擦额头的汗珠 关爱之色 异于眼表 娘亲 阿儿在锻炼身体 锻炼身体 就这些东西 沈云好奇地看了眼单杠 沙包 木人装 她忙给便宜娘亲 介绍了一遍 沈云显然没什么兴趣 阿儿 陪我走走吧 是 娘亲 她上前搀扶着沈云 两人在院中散步 明天要去韩府提亲 我给你准备了一套衣裳 你看看怎么样 丫鬟立刻捧着衣服走近 娘亲准备的 肯定是最好的 你呀 就是嘴巴甜 会哄娘亲开心 娘亲 其实韩家大小姐 并不想嫁给我 女孩子家的亲事 哪轮得到她自己做主 韩之府同意就行了 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怎么了 你不是一直很喜欢韩小姐吗 我是喜欢 只不过 你喜欢就行了 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韩家是大户人家 等韩小姐过了门 你要对人家好一点 孩儿知道 纪怀安思索了一下 接着道 娘亲 我有件事想问你 什么事 我小时候是不是订过娃娃亲 听到纪怀安的话 沈云脚步一顿 表情立刻变得有些不自然 第二十章 儿时的娃娃亲 老侯爷是在十一年前 举家从京城搬到扬州城来的 算起来 小侯爷是在京城出生 大约是在五六岁时 才离开京城 或许是年龄太小的缘故 对于京城中的记忆 他完全想不起来 纪怀安唯一能想到的画面 就是那个跟他一起玩耍的小女孩 这么久了 你还记得月儿 沈云轻声叹了口气 月儿 听到这个名字时 纪怀安脑海里 再次冒出一段石的画面 一处豪华的学府中 五六个大孩子 将他手中的书本抢走 撕碎 扔在地上踩踏 他想抢回来 但被这些大孩子推倒在地 瘦小的他 只能坐在地上 哇哇大哭 住手 不准欺负小安 一个小女孩跑过来 有模有样的摆出拳法招式 快跑 他爹是武将 他会功夫 几个欺负他的孩子 吓得一哄而散 小女孩走过去将他拉起来 别哭了 你是男孩子 哭鼻子羞羞 月儿姐 你教我功夫吧 这样他们以后就不敢欺负我了 笨蛋 我不会 我是吓唬他们的 啊 我爹说过 狭路相逢勇者胜 一个人要有胆识 特别是男子汉 你胆子这么小 以后怎么保护我 你可以保护我啊 你怎么这么没出血 我不理你了 月儿姐 等等我 回忆在脑海中一闪而逝 纪怀安回过神 问 娘亲 我只记得一点点 您跟我说说呗 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陆家如今也没人了 不提也罢 娘亲 我想知道 你就跟我说说嘛 纪怀安抱着沈云的胳膊 软磨硬泡 经不住小侯爷撒娇 沈云终于将曾经的一段往事说了出来 年轻时的老侯爷散尽家财 帮助当时的三皇子争夺太子之位 当时朝中有一个最大的阻碍 就是护国大将军陆金山 陆家世代忠良 镇守国门 朝中大半武将都是以陆家为首 若是能争取到陆家的支持 绝对是一大助力 护国大将军自然是金钱无法收买的 而且陆金山为人古板 认为长幼有序 只有大皇子继位才名正年顺 这给当时的三皇子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后来老侯爷使了些手段 让大皇子接连犯错 接着又以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陆金山 最终让陆金山站到了三皇子一边 后来三皇子顺利成为了太子 老侯爷当然是手工 陆金山同样功不可没 季家和陆家成为了太子的左膀右臂 两家关系也亲近起来 陆夫人怀上第二胎之时 沈云也怀上小侯爷 两位夫人非常投缘 经常在一起聊孩子的事 一来二去 两家决定等孩子生下来 如果是同性 就结为兄弟或者姐妹 若是异性 就定下娃娃亲 后来两个孩子相继出生 陆夫人生的是女儿 曲名月 季家的是儿子 曲名淮安 于是双方写下了婚书 娃娃亲便这样定了下来 三皇子本就是个有大才之人 成为太子之后 有护国将军和老侯爷辅佐 不过五六年便顺利登上皇位 新皇继位后不到一年 出了一件轰动朝野的悬案 护国大将军陆金山勾结末国 背叛大旗 虽然有很多罪证 但只要了解护国大将军的人都知道 陆金山绝对不可能叛国 所谓的证据必定是陷害 被定了个叛国的罪名被满门抄斩 原来是这样 听完沈云的话 季怀安明白了不少事 能够诬陷护国大将军的除了皇帝外 其他人很难办到 要杀陆将军的其实就是皇帝老儿 至于原因也很简单 陆家是大对皇权构成了威胁 以前陆家只是纯粹的武将之手 对皇权威胁有限 但如果跟季家结亲 一个大将军 加上一个有谋略远见的老侯爷 这两家合在一起 足以让皇帝老儿忌惮了 对于帝王来说 会不会谋反是一回事 有没有能力谋反是另一回事 只要有能力便是犯了忌讳 或许两家的殷亲 就是导致陆家毁灭的导火索 老侯爷虽然深谋远虑 但毕竟是商谷出身 对帝王之术显然还不够了解 加上结亲时 三皇子刚当上太子 尚未登基 所以思虑不周 谁能想到 两个孩子的娃娃亲 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陆家被满门抄斩之后 老侯爷离开了京城 远离了朝堂 显然是从陆家之事中明白了 狡兔死 走狗烹 飞鸟尽 梁公藏的道理 皇帝老儿没有对季家下手 主要是因为 季家没有底蕴 对皇权构不成威胁 另外 老侯爷倾家荡产辅佐他登基 乃是第一功臣 若是连季家也不放过 难免让人心寒 以后谁还会给他卖命 齐国的这位皇帝不简单 计怀安心思着 问道 娘亲 陆家没有人活下来吗 沈云摇了摇头 当年侯爷因为陆家之事 跟陛下还起了一些冲突 但叛国之罪 是要诸九族的 侯爷也无能为力 陆家三百多口 全部被斩首示众 无疑幸免 就连陆夫人跟月儿也都 沈云说着 眼眶立刻红了起来 娘亲 是孩儿不好 不该问这些 让娘亲难过 纪怀安乖巧地劝道 都过去十多年了 沈云亲射下泪花 叮嘱道 对于陆家的遭遇 侯爷始终觉得心中有愧 这也是侯爷的心结 记得莫要在他面前提起 孩儿知道了 沈云话了的话题 等明天与韩小姐定了亲 就收收心 少去青楼那种地方鬼混 扶上这么多丫鬟 怎么也比青楼的姑娘干净 这个便宜娘亲有点虎啊 她一脸曝旱 急忙打断 孩儿知道了 沈云微微一笑 冲旁边的红莲招了招手 朽夫人 红莲走进行李 沈云仔细打量了一下红莲 模样很俊俏 伺候少爷还习惯吗 回夫人 习惯 你是习武之人 手脚粗了些 肯定没有玲珑细心 娘亲 红莲做得很好 她忙插口帮红莲说话 你喜欢就好 沈云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接着问 少爷最近身体如何 还好 就是有点虚 红莲低着头 满脸羞红地回答 记怀啊 听到儿子有点虚 沈云立刻露出担忧的神色 这么小就体恤可不行 等会儿我让人送几根老餐过来 给少爷熬点生汤补补 早晚都要补 你盯着点 是 夫人 还有 夜间之事要适度 你也不要任由这小安胡来 奴婢知道 红莲脸颊红到了脖根 不行 我得去问问荈大夫 看看有没有什么偏方 这么小体恤怎么行 沈云带着丫鬟急匆匆地走了 纪怀安站在原地 妈了 第二十一章 上门提亲 入夜 纪府东乡房 红莲伺候着小侯爷 洗完澡来到床边 看清楚了 我虚吗 他将披在身上的睡袍脱了 熊啾啾 气昂昂 红莲羞红脸 一声道 须是看不出来的 好你个臭丫头 他一把 搂住红莲的仙腰 将红莲按在床上 经过几天的相处 两人对彼此 也都有了一定的了解 他知道 红莲对季府很忠心 无论自己对他做什么 这丫头都不会拿剑刺自己 红莲刚来伺候时 很紧张 他是暗卫出身 性子不是那么温柔 说话也比较直 他怕自己哪里做得不好 会惹恼这位小少爷 但经过几天相处下来 他发现 小侯爷虽然顽固了些 但对身边的下人都很好 即便下人们做错了事 也从来不会责骂 甚至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 慢慢的 他不再紧张 甚至还会跟这位小主子斗斗去 大床上 纪怀安将红莲按在身下 两人四目相视 彼此都呼吸急促起来 小丫头长得很好看 鹅蛋脸 漂亮的大眼睛 充满了灵气 有种女子 少有的英气之美 感受着红莲吐气如蓝的香甜气息 他有些口干舌燥 缓缓低头 对着诱人的红唇吻了上去 红莲没有躲避 娇躯一颤 有些不知所措 小丫头没有任何经验 一下子便被小侯爷攻入耻官 热情地拥吻了一阵后 小侯爷的魔爪探入衣裙 抚上含苞带放的小馒头 少爷 能不能 再等等 红莲一把抓住他的手 羞涩的脸颊发烫 放心 少爷不虚 他无耻地笑了笑 夫人说了 要试读 你做晚才 红莲紧咬着猪唇 性感诱人 但明显有些抗拒 算了 慢慢来 不急着吃 纪怀安猥琐一笑 收回了魔爪 明天要早起 去休息吧 他起身放开了小丫头 少爷早点休息 红莲逃命般地跑了 纪怀安躺到床上 慢慢让火气熄灭 次日卯时 天色刚蒙蒙亮 红莲便已经在院子里练剑 每天早上练武是他的习惯 为了不耽误伺候少爷起床 今日他起得更早了些 红莲正练着剑突然愣住 只见小侯爷穿着睡衣走了出来 早 小侯爷朝他挥了挥手 然后绕着白天花的跑道奔跑起来 少爷 不用管我 你练你的 我跑我的 哦 红莲乃还有心思练剑 眼睛就没有离开过小侯爷 跑到一圈有两百米左右 纪怀安跑了两圈 就有些双腿发软了 这身体确实虚啊 不过他还是咬牙跑了四圈 跑完步后 他又去做了几个引体向上 然后对着沙包一顿疯狂输出 直到累得筋疲力静才停了下来 红莲脸脸上浮现出一抹红韵 小丫头误会了 以为小侯爷是在泄火 他甚至有些后悔 昨晚应该从了小侯爷的 纪怀安锻炼完回到房间 红莲打了桶热水 让他冲洗了一遍 接着帮他穿衣梳妆 晨时 几架豪华的马车 驶出侯府大门直奔韩府而去 小侯爷衣着光鲜地坐在头辆马车中 陪着老侯爷 沈云前往韩府提亲 马车到达时 知府大人带着夫人 早已在门口等待了 韩府大门处挂着长长的鞭炮 这次纪府给足了韩家面子 聘礼十分丰厚 什么金银首饰 玉器百见 绫罗绸缎 香茶明酒 应有尽有 足足有十多香之多 噼里啪啦的爆竹声一响 知府大人眉开眼笑地 将老侯爷等人迎进了府中 韩府大厅 老侯爷 沈云 韩知府 韩夫人 四人围坐在一桌 商谈着定轻事宜 其他小辈们都站在下手 计怀安闲的无聊 悄悄打量了一下韩夫人 这位韩夫人比沈云还要年轻 看上去也就三十出头 样貌跟韩依依有七八分相似 不过 身材比韩依依丰满得多 她又看向韩依依 韩大小姐今天也穿得很隆重 被一袭绣花的紫色长裙 衬托得美艳迷人 不过韩依依依旧一脸冷淡 看不出任何喜色 经过一番商谈 老侯爷跟知府大人 将婚期定在半年之后的 一个黄道吉日 接着双方便要写下婚书 就在笔墨准备好之时 一个不和谐的声音突然响起 等一下 韩依依走上前 出声阻止 老侯爷眉头微微一宁 依依 你干什么 下去 一边等着 知府大人呵斥道 韩依依没有理会知府老爹 冲老侯爷 沈云 恭敬行了一礼 道 请侯爷 夫人恕罪 依依想在写下婚书前 请小侯爷为依依做件事 依依啊 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沈云说 韩依依转对小侯爷看过去 看到韩依依的眼神 纪怀安有些忐忑不安 虽然不知道 这个女人要干什么 但肯定没好事 这女人今天要是闹出什么幺蛾子 恐怕喜事要变丧事 她现在很后悔 答应了这门亲事 真是死迷心窍了 韩依依看着她 缓缓道 听闻昨夜醉花楼举办斗诗会 小侯爷凭借一首美人诗 赢了一众江南才子 成了昨晚的诗魁 定亲前一晚逛青楼 其实这也算不得什么大事 贵族子弟 哪个不逛青楼 虽然这不算事 但毕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 被韩依依当众说了出来 几个长辈脸色还是有些难看 沈云尴尬道 依依 等定亲之后 我们会约束小安 不会让她再去那种地方了 韩依依摇头道 夫人误会了 依依没那么小气 沈云不懂了 依依你有什么要求 不妨直说 韩依依狡狭一笑 既然小侯爷如此有才华 今日是我们大喜的日子 我想请小侯爷为依依写首诗 韩依说完 大厅里一片寂静 要求未婚夫给自己写首诗 这要求不过分 可以说是再正常不过了 在江南地区 很多才女在定亲时 对未婚夫都有这种要求 但是小侯爷会写诗吗 这是想让小侯爷出丑 小侯爷是不愿意为依依写诗 还是觉得 依依连一个青楼女子都比不上 韩依依看着她 眼中闪过一丝鸡翘之色 依依啊 写诗需要时间思考 等小侯爷回去后 我一定督促她 专心为你写一首佳作 沈云说道 是啊 先把大诗办了 诗慢慢写就是了 韩夫人也跟着打圆场 不用那么麻烦 就现在写吧 纪怀安说着走上前 上下打量了一下韩依依 微微一笑道 今日依依格外美艳 我便在这婚书上 为依依写一首诗 已是心意 她说着 提笔便写 三下五除二 写完将笔放回原处 双方家长隔周对坐 看着小侯爷写下的诗句 全都在发呆 知府大人嘴唇微动 似是在默念着 一副细细品味之色 韩依依站在一侧 视线无法看到 小侯爷所写的诗词 但却被四位家长的神色 弄得有些莫名其妙 请依依小姐过目 纪怀安让开身位 抬手示意 韩依依立刻走上前 只见婚书上写着一首小诗 诗云 南方有家人 绝事独立 一顾亲人城 再顾亲人国 明不知清城与亲国 家人难再得 看着婚书上的诗 韩依依哑麻呆住 不知依依小姐是否满意 纪怀安笑问 第二十二章 婚宴风波 韩依依是大家闺秀 知府千金 也是江南有名的才女 诗词造诣不俗 这首小诗乍一看很简单 但仔细一品 字字精炼 既有夸张的赞美 又饱含真情实义 将自己描写成举世无双的美女 独立于世俗之外 清城 亲国 自己有这么美吗 韩依依看着诗句 翘脸泛起了一抹修红 她看到诗之后 之前准备好的话 全都忘得一干二净 而是莫名的欣喜 她甚至在想自己 配不配地上这首诗 这种极致的赞美 任何才女都无法抵挡 另外 她知道 这不是一首普通的佳作 极有可能成为流传于世的 旷世之作 自己很可能会因为这首诗 名动天下 女人也在乎名 更在乎美名 韩依依越想越激动 顿时有些心潮澎湃 无法平静 好诗 知府大人突然一拍大腿 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众人都从诗句中回过神来 老侯爷若有所思地看了眼纪怀安 他对诗词不算精通 但也能看出这首诗写得很不错 更能看出这首诗 绝非自家这个老六能写出来的 哈哈 贤血好诗才 知府大人笑得合不拢嘴 岳父大人过奖了 纪怀安心思着 难怪世人多喜欢装逼 一个字 爽 依依 还满意吗 沈云眉开眼笑地问 韩依依从誓词中回过神来 轻咬了一下珠唇 轻声道 满意 接下来 韩依依没有再弄什么幺蛾子 老侯爷跟知府大人 亲笔写下婚书 互相交换 知府大人接过婚书后 又仔细品了一下婚书上的诗 然后慎重地说好 接着 双方家长寒暄起来 韩依依走到小侯爷身边 小声道 你跟我来 韩大小姐说完也不等她回话 静止走出了大厅 这女人不会想害我吧 不过 想到红莲就在外面 她还是跟了出去 出了大厅 韩依依并未停步 而是一直往内院走 纪怀安犹豫了一下 朝红莲招了下手 然后跟了上去 其实不用她提醒 红莲也会跟着她 韩依依缓步在前 紫色的裙摆脱在脚下 身姿恶挪 纪怀安跟在她身后 欣赏地看着韩大小姐的背影 突然 韩依依脚步一顿 转身问 刚刚那首诗不是你写的 可 确实不是 是我抄的 纪怀安大方帝承认 你倒是诚实 韩依依冷笑了声 接着道 小侯爷 我是不会嫁给你的 你死了这条心吧 韩小姐 纪怀安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知道从始至终 韩依依都是被逼的 但如今婚书都已经写下了 还能如何 双方都不是一般的家庭 不可能毁婚 老侯爷也不允许 上次绑架你 想要杀你 是我韩依依依人所为 与我父亲无关 与韩府上下无关 此时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我希望你不要因此 迁怒于其他人 韩依依说着 一只手探入袖中 抽出一把匕首 刺向自己的小腹 纪怀安早已意识到 这个女人不对劲 反应也很快 一把抓住韩依依的手腕 全力拉住了她 你干什么 你疯了 本小姐可以死 但绝不会嫁给你这种禽兽 两人争抢着匕首 韩依依一刀划伤了她的手腕 将她推开 然后举刀自吻 好在红莲已经冲了上来 一个掌刀击在韩依依的右肩上 韩依依手臂一麻 匕首掉落在地 红莲迅速出手连点 封住了韩依依的穴道 韩依依只会一点花拳锈腿 在红莲面前毫无招架之力 少爷 看到小侯爷满手血迹 红莲吓了一跳 我没事 纪怀安痛得呲牙咧嘴 红莲立刻扶她坐到一边 取出随身的伤药 帮她止血 又撕了片衣裙 帮她包扎着 韩依依呆呆地看着两人 看到自己伤了小侯爷 她害怕了 其实她很怕死 一个妙龄少女 生在富贵之家 生活优渥 又怎么会不怕死 她不知道下了多大的决心 才鼓起了自杀的勇气 现在自杀失败 恐惧慢慢爬上心头 她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会不会被这个禽兽报复 还有父母 家人 侯府是什么势烈 老侯爷有什么手段 做知府的老爹 早已再三跟她强调过 此时 韩依依越想越害怕 脸色变得惨白起来 少爷 你怎么样 红莲紧张地问 没事 滑了一道口子而已 就是有点痛 红莲保护不周 请少爷恕罪 红莲单膝跪了下去 这是不怪你 快起来 纪怀安单手将红莲扶了起来 然后看了眼美艳的韩依依 暗叹了口气 真是色明星翘了 明知道这个女人 对小侯爷恨之入骨 还想娶她 疯了 那天就不该同意这门婚事 现在搞得人家姑娘要自杀 让她有些郁闷 少爷 她怎么出脸 红莲问 纪怀安捡起地上的匕首 走到韩依依面前 像 干什么 韩依依颤声问 韩大小姐 我知道你不想嫁给我 但现在婚事已经定下了 你若自杀 我们两家必成水火之势 你这样做 只会害了整个韩府 纪怀安思索了一下 继续道 这样如何 婚期还有半年 半年内我会找个理由 解除咱们的婚约 你说 真的 韩依依一脸不敢相信地看着她 纪怀安呵呵一笑 小爷我喜欢温柔贤淑的女子 你这么泼辣 其实我早就对你没兴趣了 红莲解开她的穴道 少爷 放心 没事 红莲只好解开了韩依依的穴道 小心地 护在小侯爷身边 保持着警惕 韩依依 刚刚的事 我不会跟任何人说 小爷我就当没有发生过 你最好别做蠢事 纪怀安说着 随手一丢 匕首飞出 插到旁边的一棵树上 红莲 我们走 小侯爷带着红莲转身走去 韩依依看着两人的背影 待着在原地 就这样放过自己了 她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直到小爷侯的身影 消失在视线中 她还有些不敢置信 午时 韩府大把研习 鞭炮连连 热闹得跟过年一般 宴席上 韩依依一直坠坠不安 魂不守舍 她害怕小侯爷说出刚刚的事 毕竟这个禽兽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但直到宴会结束 小侯爷什么也没说 甚至他还发现 小侯爷一直将受伤的右手 缩在袖中 防止被人看见 午宴后 纪府众人乘坐马车离去 韩依依才彻底放下心来 第23章 精明的老侯爷 听说了吗 小侯爷跟知府千金定亲了 哪个小侯爷 在这扬州城 除了技嘉 还有哪个小侯爷 卧槽 不是吧 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胭脂榜排名第三的韩大小姐 竟然要嫁给那个废物 你不知道吗 其实韩小姐早就是小侯爷的人了 还有这事 快说说 哎 一个女人 失了名节 不嫁能怎么办 不过一日时间 小侯爷与韩依依依定亲之事 传遍了扬州城 除了定亲之事外 小侯爷写的三首诗作 也慢慢流传开来 不久之后 因为其中的两首美人诗 导致胭脂榜的排名发生了变动 原本排在第三的韩依依 提升了一个名次 排到了第二 最惊人的是 醉花楼的花魁娘子 排名从第四 直接跃居胭脂榜第一位 胭脂榜的美人 本就美得各有特色 难分伯仲 排名会受到才华 名气 家世等因素影响 一首 杜娘 惊艳了整个江南 直接将杜娘的名气 推到了顶峰 云响依长花响容 春风拂见 鹿花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 会向摇台跃下风 无数读到这首诗的江南才子 无疑不想一睹花魁娘子的花容月貌 醉花楼也因为这首诗天天爆满 生意火爆到 让姑娘们伺候不过来 在这四句诗的加持之下 杜娘被才子们 誉为江南第一美人 当然 胭脂榜的排名变更 是大半个月之后的事 此刻 醉花楼三层 花魁娘子的房间 杜娘披着青衫站在窗边 失神地看着窗外平静的湖面 威风吹拂着她的发丝 散发着一种 让人怜爱的气质 丫鬟平儿走了过来 看着自家小姐的背影 欲言又止 有事 杜娘头也不回地问 小姐 今日午时 小侯爷与韩小姐定亲了 平儿轻咬着朱唇说道 杜娘愣了一下 然后轻轻嗷了一声 小姐 现在的小侯爷 根本配不上你 小丫头恨恨地说道 她是小侯爷 我是青楼女子 早已不是一路人 可是小姐曾经和她 够了 我说过 以前的事莫要再提 小姐 平儿知错了 小丫头紧咬着朱唇 一脸委屈 出去吧 我想休息一会儿 平儿告退 小丫鬟转身走出房间 杜娘回过身 神色之间难言落寞 她不知道 自己为何要发脾气 因为小侯爷要取寒衣吗 这样不是很好吗 或许小侯爷成亲之后 就不会再来纠缠自己了 她走到床边 从柜子的暗阁中 取出一个木盒打开 木盒里放着一纸昏书 留着她干什么 她早已不是曾经的那个小安了 月儿也已经死了 她点燃了烛火 拿着昏书凑进火苗 这时 脑海里突然浮现一段回忆的画面 大宅的院子里 小男孩扎着马步挥动着拳头 小安 你在干什么 一个样貌清秀的小女孩 跑过来问 练武啊 等我练好功夫 长大了就可以保护你 小男孩一本正经的说道 小女孩眼嘴一笑 然后古灵精怪的围着小男孩转了一圈 突然脚狭的一脚踢向小男孩的屁股 哎呦 小男孩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哈哈 小女孩笑着前仰后合 可恶 芸儿姐 你给我站住 你来抓我呀 来呀 两个小孩在大院里追逐起来 杜娘玉碧一颤 将靠近火苗的婚书收了回来 她终是没有舍得将其烧毁 而石的记忆 是她这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而这段时光中 那个小男孩占据了她记忆的一大半 虽然现在的她 不那么令人满意 但自己终究还是成了她的人 这也许就是天意 她将婚书收了回来 重新放回墓盒 收进柜子的暗阁之中 忽然 她瞥见书桌上的诗词 走过去拿起来看了看 看到杜娘 这首诗 她的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喃喃自语道 你倒是帮了我的大忙 省了我不少事 祭福 老侯爷书房 老侯爷从书柜中取出一个墓盒 摆到书桌上打开 里面同样是一纸昏书 他本想拿起昏书看看 但刚伸出手便收了回来 老侯爷轻叹了口气 接着从袖中取出一份新的昏书 放入盒中盖好 然后将墓盒放回原处 这时 敲门声传来 进来 福伯走进书房 手里还拿着三张纸 侯爷 我找人抄了一份 福伯说着 将三张纸摆到书桌上 三张纸上各写着一首诗 正是纪怀安从前世偷来的三首 其中两首是在醉花楼窦诗会所作 一首是提清时为寒一一所写 老侯爷看着三首诗 若有所思地问 就三首 就三首 而且都是这几天所写 我问过几位先生 都称这三首诗写得极好 也许能流传后诗 福伯眉开眼笑地说道 你觉得 小安能写出这样的诗 老侯爷看着兴高采烈的福伯 翻了个白眼 福伯笑眯眯地回道 小少爷写不出 但是驸马爷可以啊 侯爷第二子纪宁 文采风流 高中状元后 迎娶了长公主 乃是当朝驸马爷 纪宁所作的名诗 不知何几 早已编撰成册 以纪宁的才华 做出这样的诗 那就不奇怪了 老二在京城 何时给他写的诗 老侯爷不解地问 侯爷 一年前驸马爷不是回来探过亲吗 当时小少爷为了讨醉花楼的渡娘子开心 求着驸马爷帮他写几首诗 我问过玲珑那丫头 驸马爷确实帮小少爷写了几首 为何这么久才拿出来写办 去年驸马爷回扬州城 每天都有江南才子前来拜访 人尽皆知 小少爷若是当时拿出来 谁都能猜到 是驸马爷所作 当然要藏一段时间 他倒是有想法 老侯爷没好气地哼了一声 福伯又笑嘻嘻地说 小少爷虽然喜欢玩闹 哼了声想了想问 阿福 你有没有觉得小安最近有些不一样 少爷长大了 懂事了些 老侯爷愣了下 疑惑地问 他最近没有胡闹 福伯颁慨地轻咳了两声 那倒也不是 说说 他最近又干了些什么 嗨 就是捉弄上次拐回来的丫头 福伯把玉佛丢失 小侯爷欺负赵雪的事 简单地说了一遍 这是倒像是他干的 老侯爷抚恤点了点头 问 那丫头从了 应该是从了 小侯爷还是有点手段的 福伯笑道 老侯爷叹了口气 将那丫头调去东乡院吧 记得给那赵铁匠 送些银两过去 再买出铺子 给赵铁匠养老吧 好 福伯点头应道 第24章 试探 继府 东乡房 小侯爷躺在椅子上 红莲帮他重新包扎了一下伤口 好在只是划破了皮 要是割断了动脉 以这个时代的医疗水平 恐怕这只手要废了 继怀安看着手腕的伤口 一阵后怕 红莲以为他在担心 他脱口而出 红莲愣了下 忙道 是红莲保护不力 可 不管你的事 是那个女人突然发放 他正说着 一名丫鬟来到房门口禀报 少爷 侯爷来了 他微微一愣 立刻放下衣袖挡住伤口 起身走出房间 红莲跟了出去 远中 老侯爷站在训练器材边 好奇地打量着单杠 沙包 还有牧人庄 一名丫鬟陪在老侯爷身边 这些是什么 老侯爷问 回侯爷 这些是小少爷找人做的 这个叫单杠 这个是沙包 这个叫牧人庄 丫鬟逐个介绍着 爹 近淮安快步走来 恭敬地行了一礼 这些玩意儿 是你弄的 老侯爷看着他问 孩儿闲着无视 瞎倒过出来的 他解释道 这个什么杠 单杠 老侯爷点了点头 问 有何用处 可以锻炼臂力 他说着想展示一下 但又手腕有伤 转身道 红莲展示一下 红莲上前坐了两个引体向上 爹 怎么样 他讨好的笑道 有个屁用 老侯爷瞪了他一眼 显然看不上这些无聊的玩具 纪怀安尴尬了 转移话题 爹 您找我有事 老子没事就不能找你 孩儿不是这个意思 陪我走走 纪怀安老老实实地 陪着老侯爷 在园子里散步 你跟依依的亲事已经定了 以后少去青楼鬼混 爹 孩儿知道了 无论老侯爷说什么 他都乖巧地一口答应下来 这是园主的习惯 约某一刻钟后 老侯爷准备离开 随口叮嘱道 季怀安愣了下 王道 爹 你是不是记错了 娘亲的生辰不是七月十一吗 还有三个多月呢 老侯爷也故作一愣 然后叹了口气 年纪大了 记性不好了 不对 老侯爷在试探我 季怀安心中立刻明白过来 自己最近做了什么反常的事 院子里的训练器材 今日提亲的那首诗 还有昨夜醉花楼的那两首 诗可以解释试买的 那几件训练器材 也不算太特别 这个时代的舞者也有 类似的训练工具 老侯爷是不是太多疑了 好了 我走了 爹 我送你 不用了 老侯爷扶着手 漫不经心地走出了东香院 也许是自己想多了 老侯爷记错九夫人的生日 也数正常 毕竟府上的夫人有点多 季怀安没再多想 回了房间 入夜 红莲像往常一样 伺候着他洗浴 他泡在浴池中 舒服地睡了过去 少爷 时间差不多了 听到声音 他惊讶地睁开眼 只见站在浴池边的不是红莲 而是原主小侯爷的贴身丫鬟玲珑 玲珑 怎么是你 红莲呢 少爷 红莲有事出去了 今晚奴婢伺候少爷 玲珑娇羞一笑 搀扶着他出了浴池 帮他擦拭着身子 他发现 玲珑帮他擦身子时 观察得特别仔细 在帮他擦脸时 甚至刻意用手触摸他脸上的皮肤 像是在检查他 有没有戴人皮面具一般 这回他可以确定 老侯爷是真的怀疑自己了 玲珑明显是在检查自己的身体 老侯爷是不是疑心病太重了 一个大活人还能冒充吗 不过这也说明 老侯爷的感觉很敏锐 因为从某方面来说 他的确是冒充的 不过好在身体是正版的 再怎么检查 他也是小侯爷 老侯爷再牛逼 也不可能检查他的大脑 这个便宜老爹 经历过夺嫡洗礼 心思深沉 老谋深算 肯定见识过各种阴谋诡计 看来以后做事 还是要谨慎一些 他展开双臂 大方帝让玲珑查看 同时打量着这个丫鬟 玲珑比其他的丫鬟要大一些 约某二十四五岁左右 长得很标致 身材成熟饱满 浑身散发着成熟女的味道 根据他的记忆 玲珑发育得这么好 小侯爷功不可没 既然自己是小侯爷 今晚没理由不将这丫头留下来 这也是为了让老侯爷放心 来到床边后 他一把扯开玲珑的衣裙 将其推倒在床上 玲珑很会伺候人 而且很主动 另外 有经验就是不一样 他稍稍一动 这丫鬟便知道要换姿势 配合得天衣无缝 看来小侯爷身子弱 这丫鬟鞠躬至尾 老侯爷将他调走 让红莲过来 不知道是不是担心 这丫头把小侯爷榨干 英年早逝 两人折腾到后半夜 才沉沉睡去 次日沉时 他醒来时 玲珑已经离开了 只见红莲失魂落魄地站在床边 怎么了 发什么怠 他掀开被子下了床 少爷 你醒了 我帮你更衣 红莲情绪明显有些低落 昨晚你去哪了 福伯派我去办点事 哦 他没有再多问 红莲帮他穿好衣服 系着腰带 突然问 少爷 你是不是对我不满意 昨晚他被叫走时 以为要被调离了 刚被调来时 他还心生抵触 现在他已经开始喜欢上这里了 毕竟以前是暗卫 每天都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 这里很安全 也很安逸 小侯爷虽然纹 但比他想象的要好很多 早上回来时 他看见玲珑从少爷房间走出来 竟然心生了一丝醋意 他以为是那晚拒绝了小侯爷 让小侯爷不满意 他不想被调走 才有此疑问 纪怀安一捏红莲俊俏的下巴 调戏道 别乱想 少爷我对你很满意 不要苦这一张脸 给我笑一个 红莲愣了下 然后玩耳一笑 心情放松下来 继父 中庭花园 老侯爷坐在凉亭中品查 玲珑公身在旁禀报 少爷除了右手腕划了一道口子外 身体并无一样 老侯爷挥了挥手 玲珑公身退去 哎 疑心病又犯了 自己的儿子 自己还能认错 老侯爷咧嘴一笑 继续品查 第25章 七凤居赤鱼 纪府 东香院 丫鬟们打扫着庭院 修剪着花枝 各自忙碌着 纪怀安城跑后 躺在一张椅子上 欣赏地看着红莲舞剑 少爷 喝茶 秀儿在旁伺候着茶水 将一杯香茶送到他的口中 喂完茶 秀儿又蹲下身子 帮他按摩着小腿 少爷 舒服吗 舒服 他的魔爪 不自觉地揽到秀儿的后腰 顺着后腰 摸到翘臀之上 秀儿翘脸一红 这时 一个容貌俊美的丫鬟来到院中 静止朝小侯爷走来 正是赵雪 见过少爷 赵雪来到他面前 微微一扶 你怎么来了 纪怀安匆忙收回魔爪 三姑让我来这边伺候 赵雪紧咬着珠唇 脸色有些不好看 明显不情愿 他以为是小侯爷的意思 加上有把柄在小侯爷手中 不敢不从 这个三姑 想要扎干小侯爷吗 旁边的秀儿还没吃呢 又送来一个 纪怀安有些无语 他不知道 将赵雪送过来 其实是老侯爷的意思 纪怀安打量着 清秀可人的赵雪 他本打算将赵雪送回去 不过一想 老侯爷还在试探自己 以原主的色批属性 不可能送回去 他想了想 决定先留下 等过一段时间再说 秀儿 你去给雪儿安排一下房间 是 少爷 秀儿极度地看了眼赵雪 撇了撇嘴 跟我来 两人离开后 纪怀安招呼上红莲 上街溜达去了 午时 两人逛到了一座豪华酒楼门口 酒楼名为七凤居 离寿溪湖不远 这里是扬州城最有名的酒楼之一 扬州城有三角 美女 美食 寿溪湖 百姓间流传着一句话 醉花楼的姑娘 七凤居的鱼 塞过美景寿溪湖 走 去吃饭 他正好有些饿了 拉着红莲便进了七凤居 两人直接上了顶楼 找了个窗边的位置坐下 这里视线极好 可以一览寿溪湖的美景 小侯爷 您来了 今儿个吃点什么 掌柜亲自过来伺候着 很显然 小侯爷是这里的常客 掌柜是一名中年人 身材微胖 长得十分喜庆 季怀安笑道 上几个招牌菜 来壶最好的酒 好嘞 小侯爷稍等 马上就来 掌柜乐呵呵地走了 站着干什么 坐 红莲摇头道 少爷 我站着就好 在府中 他是贴身丫鬟 出门他是护卫 小侯爷是主子 主子吃饭 他只能在旁站着 没资格坐一桌 我让你坐你就坐 听话 他起身将红莲 按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这样才对吗 少爷我可以一边吃饭 一边看美女 红莲玩耳 白了他一眼 你笑起来很好看 应该多笑笑 红莲愣了一下 他发现 以前自己几乎不会笑 但最近明显笑容多了 季怀安正说着 只见三个公子哥 欢声笑语地走上楼来 苏兄 这次来扬州 准备住多久 住不了几天 处理完这边的事 就要回去 今日小弟坐东 纪怀安寻生一看 真是冤家路窄 这三人正是苏文才 李子豪和王伦 苏家的大本营苏州城 作为江南第一世家 苏家在扬州城 也有不少产业 苏文才这次来扬州 有点钦差巡视的意思 三人一上楼 便看见小侯爷 不过只是微微愣了一下 并没有理会 苏兄 这里位置好 王伦找了个位置 三人刚坐下 楼梯口又上来一个人 正是穷酸秀才孙玉 孙玉一上来 静止朝苏文才三人走去 苏公子 好巧 巧吗 是你一直在跟着我们吧 李子豪冷笑道 孙玉拱着身子 一脸卑微地陪笑着 在下酒闻苏公子大名 难得有缘 今日小子坐东 想请三位公子喝一杯 不知是否有这个荣幸 苏文才打量着孙玉 狡黠一笑 既然你如此有诚意 那本公子就给你的机会 多谢苏公子 孙玉面色一喜 必要坐下 苏文才立刻阻止道 别坐这里 我们三人有事商谈 你去那边等着 离我们远点 不让请客的人上桌 还有这么欺负人的 姬怀安有点无语 他看向孙玉 本以为孙秀才会拂袖而去 但没想到孙秀才张红着脸 乖乖地走到墙边躬身等着 这个穷酸秀才转型吗 在小侯爷的记忆中 孙秀才颇有几分傲骨 当初被小侯爷教训得很惨 依旧不肯屈服 现在竟然如此卑微 因为对方是公子榜第三的苏文才 不应该啊 孙秀才一直自恃甚高 根本不把公子榜放在眼里 孙玉曾狂言 论才华 整个大旗只有纪宁能与他相媲美 就是因为这句话 惹恼了小侯爷 被小侯爷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纪宁状元郎 当朝驸马爷 他一个穷酸秀才口出狂言 被不少你当成笑柄 懂得隐忍了 这小子 说不定将来真能混出头来 季淮安收回目光 没有再理会 很快 韭菜上来了 七凤居的鱼做得鲜美无比 前世他从未吃过如此好吃的鱼肉 除了烹饪技巧外 这个时代没有工业污染 加上鱼都是野生的 远非后世养殖的鱼可比 红莲有些拘谨 他直接将半条鱼夹到红莲的盘中 又不赶时间 他与红莲边吃边喝 边看寿西湖美景 消磨着时光 半个时辰后 苏文才三人先一步吃喝完毕 三位公子 一共三十七两银子 一名伙计上来结账 纪淮安一听 暗自扎了扎舌 三十七两银子 相当于钱是七八万块 这三个人一顿吃七八万 这吃的是啥 他忍不住好奇地看过去 七凤居是扬州城最有名的酒楼 价格本来就很贵 加上苏文才三人点了一大桌 还喝了三壶最贵的酒 算上去倒也差不多 孙玉 还不快过来结账 王伦喊 孙玉立刻小跑着过来 一脸肉痛地从袖中掏着银子 孙玉掏遍全身 一共也只掏出了三十六两 还差一两银子 最后求爷爷告奶奶 再三发誓明天送过来 伙计才将他放了 孙玉迅速追到楼下 苏文才三人早已不见了踪影 纪淮安结账下楼时 看见孙玉失魂落魄地 蹲在酒楼门口 很显然 苏文才三人把他当猴耍了 第26章 回家探亲 老时 微弱的招侠 给天空带来了一丝光亮 早 纪淮安出了房间 跟红莲打了个招呼 接着便围着院子晨跑 红莲只是稍稍一停顿 便继续练剑 每天早上 他们一个跑步 一个练剑 等他锻炼结束后 红莲也正好修炼完毕 然后两人一起回房间 红莲伺候他更衣梳妆 几天下来 彼此已经十分默契 经过几天锻炼与禁欲 他的身体有了明显的好转 早饭后 他在院中打了打沙包 正有些无聊时 赵雪走了过来 站在一旁欲言又止 刚来东乡院时 他本以为难逃小侯爷的魔爪 但几天过去了 小侯爷并没有动他 有事 纪怀安收拳问 我已经半年多没见过家人了 我想回去探亲 赵雪开口道 你是想回去见秦郎吧 纪怀安撇了撇嘴 赵雪红着脸道 放心 我是不会跑的 这丫头挺可怜的 找个理由把他放了 他想了想 拿了几钉银子 塞到赵雪手中 这两天表现不错 少爷我赏你的 回去探亲吧 记得天飞前回来 赵雪看了眼手中的银子 站着没动 怎么了 还有事 他问 少爷不给忽怨打声招呼 我出不去 赵雪说道 这样吧 我正好要出门 一起走 他叫上红莲 三人一起出了侯府大门 多谢少爷 出了侯府 赵雪到了声谢 兴高采烈的走了 你不怕他跑了 红莲问 跑了就跑了呗 只要红莲你不跑就行 他无耻的捏了下红莲的小蛮腰 少爷自重 莫要被人看见了 说闲话 红莲红着脸 谁敢说闲话 少爷我敲碎他的大门牙 红莲忍不住哥哥一笑 少爷今日想去哪里 随便走走吧 承熙五里向 一处破旧的土瓦房 赵雪一路飞奔 来到房门口 爹 娘 我回来了 他跑到家门口 发现房门上的锁 爹 娘 他拍门叫了半天 屋里并没有人 难道爹娘被那个小畜生害死了 他心里慌乱不已 立刻转身跑去 穿过两条巷子 来到一处院子门口 赵雪直接推门闯了进去 孙玉正坐在院中喝闷酒 突然看见赵雪 惊喜地站起来 雪儿 玉哥 我爹娘呢 赵雪跑过来 一脸焦急地问 孙玉脸上的喜色 立刻暗淡了下去 你快说啊 我爹娘呢 他们是不是被继辅的人害死了 赵雪红着眼问 雪儿 他们没事 他们人呢 我爹娘在哪 你快说啊 走吧 我带你去 孙玉带着赵雪出了院子 来到梨花街 这里是承熙最繁华的一条街 玉哥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赵雪一头雾水 你们家搬到这里了 孙玉面无表情地说道 你胡说什么 这条街的房子 他们一辈子也买不起 怎么可能搬到这里 赵雪一脸不幸 你真的不知道 知道什么 赵雪疑惑不解 沾了你的光 你们家现在发达了 孙玉说着 脸上露出一抹鸡翘之色 什么发达了 不用问了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两人边走边说着 街道一侧 苏文才 王伦两人正在闲逛 咦 那不是孙秀才吗 王伦看见孙玉 呵呵一笑 苏文才抬眼一看 眼睛顿时一亮 忙问 那姑娘是谁 看上去像是孙秀才的相好吧 长得倒是挺漂亮 没想到这个穷酸秀才 竟有个这么漂亮的相好 王伦猥琐地笑道 赵雪的样貌十分俊秀 不说那些有名的才女 她身上的朴素 反而拥有一种 令人着迷的纯粹 苏文才本就是个好色之徒 加上赵雪正好 长在她的审美上 顿时双目放光 王伦一看苏文才的神色 便知其心思 笑道 苏兄若是想要一清方泽 倒也不难 真的 你有办法 苏文才惊喜地问 孙秀才不是有求于苏绍吗 王伦提醒 苏文才立刻明白过来 孙玉将赵雪带到一处商铺门口停了下来 就是这里了 进去吧 我爹娘在这里 赵雪说着便要进商铺 发现孙玉站在原地未动 回声道 玉哥 我就不进去了 我丢不起这个人 孙玉一甩袖子 转身离去 玉哥 他刚想追 商铺中传来一声惊呼 一对中年夫妇从商铺中跑了出来 雪儿 爹 娘 赵雪迎上去抱住父母 失声痛哭出来 雪儿 你怎么回来了 爹 娘 我回来看你们 孩子 快进屋说 夫妇二人将赵雪拉进商铺之中 繁华的街道上 孙玉失魂落魄地往回走着 侯府给赵雪家里送了一处大商铺 在他看来 赵雪已经被小侯爷拿下了 这让他感觉到了耻辱 竟然还说会为我守身如玉 真是可笑 哼 孙玉自嘲地笑了笑 哟 这不是孙秀才吗 孙玉抬头一看 只见了苏文才 王伦两人迎面走来 顿时面色一喜 苏公子 王公子 好巧 是挺巧 王伦猬猥琐地笑了笑 苏文才倾咳了两声道 上次在七凤居 我们有急事 所以没有等你 还请孙秀才勿怪 苏公子言重了 孙玉有些受宠落惊 孙秀才 你几次三番找苏公子 是不是有事 今日苏兄正好清闲 你若有事 还不快抓紧时机 王伦暗示道 孙玉一喜 忙道 苏兄 明年便是大考之年 孙某会赴京应试 想请苏公子帮忙引荐 一位朝中官员 大考前 若是能得到一位 京中官员的推举 混个功名 一般不成问题 才能是基础 人情事故更重要 苏文才微微一笑 以孙兄的才华 值得本公子引荐 只不过吗 孙玉一听有戏 忙道 苏公子有什么要求 只要在下能做到的 一定不会推辞 苏文才给王伦使了个眼色 王伦凑到孙玉的耳边 小声说了几句 孙玉听完紧咬着牙 脸色胀红的像猪肝一般 孙兄 一个女人而已 等苏兄把你引荐给尚书大人 你将来必定平步青云 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王伦劝道 苏文才的大伯父 乃是当朝尚书 权力之大 自是不必多说 孙玉立刻回过神来 问 苏公子 你真能帮我引荐尚书大人 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苏文才猥琐的笑了笑 孙玉一咬牙 好 今晚我便帮你达成心愿 第27章 羊入虎口 爹 娘 这房子是怎么回事 赵雪在房子里转了一圈 这是一套独栋的门面房 三开门的商铺对着正街 后面还带着一个大院子 以及两间厢房 梨花街属于扬州城 最繁华的几条商业街之一 这栋房子至少需要三四百两银子 而且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 雪儿 你不知道吗 这是侯府送的 赵母回答道 除了这套房子 侯府还给了一百两银子 赵铁匠补充 赵雪愣了一下 他想不明白 小侯爷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想用这些钱 将自己永远留在侯府吗 雪儿 你在侯府有没有收委屈 赵母关切地问 没有 我很好 赵雪摇了摇头 转口道 爹娘 这栋房子 还有银子 咱们不能要 你们若是收了 女儿我就永远回不来了 雪儿 如果小侯爷对你还不错 你就留在他身边吧 赵母叹了口气 娘 你就为了钱 要卖掉女儿吗 混账 你值这么多银子吗 赵铁匠美好气地瞪了女儿一眼 在大气帝国 一个黄花大姑娘 不论是卖去青楼 还是卖给贵族当丫鬟 也就二三十两银子 像赵雪这样十里八乡的大漂亮 最多翻倍 能卖个五六十两 侯府花了四五百两 整整十倍有余 这简直就是天价 若是小侯爷一开始就给这么多 赵铁匠恐怕早就一口答应了 赵铁匠骂后叹了口气 与众心肠地劝道 丫头 不是爹娘狠心 咱们胳膊扭不过大腿啊 况且 上次已经签了麦身器 侯府就是一个铜板不给 你也已经是侯府的人了 爹 孙玉哥迟早会拿银子 将我赎回来的 你收了侯府的房子 银子 我以后怎么办 赵雪急得眼泪欲泪 少跟老子提那个穷三秀才 上次咱们家出事 他给了一个铜板吗 你走后那两天 老子舔着脸去找他借钱 他连门都不开 以前老子算是瞎了眼 爹 孙玉哥不是那样的人 一个女人试了真结 你以为他还会要你 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 莫要再惹怒了小侯爷 给我们赵家招惹祸事 爹 你怎么这样 赵雪委屈地哭了出来 雪儿 小侯爷能为了你出这么多银子 可见是真心喜欢你的 你以后就在侯府好好伺候他 有空回来看看爹娘 不是挺好的吗 赵母语重心长地劝道 夫妇二人 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劝说着女儿 赵雪一看 父母已经彻底被金钱收买了 也不再争辩 表面上应付着二老 但内心依旧坚定自己的想法 只要熬到玉哥高中 一定会就自己脱离苦海 刚刚玉哥的态度 一定是误会了 等会儿去跟他解释一下 因为半年多没有见到父母 赵雪很担心 现在见父母安好 他也就放下心了 裴二老吃了午饭 又聊了片刻 他便以回侯府之名 离开了新家 雪儿 赵雪刚出铺子没几步 便看见了孙玉 很明显 孙玉一直在商铺外面等他 玉哥 他惊喜地迎了上去 雪儿 对不起 上午是我不好 孙玉露出懊恼之色 玉哥 你相信我 那个禽兽没有碰我 我是干净的 赵雪咬着牙 一脸坚强地说道 雪儿 我相信你 这里人多 去我家里说 好 孙玉一把拉着他的手 带着他往回走 赵雪露出甜蜜的笑容 却不知道 正将自己送入虎口 很快 孙玉将他带回了家 孙玉父母早逝 家里只有他一个人 两人情意绵绵地 说了几句情话 雪儿 我好久没有吃过你做的菜了 有菜吗 我现在就给你做 有 早上买了很多 还没做呢 赵雪立刻进了厨房 打米生火做饭 孙玉帮忙打下手 一颗钟后 几个香喷喷的小菜 摆到了桌上 玉哥 时间已经晚了 我该回去了 赵雪摆好饭菜 准备返回侯府 孙玉一把拉住他 雪儿 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陪我吃完这顿饭好不好 看到孙玉一脸恳求之色 他只好坐了下来 孙玉立刻拿起酒壶 给他倒满酒 雪儿 我们喝一杯 玉哥 我不能喝酒的 就喝一杯 就一杯 玉哥我今天开心 赵雪经不住劝说 端起酒杯 一口喝了下去 片刻后 孙玉又劝他喝了一杯 玉哥 怎么这么热 喝完第二杯时 他感觉浑身燥热 手脚还有些发软 酒能暖身子 没事的 来 我们再喝一杯 不行 不能喝了 天都黑了 我该回去了 赵雪站起来 顿时大脑一阵眩晕 差点摔倒 孙玉起身 一把搀扶住他 我头晕 浑身无力 怎么回事 雪儿 你醉了 今晚就留下来吧 孙玉扶着他 走向里屋 这个时代的酒度数极低 跟米酒差不多 男女都能喝不少 三小杯不可能喝醉 赵雪并非第一次喝酒 此时身体传来莫名的燥热 还有阵阵酥麻质感 这些都并非醉酒之兆 他终于意识到了问题 玉哥 雪儿迟早都是你的人 你不必这样做的 赵雪红着脸 有气无力地说道 他就是再蠢 此时也知道 孙玉给自己下了药 停 孙玉推开里屋的门 赵雪顿时心中一颤 因为里屋竟然站着 两个陌生的男子 孙兄 做得好 快将他给我 看到孙玉搀扶着赵雪进来 苏文才咽了一下口水 伸手讨要赵雪 玉哥 你干什么 他们是谁 赵雪大惊失色 雪儿 对不起 孙玉一咬牙 将赵雪推到苏文才怀里 不要 不要碰我 赵雪拼命挣扎 但他全身发软 根本使不出半点力气 苏文才用力搂着赵雪的仙腰 色眯眯地笑道 小娘子莫怕 本公子等会儿会很温柔的 王哥 救我 赵雪哭喊着 孙玉痛苦地紧握着双拳 指甲插进了肉里 孙兄 咱们出去吧 王文笑眯眯地走出了房间 你若想要关阵 本公子也不介意 苏文才说着 一把扯开赵雪的裙带 将他扔到床上 然后开始脱衣服 孙玉痛苦地闭了下眼睛 转身走出了房间 王哥 救我 赵雪躺在床上 留下了两行绝望的泪水 第28章 泼冷水 苏文才脱掉了外衣 走到床边 你不要过来 赵雪手脚并用 爬到床里边 惊恐地缩着身子 苏文才站在床边 打量着赵雪 他似乎很喜欢 看着女人的惊慌 而又无助的样子 这让他产生了一丝快感 小娘子 等会儿你会求着 本公子过来的 哈哈 你在酒里吓了什么 赵雪缩在床里面 他感觉身子越来越软 像是有无数只蚂蚁 在身体里爬动 骑养男人 何欢散 一种烈性何欢药 不过不是我下的 是你的男人下的 苏文才猥琐地笑道 禽兽 你滚开 赵雪焦躯不停地颤抖着 他已经感觉 快要无法抵挡身体产生的欲望了 苏文才也觉得差不多了 爬上床 一把抓住赵雪的脚踝 往外拖 赵雪拼命地蹬着腿 但他根本使不上力气 苏文才将他拖过来 顺手拖了他的鞋子 扔了出去 滚开 不要碰我 赵雪一挥手 指甲在苏文才的小白脸上 划出了三道血痕 妈的 臭婊子 你找死 苏文才顺手给了赵雪一个巴掌 打得赵雪嘴角一血 头晕目眩 裙带已经解开 剧烈地挣扎后 赵雪的上衣彻底敞开 露出粉红色的果胸 苏文才露出一丝银笑 魔爪身像饱满的御风 就在这时 一个砂锅大的拳头 从斜侧挥了过来 正中苏文才脸上的三道血痕 平 苏文才发出一声惨叫 被打倒在床边 莫草 小白脸还挺硬 纪怀安吹了吹 发痛的拳头骂道 赶来的正是小侯爷 他跟红莲闲逛了一天 回到继府后 发现赵雪一直没有回来 于是便去了 趟赵铁匠的老家 但门上就锁 两人打听后 找到了赵铁匠的新家 但赵雪并不在 最后一猜 便是在孙秀才这里 接着便赶了过来 苏文才爬起来吐了口血 一看是小侯爷 怒道 你他娘的什么意思 你他娘的身为读书人 做出此等禽兽之事 还问我什么意思 我呸 纪怀安朝他吐了口唾沫 苏文才被骂得面红耳赤 气恼道 本少爷的事与你合肝 要是别人 本少爷也懒得管 但他 是我侯府的丫鬟 是本少爷的女人 你说与我合肝 苏文才愣了一下 真的 这还有假 等会儿你问问孙秀才就知道了 纪怀安呵呵一笑 接着道 本少爷的女人 你也敢动 你说 本少爷该怎么处置你 苏文才心中一惊 虽然苏家是江南第一世家 但大本营在苏州城 在扬州地界上 他肯定斗不过小侯爷 况且 苏家家教颇言 他又是有名的江南才子 若是被人知道 下要强暴侯府的丫鬟 无论是在外的名声 还是家族内的地位 都将毁于一旦 他看了眼房门口 只见红连手握着一把短剑 守在那里 杀气腾腾 想跑肯定是没戏了 他只是一介文弱书生 小侯爷 我真的不知 他是侯府的丫鬟 若是本公子知道 绝对不会碰的 都怪孙秀才 是他想拿这个女人诱惑我 你说几句话就想要事 不够诚意 我还是将你绑起来 送到知府衙门吧 不要 苏文才急了 那样他的名声就彻底毁了 这个世界的大七国 你去青楼怎么玩都没事 但下要强暴梁家少女 那就触犯了重刑 而且会为世人所不耻 以苏家的能量 官府倒是不怕 但若传出去 他的名声 还有家族的脸面怎么办 小侯爷 我赔钱 这丫鬟我没碰 我再赔钱给小侯爷 多买几个丫鬟 苏文才立刻捡起地上的外衣 从里面掏出一大把银票 他想数几张 但被纪怀安一把全部抢了过来 不错 这才有诚意 纪怀安满意的笑了笑 无耻的将一大把银票 收进怀里 小侯爷 你胃口是不是太大了 你要银票 还是要进知府大牢 堂堂公子绑第三的苏公子 下要强暴侯府丫鬟 传出去苏公子的名声 肯定水涨船高 到时候 说不定能追上少佑的名声 他拿捏住了苏文才的弱点 心思还是自己顽固的人设好 没有这种负担 算你狠 我可以走了吗 苏文才咬牙切齿 滚吧 纪怀安挥了挥手 红帘让开房门 将苏文才放了出去 纪怀安转身看向床上的罩雪 刀高隆起的粉红色果胸 十分诱人 他忍不住咽了下口水 还好没来晚 他伸手将一群盖住他的身体 准备帮他系上 两只玉壁突然搂住他的脖子 赵雪满脸飞红 双眼迷离地看着他 给我 赵雪用力一抱 他身体一轻 直接趴在这丫头的怀里 脸颊埋在柔软的双峰之间 差点一口气憋了过去 我出去守着 红帘说着便要出房间 意思不言而喻 等一下 纪怀安深吸了口气 站起身来 赵雪四肢缠着他 像八爪鱼一样挂在他的身上 去打盆凉水过来 红帘愣了一下 少爷今天身体不行 快去 愣着干什么 红帘立刻出门打水 我要 赵雪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 不停地亲吻着他的脸颊脖子 这是什么药 效果这么好 我也得弄点背着 他无耻地心思着 赵雪突然吻到他的双唇 他微微一颤 娇躯在怀 香蛇入口 他立刻冲动起来 虽然不想趁人之威 但双手不自觉地滑向翘臀 少爷 水来了 红帘端着一盆水来到身边 他竟浑然不觉 可 他急忙收口 收手 收心 用力将挂在身上的赵雪扯了下来 扔到床上 纪怀安 泼 红帘顺手将一盆水泼到赵雪身上 被凉水一浇 赵雪打了个哆嗦 立刻清醒过来 不要 滚开 他缩在床上 发疯般地挥舞着手脚 纪怀安上前抓住他的手 安慰道 没事了 坏人已经被本少爷打走了 赵雪一抬头 看见小侯爷 甩手就是一巴掌 啪 纪怀安结结实实地挨了一巴掌 被打得头脑发昏 岂有此理 红帘气得冲上前 一掌将赵雪推倒 红帘 我没事 他摸了下火辣辣的脸颊 拉住红帘 有些哭笑不得 这女人落到今天这般田地 跟小侯爷脱不了关系 这一巴掌挨得不冤 红帘可不这么认为 怒吃到 若不是小侯爷救了你 你已经被人侮辱了 真是不知好歹 赵雪愣了半晌 终于想起了刚刚所有的事 然后趴在床上 大声痛哭起来 第二十九章 发财了 看到赵雪哭得撕心裂肺 红帘也心软了 有些不知如何是好 没事 让他哭吧 哭够了就好了 纪怀安探道 他知道赵雪痛哭 是因为孙秀才 赵雪性格刚烈 对孙秀才可以说是情深义重 而且 他将自己全部的希望 都寄托在孙秀才身上 此时发生这样的事 任谁也无法承受 也不知哭了多久 赵雪嗓子已经哭哑了 终于停了下来 他下了床 将湿漉漉的衣裙记好 纪怀安将身上的外衣 脱了下来 披在他的身上 赵雪没有拒绝 看了他眼 问 孙秀呢 绑在外面 纪怀安说着 转对红帘道 去将他带进来 红帘走出房间 将五花大绑的孙秀 推了进来 看到小侯爷 孙秀一脸惶恐 赵雪赤着脚 走到孙秀面前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他一脸冰冷地问 赵雪左右开弓 一巴掌接一巴掌地扇了过去 一边扇 一边哭喊着问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很快 孙秀才的小白脸 红肿了起来 够了 孙秀大喝着 往后退了一步 躲开赵雪的巴掌 吼道 你想知道 那我就告诉你 赵雪收回手 你说 孙秀吐了口血水 咬牙道 因为苏公子家世显赫 他能帮我引荐朝中大员 帮我踏入仕途 赵雪愣了一下 你的文才可以考取功名的 你为什么要 哈哈 孙秀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以前的我太天真了 这个世道 没有权势 光有文才有个屁用 你看他 孙秀指着小侯爷 鄙视的笑道 你看这个废物 一无是处 但就是因为 家里有权有势 不仅可以胡作非为 还可以想尽荣华富贵 红莲想上前揍他 但被纪怀安拦住 这个世界 没有权势撑腰 屁都不是 就像我 连自己的女人被抢了 也毫无办法 就只能当王八 所以 我要攀附权贵 我要做人上人 我有什么错 所以 你连我也可以送人 雪儿 你不过是个女人 况且你已经被他玷污了 再来一次又有何妨 还能帮到我 赵雪气得郊躯颤抖 死死地握着拳头 秦兽 小爷 我都看不下去了 纪怀安冲上前 狠狠甩了孙秀一巴掌 啪 孙秀被一巴掌打倒在地 少爷 将他送官府吧 红莲说 纪怀安看向赵雪 小侯爷 求你放过他吧 赵雪虽然在帮孙秀才求情 但声音冰冷 好 纪怀安答应了 赵雪走近 俯视着地上的孙秀 这是我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 从今以后 我们再无瓜葛 说完他便静止 走出了房间 纪怀安踢了孙秀一脚 带着红莲跟了出去 孙秀痛苦地缩着身体 血红着双眼 发疯般地大叫着 啊 两久 他停止了叫喊 艰难地站起来 一脸婴狠道 总有一天 我要让你们臣服在我的脚下 我要让所有欺负过我的人 跪在我面前颤抖 昏暗的街道上 赵雪赤着脚在前面走 纪怀安 红莲跟在后面 突然 赵雪一个踉跄 摔倒在地 纪怀安上前 一把将他抱了起来 扛在肩上 放开我 你走得太慢了 浪费少爷的时间 赵雪只是向征兴地挣扎了一下 便放弃了 怎么不说话 见赵雪不出声 他主动找话说 你长得倒是挺漂亮 就是看男人的眼光不行 早点看清他的真面目 也是件好事 其实我早就发现 那个酸秀才 心术不正 你跟他一样 都是禽兽不如 不一样 至少我对自己的女人还不错 赵雪愣了一下 没有出声 是不是发现少爷的优点了 我不想再说这些 那你想说什么 什么都不想说 你看着挺苗条 扛着还挺重 有容乃大 无耻 你快放我下来 快到家了 红莲跟在身后 听着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 心思少爷要得逞了 回府后 他将赵雪交给秀儿几个丫鬟照顾 带着红莲回了房间 死丫头还挺沉 他累得一头倒在床上 红莲上前给他按了按肩膀 要不要洗洗 有点累 不洗了 早点睡吧 那我帮少爷更衣 红莲帮他脱着衣服 一大把银票 从他的怀里散落出来 银票里 还夹着一张女人用的丝巾 快数数有多少 看到银票 他来了精神 两人整理着银票数了起来 数完后 两人惊讶地大眼瞪小眼 是不是数错了 再数一遍 两人又重新数了一遍 应该没错 加起来一共一千六百两 红莲说 卧槽 那孙子身上揣这么多银票 不怕被打劫吗 纪怀安骂道 他心算了一下 一千六百两 相当于钱是三百多万 以后肯定会怕 红莲言嘴怯笑 苏文才这次来扬州城 除了巡视家族生意外 还收了几笔账 正是他手中的这些银票 这些钱收回去 是要上交家族的 被小侯爷抢了 苏文才回去后 只能拿自己的小金库补缺 哈哈 发财了 纪怀安高兴地将银票 撒向空中 一张张银票飘落下来 落得满床都是 红莲伸手便要收拾 他一把将红莲拉上床 今晚我们整着银子睡 他将红莲扑在身下 对着红莲性感的珠唇 吻了上去 红莲娇躯一颤 慢慢声色地回应着 热情地拥吻了一阵后 他侧身将红莲抱在怀里 火热的大手探入衣裙之中 按摩着旺仔小馒头 红莲紧张地一动不敢动 身体传来异样的感觉 不一会 他发现小侯爷停了下来 又过了一会儿 耳边传来轻微的憨声 小侯爷竟然睡着了 次日一早 纪怀安醒来时 红莲已经不在床上了 散落在床上的银票 也都已经收拾好 整齐地放在枕边 看到银票旁边的丝巾 他拿起来一看 指尖上面 嗅着紫色的冰箱花 还有一个鹅字 凑到鼻子边闻了闻 有种女子身上的一箱 这种丝巾 一般都是女子的贴身之物 性苏的真猥琐 跟自己有一拼 他无耻地笑了笑 将丝巾丢到一边 院中 红莲正在院中舞剑 嫂 像往常一样 打了声招呼 接着开始跑步 看到小侯爷时 红莲满脸羞红 想到昨晚的事 练剑也有些心不在焉起来 早饭后 小侯爷躺在院子里晒太阳 秀儿蹲在身旁边 给他捶着腿 红莲站在一边 纪怀安扫尸了一圈 问道 雪儿那丫头呢 雪儿姐姐生病了 在房间里休息 秀儿回答道 想到赵雪昨晚被下了药 后来又被泼了盆凉水 全身湿透了很长时间 搞不好会发烧 她有些不放心 带我去看看 秀儿带着小侯爷 来到偏院一处房门口 敲了敲门 喊 雪儿姐姐 小侯爷来看你了 房间里没有回应 纪怀安有种不好的预感 上前推了下房门没推动 房门从里面拴上了 她抬腿便是一脚 咣当 房门被踹开 只见赵雪的身体 掉在一根白鳞上 第三十章 大案 啊 秀儿发出一声惊叫 后面的红莲右手一甩 一把短剑从袖中飞出 将白鳞斩断 纪怀安冲进屋里 接住摔下来的赵雪 将其平放在地上 红莲上前一探鼻息 没气了 怎么救 心肺复苏 她想起以前学过的急救 立刻按压赵雪的心口 按了十几下 之后便进行两次人工呼吸 红莲看不懂小侯爷在干什么 猜测是在施救 轻声道 少爷 他已经死了 秀儿见少爷对着尸体 又磨胸口又轻嘴 还以为少爷是个变态 吓得坐在一旁不敢动他 身子还是热的 一定还有救 纪怀安不死心 一遍接一遍地按着赵雪的心口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 就在他快要放弃时 赵雪的身子一紧 猛地吸了口气 醒了过来 好了 他累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活了 红莲一探赵雪的鼻息 又耗了耗脉 露出一脸惊诧之色 少爷能起死回生 他震惊地看着小侯爷 眼中闪烁着崇拜之色 我死了 嗨嗨 赵雪咳嗽着坐了起来 诈尸啊 胆小的秀儿 惊叫着跑了出去 赵雪愣了下 茫然地看了眼旁边的小侯爷 又看了他红莲 我没死 他掐了下手腕 很痛 你们救了我 他问 是小侯爷救了你 红莲说 赵雪转对他 红对眼问 你为什么要救我 啪 纪怀安甩手给了他一巴掌 赵雪被打得有点懵 在他的记忆中 小侯爷是他的舔狗 虽然几次三番想要强暴他 但从来没有打过他一下 红莲也有点惊讶 少爷是真的动怒了 为了一个伤害你的男人去自杀 你就这么点出现 少爷我还以为 你跟其他的女子有什么不同 原来一样 是蠢货 要死别死在我的院子里 滚回家去死 纪怀安怒骂着 转对红莲道 去把他的卖身器拿来 在我房间的柜子里 第三个格子 红莲发呆 他还没见过少爷 发这么大脾气 愣着干什么 快去 他吼道 哦 红莲转身走去 不过片刻 红莲回来了 将赵雪的卖身器递给他 拿着滚吧 爱死哪里死哪里去 他将卖身器扔到赵雪的身上 转身走出了房间 红莲立刻跟了出去 赵雪看着手中的卖身器 整个人失魂落魄地坐在地上 少爷 你真的要放了他 红莲跟上来问 放了吧 死了咱们还得花功夫买 让他死外面去 他一直想找机会将赵雪放回去 此时放了倒也说得通 至于府上为赵家买房子花的银子 嘿嘿 昨晚赚了几倍回来 但不知为何 想到赵雪为了另一个男人上吊自杀 他心里很不爽 刚刚发脾气 并非伪装 而是他真的很不爽 少爷 你舍得吗 红莲问 玩玩意 有什么舍不得的 可是刚刚少爷为了救他 那么拼命 我还从未见过少爷那个样子 少爷我只是不想院子里死人罢了 他说着停下脚步 转身一把搂住红莲的先腰 猥琐地笑道 只要你不离开少爷 其他女人少爷都不在乎 红莲翘脸一红 心里砰砰直跳 除了紧张外 还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嗨嗨 倾壳声从旁边传来 纪淮安吓了一跳 急忙松开红莲 甘大道 福伯 您怎么来了 这老团走路竟没有一点声音 红莲紧张地退了两步 羞红着脸 恭敬地站在一边 小少爷 侯爷 让你去一趟前厅 福伯说着 转对一旁的红莲道 红莲 你也来 福伯表情有些严肃 而且特意叫上红莲 他感觉到 事情好像有些不同寻常 快步跟上去问 福伯 什么事啊 昨夜死了个人 福伯说着 脚步未停 谁 他问 苏家二公子 苏文才 福伯话音一落 纪淮安 红莲心中猛的一惊 纪府前厅 老侯爷陪着韩之府坐在桌边 知府大人有些坐立不安 不时地 擦着额头的汗珠 侯爷 此时怕是很麻烦 韩大人莫急 会查出来的 喝茶 老侯爷端起茶杯 轻轻抿了一口 韩知府端起茶杯 又放下 根本喝不下去 很快 福伯带着小侯爷 跟红莲来了 爹 岳父大人 他上前行礼打招呼 知府大人 今日是为公事而来 小安 你把从昨天生时 到今日沉时 都干了些什么事 详细给知府大人说一遍 他刚要开口 老侯爷又改口道 红莲 你来说 一个字不得隐瞒 是 侯爷 红莲不敢隐瞒 详细说了一遍 当然 红莲说话 还是很有技巧的 像银票的是 他说 苏文才赔了少爷一把银票 并没有说具体数目 昨晚赔床 也只是说在床边伺候 一夜没有离开 可有一漏 老侯爷问 回侯爷 昨日红莲寸步不离地 跟着少爷 连晚上也在一起 没有任何遗漏 红莲羞红着脸道 老侯爷点了点头 红莲退了几步 站到一边 爹 岳父大人 我听福伯说 苏文才昨晚死了 怎么回事 纪怀安出声问 韩之府郁闷道 今日一早 苏公子的尸体 被人发现在青莲街 初步断定 死亡时间是 昨夜子时至丑时 昨夜苏文才离开孙玉家时 差不多是虚事一刻左右 纪怀安一算 中间还有三四个时辰的时间 怎么死的 他问 武座还在验尸 韩之府顿了顿 道 咽喉被戾气割断 应该是致命伤 昨日苏文才一直跟王文在一起 岳父大人可以查查 他提醒道 王文与孙玉都已经缉拿 尚在审讯 韩之府愁眉不展道 纪怀安想了想道 岳父大人 要不我跟你回去看看 也许能帮上忙 你就别添乱了 老侯爷瞪了他一眼 韩之府叹了口气 起身道 侯爷 下官先告辞了 知府大人 我送你 老侯爷起身 送着知府大人走出大厅 来到大门口时 韩之府停下脚步 犹豫了一下 小声问 侯爷 此事该如何处理 立刻通知苏家 依法办理 全力追查凶手 老侯爷回答道 好 我马上派人去通知苏家 知府大人点头道 同时心中暗自松了口气 老侯爷的意思 是在告诉他 此事与侯府无关 他来此的目的也是 为了证实这一点 否则一方是苏家 一方是侯府 他这个知府 不论怎么做 都算是做到头了 你我已是亲家 不必生分 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 随时开口 多谢侯爷 下官告辞 慢走 看着知府大人 上了马车离开 老侯爷眉头深锁 一脸凝重 第31章 惊天消息 韩之府走后 老侯爷将福伯 小侯爷叫到了书房 对于苏文才的事 老侯爷又问了一遍 季怀安老老实实地 又回答了一遍 跟红莲说的 几乎一模一样 并非老侯爷不相信红莲 而是事情太过重大 苏家乃是江南第一世家 朝中势力庞大 底蕴深厚 当今苏家家主是苏文才的二伯 苏文才的父亲 是苏家的二号人物 苏文才之死 必将在扬州城 掀起一场风暴 爹 姓苏的之死 真的跟孩儿无关 他说完后 又强调了一遍 老侯爷点了点头 这两天 苏家必定会来人 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哪里也不许去 孩儿知道了 他有些郁闷 又被禁足了 回去吧 老侯爷摆了摆手 小侯爷离开了书房 侯爷 此事咱们要不要查 福伯问 要查 还要明着查 派人去趟知府衙门 了解一下案件全部经过 最好能超份卷宗回来 老侯爷说 好 我这就去办 福伯说完正要离开 一名暗卫来到了门口 侯爷 有秘信 福伯上前 从暗卫手中接过秘信 送到老侯爷手中 老侯爷仔细检查了一遍 确定风口完好 并没有拆开过的痕迹 才将秘信打开 看到信纸上的内容 老侯爷神色惊变 侯爷 出了何事 福伯疑惑地问 他跟随老侯爷几十年 从表情便能判断出 此事比苏文才之死要大得多 陛下微服私访 来江南了 老侯爷神色凝重地说道 福伯顿时一惊 愣了半晌 问 什么时候到 陛下从京城出发 已有十日 行程谁也不知道 如果来扬州城 按照路程计算 快则半个月 慢则一月左右 咱们要不要做些准备 不可 陛下是微服私访 这个消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咱们也必须烂在肚子里 福伯点了点头 皇帝老儿不想让人知道 如果侯府知道了 提前做了迎接准备 反而犯了忌讳 这段时间 约束府上的所有人 在外做事要守规矩 特别是小安 不能让他胡作非为 派人暗中盯着 老侯爷一脸严肃地叮嘱 侯爷放心 我马上去安排 福伯应声点头 还有 苏文才的案子 全力协助知府大人 尽快查明真相 必须在陛下来之间解决 福伯领命后 急匆匆地离开了书房 陛下来江南干什么 真的是微服私房 老侯爷心事重重地 紧促着眉头 东湘院 纪怀安带着红莲回来时 一眼便看见 赵雪站在院中发呆 还没走 等着少爷 我给你送行吗 他说着 从赵雪身边走过去 躺到院中 椅子上晒太阳 赵雪回过神 跟着走过来 跪了下去 想谢少爷就免了 我跟守卫打了招呼 他们不会拦你的 赶紧滚吧 他没好气地挥了挥手 赵雪紧咬着朱唇轻声道 我可不可以留下来 你什么意思 纪怀安有点猛 赵雪从怀里拿出卖身器 双手朝他递过来 我想继续留在这里 给少爷当丫鬟 死而复生后 他想了很久 也想了很多 特别是小侯爷骂他的话 他觉得很有道理 回想起小侯爷对他所做的事 他忽然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感觉 小侯爷将他掳来 但却安顿了他的家人 小侯爷几次想强暴他 但只要他抵抗 小侯爷怕伤到他 并没有强来 上次托玉佛 他为了孙玉主动现身 但小侯爷并没有把他怎么样 反而放过了孙玉 他本以为小侯爷只是戏弄自己 但在孙玉家 又是小侯爷救了自己 还有 自己上吊死亡后 是小侯爷拼尽全力将他救活 秀儿已经将当时的情形 给他说了一遍 还说小侯爷为了他紧张的不行 小侯爷为了自己 做了很多 而他一直倾心的孙玉 从未为他做过一件事 在他上吊后 死亡的那一瞬间 他脑海中浮现的是 小侯爷扛着自己回侯府的画面 而不是孙玉 这种感觉很奇妙 原本让他痛恨的小侯爷 突然之间变得完全不同了 季怀安看了眼脉生气 没有接 回家吧 本少爷不缺丫鬟 求少爷让我留下来 奴婢知错了 赵雪红着眼道 你是不是稍糊涂了 季怀安伸手摸了摸他的脑门 好像没发烧 奴婢是真心想留下来伺候少爷 求少爷成全 为什么 给我一个理由 我觉得少爷对奴婢挺好的 季怀安愣了下 这丫头被我征服了 可 你想通了 不想死了 奴婢已经死过了 现在这条命是属于少爷的 你要想清楚了 我若是收回这张卖身气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的人 永远不得背叛 也没有机会再反悔 奴婢想清楚了 求少爷成全 季怀安满意地笑了笑 结果卖身气收了起来 起来吧 给少爷揉揉腿 赵雪立刻起身 蹲在他身边 帮他揉着腿 看着一个誓死反抗的丫鬟 变得这么乖巧 特别是那种征服的快感 让他有些飘飘然 他猥琐地伸出魔爪 摸向赵雪的翘臀 赵雪身体微微一颤 但没有移动半步 也没有躲闪 任由他抚摸着 突然瞥见 红莲在旁边盯着自己 他急忙收回手 尴尬地笑了笑 醉花楼三层 花魁娘子的房间 渡娘坐在梳妆台前 丫鬟平儿站在她的背后 帮她梳理着发丝 小姐 你真美 平儿打量着同镜中的小姐 眉开眼笑地夸赞 渡娘玩耳一笑 你也学会拍马屁了 平儿说的是真心话 小姐最近的名声可响亮了 小侯爷写的那首诗 已经传遍了江南 很多江南才子 都将小姐排到了胭脂榜第一 恐怕过不了多久 小姐就是江南第一美人了 最近每天都有很多 慕名而来的公子 都想一睹小姐芳容呢 小丫鬟兴奋地说个不停 最近 小侯爷 渡娘欲言又止 她想问 最近小侯爷有没有来 但没有问出口 自从那晚之后 小侯爷便没有再来过 她不明白自己 为何惦记她 咚咚咚 急促地敲门声传来 平儿走过去 打开房门 桑妈妈一脸紧张地走了进来 反身将房门拴上 何事 渡娘问 桑妈妈走过来 紧张又兴奋 小姐 京城传来消息 狗黄地下江南了 渡娘蹭地站了起来 第32章 苏颖 驾 一行七人 沿着官道纵马 飞驰而来 为首的是一名风度翩翩的白衣公子 看上去十八九左右 竖发城官 风流倜傥 因为长得太过俊美 给人一种阴柔之感 其他几人都佩戴着刀剑 一眼便能看出 拥有不俗的实力 很快 一行七人便来到了 扬州城的城门口 白衣公子看了眼 城门上的扬州二字 翻身下马 下马 入城 其他六人全部跟着下马 动作整齐划一 七人牵着马走入城门 刚入城 白衣公子吩咐道 阿虎 你跟着我 其他人按计划分头行事 众人婴声后 立刻分散离去 只剩下一名叫阿虎的男子 跟在白衣公子身后 阿虎身材中等 看上去三十左右 手指一把青钢长剑 双目如刀 一看便知是名刀手 大小 公子 我们去哪 阿虎忍不住问 气侯服 白衣公子答道 气侯服 老侯爷在花园里散步 一副心思重重的模样 侯爷 有客拜访 一名护卫走过来 递上一封拜帖 老侯爷接过来一看 眉头一锁 问 来了几个人 两人一名年轻的白衣公子 跟着一名护卫 那名护卫看似不弱 护卫回答 老侯爷想了一下 道 请他们去大厅等候 我马上过来 护卫领命离去 片刻后 老侯爷来到大厅 白衣公子看见老侯爷 立刻恭敬地上前行礼 晚辈苏颖 拜见侯爷 老侯爷打量着面前的俊美的少年 眼中金光一闪而逝 疑惑地问道 苏家家主苏户 是你何人 回侯爷 正是家父 如果我没看错 姑娘是苏家大小姐 老侯爷眯眼一笑 一眼便看穿了苏颖女扮男装的身份 侯爷目光如炬 晚辈因为赶路 所以才换了装扮 并非有意隐瞒 还请侯爷勿怪 来时 家父一直叮嘱 让晚辈带他给侯爷问好 苏家主客气了 老侯爷顿了顿 问 苏小姐是为苏二公子的事而来吧 苏家主竟然派长女过来处理此事 这让老侯爷有些惊讶 不过 这位苏家大小姐举止得体 行事作风颇有大家风范 能被派过来 能力自然不俗 苏颖点头道 堂弟之死 无论是谁做的 我们苏家都必定要讨个公道 此时知道老侯爷的疑惑 苏颖又补充道 三叔远在京城 此时尚未收到消息 父亲有要事 无法脱身 所以命我前来处理堂弟之事 苏二公子的事 本侯爷很遗憾 还请苏小姐节哀 此案本侯也在帮助知府大人追查 相信很快便会有结果 多谢侯爷 晚辈出来乍道 有很多不懂之事 若是给侯爷添了麻烦 还请侯爷见谅 苏小姐言中了 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 尽管开口 本侯一定全力相助 要的就是这句话 苏颖抱拳道 晚辈想见一见小侯爷 老侯爷微微一愣 并没有拒绝 立刻让人去将小侯爷叫了过来 爹 有客人啊 纪怀安来到大厅 打量了一下苏颖 女扮男装 好俊俏的女人 就是胸小了些 是不是勒得太紧了 不难受吗 她跟老侯爷一样 一眼便看穿了苏颖是女扮男装 若是男子 会显得阴柔了些 但若是女子 则完全相反 给人一种阴气逼人之感 老侯爷介绍道 这是犬子怀安 二 这位是苏家大小姐苏颖 为苏二公子之事而来 苏小姐有话问你 你如实回答便是 纪怀安一听 眼睛瞪得更大了 因为苏颖的大名她听过 在她给度娘写事之前 胭脂榜排名第一的 便是这位苏家大小姐苏颖 老侯爷的话 让苏颖有些尴尬 说得像是她来审问一般 苏颖想了想 也没有解释 她打量了一下小侯爷 发现小侯爷盯着自己的胸看 翘脸不由一红 扬州第一顽裤 果然满脑子龌龊 苏小姐 你是想问那晚的事 我说给你听 不等苏颖发问 纪怀安便将事情 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苏文才虽然做了错事 但我看在苏家 还有苏姑娘的面子上 并没有为难她 只是收了她一点银子 离开孙秀才家之后的事 在下就不知道了 纪怀安噼里啪啦的 一口气说完 还把苏文才损了一顿 苏颖听得面红耳赤 因为小侯爷 把苏文才描述得非常下流 当然 这是事实 不过小侯爷用词很粗鄙 有些地方说的 还挺详细 任何一个大姑娘听完 都会脸红 R 不得无礼 老侯爷训斥着 心里暗自摇头 怎么就生了这么个玩意儿 苏颖显然是见过世面的 很快便恢复从容 侯爷 晚辈还有一事相求 苏小姐 但说无妨 晚辈第一次来扬州城 人生地不熟 想请小侯爷帮忙带个路 听到苏颖的话 纪怀安心中一喜 这几天被禁足 正好在家憋得慌 他忙道 爹 苏姑娘远道而来 作为东道主 就让孩儿给苏姑娘做几天相保吧 老侯爷本想派一名家丁给苏颖 但纪怀安一说 他便不好拒绝了 只好点头答应 片刻后 苏颖拜别老侯爷 一行四人出了侯府 纪怀安 苏颖在前 红莲 阿虎一左一右 跟在两人身后 苏州有三角 醉花楼的姑娘 七凤居的鱼 还有美景寿西湖 不知苏小姐想去哪 他嬉皮笑脸地问 苏颖正色道 我是来办事的 不是来游玩的 先去烫知府衙门 他之所以让小侯爷帮忙 是觉得小侯爷缺心眼 好对付 因为在他看来 苏文才的死 侯府的嫌疑虽然不大 但也并不能完全排除 苏小姐 要不你换回女装吧 勒得太紧 不难受吗 他说着示意地 指了指苏颖的胸脯 苏颖翘俏脸一红 不悦道 小侯爷请自重 计怀安亲咳了声 咳 我也是为苏小姐着想 勒得太紧会影响发育 以后就长不大了 怎么会有如此无耻之人 苏颖气得咬牙切齿 原来小侯爷喜欢大的 红莲心思重重地 跟在后面 太小以后奶水少 孩子吃不饱 你闭嘴 苏颖气得胶躯颤抖 他有些后悔 叫上这个满脑肥肠的顽固了 第三十三章 查案 知府衙门 停尸房 苏颖走到一张木板前 掀开白布 一张惨白的 没有血色的脸露出来 正是苏文才 苏文才咽喉处 有一道细长的剑痕 纪怀安跟在苏颖旁边 看到苏文才的尸体 微微有些作呜 尸体放了三天 已经开始散发异味了 苏小姐节哀 本官一定会尽快 接拿凶手 给苏家一个交代 知府大人在一旁说道 纪怀安发现 苏颖并没有多少哀伤之色 也不知道是冷血无情 还是对这个堂弟缺乏感情 验尸结果如何 苏颖问 知府大人示意 一旁的武座立刻回答道 死亡时间是三日前的紫石末 丑石出并无中毒迹象 咽喉被一剑割断 是致命所在 另外 苏公子在死前喝了不少酒 苏颖听完后退到一边 示意眼色 阿虎上前检查着验尸 知府大人并未阻止 咽喉师冲苏颖点了点头 知府大人 我想看一下卷宗记录 苏颖说 苏小姐 要不一步去后堂看吧 苏颖自然没有拒绝 这里味道太重 她也很难受 几人一步来到后堂 知府大人拿来卷宗 递给苏颖 苏颖坐到桌边翻看 小侯爷凑到她身边一起看着 根据王文的口供 离开孙秀才家之后 苏文才火气很大 两人去了七凤居喝闷酒 差不多喝了一个时辰 才离开七凤居 喝完酒之后 说要回去睡觉 然后两人便分道扬镳 各回各家 王文的口供 从七凤居的小二口中 得到了证实 并未撒谎 之后的是 王文便一无所知 第二天早上被抓时 他还在床上蒙头大睡 苏家在扬州城有一处大宅 离七凤居不远 苏文才一直住在那里 王文与苏文才 离开七凤居时 差不多是亥十三刻 苏文才死亡时间是子时末 丑时初左右 中间隔了差不多一个半时辰 从七凤居回苏家大宅 正好要经过青年街 但路程只有一刻钟左右 死亡时间对不上 这点路苏文才不可能 走一个半时辰 这中间显然还发生了什么 卷宗上还有其他人的口供 随于在小侯爷几人离开后 喝了很多酒 醉得不省人事 第二天被抓时 还醉得像个尸体一般 不可能作案 苏文才原本有两名护卫跟着 但因为那晚要做的事 太过卑鄙下流 他是有名的江南才子 自然不能让人知道 所以将两名护卫打发了 那晚没有跟着他 还有苏家大宅中管家 与几名丫鬟的口供 都说苏文才那晚一直没有回来 彻夜未归 第一个发现尸体的是一名打羹人 跟苏文才扒杆子打不着 看完案件卷宗之后 苏颖整理了一下思绪问 知府大人 现在调查的方向是什么 韩知府回答道 苏小姐 本官已经派人挨家挨户调查 从气凤居至苏宅的沿途住户 或许有人能提供线索 不过工作量较大 还需些时间 苏颖微微有些失望 害时三克至子时 正是普通人睡得最香的时间 苏文才被一见割喉 几乎是瞬间之事 想找到目击者 几乎不可能 小猴也突然开口道 其实杀人无非就三个原因 仇杀 情杀 财杀 苏公子在扬州城 可有仇家 本官已经查过 苏公子在扬州城 并未与人结怨 韩知府说着 看了眼纪怀安 心思 除了你 纪怀安也看到了岳父大人的眼神 尴尬的轻壳了一声 问 感情纠纷呢 在庆楼外 苏公子并未与其他女子有过纠葛 除了案发那晚 韩知府心里郁闷不已 心里骂道 傻女婿 你不开口会死吗 然而小猴也做死还在继续 那就是圣位才杀人了 苏公子那晚身上揣着不少银票 他正说着 发现韩知府 苏颖都朝他看过来 进怀安愣了一下 想起苏文才的银票 全都在自己手上 不过 两人看了他一眼 便收回了目光 韩知府松了口气 小猴也为了银票杀人 说出去都没人信 可 苏公子身上穿那么多银票 应该是当天刚收了账 知道的人应该不多 知府大人可以查查 小猴也继续说 韩知府立刻点了点头 心思这倒是个方向 苏颖看了眼小猴也 微微有些惊讶 片刻后 四人离开了知府衙门 一出衙门 纪怀安抬手示意 苏小姐走这边 苏颖愣了一下 嗯 你知道我要去哪 不是去案发现场吗 纪怀安笑问 苏颖若有所思的看了他一眼 道 带路 很快 一行四人来到了青莲街 这条街稍嫌冷清了一些 不少店铺都关着门 因为案件重大 案发处被官府画了个圈围住 旁边还有两名牙役看守着 纪怀安看了一下案发现场 除了一滩血迹外 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干燥的石板地面上 连脚印都看不出来 苏颖示意 阿虎趴到血迹边 像一条猎狗一般 看得十分仔细 还用手比划了几下 看得他一脸好奇 扮上后 阿虎开口道 小姐 凶手用的应该是一把匕首 而非长剑 也不是长刀 这位仁兄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纪怀安好奇地问 阿虎看了他一眼 解释道 你看血迹喷洒的形状 这里有一块缺口 根据我的经验 应该是喷到了凶手的身上 说明凶手站得离二公子很近 所以毕竟是短兵器 若是长剑 这个方向的血迹 会见识得更远些 他仔细看了看地上的血迹 感觉阿虎说的有些道理 阿虎接着道 近距离出手 要么是一名高手 要么是二公子的熟人 厉害 人兄贵姓 纪怀安冲阿虎 竖了的大拇指 阿虎一抱拳 小侯爷过奖了 叫我阿虎就好 纪怀安猥琐一笑 阿虎兄 有没有兴趣来扬州发展 扬州的美女 可一点不比苏州的少 阿虎 苏颖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转身走去 阿虎立刻跟上 纪怀安快步追到苏颖身边 笑道 苏家的护卫不太好收买 苏颖 你觉得呢 纪怀安 所以保护苏文才的两名护卫 没有嫌疑 苏颖 没有 纪怀安 那我们现在去哪 苏颖 苏家的大宅 第34章 我想看你穿女装 苏家在扬州城有不少生意 这些生意一直由苏婷打理 苏婷是苏颖的书字辈 苏颖称其为九书 大宅离案发现场 紧隔了一条街的距离 一行四人来到苏宅时 苏婷接到通报立刻出来迎接 苏婷虽是长辈 但对苏颖很恭敬 苏大小姐是家主长女 在苏家的地位显然很高 这座大宅一共住了20多人 除了苏婷外 还有一名老管家 以及十多名丫鬟佣人 苏文才来到扬州城后 一直住在南院 苏颖将伺候苏文才的丫鬟佣人 全部召集起来 仔细询问了一遍 并没有查到任何线索 午后 与苏颖同来扬州的五名护卫 陆续来到大宅 向苏颖汇报调查结果 似乎是想展示一下苏家的实力 苏颖并没有避讳小侯爷 任由他在一旁听着 这五人通过了大半天的调查 汇报出来的结果 令纪怀安惊讶不已 有些地方比知府大人卷宗记录还要详细 但总体来说 跟两人之前看过的案件卷宗一致 并没有找到新的突破口 苏颖与阿胡几人仔细分析了一遍 几个与苏文才接触的嫌疑人 都被一一排除 最后只剩下一个人比较可疑 就是小侯爷 纪怀安有些哭笑不得 苏大小剑 你们别看我 我这个人胆小得很 连知妻都没杀过 小侯爷若是想杀人 根本不用自己动手 一名样貌粗广的护卫说道 你说的有道理 但与本少爷无关 如何证明 兄太 你怀疑本少爷 应该你拿出证据来 否则我说是你杀的是不是也可以 请你拿出不是你的证据 虽然你不在扬州 但是可以指使别人动手啊 你胡说八道 阿南 不得无理 这件事跟小侯爷无关 苏颖出声道 计划安愣了一下 问 你怎么确定的 你很了解我 苏颖看了他一眼 道 你在扬州城 因为女人惹出来的是不少 但没有一人因此而丧命 说不定我很喜欢那个丫鬟呢 他问 那个叫赵雪的丫鬟 如果你会为他争风吃醋杀人 孙秀才早死了 苏颖说 这女人心似玲珑 果然不简单 难怪苏家会派她过来 小侯爷对着苏家大小姐 投去一个赞赏 而有猥琐的眼神 几名护卫一听大小姐的分析 顿时觉得有道理 这下案件陷入了僵局 众人全都沉默下来 季怀安在心里仔细梳理了一下案件 发现案子的关键在于案发当晚 苏文才死前的一个半时辰 去了哪里 王文跟苏文才离开七凤区之后 离苏文才死亡时间 只有一个半时辰 深更半夜的 苏文才肯定不会走太远 苏文才能去哪里呢 最有可能的是醉花楼 但已经调查过 苏文才并没有去 能去哪里呢 季怀安心思着 突然眼睛一亮 苏小姐 有个地方可以查查 哪里 李府 自从苏文才来到扬州城后 便与李子豪 王文两人整天私混在一起 但是案发当天 李子豪并没有与两人在一起 官府问过话 根据李子豪的回答 那天李家要去城外的观音山扫墓 所以没有陪苏公子 前几天正好是清明 官府也核实过 案发当天 李老爷的确带着李子豪等人 出城扫墓 季怀安想到李府 是因为李府所在的位置 离案发的清连街很近 只有不到一刻钟的路程 李府大门口 季怀安带着苏颖前来拜访 阿虎 红莲跟随保护 李子豪接到通报 得知苏家来人 急匆匆地来到门口迎接 看到小侯爷时 李子豪愣了一下 接着转对苏颖 疑惑问道 不知公子如何称呼 苏家苏颖 苏颖 李子豪顿时面色一喜 仔细打量了一下苏颖 笑道 原来是胭脂榜排名第一的苏家大小姐 失敬失敬 我们有些事 想问问李公子 冒昧打扰了 是为了文才兄的事吧 此事李某深感遗憾 还请苏小姐节哀 苏小姐 里面说 李子豪说着 引着四人走路府中 李家是扬州城的贵族 府邸很大 虽然比不上侯府 但也是碧瓦朱颜 气派不凡 李子豪已经成家 住在李府的南院 拥有独立的门户与客厅 可以招待客人 几人边走边聊 苏颖很随意地问了一些问题 李子豪的回答 也都十分妥当 很快 李子豪将几人引至南院 一入南院 入眼便是大片的丁香花 看到丁香花 纪淮安微微一愣 李公子很喜欢丁香花 内子喜欢 所以栽种了些 李子豪随口回答道 虽然他对小侯爷不感冒 但表面功夫还是要做的 况且 苏家大小姐还在旁边 不能试了风度 苏小姐 这边请 李子豪引着几人走向客厅 客厅太闷 我就不去了 这园子好景致 我可不可以转转 纪淮安问 小侯爷随意 小兰带小侯爷在园子里转转 李子豪叫来一名丫鬟 带着纪淮安在花园里散步 苏颖若有所思地看了眼小侯爷 接着便跟随李子豪进了客厅 阿虎自然一起跟了进去 纪淮安在花园中闲逛 小兰 红莲一左一右地跟在身侧 种这么多丁香花 李公子对夫人一定很宠爱吧 少爷对夫人自然是极好的 小兰回答着 眼中闪过一丝羡慕 小兰你长得这么漂亮 你家夫人不会嫉妒你吗 小侯爷莫要乱说 夫人貌美如花 倾国倾城 岂是小兰能比的 但我觉得小兰你更漂亮 比这些丁香花还要漂亮 你家夫人一定比不过你 红莲在一旁直翻白眼 小丫头 哪里是小侯爷这个老油条的对手 被她几句话哄得眉开眼笑 你都没见过我家夫人 莫要乱说 谁说我没见过 你家夫人叫什么鹅来着 阮秀娥 小兰本能地帮她把名字补全了 还惊讶地问 你是怎么知道的 李子豪的老婆并非扬州城人 而是临近的镇江人 当年李子豪去镇江办事 两人一见倾心 促成了一段姻缘 阮秀娥嫁到李府后 很少出门 对于李家的这位少夫人 除非是李家的近亲 外人几乎不认识 嘿嘿 我说了我认识啊 纪怀安摘了一只丁香花 插到小兰头发上 夸赞道 丁香配小兰 绝配 小侯爷 莫要取笑奴婢 小丫头嘴角都快笑弯了 半个时辰后 李子豪送着苏颖 小侯爷四人出了李府的大门 此时已是黄昏时分 火红色的晚霞染红了天际 美轮美奂 街道上 纪怀安 苏颖并肩而行 红莲 阿虎 跟在两人身后 你查到了线索 苏颖问 聪明 你怎么知道的 说 纪怀安转过头 看着女扮男装的苏颖 晚霞映照在苏颖俊秀的脸颊上 英姿色爽 美艳迷人 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就告诉你 什么条件 小侯爷凑到苏家大小姐耳边 巧声道 我想看你穿女装 第35章 夜叹李府 销魂石骨 苏颖脚步一顿 漂亮的大眼睛 冷冷地盯着她 阿虎 红莲立刻紧张起来 两人不知道小侯爷说了什么 会不会爆发冲突 特别是阿虎 猜测小侯爷是想占他家小姐的便宜 怒目而逝 只要自家小姐一发话 会立刻出手教训这个无耻小侯爷 可 既然苏小姐不愿意 那就换一个条件吧 我饿了一天了 请我吃饭总可以吧 可以 不远处便是七凤居 小侯爷带着几人上了四楼 点了一桌美味 还要了两壶酒 一边欣赏着晚霞中的西湖美景 一边慢悠悠地吃喝起来 一个时辰后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苏颖皱眉道 你要吃到什么时候 苏小姐 等你回去后 就吃不到这里的菜了 多吃点 他说着加了点菜 放到苏颖碗里 苏颖已经没有耐心了 他怀疑这个顽苦小侯爷在耍自己 站起身便要离开 看看这个 纪怀安拿出一个丝巾递过去 苏颖愣了一下 但还是接过来看了一眼 何意 那晚苏公子不是赔了我几张银票吗 里面还加了这条丝巾 莫要绕弯子 直说 你不觉得 这条丝巾上绣的丁香花 有些眼熟吗 苏颖又看了一眼丝巾 立刻想起 刚刚在李子豪的院里 见过紫色的丁香花 这算什么线索 李子豪的夫人叫卵绣鹅 苏颖表情微微一愣 丝巾上还绣着一个鹅字 已经不言而喻了 多谢 苏大小姐丢下两个字 立刻带着阿虎下楼而去 别忘了把酒钱结了 他喊道 苏颖走后 他倒了杯茶 竖了竖口 少爷 已经很晚了 回府吧 红莲提醒道 走 他带着红莲离开了七凤居 不过并没有回侯府 而是又来到了李府 此时已经快到虚时 天上星光点点 一弯星月高挂在苍穹之上 昏暗的光线之中 可以看到李府的大门紧闭着 少爷 来这里干什么 茶 这边 他拉着红莲绕到李府的后院院墙边 试着爬上去 但有点高 试了几次都失败了 少爷想进去 嗯 不好上 我先拖你上去 你再拉我一把 不用 红莲说着退后了几步 一个加速 纵身一跃 落在高墙之上 小侯爷嘴巴张大成 欧行 少爷 把手给我 在红莲的帮忙下 两人顺利翻过了院墙 里面正是李子豪所住的南院 借着昏暗的月光 两人摸到了一间厢房门口 房间里亮着灯 季怀安舔了一下手指头 将窗户戳出一个洞口 往里看 房间里没有人 我进去 你帮我望方 他说着 不等红莲回答 轻轻推开房门 钻了进去 这是一间装饰豪华的女子闺房 白天他已经观察过 根据建筑布置 这间应该是李子豪的房间 一进屋 他便四处翻找起来 如果苏文才跟李子豪的老婆通奸 或许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他正翻找着 突然红莲推门进来 少爷 来人了 外面传来轻微的脚步声 季怀安一惊 他正在翻找衣柜 顺手将红莲推了进去 躲在里面 衣柜只能藏一个人 他关上柜门 寻找着其他藏身之处 脚步声已经到了房门口 来人已经开始推门了 藏身的地方还有一处 就是床底 他迅速趴下身子 钻进床底 刚一进床底 只见一双漂亮的大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他 吓得他差点惊叫出来 别出声 苏颖一把捂住他的嘴巴 躲在床底的 正是苏家大小剑 他猜到苏颖会来夜叹李府 但没想到这要巧 吱得一声 房门推开 一名风雨美艳的女子走了进来 正是李子豪的老婆阮秀娥 阮秀娥来到床边 脱了外衣 坐到床上小声抽气了起来 为了肩肤哭泣 小猴也有些无语 床底空间狭小 他与苏颖侧身面对着面 一缕诱人的体香 从苏颖身上传来 令人心旷神疑 他忍不住往里面挤了挤 几乎贴着苏颖的身体 苏颖瞪着他 一掌按在他的胸膛之上 想要将他推开 他本能地一摟苏颖的先腰 这时 房门支的一声被人推开 房间里又进来一个人 两人僵持住 一动不敢动 秀娥 来人走到床边 正是李子豪的声音 你不要过来 阮秀娥紧张地缩在床上 秀娥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李子豪上了床 将阮秀娥紧紧抱住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阮秀娥哭喊着 拍打着他的胸口 对不起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李子豪抱着阮秀娥吻了上去 混蛋 不要碰我 走开 秀娥 是我 你冷静点 两人的对话 听得纪怀安一头雾水 不是肩负淫负 难道是 床上传来剧烈的挣扎 我胸泻衣被扯了下来 丢到了床边 很快一声销魂的声音声 从两人头顶传来 这么刺激吗 他忍不住咽了下口水 浑身传来无法控制的燥热 身体本能的有了反应 苏颖娥驱一颤 他用力想推开小侯爷 但小侯爷紧紧搂着他的后腰 加上他身子有些发软 根本推不动 大床开始有节奏的晃动起来 激烈的碰撞 以及诱人的叫喊声 充斥着整个房间 他顿时一阵口干舌燥 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 面前的苏颖 早已羞涩的面红耳赤 两人四目相视 目光渐渐变得迷离起来 看着迷人的双眸 长长的睫毛 感受着怀里女人吐气如蓝的急促呼吸 他本能的缓缓凑近 蜻蜓点水般的触碰到了苏大小姐性感的猪唇 不行 苏颖一低头 虽然躲开了他的嘴唇 但却被小侯爷吻到了俊美的额头 床上的声音越来越大 苏颖埋头在小侯爷的胸膛之上 炙热的男子气息扑面而来 他紧张得一动不敢动 小侯爷紧紧搂着苏颖 大手不受控制地滑向他的翘臀 也不知过了多久 大床停止了晃动 结束了 床上传来软秀鹅乌叶的哭声 秀啊 别怕 我已经帮你报了仇 杀了苏文才 那个禽兽 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你了 苏文才的声音从床上传来 床下 小侯爷紧紧地抱着怀里的郊躯 小侯爷紧紧地抱着苏颖 仿佛要用尽全身的力气 几息后 他感觉到了一阵虚脱 苏颖的郊躯也站立了一下 两人依旧相拥着 一动不敢动弹 也不知过了多久 大床上便传来李子豪中软秀鹅的呼噜声 放手 苏颖轻轻推开他 钻出了床底 他立刻跟着钻了出去 叫上了衣柜中的红莲 三人翘无声息地出了房间 房间外还有一个人 正是阿虎 阿虎跟苏颖比他们早来一步 之前小侯爷跟红莲来时 阿虎就已经发现了他们 只不过一直躲在暗处望风 没有现身 走 四人来到院墙边 阿虎一纵身 像炮弹一般 直接飞过了院墙 苏颖脚尖一点 轻松落在院墙之上 然后飘身跳出院外 这女人会功夫 季怀安心中一惊 想到刚刚的事 不由一阵后怕 少爷 快点上来 红莲上了院墙 朝他伸出小手 两人跳出院外时 苏颖 阿虎并没有走 而是在外面等他们 你跟我来 苏颖说着走到远处 季怀安跟了过去 月光下 苏颖俊美的脸蛋 像是喝醉了酒 泛起了一片潮红 可 苏小姐 刚才 闭嘴 今晚的是 如果你敢乱说半个字 我割了你的舌头 苏颖警告道 可 我不会乱说的 接下来 你打算怎么做 他问 刚刚李子豪的话 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苏文才正是他所杀 至于原因 两人也都猜得八九不离十 这是我们苏家的事 我自会处理 无需你操心 苏颖说完不再理他 带着阿虎离去 少爷 苏小姐已经走远了 红莲来到了他的身边 季怀安收回目光 点头道 回府 此时已是深夜 两人踏着月色往回走 一刻钟后 两人回到了房间 打点水来 我歇歇 少爷 已经很晚了 要不明天再洗吧 黏糊糊的 不洗不舒服 难道少爷 在床下把苏小姐那个了 想到之前在衣柜中 听到的那些声音 红莲翘脸发烫 深夜 继府书房还亮着灯 老侯爷坐在书桌边看书 福伯走来禀报 侯爷 小少爷已经回来了 老侯爷放下书 问 苏家大小姐呢 回了苏宅 苏文才的案子 也有了眉目 哦 说来听听 福伯将苏颖 小侯爷对李子豪的调查 详细说了一遍 接着又补充了一些 他的调查结果 苏文才来到扬州城之后 曾在李府住过一晚 那晚两人 喝得鸣顶大醉 苏文才借着醉酒 对李子豪之妻 行了不轨之事 案发那晚 苏文才离开七凤居之后 又去了李府 想要再次侵犯李夫人 不过那晚并未得逞 被李子豪阻止 并赶了出来 苏文才回去的路上 被李子豪追上来杀害 福伯从红莲汇报上来的信息 加上对李府的调查 得出的结果 跟实际情况 几乎丝毫不差 若不是小侯爷 此案还真不好查 福伯说完 笑迷迷地补充道 如果不是小侯爷拿出那条丝巾 很难查到李子豪身上 老侯爷哼了声 他只是运气好罢了 小少爷还是很聪明的 福伯夸赞 有点小聪明 就是用不对地方 侯爷 苏家会怎么做 李家少爷怕是保不住了 这是 咱们就不操心了 福伯点了点头 又道 侯爷 夜深了 早点休息吧 年纪大了 叫少 睡不着 老侯爷端起茶水喝了一口 福伯知道 老侯爷睡不着 是在幽绿皇帝老儿下江南之事 次日 小侯爷一觉睡到五十方才醒来 起床时 床边站着一个人 并非红莲 而是赵雪 怎么是你 红莲人呢 奴婢不知 是红莲姐让奴婢再次伺候 季怀安下了床 赵雪立刻替她更衣 她偷偷打量着赵雪 自从这丫头决定留下来之后 变得十分乖巧 可以说是言听计从 她怀疑 现在将这丫头推倒 估计也不会反抗 赵雪低着头 帮她系着腰带 她一抬赵雪的下巴 给少爷我笑一个 赵雪愣了一下 然后强颜一笑 笑得比哭还难看 少爷 对不起 不用跟我道歉 既然决定好好活着 就要让自己活得开心线 天天苦着一张脸 少爷我不喜欢 奴婢知错了 人生苦短 要像少爷一样 及时行乐才对 赵雪翘脸一红 在她听来 小侯爷口中的及时行乐 无非就是那点事 片刻后 赵雪刚帮她梳妆完毕 红莲快步走了进来 死丫头 一大早的 你去哪了 去前厅看了看 看什么 看苏家大小见 纪怀安一愣 喜道 她来了 来了 正在跟侯爷辞行 红莲笑道 你怎么不早说 少爷没给机会 赵雪看着小侯爷 跟红莲一边斗着嘴 一边跑出了房间 不知为何 竟有些羡慕起来 纪府大门口 福伯将苏颖 阿虎两人送到了门外 苏小姐慢走 苏颖点了点头 看了眼大门深处 转身走去 走了几步之后 她又不自觉地 回头看向侯府的大门 小姐 你是想见小侯爷吗 阿虎开口道 苏颖急忙解释 这次如此顺利 小侯爷帮了不少忙 咱们应该倒升些才对 那刚刚在侯府 小姐为何不说 你话真多 要不要再回去一趟 不必了 走吧 苏颖收回目光 缓步走去 阿虎跟在她身侧 阿虎 你觉得纪府的小侯爷如何 苏颖突然发问 世人皆知 她是扬州城第一顽固 阿虎回答道 苏颖摇了摇头 吐出四个字 世人多余 她刚说完 一道熟悉的喊声 从背后传来 苏小姐 苏颖脚步一顿 停了下来 小侯爷追了过来 看着一袭长裙的背影 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如果不是旁边的阿虎 她甚至怀疑自己认错人了 苏颖缓缓回过身 此时她已换上了女装 一根朱钗竖着 未出格女子的发际 双眉如画 眸青似水 一袭淡雅的素裙 衬托着修长的身姿 端庄美艳 英气逼人 你是 苏小姐 近淮安看呆了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苏颖玩耳一笑 才几个时辰不见 就不认识了 想到昨夜的是 她的俊美的脸颊上 泛起一抹红韵 苏小姐换上了女装 实在是惊为天人 我确实差点没认出来 小侯爷 我是来辞行的 今日就走 现在就走 那我送送你 苏颖犹豫了一下 点了点头 两人边聊着边走 很快便来到了南城门 苏家的几名护卫骑着马 还赶着一架马车 在城门口等候 纪怀安撇了眼马车 正好一阵风 将马车的窗帘吹开 他看到马车中 放着一具棺材 还有一个五花大绑的男子 正是李子豪 小侯爷 留步吧 苏姑娘 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有缘自会相见 纪怀安凑到苏颖耳边 小声问 今天的女装 是特意为我穿的吗 小侯爷的脸皮之后 本小姐平生紧见 也就是说 印象很深刻 忘不掉了 莫要自恋 后会有期 苏家大小姐说着 从一名护卫手中接过缰绳 潇洒地翻身上马 驾 苏颖一打马 驰骋而去 几名护卫驾着马车 紧跟在后面 第37章 断梁 苏颖将苏文才的尸体 带了回去 同时悄无声息地 抓走了李子豪 几天后 苏文才之死 被定性为抢劫杀人 韩之府从牢里 提了一名死刑犯 当作凶手处决了 就此结案 这样处理 显然是苏家的意思 苏文才所做的两件丑事 不论是强暴李子豪之妻 还是勾结 孙秀才迷奸赵雪 都不能传出去 因为苏家要脸面 不过结案是一回事 凶手苏家 自然也不会放过 李子豪被秘密带走后 李家想尽办法营救 甚至几次 来到祭府求见老侯爷 想让侯爷出面帮忙 但都被老侯爷拒绝了 老侯爷可不想 趟这趟浑水 苏盈走后 小侯爷的生活 又变得腐朽 而又堕落起来 早上锻炼完之后 他便躺在椅子上晒太阳 赵雪蹲在旁边帮他捶腿 秀儿在一旁伺候着茶水 还准备了一些水果 少爷 吃葡萄 秀儿将一颗葡萄 喂到小侯爷嘴里 少爷 甜吗 甜 不过还是秀儿你的小葡萄 更加可口 我的小葡萄 小丫鬟显然没听明白 季怀安偏了眼秀儿 微微鼓起的胸脯 猥琐一笑 貌似还没成爽 接着他又看向 蹲在一旁的赵雪 赵雪穿着一件墨胸裙子 御风耸立 勾壳若隐若现 这丫头的明显成熟多了 他偷窥着 拿起一颗葡萄 送到赵雪嘴边 仰头 张嘴 赵雪看了他一眼 乖乖地仰起头 张开性感的小嘴 看着赵雪白皙的勾壳 他脚侠一笑 稍稍移了下位置 一松手 葡萄直接落入抹胸之中 顺着沟壳滑了下去 被冰凉的葡萄一袭 赵雪胶躯一颤 见小猴爷一脸猥琐地笑着 他气得一张口 对着小猴爷的手指 狠狠咬了下去 啊 小猴爷痛得呲牙叫了一声 赵雪 你大胆 快松口 笑儿又急又气 赵雪松开牙齿 伸手从胸前的沟壳中摸出葡萄 一把塞进小猴爷的口中 看着旁边的秀目瞪口呆 奴婢去浇花 赵雪说着 起身走了 这丫头还是这么泼辣 小猴爷看了眼手指上的牙印 摇了摇头 不过嘴里的葡萄味道 似乎有些不一样 少爷 他太没规矩了 你也不说说他 笑儿 不用理他 来 少爷为你吃葡萄 他将嘴里的葡萄吐出一半 对象笑儿的小嘴 恶心 一个身影突然出现在他身边 一巴掌按在他的嘴上 直接将葡萄拍进他的口中 他一口咽了下去 红莲姐 你讨厌 被红莲坏了好事 红莲没有理小丫鬟 冲小猴爷道 少爷 猴爷有请 纪怀安老脸一红 站起身整了整衣服 副手走去 书房 老猴爷正在翻看着账本 福伯站在一旁 跟猴爷聊着账务 爹 孩儿来了 福伯好 纪怀安走进打招呼 坐吧 老猴爷头也没开的说到 他坐到桌边倒了杯茶 边喝边等着 片刻后 老猴爷跟福伯聊完 放下账本 朝他看过来 还有几个月就要成家了 有什么打算 打算 什么打算 纪怀安有点猛 忙问 不知爹说的打算是 等成家了 你要承担起一个男人的责任 难不成你想让老子养你一辈子 老猴爷说着 瞪了他一眼 便宜老爹不养我了 我穿越过来 还没享受过几天好日子呢 老猴爷一定是开玩笑的 他心里直打鼓 不知道老猴爷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最近福利开销有点大 从今天开始 你院子里所有的支出 你自己负责 我刚刚已经跟福伯说好了 账房不再给你那边月钱 纪怀安愣了一下 急道 爹 那怎么行 怎么就不行了 老猴爷怒道 看见老猴爷犀利的眼神 他忙解释道 爹 那么多丫鬟 我拿什么养活他们 养不起就卖掉几个 留那么多干什么 老猴爷没好气的说 爹 我去哪里赚银子 好歹给我点时间准备啊 他想了想 舔着脸笑道 爹 要不您给我点银子 让我创业 做生意 随便给个几十万两就行 想他前世 小王创业 老王随手 便给了几个小目标 自己要个几十万两 不过分吧 几十万两 你还做个鸡毛生意 老猴爷吼道 十几万两 要不几万两也行 你不是从信素的手里 抢了一千六百两吗 拿去做生意 当本钱足够了 爹 好了 就这么定了 你给老子记住 如果再敢偷府上的东西去卖 老子打断你的狗腿 爹 您多少得给个几万两 滚 福伯在一旁憋着笑 看到小猴爷被赶了出去 才开口道 猴爷 真的要给小少爷断粮啊 他已经不小了 不能再由着他胡来 必须断 小少爷没赚过钱 我怕 不让他吃点苦头 他永远长不大 记住 这次只要他没饿晕过去 都不准帮他 是 侯爷 福伯应道 纪怀安回到东乡院 将所有人全部召集起来 除了他跟红莲外 还有八个丫鬟 包括赵雪 秀儿在内 一共正好十个人 这八个丫鬟 平时的工作主要是 洗衣 做饭 打理花园 打扫卫生的 工作还是比较轻松的 红莲 平时咱们一个月 在账房领多少银钱 他问 正常是八十两 不过每个月都超支 大概在一百两左右 红莲回答道 一百两 平均一个人 就是十两银子 他正心算着 红莲补充道 少爷每个月 要用掉九成左右 记怀安 红莲继续 这还不包括几位夫人 给的补贴 特别是九夫人 每个月会给三四十两左右 这些钱都花完了 他忍不住问 根据红莲所说 他自己每个月 要花掉一百五十两银子左右 换做前世 就是三十万块 听上去似乎不算夸张 肯定比不上前世的小王 但这个时代的消费 跟前世没办法比 前世有很多奢侈品可以消费 像跑车 名表 游艇 甚至私人飞机等 这个世界根本没有 那么高端的奢侈品 最贵的消费 也就是逛青楼 每个月都花得干干净净净 红莲回答 我都干啥了 他问 吃喝完饿占了大头 少爷平时出手阔绰 打赏也很多 特别是在喝花酒的时候 每次去醉花楼的支出最大 一次便花掉几十两 第三十八章 做生意 听完红莲的回答 纪怀安有点头大 他想了想问 如果不算我的支出 养活你们一个月 需要多少银子 包括打理院子里的 这些花花草草 如果不买名贵的花草 一个月十几两银子就够了 红莲答道 这些丫鬟都是买进府中的 工钱 平时支出也就是些吃喝 花不了多少钱 不过小侯爷 对手下的丫鬟挺大方 经常会打赏些银子 跟着小侯爷 除了偶尔有被推倒的风险之外 其他方面都还不错 一个月十几两银子不算多 他稍稍松了口气 少爷问这些干什么 红莲不解地问 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 从这个月开始 咱们要自己自足了 以后账房不给咱们发钱了 不过你们放心 少爷我会赚钱养你们的 他说完本以为 这些丫鬟会很担心 结果发现 谁也没当回事 因为小侯爷被断粮 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每次只要钱花完了 小侯爷去找酒夫人一哭诉 银子便重新发了下来 根本不用担心 不过这一次 纪怀安感觉 老侯爷是认真的 另外 他也想找点事做 自从穿越到这个世界后 天天不是晒太阳 就是四处闲逛吃喝 有些太过无聊 这个时代 除了逛青楼 喝花酒 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 找点事消遣一下也不错 自己好歹也是穿越而来的 赚钱很难吗 他立刻让丫鬟们散了 带着红莲回到房间 从柜子里翻出一打银票 正是他从苏文才手中 抢来的一千六百呀 有这些本钱 赚钱还不容易 回头让老侯爷大跌眼镜 他心思着黑黑一笑 带着红莲出了侯府 百花街是扬州城 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道 离寿西湖 最花楼都很近 七凤居便坐落在这条街道上 出了侯府 他带着红莲 静置来到了百花街 少爷 你在找什么 红莲见小侯爷左顾右盼 忍不住问 找个店铺 纪怀安说着停下脚步 打量着面前的一座茶楼 问 这间怎么样 少爷 你要喝茶 喝什么茶 我要买下来 做生意 这个时代想赚钱 无非就是开店铺做买卖 少爷 你说真的 红莲一脸惊讶 当然是真的 不赚钱 怎么养活你们 进去看看 他拉着红莲走进茶楼 茶楼很宽敞 共有三层 位置也是极好 正好位于十字路口的 一个大拐角 十分敞亮 或许是时间尚早 喝茶的人并不多 纪怀安转了一圈后 找了张桌子坐下 让小二去将掌柜叫过来 能在这条街开店的 谁不认识这个扬州城 第一顽固 掌柜小跑着过来 满脸对笑道 小侯爷大驾光临 蓬壁深辉 今日小老做东 快去给小侯爷 七壶最好的西壶龙井 小侯爷很少来喝茶 即便来 也不会独自一人 掌柜不知道 小侯爷想干什么 心里有些忐忑不安 掌柜 你这店铺位置不错 我要了 掌柜双腿一软 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这座茶楼是小老的命根子 求小侯爷开恩呢 掌柜 我的意思是买 小爷 我又不是强盗 纪怀安郁闷地解释道 买 跟墙有啥区别 掌柜哭丧着脸 继续哀求 以后小侯爷的茶钱 小老全包了 还请小侯爷放小老一马 红莲 这座茶楼大概值多少钱 他问 应该不低于七八百两 红莲回答道 他扁了点头 直接从怀里数出八百两银票 拍到桌上 掌柜 你这茶楼生意也不怎么样 赚不到什么钱 八百两卖又不亏 掌柜看着桌上的银票 眼睛放光 八百两确实不亏 而且还有赚 即便亏一点 他敢不卖吗 接下来变简单了 双方签了买卖契约 掌柜将房契交给了他 这栋茶楼便是他的了 少爷 以这座茶楼的生意 想赚回本钱 怕是要十来年 每月营收 怕是连少爷都养不活 红莲愁眉不展道 谁说少爷 我要开茶楼了 纪怀安嘿嘿一笑 少爷打算开什么店 红莲好奇地问 扬州城很繁华 但主要生意也无非就是 布庄 茶庄 饰品店 胭脂水粉 茶楼 酒楼 客栈 点档行 还有糕点类的食品店 这些店铺 也都已经趋于饱和了 赚点小钱没问题 想赚出少爷每月的开销 根本不可能 要想赚大钱 就要做点特别的生意 他说道 什么是特别的生意 红莲问 他神秘一笑道 有些商品只能卖一次 做这种买卖 只能赚些小钱 有些东西可以重复卖 这种生意才能赚大钱 还有能重复卖的东西 红莲陷入思考 这时 伙计已经将茶缝了上来 他端起来喝了一口 少爷 你不是想开青楼吧 扑 小侯爷将刚喝下的茶水 一口喷了出来 这丫头很灵性啊 青楼的姑娘 的确可以重复卖 他擦了下嘴角的茶水 坏笑道 开青楼也算是门好生意 就是姑娘不好找 不过咱们院子里的丫鬟 倒是用得上 红莲面色一寒 我开玩笑的 你们都是我的人 少爷我可舍不得 少爷 你到底要干什么 明天你就知道了 我们先回府 两人回去后 小侯爷一头钻进了书房 还神神秘秘地 关上了书房的门 谁也不让进去 次日一早 小侯爷顶着个熊猫眼 走了出来 把红莲和一众丫鬟吓了一跳 少爷 你昨晚一夜没睡 红莲担忧地问 瞇了会儿 他说着打了个哈欠 红莲见他手中 拿着一张长长的卷纸 疑惑地问道 少爷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少爷 你昨晚是不是在做诗 最近城里到处都在传 少爷的诗作 好像很有名呢 少爷写的什么诗 给我们看看 纪怀安想了想 将手中的纸递过去 几个丫鬟展开看着 每日新闻 4月7日 公子榜排名第三的苏文才遇害 娱乐八卦 某某小姐与某某男子偷情 脑筋急转弯 合上打伞 猜一成语 农夫养了石头牛 为什么只有十九只脚 这边还有 诗词欣赏 这边还有 广告页面 什么是广告啊 红莲看着展开的大纸张 上面还写着密密麻麻的字 一脸好奇 这是什么 纪怀安伸手一刮红莲的鼻子 笑道 这叫报纸 第39章 江南新报 纪怀安想做的生意 是半报刊 大气国繁华复述 文化昌盛 读书人很多 即便是普通人 大多也都识字 大字不识者 会被人耻笑 江南地区 连农夫也都识字一箩筐 他思索过半报的可行性 首先 识字的人多 阅读基数不成问题 其次 这个时代缺乏娱乐活动 轻楼普通人消费不起 才子们也不可能天天去 阅读是这个时代 最廉价的消遣方式 最后 这个时代的纸张 印刷术 都已经达到了印刷报纸的条件 所以 半报完全可行 当然 也有几个问题比较麻烦 就是内容生产 他仔细想过 定制好几个版面 找一些读书人 按照模式创作就行 应该不算太难 江南最不缺的 就是会写文章的读书人 报纸 有什么用 此时红莲还是一头雾水 当然是拿来卖啊 他笑道 少爷 和尚打伞 是什么成语啊 一个丫鬟 看着报纸上的谜语 想不出来 急得抓耳挠塞 无法无天 他随口回答 无法无天 丫鬟想了半天 突然笑喷出来 这张报纸上 大部分内容是他瞎写的 主要是弄出个模板出来 要想做生意 首先得计算一下成本 有了模板 才好计算 他收起自己制作的报纸 带着红莲 去了官府的书房 书房是专门负责 印制书籍的地方 大七国对印刷书籍 是有管制的 虽然私人可以印制 但需要从官府手中 取得资质 目前市面上 进办的书籍 都是由官府印制的 来到书房 他将最有经验的 印刷将叫了过来 且不说小侯爷的身份 仅仅是知府大人的女婿 书房的人就不敢怠慢 很快 一个干瘦的小老头 快步走来 老头已经年近五旬 但精神饱满 小侯爷 不知何事找小老 老头紧张不已 你叫什么名字 回小侯爷 老朽性格 单名一个亲子 哥老 你帮我看看 这个能不能印刷 他将自己制作的报纸 展开给葛庆看着 葛庆没见过报纸 满脸好奇 在仔细翻看了一遍后 点头道 能印制 不过需要准备特定的纸张 印刷一份 大概需要多少钱 他问 这么大的一张纸 字又多 加上印料 人工 葛庆说着心算了一下 道 大概需要二两银子 二两银子 相当于钱是四千块了 印刷成本还是相当高的 而且 这还是在借用书局的资源的前提下 当然 这是一张的价格 印得多 便会分摊掉大部分成本 他想了想 又问 如果我开个书方 自己配置印刷工具 招用人手 印制三千份 大概需要多少成本 包括所有材料 人工在内 葛庆愣了一下 回到 容小老儿仔细算一下 旁边的人拿来纸笔 葛庆仔细算了又算 最后给了一个答案 三十两银子左右 分摊下来一份报纸 需要二十文钱 大七国 一两银子等于一千文 一文钱能买一个肉包子 约等于钱是的两元钱 二十文钱 相当于钱是四十块左右 差不多是大七国普通百姓 一两天的生活费 成本依旧太高了 不过这个成本 已经很难大幅下降了 因为纸张就占了一半多 一张四开业的报纸 纸张价格就需要十文钱往上 由印约二文钱 这个基础成本是降不掉的 如果印制五千份 单价能分摊到十五文左右 这还没算生产内容的成本 这个时代的书籍价格很贵 一本书差不多要二百至三百文的价格 一份报纸卖三十文 应该不难卖 纪怀安想了想 葛老 你在这里的月份多少 五两银子 葛老忐忑不安地回答道 月入过万了 纪怀安有些惊讶 不过书方在大七国属于高端行业 葛老在书方干了几十年 属于最资深的工匠 这个价格倒也不奇怪 一般的工匠月薪也就二两银子左右 以后跟着我干 月份十两银子 你再帮我找几个人 工钱全部翻倍 他要的是能立马开工干活的人 直接从书方挖人最合适 很快 葛老便帮他找了几个工匠 他怕这些人不放心 还提前预付了一个月的工钱 正好四十两银子 接着他又马不停蹄地去了烫造纸局 按照要求订购了一万份私开业的报纸 因为他买得多 加上小侯爷的身份 单价算成了九文一张 又花掉了九十两银子 回到茶楼后 他又招募了十名穷酸秀才 月薪三两银子 共计三十两 接着开始培训这些秀才 如何写新闻 茶楼也开始重新装修 三楼布置成了办公室 让秀才们写文章 二楼负责印刷 一楼大厅负责展示 宣传 售卖等 他在三楼给自己留了一间办公室 门上挂了个主编的牌子 有钱好办事 十天后 茶楼装修完毕 他给报社取了个名字 江南新报 并定制了一个巨大的广告牌 竖在楼顶 几乎整条街都能看到 又过了五天 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 第一份报纸终于出炉了 随着鞭炮声一响 江南新报正式开门营业 次目的广告牌 加上奇怪的名字 谁也搞不清 这家店铺卖什么 立刻吸引了一大批人涌了进来 连报社的两个大门 都被围得水泄不通 小猴也没有出面 让葛老暂任掌柜置之 大厅内 葛老拿着报纸 向众人解释道 此物交报纸 上面有最新发生的大事 还有诗词文章 娱乐八卦 大厅里的报栏边 很快便围满了人 新闻 江南起案 苏文才致死 娱乐八卦 胭脂榜最新排名 每日一笑 冲冠一怒为红颜 红颜一笑为了钱 脑筋急转弯 有两个人 一个向西 一个向东 背对背站着 他们要走多远才能见面 下期公布答案 看着这些人 看得津津有味 葛庆提着的心放了下来 小猴也弄的这个报纸 似乎挺有吸引力的 掌柜 把书做成这样 很容易损坏的 就是 这么大 翻阅也不方便 不过内容真的好有趣 掌柜 这个报纸多少钱一本 三十文一份 葛庆忐忑地答道 四周众人全都愣了一下 他们在心里本能地将报纸 当成了一种新奇的书籍 一本书的价格 需要二三百文 三十文 难免给人一种很便宜的错觉 给我来一本 我也要一本 报社三楼 纪怀安正在审阅 修改着下一期的导件 按照现在的内容生产速度 一个月最多能出三版 有些慢 不过等熟悉一段时间后 一个月出四版不成问题 算是周报 少爷 我给你算了笔账 坐在对面红莲突然开口道 什么账 他问 印刷工匠一个月四十两工钱 写文章的秀才 一个月三十两工钱 一万张纸九十两 油墨十两 房租按照最低十两算 平均每份报纸成本十八文 一份卖三十文 每个月要卖掉六千张报纸 才能回本 红莲说完 盯着小侯爷看 在他看来 一个月卖掉六千张报纸 根本不可能 肯定会赔死 纪怀安听完愣了一下 笑道 那咱们发财了 按照周报发行 一个月四份 每份只要卖出一千五百张 便能回本 扬州城是一座大城 有五十多万人口 只要有千分之三的人购买 就能回本 况且 只要报纸活起来 根本不需要靠卖报纸赚钱 第四十章 风靡全程 卖报 卖报 出大事了 公子榜排名第三的苏公子惨死 迷暗揭晓 娱乐头条 胭脂榜排名要变更了 江南新报 快来看一看 瞧一瞧 小鬼 给我来一份 三十文 谢谢爷 街道上 一个十来岁的小孩收了钱 兴高采烈地继续吆喝起来 一日之间 整个扬州城的大街小巷 都穿梭着卖报纸的小朋友 卖掉一份报纸 可以提升一文钱 这简直就是小朋友们的最爱 不仅是小朋友 不少大爷大妈也参与其中 苏文才中了邪 被女鬼锁迷 次日被女鬼吸干精血 伸手一触 这个叫九斗的是谁 简直胡说八道 我觉得有可能 不然深更半夜 苏公子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大街上 胭脂榜最新排名 醉花楼度娘高居榜首 诗云 云响衣长花响容 春风伏剑鹿花农 若飞群玉山投剑 会向摇台跃下风 好诗 但不可能是小侯爷写的 我听说这首诗是小侯爷买的 不是买的 我有小道消息 此诗乃是状元郎 驸马爷所写 原来如此 难怪 酒楼里 一名察客看着报纸 突然大笑起来 哈哈 我想到了 一惊一乍的 你想到什么了 你看这个脑筋急转弯 什么书买不到 答案我想到了 四周众人全部侧耳倾听 答案肯定是一书 不过三天 江南新报的名声 便传遍了扬州城 街道 茶楼 客栈 酒楼 到处都能看见手拿报纸 高谈阔论的男女老少 甚至连青楼也不例外 醉花楼 花魁娘子的房间 度娘身披 青衫站在窗边 晚霞印照着她玲珑浮屠的身姿 美艳迷人 小姐 按照时间推算 快则下个月 狗皇帝就会到达江南 桑妈妈站在身后说道 会来扬州城吗 根据陶先生传来的消息 狗皇帝带了纪书妃随行 所以一定会来扬州城 度娘转过身 一脸冰冷地问 准备得如何 大少爷收到了消息 已经再赶回来的路上 咱们这边全部准备妥当 万事俱备 只等狗皇帝到来 桑妈妈说着 看了度娘一眼 面露难色 小姐 按照计划 你的风险太大了 不必顾及我 只要能杀了狗皇帝 在所不惜 桑妈妈咬牙点了点头 两人聊了几句后 桑妈妈离开了房间 不一会 凭儿兴冲冲地拿着一份报纸 跑了进来 小姐 这块看看这个 这是什么 度娘好奇地问 小姐 这叫报纸 你看看这里 写了小姐你呢 凭儿兴奋地指着一个标题 度娘接过来仔细一看 指尖上面写着 最新江南美人榜排名 最花楼度娘子 位居榜首 韩府千金韩依依 紧随其后 江南苏家 大小姐苏颖 跌至第三位 唐家唐灵跌至第四位 小姐 你现在已经是江南第一美人了 度娘好奇地将整张报纸翻看了一遍 若有所思地问 这东西哪来的 这是一个公子落下的 街上到处都在卖呢 店铺就开在百花街上 是新开的 什么店铺 叫什么 小丫头指着报纸头版上 写几个大字道 就叫这个江南新报 好奇怪的名字 度娘想了想 又问 店铺是谁开的 平儿摇了摇头 不知道 掌柜是一个性格的老头 听说是个印书匠 派人去查一下 好 侯府 花园凉亭 老侯爷拿着一张江南新报 看着 表情时而轻松 时而沉眉 时而眉开眼笑 福伯在一旁伺候着 扮上 老侯爷才放下报纸 问 这东西叫 叫报纸 福伯答道 写苏文才名案的那个九斗是谁 那篇是小少爷写的 老侯爷一愣 为什么叫九斗 少爷说他比才高八斗 还要多一斗 故而自称九斗 福伯笑着答道 臭飙脸 老侯爷笑骂着 又问 大半个月 他就弄出这么个东西 侯爷 我仔细研究过 这东西 报纸 很有意思 都是些小孩子的玩意儿 能赚银子才行 这一份卖多少钱 老侯爷问 三十文 福伯回答 这不得亏死 老侯爷皱起眉头 印得多 成本不高 按照一万份算 成本也就十五六文钱左右 一份还能赚十几文 一万份 老侯爷嘴角一抽 忙问 好卖吗 三天 卖了三千张 老侯爷手一抖 茶杯差点丢了出去 福伯又补充道 第一天卖了四百张 第二天卖了一千张 昨天卖了一千六百张 今天还没统计出来 应该会更多 小侯爷 今天卖了两千三百份 咱们印少了 要不要增加人手 多印一些 报社三楼主编办公室内 葛庆满脸堆笑地汇报着 纪怀安想了想 摇了摇头 不用 每天能印出两千五百份就足够了 他算了下 销量差不多到峰值了 这两天应该会下降 第一期还能卖两三天 后天开始印刷第二期 他叮嘱了一些具体事宜 葛庆领命离开 纪怀安看着在一旁发呆的红莲 笑问 这生意怎么样 四天卖了五千三百份 差不多回本了 这生意能做 红莲答道 他刮了下红莲的鼻子 嘿嘿一笑 岂只是能做 咱们要发财了 根据现在的估算 一期报纸 至少能卖出八千份 一个月出四期内容 就是三万两千份 零头抹掉 按照三万份计算 一个月能赚三百六十两银子 去掉销售 和一些其他环节产生的费用 一个月卖报纸 就能净赚三百两银子 等报纸火了 就可以开展广告业务了 到时候才是赚大钱的时候 走 去给外面那些酸秀才上课 小侯爷走出主编办公室 外面格子间的秀才们 一个个紧张地站起来 大家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 我给你们讲讲 如何写新闻 小侯爷说着 走到一块黑板前开始讲课 红莲见怪不怪地 站在一边等着 时间 地点 人物 事件 每篇新闻报道都要写清楚 标题要简洁 富有吸引力 可以适当夸大其词 这叫标题党 写新闻版的 要紧追热点事件 以后凡是七天之前发生的时 就不要再写了 写故事版的 要编写有心意的 能激发读者情绪的 写诗词的 要加上名人点评 写笑话的 先让别人看看 不能把人逗笑 别往我这边叫 第41章 公子榜第一 祭府 东乡房 叔父 小侯爷躺在浴池中 红莲在蹲在他的身边 帮他揉着肩膀 一连大半个月 天天审稿 逮稿 很是疲惫 这样不行啊 自己是爱享受的 不是来劳累的 得培养个人 接替自己的工作 一刻钟后 他泡完早出了浴池 红莲帮他擦干了身子 披上了睡袍 来到床边 他一头倒在床上 呼呼大睡 红莲眼中 闪过一丝失落 少爷是嫌自己小吗 想当那叶少爷 帮他按摩小馒头的情形 他羞得面红耳赤 总想这个 不害臊 小丫头回到隔间 蒙头大睡 四日一早 两人如往常一样 一个跑步 一个练剑 吃完早饭后 小侯爷没有出门 躺到椅子上晒太阳 今天不去报社 红莲好奇地问 劳逸结合 今天休息 小侯爷眯着眼答道 这段时间 两人每天起床后锻炼 梳妆 吃早饭 然后一起去报社 晚上一起回来 搞得跟朝九晚五上班一样 目前第二版稿件 已经基本定了下来 第三版内容 那些酸秀才还在写 可以趁机休息一下 赚钱不容易啊 他感叹着 很快 秀儿端着茶水过来伺候了 少爷 喝茶 秀儿 将茶水味到他嘴边 好喝 香 他喝完砸了砸舌 少爷 舒服吗 小丫头蹲在他旁边 帮他捏着小腿 舒服 赵雪那丫头呢 他问 少爷 赵雪天天偷懒 你得说说他 谁偷懒了 赵雪走来 正好听到秀儿 打自己的小报告 不满的哼了声 你就是偷懒了 从早到晚拿着报纸看 好多活都没干 秀儿绝嘴说道 你懂什么 我是给少爷帮忙 赵雪说着 将手中的报纸 递给小侯爷 哦 里面有很多错误 我都标注出来了 你看看 计怀安愣了一下 结果报纸看了看 只见上面被圈了很多地方 有些是错别字 有些是语法错误 甚至还写了一些建议 这些建议很有想法 看完后 他的眼睛一亮 猛地站起来 有些惊讶地打量着赵雪 你读过书 以前上过私塾 会写文章 会写一点简单的 跟我走 他一把拉着赵雪 带他出了院子 红莲自然跟了上去 讨厌 秀儿嘟纳着小嘴 气得一跺脚 一个钟后 他拉着赵雪 来到报社三楼的主编办公室 将赵雪 按在主编的椅子上 你今天的工作 就是仔细检查一下 这些文章 他将第二版的 一打厚厚的稿件 摆到赵雪面前 检查些什么 赵雪问 就跟这张报纸上的一样 错误 语句 如果有想法 也可以进行修改 好 赵雪拿起第一份稿子 开始认真地检查起来 他发现 这丫头看文章初期的专注 而且表现得十分有兴趣 最重要的是 这丫头很有天赋 捡到宝了 他看了眼 专心致志的赵雪 拉着红莲悄悄地走了 稿件很多 没必要在旁边等着 两人出了报社 在街上闲逛着 不自觉地逛到了 寿西湖边的醉花楼 自从那晚之后 他便没有再来过醉花楼 毕竟拥有一个 现代人的道德观 他感觉那晚 自己犯了罪 对女人用墙 在前试试大罪 也是罪被人瞧不起的 如果杜娘是一般的 青楼女子还好 但杜娘是花魁 卖一不卖身 那晚还是第一次 红莲见他看着醉花楼 神色古怪 小声道 想进去就进去 不用憋着 纪怀安一脸黑线 不过红莲说的没错 最近这段时间禁欲 加上天天锻炼 身体明显强壮多了 这丫头天天贴身伺候 对他某些地方的举动 很了解 可以说是鸟 如指掌 所以知道他在憋着 咦 小侯爷 真的是你 好巧 小侯爷寻生一看 白白胖胖的 钱多多满脸 带笑的走了过来 还真巧 每次都能碰上 这个小胖子 东良兄 你每天都来吗 他笑问 每天来谁受得了 今晚醉花楼有活动 能见到杜娘子 当然要来凑凑热闹 什么活动 他好奇地问 小侯爷你不知道 对花莲啊 若是赢了 说不定有机会一清方泽呢 钱多多猥琐地笑了笑 听到钱多多这样说 他一皱眉 很想给这小胖子一巴掌 自从那晚之后 在他心里 杜娘不再是那种青楼女子 这些猥亵杜娘子的话 让他感觉到很适不适 走 今天我做东 钱多多拉着他 进了醉花楼 大厅里人很多 不到五十 几乎已经坐满了 中央的好位置 一桌都没有了 两人 只能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 还如之前一样 钱多多要了一桌韭菜 四个陪酒姑娘 怎么这么多人 他问 小侯爷 自从你上次给杜娘子 写了那首诗之后 醉花楼就火了 杜娘子已经排到了 胭脂榜的榜首 每天都有很多江南才子赶来 就为了一睹江南 第一美人的风采 今晚对花莲 能见到杜娘子现身 所以大家都早早地赶来了 若是来晚了 就没位子了 钱多多侃侃儿谈着 他打量了一下四周 发现确实有不少生面孔 其中一名男子 引起了他的注意 男子就坐在大厅边缘一桌 独自一个人 而且没有点姑娘做陪 看上去不像是来找乐子的 他仔细观察了一下 这名男子身穿景衣 面如关玉 见眉心目 一张清秀而淡漠的脸颊 俊美的布书之前 女扮男装的苏义 不会又是女扮男装的吧 因为隔得有些远 他无法确定 他一直盯着对方看 对方似是发觉了一般 给了他一个冰冷的眼神 咦 唐公子来了 看来今天的对花莲飞 唐公子莫属了 听到钱多多的声音 他顺着小胖子的视线 看向大门口 只见一名俊俏的男子走了进来 男子身高六尺 一袭白衣 手直折扇 精美的五官如刀刻一般 一头长发随意地散披着 双目深邃 俊俏之余又略带邪魅之色 季怀案的脑海中 立刻浮现出男子的资料 唐义 自无双 江南唐家的大公子 公子榜排名第一位 莫上人如玉 公子是无双 用来形容唐义 再合适不过了 小侯爷失神地看着唐义 不禁有些嫉妒起来 唐义的容貌放在前世 可以男女通吃 第四十二章 鬼才钱多多 江南有两大世家 苏家与唐家 这两大世家完全不同 苏家的势力在朝中 当官的多 唐家的势力在江湖 所建立的唐门 乃是江湖八大派之首 目前的公子榜排名 苏家的大公子苏旺叔排在第二 唐义凭借着文武全才 力压苏旺叔排在了榜首 另外 唐义还有着江南第一美男子的美誉 这样的一个男人 无论哪一方面都太过出色 令人极度也在所难免 唐义手摇着折扇走了进来 嘴角擒着一丝放荡不羁的微笑 唐公子 久仰 唐公子 好久不见 唐公子 别来无恙 看见唐义进来 一个个公子哥起身打招呼 人气之高 令人羡慕极度 唐公子 已经没有位置了 若是不嫌弃 可以我们同桌 唐公子 我这边宽敞 坐在中心区域的公子们 纷纷发出邀请 唐义向其他人告了个罪 选了靠近舞台中央的一桌坐下去 那桌的两名公子 像是中奖了一般 喜出望外 激动不已 纪怀安极度地撇了撇嘴 突然瞥见 独自坐在角落里的那名翘公子 神色怪异 他发现那名翘公子侧着身子 明显有意识地躲避着唐义的视线 别人恨不得贴到唐义身上 这位翘公子 却害怕被唐义看见 不知是有仇 还是欠了唐义银子 激怀安闲的无聊 胡思乱想着 搂着个姑娘 昏昏欲睡 为时 中央舞台上跳舞的花女散开 一袭红裙的花魁娘子 顺着丝带 从三楼落了下来 昏昏欲睡的小侯爷 顿时精神一震 杜娘顺着丝带 落在中央舞台之上 旁边响起悠扬的琴音 杜娘一甩长袖 跳起舞来 杨柳妖 摇曳生姿 柔美而轻弯 杜娘的舞姿灵动飘逸 妖娆五妹 能够激发男性最原始的荷尔蒙 欢迎诸位公子 光临最花楼 杜娘现丑了 一曲惊鸿舞结束 杜娘冲着众人吟吟一礼 声音婉转悦耳 令人心旷神疑 大厅里立刻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偏若惊鸿 婉若犹龙 杜娘子的舞姿赏心悦目 令人心旷神疑 唐义赞叹道 能入得了唐公子的法眼 是奴家的荣幸 杜娘说着 突然看到角落里的小侯爷 妩媚的笑容微微一僵 不过她很快便恢复神色 继续道 承蒙众位公子抬爱 接下来由杜娘主持今晚的对花莲 胜者杜娘今晚亲自作陪 把酒言欢 所谓对花莲 就是对莲 家的花字 对应着喝花酒 迎花魁的寓意 对花莲的规则也很简单 杜娘子出三道上莲 众人对下莲 最后评选出对的最工整者获胜 杜娘子 快出上莲吧 本公子已经等不及了 几名公子催促起来 中央舞台上已经摆上了书桌 杜娘子走上前 提笔写出了第一首上莲 两名丫鬟拿起上莲 展示出来 直接上面写着 醉花楼 喝花酒 对花莲 望公子一展所长 杜娘子不愧是江南才女 这上莲出的妙 唐义夸赞道 杜娘玩耳一笑 唐公子过奖了 杜娘这点文末 在诸位公子面前南登大雅之堂 这上莲出的应景 三个花字用得恰到好处 颇有难度 大厅里的公子们 立刻沉眉思考起来 唐义轻摇折扇 面带微笑 一副胸有成竹之色 片刻后 一名公子起声哈哈一笑 就由本公子抛砖引玉吧 公子上台写出下莲 两名丫鬟将其展示出来 只见上面写着 寿西湖 登西楼 游西街 看姑娘千娇百妹 大厅里的才子们 看完后直摇头 对得太过勉强 也不工整 一塌糊涂 很快 又有几名公子上台写出下莲 但总体都不太理想 我想到了 钱多多一拍脑门 起身走向中央舞台 这小胖子 又要上台丢人了 纪怀安怕被连累 缩了缩脖子 但又好奇 这小胖子会追出什么花呀 很快 钱多多一脸自信地走了回来 两名丫鬟展示出他写的下莲 新婚夜 入婚房 上婚床 与新娘没开二度 大厅里安静了几夕 紧接着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 地俗 粗鼻 公子们一个个鼻一的笑骂着 钱多多死猪不怕开水烫 跟几个公子兑现 相互叫骂起来 我来试试 唐义终于站了起来 大厅里立刻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很给面子 包括钱多多 唐义走上台 写出了下莲 两名丫鬟将其展示出来 蓝灯街 逛灯会 猜灯迷 求小姐手下留情 扬州城举办庙会的街角蓝街 也被称为灯街 所以对的算是工整 唐公子对的好 不愧是公子榜第一 唐公子名不虚传 目前来看 此队最为工整 是啊 第一局唐公子赢定了 听着大厅里公子们的吹捧 纪怀安有些不爽 但对联不是血诗 他没办法投机取巧 肚子里那点墨水 根本不够用 很快 一炷香烧完 第一轮结束 毫无疑问 唐义获胜 杜娘子紧接着出了第二道上帘 一夜孤舟 两名客商 行传三四十里 花开五颜六色 途经七里八香 九曲回肠 下十里扬州 对联一出 大厅里的才子们 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上帘从一到十 而且描述了两名客商 承传下扬州的场景 极具画面感 相对出下帘 蓝 所有人都皱起了眉头 这回连唐义也沉没思索起来 整个大厅里陷入了诡异的寂静 直到大半炷香烧完 也没人上台作答 要不 我来试试 钱多多话一出口 无数道目光朝他看过来 季怀安立刻挪了挪屁股 脸上感觉有些火辣辣的 心思以后 打死也不跟着小胖子坐一桌了 钱公子 请 度娘不想太过冷场 示意钱多多上台作答 钱多多尴尬一笑 大步走上台 提笔写了起来 大厅里的才子们 看着钱多多 全都露出不屑之色 虽然不相信钱胖子会对出来 但所有人都很好奇他写了什么 很快 钱多多多写完了 两名丫鬟拿起钱多多多写的下帘 脸上泛起一片羞红 对脸展示出来 看得所有人看得目瞪口呆 只见上面写着 一杯花酒 两个姑娘 玩到三四更时 还在五进六出 姿势七上八下 九身一浅 也十分满意 这小胖子绝对是个银材 季怀安忍不住在新城连骂三句 卧槽 第四十三章 再夺花魁 地俗 粗笔 有辱斯文 公子们又一个个笔意地骂了起来 这里是青楼 来了这里 还装什么清高 有本来你们对个下帘出来 钱多多双手插腰 指着这些公子们回怼 栋梁兄 干得漂亮 小侯爷冲他竖了的大拇指 被小胖子一对 大厅里立刻安静了下来 这些公子们都对不出下帘 脸色有些难看 最后所有人都求助地看向唐义 唐公子成了他们最后的希望 我来试试 唐义微微一笑 起身走上台 写出刚刚想好的下帘 很快 丫鬟们将对脸展示出来 一头绣发 两个梨窝 扭动三四寸腰 奏起五音六律 跳起七颜八雀 九天仙女 落十方人间 唐公子对得好 唐公子对得妙 唐公子好文采 唐公子名不虚传 四周响起一片夸赞之声 七颜八雀 是一种由诗词吟唱出来的乐舞 唐义写的正是花魁娘子 不仅对了出来 而且应景 毫无疑问 第二局依旧是唐义赢了 钱多多有些不服 觉得他写得更好 但根本没人理他 小侯爷只好陪他喝了几杯 以示安慰 接着 能烧万里江山 也许是前面两个有些难 冷场并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妒娘最后一脸简单了很多 而且 这句话对他来说 另有深意 这次众人纷纷上台写出夏莲 而且都对得不错 唐义所对的夏莲 杨豪虽短 可输万卷古籍 无论是公整度 还是胸襟之志 都胜过其他 所以还是唐义获胜 钱胖子也没有让小侯爷失望 对了得更昏的夏莲 欲动虽小 可容巨蟒进出 最终 唐义三局全胜 已经不需要比较了 唐公子 奴家先上去等你 妒娘说着 一抓丝带便要上楼 等一下 纪怀安大喝了一声 起身走向妒娘 小侯爷 您给个面子 桑妈妈想要拦她 被她一把推开 你想干什么 妒娘看着她 脸色有些难看 看着面前美艳无双的妒娘 她心里莫名的烦躁 特别是想到 妒娘等会儿要伺候别的男人 哪怕只是陪酒 她也无法忍受 放心 我不是爱捣乱的 她说着转对唐义 笑道 唐公子大财 我想跟唐公子商量件事 不知小侯爷有何指教 唐义客气地问 我手中有一千股绝对 唐公子若是能对出来 在下会为唐公子 奉上万两白银 万两白银 大厅里的公子们 都倒吸了口凉气 连唐义的脸色 也微微一变 纪怀安顿了顿 接着道 若是唐公子对不出来 今晚便有本少爷 陪花魁娘子 赤酒赏月 不知唐公子敢不敢 她说完后 故意挑衅地看着唐义 据我所知 目前还没有唐公子 对不出的对脸 唐公子 既然小侯爷 要笑纳你万两白银 收下又有何妨 哈哈 就是 众人看热闹 不嫌失大 纷纷附和 唐义轻摇着折扇 微微一笑 小侯爷 万两白银就不必了 不如这样 如果在下对了出来 今晚在场所有公子的消费 就由小侯爷请了便可 好 大厅里立刻响起了一片叫好声 纪怀安有些惊讶 这个唐义果然不一般 正所谓 财博动人心 这个世界上 能够拒绝万两白银的人 寥寥无几 请小侯爷出上帘 唐义抬手示意 纪怀安走到桌边 提笔写下了几个字 然后随手将笔一扔 两名丫鬟立刻将纸张提起 展示给众人看 只见上面写着五个大字 烟锁池塘柳 烟锁池塘柳 这有何难 呵呵 这也叫千古绝对 两名公子先后发出讥笑声 刘公子 王公子 你们看仔细了 一名公子提醒 这五字的偏旁暗和五行 这五个字的意境幽深 要想对出来 太难了 众人慢慢看出了难度 唐义也紧促起眉头思索起来 大厅里陷入了一片寂静 所有公子们都在苦思冥想 时不时还拿手指比坏着写写 纪怀安一看 松了口气 忙让丫鬟点了支箱计时 度娘看着她 神色有些不自然 一支箱的时间转瞬即逝 大厅里依旧鸦雀无声 无人能够作对 连唐义也不例外 时间已到 唐公子可有下连 纪怀安出声问道 唐义苦笑道 此连结构精妙 一惊深远 的确算得上千古绝对 唐某才输学浅 暂时无法对出下连 那我赢了 小侯爷 小人得志般的笑了笑 在下输得心服口服 唐义说着 冲度娘一抱拳 度娘子 今日唐某失陪了 以后若有机会 再与度娘子拔酒延欢 娘眼中闪过一丝纠结 然后冲纪怀安道 小侯爷 卢家先上楼等你 丝带升起 花魁娘子单手抓着红丝带 飘身上了三楼 小侯爷 你太厉害了 从今年开始 你就是我钱多多最崇拜的人 一次诗会 一次对花莲 小侯爷两次夺得花魁 令小胖子彻底拜服 纪怀安想起钱胖子的诗 笑道 钱少 你也是我最崇拜的人 小侯爷 我们干一杯 好 走一个 看着臭味香头 互相吹捧的两人 春宵一刻值千金 小侯爷莫要喝醉了 快点上楼陪花魁娘子吧 纪怀安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杜娘 一直在喝酒壮胆 钱少忍不住催促起来 那我上楼了 快去吧 莫让杜娘子久等了 钱多多看着比他还要心急 纪怀安站起来 摇摇晃晃的踏上楼梯 三楼 花魁娘子的房间 纪怀安轻轻推开房门 只见杜娘站在床边发呆 是不是不欢迎我 他走过去问 你能不能 放过我 杜娘转过身 看着他 一双明亮的眸子中 琴满了泪花 楚楚动人 对不起 纳王五 不知道 我以为 他无法解释 为什么今天还要来 我不允许你陪别的男人 哪怕是陪酒也不行 他霸道地说 我是青楼女子 陪酒是我的职责 不 你是我的女人 听到他的话 杜娘心中一酸 两颗泪珠滚落 对不起 他看着走上前 帮他擦了擦眼痕 杜娘情绪有些失控 扑到他的怀里 一把抱住他大哭了出来 纪怀安愣住 感受到怀里的郊区哭得颤抖 他再次对花魁娘子 产生了一种熟悉的情感 吻我 花魁娘子哭够了 双手勾住他的脖子 柔软风郁的郊区 贴在他的胸膛 微仰着头看着他 眼神迷离 寒情默默 他一低头 深深地吻了上去 杜娘热情地回应着 这让他再也无法自持 一把扯开花魁娘子的裙带 拦腰将杜娘抱到床上 很快 阴声一语 从障伴之中传来 久久不息 第四十四章 石破 四日晨时 一缕晨光穿过窗帘 点亮了房间 窗边 一袭大红裙扑落在地 如同一朵绽放的玫瑰 大床上 纪怀安已经醒来 花魁娘子 蜷缩在他的胸前 尚在沉睡 昨夜 小侯爷精力充沛 采摘了一次又一次 将娇难的花魁 折腾到凌晨时分 方才停了下来 疲惫在所难免 他轻抚着 杜娘柔顺的发丝 露出一抹满意的笑容 昨夜 花魁娘子 像一个乖巧的小媳妇 不仅没有抗拒 而且还主动配合着她 这次的体验 跟上次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她有些奇怪 不明白 杜娘为何会这样 打亮着 杜娘美艳的脸颊 她的脑海中 再次冒出小侯爷时的回忆 两个小孩 在大院里追逐打闹 突然 她的眼睛一花 那个叫月儿的小女孩 跟视线中的杜娘子 莫名地重合在一起 月儿 连陆夫人跟月儿也不例外 她想甩开脑海中的胡思乱想 但杜娘跟回忆中的小女孩 不断地在她脑海中重叠 而且她发现 两人越来越像 为什么会有如此奇怪的感觉 她忍不住伸手 轻抚了一下杜娘的脸颊 杜娘缓缓睁开眼 触碰到她的目光 你在看什么 杜娘 你很美 杜娘露出一抹娇羞 然后侧过身背对着她 道 时间不早了 小侯爷请回吧 她从背后搂着花魁娘子 炙热的大手俯腰而上 双手抓球 凑到杜娘的耳边 我还不想走 杜娘任由她抚摸着 没有抗拒 也没有出声 以后不准再陪别的男人 陪酒也不行 小侯爷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要不 我给你赎身吧 杜娘震了一下 赎身 难不成小侯爷 能娶奴家不成 有何不可 能娶到杜娘这样的女人 不知道是多少男人的梦想吗 小侯爷莫要说笑 奴家只是青楼女子 即便你给奴家赎身 老侯爷也不会让奴家进门的 纪怀安一听 知道杜娘说的不假 侯府是什么地方 贵族中的贵族 老侯爷若是听到 他要娶一个青楼女子 估计会打断他的狗腿 哪怕是作妾也不可能 杜娘见他不再提赎身之事 脸上闪过一丝失落 不过他背对着小侯爷 小侯爷又沉浸在他的玉体之上 并没有看到 纪怀安将头发在杜娘的香肩上 迷恋地清秀着发丝传来的一香 凑在她的耳边试探地喊道 孕儿姐 杜娘娇躯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小侯爷 你在说什么 虽然杜娘反应很快 但她已经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杜娘就是小侯爷儿式的娃娃亲 陆家小姐陆月 如此一来 杜娘的很多迷惑行为 也都解释得通了 不过她并没有戳穿 在杜娘的耳边笑道 我突然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个朋友 小时候的朋友 你还记得 当然记得 她叫陆月 是我的未婚妻 她跟杜娘你长得很像 小侯爷莫要说笑 她亲吻着杜娘的耳垂 莫名地兴奋起来 感受到义无入侵 杜娘发出一声阴鸣 大床上再次翻云覆雨 半个时辰后 两人一起下了床 杜娘像丫鬟般 帮她穿戴整齐 见小侯爷恋恋不舍地看着自己 杜娘怨然一笑 快五十了 回去吧 她一把 搂住杜娘的先腰 答应我 不准让别的男人进你的房间 好 杜娘羞涩地点了点头 她不知道 自己为何要答应 小侯爷满意地笑了 在杜娘白皙的额头亲吻了一下 然后才转身离去 杜娘关上房门 背靠在门上 她是不是认出来了 她还记得我 杜娘嘴角不经意地露出喜色 街道上 纪怀安边走边想着杜娘 陆家已经全部被斩首 她不知道陆月儿是怎么活下来的 又为何来到了江南 还沦落至青楼 她是来找自己的吗 如果是 为何又不与自己相认 以老侯爷跟陆将军的关系 照服一二总不成问题 也许她不信任老侯爷 毕竟她的身份不能让人知道 少爷有心思 旁边的红莲出声问 她突然想到一件事 转对红莲问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杜娘嘴角不简单 为什么这样说 醉花楼并非一般的青楼 里面藏有不少高手 杜娘也非一般的花魁 她是醉花楼的主人 桑妈妈跟那些高手 全都听命于她 红莲回答道 主人 怎么可能 杜娘并不会功夫 如何能调动高手 她提出疑问 所以才奇怪 当初侯爷派我们前赴醉花楼 既是保护少爷 也是摸摸醉花楼的底细 可有查出什么 应该是一股江湖势力 目的不明 不过少爷不必担心 杜娘子对少爷并无恶意 反而有些 特别 哪里特别 我在醉花楼潜伏了有半年 发现杜娘子对任何男人 都保持着距离 更别说亲密接触了 唯独对少爷有些例外 也许 她畏惧我的身份 怕激怒我吧 开始我也这样认为 不过似乎并非如此 红莲想了想 解释道 以杜娘的美貌 很多男人都想得到她 其中不乏一些世家子弟 但除了少爷 没有人能得逞 纪怀安老脸一红 也许那些公子们 顾及脸面 有不少贵族公子 跟少爷一样耍赖 用墙 但全被打伤扔了出去 我至少见到过七八次 唯独少爷例外 红莲说着 看了她一眼 那个 醉花楼 实力有多强 很难说 红莲想了一下道 我至少碰到过六人 功夫在我之上 这些还都只是表面的实力 这么厉害 她有些不敢相信 不过仔细一想 如果陆月儿当年被人救了 那么 救她的人是谁 不难猜 陆将军曾经是军中统帅 威望极高 手下忠勇之士必定不少 纪怀安心思着 两人走进了报社 刚一进大厅 便看见钱多多 正在跟阁老交涉 钱小胖手里 还拿着一张卷纸 掌柜 行情好 帮我把这篇文章 登在你们的报纸上 钱少 这个真不行 恕老朽无能为力 掌柜 我付银子多少钱 你开个价 这不是钱的问题 你帮我登上 我给你三十两 钱胖子说着 拿出一张银票 拍在葛庆面前 第四十五章 唐门绝技 栋梁兄 好巧 纪怀安笑呵呵地走来 同时给葛庆使了个眼色 小侯爷早就叮嘱过 隐瞒他是报社幕后老板的身份 葛庆心领神会 站在一边没有出声 咦 小侯爷 你怎么也来了 钱多多看到他一眼惊喜 哼 路过 看到你进来 就跟了进来 他说着转移话题问 刚刚听到栋梁兄说要登报 不知要登什么 小侯爷 我昨夜写了篇文章 若是登到 江南新报 上 一定能大火 钱小胖一脸兴奋道 什么文章 我看看 他从钱多多手中抽出那张卷纸 展开一看 是一篇文章 标题写着 醉花楼惊献千古绝对 公子榜首堂义甘拜下风 我靠 这小胖子有天赋啊 他被钱多多取的这个标题惊到了 接着他开始看证文 钱多多将昨晚的对花莲过程写得十分详细 而且 文风幽默逗趣 时不时来几句婚段子 另外 他还将自己的三个 迎对写了出来 要求读者评例 认为自己对的夏莲更好 最后是小侯爷出场 用千古绝对烟索吃汤柳 难住唐义 赢了花魁 整篇文章风趣幽默 通俗易懂 充满了对小侯爷的赞美崇拜之词 连纪怀安看了 都忍不住脸红 文章结尾 还向读者征集烟索吃汤柳的夏莲 还懂得跟读者互动 纪怀安看完全文后 差点惊掉了下巴 钱多多文采不高 全是口水化 但文章通俗易懂 读起来比那些酸秀才写得知乎折夜 顺口多了 也有趣得多 报纸是给大众看的 需要的就是这种文章 钱小胖写的这篇报道 只要修改两个小错误 完全可以直接登上去 小侯爷 我写得怎么样 钱多多嬉皮笑脸地问 写得好 栋梁兄文采飞扬 佩服佩服 希希 我写了一上午 要是能登在报纸上就好了 栋梁兄放心 此事包在我身上 保证给你登上 他说着 一把抓起钱多多拍在桌上的银票 真的 钱多多惊喜不已 当然 在这扬州城 谁敢不给我的面子 多谢小侯爷 此事包在我身上 回去安心等着 他又忽悠了几句 才将钱多多打发离开了 拿着 算作这个月的收入 小侯爷黑黑一笑 将手中的银票 塞到红莲手中 创业阶段 蚊子腿也是肉 三十两银子 算是大象腿了 白得了一篇稿子 还赚了三十两 他高兴得何不拢嘴 小侯爷 昨晚雪儿姑娘没有等到你回来 我安排人将她送回侯府了 葛庆说道 纪怀安一听 方才想起 昨天把赵雪带了出来 做得很好 他尴尬地笑了笑 给葛庆交代了几句后 他带着红莲上了三楼主编办公室 桌上的稿件摆放得整整齐齐 他仔细翻看了一遍 所有错误都标记了出来 几乎每篇稿子都有 还修改了一些语句 纪怀安看完后 心中不由一阵暗息 接着他将钱多多的报道 简单改了几句 然后开始排版 排版很简单 就是在一张空白的报纸上 将每篇文章划分出具体位置 印象会根据位置印刷 因为技术粗糙 会有一些调整 但影响不大 他将钱多多写的报道 直接放在了头版头条 钱多多投稿 给了他一个想法 光靠自己招募的几名秀才创作 内容很难有保障 而且会很单调 可以用真稿来弥补 于是他在头版下方 加了一则真稿广告 玩完后 他将排版与稿件 交给葛庆进行印刷 将南星报 第二版算是彻底搞定了 黄昏残阳如血 他带着红莲出了报社 返回侯府 今天卖了两千份 咱们已经开始盈利了 第一个月就能赚钱 令红莲有些意想不到 现在赚的都是小钱 大钱还在后面 他一脸嘚瑟道 少爷 你是怎么想到报纸这个东西的 红莲好奇地问 做梦梦见的 真的 真的 街道上 两人边走边聊着 纪怀安突然眼睛一亮 迎面走来的一名男子 吸引了他的注意 男子身穿警衣 面如关玉 见眉心目 俊美得有些过分 跟之前女扮男装的苏颖 有些不相上下 正是昨天坐在醉花楼角落的那名俏公子 女扮男装呢 他正疑惑着 旁边一名老伯 像是被什么扮了一下 一头朝他栽过来 静止撞到他身上 他本能的一把扶住老伯 红莲警惕地一把将他拉开 这个老伯摔得有些奇怪 吸引了红莲的注意 就在他将小侯爷拉开的瞬间 俏公子从小侯爷身边擦肩而过 纪怀安感觉胳膊微微一麻 以为是刚刚老伯撞的 并未在意 红莲的注意力全在老伯身上 加上俏公子出手极快 而且隐蔽 所以红莲丝毫没有察觉 对不起 对不起 老伯连连道歉 红莲 红莲发现老伯只是普通人 虚惊一场 在他们的后方不远处 俏公子回头看着小侯爷的背影 嘴角弯起一抹弧度 露出狡黠的笑容 突然 唐义出现在他的身边 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哥 看到唐义 俏公子本能地喊了出来 纪怀安猜得没错 俏公子的却是女扮男装 她是江南唐家的二小姐 唐玲 原本唐玲排在胭脂榜第二位 仅次于苏家大小姐苏义 因为小侯爷的两首美人师 直接将醉花楼的度娘 知府千金韩依依 分别提升到了前两名 导致她掉落到了美人榜第四 这让唐玲很不爽 所以跑来扬州城 想要教训一下小侯爷 唐义怕妹妹惹祸 所以追了过来 你刚刚对小侯爷做了什么 唐义担心地问 哥 我什么也没做啊 唐玲撅着小嘴 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 唐义一抓他的手腕 从袖中取出一根银针 眉头一凝 你给他下毒了 唐家乃是江湖八大派之首 有四门绝技 暗器 毒药 轻功 易容 哥 放心好了 死不了的 就是让他吃点苦头 胡闹 你到底给他下了什么毒 就是 不好 小侯爷追来了 唐义侧目一看 立刻知道上当了 唐玲已经抽回手 飞身越过了一间商铺 消失在他的视线之中 唐义苦笑着摇了摇头 他没有追 因为这个妹妹的轻功 不在他之下 两人若是在城中追逐 太招眼了 第四十六章 情斗初开 纪怀安带着红莲 回到侯府 已是有时 丫鬟们已经准备好了 丰盛的晚餐 赵雪 秀儿在一旁伺候着 你们坐下来一起吃 奴婢不敢 两人一口同声 一个人吃饭有些无趣 不过他知道 就算自己说破了嘴 这两个丫头 也不敢坐下来 跟他一起吃饭 这个时代的阶级观念极强 若是传到管家或侯爷尔中 后果很严重 他也不再勉强 独自吃了起来 少爷 赵雪突然开口问 少爷在吃饭 你少说话 秀儿瞪了赵雪一眼 这两个小丫头 貌似不对付 是在为我争风吃醋吗 他得意的笑了笑 答道 都看了 雪儿 你看得很认真 改得也很好 谢谢少爷夸奖 赵雪说着 炫耀的看了秀儿一眼 秀儿撅起小嘴声闷气 雪儿 你很喜欢看文章 纪怀安问 只是觉得很有趣 那以后院子里的工作就别做了 去报社帮我省稿子 可愿意 审稿是件很繁重的工作 他早就想好了 让赵雪替代自己 赵雪很有天赋 最重要的是 很感兴趣 只要稍稍培养一下 完全不成问题 少爷 你说真的 赵雪露出少有的喜色 赵雪跟其他丫鬟不同 她有自己的思想 自从上吊被她救活之后 她对一切都变得很冷淡 唯独对报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纪怀安也没想到 报社的工作 会让这个刚烈的少女 重新找回了自我 少爷向来一言九鼎 免费劳工上哪去找 以后自己可以专心的当资本家了 她黑黑一笑 秀儿在一旁嘟囔着嘴 一脸醋意 小侯爷的笑容突然一僵 然后捂着肚子飞奔了出去 少爷怎么了 赵雪疑惑的问 秀儿愣了一下 猜测到 好像是拉肚子 片刻后 小侯爷回来了 刚要坐下 肚子又发出呼的一声 紧接着又捂着肚子跑了出去 不会是吃坏肚子了吧 今天的饭菜是谁做的 是小和跟翠儿他们 秀儿感觉到不对劲 立刻去找红莲汇报 红莲找来大夫 大夫检查了一遍 然后给开了些药 但吃完毫无效果 一个时尚不到 小侯爷拉了四次 红莲检查了一下饭菜 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最后怀疑 是昨晚在醉花楼吃花酒 吃坏了肚子 次日一早 纪淮安像一滩烂泥般 躺在床上 昨晚他不停地跑毛房 一晚上拉了几十次 直到凌晨十分才停了下来 现在整个人快要虚脱了 少爷 你怎么样 红莲端着一碗汤药 来到床边 快死了 他发出死猪般的哼声 少爷莫要乱说 我扶你起来喝药 红莲坐到床边 将他扶了起来 靠在自己的肩上 一团柔软袭来 他忍不住伸手摸了摸 红莲 你便大了 红莲翘脸一红 白了他一眼 还有这心情 我看少爷身体好的好 药也不用喝了 嘴上虽然这样说 不过还是温柔地 将汤药给小侯爷喂了下去 喝完药 小侯爷一头倒在床上 呼呼大睡 卖报 卖报 江南星报第二版来了 快来看一看 瞧一瞧 醉花楼惊献千古绝对 公子榜首唐义甘拜下风 江南星报真搞了 随着江南星报第二版的发放 再次封你全城 特别是钱多多所写的 头版头条的那篇报道 异常火爆 花魁娘子 公子榜第一的唐义 扬州第一顽固小侯爷 这三人本就是扬州百姓们 茶余饭后的话题 加上被花莲与千古绝对的噱头 立刻引爆全城 杜娘子真是财貌双全 可惜被小侯爷给拱了 嘘 你小声点 这对联有意思 一杯花酒 两个姑娘 玩到三四更时 还在五进六出 姿势七上八下 九身一浅 也十分满意 哈哈 这是谁写的 人才啊 对的什么玩意儿 地俗 有辱斯文 烟锁池塘柳 这个好难 这个连唐公子都没有对出来 你以为呢 果真是千古绝对 大街小巷 酒楼茶社 随处可见三三两两的 拿着报纸聚在一起 高谈阔论着 才子们则都试着 对出千古绝对 想要一对成名 醉花楼 花魁娘子的房间 杜娘坐在梳妆台前 对着镜子发呆 她的脑海里 时不时闪现而时的回忆 那个小男孩陪着她长大 给了童年记忆里 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自从家族惨遭变故之后 幸福快乐 便离她而去 但最近 应该说是小侯爷 占有了她的身体之后 她死水一般的心境 仿佛被投入了一块石头 荡起了一阵涟漪 特别是前天那晚 她体验到了人生中 从未有过的快乐 无论是情感上 还是身体上的愉悦 都让她有些沉醉 在别人眼里 小侯爷是扬州城第一顽固 是个废柴 但在她眼里 无论是而时 还是现在的小侯爷 都是她心中无可取代的男人 最重要的是 她还记得月儿 一直没有忘记自己 杜娘心思着小侯爷 玉纸缠绕着一缕发丝 露出情窦初开般的甜蜜笑容 小姐 平儿拿着一份报纸 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慌慌张张地干什么 被小丫头打断思绪 花魁娘子微微有些不悦 小姐 你快看 报纸上又写了你 平儿根本没注意 一脸兴奋地将报纸递过来 度娘接过报纸 将头版的那篇看了一遍 忍不住笑出声来 这是谁写的 署名是钱栋梁 应该是钱栋栋那个小胖子 那个硬报的商铺 真是小侯爷开的 已经调查过 错不了 就是他开的 也不知道他怎么想出这个鬼点子 现在生意可好了 每天要卖出很多报纸 肯定赚翻了 平儿口落悬河地说个不停 度娘想了想又问 有没有查到唐义来扬州干什么 还没有 唐公子住在同福客栈 像是来游玩的 平儿答道 游玩 度娘暗自摇了摇头 唐家乃是江南世家 唐门乃江湖八大派之首 唐义是唐家大公子 一举一动都会引人注目 他担心唐义出现 会影响醉花楼接下来的计划 原本奈晚想探探唐义的口风 但被小侯爷破坏了 第47章 挑逗 韩府大门口 一席翠绿一群的少女走了出来 正是韩家大小姐韩依依 自从在酒楼被小侯爷调戏之后 所有人都以为她失了明洁 这个时代 女子失了明洁 就是灾难 咸淹碎雨 就能将其淹死 好在 她是知府千金 知府大人将她保护得很好 即便如此 自从那件事之后 她便再也没有出过韩府大门 如今 韩家与侯府结清 她成了小侯爷的未婚妻 之前的事也就淡了 不过偶尔还会被人拿来 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 韩依依刚出门 一名带刀护卫 便跟了上来 韩依依脚步一顿 回头道 我出去走走 不要跟着我 她已经很久没有出门了 想要一个人散散心 不想被人跟着 但自从上次的事之后 知府大人是不会让她独自出门的 护卫恭敬了一抱拳 小姐 这是属下的职责 请不要让属下为难 韩依依知道赶不走 气道 离我远点 别跟得太近 属下知道 韩府大门外 两人一前一后走去 一个身影从对面的墙角走出来 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 繁华的接道 韩依依闲逛着 护卫始终与她保持着六七步的距离 咦 那不是知府千金吗 好漂亮 不愧是胭脂膀上的美人 多好的一颗白菜被小侯爷给拱了 韩小姐已经跟小侯爷定亲了 也算是攀上了高枝 还好小侯爷要了她 不然 不然如何 再怎么样也轮不到你我 一个被糟蹋了的女子 再好看 本公子也不会娶 你想娶也娶不到 少做白人梦了 这些人的议论声很小 韩依依虽然听不见 但她能感受到了四周火辣辣的目光 她知道这些人在议论自己 也能猜到他们在说什么 她脸颊有些发烫 于是加快脚步离开了闹事 寿西湖一处僻静的沙滩边 混蛋 韩依依捡起地上的石头 狠狠地扔到湖中 发泄着心中的郁闷 护卫站在树杖开外 一头雾水 不知道自家小姐在骂谁 韩大小姐骂的还能有谁 此时正在喝药的小侯爷 打了个大大的喷嚏 因为这里太过僻静 并无人影 护卫放松了警惕 突然 一道身影来到护卫身后 护卫发现时已经晚了 她的身体一僵 被人封住了穴道 韩大小姐丝毫没有察觉 还在往湖里扔着石头 本小姐绝对不会嫁给你的 说好了要退婚 她不会反悔吧 何事让韩大小姐如此恼怒 陌生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韩依依吓了一跳 猛地回过头 只见面前站着一名俊俏的男子 男子紧一欲带 见眉心目 嘴角挂着一抹迷人笑容 俊俏的有些令人难以置信 这位俏公子 正是女扮男装的唐灵 唐家一容术 加上能控制嗓音 韩依依根本看不出来 这位唐家二小姐从小骄纵 性格更是古灵精怪 唐灵来到扬州城 一是想教训下小侯爷 二是想看看胭脂膀的前两人 到底有没有资格排在自己前面 花魁娘子她已经看过了 这两天为了见到韩依依 她一直守在韩府外 如果今天韩依依不出来 她准备晚上潜入韩府 不过还好 她等到了 韩依依从未见过如此俊俏的男子 看得有些花痴 唐灵突然出手 两只点在韩依依的胸口 封住了她的穴道 你想 干什么 身体无法动弹 韩大小姐立刻紧张起来 唐灵挑逗地抬起韩依依的下巴 胭脂膀排名第二的支付千金 果然是位美人 不要碰我 唐灵不仅没有收手 变本加厉起来 手指轻轻抚摸着韩依依的脸蛋 鸡如宁芝 眉如翠雨 好看 住手 韩依依欲哭无泪 即便是小侯爷 那天也没有碰到她的脸蛋 现在被一个陌生的男人如此轻薄 她感觉有些羞耻 脸颊泛起一片飞红 脸红啊 唐灵本来只是想仔细看看 这位韩家大小姐 此时突然产生了一些恶趣味的想法 腰如束束 双风饱满 屁股也很翘 唐灵围着韩依依转了一圈 将她全身上下打亮了一遍 赤裸裸的眼神令韩依依脸颊发烫 听说你要嫁点侯府的那个废物小侯爷 关你什么事 当然关我的事 唐灵狡黠一笑 一把搂住韩依依的仙妖 将她拉到怀里 凑到她的耳边吹了口气 挑逗道 本少爷看上你了 身体几乎贴着男人 耳边传来炙热的气息 一种异样的感觉充斥全身 这种感觉像是有千万只蚂蚁 在撕咬着身体 麻养男人 上次被小侯爷下药 便是这种感觉 但这次 他并没有被下药 而是身体的本能反应 男人的手 顺着他的腰肢 开始向上抚摸 按在了翘臀之上 求求你 不要碰我 韩依依眼睛红了 两颗痘大的泪珠滚落下来 是不是玩过火了 唐玲立刻收回手 松开了韩依依 尴尬地轻咳了一声 韩小姐太过惊艳 本公子有些情不自禁 失礼了 唐玲说着 伸手擦拭了一下 韩依依脸颊的泪痕 韩依依看着面前俊朗的男子 心事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悸动 放开我 唐玲屈指连点韩依依胸口 解开了韩依依的穴道 收手时 也不知是有意无意 她的手指轻轻拂过一座御风 韩依依胶躊一颤 捂着胸口往后退了一步 羞得脸颊通红 嗨嗨 本公子真心倾慕小姐 只可惜 小姐已有归宿 唐玲说着深叹了句 转身走去 边走边迎送道 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多情总被无情伤 公子好有文采 看着唐玲修长的背影 韩依依心中燃起了一种 无法形容的火焰 热情 炙烈 少女的热情被点燃 仿佛要将她吞噬 公子 她情不自禁地喊了出来 甚至追了几步 唐玲脚步一顿 没有回头 欠一道 刚刚的事 是本公子的错 请韩小姐恕罪 韩依依轻咬了一下朱唇 我不怪你 请问公子贵姓 在下不过是江湖义游侠 依我注定有缘无分 唐玲说着嘴角露出一丝坏笑 快步离去 韩依依失神地看着潇洒的背影 在视线中消失 她几次想要追上去 但最终还是没有鼓起足够的勇气 半场 她收回目光 只见一枚玉佩落在面前的地上 她上前捡起一看 精美的玉佩上雕刻着一个膛子 第四十八章 冲突 侯府 东香院 纪怀安伸了个懒腰 走出了房间 在床上躺了整整两天 身体终于恢复了一点活力 一出房间 她便看见 秀尔拿着一个水壶 郑弓着身子在院中浇花 翘起的后臀正好对着她 小侯爷咽了下口水 走了过去 大手按在翘臀上捏了一下 秀尔娇躯一颤 回头一看是小侯爷 翘脸一红 秀尔 你好软 少爷 你好坏 秀尔娇羞地向她抛了个眉眼 然后弯回腰 将臀翘得更高了 还晃了晃 像是在暗示 不对 这算明事 这丫头上刀 她咽了下口水 魔爪轻轻揉捏着 滑向沟壑 嗨嗨 两声倾刻从背后传来 小侯爷吓了一跳 闪电般地缩回了魔爪 红莲 走 恭喜少爷康复 红莲说着恭喜 表情有些冷淡 今天天气不错 陪少爷出去走走 小侯爷扶着双手 吊耳郎当地走了 红莲跟了上去 看着两人一起离开 秀尔撅起小嘴 气鼓鼓地一跺脚 出了侯府 纪怀安没有闲逛 带着红莲直奔报社而去 来到报社三楼 推开总编办公室的门 致志地审阅着稿件 赵雪已经正式被他调到了报社 每天早出晚归 他还安排了一名护卫 负责接送 少爷 看到小侯爷进来 赵雪立刻起身行礼 怎么这么多稿子 看到桌上堆积如山的稿件 他有些惊诧 都是收到的投稿 这两天收了好几百封 赵雪说着一脸头痛 光是沈报社那些秀才写的稿子 就够他忙的了 这些投稿他根本看不过来 纪怀安翻看了一下投稿 大多数都没有刊登的意义 他想了想 叫了两名秀才进来 将所有稿件统统搬了出去 然后任命两人 专门负责筛选来稿 将其中有刊登价值地选出来 再交到总编室 这样可以大大减轻赵雪的工作 有了大量投稿 报纸内容就有了保障 要想做个合格的资本家 必须制定规则 让这些打工人为他卖命才行 他做到赵雪对面 写起了规章制度 忙了整整两天 他终于写出了一份完整的公司制度 里面包括上班时间 下班时间 各岗位工作内容 还有业绩考核 讲成制度等等 写完后 他让葛庆印刷了三份 分别张贴在每个楼层最显眼的位置 报社被他分成了六大部门 编辑部 审核部 印刷部 销售部 广告部 财务部 除了广告部尚未成立外 每个部门都已经出去雏形 他用现代的公司制度管理报社 引起了众人的好奇 同时也都很兴奋 因为很多规则对员工十分有利 比如996福报 还有各种业绩奖励等 这人是享受不到的福利 作为一个合格的资本家 是不需要亲力亲为的 只需要隔三差五的到报社转转 检查一下工作便可 剩下的时间 当然是用来逍遥快活 搞定了这些规章制度 纪怀安带着红莲下了楼 刚到报社一楼大厅 便看见一个俊俏的公子 在大厅里左顾右盼 俊俏的公子不是别人 正是女扮男装的唐灵 这就是报纸 唐灵好奇地站在报栏边看着 云响衣长花响容 春风伏剑露花浓 若非群玉山投剑 会向摇台月下逢 真是一首好诗 千古绝对 烟锁池塘柳 唐灵思索了半天 俏皮一笑 能难住大哥的对联 果然不凡 什么东西 有的人长 有的人短 结婚后 女人可以用男人的东西 和尚有蛋不用 唐灵读完俏脸一红 骂了句 粗鄙 公子是不是想歪了 这个答案是性命 纪怀安笑着走过来 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近距离一看 他还是无法判断 唐灵的一容术 比苏颖要高明得多 你怎么在这里 唐灵突然看见 小侯爷有些惊讶 公子认得在下 纪怀安笑问 可 扬州城的小侯爷 谁人不识 公子不是扬州城人 不是 路过而已 我与公子一见如故 不如一起去喝一杯 他说着 伸手去拉唐灵的手臂 唐灵一抬手 一指戳了下他的手腕 速度极快 他感觉到手臂一麻 软塌塌地垂了下来 大胆 红莲一闪身来到小侯爷面前 一掌 拍向唐灵的胸口 唐灵侧身一躲 一把抓向红莲的手腕 红莲右脚踢了过去 唐灵只好收手闪退 一点脚尖 身体向后飘去 红莲紧跟上 画掌围权 直攻唐灵面门 纪怀安本想叫住红莲 一看这个俏公子伸手不俗 想了想就没有叫停 在一旁观战 但唐灵身法变换莫测 明显占了上风 唐灵一踏步 闪身来到红莲的背后 伸手摸了红莲的小男腰 小丫头长得俊俏 东匪不错 不如随本公子回去当小妾吧 无耻 红莲气得咬牙切齿 玉壁一抖 一道荧光从袖中钻出 落入手中 小丫头打出了火气 将袖中剑取了出来 反手一剑 直刺唐灵胸脯 红莲最精通的便是短剑 而非拳脚 突如其来的短剑 令唐灵有些猝不及防 好在她的反应极快 飞身后退 但因为有些大意 还是稍稍慢了点 刺了 剑剑一抖 唐灵的领口被挑开 粉红色的兜兜露了出来 女的 红莲愣了一下 果然是女扮男装的 纪怀安露出一抹坏笑 唐灵俏脸一红 立刻将衣领拉上 遮住春光 闭上你的狗眼 看见小侯爷盯着她的胸脯看 唐灵气得双目冒火 太小了 还不如我的大 小侯爷猥琐地拍了拍自己的胸部 这位骄纵的唐家二小姐 顿时气地失去了理智 随手一挥 两根银针射向她的双目 少爷小心 红莲发出一声惊呼 唐家暗器本就精妙难防 加上唐灵突然出手 她想救援已经来不及了 一把折扇突然飞了过来 展开在小侯爷面前 叮叮 两根银针扎在折扇之上 一位白衣公子 闪身来到纪怀安面前 轻轻接住折扇 第49章 齐皇来了 唐公子了 赶来救下小侯爷的正是唐义 红莲闪身来到小侯爷身边 保持着警惕 家妹胡闹 还请小侯爷见谅 唐义冲她抱拳致歉 哥 是他们欺负我 你还跟她道歉 唐灵一脸委屈 你闭嘴 谁让你用暗器伤人的 唐义训斥道 如果刚刚她没有赶来 伤了小侯爷的眼睛 麻烦就大了 自古明不予观斗 虽然唐家是江南名门望族 唐门乃是江湖八大派之首 但也不敢轻易得罪侯府 唐灵自知理亏 见大哥真的生气了 郁闷地举着小嘴 她是你妹妹 纪怀安有些惊讶 忍不住上下打量了一下唐灵 唐义点了点头 家妹从小被交官坏了 小侯爷末要跟她一般见识 好说 好说 纪怀安呵呵一笑 接着道 唐公子 刚当立妹差点伤了我 让他给我道个歉不过分吧 理当如此 唐义看向唐灵 喊道 还不快过来给小侯爷赔罪 哥 你要我给他道歉 你若不听话 我回去后 便将此事汇报给父亲 唐灵显然很怕老爹 气得咬着牙 一脸不情愿地走过来 对不起 唐小姐 你说什么 我听不见 说大声点 他说着伸出脑袋 近距离打量着唐灵俊俏的脸颊 目光有点猥琐 对不起 唐灵突然宁气成音 冲他大喊 震得他耳朵嗡嗡作响 一阵头晕目眩 小侯爷 这回听见了吗 要不要我再说一遍 听见了 不用 不用 他急忙捂住耳朵 往后退了两步 这女人会施吼功吗 太可恶了 唐灵俏皮地笑了笑 一脸得意 唐一无奈地摇了摇头 小侯爷 我们就不打扰了 告辞 唐一说完 一把抓住唐灵的手腕 将他拉出了爆射 哥 你对那个无赖这么客气干什么 胡闹 你知不知道 刚刚要是伤了他 会给家里带来多少麻烦 我自有分寸 那两针只会让他短暂失明 不会自吓他的 你还不知错 你再将您胡闹也就算了 这里是扬州 惹到的那小子 我都救不了你 唐灵听着大哥教训 低着头不说话 唐家兄妹走后 纪怀安带着红莲也离开了爆舍 唐一举止有礼 谦谦君子让他颇有些好感 至于那个女扮男装的唐家小姐 他想着猛的一拍大腿 我明白了 少爷明白了什么 红莲有些莫名其妙 红莲 唐家是不是精通下毒 他问 红莲点头道 唐门有四大绝技 易容 轻功 暗器 不要 红莲 你想想 我拉肚子那天 是不是在回去的路上遇见了他 红莲想了一下 点头嗡了一声 他从我身边经过时 我当时感觉被针刺了一下 回去后就开始拉肚子 肯定是他给我下了毒 他越想越觉得是这样 红莲回想起那个老伯摔得很奇怪 金小侯爷一说 他感觉可能性很大 不过唐家小姐 为何要找少爷的茶 少爷 你欺负过他 我哪有 我都不知道他是男士女 他想到了一件事 盲问 唐义有几个妹妹 亲妹妹只有一个 唐家二小姐唐灵 胭脂膀排名 红莲说着声音一顿 看向小侯爷 纪怀安也明白了 因为他的两首诗 还有报纸 将这位唐家二小姐的排名 降了两位 他心思唐二小姐 是不是有些小气了 苏家大小姐的排名也降了 但是没找自己麻烦 传闻唐家二小姐从小交纵 性格古灵精怪 喜欢捉弄人 整个江宁都很惧怕他 人送外号唐门小魔女 红莲说完后 心里补充 跟少爷在扬州城的恶名差不多 这次便宜他了 下次若是遇见 一定要他好看 想到那晚拉了整整一夜 纪怀安便恨得咬牙切齿 红莲提醒道 少爷 下次遇见他 我们最好绕道走 纪怀安 唐灵的功夫不在红莲之下 轻功远胜 若是加上暗器 红莲自保都难 根本护不了他 这个仇 怕是没机会报了 他越想越郁闷 黄昏 扬州城 北城门外 一行车队沿着关道缓缓驶来 三人侧马在前开道 后面跟着两架马车 马车前后左右 跟着二三十人 三爷 到扬州城了 第一架马车旁 一名儒雅的中年人 对着车窗说道 车帘先开 一名年过四旬的中年男子 伸出头来 看了眼前方城门上的扬州二子 露出一抹微笑 停车检查 车队来到城门口 被城门守卫蓝亭 普通人进出城门 一般不需要检查 但若是驾着马车 都会被蓝亭盘问 三爷 我去看看 儒雅的中年人 翻身下马 来到前方 取出一封文书 递给守卫队长 守卫队长随意地翻看了几眼 问 从哪里来的 牙城 来干什么 经商 主要是采购些茶叶 丝绸 守卫队长看了眼两架马车 道 让里面的人都下来 儒雅的中年人 掏出一定银子 塞到队长手中 家中有些女眷 官也行个方便 队长接过银子笑了笑 不过并没有立刻放行 而是走向第一辆马车 他刚要伸手去掀马车的门帘 一把长枪鞋刺出来 将他拦住 队长吓了一跳 连退了两步 只见旁边马上的护卫 手执长枪 气势逼人 虽然穿着普通的灰色长袍 但魁伟的身材 凌厉的眼神 给人一种极强的压迫感 能够负责守城门的 眼力一般都不差 他一眼便看出 马上的护卫不凡 接着又扫尸了一眼 其他人不禁暗自心惊 二三十名护卫 有的配着刀剑 有的手执长枪 个个看上去 都有万夫不当之勇 这些人护在两架马车四周 井然有序 绝非一般的武夫 他立刻明白 马车里坐的不是一般人 绝非他能招惹的存在 当然 我们可以走了吗 儒雅的中年人走过来问 当然可以 这就放行 这就放行 队长小跑着 回到城门口 示意城卫一开巨马放行 车队缓缓驶入城门 手执长枪的护卫 在经过城门时 看了小队长一眼 凌厉的眼神 吓得队长一哆嗦 额头渗出一丝冷汗 只有高手中的高手 才能散发出如此凌厉的杀气 如此之多的高手保护 他很好奇 马车中坐的究竟是什么人 一刻钟后 季侯府 福伯小跑着走进书房 连门都来不及敲 侯爷 必下进扬州城了 第五十章 孙秀才卖字 老侯爷正坐在书桌前看书 听到福伯的话 蹭得一下站了起来 何时的事 刚刚 大约在一刻钟之前 福伯紧张地答道 自从得知皇帝老儿来了江南 老侯爷便派了几名暗卫 盯着四个城门 所以消息来得很快 确定吗 文元阁大学是张大人 还有谢大统领 都在队伍中 应该错不了 那肯定不会错 老侯爷点了点头 入城后去了哪里 住进了城北的一座大宅 像是提前安排好的 既没有去知府大人那里 也没有来侯府 陛下是要暗访 检查立志 视察民生 老侯爷思索着 在书房中来回走着 侯爷 要不要去一趟 福伯问 得去 老侯爷点头道 皇帝秘密下江南 来之前 他必须装作不知道 但到了扬州城 就不能装了 老侯爷的能力 皇帝老儿很清楚 只要进了扬州城 老侯爷不可能一无所知 既然知道天子来了 不去朝拜 那就是大不敬 侯爷 那我去准备马车 福伯说 不 现在不能去 老侯爷立刻阻拦 陛下向来多疑 若是刚进城 自己就去朝拜 会让陛下猜忌 自己一直在盯着他的行程 所以不能去得太早 老侯爷想了想到 明天傍晚再去 两人在书房商谈了一阵后 福伯退出了书房 老侯爷躺到椅子上 疲惫的揉了揉太阳穴 正所谓 半君如半虎 他已经很多年 没有如此紧张过了 若夜 醉花楼三层 杜娘站在窗边 月光落在他丝制的睡裙上 映照着玲珑浮屠的胶躯 平儿正在床边扑着被褥 咚咚咚 急促地敲门声传来 平儿立刻走过去 打开房门 桑妈妈走进来 反手将房门关上 杜娘回过身 疑惑地问 这么晚了 有事 桑妈妈快步来到杜娘身边 小姐 狗皇帝来了 杜娘表情一变 玉手不自觉地握成了拳头 次日晨时 万道霞光铺满了天空 一条繁华的街道上 三人闲步走来 为首的 正是之前城门口马车中的男子 他便是当今大祁国皇帝齐宗鸿 尊号 锦帝 齐皇看上去四巡左右 正直壮年 天庭饱满 帝阁方圆 一张四方脸 精神绝朔 带着天生的富贵之相 五官棱角分明 日角龙亭 双目深邃的 举手投足之间 流入出浑然天成的威严 齐皇的左侧 跟着一名儒雅的中年男子 男子乃是文渊阁大学士张本初 张本初被誉为 大祁帝国最有才华之人 文章 诗词 皆是名满天下 齐皇右侧跟着一名身高六尺 浓眉大眼 样貌粗广的中年男子 他是进军大统领谢天南 谢天南被称为大祁第一高手 一身横练功夫 刀枪不入 这次皇帝老儿下江南 谢天南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除了谢天南外 以三人为中心 每个方位都有几名高手隐藏在人群中 这些高手皆是进军伪装 负责守护皇帝老儿的安全 谢天南锐利的目光不时地扫视着四周 从这些人眼中接收着信息 若是有危险 他便会第一时间收到 还是江南好啊 风光秀丽 男子长得像女子一样俊俏 不像我们北方 都是曹汉子 齐皇手摇折扇 哈哈一笑 张本初笑了笑 三爷 围臣 属下觉得 男子当有男子气概 长得俊俏 不如真才实学 江南才子名声在外 真才实学者可不少 齐皇说着 看向谢天南 问 老谢 你觉得南方好 还是北方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属下觉得 各有各的好 谢天南恭敬答道 张本初有些惊讶 谢兄高见 谢天南僵硬地笑了笑 张本初 三爷 要说女子 的确是江南的姑娘更水灵 齐皇问 听说江南有个胭脂膀 你可知道 张本初 图中听说过 目前胭脂膀排名第一的杜娘子 便在这扬州城 好像是一家青楼的花魁 齐皇惊讶 青楼女子竟有此名声 想来却有不凡之处 传闻度娘子精通 琴棋书画 歌舞更是一绝 三爷若是有兴趣欣赏一下 属下来安排 张本初说着 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哈哈 你呀 齐皇拿折扇点了点张本初 只是随意地笑了笑 意思很简单 安排 张本初自然听懂了 换了个话题 三爷 要不要去通知季侯爷 不用麻烦 他自己会来的 齐皇收起笑容 问 扬州知府是谁 是韩免 文帝十一年的近事 张本初答道 齐皇点了点头 我想起来了 此人文章写得不错 扬州城如此繁华 也算颇有正经 大齐国运昌盛 国泰民安 都是陛下历经图治 勤政爱民之功 张本初跟着拍马说 千穿万穿 马屁不穿 齐皇满意地笑了笑 这时 一个卖狮词的摊位 吸引了他们的目光 三人走近 只见地上摆着一首首诗词 每首的字迹都不同 行书比走龙蛇 风筋多鼓 海书苍尽有力 入目三分 草书龙飞凤舞 行云流水 好自 齐皇忍不住夸赞 小哥 这些狮词怎么骂 张本初问 一两银子一服 随便挑 孙玉不耐烦地答道 坐在地上卖狮词的 正是穷酸秀才孙玉 上次苏文才之死 苏家为了面子 暗中处理了 孙玉也因此逃过一劫 实在寒窗苦 才华富比先 不识朝中客 何年至此身 齐皇念着地上的诗词 看向孙玉问 这首诗是你写的 孙玉抬头看了眼齐皇 随口答道 闲暇无事 随便写写 才华富比先 口气倒是不小 我大齐国用人为财 你若真有才华 又怎会埋没 张本初说道 孙玉的这首诗简单明了 意思是 自己一身才华 就因为在朝中无人 没有门路 所以无法施展才能 抒发着怀才不欲之意 士族当道 门阀勾连 普通人只能为奴为壁 空有才华 又有何用 朝中无人引荐 哪怕你学富武车 才高八斗 也绝无重磅的可能 孙玉冷笑道 一派胡言 我大气国科举向来公正 岂容你污蔑 张本初气得出声怒斥 哈哈 孙玉从地上站了起来 仰天长笑 你笑什么 张本初忍不住问 孙玉笑完看向张本初 反问 敢问先生 近十年来 科举重绑者 可有一位家是普通的秀才 张本初愣了一下 孙玉接着道 不要说前三甲 即便是近士 共士 举人 无意不是门阀士族子弟 科举看似公正而已 实则暗藏玄机 早已腐烂透顶 第五十一章 齐皇视察 孙玉诽谤 听着孙玉口若悬河 齐皇帝皱起眉头 孙秀才说的并没有错 大七国门阀伶俐 阶层早已固化 大家族都讲究门当户队 士族与士族联姻 盘根错节 大七帝国已经形成了 几股强大的门阀势力 像江南的苏家 北方的司马家等 几大士族 把持了朝中重要的官职 齐皇的很多政策 都是因为受到这些 士族阶层的阻挠 无法推行 不得不说 孙玉正好说到了 齐皇的心坎上了 算了 说了 你们也未必懂 我是卖字的 不买就让一让 不要挡着 我做生意 孙玉不满地驱赶三人 你这里有多少张 我全买了 齐皇开口道 真的 孙玉惊喜地看向齐皇 齐皇示意 张本初立刻掏出 一定银子递过去 孙玉接过银子 迅速将地上的诗词叠了起来 小心地卷好 交给张本初 多谢 阁下是秀才 齐皇问 景元七年 扬州府是第一 孙玉一脸骄傲地回答 齐皇 张本初都有些惊讶 江南才子居多 能中秀才本就不易 义成府是第一 更是难上加难 公子贵姓 齐皇又问 免贵姓孙 单名一个玉字 你们是从外地来的吧 孙玉打量着齐皇 见齐皇衣着华贵 气度不俗 知道眼前之人 必是大富大贵之人 或许正是他口中的 士族门阀 不由心惊 孙秀才向来自视甚高 虽有几分才学 但经常口出狂言 因为嘴巴惹过不少麻烦 可 我们是外地来的客商 齐皇说道 原来是商人 孙玉暗自松了口气 孙公子文采斐然 见识不俗 难得有缘 不如一起去茶楼坐坐 齐皇说 今日无事 坐坐也无妨 孙玉傲气十足地说道 他以为齐皇三人 真的是商骨 商人或许有钱 但社会地位低下 远不如他这个秀才 旁边正好有一座茶楼 四人进去后找了一桌 分座四方 张本初点了一壶茶 几分精致的糕点 孙秀才 你对士族门阀 似乎颇有成见 齐皇聊起来 孙玉拿起糕点边吃边说 士族享有特权 把持官徒 朝中官员 要么同宗同族 要么占亲戴故 必然官官相护 狼狈为奸 如今的官场 要么失位素餐 要么以权谋私 欺上瞒下 腐朽堕落不堪 将来必定疑惑无穷 孙玉侃侃而谈 令齐皇有些惊讶 他没想到 一个穷孙秀能 才有此见解 扬州繁华似锦 百姓安居乐业 官场似乎没有孙秀 就才说得这般不堪吧 张本初不满道 他们张家 也是几大门法之一 繁华不过是表象罢了 百姓有苦难言 京城我不知道 但地方各城 全部被权贵把持 百姓饱受欺凌 而无处深渊 孙玉吃完糕点 喝了口茶 又拿起一块边吃边倒 就拿我们扬州城来说 扬州第一顽固 欺男霸女 无恶不作 光天化日 强强名女 仗着家世显赫 谁也无可奈何 官府也不管吗 齐皇问 官府 孙玉呵呵一笑 连知府大人的千金 都被小侯爷霸占了 谁敢管 小侯爷 齐皇愣了下 问 你说的小侯爷 可是姓继 扬州城只有继府一门侯爵 如今侯府与知府大人 结成了亲家 在这扬州城之手遮天 跟土皇帝无异 齐皇一听 瞬间变了脸色 张本初发现 陛下脸色不对 心中紧张不已 孙玉还在侃侃而谈 他对小侯爷恨之入骨 添油加醋的 将小侯爷描述成了一个 十恶不赦的恶霸 园主的确有些混账 但除了好色点之外 倒也未做过最大恶极之事 而且 老侯爷总是帮忙擦屁股 被小侯爷欺负过的 都得到了相应的好处 小侯爷除了名声差了些 并非向孙玉描述的那般 十恶不赦 但齐皇并不清楚 孙玉口中 土皇第三个字 已经犯了大忌 好了 闲话就不说了 我还有事 告辞 半个时生后 孙玉吃完了糕点 抹了抹嘴 起身拍拍屁股走了 齐皇含着脸 恼怒的一掌拍在桌上 张本初吓了一跳 忙道 三爷 此人虽有些失财 但心性偏激 说话吹毛求疵 我看他的话未必可信 你是说 孙秀才污蔑季侯 齐皇冷哼道 张本初解释道 侯爷身处高位 难免遭人嫉妒 一个孙秀才之言 不足为信 老谢 你怎么看 齐皇转向谢天难问 据属下的了解 孙侯爷做事向来守规矩 当刚孙秀才言辞过激 听上去似乎跟那位小侯爷有过节 不可全信 谢天难答道 齐皇听完觉得有理 脸色稍稍缓和了些 三人起身出了茶楼 回到街上闲逛着 街道上 不少人拿着报纸边走边看 很多摊主看得津津有味 连生意都顾不上 这些人都在看什么 齐皇好奇地问 爷 我去打听下 张本初走到一边 向摊主打听 店家 你看的是什么 报纸啊 你们是从外地来的吧 这叫南方星报 简称报纸 这一期可有意思了 摊主兴致勃勃地介绍起来 旁边的齐皇听得一头雾水 这时 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 从不远处走过来 手里拿着报纸 一边走一边叫卖着 卖报 卖报 将南星报第三期 快来看一看 瞧一瞧 卖报的玩来了 你们可以买一份看看 摊主说道 娃娃 给我来一份报纸 张本初急忙上前拦住 卖报的小男孩 三十文一份 张本初立刻掏出一块碎银子 递过去 大爷 我没钱找 给你三份报纸可以吗 行 谢谢爷 小孩数了三张报纸 递给张本初 高兴地鞠了一躬 张本初将报纸给齐皇 谢天南一人一分 谢天南要保护陛下 没有看 只是拿在手上 齐皇 张本初 各自翻看着手中的报纸 满脸惊奇之色 新闻快报 王家小姐招亲 科普之时 为什么先看见闪电 后听到雷声 答案 因为光在空气中传播比声音快 脑筋急转弯 有一根棍子 要使它变短 不许将它弄断 该怎么办 爱情故事 梁山博雨 驻英台 第五十二章 我请齐皇吃过饭 看见楼顶的那个招牌了吗 就是那里 一名公子 指着远处楼顶的巨大广告牌说道 报纸太过新鲜 勾起了齐皇极大的兴趣 三人一路打听 来到了百花街 看到鲜艳的广告牌上 江南星报四个大字 三人差点惊掉了下巴 这个时代的人对广告毫无概念 招牌都做成一块牌匾 挂在商铺门楣上 色彩单调乏味 不走到门口 根本看不清楚 像江南星报如此夸张的广告牌 三人从未见过 无论是站在街头 还是街尾 都能清晰可见 很快 三人来到了报社的大门口 三爷 就是这里 张本初看了眼 挂在门楣上的木质牌匾 又抬头看了眼楼顶的巨幅广告 满眼都是好奇 走 进去看看 齐皇一和折扇 抬步走入大门 张本初 谢天南跟在左右两侧 报社一楼已经做成了展示厅 除了展示往期的报纸外 还展示了不少有名的文章 对联 诗词歌赋等 此时大厅里有十来个人在看报 在这里看报 不仅不用花钱 而且还免费提供茶水 新奇的展厅 再次让人眼前一亮 齐皇三人也跟着参观起来 胭脂榜最新排名 醉花楼度娘高居榜首 云响衣裳花响容 春风拂剑露花浓 若飞群玉山头剑 会向摇台跃下风 老张 看看这首诗 齐皇瞳孔放大 一把将旁边的张本初拉了过来 张本初看完后半天 说不出话来 如何 齐皇问 千古佳作 此诗一出 恐怕再无美人诗可与之媲美 江南才子果然不凡 张本初赞叹着 突然一愣 咦 这篇文章说 是此诗是小侯爷所做 确实是这样写的 齐皇点了点头 三爷 你看看这个篇文章 张本初只向另一幅报上的头条新闻 只见大标题写着 醉花楼金线千古绝对 公子榜首唐义甘拜下风 全篇读完后 齐皇被钱多多的几幅对联 逗得开怀大笑 江南才子多 无耻的也不少 齐皇笑骂道 可 青楼本就是烟花之地 倒也颇有情趣 张本初尴尬一笑 接着道 三爷 你接着往下看 很快 齐皇看到小侯爷出的对联 千古绝对 烟锁池塘柳 齐皇看完沉思了片刻 问 你可有下联 回三爷 此联偏旁暗合五行 仅仅五个字 但意境忧深 属下愚钝 一时毫无头绪 张本初尴尬道 连你也对不出 齐皇有些惊讶 此联堪称千古绝对 张本初说着 小声道 三爷 根据文章所写 此联也是小侯爷所出 齐皇一听 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刚刚孙秀才将小侯爷描述成了一个十恶不赦 一无是书的恶霸 现在又在报纸上 看到小侯爷的才华 明显不服 要么是孙玉诽谤 要么是报纸胡说八道 这时 一个小胖子凑过来 指着齐皇正在看的新闻 猥琐地笑道 这篇文章 是我写的 小胖子正是钱多多 自从他的文章登上报纸之后 逢人便跟人介绍 恨不得全天下都知道他写的文章登上报纸了 江南新报的名声已经打响 不少才子都将文章能登报 视为光荣之事 与钱是有些类似 毕竟能让更多的人看到 有机会一举成名 公子就是钱栋梁 齐皇惊讶地打量着钱胖子 钱多多自动梁 报上的作者写的便是钱栋梁 谢天南保持着警惕 不过钱多多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 明显没有威胁 正是在下 钱多多一脸高兴 这家店铺是你开的 齐皇问 不是 因为本公子的文章写得好 所以被选中了 钱多多多满脸得意 这个 报纸上面的文章 人人都可以写 齐皇疑惑地问 当然不是 店主会筛选出优秀的文章刊登 不是什么阿妈阿宝写的都能登上的 钱多多说着 将手中的稿子显摆了一下 我今天是来投稿的 这篇一定能通过 齐皇立刻给张本出使了个眼色 张本出拉着钱多多道 钱公子 我家大人对你的文采十分欣赏 不知有没有空 一起去喝一杯 听到有人欣赏自己的文采 钱多多激动地差点跳了起来 今日无事 我先把稿子投了 投稿的大木箱 木箱上有一个长条开口 钱多多走过去 将手中的稿子塞了进去 这就是投稿 张本出惊奇地问 店家晚上会将稿子取出来 明日审核 钱多多解释着 这些日子 他已经把报社摸了个通透 唯独没查到报社的幕后主人是谁 钱公子 这附近可有好一点的酒楼 张本出问 三位是从外地来的吧 我们扬州城有三角 醉花楼的姑娘 七凤居的鱼 还有美景寿西湖 钱胖子侃侃而谈 带着三人出了报社 七凤居酒楼就在这条街上 难得有缘 今日本公子做东 因为一句欣赏他的文才 钱胖子对齐皇三人好感十足 阔气地拍着胸脯要请客 齐皇也没有推辞 四人来到七凤居 上了四楼 点了一桌韭菜 谢天南悄无声息地 先试了一遍读 确定没有问题 冲齐皇点了点头 几人边吃边聊起来 齐皇从钱胖子口中 探听小侯爷的风品 钱胖子跟小侯爷什么关系 虽然没有一起抗过枪 但在醉花楼一起打过枪的 可以说是情比金奸 自从亲眼目睹小侯爷 两次赢得花魁娘子之后 他已经将小侯爷 当成偶像崇拜了 说到小侯爷 钱胖子滔滔不绝地 将醉花楼的斗尸会 和对花莲说了出来 作为亲身经历者 钱胖子口落悬河 说的形象生动不已 同时将小侯爷夸得天上地下 无出其右 一个时辰后 四人九足饭 保出了七凤居酒楼 分别前 钱胖子最眼朦胧地冲三人道 明晚醉花楼举办猜灯迷活动 你们有兴趣 可以去看看 醉花楼的姑娘 可水灵了 既然来了扬州城 一定不能错过 不久之后 钱胖子得知 今日请的是大气国皇帝 差点吓尿了 我请其皇吃过饭 这也成了钱胖子 后来炫耀的资本 第五十三章 重逢 孙秀才口中的小侯爷 无才无德 欺男罢女 十恶不赦 钱兜兜口中的小侯爷 才华横溢 重情重义 天之骄子 这两人的说法完全相反 而且是两个极端 这把齐皇三人 整得有些迷糊了 齐皇这次下江南游玩 只是其次 按查励志 体察民情才是根本 当然 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 正好跟侯府有关 现在有人控诉季侯府 自然要查得明白 钱兜兜走后 齐皇三人又闲逛了半日 随意地打听了一下 季府和小侯爷的风品 侯府跟普通百姓 几乎没有交集 三人并没有打听到 老侯爷作威作福 欺压百姓之事 反倒是有过几次救灾的善举 这跟孙秀才描述的完全不同 至于小侯爷 风品确实不好 号称扬州城第一顽固 欺男霸女的事 确实没少干 但除了好色一点 并未干过伤天害理之事 十恶不赦谈不上 另外 官府励志方面 扬州城做得很不错 对比这一路走来的其他城池 可以说扬州城是做得最好的 一路打听着 齐皇颇为满意 心情也好了不少 三人闲逛了大半日后 回了城北那座神秘的大宅 黄昏 残阳如雪 晚霞铺满了天空 寿西湖边 红莲坐在草地上 小侯爷枕着他修长的大腿 躺在他身边 天空中五彩斑斓的晚霞 倒映在湖中 美轮美奂 报社进入了正轨 这几天闲了下来 红莲发现 小侯爷变得忧郁起来 特别是到傍晚时分 要么是在院子里躺得发呆 要么在这寿西湖边呆呆地看着天空 明显是有很重的心思 小侯爷长得很俊俏 加上这副忧郁的表情 很是迷人 虽然他很享受这份平静 也很喜欢这样单独跟小侯爷待在一起 但还是忍不住有些担心 少爷 你是不是有心思 纪淮安确实有心思 简单地说 就是精神空虚 刚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 一切都是新奇的 显赫的家世 高贵的身份 让他一度很是兴奋 但时间一长 新奇与兴奋退去 剩下的便是空虚 红莲 你说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红莲愣了一下 显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有人活着 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 有人活着 是为了守护自己想要守护的人 你说 我活着是为了什么 为了吃喝玩乐吗 这有什么不好 没什么不好 就是没有意义 前世他经常听到 有钱人未必快乐的言论 那时候他经常嗤之以鼻 还回句 有钱人的快乐 你想象不到 现在终于体会到了 富人的快乐是真快乐 但无聊也是真无聊 当一辈子 不用再为金钱发愁时 只有追求更多的东西 才能满足精神需求 少爷 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啊 现在的报社不就很好吗 要是感觉无聊 可以去青楼坐坐 记怀安 他枕着红莲的大腿 清秀着少女身上的异香 忍不住一阵心圆一马 少爷 红莲娇躯一颤 羞涩的面红耳赤 因为少爷活热的大手 探入了他的衣裙之中 很快 两人呼吸都变得急速起来 小侯爷一翻身 将红莲压在身下 对着他性感的娇唇吻了上去 晚霞中 两人忘情地亲吻着 突然噼里啪啦的爆竹声 在身边响起 把他们吓得从草地上蹦了起来 原来是几个熊孩子 发现了他们 故意将爆竹丢了过来 大白天亲嘴 不要脸 哈哈 羞羞 小个熊孩子笑骂着 一哄而散 你们几个瓜娃子别跑 给我站住 红莲一把拉住他 少爷 回去吧 好 我们回去继续 红莲满面娇羞地白了他一眼 两人刚到侯府时 远远看见一架马车从侯府大门驶出 直奔城北的方向而去 是侯爷的马车 红莲说道 天都快黑了 便宜老爹去哪 纪怀安面路疑惑 老侯爷很少出府 这么晚出府就更少见了 不过他也没多想 带着红莲进了大门 遇 一刻钟后 车夫一拉缰绳 马车停在一座豪华大宅门前 福伯搀扶着老侯爷下了马车 老侯爷穿着一身崭新的锦袍 显得极为隆重 两人走到大宅门口 老侯爷拿起门环 敲了敲紧闭的大门 大门立刻被人从里面拉开一条缝隙 一身静装的护卫 透过门缝打亮着老侯爷 问 何事 在夏季伯年 前来拜见你家主人 反请通报一声 季侯爷 护卫一脸惊讶 内宅 书房 齐皇坐在书桌前 翻看着三份报纸 一名老太监在旁伺候着 看完报纸后 齐皇又拿起桌上的一叠诗词看了看 这些正是从孙玉手中买来的 孙玉确实有些才华 不仅自写得漂亮 诗作也颇为不俗 只不过诗词中写满了不甘 怀才不欲 以及愤世嫉俗 虽然孙玉对侯府的指控有些过激 但孙玉对于士族之后的见解 正好说中了齐皇心理 齐皇虽然手段毒辣 但绝对算得上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 他早已意识到 士族门阀的弊端一直在思考 如何瓦解这些强大的士族门阀势力 曹公公 你觉得这些事写得如何 齐皇旁边的太监名叫曹衡 是大内太监总管 也是齐皇身边的红人 曹公公忙道 陛下 奴才学识浅薄 不敢妄言 让你说你就说 齐皇瞪了他一眼 很少有人知道 这位大太监不仅是一位绝顶高手 还曾经是一名近士 后来受家族所累 才被迫入宫当了太监 陛下 此人言辞过于激烈 虽有几分才气 但太过傲慢 有些目中无人 齐皇点了点头 曹衡所言不差 孙秀才绝非贤才 但这种人一般都非常好用 两人正闲聊着 门口传来一名小太监的禀报声 陛下 季侯爷求见 齐皇露出一抹微笑 轩 很快 一名小太监领着季侯爷走来 季侯爷一进书房 看见是齐皇 立刻跪拜行礼 微臣叩见陛下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季侯爷 你来得比真预想的晚了不少啊 臣未能迎接陛下 臣知罪 齐皇起身走过来 双手搀扶起老侯爷 哈哈笑道 侯爷 好久不见了 第五十四章 齐皇的目的 侯爷 我们有十年未见了吧 回陛下 已经十年零九个月了 时间过得好快啊 这一转眼的时间 正登基都已经十二年了 陛下英明神武 雄才大略 是我大齐之姓 你也学会拍马屁了 好不容易见一面 咱们说说真心话 那宅花园里 齐皇与老侯爷 在晚霞中 一边散步 一边闲聊着 九五之尊是孤独的 要说 这世上还有一个人 敢跟他说说心里话 非老侯爷莫属 对于这位辅佐 他登上皇位的第一功臣 齐皇见到后 满眼欢笑 兴致很高 如同多年老友重逢 两人曾经也确实称得上朋友 陛下 老臣说的是肺腑之言 你呀 也变了 齐皇笑了笑 接着又感叹道 自从你离开京城之后 朕身边再也没有一个 可以说真心话之人 朕很怀念以前的日子 臣也常常思念陛下 老侯爷所说并非虚言 毕竟他人生最高光的时刻 便是辅佐齐皇登基 当年的三皇子 跟他既是君臣 亦为挚友 两人携手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 那段时光的确令人难忘 但随着齐皇登基之后 一切都变了 你可知 朕此次下江南为何 齐皇问 陛下忧国忧民 自然是检查立志 体察民情 老侯爷答道 你只说对了一半 朕下江南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齐皇顿了顿 看向老侯爷道 朕是来请你回京的 老侯爷一正 忙道 陛下 你先听朕说 齐皇打断了老侯爷的话 继续道 如今朝中被几大士族门法把持 政令不通 朕无人可用 只有你能帮我 陛下 臣以年老体衰 恐怕是有心无力了 老侯爷上部族五旬 精神饱满 年老体衰 显然只是托辞 朕亲自前来 诚意满满 侯爷真的不肯帮朕吗 臣无能 请陛下恕罪 老侯爷立刻跪下请罪 他知道 齐皇是真心来请他出山的 但更加明白 自己绝对不能回京 齐皇是要找一个人 与士族门法势力对抗 季家属于新贵 跟那些底蕴身后的门法不一样 在朝中义无党派 二无利益牵连 是最合适的人选 虽然有皇帝支持 但要对抗所有士族阶层 门法势力 压力可想而知 这种政治变法历史上有过几次 最终结果都是以惨败收场 即便最后能成功 瓦解掉几大门法势力 季家恐怕也不会有好下场 老侯爷看得很通透 自然不敢答应 他若是年轻二十几岁 年轻气盛 想要一展报复 或许会答应 但现在年纪大了 早已没有了雄心壮志 另外 经历得多了 对功名利禄也都看得淡了 他现在不想折腾 只想逍遥自在 安度晚年 你是不是还在责怪朕 齐皇问 陈皇恐 臣对陛下只有敬仰与忠诚 绝无半点怨言 老侯爷知道 齐皇说的是陆家之事 当年陆家被满门抄斩 老侯爷与陛下争吵了一场 之后被陛下冷落了一段时间 当时老侯爷心灰意冷 于是便辞官离开了京城 齐皇也并未挽留 可以说 十年前的那次分别 两人都相当不愉快 虽然时过境迁 但陆将军和陆家的悲惨结局 是老侯爷无法解开的心结 也让他看清了帝皇的冷血无情 齐皇深深地看了眼老侯爷 几夕后才 弯腰将老侯爷扶了起来 侯爷请起 不必跪来跪去 陛下 老臣有罪 好了 回京知事先不谈 等你回去后再考虑考虑 不必急着答复 老侯爷不敢再拒绝 只好点头应试 难得相聚 今日不聊正事 咱们聊聊家常里短 是 陛下 接下来 两人在花园中聊了半个时辰 天色慢慢黑了下来 老侯爷见齐皇打了个哈欠 立刻拾去的倒退 齐皇让曹公公将老侯爷送出了大宅 侯爷 陛下明日会陪淑妃娘娘回府一趟 还请侯爷做好安排 大宅门口 曹公公叮嘱道 老侯爷惊喜参半 盲问曹公陛下的身份 陛下暗访 身份不得外泄 到时候以三爷相称便可 曹衡说 好 多谢曹公提点 侯爷慢走 看着老侯爷上了马车 曹衡立刻返回内院 见齐皇还站在园子里 立刻上前禀报 陛下 侯爷走了 明日之事也叮嘱了 他也变了 齐皇只说了一句话 祭府东乡房 少爷 水温合适 可以洗了 红莲过来 帮他解开腰带 顿去衣室 小丫头忍不住低头看了一眼 正当他要扶着少爷下水时 腰枝一紧 小侯爷搂着他 将他拉进了浴池中 扑通一声 水花四射 红莲从水中钻出 深吸了口气 打湿的衣裙紧贴在身上 勾勒着诱人的曲线 少爷 他刚开口便被小侯爷火热的双唇 封住了性感的小嘴 香精入口 红莲感觉身体被融化了一般 热情地回应着 两人相互拥吻着 慢慢被欲望吞噬 小侯爷炙热的大手 隔着衣裙攀上了高峰 嗯 红莲发出一声英明 紧张地郊躯站立 小侯爷一把扯掉 他身上湿漉漉的衣裙 将他推靠在水池边 少爷 红莲双手还着他的胳膊 媚眼如丝地看着他 看着满脸飞红 娇艳欲滴的小丫头 他早已欲火难难 准备好了吗 嗯 红莲娇羞地点了点头 正在这时 一阵急促地敲门声传来 少爷 侯爷让你立刻过去一趟 门外传来秀的声音 小侯爷不想停下来 但被红莲阻止了 不要 你先去见侯爷 红莲一脸羞涩地 将他拉上浴池 自己裹了一条浴巾 然后帮他擦拭身子 被强行烈火 纪怀安郁闷不已 看见少爷憋得一脸通红 红莲又羞涩又想笑 很快 红莲帮他穿戴整齐 催促道 可以了 快去吧 莫让侯爷久等 红莲 我给你准备了一件新衣服 你换上等我回来 小侯爷刮了下他的穷鼻 转身走出了房间 衣服 红莲疑惑地走到床前 立刻愣住 只见床上铺着一条鲜艳的大红长裙 如同一朵绽放的红玫瑰 十分耀眼 第五十五章 一夜新娘 爹 你说什么 皇帝明天来咱家 祭府书房 纪怀厅坐在桌边 刚喝下一口茶 差点被呛到 陛下昨日已经到了扬州城 我刚刚去觐见过 除了陛下外 淑妃娘娘也来了 老侯爷说道 三姐也来了 一旁的福波盲提醒道 小少爷要称呼淑妃娘娘 一入宫门深四海 不仅见一面很难 连亲情也变得与寻常人家不同 明天留在家里 跟我一起迎接陛下 不要忙忙躁躁的 不要乱开口 老侯爷仔细地叮嘱起来 纪怀安平平点头乘势 记住 陛下的身份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老侯爷整整交代了半个时辰 才让他离开 皇帝老了下江南干什么 老侯爷如此紧张 看来狗皇帝不好伺候 纪怀安心思重重地回到东乡房 刚一进房间便愣住 只见红莲呆呆地站在梳妆台前 一袭大红裙脱在地上 乌黑的绣发垂落在后腰 身姿恶挪 惊艳无比 他悄悄走过去 从身后抱着红莲的仙妖 看着铜镜中的小丫头 性脸淘腮 单纯好齿 眉眼如画 阴气而又不乏灵袖 我的红莲 真好看 少爷 这真的是我吗 红莲探着铜镜中的自己 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有些不敢相信 他从未穿过如此艳丽的红裙 平时都是一身素裙 加上干净利落的发际 此时披散着头发 女人味十足 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 当然是 小侯爷清秀着他 发丝上了清香 炙热的大手俯上了双风 红莲 今晚你就是我最美的新娘 红莲郊躯颤抖了一下 脸颊泛起一抹羞红 小侯爷将他转过来 伸手扯开他的裙带 大红裙从他光滑的玉间滑落 白皙无瑕的玉体 呈现在他面前 他亲吻着红莲 一把抱起红莲 走向大床 几夕后 房间里传来一声痛呼 深夜 月朗星熙 微风萧萧 房间中剧烈的喘息声 久久不息 清晨 一缕微弱的晨光穿过窗帘 照亮了房间 纪怀安缓缓睁开眼 只见红莲如小猫般 蜷缩在他怀里 眉头紧促着 像是被暴风雨摧残过的花朵 看上去有些憔悴 昨夜是不是太过粗辱了 他轻抚着小丫头的发丝 打亮着红莲 漂亮的鹅蛋脸 长长的睫毛 娇俏的穷鼻 性感的红唇 惹人怜爱 他忍不住一低头 对着小丫头白皙的额头 吻了一下 红莲缓缓睁开眼 一双秋水寒波的美目 看着他发呆 是不是吵醒你了 没有 红莲说着便要起床 但被小侯爷拉住了 今天不出门 不用急这么早 红莲被他拉在怀里 眼中闪烁着一丝羞涩与慌乱 不过小侯爷很温柔 并没有继续折腾他 很快他便安心下来 两人静静地相拥着 他将脸贴在他结实的胸膛之上 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甜蜜 良久 强烈的阳光穿过窗帘 点亮了整个房间 时间显然不早了 少爷 待起床了 红莲掀开被子 一眼便看到床单上的 一抹刺目的颜色 他吓得急忙扯过被子 盖住修人的污渍 你好好休息 今天不用你伺候 小侯爷将他按着躺到床上 自己下床穿戴起来 红莲侧身躺在床上 看着小侯爷 眼中充满了柔情蜜意 计怀安穿好衣服 坐到梳妆台前整理长发 一头长发显然不太好打理 少爷 我来吧 红莲披上了他的睡袍 来到他身后 帮他梳理着长发 很快 一个精致的发际便已疏厚 红莲 要是没有你 我真不知道该咋办 没有红莲 少爷也会有其他丫鬟伺候 其他人怎么比得上红莲 少爷 可以让红莲在你身边 伺候一辈子吗 当然 少爷已经离不开你了 小侯爷回过身 刮了下红莲的鼻子 红莲羞涩的满脸飞红 他准备换装 刚一脉步 痛得一个亮呛 差点摔倒 小侯爷扶着他 然后一个公主抱 将他抱到床上 今天不出门 你好好休息 小侯爷拉着被子 帮他盖上 一举一动 满是温柔 一个丫鬟 何时享受过这种待遇 他看着俊朗的小侯爷 大脑仿佛当机了一般 直到小侯爷走出了房间 他才回过神来 自己 成了他的女人 红莲捂着发烫的脸颊 虽然知道 迟早会有这一天 但还是有些难以置信 他没想到 自己从一开始那么抗拒 到现在如此的顺其自然 红莲正胡思乱想着 视线瞥见床边的红裙 他立刻掀开被子下了床 走过去将地上的大红裙捡了起来 第一夜对女子来说 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但对一个丫鬟来说 根本不会有人在意 小侯爷虽然没有给他一个婚礼 但有这一件大红裙便足够了 这是小侯爷是特意为自己准备的 他昨夜将自己当成了他的新娘 红莲抱着大红裙 露出幸福满足的笑容 祭福 前院 老侯爷紧袍加深 欲戴记着粗腰 发际梳得一丝不苟 为了迎接圣架 整个前院早已打扫得一尘不染 地上铺着红毯 除了几个庸人外 所有人都被勒令待在偏院 不得随意走动 纪怀安快步走来 只见老侯爷 扶着双手站在院里 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福伯陪在一旁 同样一脸紧张之色 爷 小侯爷走进行李 老侯爷上下打亮了他一眼 点了点头 叮嘱道 记住 圣上面前不得妄语 孩儿知道 昨天已经交代了很多遍 今天还不放心 他知道老侯爷有些紧张 这时 一名护院快步飞奔过来禀报 侯爷 来了 客人来了 快走 随我去迎接 老侯爷快步奔向大门口 纪怀安几人立刻跟了上去 不过几夕 老侯爷几人便来到纪府大门口 大门外 曹衡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在前 后面跟着一架豪华的马车 以及几名护卫 马车缓缓停在了纪府的大门外 曹公 老侯爷满脸堆笑地迎了上去 侯爷 曹衡翻身下马 轻咳了两声 冲老侯爷一抱拳 神色看上去有些古怪 马车停稳 一名丫鬟掀开车帘 搀扶着一名女子走了下来 纪怀安一看 只见女子看上去二十六七左右 头戴金不摇 面若桃花 眉丝柳叶 举手投足 都散发着高贵的气质 三姐纪云 他一眼便认了出来 老侯爷看到女儿愣住 因为只有一架马车 若是陛下在里面 不可能由纪书妃掀下来 陛下没来 老侯爷的笑容 变得有些僵硬 第五十六章 引诱 侯爷 三爷今日另有要事 未能前来 曹衡甘大地说道 哦 老侯爷明显有些失落 自从昨晚回来后 老侯爷便细心地开始准备 整夜几乎没怎么合眼 结果皇帝老不来了 这种感觉 就像是吞了个臭鸡蛋 难受 爹 纪云下了马车 高兴地飞奔过来 娘娘 老侯爷看见女儿 恢复笑颜 侯爷 快请娘娘 曹公进屋吧 福伯提醒 老侯爷立刻招呼着曹衡 纪云等人进了侯府大门 皇帝老儿没有来 老侯爷虽然有些失落 但也放松了不手 一群人高兴地来到大厅 老侯爷招呼着曹衡入座 纪怀安站在一侧 偷偷打量着曹衡 太监 这个前世已经消失了职业 在史书和影视中 总是充满了传奇色彩 能见到一个活的太监 谁能不好奇 曹衡身材中等 白净的脸有些微胖 眯着的老眼露出两道金光 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 这位陛下身边的红人 显然不一般 纪云跟老侯爷寒暄了几句 便准备去后宅见娘亲 小安 带娘娘去内宅 见你二娘他们 老侯爷要招呼曹衡 不便离开 淑妃娘娘 小侯爷走过来微微一礼 笑容亲切 你是 小安 你都长这么高了 纪云高兴地抓着他的手 上下打量着 自从纪家从京城搬到扬州城后 纪云就没有见过他 那时候纪怀安不过六七岁而已 纪怀安近距离打量着 十多年未见的三姐 精致的瓜子脸 高挺的穷鼻 单凤眼 气质高贵典雅 美艳动人 便宜三姐纪云天生丽质 难怪能受黄宠 可惜了这么美艳的三姐 被皇帝老给拱了 娘娘 请随我来 她立刻带着纪云 离开了前厅 前往二夫人所住的内宅 小安 怎么不见你四哥 五哥 回娘娘 四哥经商去了 在苏州一带 五哥跑江湖 今年都没见过人影 这两个家伙 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纪云第一次来江南 也是第一次 回到这个陌生的家 好奇地四处看着 同时跟她闲话家常 小安 你成家了吗 回娘娘 还没有 这里没外人 别叫娘娘了 叫三姐 纪云性格活络 没有一点架子 给人的感觉很亲切 跟影视中那些高高在上的娘娘 完全不同 三姐 这就对了 以前三姐天天带着你玩 还抱过你呢 那时候你跟三姐最亲了 时间过得好快啊 也许是回到家中 纪云显得很兴奋 话也很多 抓着她的胳膊 轻腻地说个不停 很快 她带着纪云 来到内宅的一座大院 应该是昨晚得到了消息 老侯爷的九位夫人 都聚在这里 娘 看到二夫人 纪云飞奔过去 扑到母亲怀里哭了出来 接下来 九位夫人拉着纪云进了屋 围着纪云寒暄起来 小侯爷闲得无聊 悄悄走了 寿西湖畔 风景秀丽 杨柳依依 才子家人络绎不绝 齐皇带着张本初 谢天南边走边欣赏着美景 江山如画情方好 柳暗斜阳孤作舟 齐皇笑容满面地引起了诗句 陛下好诗文 张本初满脸堆笑地拍着马屁 谢天南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再美的景致 他也无暇欣赏 皇帝老儿下江南 最累的便是这位进军大统领 老张 你说 纪侯爷会跟咱们回京吗 齐皇突然开口问 张本初忙答道 三爷隆恩 纪侯爷一定会回京的 若是他不回呢 齐皇又问 这个 张本初稍意犹豫 继续道 如今我大齐国 君圣陈贤 山河锦绣 人才被出 即便老侯爷不愿出山 也有其他贤臣 可为三爷解忧 张本初知道 齐皇想要变革 也有雄心壮志 如今首辅之位空缺 他很想坐上那个位置 但陛下一心 详情老侯爷出山 这让他颇有些嫉妒 齐皇深深地看了张本初一眼 他当然知道 张本初这是在自荐 身为文渊阁大学士 张本初的才华 自是不必多说 但齐皇要做的是 瓦解几大门法 而张家 就是京城几大门法之一 张本初再有才 也不在齐皇的考虑范围之内 三人正闲逛着 一道悦耳的情音 顺着湖面传来 好美的情音 齐皇停下脚步 顺着情音看向湖面 只见一艘三层的花船 从湖中心缓缓朝岸边驶来 这是醉花楼的花船 是不是杜娘子在弹琴 除了杜娘子外 谁还能弹出如此优美的情音 快看 真的是杜娘子 随着花船缓缓靠近 可以看到一名红衣女子 坐在船头甲板上弹琴 悠扬的琴声 吸引了很多才子家人聚了过来 杜娘子好久没有露面了 天啊 真的是杜娘子 杜娘子 看这边 岸边的男人一个个激动不已 不少人冲着花船挥手呐喊 齐皇三人 昨日便已听过杜娘子的大名 一名青楼女子 能让如此多的才子为之疯狂 这令他们有些惊讶 此时见到花船缓缓靠过来 三人站在岸边 准备一睹江南第一美人的风采 很快 花船靠到了岸边 一首琴曲正好弹奏结束 杜娘缓缓站起身 走到船头面对着岸边的众人玩耳一笑 接着微微一扶 诸位公子 杜娘这箱有礼了 阳光下 杜娘子站在船头 身姿曼妙 玲珑浮屠 一袭大红长裙脱在身后 三千青丝垂落于翘臀 风情万种 无比惊艳 齐皇的眼睛顿时亮了 这位花魁娘子不仅身材完美 容貌更是迷人 柳叶眉 桃花眼 双目如秋波婉转 一张狐媚的脸颊 堪称妖艳 今夜醉花楼举办猜灯迷活动 若是诸位公子有雅性 还望前来给杜娘捧个场 杜娘说着 有意无意地朝齐皇看了过来 冲齐皇媚惑一笑 一国之主 什么样的美人没见过 但杜娘子跟他见过的美人 完全不同 虽然他的后宫 各个都是角色 但都太过端庄了 像杜娘子这样风情万种 媚惑到骨子里的女人 让他产生了一种 从未有过的新奇感 杜娘子 今晚本公子一定去捧场 本公子也去 岸边的公子们纷纷 挥手大喊着 那杜娘今晚就在醉花楼 恭候诸位公子 杜娘冲着齐皇的方向 微微一扶 花船缓缓驶离 小姐 狗皇帝今晚会来吗 杜娘身后的平儿 小声问道 杜娘脸上的笑容缓缓消失 眼中闪过一丝冰冷的沙意 他一定会来的 第五十七章 小侯爷搅局 为时 老侯爷亲自将曹衡送到了大门外 纪怀安跟福伯陪同在侧 侯爷 后天我过来接淑妃娘娘 曹衡说道 纪云千里迢迢回家一趟 陛下恩典 允许淑妃娘娘在侯府小住两日 老侯爷将曹衡拉到一边 巧声问 曹衡 后天陛下过来吗 侯爷 这个老母也不知 曹衡顿了顿 看了眼远处的护卫 小声道 这次三爷下江南 特意来请侯爷 还请侯爷慎重考虑 莫要辜负了圣上的心意 老侯爷正了下 王道 多谢曹衡提醒 曹衡点了点头 不再多言 带着几名护卫 驾着马车离去 看着马车完全消失在视线中 老侯爷才转身回府 爹 陛下今日怎么没来 继续安发现 便宜老爹 表情有种说不出的凝重 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 盛心难测 老侯爷模棱两可地回了他一句 三人刚走到大厅外 一名暗卫快步走来 跟福伯小声说了句话 便迅速离开 如何 老侯爷问 福伯一看 四周并无外人 小声道 陛下去了寿西湖 老侯爷点了点头 没有再说什么 皇帝老儿今日没有来 并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处理 而实在 给他施加压力 也是一种变相警告 刚刚曹衡向他暗示过 陛下千里迢迢来到江南 主要目的就是请他回去 这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荣耀 同样也不容拒绝 老侯爷对齐皇很了解 他知道自己若是拒绝 必定会让陛下心生不满 后果难料 但若是同意回京 自己会成为陛下手中之剑 用来对抗几大门法势力 若说 身败名列是小 整个记家或许都要陪葬 若胜 也一定会付出惨烈的代价 老侯爷陷入两难的困境 继怀安不知老侯爷所想 他听到福伯说 皇帝老儿去了寿西湖时 大脑翁的一声 瞬间想到了一个人 最花楼的杜娘 他已经猜到杜娘就是陆院 是自己而逝的娃娃亲 陆家在十多年前便已覆灭 三百多口全部被斩首 最大的仇人便是皇帝老儿 如果杜娘知道 狗皇帝到了扬州城 会不会刺杀皇帝老儿 不对 他突然之间联想到了很多事 如果是陆将军曾经的部下救了陆院 他为何会沦落至青楼 最花楼内有很多高手听命于他 由此实力 何必在青楼卖艺 他仔细回想了一下 根据小侯爷的记忆 杜娘出现在最花楼 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 他为何要来扬州 最花楼一直都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否则也不会费心将前伏的红莲 圆通赶出来 有没有一种可能 杜娘早就知道皇帝老儿要下江南 提前来扬州布置 准备刺杀 他怎么可能算到皇帝老儿来扬州 况且是在七八个月之前 不对 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前任皇帝就下过江南 加上便宜老爹在扬州 如果宫中有人 提前知道并不奇怪 皇帝老儿下江南是件大事 必定很早就开始布置 种种迹象表明 最花楼的秘密 就是在准备刺杀狗皇帝 纪怀安越想越心惊 皇帝老儿死不死他不在意 但杜娘是他的女人 他不能看着杜娘做蠢事 自古以来 行刺皇帝老儿几乎没有成功的 如果杜娘动手 必定是九死一生 他心思着 立刻跑回东香院 叫上红莲出了继府 直奔醉花楼而去 街道上 红莲一眼便看出 小侯爷有心思 问 少爷 咱们去哪 去醉花楼 纪怀安心不在焉地答道 红莲一听 心里有些失落 昨夜两人才有了雨水之欢 今日少爷便去青楼寻花问柳 是对自己不满意吗 红莲 你在醉花楼期间 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事 纪怀安问 特别的事 少爷指的是什么 红莲有些不解 就是不可告人之事 醉花楼是不是在密谋着什么 他问 红莲点头道 醉花楼确实有些不可告人之事 但具体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他们的人做事十分谨慎 而且训练有素 听红莲这样一说 他心中更加担心起来 不到一刻钟 两人来到了醉花楼 此时已是傍晚时分 万道霞光铺满了天空 湖面倒映着天空的霞光 五彩斑斓 绚丽多姿 醉花楼的大门两侧 早早挂上了大红灯笼 几个姑娘站在门口迎客 小侯爷 今日没有位子了 要不改日再来吧 看到他走来 两个姑娘似是有意一般 将他拦在门外 让开 纪淮安一把将两女推开 带着红莲强闯了进去 一入大厅 他不禁愣了一下 整个大厅里坐得满满当当 空中挂着一排排大红灯笼 布置得极为喜庆 像是过年一般 桑妈妈正在大厅里招呼着客人 看见小侯爷进来 神色微微一变 然后立刻眉开眼笑地迎了上来 小侯爷 今夜已经客满了 他扫视了一眼大厅 确实没有空位了 桑妈妈 我要见杜娘 小侯爷 您明晚过来 我明晚保证 安排杜娘子单独伺候你 我现在就要见她 今晚真不行 杜娘子今晚要主持猜灯谜 猜灯谜 那正好 少爷我最喜欢猜灯谜了 可是已经没有位子了 无妨 纪淮安说着咧嘴一笑 因为他看到了一个老熟人 钱多多没有让他失望 但凡醉花楼的活动 从来就没有缺席过 虽然钱多多 那一桌坐了四个人 但挤一挤 还是可以坐下的 小侯爷静止走了过去 桑妈妈眉头深锁 看了眼中央一桌的齐皇三人 悄悄上楼去了 三楼 花魁娘子的房间 杜娘坐在梳妆台前 平儿正在给她梳妆打扮着 狗皇帝带了多少人 杜娘问 表面上只有三人 至少还有九人混在人群之中 全部都是高手 外面还有不少人接应 平儿正说着 急促地敲门声传来 杜娘示意 平儿走过去打开房门 桑妈妈走进来 平儿立刻将房门关好 小姐 小侯爷来了 怎么不拦住 拦不住 我怕强行阻拦会出状况 不用慌 按照计划行事 小姐 我怕她会搅局 桑妈妈一眼担忧 我会想办法的 杜娘神色凝重 第58章 小侯爷搅局 2 小侯爷 这位是杨树杨公子 这位是王家少爷王宇 钱多多热情地 给她介绍着几个狐朋狗友 小侯爷 久仰 两人客气地跟她打招呼 纪怀安心不在焉地 冲两人点了点头 她的目光扫视着大厅 很快便留意到了齐皇三人 虽然齐皇 张本初 谢天南三人他 一个也不认识 但他能看出 齐皇三人与其他人有些不同 首先 齐皇三人都是什么面孔 其次 三人都已年过四巡 特征复合 昨夜老侯爷叮嘱他时 特意将齐皇所带的几个重要人物 跟他说了一遍 他从三人的举止 神态 很快便确定了中间之人是齐皇 左侧之人是进军大统领谢天南 右侧坐陪的是 文渊阁大学士张本初 今晚杜娘子举办猜灯迷 据说圣者可以陪杜娘子坐花船 在寿西湖上共度凉宵 来了这么多才子 想要胜出 哪 不过能一睹杜娘子的风采 也不枉今晚来这一趟 纪怀安听着四周的闲聊声 仔细观察了一下大厅的各个角落 齐皇来这里 不可能只带谢天南一个护卫 他很快便发现大厅里有很多声面孔 不过他无法分辨这些人之中 有多少是皇帝老的人 又或许 这里面还有醉花楼的杀手 杜娘如果想要报仇 会怎么做 直接动手的可能性应该不大 谢天南号称大齐第一高手 有他守护 想杀齐皇太南 况且大厅里绝对还隐藏着一些禁军中的高手 只要醉花楼动手 无论刺杀成败 结果都会是一场悲剧 纪怀安思索着 心中十分不安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见到杜娘 阻止他干蠢事 但他不知道杜娘的计划 怕贸然出面阻止 反而会适得其反 若是刺激到醉花楼提前动手 后果更严重 他心中焦急难安 时间却在一点一点的流逝 终于 花魁娘子出场了 中央舞台中的花女散开 一袭红裙的花魁娘子 顺着丝带 从三楼飘落下 杜娘头戴金布瑶 身披青纱 乌云绣发 面若桃花 妖娃妩妩 风情万种 花魁娘子明显精心装扮了一番 举手投足之间 散发着让男人神魂颠倒的吸引力 奴家代表醉花楼 欢迎诸位公子赏光 杜娘说着吟吟义礼 目光扫过小侯爷 但并未在他身上停留 而是看向齐皇的方向 露出迷人的微笑 杜娘子好美 不愧为江南第一美人 国色天香 倾国倾城 大厅里的才子们 一个个发出赞叹之声 好一个风华绝代的家人 皇帝老儿盯着杜娘 有些魂不守舍 张本初早已看出了皇帝老儿的心思 已经在心里盘算着如何安排了 齐皇下江南 好不容易出了皇宫 这一路上自然没少才也化 皇帝老儿之所以带上张本初 一是因为张本初文采好 二是因为张本初很懂他的心思 从京城到江南的途中 只要他看上的女子 根本不用明说 张本初便安排得妥妥当当 这点让齐皇很满意 花魁娘子先跳了一支舞 然后开始主持猜灯蜜活动 猜灯蜜的规则很简单 大厅里挂满了大红灯笼 每支灯笼里都写有一张谜面 参与者随机选一支灯笼 回答里面的谜语 回答时间为实习 答错即淘汰 超过实习没有作答 同样视为淘汰 若是回答正确 可以继续挑选灯笼猜谜 直到失败为止 猜灯笼结束时 谁回答的数最多 即为胜者 灯笼里的谜语 有难有益 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度娘介绍完 问道 不知哪位公子 愿意先把头筹 度娘子 我先来 一名锦衣公子站起来 打量着空中吊着的 一排排大红灯笼 随手一指 就这只 度娘示意 一名丫鬟走到灯笼下方 扯了下灯笼中垂落的绳子 灯笼里的蜡烛熄灭 同时一张纸条 从灯笼中垂落而下 展现在众人面前 只见迷面写着 红娘子 上高楼 心里疼 眼泪流 猜疑日常用品 锦衣公子盯着迷面 皱眉思索起来 这位公子 时间已到 度娘玩耳一笑 实习时间很短 锦衣公子被淘汰出局 一脸懊恼地坐了下去 接下来谁想参与 必须先猜出这一轮的谜底 一名公子站起来 笑道 度娘子 这道谜底应该是蜡烛 严公子回答正确 度娘点了点头 接着道 请严公子挑选 严公子挑了一只灯笼 丫鬟扯动机关 灯笼熄灭 明面垂落下来 这位严公子 是最花楼的常客 而且颇有才华 一连答对了三道灯笼 然后才被难住 齐皇显然没有玩过 这种猜灯笼 看得性质很高 三爷若有性质 不妨玩一玩 张本初早已看出 齐皇很想参加 但又怕猜不中丢面子 作为齐皇的心腹 他当然要帮皇帝 老而分忧 此时一名公子正了被淘汰 明面是 有面没有口 有脚没有手 虽有四只脚 但却不会走 猜一场用物品 张本初用手指沾了点酒水 在桌上写了两个字 桌子 齐皇眼睛一亮 尴尬一笑 齐身冲杜娘道 杜娘子 此谜底是桌子 看到齐皇起身参与 杜娘心中一喜 终于上钩了 花魁娘子玩耳一笑道 先生回答正确 此谜底正是桌子 不知先生贵性 在下姓齐 原来是齐爷 请齐爷挑选灯笼 齐皇随便挑了一只 丫鬟拉下机关后 迷面垂落下来 只见上面写着 大口加小口 猜一字 齐皇感觉很简单 以为答案是回字 正要回答 眼角瞥见张本初 写在桌上的正确答案 故 不得不说 张本初有些真本事 猜谜对于这位 文渊阁大学士来说 就是小孩子的玩意 有了张本初的协助 齐皇一连答对了 十一道灯笼 若不是齐皇觉得 玩够了 还可以继续答下去 从始至终 小侯爷都没有心情 参加猜灯笼 即便参加 这次也不可能胜出 钱多多倒是参加了 不过只答对了一题 灯笼结束之时 毫无疑问 齐皇成为了答题最多之人 恭喜齐爷胜出 今晚就由奴家陪齐 也由胡赏月 能与杜娘子共度良宵 齐某倍感荣幸 花船已经准备好了 齐爷 请 杜娘子说着 朝小侯爷的方向 瞥了一眼 顿时愣住 小侯爷不见了 就在他失神之际 一股刺鼻的浓烟 从大厅后门冒了出来 失火了 快跑啊 不知是谁 发出一声惊呼 整个大厅顿时乱作一团 所有人都往大门口拥去 几名高手迅速出现在齐皇四周 这些高手与谢天南 一起簇拥着齐皇 随着人群 向醉花楼大门口挤过去 第59章 复仇之心 入夜 一轮明月悬挂于高空 醉花楼后院 一堆燃烧的柴火 已经被扑灭 红莲站在院中 十多名看家护院手 拿刀枪棍棒 将他围在中间 杜娘带着丫鬟贫儿 快步走来 两人看到红莲 不禁愣了一下 是你放的火 杜娘问 是我放的 红莲看着杜娘 没有否认 你想干什么 杜娘有些恼火 因为突然失火 齐皇走了 导致她的计划失败 不干什么 听命行事而已 红莲答道 杜娘愣了一下 看了看四周 没有发现纪怀安的身影 是小侯爷让你放的火 他人呢 少爷在楼上等你 三楼 花魁娘子的房间 纪怀安站在窗边 看着楼下 稀稀疏疏的人影 一场火灾绞了局 所有人都逃出了醉花楼 齐皇早已在谢天南 与大内高手的保护下离开了 皇帝老儿何其尊贵 任何风吹草动 都会引起禁军的警惕 既然出现火灾 自然不会继续留在这里 醉花楼外 桑妈妈正在安抚着 这些公子哥们的情绪 虽然大火已经被扑灭 不过醉花楼内 已经一片混乱 还弥漫着刺鼻的烟雾 显然无法再营业了 这些公子少爷们 也都没了兴致 正在慢慢散去 你到底想干什么 杜娘走进房间 气冲冲地朝她走过来 纪怀安回过身 看着一脸恼火的杜娘 笑眯眯地一把抓住她的御手 你不是答应过我 不再陪别人吗 奴家是青楼女子 逢场作戏罢了 小侯爷不会如此天真吧 杜娘生气地甩开她的手 她有些懊恼 后悔不该让自己 陷入小侯爷的柔情秘义之中 纪怀安一把搂住 杜娘的仙腰 直视着她的眼睛 逢场作戏 月儿姐 我不信 杜娘娇躯一颤 脸色微变 小侯爷 你是不是喝醉了 我叫人送你回去 月儿姐 我知道是你 你也记得我 对不对 小侯爷 你认错人了 杜娘奋力将她推开 这个如何解释 她拿出一份婚书举起来 杜娘看到她手中的婚书 本能地看向床头的柜子 只见柜门打开着 放婚书的幕盒被翻了出来 月儿姐 你还要否认吗 她一脸得意地笑了笑 谁让你翻我的东西 杜娘一把从她手中 抢过婚书 纪怀安趁机将她抱住 对着也性感的猪唇吻了上去 杜娘发出一声阴鸣 身体发软 只是向征兴地挣扎了一下 便开始迎合着小侯爷 两人热烈地拥吻之后 小侯爷一把扯开她的裙带 红裙滑落 一对饱满的御风 呈现在她面前 她一把抱起杜娘 将其扑倒在床上 深夜 账漫之中的喘息声 夹杂着大床的摇晃声 久久不息 直到凌晨十分 房间里才安静下来 小侯爷满足地 搂着怀里的杜娘 炙热的大手迷恋地 抚摸着光滑的肌肤 杜娘乖巧地靠在她的胸膛 任由她肆意轻搏着 月儿姐 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是陶叔叔救了我和哥哥 杜娘没有再否认陆月儿的身份 而且说出了一段十年前的往事 十多年前 陆金山被陷害叛国大罪 全族三百多口 全部被抄斩 轰动了整个大旗帝国 陆金山乃是护国大将军 所有武将之首 在大齐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不仅老侯爷 甚至众多武将都为陆将军求情 但狗皇帝一意不行 最终灭了陆家满门 陆金山培养过不少将才 也培养了不少死士 这些死士的首领名叫陶芳 功夫极高 而且常年隐于暗中 几乎无人知道他的存在 尽管如此 但想从皇城寺内救人 难如登天 特别是陆金山被重点关押 除非有一支大军 否则根本无法营救 陆金山有一子一女 长子名叫陆云飞 次女陆月 陶芳等人就不出陆金山 只能退而求其次 找了两个样貌相仿的孩子 将陆云飞 陆月两人偷偷换了出来 这些年 你们是怎么过的 纪怀安关心地问 陶叔带我们离开了京城 我们过得很好 杜娘没有再说下去 月儿 你们是不是一直在密谋刺杀狗皇帝 怎么会 狗皇帝远在京城 杜娘眼神明显有些闪躲 纪怀安可以确定自己的猜测 如果今晚不是自己阻止 必定会有一场血雨腥风 月儿姐 你看着我 她捧起杜娘娇艳的脸颊 两人四目相视 小安 月儿 不要瞒着我 我都知道了 你知道 什么 我知道你们要刺杀狗皇帝 知道今晚差点动手了 杜娘娇躯一颤 想要移开目光 但小侯爷捧着她的脸颊 近距离直视着她 让她无从逃避 她犹豫了一下 终于不再否认 你为何要阻止我 月儿 刺杀狗皇帝 没那么容易 我们有十足的把握 今晚如果不是你 狗皇帝已经死了 杜娘看着她 眼神不再温柔 而是变得有些冰冷 就算你们能刺杀成功 也绝无活路 只要能杀了狗皇帝 替爹娘 还有全族三百多人报仇 死又何妨 月儿姐 我不会让你死的 小侯爷 你的月儿姐早就死了 我现在叫杜娘 只是一名青楼女子 你又何必如此认真 我不管你是杜娘 还是月儿 你都是我的女人 我不会让你做傻事的 我要复仇 你阻止不了我 杜娘话音未落 纪怀安便感觉后脑勺遭到一击 接着便失去了知觉 小姐 昏暗的房间中 丫鬟平儿不知何时出现在床边 正是她激晕了小侯爷 杜娘看了小侯爷一眼 起身下了床 平儿立刻上前帮她穿戴起来 情况如何 狗皇帝已经回去了 今晚若不是她捣乱 咱们就成功了 小丫头说着 恼怒地看了眼床上的小侯爷 还有机会 明天狗皇帝还会来 杜娘坐到梳妆台前 看着铜镜中的自己 她对自己的魅力很自信 既然狗皇帝对她产生了兴趣 绝不会轻易放弃 小姐 她怎么办 还有红莲那丫头 平儿担心地问 先将她们关起来 等热物完成后再放马 杜娘答道 片刻后 平儿帮杜娘梳妆完毕 两人来到床边 此时一道晨光穿过窗帘 给昏暗的房间带来了一丝光线 天快亮了 杜娘看着床上昏迷的小侯爷 眼中闪过一丝温柔 我们的缘分就到此为止吧 第六十章 突如其来的意外 玉儿 纪怀安惊呼着醒来 发现自己手脚被捆绑着 无法动弹 少爷 你醒了 红莲也被捆绑着 靠在墙边 红莲 这是哪里 怎么回事 这是最花楼的地下密室 我们被他们抓了 红莲说着顿了顿 疑惑地问 少爷 你怎么惹怒了杜娘子 昨晚小侯爷让她放火 她就一头雾水 到现在 她还不明情况 以为自家少爷 跟花魁娘子起了冲突 那女人要做傻事 我们必须阻止她 她挣扎了一下 但绳子捆得很紧 无法挣脱 红莲 你看想想办法 我被封了穴道 动不了 红莲有些郁闷 若不是昨夜小侯爷叮嘱她 让她放完火 不得动手 她也不会轻易受制 我昏迷了多久 差不多两个时辰了 现在应该是四十左右 少爷不必担心 他们不敢对我们如何的 最多明天就会放了我们 明天 那就来不及了 她知道 杜娘今天必定会行动 焦急地挣扎起来 最花楼三楼 花魁娘子的房间 杜娘站在窗边 透过窗户 看着远处平静的湖面 登登登 急促地上楼声传来 桑妈妈推开房门 焦急地闯了进来 小姐 狗皇帝出现了 杜娘一惊 忙问 在哪 刚到寿溪湖北边 正往咱们这里过来 桑妈妈一脸焦急 他们没料到 狗皇帝会来得这么快 以为晚上才会过来 平儿呢 在花船上做准备 走 送我上船 杜娘说着 快步往外走 桑妈妈急忙跟上 刚出房门口 杜娘突然一阵恶心 捂着嘴干呕起来 桑妈妈吓了一跳 急忙搀扶住杜娘 小姐 你怎么了 没事 可能是这几天没休想 杜娘干呕后 轻轻擦拭了一下嘴角 小姐 你的脸色不太好 老师给你看看 不用了 走吧 杜娘快步走下楼梯 但没走几步 又干呕起来 桑妈妈看着杜娘 露出一丝疑惑之色 她悄悄一看杜娘的脉搏 顿时露出惊喜的表情 小姐 你 我怎么了 桑妈妈凑到她的耳边 巧声道 小姐 你有身孕了 杜娘娇躯一颤 一把扶住栏杆 差点摔倒 桑妈妈 你是不是搞错了 老神不会弄错的 已经有两个多月了 杜娘的小手紧张地攥成了拳头 她默默算了下时间 正好是第一次被小侯爷用墙内玩 为什么偏偏是在这个时候 她轻轻抚摸了一下小腹 眼中闪过一丝痛苦 几息之后 她神色恢复坚定 走吧 小姐 要不放弃吧 桑妈妈劝道 为了这一天 我等了十年 你让我放弃 那孩子怎么办 只能怪她命不好 杜娘咬牙道 可是 没有可是 走吧 送我上船 桑妈妈见小姐心意已决 没有再劝 立刻搀扶着杜娘出了醉花楼 来到岸边 平儿与一名船夫 撑着小船在岸边等待着 上船前 杜娘一把紧握住桑妈妈的手 叮嘱道 刚刚的事就当没有发生过 不得告诉任何人 小姐 桑妈妈难过的一把抱住杜娘 她虽是吓人 但从小将杜娘带大 早已将杜娘视为亲生女儿一般 若是计划成功 今日就是两人永别之时 杜娘也有些动容 轻轻叹了口气 回去吧 听到声音立刻按照计划撤退 去做好最后一件事 老神知道 小姐保重 桑妈妈狠心的一咬牙 转身返回醉花楼 杜娘平复了一下心情 上了小船 很快便顺利登上了大花船 两人上了甲板后 杜娘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晴空万里 阳光明媚 准备好了吗 她收回目光问 小姐 都准备妥了 只等狗皇帝来了 平儿答道 杜娘点了点头 回身打量着平儿 眼神满是温柔 小姐 怎么了 小丫头发现 自家小姐 神色有些不对劲 平儿 你害怕吗 她问 不怕 平儿不怕死 小丫头神色坚定地回答 杜娘伸出手 温柔地轻抚了一下平儿的发丝 可是 你才这么小啊 小姐 狗皇帝也是我的仇人 只要能报仇 平儿什么都不怕 好 今天我们就为家人报仇 杜娘说着 坐到早已摆好古琴前 玉碧青台 露出一双白皙无瑕的御手 食指轻按在琴弦上 凝神静气 两三个呼吸之后 她的御手微台 指尖轻轻一勾 一道琴音破弦而出 寿西湖畔 齐皇 张本初 谢天南 三人缓步走来 方向正是最花楼 昨夜回去后 齐皇想着花魁娘子 也不能寝 女人动心了 所以没有等到晚上 上午便往最花楼而来 昨夜的火灾怎么回事 齐皇问 虽然被花魁娘子吸引 但齐皇绝非金虫上脑 没有理智之人 是后院失火 应该是一场意外 谢天南回答道 虽然进军实力很强 但主要是保护陛下安全 至于调查方面 地方陌生 加上人手不足 做得并不够好 只是简单地打听了一下而已 最花楼经营了这么久 并没有露出破绽 三人边走边聊 十多名伪装的进军高手 分散在四周 突然 一道优美的情音 从湖面传来 齐皇脚步一顿 寻声看向湖中央 一艘三层的大花船 正在湖中缓缓游动 甲板上坐着一名红衣女子 正在弹琴 是花魁娘子 齐皇一眼便认了出来 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陛下 要不要租支船 去湖中游玩一番 张本初简直就是 狗皇帝都中的蛔虫 一眼便看出齐皇的心思 西湖美景 岂有不由船之理 齐皇哈哈一笑 寿西湖畔 停着不少小船 宫游客租赁游玩 张本初立刻就近租了一只 三人上了小船 顺着情音 驶向醉花楼的大花船 谢天南早已向四周的进军 发了暗号 十多名进军 从各个位置 租了十多艘小船 跟在四周保护着陛下的安全 花船的甲板上 渡娘弹着古琴 平儿站在他身侧 看着十多艘小船 从四面靠过来 小声提醒道 小姐 狗皇帝来了 第六十一章 醉花楼的刺杀计划 继府 外院 几名下人架着梯子 正在网树上挂着大红灯笼 福伯笑眯眯 站在一旁指挥着 淑妃娘娘回来了 府中当然要布置得喜庆一些 布置完成后 福伯正准备离开 一名暗卫快步走来 悄无声息地递给他一封密信 然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去 福伯快步回到房间 展开密信一看 表情微微一变 醉花楼 想干什么 福伯思索着 似乎想起了什么 从柜中翻出一堆纸张 这些纸张上 写着密密麻麻的字 每一张都是一份采购清单 上面写着很多日常用品 像是酒水 糕点 瓜果 肉类等 采购日期 数量都有标注 十分详细 这些都是以前调查醉花楼留下的 自从红莲 袁通的身份暴露后 对醉花楼的调查 便放松了些 突然 福伯眯着的老眼猛地睁开 然后迅速翻开着这些清单 露出惊骇之色 他明显发现了什么 几夕后 福伯抓着厚厚的清单 快步出了房间 直奔内宅 祭福 内宅 老侯爷与九位夫人 陪着淑妃娘娘 闲话家常 十年未见 一家人都很高兴 聚在一起 享受天伦之乐 不一会 一名丫鬟来到侯爷身边 巧声而语了几句 然后老侯爷找了个借口走开了 那院书房门口 福伯焦急地来回走着 阿福 出了何事 老侯爷快步走来问 侯爷 里面说 见福伯如此谨慎 老侯爷不禁有点疑惑 两人进了房间 福伯立刻将书房门关好 侯爷 醉花楼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 醉花楼中 一直隐藏着不少高手 以前并无动静 但这几日出入十分频繁 活动范围都在城北的方向 似乎是在监视着 那处大宅的动向 老侯爷心中一惊 福伯所说的那处大宅 他当然明白所指 而且他已经猜到 福伯想说什么了 醉花楼的目标是齐皇 这似乎不太可能 但也不是完全没可能 陛下对江湖势力向来抵触 有过几次打击 江湖上想刺杀齐皇的并不少 但想知道 陛下的行踪并非易事 醉花楼能提前布置 除非宫中有人 能不能确定 老侯爷沉眉问 这种事怎么可能确定 不过福伯立刻达到 这两日 陆娘子明显有意地接触陛下 刚刚传来消息 陛下又去了寿西湖 上了醉花楼的花船 谢大统领在吗 在 暗中还有十多名禁军高手 那没事 醉花楼若是真敢行刺 就是自寻死路 老侯爷自信地说道 侯爷 恐怕没这么简单 我刚刚查了一下 醉花楼这大半年的采购清单 发现了一个问题 福伯说着 将手中的一堆清单递了过去 老侯爷接过来看了看 嗯 都是些日常用品 有何问题 爆竹 福伯提醒道 爆竹 老侯爷愣了一下 然后仔细翻开着清单 几乎每一张采购清单上 都有爆竹 每次采购的数量都不多 但大半年采购累积下来 数量就些离谱了 醉花楼 只有偶尔放放鞭炮 无论如何 也用不了这么多 采购如此多的爆竹 如果不是用来燃放 还能用来干什么 老侯爷脸色瞬间变了 一共有多少 我算了一下 足够炸毁一条船 而且这些只是我们查到的 或许还有其他途径 大气帝国对火药有严格的管制 主要是由工部所设的火药局管理 爆竹也都是由工部制作销售 要想弄到火药极难 通过采购爆竹 取出里面的药粉来制作炸药 需要的爆竹数量十分庞大 要想不引起注意 只有通过长时间慢慢积累 醉花楼做得十分隐秘 福伯之前一直都没有发现 刚刚他接到密信 察觉到醉花楼的目标似乎是齐皇 重新检查了一下 才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立刻调牌人手 去寿西湖救驾 老侯爷虽然对齐皇有些不满 但齐皇对他有知遇之恩 而且既家是皇亲国妻 他当然不想让齐皇遇害 若是齐皇死在扬州城 继父难免会受到牵连 侯爷不可 福伯立刻阻止 将昨夜醉花楼火灾之事 详细说了一遍 补充道 小少爷昨夜去了醉花楼 彻夜未归 应该落在了醉花楼手中 这个不成器的东西 老侯爷气得破口大骂 侯爷 我已经派人进去调查了 应该很快就有消息 不能等了 立刻调动所有人手 先拿下醉花楼 醉花楼地下密室 纪怀安拼命地挣扎着 双手被勒出深深的血痕 痛得他呲牙咧嘴 但奈何被捆绑得太紧 他根本无法挣脱绳子的束缚 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忙问 红莲 你的袖中剑还在吗 在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不会功夫 醉花楼并没有封他的穴道 他挪到红莲身边 费了很大的力气 才从红莲的袖中 取出细长的短剑 然后又费劲地将绳子割断 少爷 我动不了 红莲被封了穴道 他又不会解决 我先去救人 他知道 醉花楼不会对红莲怎么样 决定先去找度娘 这是一处地下密室 铁门上着锁 他拿着红莲的短剑试了半天 根本无法打开铁门 正在他无可奈何之时 外面传来激烈打斗声 不过片刻 一队黑衣人来到门口 一刀砍断了门锁 冲了进来 纪怀安下地退回到红莲的身边 举着短剑防备着 在一队黑衣人的保护下 老侯爷 福伯走了进来 同时还押着桑妈妈与几名女子 爹 福伯 你们怎么来了 纪怀安惊讶地喊出声来 皇帝老儿上了度娘的花船后 醉花楼的高手便分散撤离了 老侯爷带人很轻松地控制了整个醉花楼 找到了这里 混账东西 老侯爷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福伯示意 一名黑衣人走过来 解开红莲的穴道 红莲保护不力 请侯爷恕罪 红莲立刻担心跪下请罪 老侯爷此刻哪有心情责怪红莲 立刻吩咐道 带上几个人 送少爷回府 其他人随本侯去救驾 侯爷 不要 度娘她是您的故人之子 桑妈妈扑通一声 跪到侯爷面前 第六十二章 母性的本能 老侯爷救了不成器的小侯爷 便要赶去救驾 桑妈妈突然跪到他面前 说了就让他听不懂的话 说清楚 老侯爷冷眼看着桑妈妈 桑妈妈看了眼四周 见人太多 有些犹豫 圣上危急 老侯爷哪有耐心 一个眼色 两名护卫立刻将桑妈妈拉开 爹 等等 纪怀安立刻上前拉住老侯爷 小声道 爹 度娘是陆将军的女儿 她是陆院 是您的儿媳妇 老侯爷如此大的阵仗 他才倒是 醉花楼的刺杀计划暴露了 只好孤注一掷 将度娘的身份说了出来 听到他的话 老侯爷愣了一下 然后眼神灵力地看着他 你说真的 爹 我还能骗您吗 希望侯爷看在固有的份上 网开一面 老侯爷眉头深锁 犹豫了一下 最终决定还是要救齐皇 你们几个控制住醉花楼 阿福 带人随我走 人都是自私的 陆金山虽是他的至交 但陆家已经灭亡了 齐皇若是死在扬州 祭府难辞其咎 而且他不仅是侯爵 也是国杖 桑妈妈一看老侯爷不为所动 一咬牙 冲上去抓住纪怀安道 小侯爷 度娘她怀了你的孩子 寿西湖 三层的大花船在湖中缓缓飘荡 七八艘小船分散在四周 船上都是进军伪装的游客 齐皇 张本初 谢天南三人已经上了花船 谢天南十分谨慎 指使了几名进军上了花船 将花船里里外外仔细检查了一遍 整艘花船上 除了度娘 丫鬟贫儿外 只有底层有两名驾船的船夫 船夫真的只是普通船夫 没有一丁点功夫 而且对这次行刺计划一无所知 为了让齐皇的人放松警惕 也为了不露出破绽 醉花楼安排的滴水不漏 昨夜扫了齐爷的兴致 度娘给齐爷赔罪了 三层的甲板上 度娘冲齐皇微微一服 度娘子无需多礼 齐皇走上前 抬起度娘的手臂 笑道 今日万里晴空 想必晚上月色更佳 时间尚早 我为齐爷弹奏一曲 度娘玩耳一笑 抽回手坐回琴边 平儿搬来小桌子 奉上酒水糕点 齐皇 张本初 谢天南围桌坐下 谢天南翘无声息地试了下毒 酒水 糕点全都是安全的 要想在这位谢大统领面前下毒 恐怕唐门也未必能做到 张本初陪着齐皇饮酒 听着度娘弹奏着月儿的琴音 一曲奏罢 度娘又献上了一支金红舞 花魁娘子玲珑浮屠的身材 加上轻盈的舞姿 飘逸 柔美 韵味十足 齐皇看得双目放光 心中躁动不已 度娘跳完舞 来到桌边接过平儿手中的酒壶 一边伺候三人喝酒 一边陪齐皇迎师作对 时间一点点流逝 五六月的天气说变就变 刚到身时 一片片乌云遮挡住了阳光 晴朗的天空缓缓阴沉了下来 三爷 好像要下雨了 张本初看了看天气说道 齐皇看了眼阴暗的天空 微微皱了皱眉 感觉有些扫兴 度娘嫣然一笑道 江南烟雨 别有一番滋味 三爷 咱们一架房间吧 今晚赏不了月 可以赏春雨啊 齐皇一听 顿时眉开眼笑 点头同意 平儿立刻过来帮忙 引着齐皇几人进了三层船舱 张本初悄悄拉住度娘 取了厚厚一打银票 塞到度娘手中 度娘子 晚上伺候好我们三爷 只要让三爷满意 明日赏赢加倍 度娘接过银票 妩媚一笑 张爷放心 奴家明白 那就有劳度娘子了 张本初猥琐的笑了笑 然后拉着谢天南出了房间 平儿跟了出来 带上了房门 两位大人 隔壁的房间可以休息 两人守在房门口 有些不像话 只好跟着平儿进了隔壁房间 几人离开后 房间里只剩下齐皇与度娘两人 意思已经不言而喻 齐爷 我敬你一杯 嗨嗨 度娘喝完酒 轻轻咳嗽起来 度娘子怎么了 齐皇起身 色急地抓住度娘的手腕 咳 奴家不胜酒力 度娘抽回手 齐皇立刻靠过来 一只大手搂向他的仙腰 齐爷 时间还早呢 度娘娇媚地白了齐皇一眼 灵巧地躲开了 齐皇尴尬一笑 他被花魁娘子挑逗的 有些心仰男人 此时还不到身时三刻 时间的确还早 不过因为天映了下来 光线有些昏乱 奴家怕黑 先把灯点上 度娘取了个火折子 走到墙边 墙上挂着一只油灯 油灯边有一根十分隐蔽的影线 影线通过墙壁 延伸到地板之中 船舱三楼与二楼之间 有一个夹层 里面装满了火药 夹层的位置 就在齐皇所坐的正下方 只要点燃油灯时 翘无声息地点燃影线 齐皇便会被炸得粉身碎骨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火药准备得十分充足 爆炸足以让整艘船上的人 全部陪葬 不过度娘不在乎 为了准备这一天 醉花楼准备了大半年 她早就准备好了 与狗皇帝同归于尽 刺杀皇帝谈何容易 隔壁有大齐第一高手谢天南 花船楼下和四周都是进军 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 完美的计划 都有可能失败 影线燃烧需要一点时间 这点时间足够谢天南 齐皇的注意力 不能被狗皇帝发现破绽 按照计划 点燃影线后 她便宽衣解带 吸引齐皇注意力 她注定要与狗皇帝同归于尽 打开火折子 她轻轻吹了一下 火苗窜出 因为太过紧张 她的手微微有些颤抖 火苗靠近 油灯的灯芯被点亮 她继续移动找火折子 靠向影线 突然 她脸色一变 咽喉中泛起一阵恶心 是孩子 她本能的一缩手 火折子离开了影线 为什么 你要在这个时候来 她摸了一下小腹 眼中闪过一丝痛苦 她不怕死 但这个孩子怎么办 她舍不得 母性保护孩子的本能 让她无法做出抉择 强烈的恶心再次传来 她忍不住弯腰干呕起来 杜娘子 齐皇走过来扶着她 她怕齐皇看见影线 立刻侧身挡住 同时一松手 将火折子丢在地上 齐皇吓了一跳 急忙弯腰 将火折子从地板上捡起来熄灭 齐燕 我没事 可能是着凉了 你脸色不太好 不如早点歇息吧 齐皇说着 拉着她走向床边 杜娘焦急不已 正在思索对策 外面传来一声叫喊 杜娘 我来了 是小侯爷的声音 杜娘焦躯一颤 脸色变得更加苍白了 第六十三章 险中求生 杜娘 我来了 船舱外传来小侯爷的叫喊声 齐皇不悦地皱了下眉头 不过她并没有打算停止 将杜娘拉到床边后 伸手便要去解杜娘的裙带 杜娘紧张地往后退了一步 正好坐到了床上 这时 外面又传来一阵激烈的争吵声 紧接着 咚咚咚的敲门声传来 齐皇满脸不悦 他转身走到房门口 打开房门 是谢天南与张本初 何事吵闹 三爷 是小侯爷 他要上船找花魁娘子 张本初尴尬地说道 小侯爷 齐皇微微愣了一下 扬州城第一顽裤 继侯爷家的老六 他这几天可是如雷贯耳 不过还未见过 赶走便是 此时 他正兴致高昂 不想被打扰 张本初一脸为难道 这小子不知道咱们的身份 已经跟我们的人起了冲突 他还说 说什么 齐皇问 他说他已经为杜娘赎身了 杜娘是他的女人 张本初仗红着脸说道 如果对方不是小侯爷 他早让禁军 把对方宰了 扔进湖里喂鱼 但这个老六是老侯爷之子 这次陛下来扬州 正是为了老侯爷而来 所以他才来请示 齐皇一听 脸色更加难看了 为了一个青楼女子 被一个小辈争执 若是传出去 皇家的脸还要不要了 不过他回首看了眼 房间里的杜娘 又有些心仰男人 刚刚被点燃的浴火 让他有些难以自拔 走 一起去看看 齐皇说着 给张本初示意眼色 张本初心领神会 立刻将杜娘叫了出来 并小声跟杜娘叮嘱 让他将小侯爷打发走 四人上了甲板 此时天空布满了乌云 整个世界变得阴沉起来 湖面沉闷 压抑 一艘小船停靠在花船旁边 小侯爷站在船上 红莲 原通户在左右两侧 几艘禁军的小船 将他们包围住 阻止他们上花船 杜娘 快出来 快点让我上船 小侯爷对着花船大吼大叫 这些禁军知道了他的身份 只敢阻拦 看到杜娘上到甲板上 小侯爷兴奋的挥手跳了起来 齐皇脸色难看至极 冷哼道 让他上来 谢天南立刻发出指令 禁军不再阻拦 小侯爷三人立刻上了花船 登登登 小侯爷一路飞奔 快速冲上花船甲板 一上甲板 小侯爷谁也不顾 直接跑到杜娘面前 一把抓住杜娘子的手 杜娘 我帮你赎身了 桑妈妈已经收了我的银子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季家的人了 我跟我爹说了 他同意接纳你 他不同意也不行 你已经怀了我们季家的宝宝 快让我看看孩子 计划按摸了摸杜娘的小腹 然后又低身 将耳朵凑到小腹边倾听 我听到了 宝宝在动呢 小侯爷口若悬河 一顿操作猛如虎 杜娘呆若目击地 站在原地一栋未动 这女人怀了季家的肿 张本出半张着嘴 压麻呆住 齐皇脸色难看得像猪肝一般 只有谢天南面不改色 稳如老狗 他只负责陛下的安全 其他任何事都不以为意 这时 杜娘突然捂着小嘴干呕起来 季怀安搀扶着 娘子 孕妇不宜坐船 我马上接你回家 齐皇一看杜娘的状态 顿时兴致全无 一挥袖子 转身下船而去 谢天南 张本出急忙跟了上去 看到齐皇要走 杜娘有些急了 季怀安紧紧搂着他的仙腰 在他耳边轻声道 你要让我们的孩子 跟你一起陪葬吗 杜娘娇躯一颤 抬眼看着他 水汪汪的大眼睛中 两道泪珠滚落 齐皇三人下了花船 在几艘小船的护送下 很快便消失不见 看到狗皇帝真的走了 季怀安才松了口气 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虽然预判狗皇帝 不会拿他怎么样 但预判毕竟是预判 谁知道狗皇帝 会不会一怒之下把他砍了 男人在这种时候 被人坏了好事 恐怕都有一颗杀人的心 况且是皇帝老 另外 杜娘的行为也难以预料 若是点上了火药 自己上船 就是来陪葬的 但他还是来了 哄 一声乍响 电闪雷鸣 大雨倾盆下 快进屋 他拉了下杜娘 但没拉动 你来干什么 杜娘正正地看着他 任由雨水落在身上 我来救你 还有我们的孩子 他说 你不怕死吗 怕 但我不想让你死 如果真要死 那我们一家三口 就死在一起好了 杜娘鼻子一酸 顿时泪如泉涌 他一个公主抱 将杜娘抱了起来 往船舱走去 杜娘紧紧地抱住他 大声地哭了出来 寿西湖盼的一座茶楼中 老侯爷站在窗边 透过窗口 看着烟雨朦胧中的湖面 表情带着说不出的民众 福国急步走了过来 禀报道 小少爷成功了 陛下撤走了 老侯爷袖中的拳头终于松开 表情也放松了下来 他不知道 为何要任由这个不成器的老六胡闹 也许是因为陆将军 还有他的孙儿吧 另外 以他对齐皇的了解 不会为了一个女人 对小安如何的 不过这件事 一定会让陛下对季家新生芥蒂 特别是小安 会成为陛下心中的一个疙瘩 是件很不好的事 好在扬州远离京城 陛下待不了几天 就会回京城 小少爷聪慧机敏 能想出这种办法 福伯紧张地擦了擦汗 这次要救陛下 又要保住陆月儿和他的孙子 让老六出面 确实是最好的办法 虽然有一定的风险 但如此短的时间 他们根本别无选择 老侯爷不满地哼了声 回声道 将府上今晚的行动痕迹 全部抹去 已经在处理了 桑妈妈那边也很配合 福伯答道 别忘了那艘船 今晚必须将里面的东西处理干净 老侯爷叮嘱 侯爷放心 这场大雨下的正合适 福伯迷眼一笑 看了眼湖面的花船 想了想问 杜娘子如何处置 老侯爷想了想 轻轻叹了口气 既然已经熟身了 让小安将他带回府吧 第六十四章 条件 黑夜 狂风大作 电闪雷鸣 调泼的大雨呼啸而下 花船在湖中剧烈地摇晃着 几艘小船 借着月色的掩藏 悄无声息地靠近大花船 小侯爷 杜娘被小船接走 借着花船中的灯火熄灭 树道黑影将船舱中的地板拆开 小心地取出了里面的火药 这场暴风雨来得正是时候 掩藏了一切痕迹 次日卯时 乌云散去 一道朝霞驱散了阴霾 整个天空干净透明 避空如洗 借猴府 东乡房 一道晨光穿过窗户 点亮了房间 大床上 杜娘紧张地睁开眼 看见小侯爷躺在她的身边 她才稍稍安心了一些 昨夜她被带回了猴府 接着被小侯爷抱回了这个房间 不知道是不是精神太过紧张 加上有身孕的缘故 她被放到床上后没多久 便昏睡了过去 刺杀狗皇帝的计划失败了 她本来有机会成功的 但她放弃了 所有人都活了下来 还有腹中的孩子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 她轻轻抚摸了一下小妇 又看了眼身边的小侯爷 眼中闪过一丝温柔 昨天小侯爷为她所做的一切 带给了她从未有过的感动 特别是小侯爷的那句 如果真要死 那我们一家三口就死在一起 一句话彻底征服了她的芳心 她看着小侯爷 突然很庆幸自己 昨夜没有点燃影线 否则昨天她赶来时 面对的将是一片火海废墟 那对她来说太残忍了 她打量了一下房间 悄悄下了床 四处看了她 墙上半裸的美人图 令她有些脸红 怎么不多睡会儿 小侯爷不知何时下了床 从背后搂着她的仙腰 睡好了 这是你的房间吗 是我们的房间 纪怀安说着 双手钻入度娘的睡袍之中 抚摸着她平坦的小腹 这里面有我们的孩子 两世为人 她第一次喜当爹 这种感觉很奇妙 侯爷都知道了 度娘紧张地问 知道了 所有的事都处理好了 不必担心 她安慰着 双手不自觉地 顺着平坦的小腹摸了上去 攀上了双风 别闹 月儿姐 你好诱人 她清秀着度娘的秀发 双手抚摸着玉丰 莫名地冲动起来 昨夜太过紧张 此时一觉睡醒 精神头正足 很快便有些难以自持 天快亮了 没事 时间够了 她一把将她抱了起来 放天大床上 解开身上的睡袍 扶了上去 她没有抗拒 而是迎合着她 任由她贪婪地索取着 也不知过了多久 一声沉闷的喘息后 两人停了下来 嗨嗨 刚结束 两声倾咳从床边传来 把两人吓了一跳 红莲 你走路没声音吗 少爷 侯爷让你们立刻过去一趟 两人一听 急忙下床穿衣梳装 在红莲的帮助下 不过片刻 小侯爷便已经戴整齐 度娘很是尴尬 内宅 书房 老侯爷坐在书桌边 看着手里的一份 婚书发呆 这份婚书 乃是他当年亲手所写 交给陆金山的 有婚书为证 加上度娘要刺杀齐皇 身份几乎可以证实 爹 纪怀安牵着度娘走了进来 打断了老侯爷的思绪 见过侯爷 度娘微微一扶 老侯爷深深地看了度娘一眼 示意道 坐吧 纪怀安忙 扶着度娘坐到桌边 当年 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老侯爷开门见山地问 度娘将之前跟小侯爷说的话 又说了一遍 云飞 也还活着 老侯爷问 整个路架 只有我与哥哥活了下来 度娘回答着 眼中闪过一丝悲伤 老侯爷同情地看了眼度娘 接着问 你们是如何得知 陛下来到扬州的 度娘稍稍犹豫了一下 答道 是陶先生传来的消息 一年前 狗皇帝就入出下江南的新室 若是狗皇帝下江南 必定会来扬州城 因为侯爷在这里 这十年来 陶方带着陆家兄妹 一直在谋划刺杀皇帝老 但想刺杀一国之君 何其之难 所以只要有一点点可能 他们都要试一试 陶先生和云飞在何处 你们在宫中有眼线 老侯爷继续问 度娘摇头道 侯爷 抱歉 我能说的只有这些 剩下的月儿无可奉告 老侯爷犹豫了一下 没有再问 这时 福伯领着一名老大夫走了进来 大夫姓胡 是继府的人 继怀安自然认识 老侯爷看向度娘道 你有孕在身 昨夜又受了惊吓 我让大夫给你好好慢 爹 我相信月儿 继怀安知道 老侯爷要确认 度娘是否怀有身孕 其实他自己也想确认一下 不过这种气氛下 感觉像是在强迫度娘检查 有点不近人情 没关系 其实我也想再确认一下 度娘给了他一个安慰的眼神 大方帝伸出玉手 胡大夫走近 轻轻一搭脉搏 仔细地诊断起来 十几期之后 胡大夫收回手 眉开眼笑道 恭喜侯爷 恭喜小少爷 姑娘确实有喜了 老侯爷露出一抹笑意 嗯 情况可好 回侯爷 姑娘的身孕已有两月 胎儿很稳定 不过姑娘的身子有些娇弱 接下来需要好好养胎才是 我马上去准备些胺胎药 那就有劳胡大夫了 老侯爷点头道 福伯立刻带着胡大夫离去 度娘轻抚了一下小妇 眼中闪过一丝温柔 我来听听 是男孩还是女孩 纪怀安将耳朵凑到度娘小妇听了听 度娘翘脸一红 盲伸手阻止他乱动 嗨嗨 老侯爷轻咳了两声 打断两人的你们我农 月儿 你本就是我季家的儿媳妇 你与小安能重逢 是你们的缘分 但你也知道 你的身份永远不能是人 侯爷有什么话 不妨直说 你只能以度娘的身份留在府上 我们无法给你名分 除了名分外 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 爷 你闭嘴 纪怀安刚开口 便被老侯爷吼了一声 度娘的身份若是暴露 纪家都会受到牵连 老侯爷不可能给他名分 做妾都不可能 小安 我不需要什么名分 只要你对我跟孩子好就行 他拉着小侯爷的手 玩耳一笑 然后转对老侯爷道 侯爷 度娘没有什么要求 但本侯还有一个要求 老侯爷说道 侯爷请说 你必须放弃报仇 第六十五章 大舅哥 季侯府 书房 度娘独自走了出来 福伯已经在门外等着了 度娘子 请随我来 福伯引着度娘离去 书房中 老侯爷将纪怀安留了下来 爹 你这样做 是不是太过分了 老侯爷气得一拍桌子 怒吃道 混账东西 你知道他要做什么吗 若是让人发现了 我们整个季府都要陪葬 季怀安下的缩了缩脖子 这个便宜老爹发起脾气来 很有威慑 他知道老侯爷的做法是对的 这次为了救度娘 可以说是十分冒险 稍有差池 后果不堪设想 爹 怎么说月儿姐也是陆将军之女 还是您的儿媳妇 又怀了您的孙子 若非如此 我又岂会容你胡闹 老侯爷说着 狠狠瞪了他一眼 昨晚让这个老六去冒险 可以说是一场豪赌 说是走钢丝也不为过 自从离开京城之后 老侯爷就没有如此惊心动魄过 狗 嘿嘿 祁皇会不会急恨我 他本想说狗皇帝 及时杀住了嘴 你还知道害怕 老侯爷哼了声 接着道 放心 陛下乃是一国之君 又岂会因为这些事为难你 不过对你不满是肯定的 要不要去赔个罪 不用 你继续当做不认识陛下 我也当做不知道 否则容易适得其反 皇帝老儿也会倾楼女子 这种事当然不想传出去 谁都不提示最好的做法 老侯爷想了想又叮嘱道 在陛下离开扬州城之前 你给老子好好待在府里 哪里也不能去 如果明日陛下来接书妃娘娘 你莫要露面 孩儿明白 老侯爷在教训老六之时 福伯将度娘送到了东侧的一处偏院 小姐 平儿 刚进偏院 丫鬟平儿便迎了上来 主仆两人重逢 有种劫后重逢的感觉 为了刺杀狗皇帝 两人早已准备赴死 但因错阳差 他们都活了下来 度娘 这里紧挨着小少爷的东乡院 你们以后就住在这里 我会安排几个丫鬟过来伺候 福伯说道 度娘摇头拒绝道 福伯 有平儿陪着我就够了 不需要其他人 她知道 无论是陆院 还是青楼的花魁 继侯府都不可能光明正大地接纳她 她的身份 注定不能在明面上做小侯爷的女人 自然也不能跟小侯爷住在一起 也好 姑娘有任何需要 可以让平儿姑娘告诉老朽 有劳福伯了 姑娘好好休闲 老朽就不打扰了 福伯说着退出了院子 小姐 怎么回事 你昨天为何没有出手 平儿焦急地问 昨夜小侯爷突然出现 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后来祭府的人将他带回府中关了起来 刚刚才被带来这里 他不明白小姐为何没有动手 小姐明明有时间点燃那个影线 他们推演过很多次 小姐没有理由失手 平儿 对不起 小姐 你真的怀了小侯爷的孩子 昨夜小侯爷上了甲板 一通夸张的表演 将狗皇帝砌走 整个过程他自然看见了 嗯 杜娘点了点头 平儿看向杜娘的小妇 露出惊喜的表情 小姐 别站着 快点进屋座 小丫头立刻搀扶着 她进了房间 房间明显经过细心的布置 虽说不上豪华 但很温暖舒适 我摸摸小宝宝 平儿兴奋地摸了摸杜娘的小妇 又侧耳听了听 傻丫头 才两个月听不到的 杜娘温柔地笑了笑 拉着小丫头的手道 平儿 你不会怪我吧 平儿摇了摇头 仇以后还能报 小姐 你做得对 我们要保护好小宝宝 这才是最重要的 错过了这次机会 恐怕 杜娘神色黯然 她没有答应老侯爷放弃报仇 只是答应在孩子出生之前不动手 如果以后要报仇 她会离开侯府 不会牵连到继府和孩子 小姐 以后会有机会的 现在孩子最重要 大少爷若是知道了 也一定会赞同你的做法 平儿安慰道 寿西湖畔 醉花楼的大门紧闭着 桑妈妈借着火灾为由 暂停了营业 三楼房间 桑妈妈站在窗边 看着飘荡在湖面的花船 她知道 昨夜侯府已经将火药处理干净了 原本按照计划 花船爆炸后 她会带人迅速离开扬州城 现在刺杀计划失败了 但好在没有暴露 在老侯爷的帮忙下 醉花楼中所有参与过行动的人 全部秘密撤离到了城外 醉花楼内现在除了她 全部都是普通人 不过她还不能走 因为醉花楼这两天还要开下去 否则突然关闭 会惹人生疑 醉池明天 醉花楼必须开门一面 怎么回事 一个冰冷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桑妈妈一惊 急忙转过身 在她的身后 站着一名黑衣男子 男子身材修长四剑 五官如刀刻般 棱角分明 双目寒心 披着一头长发 有种江湖侠刻般的狂放不羁 不过男子的表情 目光都太过冰冷 让人不敢靠近 少主 您回来了 桑妈妈看见男子 立刻单膝跪了下去 这男子不是别人 正是护国大将军陆金山之子 陆月儿的亲哥哥 小侯爷的大舅子陆云飞 陆云飞透过窗户 看了眼湖面的花船 问 你们失败了 少主 昨晚有些突发情况 桑妈妈立刻将昨夜发生的事 详细说了一遍 月儿被带去了祭府 陆云飞眼中闪过一道寒光 少爷放心 小姐很安全 小姐她 桑妈妈犹豫了一下 咬牙道 小姐有了身孕 是小侯爷的孩子 陆云飞愣了一下 然后紧促起眉头问 其他人呢 按照计划撤离到城外了 黄昏 晚霞似火 陆云飞手持长剑 悄无声息地 从最花楼的后门离开 他刚走出不过十几步 一名护卫模样的人突然出现 拦在他面前 陆公子 我家大人有请 你家大人姓记 公子聪慧 我若不想去呢 陆云飞行事十分谨慎 虽然曾经济家跟陆家关系匪浅 但今时不同往日 他无法确定老侯爷的态度 公子放心 我家大人并无恶意 只是想与公子叙叙旧情 公子若是不愿去 我家大人也绝不强求 陆云飞犹豫了一下 决定去会会老侯爷 带路 第66章 兄妹重逢 祭福 后院 老侯爷坐在凉亭里喝茶 福伯在一旁伺候着 护卫引着陆云飞 来到凉亭前停下脚步 伸手拦道 公子 佩健我先帮你保管 我这把剑 从不离身 陆云飞拒绝 福伯看了眼老侯爷 冲护卫道 无妨 请陆公子过来 护卫让开 陆云飞走入凉亭之中 见过侯爷 陆云飞抱歉一礼 老侯爷打凉着陆云飞 微微汗手 请坐 陆云飞坐到老侯爷对面 侯爷风采不见当年 陆公子还记得本侯 当然记得 当年侯爷还送过我一把木剑 我很喜欢 可惜早已随着大宅 一起藏身火海了 老侯爷神色微微动容 当年 本侯尽力了 我知道 我们并未怪过侯爷 这些年 你过得如何 随师父习武 闯荡江湖 陶先生的身体可还好 老侯爷问 陆云飞惊讶地看了老侯爷一眼 陶芳是他父亲手下的第一暗卫 知道的人并不多 我们本是亲家 你父亲与本侯之间 没有秘密 老侯爷说道 陆云飞点头道 有劳侯爷挂念 家师身体硬莽得很 陶先生在何处 抱歉 我不能说 老侯爷没有追问 想了想到 我记得你当初说过 将来想跟你父亲一样 做个大将军 保卫大旗 那些都是年幼无知之言 我早已忘了 如今昏君无道 暗无天日 我现在想做的事 只有替天行道 陆云飞毫不避讳地说道 世道浑浊是常态 你又何必如此执着 侯爷若是想劝在下 还是免开遵口的好 老侯爷端起茶杯 浅浊了一口 放下道 我不会劝你 也不会阻止你 但我有一个要求 侯爷请说 你走的是死路 莫要在拖院和孩子下水 侯爷能保证 让他平安喜乐一生 陆云飞问 季家虽给不了他名分 但本侯可以保证 季府上下会呵护他一生 让他们母子平安 本侯会视他为亲生女儿 绝不会让他受半点委屈 如此甚好 侯爷最好记住 今日所说的话 你同意了 陆云飞点了点头 我只有院一个亲人 我也希望他能幸福 我是家中长子 有些事本就该由我来做 你跟你父亲很像 身上都有令本侯佩服的 英雄气概 侯爷 我想见见院 走吧 一起去 老侯爷站起身 亲自为陆云飞带路 侯府 东边偏院 平儿扶着度娘 在院子里散步 虽然是偏院 但也种了不少花草 十分鲜艳 度娘穿着一身淡雅的素裙 装扮也都变得十分朴素 虽然少了几分 醉花楼时的妖娃妩妩媚 但却多了几分优雅 端庄 小姐 这些花真好看 嗯 是很美 小姐 我们真的不回醉花楼了吗 不能回去了 你不喜欢这里吗 不是 这里很安逸 没有臭男人 挺好的 平儿正说着 便看见小侯爷 带着一群丫鬟走了过来 快点 都端过来 摆好了 小心一点 七八名丫鬟 端着水果 糕点 小菜 鸡汤走来 在小侯爷的指挥下 这些丫鬟将盘子 摆到院中的石桌上 整个桌子堆得满满当当 十分夸张 月儿姐 我给你弄了点吃的 小侯爷将度娘扶到桌边坐下 拿起包好的橘子 喂入度娘口中 这个有点酸 但是对她儿好 这是苏香斋的糕点 是你最喜欢的 这是生鸡汤 有营养 这几个小菜 我特意让厨房做的 你尝尝喝不喝胃口 小侯爷一样样介绍着 度娘白了她一眼 你弄这么多干什么 孕妇要多吃 孩子才能长得白白胖胖的 先把鸡汤喝了 小侯爷端起鸡汤 小心地喂着度娘 前世她是孤儿 连个女票都没有 现在突然要喜当爹了 她有点小兴奋 度娘喝着鸡汤 心里一阵甜蜜 这时老侯爷 福伯带着陆云飞走来 看到七八个丫鬟站成一排 还有满桌好吃的 不由愣了一下 嗨嗨 福伯提醒的咳嗽了两声 侯爷 丫鬟们急忙攻身行礼 福伯白手示意 丫鬟们全都退出院子 爹 您来了 她看见老侯爷 带着一个陌生的年轻人过来 不禁有些疑惑 哥 度娘看见陆云飞面色一喜 静止扑到哥哥怀里 喜极而泣 自从十年前逃生后 兄妹俩相依为命 为了复仇 陶芳给他们安排了不同的任务 度娘负责寻找机会行刺 陆云飞负责联络四周小国 以及江湖豪杰 企图覆灭大齐 他们不仅要报仇 还要让齐国灭亡 只有这样才能解恨 两年前 陆云飞便离开了大齐 前往西北边的第一国 在得知其皇下江南 刺杀计划开始后 他立刻千里迢迢地赶了回来 若是昨夜行刺成功 他将再也见不到妹妹 两人将天人永隔 得知刺杀失败那一刻 他心里反而松了口气 好了 别哭了 都要做娘亲了 还哭鼻子 陆云飞看着妹妹 冷峻的脸上露出极其少见的笑容 哥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今天刚到 嗨嗨 大舅哥好 小侯爷嬉地笑脸地凑了过去 陆云飞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并没有理他 而是转队老侯爷道 我要单独跟妹妹说几句话 老侯爷点了点头 并未反对 少主 小姐 请随我来 平儿将陆云飞 度娘领进房间 关上房门 守在门口 这个大舅哥 好像不太喜欢自己啊 纪怀安一脸郁闷 弄这么多 吃得完吗 老侯爷看着满桌的菜问 爹 我花的可是我自己的银子 纪怀安得意地笑道 老侯爷第一次被这个老六 对得哑口无言 只能气得干瞪眼 看见老侯爷吃扁 他有些暗爽 花自己赚的银子 就是有底气 现在报社的生意越来越好 每个月能赚三四百两银子 若是把广告业务做起来 到时候让便宜老爹看看 什么叫好横 老侯爷突然脚狭一笑道 既然赚钱了 也该为府上分担一些 老四每年孝敬老子三万两 你可以少一点 一年上交一万两吧 你大爷 纪怀安嘴角一抽 差点骂了出来 第67章 措手不及 房间内 高冷的陆云飞 放下手中的长剑 突然化身成逗逼小可爱 月儿 孩子几个月了 什么时候出生 让大舅摸摸 快叫声大舅听听 小家伙 大舅的话给点回应啊 哥 才两个月呢 哪有动静 陆月儿白了眼一脸傻憨的哥哥 月儿 你快坐下 不要累着 陆云飞黑黑一笑 扶着妹妹坐到椅子上 哥 对不起 陆月儿露出歉疚的神色 陆云飞立刻安慰道 月儿 你做得对 狗皇帝咱们要杀 但你跟孩子都不能有事 昨晚 我有机会动手的 你没有动手也好 就这样杀了狗皇帝 太便宜他了 终有一日 我要让这山河崩碎 让狗皇帝成为王国之君 让他为所做的事 付出最惨痛的代价 再将他挫骨扬灰 陆云飞眼中 燃烧着仇恨的火焰 身上散发着冰冷的杀气 陆月儿 不自觉地打了个冷战 陆云飞比他大四岁 十年前 陆家三百口被砍头时 陆云飞已经十岁了 十岁的孩子记忆 情感都已经成熟 他对父母 以及家里每一个亲人的记忆 都十分清晰 当时那种丧亲之痛 深入骨髓 比陆月儿要强烈得多 陆云飞心中的仇恨 可以说恨比天高 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他复仇 看到妹妹紧张的神色 陆云飞杀气收敛 情绪缓缓平静下来 月儿 那小子对你如何 哥 他对我很好的 他要是敢对你不好 我砍了他 哥 他吓了一跳 刚刚看他的表现 还不错 陆云飞微微一笑 刚才小侯爷亲自喂月儿喝汤 他正好看见了 大舅哥很满意 哥 他跟传言中的不一样 他对你好就行 两人又聊了几句 陆云飞站起来道 月儿 我该走了 哥 你要去哪里 陆云飞拿起桌上的长剑 陆家的事 以后由我来做 你莫要多想 安心把孩子生下来 我有空便回来看你跟孩子 两人又说了几句 一起出了房间 院中 老侯爷 福伯都还在等着 陆云飞一抱拳 侯爷 晚辈告辞了 老侯爷点了点头 阿福 送陆公子 陆云飞看向纪怀安 冷声道 对我妹妹好些 否则我饶不了你 我会照顾好院的 纪怀安走过去 握着陆云的手 哥 陆云眼睛红了 陆公子 请 福伯抬手示意 陆云飞看了眼妹妹 跟着福伯离去 祭府大门口 福伯送着陆云飞刚出大门 一架豪华的马车迎面驶来 正好停在祭府大门外 谢天南带着十几名护卫 奔在马车四周 前方领路的 正是之前来过的大太监曹衡 张本初掀开车帘 七皇走了出来 狗皇帝 陆云飞一握手中的长剑 身上散发出冰冷的杀气 福伯吓了一跳 一把抓住陆云飞的手腕 陆云飞双目血红 回忆的画面在他脑海中浮现 陆家大宅火光冲天 三百多人全部被砍头 血流成河 仇恨的火焰在他心里燃烧 将他一点点吞噬 他右手的真气猛烈地爆发出来 想要振开福伯的束缚 但福伯的五指像铁钳一般 将他牢牢控制住 令他无法挣脱 这个老管家的实力 竟然深不可测 放手 他全身的真气聚集于右手 即将爆发 蠢货 没有人能在谢天南的面前行刺 陶先生没有告诉过你吗 福伯小声骂道 陆云飞微微一震 目光看向七皇帝 身边那个睽萎的男子 谢天南 大齐帝国第一高手 无论看上去机会有多好 只要他在狗皇帝身边 就绝对不能出手 这是师父陶芳 曾经跟他说过的话 陆云飞又闭骨骼嘎嘎作响 仇人近在眼前 天赐良机 他有些无法控制自己 除了谢天南外 还有曹皇 你一出手 必死无疑 你若死了 陆家的仇谁来报 福伯小声说着 额头已经渗出了冷汗 陆云飞死了不要紧 但他出手行刺 必定会连累计较 马车旁 谢天南四是感应到了杀气 疑惑地朝他们看了一眼 此时齐皇已经下了马车 老侯爷也得到了通知 急匆匆地跑了出来 老侯爷一出大门 余光贴见门边的福伯 陆云飞 立刻朝两人用力地挥了下衣袖 福伯心领神会 见陆云飞杀意消散了些 用力将他拉到一边 此时已是傍晚时分 谁也没料到 皇帝老儿会在此时过来 打了寄侯爷一个措手不及 还死巧不巧地撞上了陆云飞 简直要人老命 老侯爷非不赢到齐皇面前 恭敬行礼 三爷大驾 有失远迎 请三爷恕罪 侯爷容光焕发 想必是家中有喜事啊 齐皇呵呵一笑 老侯爷知道 齐皇亦有所指 不过这事他只能装糊涂 三爷到访 彭毕生辉 自然是我们既家最大的喜事 齐皇哈哈一笑 既然到了扬州 侯爷府邸 岂有不来之理 三爷 里面请 老侯爷立刻引着齐皇走向大门 谢天南 张本初 曹恒三人跟在齐皇身后 经过大门时 谢天南看了眼旁边的福伯 然后目光落在陆云飞身上 大统领福伯眯眼一笑 府上人才不少啊 谢天南打量着陆云飞 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可 年轻人不懂事 大统领勿怪 福伯说着 用力按了下陆云飞的后背 陆云飞立刻拱着身子 低下头 谢天南冲福伯点了点头 没有再说什么 跟着齐皇进了大门 福伯松了口气 收回手 轻声道 走吧 莫做蠢事 多谢 陆云飞冲福伯一抱拳 转身离去 这孩子有如此修为 还能沉住气 不简单啊 福伯目送着陆云飞 消失在视线中 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侯府内齐皇边走边 打量着四周 碧瓦诸蒙 景色雅致 看来侯爷的日子过得不错呀 圣上英明神武 大齐太平盛世 陈方能安居乐业 全是托三爷红服 侯爷的口才不减当年 齐皇呵呵一笑 突然问道 侯爷的几位公子呢 怎么不见人影 第六十八章 圣意难为 老侯爷愣了一下 忙道 回三爷 老四 老五在外经商 不在扬州 老六被我宠坏了 性子莽撞 我怕冲断了三爷 所以没叫过来 老六离开京城时才六岁吧 齐皇问 那时刚六岁半 老侯爷谨慎地回答 我记得是叫小安 大名叫淮安 老侯爷看了下 皇帝老的脸色 接着道 三爷若是要见见 我立刻让他不孝子过来 齐皇点了点头道 十多年没见了 都是一家人 得见见 三爷 先进屋座 我这就差人去叫 两人说着 已经来到了大厅 老侯爷不知道 齐皇是什么心思 心中有些忐忑不安 但齐皇要见老六 他也只能照办 祭福 东侧偏院 陆云飞走后 陆月儿情绪有些低落 小侯爷扶着陆月儿 在园中散步 给他讲故事 逗他开心 孕妇要保持心情愉悦 孩子才能长得漂亮 不然会生出一个丑娃娃 陆月儿扑斥一笑 白了他一眼 不知道是男孩 还是女孩 这个时代 众男轻女很严重 他担心生了个女儿 老侯爷会不高兴 男孩女孩我都喜欢 不用担心 小侯爷安慰道 小安 谢谢你 陆月儿停下脚步 感激地看着他 你说我老婆 谢什么 让我听听 小家伙在干什么 他蹲下身子 贴到月儿的小夫听了听 又摸了摸 逗趣道 小家伙 快叫声低来听听 陆月儿看着小侯爷玩闹 露出幸福的笑容 这时 伏伯快步来到院中 少爷 侯爷有请 平儿 照顾好夫人 我马上就回来 他松开了月儿的手 交给平儿丫头 然后跟着伏伯走出偏院 伏伯 有事 他发现伏伯的神色不对 伏伯看了下四周 停下脚步 一脸严肃道 陛下来了 指明要见你 记怀安一惊 在哪 刚进大厅坐下 狗皇帝不会跑来 跟老子抢女人吧 他有些紧张 不用慌 记住两点 第一 无论陛下怎么试探 你都不知道他的身份 就当他是侯爷 从京城来的好友 当作一位长辈 称呼三爷便可 好 他点了点头 另外 度娘子的事 只字不能提 伏伯叮嘱 要是他问呢 问就回答 不用说得太细 随意一点 知道了 装得像一点 像昨晚那样行吗 行 别演得太过了 伏伯点头道 明白 伏伯交代一番后 带着小侯爷来到大厅 大厅内 老侯爷与齐皇 张本处三人 坐在桌边喝茶 谢天南 曹衡站在一侧 爹 来客人了呀 一进大厅 记怀安大喇喇地走到桌边 随手将老侯爷的茶杯拿起来 一口干了 可死了 这茶真香 伏伯 这是什么茶 给我弄点 伏伯嘴角一阵抽搐 老侯爷倾咳了声 板着脸道 小安 这位是三爷 还不快向客人问好 见过三爷 记怀安随意地行了一礼 紧接着露出惊讶的神色 咦 三爷好生眼熟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两人昨晚刚在最花楼的大船上见过 不过当时阴云密布 光线昏暗 加上隔了点距离 没看清样貌 也很正常 可 三爷第一次登门 你怎么会见过 老侯爷急忙圆场 三爷相貌堂堂 一看就是大富大贵之人 是从京城来的吧 记怀安嬉皮笑脸地问 小侯爷好眼烈 齐皇沉着脸 打亮着眼前这个老六 京城是个好地方啊 三爷是宫里人 听到老六的话 老侯爷嘴角一抽 若不是皇帝都在旁边 他早已一脚踹了过去 福伯紧张地一哆嗦 难道自己刚刚没说明白 齐皇爷愣住 他本以为小侯爷会装疯卖傻 装作不认识自己 没料到小侯爷会如此问 不过齐皇反应很快 立刻顺着小侯爷的话反问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三爷是从京城来的 我爹对您又如此客气 所以三爷肯定是奉陛下之命 护送我三姐回来探亲的 我猜得没错吧 纪怀安嘚瑟地笑了笑 老侯爷一听 暗自松了口气 旁边的福伯悄悄擦了擦冷汗 暗赞少爷机智 齐皇哈哈一笑道 侯爷 六公子聪明过人 有几分侯爷当年的风采 可 这孩子被他娘宠坏了 不懂规矩 让三爷见笑了 年少轻狂 后生可畏 三爷抬举他了 老侯爷说着 急忙冲纪怀安摆了摆手 下去吧 爹 那孩儿就不耽误您陪客人了 三爷您慢坐 小侯爷说着 从果盘里抓了个葡萄塞进嘴里 心里骂了句狗皇帝 同时转身离开了大厅 看到老六离开 老侯爷才安心下来 纪怀安出了大厅 长约了一口气 然后直奔东乡院陪月儿去了 齐皇并没有在祭府逗留多久 在跟老侯爷闲聊了几句之后 便让曹公接上了祭淑妃 准备离开 片刻后 老侯爷将齐皇一众送到大门口 侯爷考虑的如何 侯府大门外 齐皇停下脚不稳 三爷 老朽这些年太过懒散 身子骨禅弱 还有些老眼昏花 真是有心无力 老侯爷下定决心拒绝 跟陛下回京 那是万万不能 齐皇一听 脸色立刻阴沉了下来 朕千里迢迢来 登门相请 侯爷还想让朕空手而回 陛下 老臣无能 老臣惶恐 行了 齐皇眼中闪过一丝不耐烦 接着一拍老侯爷的肩膀 真诚道 朕需要你 莫要再推辞了 我给你一天时间准备 后日随朕一起回京 陛下 就这么说定了 齐皇说完 不等老侯爷回答 转身上了马车 谢天南带着一众护卫翻身上马 护送着皇帝老儿离去 圣意难违 即便是老侯爷 也连拒绝的资格都没有 目送着马车消失在视线之中 福伯立刻走过来 侯爷 这可如何是好 先回去再说 老侯爷有些魂不守舍 一个亮枪 差点摔倒 福伯立刻搀扶住老侯爷 两人一起回身 走进侯府大门 第六十九章 苦肉祭 入夜 祭府东乡房 小侯爷洗完澡 红莲伺候着他擦干身子 你早点休闲 我去看看院 刚披上睡袍 小侯爷丢下一句话 急匆匆地走了 红莲失落地走回隔间 躺到床上 少爷有了青梅竹马的孕儿姐 还有了孩子 自己只是个丫鬟而已 至少自己每天能 陪在少爷身边啊 情窦初开的小丫头 心情有些复杂 胡思乱想着 慢慢进入了梦乡 次日卯时 红莲醒来 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提着短剑走出房间 从小被训练成暗卫 他早已养成了习惯 无论多晚睡 都会准时醒来 卯时起床修炼 已经刻在他的骨子里 一名舞者 才能不断提升 他现在的剑术 正处在飞速提升的阶段 更不能懈怠 刚走到院中 红莲愣了一下 只见昏暗的光线之中 小侯爷正在环绕着花园跑步 早 小侯爷冲他打了个招呼 并没有停下 少爷 早 红莲玩耳一笑 手中常见晚来的剑花 剑光一闪 剑阴清明 两人一个跑步 一个舞剑 依旧像往日一般默契 内宅 偏房 夫伯打开房门走了出来 舒展了一下双臂 骨骼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 这位老管家不仅忠心耿耿 而且是位绝顶高手 老侯爷能活到今日 福伯至少有一大半的功劳 刚过冒时 天空还有些昏暗 福伯活动了一下骨骼 突然看见对面的书房 还亮着灯 不禁疑惑地走了过去 侯爷 福伯敲了敲门 里面没有动静 于是轻轻推门走了进去 书房中 老侯爷躺在椅子上睡着了 睡姿赶人 福伯放轻脚步 取了块毯子 轻轻给老侯爷轻轻盖上 虽然他的动作很轻 但老侯爷还是醒了 阿福 你来了呀 老侯爷缓缓睁开眼 坐了起来 侯爷 您昨晚就在这里躺了一夜 福伯见老侯爷一脸憔悴 眼睛里还布满了血丝 不禁有些担心 他知道 老侯爷是在为齐皇请他出山而发愁 圣意难为 陛下昨日已经说得很明白 根本不容老侯爷拒绝 年纪大了 以前三天三夜不合眼也没事 现在半夜就熬不住了 笑着伸了伸懒腰 侯爷 回京之事 今日需要准备些什么 福伯询问 老侯爷摇了摇头 阿福 我不想回去 也不能回去 以如今朝中的形势 回去很难有所作为 只会引火烧身 陛下亲自来到扬州 昨天又表明了态度 怕是不容侯爷拒绝 侯爷三思 福伯劝道 我想了一夜 只有一个办法了 老侯爷说着走到墙边 拿起一个木棍递给福伯 侯爷这是 福伯接过木棍 有些发忙 老侯爷坐到椅子上 伸出右腿咬牙道 敲断他 几席后 书房中传来一声 杀猪般的惨叫 引得整个侯府的护卫 一阵骚动 不过骚动 很快便平息了下来 四时 一架马车从侯府大门驶出 直奔城北而去 城北 齐皇暂住的大宅 明日便是出发返京的日子 进军护卫与几名下人 已经开始收拾准备了 内院的一处豪华房间 陈光穿过窗帘的缝隙 给昏暗的房间 带来了一丝光线 大床上 齐皇搂着一个身姿傲人的女子 正在沉睡 女子并非纪书妃 而是一个娇艳的江南姑娘 容貌清秀 美艳动人 床边站着两名标志的丫鬟 地板上散落着粉色的果胸 泻衣 玉带 空气中散发着难以描述的气息 很明显 昨晚的战斗颇为激烈 这时 轻微的敲门声传来 何事 齐皇闭着眼问 三爷 侯爷来了 门外传来曹衡的声音 齐皇缓缓睁开眼 看了眼昏暗的房间 问 什么时辰了 已经沉十三刻了 床边的丫鬟恭敬地答道 齐皇坐起身 准备起床 目光瞥见傲人的郊区 遇风耸立 风雨白嫩 顿时露出猥琐的笑容 让侯爷等着 皇帝老儿说完 一把掀开被子 将女子按在身下 骑了上去 吓得女子发出一声惊呼 一刻钟后 皇帝老儿心满意足地下了床 两名丫鬟伺候着他穿戴整齐 供送出了房间 齐皇离开后 丫鬟见床上的女子还在躺着 忙提醒道 姑娘 该起床了 女子一脸疲惫地下了床 捡起地上的衣服穿戴了起来 他刚穿戴整齐 曹公端着一碗汤药走了进来 姑娘 把这个喝了 曹公将汤药递到女子面前 这是什么 看到曹衡一脸凶向 女子有些紧张 他并非风尘女子 昨日还是黄花少女 是张本出花银子 将他买来伺候齐皇 当然 他并不知道 自己伺候的是大齐国皇帝 以为是谁家老爷出来偷心 放心 不是毒药 喝了可以免除后患 对大家都有好处 曹衡说 我不喝 女子害怕地摇了摇头 这座宅子里的人 让他感觉怪怪的 特别是面前的男人 说话尖着嗓子 脸色阴沉 看着就有些吓人 他害怕是毒药 哪敢喝 曹衡也懒得再废话 试一眼色 两名丫鬟立刻抓住女子的手 将他控制住 你们要干什么 女子惊吓地挣扎 曹衡一把捏住女子的下巴 熟练地将汤药给女子灌了下去 下江南这一路上 他没少干这种事 隆重 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怀的 从后门送出去 灌完汤药 确定无误 曹衡留下一句话 拿着碗走了 大宅 前院大厅 谢天南陪着齐皇走来 两人一进大厅 不由愣住 只见福伯搀扶着老侯爷 站在大厅下手等待 老侯爷拄着拐杖 右腿用纱布绑着几个木条固定着 样子有些凄惨 只不过一夜没见 老侯爷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两鬓添了不少白发 整个人看上去 精神违米了不少 三爷 看见齐皇走来 福伯搀扶着老侯爷 恭敬行礼 侯爷的腿 怎么了 齐皇问 回三爷 昨夜不慎摔了一跤 摔断了 那还真是巧了 齐皇发出一声冷笑 接着道 侯爷受了伤 是不是无法跟朕一起回京了 陈皇恐 陈友复圣恩 请陛下降罪 老侯爷的腿无法跪拜 整个人匍匐倒在地上 痛得他直冒冷汗 第七十章 相逢末路 陈北 大宅外 福伯搀扶着老侯爷 从大门内走了出来 侯爷 你怎么样 还好 老侯爷满头大汗 紧咬着牙关 刚刚倒地之时 他的断腿受了力 剧烈的疼痛 让他出了一身冷汗 若不是他强撑着 怕是已经昏死了过去 他需要向齐皇 证明自己的腿确实断了 这点苦是必须要承受的 以齐皇的心机 这么简单的苦肉计 自然瞒不过去 但皇帝老儿确定 他的腿真断了 又见他受此痛苦 自然不会再强求了 毕竟两人之间还有些情义 老侯爷又是国障 看到老侯爷出来 马车边的两名护卫 急忙跑过来 将老侯爷搀扶上了马车 福伯也跟着上了车厢 侯爷 算是过关了吗 福伯担忧地问 嗯 老侯爷音声点了点头 虽然刚刚齐皇没有提回京之事 但他知道 陛下不会再强迫他了 一条腿换取自由 不用去京城去冒险 自然是值得的 但此时老侯爷心里很不适滋味 陛下需要他 而他选择了推托 这本事不该 如果没有陆家之事 即便这次回京是粉身碎骨 他也会回去相助陛下 当然 如果没有陆家之事 十年前 他不可能离开京城 老侯爷知道 自己今天的选择 一定会让陛下 对他心生芥蒂 两人之间 将会产生无法弥补的裂痕 也许从今天开始 他与陛下曾经建立的感情 将彻底不复存在了 他是一国之君 君臣之间 又哪里有什么情意 若是有 陆家三百口 就不会被全部抄斩了 也许这一别 将是永迭吧 老侯爷透过车窗 看向大门口 心中感慨万千 侯爷 走吗 前面的车夫问 走吧 老侯爷叹息道 驾 车夫得到老侯爷的指示 一打马 驾着马车快速离去 平 大厅里 齐皇怒气冲冲地 将茶杯砸在地上 陛下 侯爷的腿 确实断了 谢天南开口道 朕知道 是他自己砸的 那明月行程 如何安排 既然他宁愿断一条腿 也不愿意再跟随朕 朕又何必再勉强他 就由他去吧 陛下圣明 这大骑士镇的江山 朕想做的事 缺了任何人 也一样能做到 陛下雄才大略 臣相信 没有什么能难住陛下 齐皇满意地看了谢天南一眼 怒气消散了不少 这时 张本初正好走了进来 齐皇心中烦闷 于是带着谢天南 张本初出门散心去了 百花街车水马龙 人声鼎沸 这里是扬州城最繁华的几条街道之一 两侧的商铺五花八门 但最显眼的是 拐角处的一栋三层小楼 楼顶巨大的广告牌十分刺目 而且与整条街道格格不入 这里正是小侯爷搞出来的 江南新报的报社 再次逛到了报社门口 查出来了吗 这商铺是谁开的 齐皇问 三爷 查清楚了 这个商铺是小侯爷开的 张本初答道 小侯爷 齐皇愣了下 就是继侯爷家的那个老六 三爷昨天刚见过 齐皇一听 顿时皱起眉头 花魁娘子之事 还让他有些耿耿于怀 张本初看了眼齐皇眼色 说道 听说今日出了新版报纸 走吧 进去看看 齐皇对报纸很感兴趣 三人刚一进门 便听到有人在大厅里争吵 四周还聚着不少看热闹的 我这篇文章 凭什么登不了 公子 我们报社有报社的要求 什么狗屁要求 本公子这篇文章 比憨莫保 字字诸遇 比这次报纸上任何一篇都要写得好 你们是眼瞎吗 齐皇三人走近一看 与报社阁掌柜争吵的是位熟人 正是之前卖字的孙秀才 孙秀才手中拿着一篇文章 对着阁掌柜 愤愤不平 阁掌柜也很无奈 审核的事也不归他管 把负责选稿子的人叫出来 本公子要跟他理论理论 孙秀才有些不罢休的意思 阁掌柜不满道 本店有权不用你的文章 还请公子莫要再次闹事 孙秀才呵呵一笑 转对为官的众人 诸位都是读书人 你们评评里 这报社是不是有眼无珠 在场的大半都是秀才 他们的投稿也都被拒了 心里很是不爽 特别是报纸上登出来的文章 水平远远不如他们 我们读书人应该一起 抵制这种胡编乱造的文章 让他办不下去 孙秀才一股动 不少人开始响应 住口 一声呵斥从楼梯口传来 众人寻声望去 只见一名宿群女子 从楼上走了下来 女子柳叶眉 丹凤眼 有种江南水乡 小家碧玉的灵秀之气 雪儿 孙秀才看见赵雪愣了一下 脸色立刻涨红的像猪肝 赵雪根本没有看他 冲大厅里的众人解释道 我们的报纸印刷出来 是要卖给普通百姓读的 文章要以浅显易懂 风趣幽默为主 具体要求 报纸上的争稿启示 写得很详细 你们可以仔细看看 雪儿 孙秀才忍不住走过去 一名护卫力将他拦住 阻止他靠近 赵雪继续说道 不选用你们的文章 并非你们写得不好 而是你们写的文章 不合适普通人看 希望你们能明白 姑娘说得在脸 一名公子点头赞同 其他人也都无话可说 一场混乱 便被赵雪三言两语 平息了下来 大家来看报 来投稿 本店都很欢迎 但若是谁敢捣乱 我们只能将他扭送官府 还请诸位好自为之 赵雪说完 转身走上楼去 江南才女果然无处不在 齐皇欣赏地 打量着赵雪的背影 雪儿 你等等 楼上禁止闲杂人等入内 你滚开 孙玉想要推开护卫 但凡被护卫推倒在地 他一个文弱书生 又怎么会是护卫的对手 雪儿 孙玉大声喊着 但赵雪并没有回头 从始至终 赵雪都没有看过他一眼 齐皇走到孙玉的旁边 捡起他手中掉落的文章一看 顿时表情凝固 只见孙玉的文章标题写着 士族门阀之祸 这篇文章正是孙玉那天跟齐皇聊过之后 心有感触 回去之后 一气呵成写下的 齐皇仔细看了一遍 整篇文章写得洋洋洒洒 虽然有些稚嫩 也有不少问题 但很多见解 颇有可取之处 文章的结尾审批写着 妄议朝政 不与刊登 第71章 副辞自孝 纪淮安根据前世的经验 对于摄政的文章 一律剔除 主要是怕惹祸上身 其实这个时代反而开明的多 只要不是妄议皇帝佬的功过 对于朝政提些建议什么的 并不会怎么样 根本无伤大雅 经常会有一些才子搞个聚会 一起论政 论道 江南才子聊诗词 风月的多一些 在京城 聊国策 朝政的并不少 上面并未禁止 更不会被请去喝茶 当然 如果写文章 得罪了某位具体的大人 被教做人 那是另一回事 不过在这江南之地 以老侯爷的身份 谁请得动他呢 但是摄政的文章 很难不涉及帝王 总之 还是很容易招惹祸事 反正百姓更喜欢看花边新闻 对于专业的论证文章 并没有多大吸引力 小侯爷将其排除掉 是非常合理的 齐皇看完孙玉写的文章 自然不会觉得 有任何大逆不道 反而十分赞赏 因为赵雪的原因 孙玉在地上坐了半天才起来 齐三爷 巧啊 看见齐皇拿着自己的文章看 孙玉拍了拍屁股 尴尬地笑了笑 这篇文章是孙公子写的 齐皇问 闲暇随笔所写 不值一提 孙玉口中谦逊 但却是满脸傲涩 口是心非全写在了脸上 齐皇点头道 孙公子乃是有才之人 明年年初的大口 必有所获 孙玉呵呵一笑 士族门阀当道 本公子空有一身才华 想要卖于帝王家 恐怕根本没有机会 齐皇想了想到 我认识京中的一位大员 若是孙公子明年进京赶口 我愿为公子引荐 真的 孙玉露出惊喜之色 当然 齐皇说着 给张本初使了个眼色 张本初拿出一块玉牌递给孙玉 明年到京城后 拿着此物去张府 到时候 会有朝中大员为你引荐 孙玉激动地接过玉牌 张府 在什么位置 张本初 到了京城一打听便知 官员引荐 只是让你多了一些机会而已 最终还是要靠真才识学 齐皇说道 只要有机会 本公子有信心高中 孙玉一脸自信 那我们京城见 齐皇说着呵呵一笑 带着张本初 谢天南转身走出报社 孙玉愣了一下 立刻追了出去 齐三爷 他尚未靠近 便被一名暗中保护的静卫拦住 三爷今日还有要事 莫要跟随 静卫说完 引入人群之中 孙玉看着齐皇三人 消失在视线之中 此时他已明白 这位自称富商的齐三爷 绝非普通人 自己遇上贵人了 此时他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其实国性 难道是哪位皇亲贵胄 来江南游玩 看了眼手中的玉牌 只见上面雕刻着一个章字 十分精致 他用力一握玉牌 激动得微微有些颤抖 仿佛抓住了生命中 最重要的东西 两久 他才慢慢放松下来 然后回头看了眼报社 眼中闪过一丝阴厉之色 季家吗 总有一天 我要你们付出代价 季府 那宅房间 老侯爷躺在床上 胡大夫在床边 给老侯爷的断腿 敷上草药 重新包扎起来 九位夫人围权都聚在床边 一个个悲伤的哭哭啼啼的 不得不说 老侯爷眼光不错 虽然九位夫人都上了年纪 但一个个环匪艳寿 风韵犹存 胡大夫 侯爷的伤势如何 侯爷什么时候能够恢复 需要注意些什么 不会学吧 呗呗呗 胡大夫刚固定好老侯爷的断腿 九位夫人便围上来 七嘴八舌地问着 侯爷的伤势能恢复 不过以后走路可能会有点影响 几位夫人也不必太担心 影响不会太大 真的会缺 刚刚开口的二夫人 很想给自己一嘴巴 影响不大是多大 胡大夫 你可一定要全力医治啊 要用最好的药 缺什么告诉我们 九位夫人又一人一句问了起来 弄得胡大夫有些焦头烂额 好了 都别叽叽喳喳的 让我安静一会 老侯爷有些心烦气躁 侯爷需要静养 胡大夫走出房间 九位夫人只好跟了出去 房间中只剩下福伯 什么时辰了 老侯爷问 侯爷刚过未时 福伯答道 老侯爷一脸严肃 没有丝毫轻松之色 只要陛下没有离开扬州城 他便无法放松下来 虽然断了腿 但盛心难测 谁知道皇帝老儿会不会抬 也要将他抬回京城 福伯知道老侯爷的担心 劝道 最快也得明日一早才会有消息 侯爷安心休养 老侯爷轻轻恩了一声 陛下明日便会离开 他的心情很复杂 本来君臣重逢 是件喜悦之事 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侯爷 要不要通知四少爷 五少爷 让他们回来 福伯问 不用了 免得让他们担心 老侯爷摇头道 爹 纪怀安喊着走了进来 大呼小叫的干什么 老侯爷瞪了他一眼 爹 你的腿 纪怀安坐到床边 关心地摸了摸老侯爷的断腿 这个便宜老爹 虽然总是凶他 但他知道 老侯爷其实很疼爱自己 虽然他并非原主 但他从老侯爷身上 感受到那种 从未有过的父爱 上一世是孤儿 他也曾渴望 有个完整的家庭 有慈母严父陪伴 这一世 他都拥有了 可以说是如愿了 所以他的内心很珍惜 没事 摔了一跤而已 养些日子就能好 感受到老六的关心 老侯爷与其立刻平和下来 陛下请他回京 他自断一腿 这些事除了福伯外 隐瞒了府中所有人 连九位夫人和小侯爷都不知道 我看不像摔断的 是不是狗皇帝干的 纪怀安忍不住问 混账 你这是大逆不道 老侯爷刚对他态度好些 立刻被他气得破口大骂 抬手便想揍他 爹 皇帝老儿这般无情 您还维护他干什么 你 阿福 把这混账东西 给我扔出去 福伯眯着老眼偷笑 第七十二章 青山刺杀 入夜 星光暗淡 夜蓝人静 朦胧的月光 映照着扬州城外的一处村庄 静谧和谐 什么人 陆云飞快步走来 刚靠近村庄 便有两道黑影飞升过来 拦在他面前 探亲时陆云飞 两名黑衣人露出惊喜的神色 立刻单膝跪下 少主 师父在吗 在 带路 一名黑衣人 立刻带着陆云飞走进村庄 另一人引入暗处 村庄深处的 一座普通的宅院 房间里亮着灯 一名年近五旬的中年人 坐在桌边看书 中年人穿着黑色的长袍 身材中等 下巴留着几寸美虚然 俊朗儒雅 像是一位读书人 如果真这样认为 那就大错特错了 中年人姓陶明芳 曾经是大将军陆金山手下的第一暗卫 双手沾满了无数的鲜血 陶芳甚至曾经前附近敌国 暗杀过一名皇太子 而且全身而退 主人 少主回来了 门外传来禀报声 进来 陶芳发出沙哑的嗓音 几期之后 陆云飞急匆匆的推门进来 恭敬行礼 师父 回来了 陶芳放下手中书 看着陆云飞露出一抹笑容 师父 狗皇帝这两日可能会反京 我们还有机会 莫急 坐下说 陆云飞坐到房间中的茶桌边 第一国那边如何 陶芳不急不慢地问 第一王野心很大 只要七国出现内乱 第一王必定会出兵南下 陆云飞快速将联络第一国的事说了一遍 然后接着道 师父 刺杀狗皇帝之事 必须尽快安排 陶芳没有立刻回应 到了杯茶喝了一口 才慢吞吞地问 你去过祭府了 去过了 陆云飞点头回答 见过老侯爷了 见过了 月儿呢 也见过了 陆云飞犹豫了一下 继续道 妹妹有了身孕 就让她留在祭府吧 报仇的事 我来做便可 你打算怎么做 陶芳问 青山密林 不止行刺 陆云飞显然早已想好了 脱口而出 陈时 色彩斑斓的朝霞 铺满了天空 绚丽多姿 城北 神秘大宅的门 支得一声打开 一队数十人的车队 缓缓驶出 车队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前方 十多名进军在前开道 中间 两架马车一前一后 马车两侧布置了十多名进军守护 尾部 十多名进军殿后 当然 这些进军全是普通护卫装扮 整个车队看上去像是豪华的商队 总数不过五六十人 车队一出大宅 直奔北城门去 几名隐在暗中的探子对了个眼色 有几人迅速离去 还有几人翘无声息地跟了上去 不过这些探子根本不敢靠近 只能远远地跟着 保持着绝对的安全距离 半个时辰后 老侯爷接到了齐皇出城的消息 终于松了口气 扬州城北门外二十里 有一座山 名为青山 青山的山势平缓 并非明川大山 只不过有一片方圆十多里的山林 十分荒凉 一条关道穿过青山密林 通往下一座城池 江宁城 齐皇的车队缓缓驶来 沿着关道缓缓驶入了青山之中 关道十分宽敞 但两侧毕竟是山峰密林 视线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进入山林之后 所有禁军都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连谢天南也露出谨慎之色 随着队伍缓慢深入 山林中变得出气的安静 哇哇 一只乌鸦从队伍上空飞过 发出粗略刺耳的叫声 谢天南抬头看了眼天空 露出一丝疑惑 他悄无声息地弹出一块碎银子 一道荧光飞向左侧的树林中 荧光击穿了一片茂密的枝叶后 便悄无声息 有埋伏 谢天南立刻做出判断 如此茂密的树林中 没有一只鸟被惊起 已经说明了问题 不过他没有出声 而是做了个手势 训练有素的禁军得到指示 悄悄往中间靠拢 收缩成防御阵型 十几息之后 一声怒喝传来 放箭 关到两侧的山坡上人影传动 密密麻麻的弓箭 鞠刀零下射来 嫡妻 防御 谢天南镇定地下出指令 禁军早已摆好了防御阵型 迅速取出挂在马上的盾牌举起来 组成了一个铁筒阵 将中间的两架马车护住 叮叮光光 密密麻麻的长剑射在盾牌之上 全部被弹开 一阵剑雨之后 除了几匹马重剑外 并无其他伤亡 杀 看到弓箭无法建功 埋伏在两侧山坡密林中的杀手 一个个举起刀剑冲杀过来 密密麻麻的人影 总数有两三百人之多 这些人全都穿着粗布衣服 扎着头巾 一副山匪的打扮 迎敌 谢天南魂后的声音散开 禁军收起盾牌 抽出长剑 长枪主动凝向这些山匪 战斗开始 兵器的碰撞声 叫喊声 惨叫声 从四周传来 冲上来的山匪 一个个惨叫着倒下 血光满天 山匪虽然人数众多 但在这些禁卫面前 完全不堪一击 场面像是单方面的屠杀一般 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被禁卫的长枪 刀剑收割着 两架马车一前一后 紧挨在一起 谢天南 曹衡 各带着六人 一左一右 守护在马车两侧 两人都没有出手 也无需出手 因为禁军的防御阵型十分牢补 这些山匪连靠近他们都做不到 冲进去 杀了狗皇帝 十几个人朝着马车杀了过来 谢天南依旧没有动 只是冰冷地说了个沙子 他身边的六名高手 枪出如龙 迎枪瞬间刺穿了 冲过来的几人咽喉 将尸体挑飞 片刻后 战斗进入了尾声 三百多名山匪 死的还剩下不足五十人 撤退 一名囚然大汉红桌眼吼道 这些人终于知道 他们是在以卵击时 再打下去 会全军覆没 抓几个活的 剩下的全杀了 齐皇淡定的声音 从马车中传出 进军都骑着战马追击 这些山匪想撤退 但根本跑不掉 逃得最远的一人 刚到树林边 便被追上来的进军 一枪刺穿身体 战斗很快便结束了 四人被俘虏 包括为首的囚然大汉 剩下三百多人全部被斩杀 进军这边无意死亡 仅有四人受伤 而且都不算重伤 整场战斗持续了不到半个时辰 从始至终 谢天南 曹衡两人都没有出手 战斗结束后 进军检查了一下四周的尸体 几人将四名俘虏捆绑好 这里显然不是审讯的地方 片刻后 谢天南指挥着队伍继续出发 远处的一座山峰之 突然出现了两个人影 他们远远地看着齐皇的车队 消失在视线之中 这两人正是陶芳 陆云飞师徒二人 陆云飞长发披肩 几根发丝随风轻舞 他的左手紧握着一把长剑 目光如刀般盯着刚刚战斗过的地方 满脸凝重之色 看清了吗 陶芳发出沙哑的声音问 看清了 陆云飞一脸凝重地回答 你觉得我们所有人 刚刚全部加入刺杀 有机会吗 陶芳又问 之前 我以为有 陆云飞没有再说下去 他们的人虽然不多 但全是高手 并非刚刚那些山匪可比 若再加上自己跟师父两人 他觉得有机会刺杀成功 即便机会不大 但要说一点机会没有 他根本不信 但他看了刚刚的战斗后 知道师父是对的 就算他们全部加入 也绝无半点机会 这些禁卫军的实力 每一个都是绝顶高手 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这次如果不是师父阻拦 他率队冒险刺杀 恐怕已经全军覆没了 此时一想 他不经一阵后怕 菲儿 你太心急了 谢天南和他的三十六天刚禁卫 可敌千军万马 正面刺杀 就是自寻死路 陶芳说着顿了顿 又补充道 还有曹衡这个人 恐怕不在谢天南之下 更要警惕 师父 我知道了 陆云飞紧握着剑鞘 上次月儿 那是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不值了大半年 可惜功亏一篑 陶芳说着 一脸惋惜 我宁愿妹妹跟孩子活下来 陆云飞说 将军有后了 为师也很高兴 但以后你的任务更重了 陶芳拍了拍他的肩膀 师父 大气强盛 我们真的有能力颠覆吗 看到刚刚进军的战力 陆云飞有些信心不足 圣极必衰 匹极太来 乃是不可为的天理 陶芳抬头看着天空 轻浮了一下美须 接着道 大气强盛已经走到了尽头 接下来便是衰落的开始 我们要做的 只是加速他的灭亡而已 徒儿明白了 此地不宜久留 走吧 陶芳说着 转身走去 陆云飞立刻跟上 师父 刚刚那些山匪是什么人 江湖草莽 我引来的 师徒两人说着 很快便消失在山林之中 刚刚战斗过的关道上 尸横遍地 血流成河 刺鼻的血腥之气 很快便引来了各种飞禽走兽 扑在尸体上啃食着 第73章 挑逗血丫头 我们脚下的大地叫地球 地球是圆的 苹果为什么不往天上掉 而往地上掉 因为地球有吸引力 可称之为万有引力 茶楼内 不少公子拿着最新的报纸翻看着 一篇标题我们的地球 引发了他们的讨论 这个叫九斗的是什么人 每次都写些奇怪的东西 我看这个人是个疯子 竟然说 我们脚下的大地是个圆球 苹果为什么不往天上掉 能问出这么奇葩的问题 脑子一定有坑 这家伙每次写的东西都能刊登 真他妈的气人 下次我也乱写一切 说不定能被选中 这篇文章自然是纪怀安写的 他闲着无视 就写了篇科普登上去 他并不指望 能让这个时代的人能理解 更不是想成为什么科学先驱 虽然上过大学 但他也仅仅只懂得一点常识罢了 他写这些 一是闲得慌 二是想引导一下 万一有什么天才能看懂 开创出相关理论 到时候牛顿会出现在华夏呢 这也算为华夏后世 做了点贡献吧 阿提 繁华的街道上 纪怀安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 口沫飞出牢远 皇帝老儿走后两天了 老侯爷终于同意他出门来 不过从早上起来到现在 他一直在打喷嚏 就没停过 少爷 你是不是着凉了 红莲关心的问 没有 我感觉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 纪怀安摸了摸鼻子笑道 这个时代并没有背后别人说坏话 要打喷嚏的俗语 所以红莲没听懂 不过这不重要 两人很快来到报社 悄悄从后门进入 来到三楼主编办公室 赵雪正趴在书桌上审稿 忙得焦头烂额 少爷 你怎么来了 看到小侯爷进来 赵雪立刻站起身 这么多稿子 纪怀安看着桌上堆积如山的稿件 一脸惊讶 这还只是一部分 外面还有更多 赵雪苦笑道 现在的江南星报已经火遍了全城 每天投稿数量都有几百上千张 三楼这些书生 原本是招来写稿的 现在九成都变成了神稿 成了名副其实的编辑 经过编辑筛选后的稿件 依旧多道赵雪看不过来 再培养几个助手帮忙吧 我找了两个人 不过需要少爷同意 这段时间神稿 赵雪发现有两个姑娘非常有天赋 想招揽过来给自己帮忙 她特意选了两个女子 因为要坐进这间主编办公室 她在心里 已经将自己当成了小侯爷的女人 自然不能跟男子共处一事 纪怀安一听 自然没意见 交由她全权处理 雪儿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少爷 不辛苦 神稿很有意思 赵雪不仅有天赋 而且非常喜欢做这份工作 每次看到报纸印出来 都有满满的成就感 她现在已经完全摆脱了孙玉 带给她的伤痛 因为这份工作 她感觉自己获得了新生一半 这一切都是少爷给她的 她由衷的感激 自从她被少爷救活后 对小侯爷的感觉完全不同了 曾经 她恨不得将小侯爷碎尸万段 现在 她忙碌之余 总会浮现小侯爷那晚救她 将她扛回侯府的场景 坐下 少爷帮你捏捏 赵雪还在发愣 小侯爷已经走到了她的身后 将她按着坐了下去 帮她揉捏着肩膀 少爷 不可 小丫头回过神 吓了一跳 别动 小侯爷将她按住 轻轻揉捏着她的玉尖 她紧张得不敢动弹 你帮了少爷的大忙 想要少爷怎么赏赐你 不用 少爷已经给了很多工钱 她是卖身的丫鬟 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少爷每个月还给她五两银子 简直好的没话说 季怀安微微俯下身子 猥琐地清秀着发丝的清香 凑到小丫头的耳边道 今晚早点回去 男子炙热的气息从耳边传来 赵雪紧张的心脏 砰砰直跳 嗯 她还是应了一声 小侯爷顿时有些心愿意马 双手揉捏着小丫头的肩膀 大手不自觉地顺着领口滑入 双风被握 赵雪胶躯一僵 发出一声阴鸣 俊秀的脸颊瞬间一片飞红 红莲不知何时退出了房间 并带上了房门 作为一名合格的贴身丫鬟监护卫 必须懂得什么时候该贴身 什么时候该给主子四人空间 少爷 赵雪回过头 刚开口便被小侯爷封住了小嘴 第一次被男人稳住 赵雪紧张地咬着牙 但小侯爷惊艳老道 很快攻破了齿关 相襟入蛇 两人不自觉地抱住了对方 小侯爷很快便有些把持不住 一把将他抱起来 放到桌上 本能地抓住他的双手 阻止了他更过分动作 纪怀安老脸一红 凑到他的耳边道 那我晚上等你 嗯 赵雪轻轻点了点头 声如文银 房间外 红莲正在守着 他本以为要等很久 但房门咔的一声开了 小侯爷走了出来 这么夸 红莲心思着 但没有说出来 你这是什么眼神 纪怀安瞪了他一眼 因为他知道这丫头在想什么 红莲也知道 少爷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翘脸不由一红 两人已经默契到 一味眼神就心领神会的地步 少爷 今晚要不要熬点参汤补补 不用 那顿点枸杞乌鸡汤吧 身体要紧 换个话题 刚刚阁掌柜上来了 说有人找你 红莲说道 什么人 纪怀安有些疑惑 他早已叮嘱过 不得泄露自己的身份 不论是谁找 都可以自己做主打发掉 但葛青还是上来找他 说明来人不简单 阁掌柜没有说 只说来人在二楼等你 让你得空下去一趟 纪怀安一听 更加好奇了 走 下去看看 整个二楼是印刷报纸的地方 油墨味道很大 纪怀安带着红莲下来时 只见葛青正领着一名青年男子 一边参观 一边介绍着 看到青年男子 纪怀安顿时愣住 青年男子也看到了他 微微一笑 怎么 不认识四哥了 来人正是老侯爷的第四子 纪阳 四哥 他冲上去 给纪阳一个大大的熊抱 第七十四章 做大做强 纪阳早已成家立业 在江南创建了商盟 富甲一方 论财力 侯府都远远比不上这位四哥 商盟的总部在苏州城 纪阳也在苏州安了家 离得不算远 但他经商忙碌 很少回来 一年也回不了侯府几趟 四哥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纪怀安一脸兴奋地问 园主最喜欢的就是这位四哥 因为每次见面 四哥都会给他一大笔银子花 两人虽然见面少 但关系很轻 刚进城 连家都没回 就先来看你了 四哥 你是来看报社的吧 他一下子就猜到了 纪阳是商人 能联络整个江南的富商 创建商盟 除了侯府势力的帮忙外 纪阳本身也是个经商天才 否则根本做不到如此大的规模 如今 江南新报已经发行了快两个月 早已名动扬州城 这位便宜四哥肯定是得到了消息 以纪阳敏锐的商业嗅觉 自然能发现报纸的前途 其实他也一直在等 这位便宜四哥回来 报社想要做大做强 靠他自己很难 主要是他太懒 不想花费太多精力在做生意上面 被纪淮安猜到 纪阳惊讶地打量着他 哈哈笑道 小安 你让我很意外 四哥 我们找个地方聊聊 纪淮安兴致勃勃 好 纪阳点了点头 他正有此意 葛青在二楼有间办公室 立刻将两位少爷请了过去 两人关上房门聊了起来 小安 你是怎么想到报纸这东西的 可 老爹断了我的口粮 我翻书 找赚钱的门道 突然就冒出这个主意 纪淮安一顿胡扯 说得有鼻子有眼 哈哈 你从小就鬼点子多 我就知道 你小子飞驰中午 纪阳并没有怀疑 四哥 你可别夸我 我会骄傲的 纪淮安大笑着 纪阳 那咱们说正事 你先给我说说 现在报社的具体情况 这是风投入股前的考察吗 自己是不是要做个 PPT演讲一下 他立刻打起精神 将报社的详细情况说了一遍 目前七天出一版报纸 每一版的销量 在一万张左右 一个月出四版 总销量四万张左右 除去所有开支 净收入在三百两到四百两银子之间 说完经营这块 他又将报纸内容方面说了一下 目前收到的稿件量十分庞大 不要说一周出一版了 就算是三天出一版都足够了 四哥 这生意有稿头吧 他说完笑呵呵地问 太有稿头了 而且发展空间巨大 不瞒你说 四哥这次回来 是想跟你合作 把报社发展壮大 你觉得如何 纪阳问 小弟求之不得 两人立刻商量了起来 首先是发行规模 仅仅一个扬州 太不够看 第一步便是扩大发行规模 初步定下 将江南新报 发行到江南地区的十二座主要城池 这也是纪淮安一早就想好的 所以才取名江南新报 而不是扬州新报 第二步便是设立分布 两人商量后决定 先在苏州 江宁各设一处分布 之后再往四周蔓延 第三步 在江南十二座主城 设立大量报刊庭 纪淮安将前市报刊庭 还有连锁店的理念说了出来 报刊生意好 一定会吸引其他商人加入 在扬州城 他有权有势 特意让知府大人 搞了个专门的印刷报刊资质 其他商人根本得不到这种资质 他可以垄断经营 但除了扬州城 想在其他城池这样操作 几乎不可能 侯爵只是封号 老侯爷并无官职 不可能让江南各城知府都听他 老侯爷也不可能帮他这样做 会犯忌讳 垄断才是最好的生意 既然不能从官方搞垄断 那就只能想其他办法 要想一家独大 就要建立商业护城河 让其他商人进不来才行 商业护城河 无非就是规模 价格 渠道 技术几种 一旦规模起来 价格便有了优势 再加上遍地开花的渠道 技术 内容 上的深耕细作 其他商人就很难再插足进来 如果是他自己 很难办到 但如果跟商盟合作 建立护城河就不难了 最后 他还将广告的概念说了出来 听完计划案的分析和建议后 季阳忍不住拍案叫绝 两人从上午一直商量到傍晚时分 午饭都是在边吃边谈 既然是合作 谈一下分成吧 小安 你有什么想法 可以直说 季阳性子很直 四哥 我就不出些鬼点子 你做主 我都没意见 反正不管是抓了还是赔了 四哥 你都要养活我 季怀安嬉皮笑脸地说道 你打小就聪明 就是太懒了 季阳爽朗一笑 接着道 这样如何 我注资五万两银子 用来扩张规模 建立分布 还有设立报刊亭等 以后报社获得的所有利润 我们五五分成 季阳想了想 又补充道 若是资金不够 我可以再补 若是生意做赔了 我自己承担 如何 用后世的眼光来看 季阳明显占了一些便宜 但放在这个时代 就是季怀安占了大便宜 以季阳的商盟实力 完全可以自己再办一个报纸 那样就拥有百分百股权 若不是亲兄弟 季阳完全可以不带他玩 小侯爷啥也不用操心 赚一半利润 对他来说十分满意 四哥 这样吧 咱们四六分 你六我四就行 季怀安说道 也好 季阳点了点头 并没有跟他客气 他是商人 虽然看好报纸的前景 但最终效果如何 还是未知之数 一切确定下来之后 他们将葛庆叫了过来 要扩大印刷规模 二楼这么小块地方 肯定是远远不够用的 江南十二座主城 每座主城每月销售四万份报纸 每月就要印刷四十八万份 等两个分部建立起来 分三地印刷 平均也要十六万份 早已商量好了 让葛庆尽快寻找一座大宅 建立印刷厂 专门用来印刷报纸 二楼空出来 可以再招收 培养一些编辑办公 一切都定下来之后 季怀安站起来 伸了个懒腰 走吧 回家 两人一同下楼往回走 红莲与季阳的一名护卫 一左一右的跟在他们身后 小安 爹的身体还好吧 季阳随口问道 季怀安愣了下 苦笑道 四哥 爹全了 第七十五章 征服赵雪 商人的地位不高 老四的成就 显然不如老大 老二 但季家本就是商骨出身 季阳也算是继承了季家的衣钵 总之 老侯爷对老四很满意 比对老六满意一万倍 当晚 老侯爷召集了全家人聚在一起 开了一桌丰盛的晚宴 唯一的遗憾是 老侯爷的腿骨断了卫浴 不能饮酒 晚宴结束时 已经很晚了 小侯爷醉醺醺醺的回了东厢房 房间没有点灯 有些昏暗 一个少女站在床边 穿着单薄的衣裙 完美的腰臀线 十分诱人 他本能的以为是红莲 悄悄走近 从背后一把搂住少女 双手抓球 这一抓 他立刻知道不是红莲 因为明显比红莲那丫头大 少女头发还湿漉漉的 明显刚洗过澡 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他已经知道是谁了 是赵雪丫头 想起今天在报社三楼的事 他顿时一阵火热 两只大手扯开裙带 探入衣裙之中 少爷 感受到背后传来的炙热 他紧张的焦躯一颤 白天在报社时 小侯爷让他晚上来 他便来了 而且洗了的澡 做好了准备 他在内心 已经接受了 自己是小侯爷的女人 被小侯爷肆意轻搏着 他没有不适与抗拒 只是本能的非常紧张 别担心 小侯爷很有经验 动作很温柔 炙热的大手抚摸之下 赵雪的身体 很快便有了反应 他轻轻 吞去小丫头的衣裙 昏暗的光线中 白皙的玉背 风鱼的翘臀 神秘又迷人 让人血脉喷张 血儿 他缓缓将赵雪转过来 面对着自己 刚出狱的少女不识粉黛 五官清秀 光滑的肌肤上 浮现着淡淡的红韵 双风耸立 曲线玲珑 感受着赵雪吐气如蓝的呼吸 他顿时一阵口干舌燥 对着性感的猪唇吻了上去 赵雪感觉身体仿佛被融化了一般 热情地回应着 两人相互拥吻着 慢慢被欲望吞噬 一起倒在了床上 昏暗的房间中 迷离的声音传来 一直持续到凌晨时分 次日清晨 一道阳光透过落空花纹窗户 投射在房间的地板上 纪怀安悠悠醒了过来 只见赵雪如小猫般蜷缩着身子 握在她的怀里 毕竟是第一次 经过一夜摧残后 赵雪看上去有些憔悴 这丫头昨晚的表现 让她有些意外 昨晚赵雪不仅没有抗拒 而且十分主动 甚至销魂的叫声 还有些疯狂 这跟清纯可人的外表 判入两人 不过她很满意 对自己的表现也很满意 这段时间锻炼身体 体力好 效果显著 见赵雪还在沉睡 她悄悄下了床 披上衣服出了房门 院中 红莲正在练剑 看见她出来有些惊讶 早 她笑着招呼了一声 本想跑几圈 但双腿有些发软 于是躺到竹椅上 欣赏着红莲舞剑 晨光初起 色彩斑斓的招霞 映照着院落 红莲在招霞中翻飞起舞 剑走龙蛇 偏若惊鸿 宛若游龙 看得纪淮安一阵心潮澎湃 一套剑招舞完 红莲收剑走过来 少爷 回房我伺候你梳洗吧 她点了点头 两人一起走回房间 大床上空荡荡的 赵雪不知何时离开了 恭喜少爷得偿所愿 红莲帮她换好衣服 给她打理着头发 可 那个 让雪儿今天别去了报社了 好好休息一天 好 红莲应了声 接着道 少爷很懂得体贴人 是我们的福气 这个时代的女人 真的好得没话说 放在后世 自己这种渣男 会被唾沫淹死 不过这也不能怪自己 主要是圆主太好色 自己受圆主影响了而已 渣这个属性是改不掉了 她自我安慰后 告诉自己 唯一能做的 就是以后对自己的女人好些 一刻钟后 两人吃完早餐 一起出了继府 直奔报社而去 她与红莲到时 季阳早已经在报社了 季阳比他早来半个时辰 已经将整个业务 重新熟悉了一遍 见到他来后 又拉着他聊起了商业 纪怀安虽然没什么商业天赋 但后世的见识随便说一点 就够季阳受用无穷了 不过他也不敢说得太具体 零零散散地说 把一些东西 当成鬼点子说出来 季阳不愧是商业天才 从他零碎的鬼点子中 能够举一反三 时不时洗上眉梢 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般 商标这个东西好 图案更容易让人产生联想 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季阳拍案叫绝 人都有个名字 还有一张脸 商铺也有一个名字 我就想着给他画张脸而已 纪怀安一顿胡周 他知道不能再聊下去了 再聊下去 季阳怕是要起疑心 好在这个时候 阁掌柜来了 这老头的办事效率很高 已经找到了一处大宅 过来请示 兄弟二人决定一起去看看 大宅在城西 面积足够大 离报社也很近 还有不少房间 可以供应将们居住 季阳立刻拍板买了下来 因为分部还没建立 所以印刷的重任 暂时落在扬州 初步定下 每月印30万张左右的任务 原本每月才印4万张 一下子扩张到30万 规模提升七倍不止 需要招收不少印将 季阳给葛庆的工钱直接翻倍 小侯爷将他挖过来时 已经翻倍了 这一下又翻倍 原本在官府书局 他月份五两银子 现在变成了20两 20两相当于前世四五万左右 要管理一个小印刷厂 葛老头值这个价 听到四少爷给自己 工钱翻倍时 老头有点不敢置信 确定不是做梦后 葛老高兴的何不拢嘴 顿时干净十足 立刻跑去书局挖人去了 当天 报社二楼的印刷工匠 全部搬去了大宅 三天后 葛庆招够了所有人手 也买齐了设备 工厂算是正式开工了 傍晚时分 兄弟两人一边往回走 一边闲聊着 小安 商量件事 季阳突然开口道 四哥 有事尽管吩咐 过几天 我要回苏州了 那边是我的大本营 分布的是不用担心 江宁那边 我安排了人手处理 不过有些不放心 你反正闲着没事 去一趟江宁 帮我盯几天 去江宁出差 他顿时高兴起来 好不容易来到这个世界 总得出去见识见识 不可能一辈子 待在这小小的扬州城 四哥 只要你能说服老爹 我没问题 他一口答应了下来 第七十六章 冷清的醉花楼 季淮安一回侯府 立刻跑去 偏院去看陆院 跟未出事的孩子 宝宝 宝宝快给爹爹打声招呼 宝宝 想吃什么 房间里 季淮安抚摸着陆院 稍稍隆起的小腹 说个不停 陆院一脸幸福的笑道 傻不傻 才三个多月呢 都三个多月了呀 季淮安露出一抹坏笑 大手顺着小腹摸了上去 不要 陆院紧张地抓住他的手 放心 都三个多月了 可以的 真的可以 陆院羞涩地看着他 当然可以 小猴也猥琐一笑 解开他的裙带 露出粉红色的兜兜 他刚开口便被小猴也 封住了性感的小嘴 香精入口 小猴也贪婪地啃了一阵 然后一把扯开粉刺的兜兜扔了出去 顿时一片淫靡 风光无限 季淮安咽了下口水 一头埋进其中 自从住进猴府之后 风情万种的杜娘子 变成了温婉端庄的陆院 不过在小猴也的挑逗下 他以娇喘连连 发出令人销魂的声音 白天温婉端庄 晚上销魂事故 真是个宝藏女人 当然 还是自己开发的好 季淮安努力耕耘到深夜 两人累得筋疲力竭 才沉沉睡去 次日沉时 陆月儿伺候着他下了床 帮他穿戴整齐 平儿打来水 伺候两人梳洗了一番 月儿 你要是在府上待得无聊 我陪你出去走走 陆月儿摇了摇头道 院子很大 我可以赏赏花 看看报纸 也可以弹琴 还有平儿陪我 一点也不无聊 自从来到侯府后 他便没有出过门 要说一点也不闷 那肯定是假的 他不愿意出门 更多的原因 是因为自己的身份 怕出门让人看见了 会连累侯府生育 如今醉花楼已经重新开业 对外宣称 花魁娘子 已经被小侯爷赎身 接近了侯府 之前当着狗皇帝 演了那曲戏 也只能这样宣布 季淮安爱恋地握着他的手 孕儿姐 让你受委屈了 委屈什么 我现在很幸福 陆月儿摸了下小妇 然后靠在她的怀里 小安 我从来没有这么幸福过 季淮安温柔地 抚摸了一下女人的秀发 心里一阵满足 得妻如此 夫妇何求 怎么了 他发现 愿儿欲言又止 似乎想说什么 陆月儿看着她 轻咬了下猪唇道 我想见见桑妈妈 走 我带你们去 顺便出门散散心 季淮安立刻安排了一辆马车 带着陆月儿 平儿一起去了醉花楼 醉花楼大厅 稀稀疏疏地坐了几个人在喝花酒 几个花女在伺候着 整个大厅显得十分冷清 虽然已经重新开业 但没有了胭脂榜排名第一的花魁娘子坐镇 生意一落千丈 桑妈妈坐在桌边发呆 不知道小姐跟孩子怎么样了 她知道小姐在侯府很安全 但心中无时无刻不再记挂着 狗皇帝已经离开扬州很多天了 我是不是可以去侯府看望小姐 桑妈妈很想去 但又不敢去 老侯爷警告过她 没有侯府的通知 不得与陆月儿联系 那个小混蛋最近也不来了 想打听下小姐的消息 都没处打听 怎么办呢 正在桑妈妈愁眉不展之时 一个丫鬟快步从后院走来 桑妈妈 有人找 谁啊 在后院房间 您去了就知道了 死丫头 还跟老娘卖关子 桑妈妈站起身 跟着丫鬟来到后院房间 小姐 看到陆月儿 桑妈妈激动一把抱住自家小姐 忍不住眼泪婆娑 陆月儿眼睛也红了 桑妈妈是她的奶妈 从小将她抚养长大 感情自是不必说 桑妈妈 别哭了 小姐有孕在身呢 平儿擦着眼泪提醒 都是我不好 平儿 快扶小姐坐下 两人立刻扶着陆月儿 坐到椅子上 桑妈妈 你还好吗 好 好的很 小姐 我看看孩子 纪怀安在一边看着三个女人 闲话家常起来 三个女人本来就有说不完的话 何况还有一个未出世的小宝宝 她闲得无聊 悄悄出了房间 来到大厅 大厅里的冷清 让她有些惊讶 小侯爷 您来了 看见她走来 几个花女立刻围了上来 现在醉花楼的生意太过冷清 姑娘们收入也少得可怜 看见一个客人都开始疯抢 这些普通的花女 对醉花楼的是一无所知 活得倒也轻松自在 若是之前醉花楼行赐成功 他们估计全都要陪葬 春兰 秋水抢先一步 一左一右抱住了她的胳膊 拿着她坐下 她估计 月儿跟桑妈妈还要聊很久 便点了几个酒菜 一边吃喝 一边欣赏赐舞台上的厌舞 春兰 秋水一边一个 坐在身边伺候着 她也没有拒绝 不一会 对又来了几名贵公子 几人坐下后 一边喝酒 一边闲聊起来 杜娘子真的不回来了 小侯爷已经替杜娘赎身了 怎么可能还回来 我上次说 要替杜娘子赎身 价钱随桑妈妈开 但桑妈妈就是死活不同意 妈的 也不知道那个小混蛋 是怎么搞定桑妈妈的 人家是小侯爷 要是我 我也愿意 堂堂侯府 竟然熟个青楼花魁回去 老侯爷会不会被气得吐血 我听说小侯爷挨了一顿狠揍 被老侯爷打得不成人形 都已经传开了 活该 最好再把杜娘子送回来 杜娘子是大家的 岂能被他一个人霸占了 纪怀安听着几人聊天 有些哭笑不得 关于自己挨揍的传言 不用想 肯定是老侯爷让人散播出去的 这样才会显得真实 便宜老爹做事果然是滴水不漏 他心中不禁一阵佩服 咦 那边的是不是小侯爷 几人发现了纪怀安 吓得立刻收声 纪怀安朝几人瞥了眼 发现都是扬州本地的公子哥 都是熟连人 他犹豫了下 一拍桌子 站起来大声道 你们都给小爷听好了 杜娘子已经是小爷的女人 谁敢再打杜娘子的主意 或者乱嚼舌根 小爷割了他的舌头 大厅里几人都缩着头 一个个大气不敢出 纪怀安一看时间差不多了 转身向后院走去 有了花魁娘子 还来喝花酒 要是我 我至少一个月不出房门 少吹牛逼 你以为你长了金腰子 你们小声点 第77章 惬意时光 离开醉花楼后 纪怀安带着陆月儿去逛街散了散心 然后又去七凤居吃了一顿大餐 直到傍晚时分 才回到了侯府 因为怀有身孕 陆月儿有些疲劳 回来后便睡下了 即将喜当爹 纪怀安心情很好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回到了东厢房 刚一进房间 便看见赵雪坐在桌边 双手撑着下巴在发呆 目前 报社已经完全进入了正轨 新开的印刷厂 也已经开工 四哥又安排了些人手帮忙 他可以安心地做个甩手掌柜了 赵雪的工作也减轻了不少 基本都是早出晚归 朝九晚五 纪怀安悄悄走近 轻轻拍了下赵雪的脑袋 发什么呆呢 少爷 你回来了 赵雪急忙站了起来 有事 有个稿子 不知该不该登 请少爷看看 赵雪说着 将桌上的一张纸拿了起来 递给他 纪怀安接过来看一看 只见标题写着 揭秘小侯爷为渡娘子熟身内幕 一看作者 竟然又是钱多多那个小胖子写的 文章写得十分浮夸 有很多不着调的地方 但有一点猜对了 钱多多通过各种分析 最后认为 老侯爷之所以接纳了渡娘子入府 是因为渡娘子怀了小侯爷的孩子 除了这些外 钱多多还爆料 小侯爷为渡娘子熟身 花了整整十万两银子 看完文章后 纪怀安有些哭笑不得 钱多多这个小胖子 制造新闻倒是一把好手 赵雪看着他 意味深长地笑道 少爷 能登吗 你觉得呢 要是登了 肯定会活的 那就登吧 反正这些都不是什么秘密 反而能掩盖院的身份 没什么坏处 好 赵雪拿着文章便要离开 纪怀安一把抓住他的手 将他拉进怀里 晚上留下来 赵雪看了他一眼 娇羞地点了点头 片刻后 浴池里已经打满了热水 散发着寥寥雾气 纪怀安伸展着双臂 打量着正在给他宽衣解带的赵雪 赵雪穿着墨凶素裙 身材傲人 白皙的沟壳若隐若现 经过他的开发后 这丫头明显多了一丝妩媚风情 帮他脱去衣服 赵雪低头偷偷瞄了一眼 羞涩的满脸飞红 纪怀安一把抓住他的手 一起洗 少爷 这样不好 有什么不好的 纪怀安脚下一笑 一把将赵雪推进浴池中 吓得他发出一声惊呼 一群打湿 紧贴着傲人的身材 勾勒着完美的曲线 少爷 赵雪羞涩的一捂胸口 纪怀安忍不住咽了下口水 迅速跳下浴池 霸道地撕开他的衣裙 顺便扯掉了粉色的兜肚 顿时春光乍现 少爷 吻我 赵雪双手 还着他的脖子 双眼迷离地看着他 出惊人事的少女 变得热情而又火辣 纪怀安一低头 吻了上去 单手抓球 竟有些把握不住 赵雪发出一声英明 紧张地郊躯站立 小猴也有些疯狂 一把将赵雪按在水池边 从后面亲吻着他白皙的玉背 长驱直入 入夜 厢房中水声啪啪 风光以拟 继府 后花园 福伯推着轮椅 带着老侯爷在花园里散心 陛下到哪里了 昨日离开了彭城 目前已经在返回京城的途中 估计最多半月 便会回到京城 青山刺杀的那些人 查出来了吗 都是些反抗朝廷的江湖草莽和山匪 他们是怎么知道陛下的身份 应该是陶先生引过去的 福伯顿了顿 接着道 陶先生真是不简单 竟能提前大半年 算出陛下来江南 陶芳在京城经营多年 宫中侍卫 宫女 太监那么多 不由眼线并不奇怪 可惜了这样一个人才 老侯爷叹了口气 想了想问 陶芳跟陆云飞 现在何处 已经离开了扬州 去了江宁的方向 应该是准备北上入京 侯爷是在担心 怎么能不担心啊 老侯爷一脸凝重 如今 杜娘已经成了侯府的人 一旦陶芳跟陆云飞出事 很可能会牵连到杜娘 陆家早已被定了叛国罪 若是杜娘的真实身份暴露 对侯府来说 将是灭顶之灾 陆月儿的身份 就是个火药桶 此时老侯爷甚至有些后悔 将他留在府中了 陶先生做事向来谨慎 侯爷不必太过担心 福伯安慰道 老侯爷点了点头 接着问 杜娘的身体如何 福伯笑眯眯地答道 胡大夫上午刚整过脉 母子都很健康 胡大夫还说 大概率是个胖小子 恭喜侯爷要抱孙子了 老侯爷一听 顿时满面喜色 虽然老侯爷有五子一女 但到现在连一个孙子都没有 老大纪武 常年镇守边关 尚无子嗣 老二纪宁跟长公主恩爱有加 但也不知道是谁的原因 至今都没有怀上 淑妃娘娘倒是给陛下生了个龙子 已经十一岁了 但毕竟是外孙 又是皇子 自从离开京城后 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 老四纪养娶了六七房 也生了四个孩子 但全是个女娃 老五纪平混迹于江湖 一年也见不到几回人 尚未成亲 更别提孩子了 老侯爷想抱孙子 都快要想疯了 听到陆月怀的是男孩 自然是欣喜若狂 传宗接代方面 果然还是老六最争气 妒娘那边都有谁在伺候着 原本只有个贴身丫鬟 我刚让三姑家派了两个丫头过去 两个怎么够 再派两个去伺候着 另外再找两个有经验的婆子 过去照顾 好 我马上去让三姑安排 还有吃喝方面 都要准备最好的 千万别委屈了他们母子 孩子的衣物玩具 也要着手准备了 看到老侯爷笑竹颜开 容光焕发 福伯暗自松了口气 自从齐皇来到江南后 老侯爷便一直很压抑 腿伤还是其次 内心欲结最让他担忧 此时老侯爷得知 妒娘怀的是男孩 自己即将抱孙子 心中的阴霾终于一扫而空 爹 什么是这么高兴 季阳满脸 带笑地走了过来 从福伯手中接过轮椅 雅儿 小安要当爹了 是个大胖小子 你也要加把劲 老侯爷教训道 这个时代重男轻女 思想严重 季阳一连生了四个女儿 这点让老侯爷不甚满意 爹 我知道了 季阳一脸尴尬 有事 老侯爷一眼便看出来了 我打算后天回苏州 这才回来几天就要走 老爷子不满地哼了声 可 也就两三天路程 随时都能回来 爹 我回去努努力 争取今年也给您 天的大胖孙子 季阳嬉皮笑脸的哄道 老侯爷一听 抚须一笑 这还差不多 爹 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 何事 我想让小安去江宁走一趟 第七十八章 出发 前往江宁 侯府 内宅凉亭 老侯爷坐在轮椅上 与季阳正在下棋 福伯站在一侧 让老六去江宁 我还是有些不放心 爹 六弟长大了 你总不能让他一辈子待在扬州 一辈子待在扬州 有什么不好 男儿志在四方 六弟其实很聪明 就是从小被您太过宠溺了 他自己不争气 能怪老子 老侯爷气得瞪了季阳一眼 翅膀硬了 敢顶嘴了 老爹的脾气还是老样子 季阳干大地笑了笑 六弟这次办的报纸 很不错呀 听说每一版您都看得一字不漏 我是闲得无聊 他写的那些东西 纯属异想天开 胡说八道 爹 您是不是担心六弟的安全 老子是怕他在外面惹是生非 外面不像在扬州 可没人护着他 到时候被人砍了 老子还要去给他收尸 侯爷 小少爷最近一直很懂事 没有再惹是生非了 福伯迷眼说道 江宁离扬州不远 我已经通知了五弟 他会派人暗中照应好小安的 纪阳说 安全方面 侯爷请放心 我会安排好的 福伯又跟着说道 六弟已经长大了 都是快要当爹的人了 您总不能一直关着他吧 纪阳 福伯一人一句 说得老侯爷只能同意了 宝宝 爹爹要出门一趟 出去给你赚奶粉钱 过几天就回来 你要乖乖听话 偏院中 纪淮安摸着陆月儿的小妇 说得不停 平儿站在不远处 偷偷地直翻白眼 虽然他不知道 什么是奶粉 但奶字 就足够让小丫头 在心里鄙视了 陆月儿则是一点幸福 要去多久 估计十天半个月吧 不会太久的 他不知道 四哥是怎么说服 便宜老爹的 老侯爷竟然同意了 平时老侯爷 恨不得将他关在侯府 连侯府大门 都不想让他出去 这次竟然破天荒的 让他去江宁城 果然 还是四哥有办法 他怀疑 四哥是不是给了 老侯爷几万两银子 不过能出去走走 他还是很高兴 就是舍不得月儿 还有才宠幸过 没几天的赵雪丫头 至于红莲 肯定是要待在身边的 什么时候走 陆月儿不舍得问 明天一早 他答道 出去看看也好 不过要注意安全 放心 我不会惹事的 鬼信 平儿又翻了个白眼 小侯爷跟陆月儿 温存到了天黑 才回到自己的房间 赵雪得知 他要离开一段时间 早已在房间中等他 这丫头性格刚烈 一旦付出感情 便是全心全意 两人出场进果后 赵雪已经彻底被他征服 不需要太多的言语 两人立刻抱着彼此 拥吻着倒在床上 一夜无话 唯有啪啪 四日晨时 两匹快马 从季侯府的大门 飞奔而出 五虎小爷 我自由了 季怀安撒花的达马飞奔 红莲纵马 紧跟在他身侧 两人穿过几条街道 经得街上的行人 纷纷避让 弄得几条街 一阵鸡飞狗跳 这个大丸裤 才消停了几天啊 狗改不了吃屎 小畜生 怎么不摔死你 街上行人 纷纷低声咒骂 一刻钟后 季怀安 红莲纵马出了北城门 红莲 怎么走 他只知道 江宁城在扬州北边 从北门出 道路他自然不知 原主六岁半 从京城来到扬州之后 就没出过这座城池 少爷 这边 红莲打马在前面引路 两人都稍稍放慢了一点速度 多久能到 如果全速赶路 两三天便能到 咱们不用那么赶 估计三五天左右吧 江宁有什么好玩呢 江宁是座大城 也是交通要道 四通八达 那里鱼龙混杂 有不少江湖人士聚集 少爷一定要小心 红莲担心地叮嘱着 他知道 福伯派了人在暗中保护 但他还是很担心 毕竟小侯爷太喜欢惹事了 虽然最近这段时间很安分 但曾经劣迹斑斑 很难让人放心 放心 我是去办正事的 不会闯祸的 红莲看了他一眼 露出一抹笑容 少爷确实进步很大 扬州城 韩福 小姐 丫鬟站在门口敲着门 但房间里没有动静 今天小姐怎么睡到现在 丫鬟有些好奇 他想了想 轻轻推开房门走了进去 大床上的被褥高高隆起着 小姐还在睡觉 他只能等着 一刻钟后 床上没有一点动静 他终于感觉到了不对劲 小姐 丫鬟悄悄掀开被子 顿时吓梦了 被褥里塞着两个枕头 哪里有小姐的身影 不过有一封信质铺在枕头上 随着小丫鬟掀开被褥飘了起来 丫鬟急忙弯腰捡起信质一看 惊叫着跑了出去 片刻后 知府大人拿着信质 气得双手直发抖 韩一走了 留下一封信说是 出去散散心 让老爹不用担心 说过段时间便会回来 知府大人如何能不担心 立刻派出府上护卫出去寻找 同时动用官府的力量 全程搜寻 只不过此时 韩大小姐早已出了扬州城 自然是找不到的 驾 一片翠绿的青山脚下 一名蓝衣少女纵马驰骋 少女发丝飞舞 身姿恶娄 容貌更是惊艳不俗 这少女不是别人 正是离家出走的知府千金寒一一 韩大小姐离家并非为了散心 而是去找一个人 自从在寿溪湖边见到唐灵后 她深深地被风流倜傻的唐灵吸引 总是不自觉地想起那天的情景 夜不能寐 少女情窦初开 被潇洒不羁的唐灵吸引 也许这就是一见钟情 韩一一从腰间拿出一块玉牌 这是那天唐灵掉落的 她打听了很久 确定是这是出自唐家的重要信物 唐家在江宁城 所以她偷偷跑出来 前往江宁去寻找心目中的唐公子 绕过青山之后 一个偏僻的小镇出现在她的视线之中 韩一一收起玉佩 放缓了速度 片刻之后 她骑着马儿 缓缓进入了小镇 此时已是黄昏时分 红日西沉 天色逐渐暗了下来 火红的晚霞铺满了天空 她早已查过地图 知道这座小镇名叫芙蓉镇 穿过芙蓉镇 还要骑行一天 才能到达江宁城 她一个人晚上不敢赶路 况且 马儿也要休息 今晚必须在镇上找家客栈住下 黄昏中的小镇 不仅没有半点天静安逸 反而十分喧闹 街道行人匆匆 从衣着来看 不少人都牵着马儿 佩戴着兵器 一副江湖中人的打扮 第79章 芙蓉镇 黑店 黄昏 晚霞绚丽 几道吹烟鸟鸟生气 晚风瑟瑟 山脚下的芙蓉镇 清凉宜人 韩依依牵着马儿 来到一间客栈门口 客栈外飘荡的酒旗上 写着四个大字 月来客栈 名字有些俗气 但客栈看上去很不错 规模不小 韩依依抬头看了一眼酒旗 决定在这里休息一晚 门外迎客的伙计 见他驻足观望 立刻跑过来招呼 姑娘 住店还是吃饭 我们客栈是镇上最大的客栈 吃得好 住得香 价格公道 保证再也找不到第二家 住店 帮我招了好码 要为最上等的饲料 好嘞 姑娘放心 保管招攒好 伙计接过马绳 前往后院 韩依依走进客栈 只见客栈大厅里 做了不少人 大部分都是江湖客的打扮 芙蓉镇虽然偏僻 但却是前往江宁的必经之路 不少江湖人士 都会选择在镇上过夜 柜台里坐着一名儒雅的中年男子 左手拿着一杆金色的烟斗 右手拿着一支毛笔 正在低头记长 像是帐房先生 柜台里还站着一位三十左右的女子 女子样貌妩媚 身材傲人 身上散发着成熟女人的魅力 特别是一双带笑的桃花眼 很是招风影蝶 大厅里不少男人 都在偷瞟着这位风雨美艳的老板娘 不过韩依依一进来 立刻吸引了这些男人的目光 偏僻小镇 如此美艳的姑娘着实少见 连老板娘看见韩依依也愣了一下 姑娘 住店 老板娘回过神问 给我一间上房 再准备一份饭菜送到房间 韩依依说着 掏出一定银子 放到柜台上 好嘞 老板娘眉开眼笑的将银子收了 从抽屉里取了把铜钥匙递过来 到三楼喜字号房间 饭菜马上送到 韩依依接过钥匙 一名伙计立刻走过来 引着他上楼去了 老板娘目送着韩依依的背影 消失在楼梯口 然后与柜台里的金烟斗对了的眼色 是只肥羊 老办法 两人小声交流了一句 正在这时 又有一对青年男女走了进来 这两人不是别人 正是纪怀安和红莲 二位客官 吃饭还是住店 老板娘没开眼韩孝的招呼 纪怀安扫尸了一眼 老板娘风雨的郊区 笑道 吃饭 也住店 老板娘笑盈盈走出柜台 亲自招呼着纪怀安红莲坐下 公子 吃点什么 大厅里 一个样貌粗犷的中年男子笑骂道 凤四娘 老子进来时 怎么不见你这么热情 男子脸上有一道数寸的刀疤 外号刀爷 他跟老板娘似乎很熟悉 刀爷 您这都看不出来吗 四娘喜欢小白脸 小白脸有什么好的 银枪腊头中看不中用 我们刀爷才是真爷马 刀爷同桌的三人 立刻跟着起哄 这三人显然是他的手下 面对刀爷四人的调侃 凤四娘也不示弱 双手一插腰 笑骂道 老娘就是喜欢小白脸 看着羊眼 舒服 你们这些操老爷们懂个屁 老板娘不仅身材火辣 作风更是泼辣 个性十足 纪怀安拿出一定银子递过去 上几个招牌菜 再给我们准备一间上房 只要一间房吗 凤四娘看了眼旁边的红莲 伸手接过银子 还不经意地抚摸了一下他的手 这是在挑逗小爷 纪怀安尴尬笑了笑 一间就够了 公子稍等 韭菜马上到 四娘先帮公子安排房间 凤四娘冲他妩媚一笑 高兴地拿着银子走回柜台 又一只肥羊 金烟斗抬头看了眼纪怀安跟红莲 小声问 确定是肥羊 细皮嫩肉的 出手阔绰 肯定是贵族少爷 旁边的丫头 可能有点麻烦 凤四娘小声回道 金烟斗点了点头 吸了口大烟 吐出烟雾跟三个字 老办法 凤四娘顺手从墙上取下一把钥匙 给纪怀安送了过去 公子 三楼福字号上房 多谢老板娘 纪怀安接过钥匙 故意一把握住凤四娘的小手 狠狠地摸了一下 吃了本少爷豆腐 必须吃回来 凤四娘风情万种地白了他一眼 转身回到柜台之中 刀疤脸与铜桌三人使了个眼色 然后起身跟着走到柜台前 冲老板娘咧嘴一笑 四娘 聊聊 没空 凤四娘没给刀爷好脸色 刀爷小声道 两只肥羊 分我一只 四娘你喜欢小白脸 刀爷我喜欢小娘子 正好 凤四娘顿时脸色一寒 刀爷 你这是什么意思 要在四娘的地盘上抢生意 两只肥羊 刀爷我怕四娘吃不下 这就不劳刀爷操心了 凤四娘顿了顿 接着道 刀爷今天的韭菜 四娘请了其他的免谈 刀爷嬉皮笑脸道 要不这样 财务我不要 我只要那个女人 免谈 凤四娘一口拒绝 那个女人刀爷我看上了 准备带回山上当压寨夫人 还请四娘卖个人情 我若不同意呢 大家都是出来混的 这些年刀爷可是给足了四娘的面子 从没坏过四娘的好事 今日若是这点小小的要求 都得不到满足 那可真的让刀爷很寒心啊 刀八脸说着 眼神变得凌厉起来 嘴角挂着一丝冷笑 凤四娘不满地皱起眉头 四娘 那女人就送给刀爷吧 旁边的金烟斗说着 吐出一口烟雾 还是金先生够意思 刀爷嘿嘿一笑 今晚的是你莫插手 明日一早 人给你 凤四娘说 成交 多谢四娘 改日请四娘上山吃喜酒 刀爷说着哈哈一笑 走回自己的座位 纪怀安并不知道这是一家黑店 还在好奇地打量着 大厅里形形色色的江湖客 很快 一名伙计端着托盘 给他们端上饭菜 二位客官 请慢用 伙计离开后 红莲悄悄地试了下毒 确认安全后 才是一小侯爷洞快 他刚加起一块小炒肉塞进嘴里 便听见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几息后 十多人走了进来 看到进来的人 凤四娘与金烟斗的脸色微微一变 第八十章 官匪冲突 纪怀安瞟了下进来的人 正好十三人 这十三人都穿着一身黑色净装 手握短刀 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 像是赶了不少路 为首的是一名三十岁左右的男子 一脸冷峻 眼神凌厉 是黄承司的官差 红莲小声说道 黄承司 纪怀安好奇地问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看他们的配刀 红莲提醒 他立刻注意看了一下 这些人并未穿官服 但所有的配刀 全部都是短刀 约莫二尺左右 古铜色的刀鞘上的花纹 都一模一样 为首的中年男子 配刀有一点不同 并非铜色 而是银色的 黄承司是齐国的特务机构 主要负责搜集情报 调查一些特别的案件 虽然成立时间不长 但权力颇大 齐皇组建黄承司 其中一个重要的任务 便是用来钳制朝中文武百官 所以 黄承司的厮守并非官员 而是大太监曹衡 黄承司等级分明 齐皇曹衡金刀 为银刀 为铜刀 曹衡手下的金刀卫 仅有五人 每名金刀卫手下 设有五名银刀卫 每名银刀卫手下 设有十二名铜刀 虽然人数不多 但全部是精挑细选出来的 各个实力不俗 面前的十三人中 为首的中年男子 便是一名银刀卫 剩下十二人 皆是他这一对的铜刀 前些日子 七皇在青山遇刺 出了如此重大之事 黄承司自然要调查 这一对人马 便是来此寻找线索的 众位爷 赶了不少路吧 快请坐 凤四娘很快便恢复了神色 满脸堆笑地走出来招呼 为首的银刀大人 没有理会凤四娘 扫视了一眼大厅 抬手示意 四名铜刀 立刻展开四幅画像 这四幅画像 正是在青山行刺时 被禁军俘虏的四人 其中有一名囚然大汉 老板娘 可有见过这四人 银刀大人问 凤四娘仔细看了看四幅画像 在看到囚然大汉的画像时 她眼中闪过一丝 不易察觉的意思 每天来来往往的客人太多 没什么印象 凤四娘看完后摇头道 银刀大人皱了向眉头 转对大厅里众人问 你们可曾见过这四人 若能提供线索 有重赏 大厅里的江湖客 看了看画像 然后继续低头吃喝 谁也没有回应 这些江湖客 显然都对黄承司的人不感冒 刀爷四人都低着头 脸色十分难看 像是怕被黄承司的人盯上一般 银刀大人问完后 整个大厅里鸦雀无声 气氛不禁有些尴尬 众位爷 先坐下来歇歇脚 吃饱饭最重要 凤四娘满脸带笑地招呼着 银刀大人点了点头 四名铜刀收起画像 十三人分两张桌子坐下 众位爷 吃点什么 凤四娘亲自上前招呼 来两桌上好的韭菜 再给我们准备四间上房 银刀大人说 好嘞 韭菜马上就好 几位爷稍等 凤四娘笑着走回柜台 跟金烟斗对了个眼色 画像是老郑他们 金烟斗小声问 嗯 凤四娘一脸凝重地点了点头 果然出事了 金烟斗叹了口气 怎么办 凤四娘问 看情况 见机行事 金烟斗撇了眼淫刀位 狠狠地吸了口烟 眼神冰冷 江湖客最不喜欢的 就是朝廷中人 随着黄承司的人到来 大厅里的气氛变得诡异起来 很快 韭菜端了上来 银刀大人看了眼酒壶道 公务在身 酒免了 撤走吧 伙计一听 准备将酒壶拿走 但立刻被一名铜刀伸手阻止 大人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少喝点 没事 铜刀嬉皮笑脸地说 反正今晚也回不去 喝点解解馋 另一名铜刀也跟着附和 银刀大人见手下 都一脸渴望地看着自己 犹豫了一下 点头道 少喝一点 每桌一壶 大人放心 我们有分寸 不会多喝的 一名铜刀立刻拿起酒壶 先为银刀上司倒满酒 我们敬大人一杯 黄承司的人吃喝起来 几杯酒下肚 刚过瘾 酒没了 一壶酒 六七个人 每人也就两三杯 凤四娘一直在观察着这些黄承司的官差 见酒没了 立刻示意火机 又送了两壶酒过去 这些铜刀正喝的开心 刚刚的话 全当是放屁了 呵呵 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酒还不错 妈的 每次吃力不讨好的事 都落到我们队 大人面前 你就别抱怨了 那些黄扒刀子 是极度大人能力强 这些铜刀一边吃喝 一边闲聊着 刀爷偷偷瞄了眼黄承司的人 然后朝手下三人使了被眼色 四人悄悄站起身 朝门口走去 站住 四人刚到门口 黄承司的银刀位 盯着刀爷四人的背影 发出一声冷喝 刀爷脚步一顿 不过并没有回头 而是装作没听见 继续往门外走 哼 银刀大人手指轻轻一弹 手中的酒杯 朝着刀爷的后脑勺飞去 刀爷回身一抓 稳稳地接住了酒杯 只不过酒杯里的酒水 因为惯性飞出 见了刀爷一脸 刀爷身边的三人 紧张地一握兵器 十几名铜刀全都站起来 一个个手握刀柄 顿时剑拔弩张 刀爷舔了舔脸上的酒水 一脸尴尬地笑道 好酒 多谢大人赐酒 迎刀大人盯着刀爷 冷声问 天都黑了 你们不住店 大人有所不知 我们是本地人 家就住在镇上 你叫什么名字 在下姓杨 全名杨六九 家住哪里 小镇西边的杨家村 你脸上的刀疤 怎么来的 跟人比武切磋 不小心挨了一刀 迎刀大人盯着刀爷的脸颊 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大人慢迎 在下先回了 刀爷说着 随手一扔 手中酒杯飞出 稳稳地落在迎刀大人面前的桌上 等一下 刀爷刚要转身 又被迎刀大人叫住 大人还有何事 刀爷问 你不叫杨六九 你叫杨靖之 在江南一带 犯过十多起命案 是一名江阳大盗 江湖人送外号刀爷 我没说错吧 迎刀大人笑道 大人 你认错人了 有没有认错 待会就知道了 迎刀大人说着一挥手 拿下 十几名同刀齐刷刷地抽出短刀 刀爷脸色一寒 身旁三人同样抽出刀剑 第八十一章 错过 黄承司的迎刀大人没有认错 刀爷是一名江阳大盗 犯过数起大案 还杀过朝廷官员 是一名正在计的重犯 十二名同刀迅速冲上去 将刀爷四人围住 要开打了 纪怀安不仅没有害怕 反而兴致很高 这就是江湖吗 果然刺激 以前影视中才能看到的情节 此时活生生地出现在他面前 让他有些激动 红莲就没有他轻松了 保持着十二分的警惕 柜台里 凤司娘紧张地一握拳头 看向旁边的金烟斗 金烟斗冲他摇了摇头 冲出去 刀爷一看被认出来了 拔出大刀朝着门口方向的一名迎刀位砍了过去 其他三人也都同时出手 十二名同刀位一拥而上 兵器碰撞 发出刺耳的金铁骄鸣声 刀爷四人武功不弱 但这些同刀同样不俗 而且以多打扫 配合默契 不仅拦住了大门 还将四人完全压制住 不过片刻 除了刀爷外 其他三人全部受伤倒地 身上的几道伤口血流如注 妈的 老子跟你们拼了 刀爷勇猛无比 手中大刀一连砍伤了三名同刀 眼看就要冲出门外 退开 迎刀大人纵身一跃 刷得抽出短刀 荧光一闪 一招立劈划山 直劈刀爷后脑 刀爷不得不反身迎敌 横刀一挡 打 两刀相交 刺耳的金属声传来 强大的力量将刀爷压得单膝跪了下去 刀爷手中的大刀绷了一道口子 银色的短刀上传来强大的力量 逼得他左手一握刀背 凭借双手之力才挡了下来 银刀卫冷笑了声 顺势一脚踢在刀爷的胸口 银 咔嚓 胸骨断裂的声音传来 刀爷吐出一口老血 魁梧的身躯倒飞出去 重重地摔出大门外 绑起来 迎刀大人收刀龟翘 姿势帅得一笔 好功夫 纪怀安看得瞪大着眼睛 情不自禁地喊了出来 迎刀大人疑惑地朝他看过来 见是一名贵族公子哥 便收回了目光 并没有理他 刀爷失去了战力 几名铜刀冲出去 将其绑了回来 战斗持续了不到一刻钟 刀爷四人全部中伤 被绑得结结实实 黄承司这边也有四人受伤 但都是轻伤 几名铜刀骂骂咧咧地包扎起伤口 短暂的混乱结束 大厅里的江湖客 看向黄承司的银刀位 一个个露出警惕之色 刚刚这名银刀大人 展露出来的实力 让他们有些忌惮 少爷 上楼吧 红莲担心他的安全 不想在大厅逗留 两人已经吃完饭 解看完了 纪怀安点了点头 一名伙计跑来 将他们领到三楼的一个房间门口 房门上挂着一个福字的木牌 就是这间 二位早点休息 伙计将他们带到后 便转身下楼了 纪怀安随意地瞥了眼隔壁的房门 直接门上挂着一个喜字的木牌 他不知道 此时韩依依正被靠在这扇房门后面 刚刚大厅里的打斗动静很大 韩依依悄悄地下楼看了一眼 结果正好看到了小侯爷 他是不是来找我的 韩大小姐紧促着眉头 显然是误会了 小侯爷看了一眼 便收回了目光 红莲用钥匙打开房门 两人走入了房间 关上了房门 穷乡僻壤的小镇 所谓上房也很普通 房间不大 除了桌椅新一些之外 并无任何特别之处 少爷 早点休息吧 红莲走过来 给他宽衣 上来 少爷 我守夜 出门在外 红莲觉得还是谨慎一些比较好 这么多官兵在 守什么夜 小侯爷一把将红莲拉上了床 入夜 朦胧的月光笼罩着山脚下的小镇 静谧和谐 月来客栈后院的一处房间 金烟斗正在收拾着 凤四娘悄悄走了进来 老金 真的要走 凤四娘问 刀爷被抓了 迟早会供出我们来 这里不能留了 金烟斗回答道 好不容易再次安定了几年 凤四娘叹了口气 没有再说什么 他与老金 同样是朝廷通缉的重犯 而且索犯的案子 比刀爷要重得多 这些年来 他与老金从京城一路逃亡 最后来到了这个穷乡僻壤的小镇 开了这间月来客栈 好不容易稳定了几年 又要换地方了 走吧 金烟斗收拾好了包裹 两人很快收拾好行李 悄无声息地来到后院 昏暗的光线中 只见一个人影走向马厩 这个人影不是别人 正是韩依依 他以为小侯爷是来抓自己回去的 决定趁夜逃离 韩依依悄悄潜入马厩 找到自己的马 正要解开缰绳 金烟斗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的背后 手中的黄虫烟斗一指 点在韩依依的背后 韩依依身体一僵 顿时无法动弹 这丫头怎么回事 难道也跟咱们一样犯了事 不像啊 凤四娘疑惑地问 先离开再说吧 金烟斗催促 这么标致的丫头 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凤四娘将韩依依抱进马车车厢 金烟斗没有反对 驾着马车悄悄驶出了后院大门 次日一早 纪怀安 红莲刚来到楼梯口便发现了不对劲 几名铜刀堵住了门口 其他人全部手握刀剑 将十多名江湖客堵在大厅里 双方剑拔弩张 杀气腾腾 银刀大人 这是怎么了 纪怀安笑呵呵地问 银刀大人看了他一眼 冷声道 所有人暂时不得离开 接受检查 你们说检查就检查 凭什么 老子现在就要走 这些江湖客纷纷叫喝着 都闭嘴 银刀大人拔刀一挥 一道刀器 将旁边的木桌一分为二 这些江湖客立刻被震慑住 一个个闭上了嘴巴 浩强的真气 红莲紧张地露出一丝惊讶之色 打不过 纪怀安询问地看向红莲 红莲摇了摇头 他的内力不如银刀位 也许能勉强一战 最多能自保 如果真打起来 对方还有十二名同胞 那就是找死 除非联合大厅里所有江湖客 那样倒是可以一战 第八十二章 交个朋友 纪怀安并不担心 自己又不是朝廷侵犯 银刀大人 出了何事 他细皮笑脸地走过去问 捉拿朝廷侵犯 所有人都要接受检查 银刀大人喝道 昨天的匪徒不是被拿下了吗 还有朝廷侵犯 纪怀安好奇地问 这里的老板娘与那位金烟斗 都是朝廷通缉的重犯 昨夜已经潜逃 这些黄成寺的官差十分敏锐 今早发现老板娘不见了 立刻审讯了刀爷四人 不出金烟斗所料 刀爷将他们的身份供了出来 于是黄成寺的银刀大人 立刻封锁了整个客栈 老板娘是朝廷重犯 纪怀安有些惊讶 又好奇地问 老板娘犯了什么事 银刀大人疑惑地打量着纪怀安 就从你们开始审查 你是何人 从哪里来 为何来到此处 他问个不停 引起了银刀大人的注意 若不是他一身贵公子的打扮 恐怕已经被当成嫌疑人拿下了 在下从扬州城而来 前往江宁经商 经商 报上姓名 大人可否借一步说话 黄成寺的银刀还是有些严厉 见这个年轻人 面对自己丝毫不惧 反而是一副淡定从容之色 便猜测对方的身份不凡 银刀大人犹豫了一下 跟着纪怀安走到一边 在下姓继 纪怀安说着拿出纪府的令牌 只见金色的令牌上 写着一个猴字 银刀未一惊 这是猴府的令牌 你真的兴建 整个江南地区 猴爵只有一位 就是纪家的老侯爷 纪怀安微微一笑 点了点头 银刀仔细打量了他一下 问 你是纪府的小侯爷 黄成寺对这些猴门贵族子弟 都有档案记录 虽然他没见过小侯爷 但很容易猜出来 大人听说过我 他笑嘻嘻地问 银刀未立刻换了一副笑脸 小侯爷大名 早有耳闻 来到江南办案 上司提前叮嘱过哪些势力 不能轻易得罪 排在第一的便是扬州城的纪侯府 纪侯爷曾经辅佐陛下登基的那些丰功伟计 如今在京城已经成为了传说 况且 纪家还是皇亲国妻 大人贵姓 纪怀安问 回小侯爷 在下董梁 是皇城寺的银刀位 原来是董银刀 董大人 小侯爷面前 在下哪敢称大人 董银刀武艺高强 在下甚是佩服 董大人若是不嫌弃 在下想与大人交个朋友 董梁愣了一下 喜道 能得小侯爷赏识 是董某的荣幸 那以后 咱们就是朋友了 纪怀安黑黑一笑 拿出一张银票 塞到董梁手中 小侯爷 这个 董某不能收 皇城寺有皇城寺的规矩 董兄来到江南 当朋友的 自然要一尽地主之意 这点银子 是我请董兄喝茶的钱 跟皇城寺没有半毛钱关系 银票是一百两 喝茶 买一座茶楼都够了 纪怀安之所以如此大方 是因为这位董银刀功夫确实不错 而且 皇城寺是个十分特别的部门 结交这样一个人 将来说不定能有大用 银子对他来说 就是一个数字而已 用到实处才有价值 但对董梁来说就不一样了 皇城寺虽然权力很大 银刀的地位也不低 但他们属于兵 不属于官 所以岳峰并不高 董梁手下带着一帮兄弟 时常吃喝的开销就不少 一百两对他来说 不是个小数目 别看他们平时在外面微风八面 甚至朝中大员 见到他们都有些害怕 但其实他们穷得很 平时日子过得很是拮据 至于受贿这种事 在京城 他们根本不敢 陛下成立皇城寺 就是用来对付官员的 上头有严令 一旦受贿被查 下场会很惨 小侯爷 这可不行 想到皇城寺的严令 董梁还是不敢收 纪怀安看出董梁的顾虑 盲道 董兄放心 这里是江南 在下只是想和大人交个朋友 绝对不会让董兄 做任何为难之事 董梁金不住诱惑 最终还是收了银票 董兄 这里的老板娘真的跑了 嗯 昨夜就跑了 我刚审讯了昨天抓的刀爷 确定了老板娘与金烟斗 都是朝廷通缉的重犯 客栈的老板娘叫金凤熙 外号凤四娘 帐房先生叫金书润 外号金烟斗 七年前 两人在京城杀了吏部侍郎之子 然后逃出了京城 董梁简单地说了一遍 至于凤四娘杀人的原因 他并不知晓 都是陈年旧案 他只知道 董梁又叮嘱道 小侯爷 这附近都不太平 小侯爷路上可得小心着点 对了董兄 你昨天拿出的画像 是什么人 纪怀安又问 董梁谨慎盛地看了看四周 小声地将齐皇在青山御刺一事 跟他说了一遍 狗皇帝御刺 纪怀安听完顿时有些担心起来 他担心会不会是陆云飞干的 若是陆云飞被抓 审出陆院 整个祭府都要遭殃 就抓了四人吗 他小心地打听 就抓了四个 其余的全杀了 董梁答道 纪怀安一听 稍稍松了口气 至少画像上的四人 并没有陆云飞 案子查得如何了 他继续打听 这四人都是江湖草莽 不太好查 董梁郁闷地叹了口气 忙道 时间不早了 小侯爷 要不要我派人送送你 董兄公务在身 岂敢劳驾 这里离江宁城不远了 应该没什么危险 董梁看了眼他旁边的红莲 点了点头 他自然能看出来 红莲是小侯爷的护卫 长得这么标致 除了护卫外 肯定还能随行伺候 贵族少爷就是懂得享受 小侯爷 那董某就不耽误你们上路了 董兄 那我们后会有期 纪怀安一抱拳 小侯爷 后会有期 董梁急忙抱拳回礼 大厅里的江湖客 看着两人聊了半天 最后聊成了朋友 一个个惊讶不已 纪怀安没有在逗留 带着红莲去后院 迁回自己的马 董梁亲自将他们送出了客栈 看着两人打马离去 直到人影消失在视线之中 纪家的人 果然不同凡响 他喃喃自语着 从袖中抽出银票看了看 露出开心的笑容 第83章 嘈杂的江宁城 驾 黄昏时分 纪怀安 红莲纵马飞驰而来 不远处 一座气势辉弘的城池 出现在两人的视线中 少爷 到江宁了 红莲说道 纪怀安一直在想着 苟皇帝遇刺之事 听到红莲的声音 抬头看向正在飞速拉近的城门 片刻后 两人来到了城门口 巨石堆砌的城门高达十丈 两侧高大坚固的城墙 看上去如同一座城堡般 城门顶上雕刻着两个大字 江宁 城门口两侧 把守着一对城卫 时不时检查着来往的行人 骑了大半天的马 他有些浑身酸痛 两人翻身下马 牵着马走进城门 站住 他们刚要进城 便被一名城卫叫住 江宁城位处江南要道 四通八达 这座城池的人流量极大 商人 江湖客 来来往往 鱼龙混杂 城门口的墙上 还张贴着几张通缉犯的画像 随着一声叫喊 两名城门守卫跑过来 拦住纪怀安跟红莲两人 出声叫住他们的 是一名身穿银甲的小队长 拦他的是两名普通城卫 大人 有事 他转对小队长问 入城检查 一里盘问 配合就是 哪来这么多废话 小队长冷哼了一声 上下打亮了他一眼 然后对比着墙上的几幅画像来回看 纪怀安顺着小队长的视线 看了下张贴在墙上的几张通缉犯画像 顿时一脸乌语 这几个通缉犯 要么绑大腰圆 要么尖嘴猴腮 要么肥头大耳 自己这样举世无双的俊俏公子 跟这些画像有共同点吗 只要不是瞎子 一眼便能分辨 还需要来回对比着看 从哪里来的 小队长问 杨州城 来江宁干什么 金商 小队长一听金商 嘴角微微一翘 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商人地位低 他们时常借着检查的名义 弄点好处 只要不做得太过火 一般都不会有事 做什么生意 这个买买些茶叶 他估计这个小队长没听过报纸 解释起来会很麻烦 小队长目光转向红莲 眼睛一亮 猥琐笑道 伊利搜身都转身趴到墙上别动 大人 你怎么不搜他们 只搜我们 纪怀安指着城门口 进进出出的人问 老子做事 需要你教 小队长骂骂咧咧地走向红莲 伸出咸猪手 便要往红莲身上摸 啪 一个响亮的耳光扇在小队长的脸上 小队长被扇的原地转了三圈才停下来 臭娘妈 你敢打老子 你死定了 小队长捂着脸上的五指红印 气得咬牙切齿 城门口的守卫 看见头儿挨打 十多人拔出刀剑冲上来 将纪怀安 红莲围了起来 红莲 我可没惹事 纪怀安笑道 少爷 这不算惹事 红莲一本正经地回答 混账 都愣着干什么 快将这两名贼子拿下 小队长张牙舞爪地叫喊着 你们敢 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了 红莲说着 亮出季猴府的令牌 猴爵虽不是官职 但论品级属于超义品的存在 只有极少数功臣 或者皇亲国妻 才有机会获得猴爵封号 江南地区 猴爵只有一位 就是季家的老猴爷 当年老猴也从京城来到扬州 整个江南地区的大小官员 哪个没去猴府拜见过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如今年头涨了 加上老猴爷不问正事 慢慢与江南的地方官员来往少了 但猴府的令牌 威慑仍在 到哪里都好使 猴 猴爵 小队长结结巴巴的 牙齿有些打颤 哎呀 忘了道祖大人 是季猴爷派 我们来将您买些茶叶 纪怀安笑道 公子恕罪 姑娘饶命 是小子 有眼不识泰山 小队长说着 狠狠地给了自己一巴掌 少爷 走吧 不用理他 红莲收起令牌道 纪怀安也懒得找一个 城门小队长的麻烦 跟着红莲入了城 队长 真的是猴府的令牌吗 一名城卫问 这是花纹都一模一样 错不了 小队长说着一阵后怕 江宁城的繁华与扬州不同 这里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人 更加嘈杂 喧嚣 城南大街 两侧商铺林立 贩夫走足 随处可见 各种贩卖的吆喝声 充斥着整条大街 热闹异常 一名少年公子走来 公子锦衣玉带 面如关玉 见眉心目 俊俏的有些让女人都会嫉妒 少年公子不是别人 正是女扮男装的唐灵 看到唐灵走来 不少摆摊的小贩缩了缩脖子 有些悄悄议论起来 小魔女回来了 这才刚消停了几天啊 谁要是能把这个小魔女收了 我老李免费请她吃一年的糖壶了 唐家在江宁的市里 跟继府在扬州城差不多 不过性质上有些不同 唐家混的是江湖 创建的唐门乃是江湖八大派之首 很多路过江宁的江湖豪杰 都会去唐门拜访 江宁城的特殊地理位置 让这里的治安很难管理 官府很多时候 都要依靠唐门的力量 在江宁做生意的 即便是贩夫走卒 对唐家都会肃然起敬 没有唐家坐镇 这座城池会变得十分混乱 普通人想安心做生意 根本不可能 不过这些年 唐家出了个小魔女 这丫头古灵精怪 把他们折磨得死去活来 提到小魔女 这些生意人就恨得牙痒痒 这位唐家二小姐的风评 跟小侯爷在扬州城有一拼 其实唐门也没有做 特别过分的事 就是整骨 下毒 破坏他们一些赚钱的伎俩而已 俗话说 断人财路 如杀人父母 这些商贩恨小魔女 也是人之常情 站住 卖唐葫芦的老李 看见唐门过来 装作没看见 想躲过去 但还是被唐门盯上了 咦 唐 公子 好巧 老李满脸堆笑的打招呼 长期在这条街上混得 对于女扮男装的唐玲都很熟悉 他们都很默契的 不会拆穿唐玲女扮男装的身份 否则惹得这个小魔女不高兴 下场会很惨 老李头 看见我你跑什么啊 是不是又做了什么亏心事 唐玲嬉皮笑脸的问 没有 绝对没有 老李头一脸坦荡 神色自若 第八十四章 狭义小魔女 唐玲盯着老头 正在她要信了的时候 不远处的一个大神发出一声惊呼 我的钱袋呢 哪个杀千刀的 偷了我的钱袋 听到叫骂声 老李头嘴角一抽 眼中闪过一丝慌乱 这自然躲不过唐玲的眼睛 拿来 唐玲伸出手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老李头哭丧着脸 唐玲也不废话 一抬手 一根银针从指尖冒出 老李头顿时吓得一脸惨白 双手迅速封上了一个钱袋 唐玲轻轻哼了声 收了银针 一把抓过钱袋 还顺手从牢里的糖壶架上 取了两串糖葫芦 大神还在叫骂 唐玲翘无声息地靠近 将钱袋丢在大神脚边 咦 大神 地上的是不是你的钱袋 是我的钱袋 原来掉地上了 嗨 大神一脸高兴地捡起来 小姑娘 请你吃糖葫芦 唐玲将一根糖葫芦 递给大神旁边的小女孩 谢谢大哥哥 真乖 唐玲摸了摸小女孩的头 哎呀 撞人了 这时 街头传来一阵骚动 唐玲听到声音 狡黠一笑 朝着混乱的方向走去 糟糕 黄三还不知道小魔女回来了 这下麻烦了 老里头犹豫了一下 扛着糖葫芦架 扭头边走 边走边嘀咕 三 不是我老里不讲一气 你自求多福吧 唐玲走到街头 只见一架马车停在路中间 马车前面躺着一名干瘦的年轻男子 撞人了 撞死我了 哎呦 男子捂着胸口 嘴里往外冒血 像是被马车撞了 表演略显夸张 赶马车的 是一名身穿长衫的中年男人 左手拿着一杆金色的烟斗 正是从月来客栈一路逃来的金烟斗 怎么回事 凤四娘先开一道车帘缝细问 被讹上了 不用担心 金烟斗说着 吐出一口烟雾 凤四娘看了眼身边被制住的韩依依 急忙将车帘放了下来 躺在地上的年轻男子姓黄 外号黄三 是江宁城的混混 平时靠着坑蒙拐骗为生 每个城池都有一群这样的角色 即便是金城也不例外 大伙帮帮忙 不能让他们走了 黄三卖力的表演 立刻引来路人的围观 其中当然不乏正义之事 好惨啊 怎么把人撞成这样 这是撞出内伤了呀 把人撞成这样 应该送官府 听到送官府 黄三 金烟斗同时变了脸色 黄三率先沉不住气 急道 别 不用送官府 赔点银子 让我去看大夫就行 要多少 金烟斗问 十两银子 黄三说 金烟斗皱了下眉头 虽然知道贝鹅 但在这闹市 他不想惹麻烦 打算稀释宁人 于是取出一钉银子 朝着黄三扔了过去 黄三面色一喜 伸手去接 眼看银子要到手了 一个身影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抢先一步将银钉接在手中 小魔女看到唐灵 黄三吓得嘴角一抽 起身便跑 一根银针飞出 射入黄三的后背 黄三身体一将 打学 唐门子弟 金烟斗惊讶地看了看唐灵 不得不说 唐家的易容术十分高超 如果不是唐灵太在乎容貌 即便金烟斗这样的老江湖 也很难发现 他是女扮男装 唐灵走过去俏皮地问 黄三 你不是被撞出内伤了吗 怎么跑得这么快 姑奶奶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黄三有些欲哭无泪 回来好几天了 最近赚了不少银子吧 唐灵狡黠一笑 没 没有 这银子 还要吗 唐灵抛了抛手中的银定问 不 不要了 真的不要了 那我可还回去了 还 还回去吧 围观的人群也都看出来了 黄三并未被撞 而是在讹人 一个个指指点点地笑骂着 唐灵转身看向金烟斗道 这小子是讹你的 银子还你 他说着屈指一弹 银定朝金烟斗飞去 金烟斗轻轻一抓 将银定抓在手中 多谢公子仗义相助 阁下好伸手 唐灵微微有些惊讶 他看出驾车的大叔会功夫 所以刚刚故意用了打学的手法 一般人很难接住 但这大叔接得很稳 行家一伸手 就知有没有 眼前这位大叔 明显是位高手 雕虫小姐 让公子见笑了 我们还要赶路 就此到此 围观的人已经让开了道路 金烟斗一打马 缓缓驶去 车厢中 寒一急的眼泪 都快要出来了 他听出了唐灵的声音 知道自己要找的人就在外面 但他被封了穴道 而且被封了哑穴 无法出声 唐灵看着马车缓缓从面前驶过 露出一丝疑惑之色 习武之人都有些傲气 按理说像驾车大叔 这样的高手被讹诈 不会这么轻易拿出银子的 稀释宁人 必有引擎 他好奇地看了眼车厢 稍稍一犹豫 一踏步 飞身追了上去 等一下 玉 金烟斗一拉缰绳 面不改色地问 公子 还有事 车厢里的是什么人 唐灵直截了当地问 这里是江宁 身为唐家二小姐 他做事根本不需要拐弯抹角 回公子 车厢里的是老夫的妻女 金烟斗大道 金烟斗这样一说 唐灵更加怀疑了 一个习武之人 而且是个高手 明显太过唯唯诺诺诺了 江宁城鱼龙混杂 什么江阳大道 朝廷侵犯 人口贩子之类 形形色色的人 应有尽有 唐灵敏锐地察觉到金烟斗有问题 马车车厢里 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 他心思着一闪身来到车厢门口 猛地一掀车帘顿时愣住 只见车厢里 一个风雨美艳的妇人坐在后座 一个少女靠在妇人的怀里 像是睡着了 两人自然是凤四娘跟韩依依 刚刚情急之下 凤四娘将韩依依打晕了 搂在怀里 因为视线的关系 唐灵看不到韩依依的正脸 只能看到她的后脑勺 邓仆子 你想干什么 凤四娘紧张地抱着韩依依 不满地瞪着她 第85章 烫手的山芋 抱歉 抱歉 唐灵一脸尴尬 立刻放下车帘 她现在是一名公子哥 强行献人家车帘 偷看人家女眷 这就是耍流氓啊 没想到唐门子弟 也如此轻浮 金烟斗不满地哼了声 大叔 是在下唐突了 唐灵红着脸致歉 公子若是无事 我们还要赶路 无事 无事 唐灵立刻让开 驾 金烟斗一打马 驾着马车离去 唐灵红着小脸 郁闷不已 她一直想行走江湖 当一名行侠仗义 锄强扶弱的江湖大侠 但因为是女子 老爷子不让她乱跑 禁止她离开江宁 这点跟小侯也很像 上次她偷偷去了躺扬州城 被唐一抓回来后 整整禁足了十天 今天刚到时间 便跑出来撒花 不能离开江宁 她只好在这里行侠仗义 这可苦了 在江宁城做生意的小伤 小贩了 因为连缺金少两这种小事 唐二小姐都要插手管一管 那些街头混混更惨 每次都被她 修理得死去活来 但又毫无办法 刚刚马车里的少女 怎么感觉有些眼熟 唐灵看着渐渐离去的马车 露出疑惑的神色 唐二 公子 饶命啊 我再也不敢了 黄三出声求饶 打断了她的思绪 唐灵回过神 看向被钉在路边的黄三 灵机一动 帮我个忙 我就放了你 古奶奶 您说 唐灵拍了下黄三的后背 一根银针飞出 被她两根玉指轻巧地夹住 去跟上那辆马车 看看他们去哪里 古奶奶 你说真的 还不快去 唐灵一辆手中的银针 黄三依溜烟地追着马车去了 半个时辰后 黄三跟着马车来到城南 驾 金烟斗驾着马车 驶入一座僻静的大宅 正所谓角途三窟 这里是他们的一处落脚点 不远处 黄三躲在墙角 累得跟狗一样的大喘着气 终于到了 她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偷看着马车驶进院中 直到院门关闭后 才松了口气 小魔女的命令 她不敢违抗 歇息了一会 立刻折回禀报去了 宅院中 凤四娘将韩依依从马车里抱了出来 扛进了房间 金烟斗关好房门 推开靠墙的一个柜子 里面有一间暗室 两人钻进暗室 凤四娘将韩依依扔到暗室的大床上 然后从韩依依身上搜了几张银票 还有一袋碎银子 果然是个附加千金 凤四娘高兴得合不拢嘴 接着 她又从韩依依怀里摸出了一块玉佩 咦 这个应该值不少钱 这些银子 加上这块玉佩 应该够重新开一间客栈了 金烟斗余光 瞥见玉佩 表情一正 玉佩给我看看 是块好玉 我看 能当得几十两银子 凤四娘一边说着 一边将玉佩递过去 玉佩十分精美 上雕刻着一个堂字 正是韩依依捡到的那块玉佩 金烟斗仔细看了看玉佩 皱起眉头道 这是唐门的标记 唐门 老金 你是不是看错了 不会错的 这是最上等的秀裕 一般人没有资格佩戴 她在唐门中的地位 应该不低 听到金烟斗这样一说 凤四娘刚刚的兴奋 顿时烟消云散 露出凝重之色 这里是江宁 正是唐门的大本营所在 自己竟然抓了唐门的核心弟子 这要是被人知道 不仅无法在这里立足 想走都走不掉 奇怪 不像啊 金烟斗看了眼韩依依 面露疑惑 不容赞怎么看都不像是唐家的人 但身上的玉佩上的 确实是唐门标记 凤四娘打亮着床上的韩依依 鹅蛋脸 柳叶眉 单纯好齿 娇艳欲低 美得让女人都心生嫉妒 听说唐家二小姐美艳如花 不会是这丫头吧 金烟斗点了点头 有可能 两人都没有见过唐灵 从外貌和年龄上看 韩依依跟唐灵都有些相仿 加上那块玉佩 由此推测倒也正常 她要是唐二小姐 那就麻烦了 凤四娘一脸郁闷 不用慌 等她醒了问问 金烟斗说道 凤四娘无奈地点了点头 她看向床上的韩依依 本以为绑了个附加千金 不想去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傍晚时分 僻静的大宅外 黄三 唐灵从墙后伸出头来 打亮着后院大门 二小姐 就是这里 黄三轻声道 她跟踪到了马车的落脚点后 立刻回去禀报了唐灵 并将唐灵带了过来 你确定 唐灵看着大宅的后门问 我亲眼看着他们进去的 不会错的 黄三肯定地点了点头 这里住的是什么人 唐灵接着问 这座宅子空了好几年 没见过有人进出 黄三说完好奇地问 二小姐 他们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那个大叔是江湖上的高手 你小子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简直就是找死 唐灵说着拍了下黄三的头 真的假的 不像啊 黄三一脸不幸 自己刚刚鹅精烟斗 如果没有唐灵捣乱 已经成功了 哪有这么笨的江湖高手 是你眼瞎 唐灵哼了声 挥了挥手 走吧 没你的事了 黄三如获大赦 逃命般地跑了 唐灵来到院墙边 轻轻一跃 翻过院墙进入院中 院子很宽敞 里面停了一辆马车 十分安静 地上布满了落叶 像是很久没有打扫过了 唐灵看了眼马车 确定正是之前金烟斗索架的那辆 他轻手轻脚地走到马车边 掀开车帘一脚 看见里面没人便放下来 会不会是自己误会了 反正对方不是普通人 误会就误会呗 万一是逮人 本小姐就可以行下仗义了 唐灵看向紧闭的房门 稍一犹豫 便悄悄走了过去 他从门缝往里看了看 里面乌漆嘛黑的 什么也没看到 看到旁边有窗户 他又悄悄来到窗边 刚要推窗偷看 脚下一步留神 踩断了一根枯枝 咔嚓 枯枝断裂 发出清脆的响声 第八十六章 绑了个真的 房间暗室内 韩依依醒了 一睁眼便看到床边的凤四娘 惊烟斗两人 姑娘 不用怕 姐姐我不是坏人 凤四娘说着 坐到床边 伸直一点 解开了韩依依的哑穴 你们想干什么 韩依依紧张地问 凤四娘玩耳一笑 不用紧张 告诉姐姐 你家住何处 姐姐马上送你回家 韩依依短暂的惊慌之后 立刻冷静下来 她知道自己被坏人绑了 虽然没有江湖经验 但也知道 面前这两人是开黑店的 对方在试探自己的身份 该怎么回答 韩依依看了眼旁边的金烟斗 但这种勾当的 都是跟官府对着干的江湖草莽 自然不怕官府 所以自己的身份根本没用 说出来反而会不妙 她突然瞥见金烟斗手中的玉佩 顿时灵机一动 我是唐家的人 你们最好快点放我 唐家在江南黑白通吃 特别是这些江湖人士 十有八九都会给唐家面子 自己身上正好有唐门的玉佩 你真的是唐家的人 你叫什么 凤四娘问 我叫唐灵 是唐家二小姐 韩依依虽然对唐家了解不深 但同在胭脂榜上 对唐灵还是略知一二的 唐二小姐 你怎么会一个人跑去芙蓉镇 我 我是偷偷跑出来的 想出去行走江湖 唐灵是胭脂榜排名前几的美人 韩依依的美貌符合 身上又有唐门玉佩 加上回答也符合那位唐二小姐的传闻 这回彻底打消了两人的疑虑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绑我 韩依依紧张地问 凤四娘倾咳了声 甘大的解释道 我们不是坏人 这是一场误会 还请唐二小姐误怪 韩依依既然是误会 快点放了我吧 凤四娘看向旁边的金烟斗 韩依依看出两人畏惧唐门 忙道 两位放心 大家都是江湖中人 就当不打不相识了 唐二小姐豁达 让在下汗言 金烟斗说着 冲凤四娘点头示意 凤四娘屈指一点 解开了韩依依的穴道 抱歉 让唐二小姐受委屈了 韩依依立刻下了床 有模有样的抱拳道 两位江湖朋友 如何称呼 凤四娘正要回答 外面传来一声轻响 有人来了 三人顿时神色各异 唐二小姐 你先留在这里 我们出去看看 金烟斗 凤四娘逃亡多年 十分警惕 两人对了个眼色 一起走出了暗室 唐玲踩断了枯枝 急忙平住呼吸 站在窗边静听 几夕后 房间中传来脚步声 显然是惊动了对方 他一看四周 空荡荡的院子 无处可躲 唯有那架马车 脚步声来到门口 他来不及多想 飞速来到车厢边 一掀车帘 钻进马车之中 房门支的一声 随之打开了 凤四娘 金烟斗走出了房间 两人扫视了一眼院子 目光落在马车车厢上 老金 我打扫下院子 凤四娘说着 拿起一把扫帚 一边扫着落叶 一边靠近车厢 金烟斗从另一侧 悄无声息地包抄过去 两人默契地对了个眼色 凤四娘一挥扫帚 挑开了车帘 荧光一闪 三根银针从车厢内飞出 直刺凤四娘胸口 凤四娘飞身后退 同时扫帚一挥 将三根银针扫落 唐灵刚从车厢中飞出 一杆金色的烟斗迎面打来 他脚尖一点 凭借着高超的轻弓 飞身后退 是你 看到唐灵金烟斗愣了一下 唐灵翻身落地 陪笑道 大叔 误会 老金 先拿下再说 凤四娘台长攻了过去 金烟斗也加入战斗 手中的黄铜烟杆翻飞起舞 招招打穴 两人一左一右 封锁住唐灵的逃跑路线 将他一点点逼向房门口 唐灵的功夫虽然不错 但无法抵挡两人的攻击 特别是金烟斗内力身后 他不敢与之硬碰 只能凭借着身法闪躲 眼看就要退到房门口 他终于找到了个机会 甩出三根银针射向凤四娘 唐门暗器极为刁钻 即便凤四娘暗自防备着 但如此近的距离也难以躲避 四娘 小心 金烟斗一闪身 挡在凤四娘身前 手中的黄铜烟斗一转 将三根银针挡了下来 叮叮叮 三根银针打在黄铜烟斗上 发出清脆的金属声 唐灵瞅准机会 正要飞身离开 房中走出一个人来 韩大小姐 看到韩依依 唐灵一愣神 凤四娘趁机一指 封住了她的穴道 公子 韩依依看见唐灵 又惊又喜 但紧接着身体一将 一杆黄铜烟斗 打在她的背上 封住了她的穴道 原来是个冒牌货 差点上当了 凤四娘撇了撇嘴 刚刚唐灵一声 韩大小姐 暴露了她并非姓唐 自然也就不是唐家二小姐 不过两人不知道 另一个便是真的唐家二小姐 几息后 唐灵 韩依依都被扔回了暗室 这回凤四娘没有客气 将两人手脚都绑了起来 扔在墙边 唐灵看着韩依依 心思自己果然没有看错 这个大叔果真不是好人 但她没想到 被抓的少女 竟然是自己调戏过的韩依依 韩依依看着唐灵 眼神复杂 喜忧参半 老金 现在怎么办 凤四娘愁眉不展 金烟斗看了眼唐灵 韩依依也是满脸愁容 韩依依并非唐家二小姐 都错不了 如果让他们知道 新抓的便是货真价实的唐二小姐 不知该做何感想 金烟斗点上大烟 狠狠地吸了口吐出来 说道 先关着吧 也好 凤四娘点了点头 两人离开了暗室 从外面将暗门封住 昏暗的密室中 韩依依看着身边的唐灵 眼中满是情愫 能与她这样相遇 一定是天赐的缘分 韩大小姐 不仅没有为自己的处境担心 心里反而有些莫名的开心 大哥 我又栽了 快点来救我 唐灵在心里求救 突然看见韩依依的眼神 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这个笨蛋大小姐 不会真的看上我了吧 两人都被封着穴道 无法开口说话 只能大眼瞪小眼 第87章 越绑越多 晨光初起 江宁城便已经开始喧道起来 一条繁华的街道上 一名中年男子 引着纪怀安 红脸两人走来 中年男子身材微胖 一脸富太像 他叫朱全 是四哥纪阳的人 专门负责商盟在江宁城的生意 继怀安昨日进城后 便去找了朱全 他这次来江宁 相当于出差视察 全城都是由朱全接待 朱全的办事效率很高 报社分布的地址早已选好 一早便带他过来参观 六少爷 就是这处店铺 朱全引着两人走进商铺之中 三层小楼十分宽敞 跟扬州的报社大小差不多 位置也处在江宁最繁华的街道 江宁这样四通八达的城池 一旦报社成立 会辐射到整个江南 绝对是块风水宝地 四哥不愧是商业天才 果然会选址 纪怀安心里很满意 商铺没问题 不过装修风格 招牌设计 都要按照我给你的设计方案去做 纪怀安叮嘱着 他将扬州报社的装修风格 招牌图案都找人画了一份 交给了朱全 朱全不明白 一楼这么大的地方 专门做展厅 不仅免费看报纸 还要免费提供茶水 到底有什么用 不过老板这样吩咐 他自然只能照做 印刷厂找好地方了吗 找了几个地方 还没有定下来 六少爷 要不我带您去看看 您选一处 纪怀安本不想去的 印刷厂只要地方宽敞就行 他也给不了什么意见 不过转念一想 既然四哥让自己来盯着点 总得做做样子 于是决定去看看 很快 朱全带他来到一片僻静的民宅区 这里远离喧嚣的闹市 适合用来办场 朱全带他看了两三处民房 都有些小 以江宁的地理位置 印刷出来的报纸 向四周城池分发 更加快捷 以后承担的印刷任务肯定很重 自然要为长远考虑 三人在民宅区闲逛着 纪怀安看到一个大院后停了下来 这座宅子看着挺大 这座宅子的确很合适 不过主人不在家 一直锁着门 朱全说着愣了一下 咦 这家人回来了 他来过很多次 每次大门都上着锁 此时门锁不见了 走 过去看看 纪怀安示意 三人走到大门口 朱全抬手敲了敲门 半晌无人回应 他又用手推了推 大门从里面拴着 有人在家吗 朱全又使劲敲了敲 边敲边喊着 嘎吱 大门打开 一个身材傲人 样貌妩媚的女人站在门里 正是芙蓉镇越来客栈的凤四娘 纪怀安与凤四娘看到彼此 全都愣了一下 大姐 您这院子卖不卖 朱全没有发现双方的异样 一脸客气地问道 卖 进来谈 凤四娘玩耳一笑 老朱 不看了 快走 朱全刚要迈步进门 便被纪怀安一把拉住 这女人乃是朝廷通缉的重犯 因为身份暴露逃到了这里 肯定不想让人知道 一旦进去 说不定会被杀人灭口 他哪里敢进 小少爷 这宅子最合适了 进去看看吧 朱全并不认识凤四娘 也没注意到纪怀安的脸色 反手拉着纪怀安便要进去 我说不看了 走 纪怀安用力一拉朱全 想要逃离这里 既然来了 还是进来看看吧 凤四娘又怎么会让他们轻易离开 他一把抓住朱全的胳膊 一用内力 将朱全拉进了大门 纪怀安因为抓着朱全 感觉有一道无法抗拒的力量传来 将他一起拽了进去 少爷 红莲一惊 闪身跟进了院子 凤四娘一掌切在朱全梗子上 朱全一翻白眼 昏死过去 打昏朱全后 凤四娘正要对纪怀安出手 红莲一掌朝他拍了过来 凤四娘一掌赢了上去 平 双掌相交 凤四娘借力退到门边 顺手将院门关上 少爷 小心 红莲户在纪怀安身前 老板娘 有话好说 公子 既然来了 就留下来吧 凤四娘狡黠一笑 一把抓向红莲 红莲一拳迎了上去 两人拳掌交错 闪电般的交手了几个回合 平 拳掌相交 发出一声闷响 双方各自被震退了三步 凤四娘一看对手很强 借机一把抓向小侯爷 红莲担心小侯爷安全 一抬手 袖中剑滑落到手中 一剑刺向凤四娘的手腕 剑光一闪 凤四娘被迫闪退 红莲专修剑术 短剑在手 实力倍增 一剑接一剑攻向凤四娘 很快便将凤四娘压制住 几招之后 红莲一剑刺向凤四娘的右肩 凤四娘已经避无可避 突然 一杆金色的烟斗斜伸出来 刻在红莲的短剑上 将他的短剑震开 打斗声将金烟斗吸引了过来 这位中年大叔的功夫很高 特别是手中的一杆黄铜烟斗 灵巧翻飞 招招打学 令人防不胜防 红莲的短剑 与金烟斗手中的黄铜烟斗 都是短兵器 正所谓一寸短 一寸险 两人交手后 都丝毫不敢大意 当当当 黄铜烟斗与短剑每一次碰撞 都震得红莲又必发麻 金烟斗的内力明显远胜于他 红莲只好避气锋芒 灵活地与金烟斗游斗 小丫头 不想你家少爷丢了小命 马上停手 凤四娘手中拿着一把匕首 挟持住了纪怀安 少爷 红莲一声惊呼 刚一分神 便被金烟斗打中了穴道 这下三人全部被制住了 纪怀安心中郁闷不已 没想到看到房子 都能遇到这两个朝廷重犯 还真是有缘 又抓了三个 凤四娘有些哭笑不得 先进屋 金烟斗说着一手一个 拎起纪怀安 朱拳走进屋里 跟了进去 暗示中 韩依依 唐灵被捆绑着手脚 靠在墙角 韩依依寒情默默地看着唐灵 被这个蠢女人害死了 看着韩依依 一脸花痴地看着自己 心里想骂人 唐灵被关了一晚 正一肚子火气 这时 密室的门被推开 金烟斗 凤四娘走了过来 将纪怀安三人扔到他们身边 小侯爷 唐灵 韩依看见纪怀安 一脸错愕 纪怀安看见两女 同样也是一脸猛逼 第八十八章 福报 小侯爷来将您干什么 怎么也被抓了 唐灵盯着纪怀安 滴溜溜的大眼珠乱转 韩依依看着小侯爷 神色复杂 他此时尚不知道 唐灵是女子 身体跟唐灵紧靠在一起 有种背叛未婚夫 被捉奸在床的感觉 这两人怎么会被绑在一起 纪怀安看着被绑的韩依依 唐灵两女 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唐灵还好说 毕竟唐家就在江宁 他自恋地想着 公子 你们认识 凤四娘看见他们的神色 立刻猜到了 你倒是解开我的穴道 不然问个鸡毛 寄怀安心里吐槽着 冲凤四娘眨了眨眼 想要说话 凤四娘狡黠地看着他 废话 他只能继续眨眼 凤四娘蹲下身子 捏着他的下巴看了看 长得细皮嫩肉的 适合当的小官 卖去长春院 应该能卖不少银子 小官是什么 长春院 听着怎么像是青楼 他猛地想到 有些男人有特殊癖好 不喜欢找姑娘伺候 喜欢找细皮嫩肉的男人 不少青楼 也提供这种服务 他心里打了个哆嗦 顿时求生欲爆棚 拼命地冲凤四娘几眉弄眼 凤四娘被他斗得乐不可知 四娘 这里不能留了 收拾一下走吧 金烟斗看着被绑的五人 郁闷地叹了口气 之前绑韩依依 只不过是顺手而已 后面绑了唐灵 是迫不得已 现在又绑了纪怀安三人 同样也是不想暴露身份 他们是朝廷通缉的重犯 这回人越绑越多 一下子绑了五个 很容易出事 又要走 刚刚失去了客栈 现在这处房子也不能住了 凤四娘有些肉痛 必须走 金烟斗严肃地说 他们怎么出脸 凤四娘问 杀是肯定不能杀的 虽然他们不知道唐灵的身份 但可以确定是唐门子弟 他们是通缉犯 如果在得罪江湖八大派之首的唐家 到时候朝廷 江湖都容不了他们 那可就真的是天下之大 再无容身之地了 况且 他们与唐门无冤无仇 自然不会下毒手 就扔在这里 等学到解了 他们自己离开便是 金烟斗说 凤四娘一想 也只好如此 又丢一座宅子 这几天真是血亏 小公子 最好能让老娘回点血 不然把你卖去长春院 凤四娘说着 在纪怀安身上搜了起来 很快 他便搜出了一大把银票 惊喜地数了数 整整有五百多两 这些银票 足够买十座这样的民宅了 发财了 凤四娘高兴得何不拢嘴 收了银票后 他怕漏掉了什么好东西 又在纪怀安身上 仔细地摸索起来 看着一脸财迷的凤四娘 金烟斗在一旁抽着烟 无语地摇了摇头 老金 你看看这个 是纯金的吗 凤四娘摸出了一块 金色的令牌递过来 金烟斗接过令牌一看 眼睛猛得睁大了 怎么了 凤四娘发觉 他的神色不对 这是侯府的令牌 金烟斗说着 看向纪怀安 江南侯爵只有一位 就是当朝一等侯爵 纪伯年 纪侯府的人 凤四娘明白了 出手如电 解开了纪怀安的雅学 小公子 问你几个问题 老板娘 你说 纪怀安表面上嬉皮笑脸 大脑飞速思索着 他知道这两人认出了令牌 但不知道这两人 对纪府是什么态度 江湖草莽向来仇视官府 老侯爷虽然不是官 但被封一等侯爵 自然属于朝廷的人 在这些江湖草莽眼里 与当官都无异 小公子家住何处 凤四娘问 扬州城 纪怀安答道 公子可是姓介 金烟斗忍不住抢先问 纪怀安犹豫了一下 点头道 两位不是已经认出来了吗 他之所以没有隐瞒否认 是因为发现 两人似乎对侯府并无恶意 反而表现得有些激动 金烟斗上下打量着他 你是纪家的小侯爷 是 他干脆大方帝承认 金烟斗面色一喜 迅速出手 解开了他的穴道 身体恢复行动 纪怀安站起来 疑惑地看了看两人 两位 我们素不相识吧 金烟斗看了眼其他几人 试一道 小侯爷 这边说话 纪怀安知道 金烟斗不想让其他几人听见 于是跟着金烟斗 凤四娘走到一边 听着金烟斗说出原由 金烟斗的真名叫金书润 外号金烟斗 老板娘叫金凤熙 外号凤四娘 七年前 两人在京城杀了吏布侍郎之子 然后逃出了京城 是朝廷一直通缉的重犯 这些他已经从迎刀董梁口中得知 不过 还有很多他不知道的 金家原本是京城的武林世家 老家主金圣元 为人豪爽 一敢金烟枪打学手法出神入化 又喜欢结交江湖豪杰 人缘极好 在江湖上颇有名声 凤四娘是金家四小姐 金烟斗是金老爷子的养子 也是首席大弟子 七年前 吏布侍郎之子彭月 被凤四娘吸引 设计将凤四娘绑了 正在要强行霸占凤四娘之时 金烟斗赶到 救了凤四娘并将彭月打成重伤 彭月恼羞成怒 诬陷金家以武谋反 彭家势大 金家哪里斗得过 就这样 金家被定了罪 满门抄斩 金烟斗 凤四娘意外逃过了一劫 两人潜伏在京城 刺激报仇 皇天不负有心人 他们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 暗杀了彭月 然后便开始了漫长的逃亡之路 三年前 金烟斗与凤四娘一路逃到了江南 结果刚到江南 便被彩花贼叶清涵盯上了 叶清涵是江南有名的彩花贼 专挑美女下手 而且手段毒辣 凡是被其祸害的女子 无疑幸免地惨死 如此恶贼不仅被朝廷通缉 也为江湖人士所不容 但叶清涵武功高绝 而且每次作案后 从不留活口 所以一直未能落网 金烟斗与凤四娘 很快变着了叶清涵的道 中了迷魂香 就在凤四娘要遭到侵犯之时 一名少侠出手救了他 这名少侠不是别人 正是姬家五公子姬平 小侯爷的亲兄弟 原来如此 小侯爷听完方才明白了 自己是沾了五哥的福报 凤四娘尴尬地抱拳道 四娘刚刚无礼 还请小侯爷误怪 纪怀安微微一笑 老板娘不打不相识吗 第八十九章 猥琐的老六 对了 那个采花贼被我五哥杀了吗 纪怀安问 金烟斗摇了摇头 纪平公子打伤了他 但还是被他逃走了 一提到采花贼 凤四娘气得咬牙切齿 他们这些年一直在追查叶清涵的下落 之所以选择在芙蓉镇开客栈 一是躲避官府通缉 二是很多来往江宁的江湖人士 都会经过芙蓉镇 方便打听 但几年过去了 除了听到不少关于叶清涵的传言外 对其行踪一无所获 关于叶清涵的传言有很多 除了武功极高外 还擅长下毒 轻弓 易容 从来没人见过他的真面目 因为叶清涵精通的下毒 轻弓 易容 这些都是唐门绝技 所以有不少人猜测 叶清涵是唐门中人 唐门乃是江湖名门正派 对弟子管束严格 名声在外 但因为叶清涵作恶太甚 还是引起了不少江湖人士 去唐门声讨 那段时间 唐门声誉大憋 后来唐家家主唐天灵 亲自出面辟谣 向各路应好保证 叶清涵绝非唐门子弟 才让事情平息下来 这些都是多年前的事 自从纪平重伤了叶清涵后 对方就像消失了一般 甚至并未在作案 听完金烟斗和凤四娘的话 纪怀安暗暗记下了这个采花贼 双方交流后 金烟斗解开了红莲的穴道 朱全尚在昏迷之中 纪怀安看了眼唐灵 韩依依露出一点坏笑 两位 可否把这对狗男女交给我处置 唐灵 韩依依被他骂成狗男女 韩依依一脸心虚 唐灵咬牙切齿地瞪着他 小侯爷 你跟他们有过节 凤四娘好奇地问 不瞒老板娘 这个女人是我的未婚妻 这个小白脸 给我下过毒 之前唐灵给他下毒 让他拉了一叶肚子 作为一个有仇必报的小侯爷 他可一直都记在心里呢 原来是这样 公子想怎么处置他们 凤四娘为难地问 放心 我只是小诚大借一下 他说着活动了一下胳膊 走到唐灵面前 轻轻捏着唐灵的下巴 无耻地笑了笑 小白脸 敢给小爷下毒 还勾搭小爷的女人 唐灵瞪着他 双目喷火 旁边的韩依依一脸焦急 小侯爷 他是唐门子弟 凤四娘怕他做得太过火 忙出声提醒 纪怀安当然知道 而且还知道 他是唐家的二小姐 所以根本不敢拿 这位小魔女怎么样 但想到唐灵给自己下毒 让自己拉了一叶肚子 他又咽不下这口气 还敢瞪小爷 听说唐门弟子身上都有毒药 我搜搜 他狡黠一笑 伸手在唐灵身上搜了起来 既然知道唐灵是女子 搜身自然要搜重点部位 凶小了点 弹性不错 裹这么紧 也不怕影响发育 屁股还挺翘 金烟斗 凤四娘都知道 唐灵是女扮男装 他们见小侯爷如此搜身 自然也发现了 但小侯爷不仅没有收手 反而摸得更仔细了 纪平公子一身正气 风采卓绝 纪家这个老六 怎么如此猥琐 金烟斗一脸无奈 听闻这位小侯爷 性子顽固 风流成性 现在看来 果然名不虚传 看着纪怀安在唐灵身上 各种占便宜 两人看在纪平的份上 并没有阻止小侯爷 小侯爷在唐灵的前胸 后臂摸了一遍又一遍 最后从袖中摸出几根银针 才满意地收回手 唐灵早已被摸得面红耳赤 他长这么大 连男人的手都没碰过 更别说被人这样摸便全身了 小侯爷的手法老到 加上少女的身体太过敏胆 让他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 明明被欺负了 为何会有这种感觉 这让他感觉到有些羞耻 小白脸 这几根针上有毒吗 他将搜出来的银针 在唐灵面前晃了晃 脸上露出威胁的笑容 唐灵狠狠地瞪着他 双目喷火 像是要吃人一般 还敢瞪小爷 信不信我插下你的双眼 他比划了一下手中的银针 把金烟斗 凤四娘吓了一跳 他们可不想跟唐门结怨 小侯爷 冤家已解不已解 金烟斗急忙劝道 放心 我是吓唬他的 小侯爷 这东西危险 四娘我先帮你收着 凤四娘的御址 从他手上扫过 将几根银针抢了过去 正在这时 院子里传来轻微的声响 有人来了 小侯爷 我们出去看看 金烟斗说着 与凤四娘一起走出暗室 并移动书架 将暗室的门挡住 两人对了个眼色 凤四娘走向房门口 他刚一开门 一道刺目的剑光迎面刺来 凤四娘反应很快 一侧身躲开了 但常见紧跟着扫向他的胳膊 使见的是一名中年男子 约莫三十四五左右 身材修长 目光凌厉如刀 一看就是高手 中年男子出手的同一时间 屋顶轰的一声被人砸穿 一张大网落下 将金烟斗罩住 金烟斗刚要挣扎 一把折扇点在他的胸口 封住了他的穴道 出手的 正是公子榜排名第一的唐义 也是唐家大少爷 老金 凤四娘见金烟斗被制住 一分心 被使见的中年男子 一剑抵住了咽喉 七叔 莫要伤他 唐义急忙喊道 中年男子乃是唐家老妻 名为唐剑 唐剑人如其名 是个剑痴 虽然为人有些木讷 但剑术早已炉火纯青 收放自如 听到唐义的声音 他的剑尖一顿停了下来 离凤四娘咽喉 只剩半寸不到 再晚一秒 凤四娘定会被一剑刺穿咽喉 看到凤四娘安然无恙 唐义松了口气 你们是唐家的人 金烟斗问 金先生好眼力 晚辈唐义 得罪了 唐义抱拳道 你认识我们 金烟斗面鹿仪 芙蓉镇离江宁不过一日距离 月来客栈的凤四娘与金先生 晚辈岂能不知 唐义答道 就这些 七年前 金城金家之事 晚辈也略有耳闻 这么说 唐公子是来拿赏赢的 凤四娘轻蔑地哼了声 四娘误会了 金老先生侠肝一胆 豪气万丈 晚辈心中一直十分敬仰 可惜金老先生遭监人所害 晚辈无缘败会 唐义说着露出一脸遗憾之色 接着道 在晚辈心中 两位乃是英雄豪杰 在下又怎么会为了些区区银子 出卖两位 第九十章 一报还一报 唐义是唐家长子 又是江南公子榜之首 样貌俊朗不凡 举止温文尔雅 一身正气 又怎么会为了银子抓他们 做出让江湖人士不耻之事 凤四娘知道自己误会了 不解地问 既然如此 唐公子这是何意 唐义抱拳道 小妹顽烈 昨日误闯此处 惊扰了两位 还请两位见谅 虽是江湖儿女 但唐玲很少夜不归宿 昨夜唐玲彻夜未归 唐义便发觉了问题 于是很快便查到了此处 而且确定了金烟斗 和凤四娘的身份 金烟斗 凤四娘的功夫都不弱 为防止意外发生 她才特意叫上了唐剑 先下手为强 将两人拿下再说 唐二小姐 凤四娘与金烟斗 率先想到的 便是冒充的韩依依 但唐一说的是昨晚 很明显不是韩依依 那个女扮男装的是唐二小姐 凤四娘猛的一惊 急道 快 人在暗室里 她之所以着急 是怕小侯爷不知道 唐二小姐的身份 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 暗室内 纪怀安占完便宜后 凑到唐玲的耳边 挑逗的吹了口气 别说得太紧 影响发育 唐玲脸颊瞬间红到了伯根 如果眼神能杀人 小侯爷已经被她碎尸万段了 纪怀安也不敢做得太过分 韩依依盯盯着自己神色复杂 这女人怎么跑江宁来了 她想了想让红莲解开了韩依依的哑学 学道一解 韩依立刻冲她喊道 你快放了唐公子 唐公子 纪怀安愣了下 她本想问问韩依依为何来此 结果这女人张口就让自己放了唐玲 你看上她了 她笑眯眯地问 与你无关 你快点放了唐公子 看到韩依依一脸焦急的模样 纪怀安明白了 这个韩大小姐 真的看上了女扮男装的唐玲 她瞅了眼唐玲 见眉心目 风度翩翩 如果不知道她是女扮男装 确实对傻白甜很有杀伤力 本来骂两人狗男女 只是开玩笑 没想到也算歪打正着了 我如果不放呢 你 你想怎么样 你猜 唐家你得罪不起 我劝你马上放人 是吗 还有我得罪不起的人 我不信 纪怀安呵呵一笑 拿出一把匕首 威胁地在唐玲面前比划着 小侯爷 你别乱来 韩依急了 她故意拿两人寻开心 一手捏住唐玲俊俏的下巴 猥琐地笑道 敢跟小爷我抢女人 我要画画这张小白脸 不要 小侯爷 我求求你放了她 韩依依恳求地看着她 还真是个傻白甜 她挑逗地打量着韩依依曼妙的身姿 笑道 求我 怎么求 你 到底想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 你还不清楚吗 你也不想她的脸被划破吧 她无耻地笑了笑 然后缓缓一动笔手 顺着韩依依的血颈 慢慢往下轻轻挑开领口露出粉色的兜肚 因为太过饱满挺拔 白皙的沟壑隐隐可见 自己这个未婚妻不仅长得漂亮 身材也这么火辣 难怪圆主被她迷得死去活来 她忍不住咽了下口水 只要你肯放了她 我 随你处置 韩依依一脸痛苦地说道 好 一言为定 她说着用匕首轻轻挑起粉色的兜肚 半球显露 终究是没脱过小侯爷的魔肘 韩依依漂亮的脸上充满了绝望 两行泪珠滚落而下 玩过火了 自从继承了这具身体后 她发现自己变得猥琐而又无耻 甚至很享受调戏这些美女的过程 肯定是受了圆主灵魂的影响 不过 自己还是心太软 欠不得女人掉眼泪 特别是漂亮的女人 可 别哭了 她收了匕首 将傻白甜未婚妻的衣裙整理好 正在这时 门口传来动静 红脸警惕地看向暗示的门口 十几个人鱼贯而入 正是凤四娘 金烟斗带着唐义 唐健 以及几名唐家子弟走了进来 一看女扮男装的唐灵 安然无恙 凤四娘松了口气 小妹 唐义一闪身来到唐灵面前 出手如电 解开了她的穴道 哥 你怎么才来 唐灵嘟囊着小嘴 委屈得差点哭了出来 哼 你还怪起我来了 谁让你又闯祸了 唐义用力拍了下唐灵的脑袋 对这个顽皮的妹妹 实属有些无奈 哥 这次真的不怪我 哪次能怪你 唐义美好气地瞪了她一眼 哥 我都被人欺负了 你还凶我 唐灵说着眼眶一下子红了 泪花在眼里打转 谁欺负你了 唐义问 哥 就是她欺负我 你快帮我狠狠地教训她 唐灵咬牙切齿地指向纪怀安 小侯爷 唐义惊讶地朝她看过来 纪怀安心中顿时嘚噔一下 自己刚刚对这位小魔女上下起手 足足摸了好几遍 江宁是唐门的天下 这一下怕是要糟 虽然小心脏紧张得蓬蓬直跳 不过她还是面不改色 故作镇定地冲唐义一抱拳道 唐公子 我们又见面了 小侯爷 你怎么会在这里 唐义疑惑地问 说来话长 我也是被绑来的 都是一场误会 惊艳斗尴尬地解释了一遍 唐灵在一旁急道 哥 你对他这么客气干什么 快点帮我教训他 不得胡闹 小侯爷远来是客 咱们应该以礼相待 唐义反过来教训他 唐灵 哥 他刚刚欺负我 纪怀安做贼心虚 急忙打断 嗨嗨 刚刚我是在想脱身之法 言辞多有得罪 还请唐二小姐误怪 凤四娘也怕事情闹僵 帮衬道 都是我们的错 还请唐公子责罚 唐义笑道 行走江湖 误会在所难免 灵儿他也有不当之处 如今误会已解 大家都安然无恙 就当是不打不相识了 金烟狗赞赏地看着唐义道 唐门不愧是江湖八大派之首 唐公子的胸襟气度 老金我算是见识了 金先生过奖了 唐灵见哥哥跟小侯爷 几人相谈甚欢 顿时气得咬牙切齿 身为唐家二小姐 从来都是他欺负别人 还是第一次被人欺负 但他是一个黄花大闺女 刚刚被小侯爷 一通乱摸这种事 他根本说不出口 只能忍着满心的委屈 唐义与几人客套了一番 接着便准备带着唐灵离去 等一下 一声大喊传来 众人寻声看向韩依依 只见韩依依死死地盯着唐灵 这下有意思了 纪怀安露出一抹坏笑 刚刚几人聊天说得很清楚 只要韩依依不是笼子 都已经听出来了 他看上的翩翩公子 是唐家二小姐 是个女的 唐灵眼神复杂地看了韩依依一眼 走过去解开她的穴道 韩大小姐 他刚想解释 韩依依一把扯开她的发带 三千发丝垂落而下 翩翩公子瞬间化成了 楚楚动人的绝美少女 你是女的 韩依依彻底呆之主 对不起 我上次只是开个玩笑 唐灵一脸尴尬地解释着 他调戏了小侯爷的未婚妻 结果又被小侯爷调戏了 不知道算不算一报还一报 第九十一章 傻白甜 唐一带着唐灵和唐家的人走了 留下失魂落魄的韩依依 呆着在原地 凤四娘看了几人一眼 然后从身上取出搜刮来的银票 递给纪怀安道 小侯爷 之前多有得罪 纪怀安想了想没有见 四娘 这些银票 就当是我买下这座宅子吧 凤四娘愣了一下 玩耳一笑 这宅子最多值五十两 这可是五百两 纪怀安跟着笑道 千金一得 知己难求吗 凤四娘白了他一眼 走到旁边 从柜中取出房契 与银票一起放到桌上 既然小侯爷有用 这宅子送于小侯爷了 小侯爷 后会有期 金言斗冲他一报拳 然后带着凤四娘走出了房间 院中 两人刚准备上马车 小侯爷便追了出来 金先生 四娘 等一下 小侯爷 还有事 金言斗回声问 两位准备去哪里 金言斗抽了口烟道 天大地大 总有我们兄妹容身之处 两位 不如留在此处 他准备在这里开办印刷厂 另外 报社那边也需要人帮忙 江宁城鱼龙混杂 金言斗与凤四娘武功高强 如果能留下来 是个非常不错的帮手 两位放心 我会帮你们弄个新身份 只要小心一点 不会有人发现 即便身份暴露 我们侯府的实力 也绝对能保证两位的安全 纪怀安一脸诚恳地说道 凤四娘看了眼睛烟斗 有些犹豫不决 自从逃离京城后 他们一直在逃亡 最近两年 隐居在偏僻的芙蓉镇 才算勉强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人一旦习惯了安逸 谁还愿意再过那种 漂泊逃亡的日子 如果要选择一个地方安定下来 江宁城是个不错的选择 这里鱼龙混杂 官府对这里管控不严 而且给侯府做事 官府方面还真不需要太过担心 纪怀安继续劝道 两位可以先留下来试试 如果觉得哪里不适应 随时可以离开 凤四娘正要开口 金烟斗抢先抱全道 小侯爷的好意 我们心领了 只不过我们的身份 不宜留在此地 金烟斗找了个借口拒绝了 因为这个老六名声太差 而且太过顽固好色 之前小侯爷 对唐家二小姐的无耻行径 他们全都看在眼里 金烟斗以为小侯爷 是在打四娘的主意 自然不肯答应 金烟斗是金家养子 与凤四娘并非亲兄妹 当年在金家时 他便对凤四娘有情 所以看到凤四娘差点受辱时 才下重手 差点打死了那个彭月 也正因此 给金家带来了灾祸 这些年 他带着凤四娘四处逃亡 两人早已生情 只不过 他一直将金家的遭遇 怪责到自己身上 认为自己是金家的罪人 所以从不敢向凤四娘表露心声 凤四娘看了眼金烟斗 玩耳一笑 并未说什么 纪怀安见金烟斗拒绝 也不好勉强 取了一百两银子 塞给了凤四娘道 这座宅子我不能白要 这点银子四娘收着吧 那就多谢小侯爷了 行走江湖 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 凤四娘也不矫情 收了银子 小侯爷 后会有期 两位 后会有期 双方抱拳道别 凤四娘上了马车 纪怀安站在院中 看着金烟斗驾车离去 不禁有些惋惜 少爷看上老板娘了 红莲的声音从耳边传来 我是看他们武功不错 又讲江湖义气 想收尾挤用而已 收尾挤用 红莲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这丫头不学好啊 纪怀安有些无语地 瞪了红莲一眼 虽然凤四娘风雨美艳 但她还真没那个心思 她能看出来 金烟斗跟凤四娘之间 明显有情 红莲收起俏皮的神色 问 韩小姐怎么办 纪怀安忍不住苦笑了下 走 回去看看那个傻白甜 傻白甜 红莲没听懂 但也没问 少爷经常会冒出一些 自创的词汇 她已经习惯了 两人回到了暗室 韩依依依旧失魂落魄地 站在原地 情窦初开的少女 第一次喜欢上一个翩翩公子 结果对方竟是个女子 这打击似乎有点大 纪怀安走近 嬉皮笑脸地问 你来江宁 岳父大人知道吗 韩依依没有理他 你是偷跑出来的 你不会千里迢迢来到江宁 就是为了找那个唐灵吧 你们怎么认识的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蠢 很可笑 很丢人 韩依依终于开口了 这个傻白甜 还有点自知之明 她见韩依依脸色十分难看 怕她想不开 忙安慰道 这也不能怪你 唐二小姐的易容术确实高明 我要是女子 恐怕也会被她迷住 韩依依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转身便走 你去哪 她一把抓住韩依依柔软的小手 与你无关 韩依依想要抽回手 但被她握得很紧 没抽动 我派人送你回去吧 江湖险恶 你一个人太危险 这个傻白甜长得太漂亮了 她心思万一遇见了采花贼 岂不是给自己戴上绿帽子 毕竟这女人 现在还是自己名义上的未婚妻 不用你管 放手 韩依依一掌将她推开 便要离去 岂有此理 红莲看不下去了 闪身拦在韩依依面前 你想怎么样 少爷救了你 你不谢就算了 还如此无礼 马上给少爷道歉 红莲冷声道 给她道歉 做梦 看见小侯爷示意 红莲出手一点 封住了韩依依的穴道 先在这里休息一晚吧 小侯爷说着 蓝腰将韩依依抱了起来 走向床边 终于还是逃不出 这个禽兽的魔爪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刚刚失恋的原因 韩依依并没有太过惊慌 而是一副任命的样子 纪怀安将她放到床上 道 天已经黑了 明日一早 我派人送你回扬州 就这样 禽兽小侯爷 为了得到自己 使用过各种卑鄙的手段 甚至还给自己下过迷药 现在这种情况 她会放过自己 不 她一定是想玩什么花样 韩依依疑惑地看着小侯爷 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凌辱 纪怀安拉着被子将她盖住 不仅没有动塔 连手上的便宜都没占 见鬼了 看着小侯爷带着红莲离开暗室 韩大小姐依旧感觉 小侯爷在耍什么诡计 纪怀安 红莲出了暗室 顺手关上了暗室的门 少爷今天身体不行 红莲偷偷瞄了小侯爷一眼 朱全早已苏醒了 正在外面的房间等着 六少爷 今天是忘了 不准跟任何人说 少爷放心 小子明白 去买点吃的回来 多买一些 我饿了 第九十二章 不想做王八 次日一早 韩依依猛地从睡梦中惊醒过来 穴道早已自行解了 她紧张地掀开被子 一群完好无损 明显没有遭到侵犯 一看暗室里没有人 她立刻下了床 来到暗室门口推了下门 嘎吱一声 暗室的门开了 外面也没有被封死 她推开门走了出去 房间里同样没有人 一道诱人的香气传来 她的肚子 发出饥饿的咕噜声 整整一天都没吃东西 而且还承受了各种精神压力 她此时已经饿得有些 头昏眼花了 看到桌上摆着丰盛的早餐 她立刻走过去 拿起一个包子 便啃了起来 身为堂堂之府千金 从来没有挨过饿 这还是第一次 她一手抓着一个肉包子 丝毫不顾形象地吃着 在饥饿面前 什么感情 失恋都是浮云 似乎一切都没有填饱肚子重要 很快 她便吃撑了 旁边有茶水 她也不管有没有毒 倒了一杯便喝了下去 她摸了下 因为吃得太饱 稍稍隆起的小腹 不禁有些尴尬 小侯爷呢 她扫尸了一下四周 房门紧闭着 屋里没有人 不过外面传来轻微的嘈杂声 她走过去打开房门 一下子愣住 院子里有很多人 有人在打扫 有人在搬着奇怪的家具 小心一点 别磕胖长 胖乎乎的朱拳正在指挥着 小侯爷躺在院中 一颗老槐树下的椅子上 闭目养神 红莲站在一侧 少爷 韩小姐醒了 红莲看见韩依依出声提醒 纪怀安睁开眼 看见韩依依静直朝自己走了过来 醒了 昨晚睡得香吗 她嬉皮笑脸地问 韩依依看着她没有说话 可 我派人送你回家吧 她说着 举起手示意 不远处两名护卫走了过来 六少爷 两名护卫恭敬的抱拳行李 他们都是四哥的人 自然可靠 帮我护送韩小姐回扬州 我不回去 韩依依突然开口道 纪怀安脚侠一笑 我昨晚可没碰你 我知道 韩依依翘脸一红 那你想干什么 难不成还要去找唐家二小姐 她挖苦道 韩依依瞪了她一眼 问 江南星报 真是你开的 虽然她很少出门 但对火遍扬州城的报纸 也是知道的 而且 每期都会让丫鬟买回来看 一板不漏 不得不说 报纸这种新奇的事物 对她这样 有着才女之称的官家小姐 有着特别的吸引力 除了小爷我 谁能有如此天才的想法 小侯爷一脸自恋地说道 韩大小姐给她投去一个鄙视的眼神 在她看来 报纸当然是创建商盟的 既家四公子季阳发明的 我这次来将您扩大业务 没时间陪你 你不是要找人帮忙吗 我可以帮忙 纪怀安上下打量了一下韩依依 笑道 你能干什么 我会写稿子 韩依依心虚地看了她一眼 在扬州时 她写过好几篇稿子 投到了报社 但全都没有被录用 作为一名才女 她很不服气 为了让自己写的文章能登报 她还让丫鬟花钱打点 结果还是被拒了 气得她差点找人把报社抄了 写稿子回扬州也可以写 反正我现在不想回去 如果你不让我留下来 那我就自己出去走走 你就不怕遇到坏人 你我都不怕 我还怕什么 韩依依摆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 这丫头失恋受不了打击 疯了 季怀安嘴角一抽 行到你无所谓 老子我可不想做王八 韩依依长得倾国倾城 又没功夫傍身 更没有江湖经验 连掩盖一下容貌都不懂 这要是出去瞎跑 估计不用了三天 就会被人祸害了 小侯爷很是无奈 只好让韩依依留了下来 工人们正在打扫卫生 搬着家具 将大宅改造成印刷厂 小侯爷无所事事 便带着红帘上街了 韩依依也跟了出来 江宁城的繁华与扬州不同 这里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江湖人士 嘈杂而又混乱 小侯爷带着两位美女在街上闲逛 一路上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红帘穿着灰布素裙 加上偏中性的装束 并不那么显眼 韩依依则完全不同 一身华丽的云彩紧断丝裙 衬托着玲珑浮屠的身姿 面似芙蓉 眉如柳 一只金簪斜插在少女发际上 流苏轻晃 光彩照人 所过之处 回头率百分之一百 一个猥琐男盯着韩依依 一头撞在路边的摊位上 引发了一场小小的矛盾冲突 仇人啊 小侯爷侧目瞅了韩依依一眼 心里发愁 但脸上笑得很满意 虽然是个傻白甜 但真的很养眼 街上热闹一场 韩依的心情也好了不少 小姐 你看看这只玉簪 你看看这花纹多精美 最适合您这样的大家闺秀 一名商贩拦住韩依依 本能地伸手去接 当 玉簪掉落在地 摔成两半 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 哎呀 小姐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商贩显然是早有预谋 韩依依恼道 我都没有碰到 是你自己没拿稳 打坏了东西 还想抵赖 快赔钱 商贩说着便伸手去抓韩依依 这明摆着是想吃豆腐 纪怀安上前一步 护在韩依依身前 一巴掌将商贩的手拍开 有话说话 莫要动手动脚的 被小侯爷坏了好事 摔坏了东西 快赔钱 你说是我们摔的 有什么证据 我亲眼看见了 你们还想抵赖 大家都来拼拼脸 四周几个商贩明显是一伙的 立刻将三人围了起来呵斥着 好大的胆子 敢在我们榆林间闹事 打坏了东西 赔钱天经地义 不赔钱今天就别想走 看着十几个人气势汹汹的样子 韩依依有点心虚 说吧 多少银子 我赔你就是 商贩猥琐一笑 这是最极品的独山玉 经过名将手工打造 价值一百两 一百两 你怎么不去抢 韩依依怒道 纪怀安摇头笑了笑 他们本来就是在抢 小白脸 如果没钱赔 将这两个丫头赔给我也行 商贩打量着韩依依 又扫射了眼红莲 露出一脸猥琐的笑容 红莲 教训一下 打断手脚就行 别打死了 纪怀安说完 拉着韩依依退到一边 街道上传来一阵惨叫 第九十三章 清一楼 南烟 不过几细功夫 十几个小贩 全部倒在地上 哀嚎翻滚着 少爷 我下手是不是太重了 红莲收手问 还好 纪怀安刚开口 便张着嘴巴呆住 只见韩依依跑过去 对着刚刚那个商贩的夏当 狠狠地补了几脚 走了 韩大小姐发泄完 招呼两人走去 看着商贩捂着夏当 蜷缩着身子 小侯爷嘴角一抽 这个大小姐 怎么变得这么糊了 原来失恋 真的能改变一个人的心性 不远处 一个大胡子男人盯着寒衣的倩影 眼里流露出邪淫之色 大胡子身高七尺 赤着精壮的胳膊 看上去恐无有力 伸手不凡 他的身边跟着四名手下 几人都佩戴着刀剑 一身江湖草莽的打扮 大哥 这女人真的好生极品 那个女护卫的功夫不弱 怕是不好办 怕什么 她只有一个人 看他们像是路过 一看就是傅家公子 身上财物应该不少 大哥 财色兼收啊 左不坐 几人都看向为首的大胡子 大胡子犹豫了一下道 小三 你先跟着看看情况 好 一个干瘦的男子迅速跟了上去 纪淮安带着两女闲逛了一天 遇见好几次想要调戏寒衣的混混 都被红脸打发了 傍晚时分 她找了个豪华的酒楼 带着两女尝了长江凝城的特色菜肴 酒足饭饱之后 返回住处 朱全给她安排了一处别院 三人穿过繁华的闹市 走入一条僻静的巷子 巷子有些昏暗 迎面走来五个人拦住他们的去路 正是大胡子带着四名手下 红莲迅速闪身 挡在小侯爷身前 他能看出来 这五人都是江湖中人 跟之前的混混不同 你们是什么人 有何贵干 记怀安问 爷爷我是索命的阎王 大胡子黑黑一笑 拔出大刀 男的宰了 女的绑回去 少爷 小心 红莲不敢大意 袖中剑入手 五人挥刀冲了上来 红莲一剑挡住最前男人的长刀 一拳轰向对方的胸口 刀光一闪 大胡子手中的大刀横扫过来 逼得他不得不收拳后退 虽然他剑术高超 但对方有五个人 而且配合默契 十分难缠 特别是为首的大胡子 内力不弱 一把大刀捂得狐狐生风 若是一对一他 可以轻松虐杀对方 但对手有五人 而且他还要护着小侯爷跟韩依依 不能让对方冲过自己的阻拦 一时间被逼得连连后退 好在巷子并不宽敞 五人倒也被他拦了下来 少爷 你带韩小姐先走 红莲焦急道 因为束手束脚 加上手中短剑弊端 他知道很难阻挡住五人 纪怀安皱起眉头 他没想到江宁城如此混乱 天色未黑 这些人便开始拦路打劫 傻白天 你先走 他当然不可能弃红莲逃走 一握拳头 想要上去帮忙 但看着面前的刀光剑影 又没有勇气 韩依依看见他胆小的样子 给了他一个鄙视的眼神 我去帮忙 韩大小姐一握粉拳冲了上去 正好红莲挡住了一名匪徒的长刀 他一拳轰向对方的面门 打得那人鼻血流了一脸 正在他得意时 一把大刀已经朝他砍了过来 吓得他一脸煞白 当 红莲一挥袖剑挡住了大刀 让开 别碍事 红莲顺手一把将他推开 韩依依只会几招花拳袖腿 这一插手反而坏了事 大胡子疯狂地攻击 将红莲逼到了墙边 两名匪徒借机冲过了红莲的阻拦 直扑韩依依和小侯爷 回来 小侯爷一把抓住韩依依的小手 将他拉到身后 看着两名挥着大刀的匪徒杀过来 他一咬牙 决定拼了 正在这时 一个黑色的倩影闪现在他身前 银色的剑光一闪 两名匪徒捂着喷血的咽喉倒了下去 黑衣人杀了两名匪徒后 脚步未停 又冲向大胡子三人 红莲警惕地收剑后退 黑衣人手中常见快如闪电 挤到剑光之后 大胡子三人的脑袋滚落在地 三具无头尸体倒在地上抽出了两下 韩依依哪见过如此血腥的场面 扶着强剧烈的呕吐起来 纪怀安强忍着恶心 打量着黑衣人 是个女人 而且还是个漂亮的女人 单纯好齿 微养得脸精美剔透 墨发流云般倾泻于腰间 气质清冷孤傲 这女人的功夫极高 出手更是毒辣 红莲迅速推到小侯爷身边 做着防备之姿 无需担心 自己人 女人说着 一挥手中长剑 将剑刃上的血迹 全部甩干净 收剑归翘 姿势潇洒帅气 姑娘 你是何人 纪怀安问 女人仔细打量了一下小侯爷 答道 我叫南烟 南烟 纪怀安询问地看向红莲 红莲摇了摇头 确定不是侯府的人 女人摸出一块银色的令牌 朝他扔过来 纪怀安接过令牌一看 只见上面写着轻衣二字 轻衣楼 你是五哥的人 南烟点了点头 依旧面无表情 冷若冰霜 我五哥在江宁 纪怀安又问 小侯爷 请随我来 南烟说着 转身走去 纪怀安没有怀疑 带着红莲 寒衣跟了上去 两个钟后 南烟带着他们 来到一座大宅 大宅很大 里面三步一岗 五步一哨 戒备森严 南烟领着三人 穿过层层守卫 一直走向大宅深处 整座大宅安静的可怕 沿途虽然有很多守卫 但所有人看上去 都一脸凝重 甚至有些杀气腾腾 气氛有种说不出的压抑 出事了 纪怀安 隐隐有种不安的感觉 很快 南烟带着三人 来到了内宅的一处大院 此时天色已黑 昏暗的光线中 一名老者副手 站在院中 背影有些落寞 看到老者的背影 纪怀安 红莲皆是一乐 福伯 小侯爷到了 南烟走近 恭敬地行了一礼 只不过笑容有些勉强 福伯 纪怀安一脸惊讶 红莲亦是如此 这老头不是别人 竟是侯府的老管家纪福 第九十四章 纪平遭遇 福伯 你怎么会在这里 纪怀安惊讶地问 说来话长 福伯看了眼红莲 韩依依两女 示意道 南烟带红莲 韩小姐去休息 两位 请随我来 看到福伯在这里 红莲自然不会担心 两女跟着南烟走了 福伯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他突然意识到 这次来江宁 似乎并非表面上这么简单 四哥纪扬创建的商门 生意遍布江南地区 在江宁开办报社分布 又何须让自己来此盯着 现在连福伯都来了 显然是有其他重要的事 福伯一脸严峻地点了点头 四少爷让你来江宁 其实另有缘由 到底何事 他急道 四哥费尽说服老侯爷让自己出来 而且连福伯也瞒着老侯爷 这是明显有些不简单 小少爷 跟我来 福伯领着他走进旁边的厢房 房间的床上 躺着一个二十来岁男子 男子面容俊朗 气宇轩昂 竟跟小侯爷长得有七八分相似 这男子不是别人 正式创建青一楼的季家老五 季平 五哥 他拥有原主记忆 一眼便认了出来 季家四位兄长之中 只有季平跟小侯爷是一母所生 虽然季平经常出手教训原主 但其实对原主一直爱护有加 季怀安走向床边 被福伯伸手拦住 别碰他 五少爷深重剧毒 他仔细一看 才注意到季平硬堂发黑 嘴唇发紫 确实是中毒的迹象 是谁干的 他咬牙切齿地问 福伯痛苦地闭了下眼睛 缓缓道出事情经过 半月前 季平发现了采花贼叶清涵的踪迹 一路追踪来到了江宁 结果反被叶清涵暗算 不仅被吓了剧毒 还被挑断了多处经脉 好在季平内力身后 逃出了叶清涵的毒手 季平怕老侯爷担心 不想让老侯爷知道 而是传训福伯 让福伯安排小侯爷来此 老侯爷腿伤未愈 福伯也不想让老侯爷再生悲伤 于是便跟季阳商量了一下 想出了让小侯爷来江宁的计策 小侯爷出来后 老侯爷不放心 福伯便借着保护的名义 来到了江宁 原来如此 福伯 五哥他怎么样 五少爷内力身后 护住了心脉 刚服了要睡下了 暂无性命之忧 虽然福伯这样说 但季怀安能看出来 季平的情况很不好 他问 季怀安摇了摇头 五哥特意让自己来此 难道是为了见自己最后一面 福伯叹了口气 难难道 五少爷天纵奇才 六岁习武 九岁入门 十一岁的内力 便已超过了一般江湖高手 十八岁便迈入了顶级高手 年轻一辈 无出其右 季怀安静静地听着 他对五道并不了解 但五哥所创的青一楼 能位列江湖八大派之一 自然不凡 我不该让他这么早出去闯荡江湖的 福伯说着 看了眼床上的季萍 红着眼 老泪纵横 福伯 这是五哥自己的选择 他安慰道 当年季萍要出去闯荡江湖 老侯爷当然不同意 双方闹得很不愉快 最后是福伯劝说了老侯爷 才让季萍出去闯荡的 所以福伯此时十分自责 其实当年即便老侯爷不同意 季萍也会离家出走 福伯劝老侯爷时说过 五少爷生来便属于江湖 侯府根本困不住他 季萍踏入江湖后 行侠仗义 剑条泄影 斩悬鹰双魔 灭黄和四鬼 一人一剑捣毁何欢宗 救出数十名被拐卖的少女 短短数年便隐名震江湖 季萍总是穿着一身轻衣 所以被江湖众人称为轻衣少侠 再后来创建轻衣楼 成为江湖八大派之一 季萍年纪轻轻 便已然是正道领袖之一 因为一直隐瞒着身份 只有极少的人知道 这位轻衣楼楼主 是季侯府的五少爷 五少爷的功夫 是我亲手教的 他是我见过天赋最高的武学奇才 仅仅二十年修炼出来的内力 便抵得上其他人修炼三四十年 福伯说着 轻视了一下泪痕 看向季怀安道 五少爷让你来此 是不想一身修为尽废 他想将内力传给你 内力传给我 季怀安心头一颤 福伯点了点头 五少爷修炼的混员功 是一种纯阳内力 修炼这种内力 对身体要求十分苛刻 但有一个好处 可以传功给他人 而不被排斥 五哥的伤势 没有办法了吗 他担忧地问 五少爷全身多数经脉被挑断 即便伤愈 也无法再运用内力 福伯痛苦地说道 可是 五哥现在的情况 如果失去内力 身上的毒如何压制 我会想办法 先帮五少爷解毒 怎么解 福伯副手来回走了几步 吐出两个字 唐门 唐门有四大绝技 暗器 毒药 轻功 易容 既然精通下毒 自然也精通解毒 季怀安突然想到一件事 盲问 那个采花贼夜清寒 会不会是唐门中人 福伯点头道 从那贼子所展现出来的能力来看 恐怕不仅仅是有可能 季平受创之后 一直没有去向唐门求救 也是由此顾虑 万一夜清寒便是唐门中人 前去求救 就等于自投罗网 那我们还要去唐门吗 当然要去 我来江宁 便是要去找唐天灵那个老匹夫 要个说法 福伯说着冷哼了声 浑浊的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季怀安不禁露出一丝担忧 唐门乃江湖八大派之首 而且江明城是唐门的大本营所在 正面冲突未必能占到便宜 他想了想到 福伯 那个夜清寒未必就是唐门中人 也有可能是故意挑拨 我们与唐门为敌的 事情没查清之前 不宜与唐门结院 小少爷不必担心 凶手是不是唐门中人 明日自有分享 福伯胸有成竹地说道 这座大宅中已经聚集了大批高手 福伯显然早有准备 清一楼加上侯府的力量 即便是唐门 肯定会两败俱伤 纪怀安顿时忧心忡忡 福伯犹豫了一下 问 小少爷 你想成为舞者吗 第九十五章 围困唐门 福伯 我现在洗舞是不是晚了 其实小少爷你的根骨极佳 天资不输武少爷 因为侯爷怕你也像武少爷一样 洗舞后跑去闯荡江湖 所以才没让你洗舞 福伯说着叹了口气 接着道 如果你不愿意 我会劝武少爷 我愿意 就怕学不好 作为看着武侠剧长大的现代人 谁还没有一个武侠梦 如果能成为强者 谁会不愿意 福伯打量着他 男男道 也许无法成为绝顶高手 但武少爷的混云内力 可以让你踏入高手行列 两人聊了几句后 福伯将他安排在隔壁厢房休息 一夜无话 次日一早他刚醒来 红莲已经在床边等着了 你都已经知道了 他问 红莲点了点头 男言都跟我说了 韩依依呢 他不知道 被安排在另一间厢房休息 红莲一边说着 一边帮他穿戴整齐 片刻后 两人走出房间 天刚蒙蒙亮 只见福伯推着轮椅在院中散步 武哥 纪怀安快步跑过去 小安 你来了 纪平坐在轮椅上 宠他微微一笑 看着一脸憔悴的纪平坐在轮椅上 他不禁鼻子一酸 虽然他并非原主 但拥有原主记忆 对眼前的七尺男儿 有种无法言喻的感情 也许这就是兄弟手足之情 前世他是孤儿 这一世他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老侯爷表面严厉 实则外冷内热 九夫人就是标准的慈母 经过几个月的相处 他已经将自己当作了侯府中的一员 武哥 你怎么样 不用担心 我没事 两人刚说上几句话 一身黑衣的男烟快步走来 恭敬的抱拳行李道 福伯 楼主 都已经安排好了 福伯点了点头 走吧 去哪 他问 福伯 唐门 卯时 一道道朝霞从东方的天空洒落 慢慢驱散了黑夜 江宁城 一座气势恢弘的大宅外 人影传动 大量江湖人士 出现在大宅四周 一些伪装成小商小贩的推着车 从四周各个街道 朝着大宅靠拢 大宅的门楣上 挂着一块古色古香的牌匾 上面写着两个古朴的大字 唐门 这座大宅 便是唐门的核心所在 天色未亮 大批的江湖高手 从四面八方涌向唐门 这让江宁城的很多势力 都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 这些人是冲着唐门去的 应该错不了 卧槽 莫不是疯了 别小看这些人 个个都是好手 是什么试炼 不知道 肯定是外地来的 强龙不压地头蛇 他们想干什么 唐门这下有麻烦了 不少暗探和江湖人士 也都将目光瞄准了唐门的方向 不过这些人都远远观望着 不敢靠近 卯时三刻 黑压压的人影 已经将唐门彻底包围住 唐门早已发现了异常 此时大宅内人影匆匆 虽然紧张 但行动井然有序 数十名全副武装的护卫 聚集在大门口 严阵以待 大厅内 唐义与几名唐家几名核心成员 全部在侧 唐义紧促着眉头 面色凝重 他是唐家家主唐天灵的长子 是唐门的大少爷 目前唐天灵正在闭关 唐门内的日常事务 都由他处理 唐门在江宁屹历多年 还从未遇到此种情况 他想不出 是谁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挑衅唐门 爆 一名弟子飞奔着闯进大厅 丹西跪下道 少掌门 四周所有出路 已经全部被包围 初步计算 至少有六七百人之多 这么多 唐义有些惊讶 唐门弟子虽多 但大部分都在行走于江湖 留在唐门的弟子 不过三百多人 查清了对方的身份吗 他问 弟子摇头道 派出去的探子 全部杳无音信 一个也没有回来 一名又矮又胖的中年男子出生道 江宁来了这么多江湖中人 为何一点消息没有 矮胖的中年男子是唐家老三唐习 唐习人如其名 长得肥肥胖胖的 特别喜庆 但实则是个笑面虎 他对于唐义暂代掌门之职 一直很不服气 经常找些唐义的错处 三说 此事是我不查 唐义并未推卸责任 江宁的安全方面 一直是我负责 此事是我的责任 另一名中年男子说道 他是唐家老五唐力 唐门内部也有派别之分 争权夺利之事自然少不了 唐力显然是支持唐义的一方 唐习立刻皮笑若不笑道 老五 我没有责怪少掌门的意思 只不过 我们唐门屹立于江湖数百年 还从未有人赶上门挑衅 看来如今的威望 真的大不如前了呀 唐习意思再明显不过 唐家掌门人 没有将唐门带好 不称职 啪 一名长相粗犷的中年男子狠狠地一拍桌子 怒道 不用合计了 只不过是一些藏头鹿尾的鼠辈 老子亲自出去会会他们 身材高大 长相粗犷的中年男子是唐家老四 名叫唐天刚 唐天刚性格耿直 脾气火爆 说完便往外走 唐义劝道 四叔 这些人来历不明 还是先探明底细再说 这里是江宁 让这些人在我们唐门撒野 成何体统 唐天刚不满地冷哼了声 唐喜见唐义背对 狡黠一笑 老四说的没错 管他是什么人 直接打发了便是 否则有损我唐门威名 老四 我陪你去 两人说着走出大厅 唐义无奈 立刻带着其他几人跟了上去 他感觉到 事情没这么简单 对方能调动如此之多的江湖好手 而且悄无声息地来到江宁 绝非一般势力 他本想弄清对方身份与目的再做打算 但现在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几人很快便来到了唐家大门处 大门紧闭着 数十名全副武装的唐门弟子守在门内 严阵以待 开门 老子要出去教训一下这些鼠辈 唐天刚大喝着 一马当先地走来 两名弟子正犹豫着 要不要开门 哄 一声巨响 两扇大门被一道强大的力量震碎 化成无数的碎片四散飞落 强大的气流冲击之下 靠近大门的唐门弟子被震得纷纷倒地 第九十六章 深藏不露的浮泊 唐天刚离大门上有数掌 真气化成的气流扶过他的脸颊 将他长发吹起 好强 他一握拳头 精壮的胳膊 轻筋突起 唐习脚步一顿 紧促起眉头 唐义带着其他几人正好走来 所有人都停下脚步 张得看向大门口 晨雾散去 只见一个干瘦的老头 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 正是福伯 福伯复复着双手 迎着唐义几人走了进来 纪怀安推着轮椅跟在福伯身后 轮椅上的纪瓶 全身都拢罩在黑袍之中 掩藏着容貌 南烟 红莲一左一右手在他两侧 另外 还有六名黑衣人跟在他们身后 以福伯为首 一共仅有十一人 看着院中数十名全副武装的唐门子弟 纪怀安有些心虚 这个老管家 竟然敢带他们闯唐门 想来应该有把握吧 不过刚刚福伯一掌击碎了唐家大门 差点惊掉了他的下巴 他知道这个老管家不简单 但没想到福伯的功夫 尽恐不如斯 想到自己以前还揪过这老头胡子 忍不住嘴角抽抽了一下 可是福伯再厉害 自己这边人手是不是少了点 他还不知道 此时整个唐门 都被清一楼和侯府的暗卫包围了 几人刚走进院中 唐门弟子纷纷抽出刀剑 唐义看到小侯爷微微一愣 纪怀安尴尬地冲唐义苦笑了下 两人算是有点交情 现在打上门 感觉有点奇怪 敢擅闯我唐门 找死 看到大门被人打烂 唐天当的火爆脾气哪里能忍 也不问缘由 非不冲向福伯 身体化成一道残影 一拳轰向福伯面门 唐天刚身材魁梧 正直壮年 福伯看上去 就是个年迈干瘦老头 两人对比鲜明 在计划案的认知中 唐天刚一拳能将福伯打死 但他知道 这是一个武侠般的世界 根本不能用常理度知 福伯抬起手 强大的真气在掌心流转 一掌拍了过去 哄 魂厚的掌力 对上唐天刚的拳头 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 强大的真气向四周宣泄开来 形成了一股强风 唐天刚睽萎的身躯 倒飞出树杖 落地后无法站稳 登登登的后退 老四 唐喜一掌 按在唐天刚的后背 才将唐天刚扶稳 唐天刚右臂剧烈的颤抖着 拳头上鲜血淋漓 反观浮薄 双脚未动 云淡风轻的收回手掌 这就是真气吗 季怀安羡慕的咽了下口水 唐家众人 全都是一脸惊骇之色 唐天当的内力深厚 仅次于宗主唐天灵和唐喜 在唐家排名第三 在江湖上也先有敌手 但在面前的老头手中 一招落败 唐门内功倒是不俗 福伯赞许地点了点头 唐家众人一听 一个个脸色难看至极 明明是在夸唐门 但听着却格外刺耳 阁下好强的内力 我来讨教一下 唐喜虽然其貌不扬 长得像个矮冬瓜 但实力仅次于宗主唐天灵 他走到福伯面前 拾不触停下了脚步 抱拳问 阁下如何称呼 福伯跟随老侯爷 来到江南之后 几乎没有出过手 甚至连侯府大门 都很少迈出 唐家的人并不认识他 不必多问 唐三爷出手吧 福伯眯着眼道 好 那晚辈就领教一下 唐喜说着 双腿一蹬 胖蹲蹲的身体 弹向高空 然后如同一个老鹰般 凌空扑向福伯 福伯脚不未动 右手在胸前滑了个圈 真气化成一道漩涡 举手一掌拍出 平 双掌相交 唐喜胖乎乎的身体倒飞出去 落地后 一连退了十多步才站稳 唐喜的右臂剧烈的颤抖着 虎口崩裂 血迹顺着手指滑落 如唐天罡一样 他的右手已经彻底失去了战力 三说 唐义闪身而至 扶住摇摇欲坠的唐喜 少宗主 对方深不可测 小心 唐喜咬牙小声道 唐义点了点头 冲伯伯一抱拳 前辈不知为何要闯我唐门 扶伯打量了一下唐义 赞许道 少宗主果然一表人才 老夫是来找唐天灵的 把你父亲叫出来吧 家父正在闭关 前辈有什么事 可以与晚辈说 晚辈可以做主 晚辈 老夫要说的是 你做不了主 晚辈虽然年幼 但受家父之命 暂待宗主之职 前辈有何指教 但说便是 老夫是来找唐天灵问罪的 好大的口气 想要找宗主 先过我这一关 随着一声大喝 一名男子凌空踏步而来 男子一身灰色长衫 手执长剑 正是唐家老妻唐剑 唐剑是个武痴 从不过问宗门事务 但喜欢打架 他的内力 虽不如唐喜 唐天刚 但剑术 轻弓 暗器 全部都修炼得炉火纯青 若论实战之力 唐剑远在唐喜 唐天刚之上 他的剑术 配合唐门暗器 即便唐喜 唐天刚联手 也未必能赢他 唐剑凌空踏步而来 也不废话 一剑刺向福伯 剑气破空而出 福伯屈指一弹 一道真气飞出 将剑气震碎 唐剑来到福伯上空 一招力辟化衫 剑芒凌空斩落 福伯一掌拍出 浑厚的真气 将剑芒挡住 唐剑一个鸽子翻身 落在福伯身后 刚落地 福伯已经一掌拍过来 不过唐剑身法极为灵活 一踏步 留下一道残意 纪怀安瞪大着眼睛 只见唐剑围着福伯不停地攻击 福伯始终站在原地未动 所有攻击都被福伯一一化解 两人动作越来越快 十几招之后 他根本看不清具体招式 只看到唐剑化成一道残影 围着福伯转圈 当 福伯一指弹在长剑之上 发出一声清脆金属声响 唐剑借力一闪 几乎同一时间 他的左手一挥 漫天话语的银针射向福伯 两人距离极近 漫天银针笼罩过来 根本避无可避 纪淮安 红莲 南烟全都将心提到了嗓子眼 不过福伯的强大 再次刷新了他们的认知 叮叮叮 一连串的声响传来 无数的银针 在靠近福伯的身体时 莫名其妙的坠落 像是被一种无形的气墙给挡住了 护体刚切 唐喜发出一声惊呼 这就是三尺气墙 纪淮安脑海中 立刻想到了天龙中的扫地僧 第97章 深藏不露的福伯二 这个世界的内力 被划分为五重境界 第一重 出窥门境 第二重 登堂入室 第三重 出神入化 第四重 登峰造极 第五重 反扑归真 向红莲 仅仅达到了第三重境界 只有内力修炼到第五重反扑归真境 方能发出护体刚气 即便在这个武侠般的世界中 能将内力修炼到反扑归真境地 也仅有寥寥数人而已 其中名气最大的 便是大齐第一高手 晋军大统领谢天南 要想将内力修炼至反扑归真境 不仅要有最顶级的内功心法 还要有将近一个夹子的功力 除了极个别的天纵奇才 或者特别的机遇 普通人即便终其一生苦修 也根本不可能修炼出护体刚气 唐门乃是江湖八大派之首 数百年间 也仅有两位祖师爷的内力 达到过反扑归真境 这一代唐门中最强的唐天灵 内力也不过登峰造极而已 有生之年 想达到反扑归真境 早已无望 福伯用护体刚气 挡下了唐剑的满天花雨 震惊了唐门众人 正所谓一力祥实惠 拥有反扑归真的内力修为 任何招式在他面前都是徒劳的 这时候唐剑已经可以认输了 不过 这位唐家七爷是位武痴 越是强大的对手 越是能激发他的战役 唐剑并没有停手 而是双手握住剑柄 缓缓闭上了眼 人与剑慢慢融为一体 唐天刚 七弟这是 人剑合一 七弟已经达到了人剑合一的境界 唐喜跟着惊讶道 唐剑猛地睁开眼 四周的一切仿佛全部消失了 在他的眼中只剩下面前的浮薄 我倒要看看 护体刚气能不能挡住我的玄天一剑 他说着一踏步 连人带剑化成一道剑芒射向浮薄 唐门弟子顿时全部紧张地握紧了双拳 连唐喜 唐义等人也不例外 那就如你所愿 浮薄双手划了个太极 一道无形真气在他手中运转 剑芒瞬息而至 但被浮薄双手控制的真气锁住 无法寸进 剑肩不停地颤抖着 发出刺耳的金属丝鸣 浮薄双掌一推 恐怖的真气一吐 咔嚓 青钢长剑崩断成竖节 唐剑倒飞而出 在空中喷出一口血剑 摔落下去 七弟 七叔 唐义一闪身 接住坠落的唐剑 其他人纷纷围了过来 我没事 唐剑摇摇晃晃地站稳后 擦了下嘴角的血迹 转队福伯一抱拳 多谢前辈手下留情 能将剑术修炼到 人间合一的境界 难能可贵 福伯赞许地点了点头 唐家众人全都一脸凝重 福伯的强大 已经非他们能敌 不过他们也能看出来 这个强大的老头 每次都手下留情 似乎只是威慑 并没有要真正开战的意思 唐义看了眼小侯爷 冲福伯道 前辈是季侯府的人 想来是有什么误会 少宗主 去请你父亲出关吧 福伯复着双手道 牛逼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纪怀安盯着老头 羡慕得两眼放光 这一场战斗 看得他心潮澎湃 激动不已 我要把这老头为师 他默默下定决心 唐义此时一脸郁闷 还求助地看了眼小侯爷 不过纪怀安假装没看见 此时福伯已经无人能挡 现在的情况 他根本做不了主 只能去请父亲出面 前辈稍等 我这就去请家父 唐义话音未落 一个人影从后院飞步而来 速度之快 留下了一串长长的残忆 身影一顿 来人停在唐义身前 宗主 唐门所有弟子 全部恭敬的行礼 来人便是唐门 宗主唐天灵 这里的战斗动静太大 早已惊动了他 纪怀安打量了一下唐天灵 这位唐门宗主 看上去不过四十来岁 穿着一身身灰色长袍 留着三寸短须 见眉入病 行貌潇洒 长相跟唐义有七八分相似 唐天灵一现身 忙恭敬抱拳道 纪前辈大驾光临 晚辈有失远迎 恕罪恕罪 傅伯伯眯着眼 打量着唐天灵 唐宗主 别来无恙 纪怀安一看 唐天灵跟傅伯明显认识 心思这架应该打不起来了 托前辈的福 一切安好 唐天灵看了下四周 剑拔弩张的气氛 还有刚刚战斗过的痕迹 疑惑到 前辈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没误会 老夫是来向唐宗主要一个人 什么人 一个恶贯满盈的贼子 叶清涵 听到叶清涵三个字 唐天灵的表情微微一变 不过立刻恢复如常 回到 叶清涵并非我唐门中人 前辈怕是误会了 福伯冷哼了声 老夫既然来了 自然能确定 那贼子来自唐门 又岂是唐宗主能否认的 前辈 我唐门做事 向来光明磊落 那个采花贼 绝非我唐门中人 唐喜插口道 我们也在找那贼子 前辈肯定是弄错了 唐天当跟着说 福伯摇了摇头 多说无意 唐宗主还是将人交出来吧 唐天灵脸色有些难看 犹豫了一下 抱拳道 前辈 可否内怨一叙 众人一看唐天灵的态度 顿时不经生疑 难道说 采花贼叶清涵 真的是唐门中人 继怀安知道 福伯既然如此大动干戈 必然有十足的把握 加上此时唐天灵的态度 那叶清涵即便不是唐门中人 也与唐门脱不了干系 好 福伯点头同意 片刻后 唐天灵带着福伯 以及小侯爷几人来当内院 唐天灵看了眼轮椅上的纪萍 疑惑问道 前辈 是何人中了如此剧毒 福伯示意 纪怀安取下黑袍 露出纪萍那张俊逸 而又苍白的脸颊 唐宗主 好久不见 纪萍苦笑道 清一楼主 唐天灵惊讶之后 疑惑地看向福伯 纪萍是后起之秀 但所创的清一楼 也位列江湖八大派之一 两人曾经有过一面之缘 只不过 纪萍一直隐藏着身份 连唐天灵也不知道 他是纪侯府的人 唐宗主不必疑惑 清一楼主便是我侯府的五少爷 福伯没有隐瞒 直接说了出来 原来如此 难怪楼主天纵奇才 唐天灵顿了顿 问 楼主所中之毒是叶清涵下的 纪萍点了点头 福伯冷声道 老夫仔细研究过叶清涵的手段 下毒 易容 暗器 清宫 皆是出自唐门 唐宗主还要否认吗 叶清涵之事 稍后我会给前辈一个交代 先给楼主解毒要紧 那就有劳唐宗主了 福伯眯着老爷点了点头 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第九十八章 唐门叛徒 唐门内宅 一处宽敞的房间中 纪萍赤着上身盘坐在床上 他的后背 前胸插满了细如发丝的金针 唐天灵站在床边 两指捏着一根金针 缓缓刺入纪萍的后脑勺 随着最后一根金针刺入 唐天灵收回手 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他所施展的是唐门的华阳针 玄妙无比 无论中了任何气毒 只要没有侵入心脉 都可用华阳针将毒素逼出 针法看似简单 但需要用内力催动 还有对穴位和经脉的掌控 全都不能有丝毫差错 否则解不了毒 反而会把人致死 即便是唐天灵 施展华阳针也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季萍的左手垂落在身侧 黑色的毒血症 顺着指尖滴落到一个瓷碗之中 十几息之后 季萍指尖滴出的血液不再是黑色 而是变成了正常的鲜红色 唐天灵松了口气 将插在季萍身上的金针 一根根取了下来 放回针盒之中 因为放了不少血 此时季萍极度虚弱 处于半昏迷状态 唐天灵取完滑阳针后 扶着季萍躺到床上 给他割好被子 唐宗主 如何 福伯焦急地问 性不辱命 五公子的毒已经解了 唐天灵点头道 纪怀安 红莲 南烟三人站在一侧 听到唐天灵的回答 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损毁的经脉 可有办法医治 福伯又问 唐天灵一脸遗憾地摇了摇头 经脉太过脆弱 而且凶手太过狠毒 不留余地 福伯本能地一握拳头 骨骼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暴斗声 其实他心里很清楚 唐门能解毒 但无法医治纪平身上被毁的经脉 即便只是挑断经脉 想要接上 也难如登天 纪平身上的几处重要经脉 被彻底粉碎 凶手明显是 有意要废除他的修为 告诉老夫 叶清涵是谁 人在何处 福伯压抑着怒火问 前辈息怒 叶清涵所学的确来自唐门 但绝非我唐门弟子 唐总主 你最好说详细点 唐天灵脸色有些难看 不过还是详细将事情说了一遍 三十多年前 唐门出现了两位天才弟子 其中一人便是唐天灵 另一人是他的师兄 名叫唐和 两人因为天赋出众 很早便被视为唐门未来的掌门人选 当时唐门内有一名女弟子 名叫燕灵 燕灵长得貌若天仙 被誉为江南第一美女 英雄难过美人观 唐和 唐天灵都非常爱慕燕灵 对其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唐和跟唐天灵都是唐门天才少年 燕灵难以抉择 最后与两人约定 谁夺得掌门之位便嫁给谁 于是 两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要想成为唐门宗主 除了五道天赋外 易戎 轻功 下毒 暗器 这四门绝技都必须要通过考核 才有资格 唐和五道天赋 与唐天灵难分伯仲 但对唐门四门绝技的掌握 要略胜唐天灵 如果正常的竞争 掌门之位必将是唐和的 但唐和并非唐家嫡系 而且性格过于偏执 并不适合担任掌门之职 当时的掌门 是唐天灵的大伯父 自然向着唐天灵 在争夺掌门考核的前一晚 唐和莫名其妙地中了毒 最终导致 他在争夺掌门的考核中 输给了唐天灵 唐和查到 给自己下毒的竟是燕灵 误以为是唐天灵与燕灵合谋害自己 但实则是掌门教唆燕灵下的手 掌门之位确定后 唐和并没有发作 而是隐忍了下来 众人都以为唐和接受了现实 但谁也没想到 性格偏执的唐和 一直在伺机报复 一年后 唐和终于找到了机会 在唐天灵跟燕灵成亲的当晚 他潜入了婚房 置住了醉酒的唐天灵 然后当着他的面 强暴了燕灵 事后又将燕灵残忍杀害 唐和并没有杀唐天灵 而是要让他痛苦一生 事后 唐和叛逃出了唐门 因为这件事影响太过恶劣 当时的宗主下了追杀令 结果唐和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 再无消息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 唐门中的老一辈 大多已经离世或者隐退 唐和早已被人忘却 不过唐天灵却永远也不会忘记 因为燕灵被唐和奸杀 是他一生的耻辱 他始终未曾放弃寻找唐和 直到近些年 江湖上出现了一个叫叶清涵的采花贼 精通唐门绝技 这立刻引起了唐天灵的注意 为了抓捕叶清涵 唐门几次布下陷阱 但叶清涵行事极为谨慎 每次都完美地逃脱了唐门的围捕与追踪 叶清涵所学的确是唐门绝技 从他的行事作风来看 应该是唐和的弟子 唐天灵说完后 脸色十分难看 他显然不愿意提及这些 特别是燕灵受辱之事 加上要维护唐门名声 所以对外宣称 叶清涵所学并非唐门绝技 与唐门无关 叶清涵是唐和的弟子 这些都只是推测 唐门当然不会往自己身上揽责任 叶清涵用的是唐门绝技 伤了五少爷 此事不是唐宗主说个故事 就能推脱掉的 福伯对于唐天灵的说法 显然不满意 前辈 老夫所说皆是实情 唐和早已被逐出唐门 我们唐门也在追查他们的下落 若是让本宗主找到他们师徒二人 并会亲手为宗门清理门户 纪怀安一直在观察着唐天灵 从唐天灵的神色来看 应该不像撒谎 虽然唐和离开唐门已经几十年了 但只要细查 很容易查出来 并非老夫不相信唐宗主所说 福伯看了眼床上的纪平 冷声道 五公子重伤至此 唐宗主觉得 老侯爷会听你这些废话吗 唐天灵心中顿时咯噔一下 老侯爷爱子被伤成这样 弄不好会登唐门拼个鱼死网破 唐门虽号称江湖八大派之首 但毕竟只是在江湖 以老侯爷的能量 完全可以调派官府的力量 剿灭唐门 即便不动用官府 仅仅侯府加上清一楼 唐门就已经难以抵挡 何况还有眼前这个深不可测的老头 双方如不真开战 恐怕只有与死 没有网破 唐天灵急道 前辈 五少爷之事 真的与唐门无关 无关 福伯冷哼了声 接着说道 凶手所用之毒出自唐门 所用武技 易容 轻弓 暗器 皆出自唐门 岂是唐宗主一句无关便可推脱的 第九十九章 敲竹杠 江湖便是这样 真要论起来 唐门的确有无法推脱的责任 侯府完全可以将寄贫之事 怪罪到唐门身上 唐天灵脸色有些难看 又解释道 那叛徒或许就是想利用侯府的力量 来打击唐门 还请前辈明察 莫要中了贼人的奸计 唐宗主说的也有道理 但老夫必须要给侯爷一个交代 福伯说着 轻抚了一下白须 眯着眼看向唐天灵 唐天灵懂了 忙道 前辈有何要求 只要晚辈能办到 绝不推脱 福伯正色道 五少爷伤成这样 以侯爷的脾气 绝对不会罢休的 要想说服老侯爷相信唐宗主 恐怕只有一个办法 唐天灵 请前辈指点 福伯吐出两个字 结亲 结亲 唐天灵微微一正 听闻唐二小姐貌美如花 五少爷尚未成亲 两人也算男才女貌 天作之合 福伯说着 看了眼唐天灵 接着道 若是唐宗主愿意将唐二小姐嫁给五少爷 侯爷自然相信唐宗主所说 听到福伯的话 旁边的男烟神色有些复杂 他一直爱慕着楼主 只不过他身份低微 自然不可能嫁给楼主 此时小侯爷的心情更加复杂 唐家二小姐便是唐灵 前天他刚将唐灵全身摸了个遍 这要是成了自己的嫂子 以后见面 岂不是要尴尬死 不过福伯这样安排 的确是个不错的主意 与唐门结亲 一来可以化解此次冲突 二来可以为侯府结交一个江湖势力 一举两得 唐天灵听完福伯的建议 那这庄亲事 他是乐意至极 但季平是侯府的五公子 江湖中人对朝廷向来心存借地 唐门跟侯府结亲 听上去就十分怪异 另外 季平还失去了修为 唐天灵自然不愿意将女儿 嫁给一个废人 但也不能一口回绝 博了福伯的面子 他想了想到 前辈 江湖儿女的婚事 向来都被我们父母做主 此事我还需要跟林儿商量一下 五少爷虽然失去了五道修为 但也绝不是一般女子配得上的 这庄亲事 即便唐宗主愿意 也还得看五少爷和侯爷的意思 福伯的意思很简单 是你们唐门高攀了 劝你不要不识时务 有实力就是霸气 小侯爷在心里给福伯竖了的大拇指 唐天灵识趣地附和道 五少爷乃是百年不出的少年英才 若是能与侯府结为亲家 是我们唐门之福 结亲之事 老夫只是提议 不会强人所难 但接下来这件事 唐宗主最好想清楚再回答 福伯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威胁 唐天灵立刻紧张起来 前辈请说 唐门下毒防不胜防 叶清寒尚未落网 为防止意外 老夫需要华阳针法 唐天灵一听 顿时为难了 华阳针法乃是唐门秘技 即便在唐门内 也只有嫡系弟子能够学习 岂可外传 刚刚福伯提议结亲 他没有直接答应 算是婉拒 若是再拒绝 必定会惹恼前辈 唐天灵一阵头大 犹豫再三后咬牙道 以前辈的内力 任何毒都无法威胁到前辈 老夫自然不惧 但我侯府其他人需要防范 福伯看了唐天灵一眼 继续道 老夫知道 华阳针法乃是唐门绝技 不方便外传 这样如何 我让小少爷拜唐宗主为师 这样便名正言顺了 继怀安一愣 看了眼唐天灵 这大叔功夫虽比不上福伯 但毕竟是唐门宗主 实力绝对不一般 特别是刚刚那套华阳针法 能解天下奇毒 学来倒是有用 他又偷偷看了福伯一眼 他怀疑这个老管家 弄这么大阵仗 很可能从一开始 就是在打唐门华阳针的主意 唐天灵上下打量着纪怀安 解释道 华阳针法需要内力催动 小侯爷似乎并无内力 这点唐宗主无需担心 福伯胸有成竹地说 唐天灵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看了眼床上的纪平 他终于明白了福伯的心思 纪福的身份别人不知道 他却略知一二 虽然这老头 看上去不过五旬 但实则已经年过七旬 一身会员功 早已达到了反扑归真的境界 会员功是华山派的独门绝学 乃是至刚至阳的功法 需要保持童子之身 方才能修至大成 虽然会员功的修炼条件十分苛刻 但会员内力非常强大 非一般内力可比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很少人知道的秘密 那就是可以传功 这是其他内功心法办不到的 只要小侯爷愿意学 唐某一定尽心尽力教授小侯爷 唐天灵想明白后 一口答应了下来 收小侯爷为徒 好处多多 最重要的是 可以化解这次危机 福伯满意地点了点头 眯眼说道 如此甚好 拜师礼就定在七天后如何 唐天灵自然没有意见 福伯没有再多言 让南烟将祭瓶抱回轮椅 准备离去 唐天灵让人备了几份最好的补药 交给了福伯 并亲自将福伯几人送到了大门口 侯爷那边 还望前辈帮忙解释一番 老夫回去后 会尽力安抚侯爷的情绪 至于侯爷会不会相信 五少爷的事与唐门无关 老夫也说不准 福伯似是故意给唐天灵施加压力 顿了顿后接着道 劫亲之事 还望唐宗主认真考虑一下 唐天灵愁道 晚辈会尽快征讯小女的意见 唐宗主好自为之吧 福伯说完 带着小侯爷几人走出了唐门 唐天灵站在大门口 满面愁容地看着福伯几人 消失在视线中 纪怀安亲自推着轮椅 跟在福伯身边 离开唐门时 他发现福伯嘴角微微一翘 露出一抹狡黠之色 这老头 恐怕早就知道 五哥之事跟唐门无关 而且根本就没想跟唐门开战 只不过是想借此事 敲诈一下唐天灵而已 敲诈江湖八大派之手的唐门 恐怕也只有这老头能干得出来 果真是人老鬼精啊 他发现这个老管家 不仅武功深不可测 还狡猾得很 随着他们的离开 布置在唐门外围的人手 也随之撤离 一场暴风雨 便这样烟消云散了 发现神秘的势力撤离后 有人松了口气 有人却很失望 城北 一处民宅房间 陶芳闭幕盘坐在大床上 一名美艳的妇人站在他身后 给他后背的一处伤口敷着药 除了这处心伤口外 可以看到陶芳全身布满了 各种大大小小的伤疤 看上去极为害人 美妇名叫林英 是陶芳一手培养的暗卫 同时也是她的女人 看着陶芳满身的伤疤 林英并不害怕 反而一脸温柔 刚传来消息 清一楼和侯府的人都撤离了 没有打起来 陶芳轻轻恩了一声 大人 为什么要这样做 林英不解的问 这个江湖 平静得太久了 你想挑起纷争 计划似乎并不成功 林英帮她包扎好了伤口 一边说着 一边拿着衣服给她披上 这些都在意料之中 计划早就开始了 陶芳说着站起身 整理了一下衣服 接着道 让十三去一趟扬州 去干什么 去杀一个人 第100章 入武道 入夜 城南神秘大宅 纪萍坐在轮椅上 仰望着天空中的一弯星月 朦胧的月光 照着她俊朗的容颜 给人一种莫名的悲凉之感 虽然身上的剧毒已解 但几处重要的经脉进毁 不仅无法再运用内力 双腿也惨了 本是天之骄子 又执风华正茂的年纪 但却修为尽费 而且要在轮椅上度过余生 如何不令人感叹惋惜 福伯站在轮椅身后 看着轮椅上的纪萍 苍老的眼中闪过一丝悲伤 梁九 福伯开口道 一定要这样做吗 季萍仰望着天空 楠楠说道 我想将这一身所学留下来 我要如何跟侯爷交代 我会跟父亲解释的 福伯看着季萍 欲言又止 虽然季萍的多处 经脉被毁 无法再使用内力 但好歹有个念想 季萍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 功夫也是他一手教的 他很清楚 五少爷花费了多少心血 才有了这一身所学 混员工的内力 一旦传给了小侯爷 他将终生无法再修炼 而且对身体损伤极大 会大大缩短寿命 季萍性格洒脱 不喜拘束 他有着一颗狭义之心 一直向往江湖上的快意恩仇 他生来便属于江湖 江湖就是他的世界 一旦彻底失去了修为 成为废人 他不知道五少爷能否承受得住 因为了解 福伯才深深的担忧 但也正因为了解 他知道 五少爷一旦决定了的事 谁也改变不了 小安那边准备的如何了 季萍问 已经泡了一天药雨 今晚差不多了 福伯答道 季萍收回仰望星空的目光 走吧 福伯张了张嘴 但最终什么也没说 只是默默地推着轮椅 走向不远处的厢房 刺鼻的草药味 弥漫着整个房间 房间中央放着一个大浴桶 正往外冒着一缕缕热气 小侯爷赤身坐在浴桶之中 药雨浸泡到他的脖子位置 只露出一个脑袋在外面 他眉头紧簇 满头大汗 看上去似乎有些痛苦 红莲站在一边 拿着毛巾 帮他擦了擦额头的汗珠 浴桶里浸泡着数十种名贵的药材 这些药材能够疏通 强化他的经脉 让他能够承受住寂贫的混元真气 此刻他确实很痛苦 在药水中浸泡了一整天 一开始还没什么感觉 但随着药力进入身体 他便感觉到皮肤有些火辣辣的疼痛 再后来 他感觉身体像是被火烧一般 疼痛难忍 福伯跟他说过 这是药力在强化他的身体 需要忍耐 此刻他感觉身体似乎在膨胀 像是要爆炸一般 有些难以忍受 忍一忍便能成为绝顶高手 坚持住 纪怀安咬牙坚持着 他知道这是药力在疏通他的经脉 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只要忍过去 就算成功了 很快 疼痛开始缓解 慢慢的疼痛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莫名的轻松舒畅 放松下来后 他迷迷糊糊地昏睡了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 他感觉到一种奇异的力量 进入了他的身体 一睁眼 只见纪萍坐在旁边的轮椅上 五哥 不要动 福伯正在帮你打通任督二脉 纪萍提醒 他没有动 仔细感应着那道奇异的力量 在体内流动 原来这就是真气 福伯站在他的背后 一掌按在他的后背之上 一道真气顺利打入了 他的经脉之中 这让福伯微微有些惊讶 小少爷的身体一点也不雷弱 比他预想的要强壮得多 看来是每天早上锻炼的结果 小侯爷每天早上起床跑步 跟红莲一起锻炼 这些自然瞒不过福伯 小少爷长大了 福伯眼中露出一丝欣慰 纪萍坐在浴桶旁边的轮椅上 同样露出意外的表情 他本以为这个老六的身体太弱 还有些担心 现在看来 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约莫半个时辰后 纪怀安身体微微一颤 体内暖流涌动 四肢百孩舒畅无比 整个人像是达到了高潮一般 成了 福伯松了口气 小少爷 我先教你混元真气的行宫路线 混元五行 有行亦无行 气沉丹田 忠欲阴阳 阴阳聚散 可那万物 混元气 神贯通 聚则成行 散则成风 他没有修炼过任何内功心法 若是突然获得身后的内力 会无法控制 所以 必须先教会他混元功的基本心法 纪怀安听到口诀一阵头大 虽然他完全听不懂口诀是什么意思 但全身经脉被打通后 他能内视体内真气流动 只要记住路线就可以了 一个时辰后 福伯收回手 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小侯爷已经记住了航工路线 终于到了最后一关 船工 祭平无法自行运功 船工同样需要福伯帮忙 房间外 一弯星月笼罩着寂静的院落 南烟 红莲一左一右的守在房门口 两女都没有说话 各怀着心思 安静地等待着 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 卯时 一缕朝霞穿过了云层 给昏暗的院中带来了一丝光线 南烟 红莲依旧静静地站在房门两侧 朝霞落在两女俊美的脸颊上 一个身穿黑裙 像是冷面的玉姐 一个丫鬟打扮 清秀可人 两人守了整整一夜 但没有丝毫困倦之意 反而都露出一副担忧与紧张之色 船工是十分危险的 特别是小侯爷 没有丝毫功夫底子 不过两女担心的角色各有不同 南烟担心的是 她的楼主 红莲担心的是 自然是小侯爷 咔嚓 一声轻响 房门开了 两女处电板地转向房门 只见福伯推着轮椅走了出来 纪平躺在轮椅上 脸色苍白 精神唯米不振 楼主 南烟鼻子一酸 眼睛都红了 我没事 纪平冲她强颜一笑 福伯 我来吧 南烟从福伯手中接过轮椅 红莲发现 福伯似乎一只肩苍老了不少 老人家虽然内力浑厚 但毕竟上了年纪 运了一夜的真气 身体有些扛不住 小少爷怎么样 红莲担心地问 小少爷正在巩固内力 莫要打扰她 等她自己醒来便可 福伯叮嘱后 带着南烟 济平走去 红莲轻步走进房间 只见小侯爷盘坐在床上 面色红郁 神采奕奕 第101章 修炼 变强 红莲 你可要小心了 院中 小侯爷抬起双掌 摆出攻击的姿势 有模有样 少爷 你尽管出手 对面的红莲气定神闲 敢不把少爷放在眼里 今天让你知道少爷的厉害 他运转弓法 引导着真气智双掌 飞步冲向红莲 一掌拍出 红莲脚步一动 与他交错而过 反手轻轻推了他一下 小侯爷用力够猛 身体不受控制地 向前摔了个狗啃屎 少爷 红莲急忙跑过去 将他扶起来 你马 说好的绝顶高手呢 纪怀安哭笑不得 明明能感受到 体内浑厚的真气 能一拳打死牛 但实际上 连小丫头的衣角都摸不到 有武功跟机空有一身内力 却不懂得运用 想要发挥威力 显然还需要实战训练 少爷 你摔动了吗 红莲憋着笑 没事 他拍了拍屁股 虽然战力不行 但身体健壮如牛 绝对抗摔 少爷 我教你一些基础招式 好吧 红莲立刻教了起来 一边比划着拳掌 一边讲解着 出招要准 脚步要稳 招式要配合步伐攻击 出手要留三分力 用来应变 进攻不能忘记防守 要攻守兼备 控制好内力 掌随意动 拥有了混员内力后 他学起来跟之前完全不同 无论是身体的柔韧性 还是招式的力量 都能很好的把握 甚至连记忆力都变强了 红莲教了一连串的动作 他也能完全模仿出来 两人一个教的投入 一个学的认真 也不知过了多久 一声倾咳传来 福伯 老头不知何时来的 正站在一边看着 两人立刻停下来 红莲恭敬行了一礼 退至一旁 纪淮安吸皮笑脸道 福伯 你教我点厉害的功夫吧 福伯眯着眼道 小少爷 你已经拥有了一身不俗的内力 没必要再学繁杂的武功招式 没有招式 如何对敌 对敌需要的是应变 招式可以随心而发 随心而发 无招胜有招 他问 福伯有些惊讶 点头笑道 小少爷很聪明 纪淮安甘大的笑了笑 心思不是我聪明 而是在我们那个世界 几岁小孩子都知道这句话 那天福伯对战唐家几位爷 并没有运用任何精妙的招式 全是随心而发 问题是 福伯能做到 他根本做不到 有些东西 知道是一回事 离实际运用 差了十万八千里 小少爷莫吉 我教你一个训练方法 福伯说着 从地上捡起一把小石子 让他退到武藏开外 准备好了 福伯眯眼问 准备好了 他还比划了一个OK的手势 福伯屈指一弹 一枚石子朝他飞过来 速度快如闪电 他想躲避 但根本来不及 石子打在他的小腿上 他的小腿一麻 差点跪了下去 福伯 太快了 慢点 运转内力 全神贯注 身随意动 福伯提醒后 再次屈指一弹 一枚石子朝他飞过来 这次速度稍稍慢了点 季怀安一侧身 石子擦着他的衣袖 飞了过去 躲开了 他还来不及嘚瑟 又有一枚石子 朝他迎面飞来 他脚步一动 再次避开了 但紧接着 又一枚石子射到他的面前 此时再想躲避 已经来不及了 出于本能 他一拳挥了过去 平 魂后的真气 将石子轰成碎末 四散开来 浩强 他刚一脸兴奋 三枚石子 分别打在他的肩膀与双腿之上 打得他全身一麻 一屁股坐了下去 福伯摇了摇头 收手说道 混元真气奥妙无穷 你的任督二脉已经打通 内力可以周身循环 生生不息 要想做到身随意动并不难 加强训练便可 就这样训练 真的不用修炼招式 他爬起来问 等你能够随心所欲的控制混元真气 我再教你一套长法 福伯说道 接下来 福伯教了他一些运用真气的诀窍 然后让弘连用石子当暗器 训练着小侯爷 一连几天 除了看望五哥外 剩下的时间他 全部在训练中度过 福伯说的没有错 以他现在的情况 学习招式意义不大 只要反应足够快 便能随心所欲的施展招式 经过几天训练 他的反应提升极为明显 红莲只有同时 扔出五六枚石子 才有机会打中他 红莲 咱们练练 这天一早 他信心十足地 找红莲切磋 红莲玩耳一笑 少爷 那你可要小心了 小丫头 放马过来 他挑逗地朝红莲勾了勾手指 红莲脚步一动 一掌拍了过去 他真气运转 一掌迎了上去 红莲自知内力比不过 硬碰必败 急忙一侧身 画掌为止 抓向红莲的手腕 训练的效果很明显 他的反应变快了 红莲想取巧 变得没那么容易了 两人一连交手了十几招 虽然他出手毫无招式可言 但却能挡住红莲的每一次攻击 三十招之后 红莲一直点中了他的穴道 穴道被封 他的身体 一将无法动弹 但体内的混元 真气本能地冲向被封的穴位 红莲精通的是剑术 内力一般 勉强达到了第三重境界 小侯爷继承的混元真气 已经达到了第四重登峰造极境 最重要的是 任督二脉已经打通 只要内力不如他的人 根本封不住他的穴道 混元真气一冲 被封的穴道立刻松动了 小侯爷 你说了 红莲收手走到他身前 准备帮他解穴 那可未必 纪怀安猛地出手 点在红莲的胸口 反过来封住他的穴道 红莲愣住 他显然低估了小侯爷的内力 他伸手 捏着红莲俊俏的下巴 笑道 小丫头 你说了 少爷我要惩罚你 少爷你偷袭 红莲不服 兵不厌诈 他脚狭一笑 一巴掌拍在红莲的翘臀上 发出啪的一声轻响 红莲轻咬了性感的珠唇 白了他一眼 啪 小侯爷又拍了一巴掌 接着大手按在翘臀上 用力捏了一把 红莲 你疯满了 红莲脸脸颊瞬间红到了脖根 感受着手上的软肉 他有些心愿意马 正要得寸进尺时 听到脚步声从背后传来 纪淮安急忙收回手 回身一看 只见一名轻衣女子走来 轻衣女子走到他面前 抱拳道 小侯爷 楼主有请 第102章 接手轻衣楼 大宅另一处院落 纪平坐在轮椅上 一袭黑衣的南烟 推着轮椅在院中散步 他的目光落在楼主身上 情绪有些低落 南烟 我要回家了 纪平突然开口道 南烟脚步一顿 楼主去哪里 南烟便去哪里 侯服很慢 那里不适合你 南烟迅速走到轮椅前 双膝跪了下去 南烟愿誓死追随楼主 求楼主不要丢下南烟 纪平看着南烟恳求的眼神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复杂 六年前 他一人一见 灭了武林中臭名昭著的何欢宗 就下了数十名少女 这些少女大多都是孤儿 当时奄奄一息的南烟 便是这样恳求地看着他 为了给他们一个安身之所 他创建了青衣楼 教他们武功 带他们一起行侠仗义 除暴安良 南烟是所有少女中最出色的一个 不仅聪慧过人 而且武学天赋极高 另外 他还发现南烟跟自己很像 性格洒脱 向往自由 不喜拘束 于是他将她带在身边 亲自教授她武功 短短几年 便将她培养成了一流高手 随着青衣楼的壮大 南烟也成了她的左膀右臂 两人之间一直很默契 南烟对她 除了感恩与崇拜外 还有着爱慕之情 这些她都知道 她也很喜欢这个坚强独立的女子 不过因为修炼会员工不能破身 她对南烟一直保持着男女之间应有的距离 南烟 我不能带你走 她很心道 南烟跟她一样 只属于江湖 无法被困在囚笼之中 她就像一朵生命顽强的野花 强行移植到温室之中 一定会枯萎凋零 她不能自私地让南烟跟自己回侯府 江湖才是她的世界 为什么 南烟看着她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她还不懂 她只知道是楼主给了她一切 对她来说 为楼主她可以放弃一切 青衣楼需要你 南烟需要楼主 少女说着终于忍不住 一头扑到她的怀里 两颗泪珠滚落 继凭神色动容 轻抚着南烟的秀法 温柔道 青衣楼有这么多兄弟姐妹 他们都需要你 帮我召开好他们 还有新楼主 南烟哭了两久 最后点头答应了 对于她的命令 她从未拒绝过 片刻后 一名青衣少女带着小侯爷来了 青衣楼的核心成员也都被召唤前来 济平当众将楼主之位传给了小侯爷 小侯爷是楼主的亲弟弟 两人长得有七八分相似 众人都知道楼主的身体情况 只能接受楼主的安排 在南烟的带头下 青衣楼众人单膝跪地 参拜了新楼主 济怀安原本想拒绝的 但看到青衣楼有这么多美女 不对 主要是因为继承了五个的修为 自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毕竟自己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 她看着南烟和一众少女 拍着胸脯 保证会将青衣楼发扬光大 青衣楼众人看着新楼主 眼神复杂 对于这位小侯爷 他们都略有耳闻 这些年青衣楼行侠仗义 宰了不少这种欺男霸女的顽固少爷 次日一早 福伯带着济平返回扬州 济怀安 红莲 南烟一路将马车送出了城 原本是准备将韩一一顺便带回去的 但一大早 韩一一不见了 青衣楼并未限制她的自由 韩一一在这里闷了几天 留下一封信走了 南城门外 长亭 福伯 济平与小侯爷几人道别 小安 青衣楼就交给你了 五哥 你放心 我不会辱没了 你和青衣楼的威名 济平玩耳一笑 看向南烟 保重 南烟早已满眼泪花 楼主 保重 小少爷 办完事 不要耽搁 早点回府 福伯叮嘱 济怀安原本是要一起回去的 但还有一件事没有办 按照约定 他明日要去唐门拜唐天陵为师 学习唐门绝技华阳针 红莲 保护好小少爷白安全 福伯叮嘱了几句 推着济平上了马车 数十名侯府人马 护送着马车驶去 南烟站在山坡上 看着侯府的车队 慢慢消失在视线中 两道泪痕打湿了他俊美的脸颊 南烟姐姐 青衣楼一共有多少人 江宁城的街道上 济怀安带着两女返回 边走边问道 加上楼主共有1693人 核心成员仅有24人 有一多半是女子 南烟回答后看了他一眼 补充道 青衣楼的弟子都是穷苦出身 希望楼主能善待他们 我就这么像坏人吗 济怀安一脸无语 十位是怎么划分的 楼主之下设有四青衣 四花蛋 四五蛋 四老蛋 共计12人 另外还有12位舵主 分布在江南各地 每位舵主旗下仅有一百多人 不过这些人大多都是普通人 仅有少数舞者 南烟给他仔细介绍了一遍 青衣楼虽位列八大派之一 但实力并不强 真正的高手 完全比不上唐门和其他门派 毕竟青衣楼才创建不足十年 唐门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比运深厚 上次如果不是福伯加上侯府的暗卫 仅凭青衣楼根本不足以与唐门对抗 青衣楼有此名声 主要是因为济平的战绩与侠民 南烟姐姐 那你呢 我是四位青衣之首 另外三位青衣在江南吗 在 之前楼主已经见过了 济平昨日将楼主之位传给他时 有十几名核心成员在场 只不过当时没有给他详细介绍 虽然不确定另外三位青衣是哪三人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另外三位青衣应该长得不差 因为他当时偷看过 几位姐姐都很漂亮 他随口一说 楼主请自重 南烟语气有些冷 我就是开个玩笑 怎么就不自重了 他有些不爽 不过想到五哥刚离开 这女人心情不好也能理解 回到大宅后 他让南烟将几名核心成员召集过来 四名青衣除了南烟外 剩下三女也美得各有特色 分别叫东瑜西凤北燕 四女都是孤儿 都是祭平所救 连名字也都是祭平给取的 季怀安将他们召来 立刻下了几道命令 第一 全力追查叶清寒的下落 第二 寻找韩依依 第三 准备一份大礼 明日他要去唐门拜师学艺 第103章 华阳针 晨光初起 一架马车缓缓来到唐门 小侯爷下了马车 红莲 南烟一左一右地跟在身侧 四名魁梧见状的大汉 抬着两个大木箱 跟在三人身后 唐门的大门敞开着 季怀安走到门口 抬头看了眼门眉上的唐门二子 站住 他刚准备进门 一道倩影从大门内飞步而来 挡在了大门正中 来人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 穿着一袭兰花白褶裙 肌肤白皙如玉 大眼睛 高鼻梁 粉嫩的薄唇微微上翘 柔顺的乌发披在肩上 看上去像个小公主 这是唐家二小姐 季怀安仔细打量着面前的少女 露出一丝惊讶 少女美得无可挑剔 他扫了眼少女的胸脯 心里补充 除了发育稍有不足 唐玲患上女装后 从一个风流倜傥的少年公子 变成了一个小美女 如果不是唐门 只有一位漂亮的二小姐 他很难将眼前的少女 跟之前女扮男装的翩翩公子 联系到一起 看什么看 唐玲注意到他色眯眯的眼神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奶胸奶胸的 他怕认错了 笑眯眯地问 姑娘是唐二小姐 唐玲没有回答 反问道 你来干什么 我来拜师啊 唐二小姐不知道 唐玲上次回去之后 便被关了禁闭 今早刚放出来 对于这几天发生的事 一无所知 拜师 我们唐门才不收你这种货色 赶紧滚 这女人还挺记仇 她正想着如何解释 看到了唐玲身后 又有几人来了 为首的正是少掌门唐义 小侯爷来了 快请 铃儿 你拦在门中间干什么 快让开 一袭白衣的唐玲 竖发成官 风神俊朗 举止更是温文尔雅 让人非常舒服 每次见到唐玲 小侯爷都忍不住有些嫉妒 哥 他不是好人 你请他进去干什么 胡闹 小侯爷是父亲新收的高徒 还不快让开 父亲要收他为徒 唐玲愣住 一脸无法接受的表情 唐玲一把将妹妹拉开 抬手示意道 小侯爷 里面请 父亲正在等你 季怀安点了点头 迈步从唐玲身边走过 一缕诱人的清香 从少女身上传来 他脚步一顿 转头看向唐玲 无耻地笑道 唐二小姐 以后我该叫你小师姐了 唐玲给了他一个杀人的眼神 旁边的唐玲 无奈地摇了摇头 自家妹妹跟着小侯爷 就像是对冤家 一见面不是动口 就是动手 小侯爷 这边请 有劳唐兄 舍妹被交官坏了 还请小侯爷误怪 不怪 不怪 唐二小姐是真性情 唐兄 你跟令妹性格差异这么大 是亲兄妹吗 小侯爷真会说笑 唐义引着纪怀安走向大厅 两人边走边聊着 唐玲看着小侯爷的背影 气得咬牙切齿 唐门大厅 纪怀安跟着唐义走来 唐天灵早已坐在上手等候 唐宗主 我来拜师了 这是拜师礼 还请师父不要嫌弃 快放下 纪怀安指使着几人 将木箱放到一边 唐天灵仔细打量着小侯爷 几天不见 他发现小侯爷的气息 明显有了变化 纪平真将内力传给了这小子 唐天灵想到纪平 心中不由一阵惋惜 天之骄子 就站毁了 这个小侯爷跟纪平楼主比 明显差远了呀 纪前辈没来 他收回心思问 福伯回扬州了 他让我来拜师 跟随宗主好好学艺 纪怀安看了看四周 嬉皮笑脸道 要不要搞个拜师礼 唐天灵大笑着 小侯爷身份特殊 我收你 做个记名弟子 那些凡文入节 就免了吧 也好 谨遵师父之意 他正好不喜欢那些礼节 搞不好还要叩头敬酒 能免了 当然最好不过 小侯爷 请随我来 唐天灵没有与他过多寒暄 直接将他带到了后院的一处房间 房间很空旷 靠墙摆放着一个铜人 与真人一般大小 铜人身上标记着密密麻麻的学位 看得让人有些眼花 墙上还贴着一张图 对每个学位做了详解的注解 小侯爷袭得了内敛 唐天灵问 会了一些 他谦虚道 对学位了解吗 不了解 华阳真法是以真气欲真 调节刺激学位 要想学习华阳真法 首先需要记住这些学位 唐天灵说着 走到铜人前 继续道 小侯爷 这两天你 仔细观察这个铜人身上的学位 还有图上注解 最好全都背下来 第一天 唐天灵什么也没教 让他认学 铜人身上密密麻麻的学位 还有那些注解 看上去十分复杂 不过当他静下心来后 发现并不难记 自从打通认读二脉 继承了混元内力后 他的五感六十 以及记忆力 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他观察着铜人身上的某个学道 意识会不自觉地运转内力 混元真气 便会流向具体学位 这样记忆更加深刻了 师父 学位我都记住了 第二天他说 这句话的时候 唐天灵一脸不幸 于是考核了一下 结果让唐宗主很是惊讶 他原本推测小侯爷 要花三天时间记忆 结果一定便记下了 他怀疑这个小侯爷 以前学习过 不过这样也好 早点教完 早点送走这个小杀星 唐天灵拿出一个木盒打开 里面摆满了细长的金针 华阳针一共有108根 比普通针灸要稍细一些 华阳针法可以用来治病救人 也可以用作暗器伤人 人有三胶 金中生气 气中生神 故华阳针 根据对人体学位的掌控 华阳针可以用来疯人学道 也可以用来排毒疗伤 甚至可以用来散人内力 我教你华阳针解毒之法 唐天灵两指加出一根金针 非速刺入同人身上的学位 心随意动 手取丰斧 轻行针 如烧火山 刺取百劳 重行针 唐天灵再次出手 同时加住两根金针 闪电般刺入同人学位之中 如透天良 后行针法 轻重重轻重 唐宗主一边讲解着华阳针的口诀 一边不停地加出金针刺学 给他示范 不过片刻 108枚华阳针全部刺在同人身上 当最后一枚华阳针 刺入同人后脑勺后 一滴一滴的黑色液体 从同人指尖流出 第104章 住手 我是你五嫂 无论中了什么毒 只要没有侵入心脉 这套华阳针法便可解 唐天灵自傲地说道 同人的指尖正在往外滴着黑色液体 济怀安好奇地低头看了看 唐天灵解释道 同人体内有非常精密的机关 只要这套华阳针法施展成功 便会触动机关 将同人体内的黑色液体排出 若是施展失败呢 他问 会流出红色液体 唐天灵回答后立刻补充道 如果施展不成功 会对患者身体产生不同程度的伤害 轻则瘫痪 重则丧命 唐天灵说完又叮嘱到 在完全掌握华阳针法之前 绝不可轻易为人解脱 济怀安点了点头 对这位唐门宗主多了几分好感 唐天灵身为唐门宗主 丝毫没有架子 最重要的是教得很认真 一边讲解 一边示范 并未有丝毫敷衍之态 能让唐门宗主 亲自教授华阳针 恐怕除了他之外 只有唐义 唐灵有着待遇了 唐天灵将同仁身上的所有金针拔了下来 放回盒中 试一道 小侯燕 你试试 他拿起一根金针 记得刚刚唐天灵扎的第一个穴道是封门 于是刺向同仁后背的封门穴 明明穴位上有一个针眼 但金针只刺入一点点 便被什么东西阻住 根本刺不进去 南部城里面还有层膜 他全力一刺 咔嚓 手中的金针崩断了 不能用蛮力 针器要覆盖在华阳针上运转 轻轻调节穴位闭合开关 唐天灵见他毫无基础 只好一点一滴地交了起来 小侯也学得很快 三天后便已掌握了华阳针的手法 以及行针顺序 不过他试了很多次 每次试完108针后 同仁手指都滴出红色液体 显然行针的细节处理上还不到位 主要是针器和力道的把握 第四天 唐天灵将他带到修炼室后便离开了 让他自行练习 华阳针的手法他已经学会 接下来就是通过练习 把每一针都做到完美无缺便可 唐天灵也没必要一直陪着他 独自练习到午时 他感觉有些烦闷 一直闷头练习并非好事 修炼要劳逸结合才对 于是他停了下来 决定出去透透气 这里是唐门深处的一个独立偏院 很安静 应该是禁止一般弟子出入的 纪怀安刚一出门 一根银针迎面飞来 猝不及防之下 银针刺入了他的胸口 金针打穴 虽然没有躲开 但他体内的混原真气 本能地护住了穴位 银针只是刺进了皮肤 并没有封住他的穴道 不过他没有动 因为出手的是唐灵 一记得手后 小丫头紧张地看了看四周 鬼鬼祟祟地走了过来 你这个混蛋 终于落到本小姐的手上了 小师姐 你想干什么 闭嘴 不许叫我小师姐 你敢这样对我 不怕师父把你关进闭吗 唐灵脸色一寒 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将他拖进屋里 扔到床上 然后回身将房门从里面拴好 小混蛋 上次敢欺负我 今天看我怎么收拾你 唐灵来到床边 一抬手 三根银针出现在指尖 小师姐 不要乱来 放心 这三针下去 要不了你的命 会怎么样 唐灵露出俏皮 而又邪恶的笑容 让你做不了男人 尼玛 这个女人竟如此恶毒 看着唐灵用银针扎过来 他已来不及多想 迅速出指点在唐灵的胸口 封住了他的穴道 唐灵正弯着腰被点中 穴道后身体一僵 直接朝他身上趴了下来 问题是这小丫头 手上还拿着三根银针 别扎着我 他本能地伸出双手 撑住唐灵的胸口 好软 双手抓球 一手一个就是小了点 不过手感还是不错的 混蛋 快点放开我 小师姐 风水轮流转啊 快点放手 感受到小侯爷双手揉捏着 唐灵急得面红耳赤 行 那我放手了 他狡黠一笑 先将唐灵手上的银针拿下来 扔到一边 然后轻轻松开手 唐灵直接趴到他的胸膛之上 压扁了 还好不大 正值七月底 天气炎热 衣衫都比较轻薄 两个小馒头紧压在他的胸膛上 感受十分强烈 你混蛋 快点放开我 唐灵脸颊正好贴在他的脖子上 呼吸弄得他痒痒的 他正对着少女的发丝 诱人的清香钻入鼻孔 令他一阵心旷神疑 你说放就放忙 他黑黑一笑 一把将唐灵整个人拉到床上 形成了女上男下的姿势 少女的娇躯又香又软 他的双手不自觉地搂着唐灵的后腰 并慢慢滑向腰下的翘臀 秦瘦 快点放我下来 你喜欢在下面 正好 小爷我喜欢主动 他一翻身 将唐灵压在身下 唐灵平躺在床上 只看着小侯爷炙热的眼神 心中小鹿乱撞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自己明明这么讨厌他 可是为什么每次被他一摸 身体都会产生这么奇怪的感觉 男人粗重的呼吸扑面而来 浓烈的荷尔蒙气息 刺激着他的大脑 让他的目光慢慢变得迷离起来 看着唐灵满脸红韵 呼吸急促 双眼迷离地看着自己 一副任君采摘的模样 小侯爷一阵口干舌燥 使劲咽了下口水 两人四目相视 唐灵娇嫩性感的珠唇微微一张 他迅速低头吻了上去 嗯 少女发出一声英明 即便被封了穴道 他依旧感受到身下的郊躯 传来一丝战力 好香 好甜 虽然唐灵紧咬着牙齿 但根本抵挡不住他的攻击 很快便被他攻破了齿关 含住了诱人的三寸钉舌 小侯爷的手自然也没闲着 探入一群之中 少女的郊躯异常明感 哪里经得住老色批的挑逗 脸颊泛起一片潮红 一直红到了脖根 最让他羞耻的是 身体传来无法忍受的苏养与渴望 竟然 一股海的气息传来 小侯爷神魂一颤 迅速扯开唐灵的裙带 不要 唐灵的声音软末异常 不仅没有阻止小侯爷 反而更加刺激了他的神经 他急不可耐地掀开一群 住手 我是你五嫂 纪怀安大脑嗡的一声 手指停了下来 第105章 乱 真他妈的乱 什么五嫂 你在说什么 我答应了嫁给你五哥 我马上就是你五嫂了 小师姐 你在跟我开玩笑 我没有开玩笑 你说真的 看着唐灵一脸认真的样子 他的大脑嗡嗡直响 挺直的长枪 也迅速违抿了下去 不论真假 他都只能作罢 万一是真的 他急忙收回手 飞速起身下了床 还好 要是再晚点 就出成大错了 他看着床上衣衫蓝褛的少女 胸前的衣裙 已经被他扯开了 露出粉刺的兜肚 白皙的脖子上 留着他吻下红蜜 早知道封了他的雅穴 他心里有些懊恼 快点放开了我 唐灵紧咬着红唇 都快咬出血了 哦 他一直点在唐灵的胸口 解开了他的穴道 唐灵迅速将衣裙拉上 系好被他扯开的裙带 整理好衣裙 下了床 唐灵一抬头 看到小侯爷盯着他 火辣辣的眼神 一脸羞耻地撇过头 不敢看他 刚刚的事 谁也不准说 你真的要嫁给我五个 真的 为什么 青衣楼主是个大英雄 在江湖行侠仗义 未名除害 我一直都很仰慕他 嫁给他 有什么不好 继怀安恶然 这丫头跟前世的追星少女 有一拼 唐灵一直想行走江湖 做一个仗见江湖的女侠 继凭剑条歇影 斩悬银双魔 灭黄和四鬼 一人一剑捣毁何欢宗 被称为青衣少侠 这些年又创立青衣楼 在江湖上声名远扬 正是他最崇拜的人 小师姐 你都没见过我五个 就决定要嫁给他 我看过青衣少侠的画像 唐灵说着 偷偷看了他一眼 心思明明长得挺像的 但一个是大英雄 一个却是无耻之徒 自己刚刚明明被他侵犯 为什么会那么 叔父 不对 是难受 自己难道是个不知廉耻的女人 不是的 一定是无耻的小侯爷 给我下了药 小丫头心思着 一阵面红耳赤 小师姐 嫁人是件大事 你再考虑考虑 小侯爷嬉皮笑脸道 跟你有什么关系 唐灵瞪了他一眼 接着警告道 刚刚的是 你要是敢说出去 我撕了你的嘴 记怀啊 以后我就是你五嫂了 你要是再敢碰我 我就告诉你五哥 说你非理我 唐灵说着 快步走到门口 打开门跑了出去 看着唐灵离开 他浑身一阵难受 你嘛 这算是什么事 这个小魔女 要是真的嫁给了五哥 自己刚刚岂不是亲了五嫂 而且还摸了个便 以后在侯府还怎么见面 刚刚小魔女明明很享受 好像还很敏感 先去洗下手吧 他抬手闻了一下 露出猥琐的笑容 确定了 是海的味道 这几天 小侯爷依旧每天按时 来唐门练习华阳针 每次来到唐门 总是很巧合的碰到小魔女 虽然唐灵依旧不给他好脸色看 但自从上次亲密接触之后 小魔女就没有再找过他麻烦 这天傍晚 他在房间是湿出了108针 同仁的右手指 终于流出了黑色的液体 成功了 他激动不已 努力了半个月 终于有了回报 正在这时 房门被人推开了 一袭阑衣裙的唐灵走了进来 小师姐 有事 他警惕地看着小魔女问 唐灵白了他一眼 你的未婚妻找到了 继怀案一愣 在哪 被你的人带回去了 放心 没出事 唐灵说道 谢谢 他立刻将华阳针收了起来 放回盒中 然后出了房间 来到前院 少爷 红莲正在等他 韩依依找到了 他问 红莲点了点头 找到了 南烟刚送来消息 已经将韩小姐带回了住处 走吧 回去 他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 回身走向不远处的唐灵 你要 干什么 唐灵看着他靠近 紧张地往后退了两步 翘脸上还泛起了一抹红欲 他发现 自从那天在床上 轻薄了小魔女之后 这位唐二小姐 变得跟以前有些不一样了 不再像之前那么蛮横 身上好像多了一丝女人味 小师姐 帮我个忙 他微笑道 帮什么忙 唐灵警惕地看着他 帮我劝劝韩依依 让他赶紧回家 他想了想又补充道 是你闯的祸 点头答应 韩依依孤身一人来到江宁 好几次遇到危险 皆是因他一时兴起挑逗所致 他确实应该负责任 两刻钟后 三人来到青一楼安排的大宅 蓝烟正守在房间门口 人呢 在里面 纪怀安推开房门 带着唐灵走了进去 韩依依正在坐在桌边 看到小侯爷进来 蹭得站起来 你抓我回来干什么 江宁成鱼龙混杂 你在这里乱跑很不安全 我派人送你回去 我的事不用你管 你现在还是我的未婚妻 我当然得管 韩依依挑衅地看着他 哼了声道 你是怕我把你绿了吧 尼玛 这傻白天 怎么变得这么糊了 纪怀安看着娇滴滴的大小姐 一阵头大 韩大小姐 你出来这么久 家人会担心的 唐灵出声道 你是谁 韩依依打量着唐灵 没认出来 咳 唐灵轻咳了声 变换了一下嗓音 迎道 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多情总被无情伤 这句话 正是他在寿西湖边 挑逗韩依依时留下的 韩依依正住 睁大着眼睛看着唐灵 之前他虽扯开了唐灵的一头秀法 但当时唐灵脸上是易容过的 跟现在完全不同 他盯着唐灵 脸色越来越难看 韩小姐 啪 唐灵刚开口 韩依依给了他一巴掌 你混蛋 韩依依大骂着 两颗痘大的泪珠滑落 唐灵摸了下火辣辣的脸颊 他没想到 自己只是开个玩笑 这个知府千金 看着两女一脸无语的摇了摇头 自己的未婚妻被一个女人给勾搭了 这个女人马上要成为自己的五嫂 就在几天前 自己还差点把未来五嫂给睡了 乱 真他妈的乱 小侯爷看着两个漂亮的女人 心情无比复杂 可 韩依依 你闭嘴 你们都是混蛋 他刚想劝几句 韩依依依把他推开 冲向房门口 嘎吱一声 房门推开 南烟走了进来 让开 韩依依伸手便要推他 南烟屈指一点 封住了韩依依的穴道 楼主 扬州刚刚传来消息 什么消息 南烟看了眼韩依依 面无表情道 三天前 扬州之府 韩免遇刺身亡 韩依依大脑嗡的一声 昏死过去 第106章 风起云涌 入夜 某民宅房间 陶芳坐在书桌边 拿着一张报纸 正在翻看着 林英推门走进禀报 大人 扬州带边传来消息 十三得手了 撤离了吗 陶芳头也不抬得问 已经全身而退 林英回答后 接着到 唐门还传来一个消息 唐天琳同意了 继父的结亲提议 决定将唐二小姐 嫁给继婷 陶芳愣了一下 放下报纸微微一笑 那倒是意外之喜 林英看了眼陶芳 心中疑惑不解 这个男人心思极为深沉 他跟了他二十多年 对他依旧说不上任何了解 他想不通 大人让唐门跟侯府牵扯上 有何用意 不过他懂事的没有问 因为他知道 大人在下谋划着一部大旗 且不喜欢手下的人多问 包括他在内 这时 轻微的敲门声传来 紧接着门外传来暗卫的声音 大人 少主来了 请少主进来 林英立刻懂事地退出了房间 十几席后 陆云飞走了进来 恭敬地行了一礼 师父 云飞 这么晚了 有事 我想知道扬州知府韩免 是不是师父派人暗杀的 陆云飞正色问道 嗯 陶芳不以为意地应了声 为什么 韩大人是个清官 那不正好 没有了这些清官 覆灭大旗王朝 也就指日可待了 这是滥杀无辜 师父 我们不该这样做 陶芳不急不慢地倒了一杯茶 轻轻抿了一口 才慢悠悠地开口道 云飞 你知道 我们正在做什么吗 覆灭大旗 杀狗皇帝 陆云飞脱口出 陶芳站起身 副手走到窗边 看着窗外喃喃道 一个王朝的覆灭 总是不可避免地要牺牲很多人 师父 滥杀无辜 有为天道 天道 陶芳回过身 冲他摇了摇头说 大旗皇帝 娇奢盈翼 刚毕自用 残暴不仁 杀害护国功臣 这才是有为天道 正因为如此 我们才不能像昏君一样乱来 陆云飞辩驳道 陶芳走到陆云飞面前 看着他的眼睛 我只是杀了一名清官而已 你有没有想过 你联络莫国 第一出兵大旗 挑起战争后 会死多少人 陆云飞愣住 会死成千上万的人 眼中闪过一丝迷茫和痛苦 陶芳的话 带着一种沉重的压力 像一座山一般压在他身上 让他有些喘不过气来 他从小说父亲教会 做人要正直 要有家国情怀 但又亲眼看着一身正气 保家卫国的父亲 被狗皇帝以叛国罪处死 父亲的教会 现实的仇恨 让他的人格变得十分矛盾 他既想做个像父亲一样正直的人 又想不择一切手段 毁灭其国与狗皇帝 除非你放弃复仇 否则死亡只是刚刚开始 接下来还会有更多无辜的人死去 不 我要报仇 陆云飞紧握着拳头 眼中闪烁着仇恨的火焰 父亲一声征战沙场 保家卫国 最终落了个叛国被绞杀的下场 还有陆家三百口 全部被砍头 如此血海深仇 岂能不报 他心中对狗皇帝 对整个大齐王朝恨满乾坤 他要亲手毁灭大齐王朝 将狗皇帝踩在脚下 让他在父亲临前忏悔 看着陆云飞愤怒的眼神 陶芳满意地点了点头 少主 你要谨记 我们的仇人是一国帝王 他手中帝国虽然腐朽 但依旧强大 要想推翻他 绝不能有任何富人之人 师父 我明白了 陆云飞咬牙道 明白就好 陶芳拍了拍他的肩膀 回去早点休息 接下来江南将不再平静 正是我们招兵买马的好时机 师父 云飞告退 陆云飞行礼后退出了房间 陶芳副手走到窗边 仰望着天上的一轮残月 喃喃道 起疯了 扬州之府 罕免遇刺身亡 引发了朝廷的愤怒 虽然不知道凶手是谁 但朝廷很明确地 将矛头对准了江湖人士 大多数江湖中人 打着行侠仗义的名头 行凶作恶 目无法计 这是朝廷所不能容忍的 从某些方面来说 江湖草莽 的确是社会最不安定的因素 齐皇一直视江湖草莽为眼中钉 肉中刺 于是正好借这次机会 对江湖人士进行镇压 对刘明大肆抓捕 一旦激起千层浪 官府的镇压与剿匪行动 也导致了江湖人士的激烈反抗 特别是江南地区 陆续有大量官员被暗杀 抓捕 暗杀每天都在发生 原本平静的江南变得混乱起来 一时间人人自危 连不少大宗门都受到了波及 纪怀安让南烟派人 将韩依依送回了扬州 未来老丈人遇刺身亡 他本该一起回去的 但清一楼收到了另一个消息 采花贼叶清涵出现在苏州城 于是他决定先去苏州走一趟 看能不能抓到叶清涵 根据五哥所说 叶清涵不仅功夫高强 而且精通易容 下毒 轻功也十分了得 可以说是极其难缠 他知道 仅凭自己和清一楼的力量 想抓住那家伙很难 主要是连对方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要想破解易容术 必须借助唐门的力量 南烟 消息可靠吗 苏州城 一位信送的大户人家小姐 被人奸杀 从凶手作案的痕迹来看 正是采花贼叶清涵的一贯作风 应该错不了 南烟回答后 想到另一件事 接着道 楼主 最近将您乘来了很多黄城司的人 似乎在办一件大案子 黄城司 纪怀安立刻想起了之前结识的银刀董梁 盲问 有多少人 领头的是谁 至少有三四个银刀小队 为首之人还不清楚 南烟回答道 一名银刀卫 手下设有十二名铜刀 三个银刀小队就是三十六人 四个银刀小队就是四十八人 黄城司跟一般的衙门不同 这些人全都是精兵强将 而且主要在京城活动 出动如此之多的人手来到江宁 必定有大事发生 不知为何 他顿时有一种十分不好的预版 尽快查一下他们的目的 纪怀安正说着 一名黑衣少女快步走来 面带焦急之色 楼主 出事了 黄城司率领着大批官兵 将唐门围了起来 第107章 灭门之祸 江宁 沸腾了 这座本就嘈杂的城池 此时混乱不堪 大量官兵突然如潮水一般 出现在唐门四周 足足有数千人之多 半个月前 唐门刚被神秘的江湖中人围了一次 这次一大早 又被大批官兵给围了 不过这一次跟上一次完全不同 这些官兵全副武装 声势浩大 镇马封墙 张弓搭建 里三层 外三层 将整个唐门围的水泄不通 江宁城所有的目光 再次集中到唐门身上 这么多人 这事要干什么 唐门犯了什么事 最近朝廷对江湖人士 镇压得厉害 看样子是动真格的 我听说城门都疯了 肯定是出大事了 这世道 越来越不太平了 朝廷与江湖素来对立 但唐门乃是名门正派 跟那些江湖草莽不同 而且 唐门与江宁官府向来交好 甚至会经常帮助官府 处理一些棘手的案件 与江宁官府的关系 非常融洽稳定 官府不会莫名其妙地围困唐门 不过有些人早已发现 这些官兵训练有素 并非来自江宁府衙 而是驻扎在江南的一支骑军 相当于正规军 这些骑军都是上过战场的 训练有素 战力不俗 远非衙兵可比 离唐门不远处的一座茶楼顶层 纪怀安站在窗边 透过窗口 看着唐门的大门外 红莲站在他的身侧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官兵 他皱起眉头 前面那些带队的是黄成斯的人 红莲提醒道 纪怀安也看了出来 在大门口的最里层 有一对黑衣静装的高手 这些人腰配短刀 正是黄成斯的装束 黄成斯直接授命于齐皇 权力极大 黄成斯的银刀能调派各城市的衙兵协助办案 金刀甚至可以调派各地驻军 很明显 这些官兵是黄成斯调派过来的 楼主 南烟快步走来 禀道道 刚查探了一下 为首的是黄成斯的两名金刀 另外还有十个银刀小队 加上这支骑军 差不多有三四千人 这么多 纪怀安一惊 盲问 他们要干什么 不知道 南烟摇了摇头 不过 他们马上就要知道了 唐天龄 唐喜 唐天刚几人 带着唐门一众弟子 守在门口 突然被官兵包围 他们尚不知是何情况 全都一头雾水 唐天龄一抱拳 朗声问 主委军爷 不知我唐门犯了何事 何故如此大动干戈 官兵迅速分开 让出了一条道路 两匹高头大马 缓缓从官兵中走出 这两人看上去 都在四巡左右 一个身材魁伟 一个轻瘦高挑 穿着同样的黑色云纹锦袍 配着金色的短刀 身材魁伟的男子名 叫司空记 轻瘦高挑 像竹竿的男子 叫叶向东 两人都是黄承司的金刀位 黄承司一共有五位金刀 被称为黄承武金刀 这五人每一人 都是绝顶高手 只不过很少离开京都 江南地区 认识他们的人并不多 在他们的身后 跟着十名迎刀 这十人同样实力强劲 其中还有一个熟人 正是小侯爷 在芙蓉镇客栈 结交过的董梁 两位金刀大人 打马来到官兵前方 司空记拿出一块令牌 朝着唐天麟亮出 高声道 黄承司奉旨 缉拿唐门叛贼 所有人束手就擒 否则格杀勿论 叛贼 唐天麟脸色惊变 忙道 大人是不是搞错了 我唐门虽是江湖门派 但向来遵守朝廷法计 绝非叛贼 司空记冷哼了一声 是不是叛贼 跟我们回去一审便知 黄承司是什么地方 一旦被抓进去 不论有罪没罪 几乎没人能完整地走出来 何况刚刚司空记说的是什么 是叛贼 这要是被抓进黄承司 绝对实死无生 唐天麟急道 大人 这其中必定有什么误会 我们唐门乃民门正派 知府大人可以为我们作证 司空记早已不耐烦了 挥手道 废话少说 全部拿下 得到金刀大人指示 一队官兵挥舞着刀剑冲上去拿人 宗主 怎么办 绝对不能被抓进黄承司啊 事情来得太突然 唐天麟一时间也不知道如何应对 妈的 老子跟你们拼了 唐天刚脾气暴躁 哪受得了这种鸟气 看见几名官兵冲上来 一掌拍了过去 浑厚的真气将靠近的几名官兵震倒一片 司空记面色一寒 喝到 叛贼唐门拒捕 格杀勿论 这些官兵四世早有准备 数百人张弓搭剑 密密麻麻的剑与射向唐门中人 唐门弟子被打了得措手不及 一瞬间便有十多人重剑倒地 退回去 唐天麟 唐喜 唐天刚等几名高手 挥掌挡住飞剑 护着剩余的唐门弟子往大门里退 司空记一挥手 杀 成百上千的官兵挥舞着刀剑冲了上去 唐门弟子一仗着并不宽敞的大门 一记暗器将一排排官兵放倒 大门口爆发出惨烈的血战 司空记皱起眉头冷横道 一群乌合之众 真是名顽不灵 唐门实力不容小觑 莫要大意 叶向东提醒 今日便是他唐门灭门之日 司空记说着一把刀 指向天空 喝道 点火 整个唐门外围 数千名官兵搭起弓箭 点燃了弓箭前端的火影 射 随着司空记一刀挥下 密密麻麻的火箭从四面八方射入唐门 一轮火箭之后 紧跟着第二轮 第三轮 这个时代的建筑以木料居多 黄承司显然是有备而来 几轮火箭射击之后 整个唐门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 茶楼顶层 纪怀安看着双方打了起来 想要去阻止 但被南烟拦住了 欧主 万万不可插手 为何 他问 南烟道 带队的是黄承司的金刀 黄承司是皇帝老的清兵 纪怀安一听 稍一思索便明白了 这次对付唐门 明显是狗皇帝的意思 即便他亮出小侯爷的身份 黄承司也根本不可能因为他而停手 南烟接着道 最近朝廷一直在镇压江湖势力 楼主若是出面 会牵连清一楼 甚至会连累侯府 纪怀安紧促起眉头 他知道南烟说的对 但唐天灵对他有授业之恩 不管不顾有恃道义 他想了想到 南烟 立刻安排人手去外围 若是遇到逃出来的唐门子弟 设法营救 要注意安全 不要被黄承司发现 好 南烟领命离去 纪怀安副手站在窗边 看着唐门的上空 浓烟滚滚 火光冲天 脑海中浮现出唐灵的身影 小丫头 一定要逃出来 他紧张地握紧了拳头 第108章 黄拳的可怕 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 这三天中 唐门组织了很多次突围 但全部以失败而告终 首先是人数 唐门仅有三百来名弟子 官兵有三四千人 是唐门的十倍之多 其次是实力 唐门弟子虽然大多实力不俗 但这些官兵也都训练有素 而且有备而来 加上黄承司的高手配合 可以说成碾压之势 唐门的几次突围 每次都被射杀数十人 加上大火烧死了一百多人 到了第四天 整个唐门已经被烧成了一片废墟 随着火势渐小 黄承司带兵冲入了唐门 原本以为只是进去收拾起残局 但却意外遭到了残余力量的猛烈反击 双方早已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唐天灵 唐天刚 唐喜三人带着残存的数十名高手 疯狂地反扑 暗器 毒药 无所不用其极 官兵大意之下 损失惨重 连续伤亡数百人之多 不过 唐门毕竟只是困兽犹斗 经过了大半天的激战 唐天刚战死 唐天灵 唐喜重伤被俘 剩余唐门弟子一个个被射杀 战斗结束后 数千官兵将烧成废墟的唐门 里里外外翻找了一遍 确定没有火口之后 才押着昏迷的唐天灵 唐喜 以及几名尚未断气的唐门弟子撤走了 入夜 一片烧焦的废墟之中 跳跃着灵星的火光 鸟鸟生起的黑烟 隐没在黑夜之中 几个黑影 借着黑夜的掩护 在废墟之中搜寻着 直到饮食才翘无声息地离去 茶楼顶层的房间 纪怀安站在窗边 一缕晨光穿过窗口 落在他略显疲惫的脸颊上 他还在看着远处的唐门 自从战斗开始后 他便没有离开过 一连四天 他没有合过眼 眼里早已布满了血丝 这四天 他亲眼看着唐门化成了一片焦土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沉重 红连同样四天没合眼 一脸憔悴地陪在小侯爷身边 天亮了 他们在等消息 片刻后 脚步声传来 楼主 南烟飞步走入房间 情况如何 他急忙回头问 刚得到消息 黄成司抓了七名火口 其中包括唐天灵跟唐喜 还有五名唐门弟子 唐二小姐呢 被俘之中并无女子 南烟摇头道 昨晚找了吗 找了 无人生还 昨天那么混乱 是不是有人逃了出去 南烟继续摇了摇头 道 昨天的战斗十分惨烈 唐门最后反扑 虽然杀了不少人 但无人逃出包围 继怀安大脑嗡的一声 一屁股跌坐在旁边的椅子上 心口传来一阵刺痛 少爷 红连一脸担忧 我没事 他深吸了口气 看向南烟问 黄承司的人都撤离了 今月一早 黄承司的两名金刀带队 押着唐天灵 唐喜等七人 从北门离开了江宁 应该是返回京都去了 南烟回答后又补充道 还有两个银刀小队尚未离开 目前住在府衙之中 他没有再问 站起身走出了房间 红连 南烟立刻跟了出去 街道上出奇的冷清 之前热闹繁华的街市 此刻几乎见不到人影 所有店铺的大门全都紧闭着 没有一家开门营业的 这里离唐门很近 所有人都怕受到牵连 纪怀安沿着街道 静止走向唐门的方向 红连 南烟一左一右地跟在他身后 很快 三人来到了唐门 曾经古色古香 雕梁化洞的大门早已消失 整座大宅已经被大火烧成了废墟 废墟中散落着残枝断壁 与烧焦的尸体 一阵清风吹过 浓烈的血腥气 以及胶肉味扑面而来 纪怀安忍着反胃 紧握着拳头 这是他穿越以来 第一次感受到深深的无力 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了黄泉的可怕 之前在扬州 他可以为所欲为 直到齐皇出现 他才夹着尾巴做人 虽然那夜上 花船就渡娘危机四伏 但毕竟顺利过关了 这一次 他亲眼看到了杀戮 看到了血海滔天 在黄泉面前 一切都显得如此的渺小 即便是江湖八大派之首的唐门 也在寝客间被覆灭 他终于明白 便宜老爹为何不愿回京都了 罗主 走吧 南烟提醒道 他发现四周有人营走动 若在这里停留太久 会引人注意 唐门虽然覆灭了 但还有不少唐门弟子 在外行走江湖 因此逃过了一劫 黄承司留了两个营刀小队 没有离开 便是为了抓捕唐门的残余分子 继怀安收回目光 带着两女转身离去 妈的 又是我们留下来 为什么每次都是我们 大人 你是不是得罪上面的人了 城南大街 几名黄承司的官差证 边走边闲聊着 为首的正是迎刀董良 剩下几人都是他手下的铜刀 街道上零散的行人见到他们 像是撞见了温神一般 纷纷躲到路边避让 听到手下问 董良皱起眉头 他也觉得自己像是得罪了人 否则为何每次苦差事 都落到自己头上 不过他想不出来 自己到底得罪了谁 董良正闷头思索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董兄 他抬头一看 只见一个翩翩公子迎面走来 正是在芙蓉镇越来客栈节时的小侯爷 小侯爷 董兄 好巧 小侯爷迷眼笑道 当然不是巧合 清一楼查到留下的两名凝刀中 有一人正是董良 所以他特意找了过来 小侯爷 你怎么还在江宁 有点是耽误了 说明我跟董兄有缘啊 董良尴尬一笑 将他拉到一边道 小侯爷 江宁现在不太平 还是早点回扬州吧 这几天的事 我也略有耳闻 董兄 唐门到底犯了什么事 纪怀安试探着问 董良犹豫了一下 凑到他耳边小声道 唐门犯了叛逆之罪 我上次跟你说的 青山行刺陛下 正是唐门所为 纪怀安心中一惊 小声道 唐门是名门正派 不可能做这种事吧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是上面查出来的 具体我也不清楚 这次下令剿灭唐门 也是陛下的御旨 第109章 逃出来了 唐门虽在江湖 对朝廷也颇有微词 但刺杀狗皇帝这种事 唐门肯定干不出来 毕竟唐门家大业大 跟狗皇帝又没有血海深仇 不会干这种自毁宗门之事 自从青山刺杀后 朝廷四处剿灭江湖匪扣 这次的事 唐门要么是被人陷害 要么是狗皇帝 故意拿唐门开刀 借机用来震慑江湖中人 不过 这些都是纪怀安的猜测 董兄 咱们兄弟有缘 一起喝一杯 结交的这个董银刀 还是有点用 他想拉着董梁 再详细打听一下 小侯爷 在下还有公务在身 那就晚上喝 董梁一脸苦笑道 小侯爷 这几天恐怕都不行 我们还要抓人 唐门不是已经剿灭了吗 还要抓什么人 纪怀安好奇地问 董梁看了看四周 小声道 唐门少了几个重要的人物 我们还在追捕 少了谁 唐家大公子和二小姐 还有一个叫唐剑的高手 纪怀安心中一喜 面不改色地问 我听说唐门全部覆灭 没有人突围出去啊 可能是那天他们外出了 黄城司剿灭唐门之前 显然做过调查 对唐门的核心成员全部登记在侧 事后清点尸体 发现少了一些人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唐剑 唐义 唐灵三人 会不会是葬身火海了 纪怀安问 前段时间 他每天都出入唐门 知道唐义 唐灵一直在唐门 并未离开 董梁点头道 也有可能 大火烧得太猛 很多尸体都烧成了黑炭 根本无法分辨 纪怀安一听 顿时心又凉了半截 董兄 那我就不妨碍 你办公了 等你哪天忙完 咱们好好喝一杯 好 来日我清晓侯爷 董梁眉开眼笑 两人抱拳道别 纪怀安带着红莲快步离去 黎堂门覆灭 已经过去了好几天 街道已经有了些许行人 商家也都慢慢打开了门做生意 不过相比之前的喧嚣热闹 明显还是冷清了许多 街道上时不时会有城卫巡视 一旦发现刘明 便会抓捕 这导致很多江湖草莽 全都藏了起来 不敢露面 官府重拳出击之下 纪怀安副手往回走 红莲紧跟在他身侧 少爷 回扬州吧 红莲担忧地说 纪怀安心不在焉地 恩了一声 江宁城的报社已经顺利开业 有侯府这块招牌 并未受到影响 另外 华阳珍也已经学到手了 的确没有必要继续留在江宁 但他还不想走 他总感觉 堂门还有人活着 特别是那个小魔女 他无法接受 他就这么死了 龙子 买个糖葫芦吧 他正胡思乱想着 一个中年大叔 抱着糖葫芦架子从背后走来 不用 红莲警惕地伸手阻拦 小侯爷 是我 中年大叔突然发出一个熟悉的声音 唐义 纪怀安心中一惊 转头打量着对方 声音是唐义的 但眼前的中年大叔 皮肤有黑 长相普通 身上丝毫看不出唐义的影子 义师兄 他疑惑地问 是我 中年大叔冲他点了点头 他惊喜之后 脱口问道 小师姐呢 他怎么样 唐义微微一愣 小声道 林儿没事 我们逃了出来 他好了 听到唐林安全 他松了口气 唐义冲他一抱拳 小侯爷 唐门遭遇劫难 不知小侯爷能否念着家父的授业之情 出手相助 师兄 需要我做什么 只要我能做到 绝不推辞 纪怀安一脸真诚道 旁边的红莲看着小侯爷欲言又止 他想阻止少爷插手唐门之事 因为他知道 一旦沾上了唐门 必定会有一身麻烦 不过他最终还是没有开口 因为站在少爷的角度 如果不肯帮忙 是为不仁不义 他不想少爷冒险 但同样不想少爷做一个贪生怕死 不仁不义之人 听到少爷一口答应后 他心里对少爷多了一丝欣赏 小侯爷 请随我来 唐义说完 扛着唐葫芦架 拐入路边的一条胡同 纪怀安 红莲立刻跟了上去 师兄 你们是怎么掏出来的 唐义虽然易容了 但眉眼之间 无法掩饰着痛苦之色 他没有隐瞒 跟纪怀安说了出来 唐门被围困后 唐天灵带人几次突围 全都失败 但也杀了不少官兵 而且每次趁着混乱 悄悄脱了几具尸体 退回了唐门内 唐门精通易容术 有了官兵的衣服就简单了 唐义 唐灵与一些二代核心弟子易容后 换上官兵的服装 等待时机 第四天 官兵全面发起攻击之时 唐天灵与唐门的几位高手吸引火力 给他们创造了机会 他们趁机混入了官兵之中 最终逃了出来 纪怀安听完后 愧疚道 师兄 对不起 我也是唐门弟子 但是我 唐义摇了摇头 小侯爷不必自责 即使你出面 也拦不住皇城司 皇城司的两位金刀出手 而且调动了军队 很明显就是奔着消灭唐门而来 不要说是小侯爷 即便是老侯爷出面 也无济于事 毕竟皇城司是皇帝老的清兵 除了狗皇帝和大太监曹衡外 任何朝城官员 都无法干涉他们的行动 也没有人敢 否则就是惹祸上身 两人边走边说着 一刻钟后 唐义把他们带进了一处偏僻的民宅 大宅里聚集着二十多名唐门弟子 都是十四五至二十左右的年轻弟子 唯一年龄大的便是唐健 这些年轻弟子需要一个人保护 唐健是除了唐天灵外 战力最高之人 加上唐健因为痴迷舞道 从不过问唐门事务 外界对他的了解不多 不容易被盯上 所以唐健是最合适的人选 纪怀安走进房间后 一眼便看见了唐灵 唐灵红着眼 一脸色憔悴 早已没有了往日小魔女的俏皮活泼 纪怀安也不顾众人的目光 静止走到他面前 小师姐 我来了 看见小侯爷 唐灵也不知为何 鼻子一酸 眼睛滚落了下来 如果不是这么多人在场 他恐怕会忍不住扑到小侯爷的怀里 之前两人明明像个冤家 但现在见面 却有种说不出的亲切 第110章 分别 逃出来了就好 纪怀安伸手擦拭了一下唐灵脸上的泪痕 小师弟 我们可以相信你吗 唐灵眼泪汪汪地看着他问 小师姐 你永远都可以相信我 纪怀安一脸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 看着两人情意绵绵的样子 唐建一脸无语地看向唐一 嗨嗨 唐一谢去脸上的伪装 提醒的轻咳了两声 两人回过神 略显尴尬 小侯爷 唐门遭遇劫难 我们有一个不情之请 师兄请说 只要我能帮上的 绝不推辞 小侯爷能否帮忙安顿他们 唐一说着 看了眼四周的唐门弟子 这些逃出来的唐门弟子 大多都只有十四五岁 最小的才十一二岁 他们是唐门核心成员的子女 是唐门的未来 唐天灵与宗门的高手牺牲了自己 才让他们有机会活了下来 纪怀安看了一眼这些未成年的孩子 露出一丝凝重之色 他们虽然逃出了黄城司的围酒 但官府还在搜捕 四处城门都在严查 以唐门的义荣术 要想离开江宁城并不难 但这些孩子年龄尚幼 从小便生活在唐门 尚未涉足江湖 即便逃出了江宁 也很容易出事 唐门已经被定性为叛贼 整个江南地区都在捉拿唐门弟子 如果不能安顿好 迟早会被抓到 纪怀安思索了一下 想出了一个办法 目前报社需要人手 他可以给这些孩子重新弄个身份 留在报社里帮忙 不过肯定不能够在江宁 唐门弟子在这里太过面熟 扬州也不行 一旦被发现 容易牵连到侯府 思来想去 他选了个地方 苏州 首先 苏州商业发达 有四哥的商盟坐镇在那里 比较容易安排这些孩子 其次 那里的江湖人士教授 比较稳定 他将想法跟唐义 唐建议说 两人自然没有意见 在下代表唐门 感谢小侯爷元首之恩 唐义说着 恭敬地朝他行了一礼 唐门现在被朝廷定为叛贼 根本没人敢收留他们 小侯爷肯帮他们弄一个安身之所 是极其冒险的 一旦被人发现 必定会受到牵连 即便是侯府 恐怕也承担不起 如果小侯爷不肯帮忙 他们就只剩最后一条路 上山落草为寇了 师兄见外了 都是自己人 还有一件事 想麻烦小侯爷 师兄请说 这次黄城司突然围剿我唐门 必定是出有因 但我们现在还是一头雾水 小侯爷可否帮我们打听一二 这时我已经打听到了一些消息 近怀安立刻将从董良口中 打听到的消息说了出来 青山行刺齐皇 唐义皱起眉头道 齐皇下江南之势 我们唐门并不知晓 如何会行刺 此事要么是有人陷害唐门 要么是皇帝老儿 故意拿唐门开刀 纪怀安说 唐义思索着点了点头 朝廷向来是江湖 各派为眼中钉 借机剿灭唐门 用来震慑江湖中人 也是有可能的 师兄 接下来有何打算 纪怀安问 去京城 设法营救父亲和三叔他们 唐义一脸坚定道 纪怀安一听 虽然担心 但知道自己劝不住 唐义显然早已有了打算 如果不是为了安顿这些唐门子弟 他早已赶去京城了 几人商量了一阵后 决定尽快离开江宁 次日一早 唐门二十多人经过易容后 分批出了城门 城外十里 一处荒山之中 唐义 唐剑 唐灵 以及二十多名唐门子弟 聚在一起 焦急地等待着 少宗主 那小子信得过吗 他会不会不来了 唐剑担忧地问 唐义还未回答 唐灵抢先道 七叔 他信得过 他一定会来的 灵儿 你是不是看上那小子了 唐剑随口问道 唐灵翘脸一红 七叔 你别乱说 唐义副手看着远处的街道 南南道 小侯爷看似顽固 但实则有情有义 我相信他会来的 约莫过了一刻钟 只见几辆马车 从江宁城的方向飞驰而来 小侯爷来了 唐灵面露惊喜 很快 红莲策马在前 南烟带着几名清一楼的弟子 押运着几架马车跟在后面 小侯爷 唐义带着唐门众人 从树林中走了出来 纪怀安翻身下马道 唐兄 抱歉 我来晚了 前往苏州 路途遥远 还要带着二十多名唐门子弟 自然要做些准备 他让清一楼采购了一批货物 准备伪装成商队 唐义看了眼后面的几架马车 感激道 小侯爷 我将这些唐门子弟 托付给你了 唐兄放心 我一定会保护他们周全 纪怀安说着看向唐灵 正好迎上唐灵满含情愫的目光 唐义看了眼妹妹 劝道 入京凶险万分 灵儿 你还是留下来吧 哥 你不要再说了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京城救父亲 唐灵一脸倔强地说道 纪怀安看了眼唐灵 欲言又止 昨日他已经劝过了 但唐灵坚持要跟唐建 唐义 进京营救父亲 谁也劝不住 唐义叹了口气 也不再劝说 接着从怀里拿出一方小木盒 递给纪怀安 小侯爷 这是父亲为你准备的 原本是想亲手交给你的 纪怀安接过来 轻轻打开 里面是一套精致的滑阳针 想到唐天灵 他不禁有些感动 多谢唐兄 他将木盒收起来 叮嘱道 唐兄 京城不比其他地方 万事小心 唐义点了点头 抱拳道 小侯爷 后会有期 纪怀安看了眼唐灵 我送送你们 山道上 唐灵牵着马 与他并肩而行 前方唐剑 唐义早已骑上了马 故意将两人留在了后面 你就没话说吗 两人沉默着走了半天 唐灵忍不住了 纪怀安脚步一顿 一把搂住唐灵的小蛮腰 将他拉到怀里 你 干什么 唐灵紧张地看着他 小师姐 你做不成我五嫂了 纪怀安说着一低头 背着唐灵性感的红唇 吻了下去 唐灵娇躯一颤 双手不自觉地抱住了他 热情地回应着 第111章 憨肥打劫 驾 一支三十多人的商队 沿着官道驶来 为首的是一名黑衣 净装的女子 女子身材修长 手握长剑 简单地竖着头发 一副冷若冰霜的表情 女子正是清一楼的男烟 在他的后方 跟着三架马车 以及三十多名护卫 这些护卫中 有一多半都是唐门子弟 伪装成的 纪怀安 红莲坐在首辆马车之中 除了他们外 还有两名十一二岁的小女孩 因为身材娇小 太过稚嫩 不太合适装扮成护卫 于是便被安排坐在车厢之中 两个小女孩 长得一模一样 明显是一对双胞胎 你们叫什么名字 纪怀安问 我叫唐莲 是姐姐 我叫唐和 是妹妹 纪怀安打量着两个小萝莉 圆圆的脸蛋 带着点婴儿肥 弯弯的眉毛 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 很是灵动 五官精致的像个瓷娃娃 两人连发型都梳得一模一样 从外貌上 几乎无法分辨 谁是姐姐 谁是妹妹 姐妹俩见纪怀安盯着他们看 小手揪着衣裙 微微有些紧张 我的眼睛要大一点点 妹妹笑起来有梨窝 唐莲似乎看出了小侯爷的心思 忙告诉了他如何分辨他们姐妹 纪怀安尴尬一笑 他已经知道 这两个小萝莉 是唐天刚的女儿 想到那个身材睽萝 长相粗广的唐家老四 已经战死 不仅有些赶伤 小侯爷 我们是去苏州吗 唐和窃窃地问 嗯 纪怀安点了点头 提醒道 一定要记好你们的新身份 千万不能暴露是唐门中人 两个小萝莉 董事得点了点头 正在这时 车队传来一阵骚动 马车猛地停了下来 纪怀安掀开车帘一看 微微皱了下眉头 此时 车队停在一处山道上 四周有数十名山贼 将他们围了起来 又遇到打击的山匪了 他忍不住露出一抹苦笑 这一路上 车队已经遇到三次劫匪了 江南本是附属之地 很多行走江湖的人士 都是靠卖以为生 这些人大多没有皇级 属于刘明一类 以前朝廷管的不言 倒也没事 自从齐皇遇刺后 官府到处抓捕刘明 逼得很多人 只能上山落草为寇 车队最前方 一群十多人的山匪 拦在路中间 围首的山匪 身高七尺 身材魁梧 一张有黑的脸上 长满了胡须 头上扎着头巾 扛着一把青龙眼月刀 看上去像是一只黑猩猩 匪首的旁边 站着一个单瘦的老头 穿着一身灰布长衫 虽然长得有些张头鼠目 不过一双眼睛透着精明 从装扮上来看 像是匪首的狗头军师 咦 怎么是个小娘子 狗头军师打量着南烟 露出一丝疑惑 毕竟女护卫非常少见 匪首看着南烟 一脸猥琐地笑道 这么漂亮的小娘子 正好抓回去 给老子当压寨夫人 狗头军师看了眼 南烟左手的长剑 小声提醒道 这小娘子好像有点难缠 是个高手 匪首紧张地问 不好说 镇定点 应该没问题 狗头军师安抚道 匪首倾咳了两声 恢复神色 冲南烟道 小娘子还不快下马 束手就擒 让开 南烟一脸冰冷 哟 小娘子还挺辣 不过老子就喜欢泼辣的 骑上去带劲 匪首说着哈哈一笑 露出两排大黄牙 找死 南烟听见匪首误言晦语 眉头一鸣 便要动手 等一下 背后传来小侯爷的声音 纪淮安和红莲下了马车 走上前来 咦 又一个漂亮的小娘子 匪首盯着红莲眉开眼笑 好大一只黑猩猩 纪淮安被这匪徒的外貌惊到了 愣了半晌才开口笑道 阁下样貌如此奇特 不可如何称呼 老子是这青龙山的大当家 人称大刀黑虎饰演 黑虎 明明是一只黑猩猩吗 匪首盯着纪淮安上下看了看 接着道 此山是爷栽 此路是爷开 要想从此过 留下女人和钱财 纪淮安摇了摇头 这是官道 黑虎脸上的横肉一颤 竖起大拇指指着自己的鼻子道 在这青龙山 也就是官 不对 也就是土皇帝 纪淮安看了下四周 笑道 就你们就这点人 打劫怕是不够啊 山匪总共不过四五十人 虽然人数比自己这边多 但看上去实力明显不高 还有不少老弱病残 完全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自己这边虽然人少些 也很年轻 但都是名门弟子 从小练武 实力远非这些普通山匪可比 真打起来 可以顽虐对方 不过这些唐门子弟 不能暴露身份 能不动手 尽量不要动手为好 黑虎狂妄地笑道 对付你们这些乳羞未干的小子 黑爷我一人足矣 纪淮安想了想说 要不我给你们些银子 你们让调道 给多少 黑虎脱口而出 五十两如何 五十两 黑虎两眼放光 使劲咽了下口水 纪淮安不禁有些疑惑 这黑虎 怎么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嗨嗨 旁边的狗头军师 提醒的轻咳了两声 黑虎忙收敛神色 冷哼道 五十两 你打发要饭的呢 那你要多少 纪淮安问 黑虎四世心里没底 偷偷看向旁边的狗头军师 是个富家少爷 能搞定 狗头军师小声说 黑虎一听 心里有数了 小白脸 你没资格跟黑爷谈条件 要想活命 把女人和财物留下 黑爷我可以饶你一命 否则 黑虎说着 用力一握青龙眼月刀 单手一挥 长刀划过一道漂亮的弧线 劈在旁边的一块大石头上 平 一声哄响 大石头被劈得四分五裂 乱石飞溅 浩强的内力 纪淮安一眼惊讶 黑虎手中的青龙眼月刀长八尺 刀身有一人长 连刀柄都是金刚铸成的 看上去至少有两三百斤重 单手轻松挥动如此重的兵器 一刀碎大石 内力相当不俗 红莲 南烟也都露出一脸凝重之色 黑虎一收力 将青龙眼月刀抗回肩上 小子 知道你黑爷的厉害了吗 第112章 走投无路的戏班子 看到纪淮安几人被唬住 狗头军师轻咳了两声道 我们大当家神功盖使 不过也不愿滥杀无辜 如果不想死 就留下财物离去吧 女人呢 黑虎小声地问 狗头军师给了他一个眼刀 黑虎尴尬地笑了笑 能打过吗 纪淮安看了眼红莲跟南烟问 事事就知道了 南烟人狠话不多 左手拇指一弹 枪的一声 长剑出鞘 他先手的身体随之腾空而起 一剑劈向黑虎 黑虎吓了一跳 他没想到对方说动手就动手 看着长剑劈来 本能的一挥青龙眼月刀迎了上去 咔嚓 剑芒将青龙眼月刀劈成两半 黑虎睽尾的身躯被震得连连后退 最后一屁股跌走在地上 怎么回事 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惊住了 纪淮安看得一脸猛逼 红莲也是一脸意外 南烟凌空一个潇洒的翻身 落在黑虎面前 他微微一愣后 捡起地上的断刀看了看 顿时一脸无语 这把看上去沉重的青龙眼月刀 实际上是木头做的 刀柄上刷了一层铜油 看上去跟黄铜类的金属一模一样 不仅是刀柄 甚至连刀刃都是木头的 南烟一用力 断刀被他一掌击成碎木片 假的 纪淮安走过去 捡起刚刚被青龙眼月刀击碎的一块小石头 有些哭笑不得 石头软绵绵的 还有点Q弹 像是泡沫做的 不过这个时代还没有塑料泡沫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鬼东西 但从外表看 与石头一般无二 石头 青龙眼月刀 都是道具 至于身材魁瘟的黑虎 不过是一个力气稍大点的黑胖子而已 人才啊 纪淮安暗自感叹了一声 刚刚不仅是他 连红莲 南烟也都被骗了 装神弄鬼 南烟气恼的哼了声 长剑一挥 剑剑抵住黑虎的眉心 黑虎下的脸色惨白 额头冷汗淋漓 哪里还有刚刚的高手风范 住手 刀光一闪 旁边的狗头军师 一刀挑开南烟的长剑 护在飞虎身前 咦 这个狗头军师倒是有些功夫 南烟微微有些惊讶 晚了个剑花一剑刺出 狗头军师一挥刀 与南烟站在一起 当当当 几招过后 南烟一剑将狗头军师手中的大刀击飞 长剑抵住了老头的咽喉 对方虽然会些功夫 但算不上高手 不过几招便落败了 女侠饶命 杨班主是好人呢 旁边的一个妇人冲过来 扑通一声朝他跪了下去 南烟早已发现 这些人有些奇怪 本就没想着要杀人 但也没收剑 而是寝室的看向小侯爷 纪怀安走上前问 你们是什么人 为何在此打劫 公子 我们不是劫匪 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啊 妇人哭丧着脸 说出了缘由 原来他们是一个戏班子 属于行走江湖的卖艺人 因为各个城池都在抓捕流民 他们无法进城谋生 于是只能躲在这山中 落草为寇 狗头军师便是戏班的班主 名叫杨荣征 人称杨班主 黑虎真名叫李逵 只会几招粗浅的拳脚功夫 不过因为力气大 对付一般人不成问题 但遇到南烟这样的高手 一交手就露线了 杨班主有些功夫 但也算不上高手 因为他们实力有限 加上还有不少老落妇孺 真要拦路打劫 根本没那个实力 于是便想了这个办法唬人 以前他们走劫串相 除了唱戏外 还会表演一些拿手绝技 像胸口碎大石 金枪刺咽喉等 因为经验丰富 加上道具 表演都很专业 这段时间 不少人都被他们唬住 下得交了锅入银子 当然 也遇到过几次江湖高手 不过杨班主行走江湖多年 倒也有几分眼力 那几次主动放弃了拦截 这次南烟与随行的护卫们 太过年轻 让杨班主看走了眼 其实 因为商队人数太多 他们也犹豫了好久 但商队一看就很富有 如果成功了 能大赚一笔 所以他们 最后决定冒险一事 毕竟戏班子 有几十口人要养活 杨班主收留的 都是没有名级的孤寡 我们也是 没办法才出此下策 我们也从未商人性命 还请公子 女侠网开一面 妇人求情道 继怀安示意 南烟刷得收剑归翘 杨正荣没料到 两人如此好说话 愣了半赏 抱拳道 多谢公子 女侠开恩 李逵也从站了起来 缩在杨班主身后 一脸畏惧地看着南烟 刚刚南烟那一件威力惊人 吓得他不轻 杨班主 你们的道具做得挺逼真啊 继怀安打句道 杨正荣尴尬一笑 可 混口饭吃而已 继怀安示意 红莲拿出几张银票递了过去 这 杨正荣不明所以 不敢收 拿着吧 就当是我们的买路钱 纪怀安从红莲手中拿过银票 塞到杨正荣的手中 杨正荣低头看着手中的银票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好人他也遇见过 但最多给几两岁银子 面前这个公子 塞给他的银票 整整有五十两之多 这么大方的阔少爷 他还是第一次见 纪怀安给钱 只是出于本能 每个时代生活在最底层的人都很困难 既然来这个世界走一遭 遇见了就帮一下 就当积德了 多谢公子 敢问公子贵姓 杨班主抬头看着他问 姓名就免问了 杨班主拿了买路钱 可以让我们过去了吗 纪怀安笑道 杨正荣老脸一红 急忙带着众人让开道路 大安不言谢 江湖路远 山高水长 公子 女侠 请 杨班主 打劫不是长久之计 还是想想另谋出路吧 纪怀安说完 带着商队离去 杨正荣目送着商队 消失在关道的尽头 心情有些复杂 这么多银子 够生活一段时间了 李逵咧嘴笑道 班主 那位公子说得对 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 迟早会出事的 还是另谋出路吧 旁边的富人 愁眉不展道 杨荣正也明白 这次是运气好 遇见了心地善良的贵族少爷 否则他们全都要丧命在此 但除了卖意外 这些人根本没有 其他的生存能力 班主 听说路门山聚集了一支义军 正在四处招募人员 义军首领 红天王义伯云天 我们去投靠他吧 李逵说道 官府抓捕刘明 逼得很多人上山落草为寇 但大部分只是为了躲避官府抓捕 真正想造反的极少 如今大气帝国 虽然逐渐腐败没落 但依旧强盛 另外 除了刘明外 普通百姓生活过的还是不错 能吃饱穿暖 这种情况下 想造反的人自然不多 但也有例外 路门山就聚集了一支义军 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 反抗朝廷 义军首领姓红 号称红天王 因为仗义书才 为百姓打抱不平 名声很响亮 很多走投无路的刘明 都加入了义军 梁荣征听李逵一说 面露犹豫之色 他们只是江湖卖艺的 原本躲到山上来 想等风头过了 再继续他们的营生 从没想过要造反 但一连过了数月 官府还在抓捕刘明 显然已经不给他们活路了 大魁 一旦加入义军 我们就真的成了反贼 再也不能回头了 班主 现在这个样子 被朝廷抓到了 同样是死路一条 反与不反 又有什么区别 没错 既然没了活路 还不如反了 班主 反了吧 众人纷纷附和 杨荣征犹豫半晌 终于下定了决心 既然大家都这样想 那我就尊重大家的意见 去路门山 加入义军 好 众人爆发出一阵欢呼 路门山外围 一支两百多人的队伍 缓缓驶来 两匹高头大马 走在队伍前方开刀 其中一名青年男子 背着长剑 双目寒心 披着一头长发 有种江湖侠客般的狂放不羁 这男子不是别人 正是陆云飞 跟在他旁边的是陶芳 只不过 此刻陶芳换了一副面孔 白发白须 额头的皱纹身线 看上去更加苍老了一些 这位红天王名叫红武 原本是似水县衙的捕头 听说是因为跟县令的夫人通奸被抓 之后被判了死刑 陶芳一边走 一边给陆云飞 介绍着路门山红武的事迹 红武平时为人豪爽 结交了不少江湖好汉 在行刑前被江湖朋友救了出来 之后 红武一不做二不休 杀了县令 拉着这帮人起义造反 短短数月时间 便在这路门山聚集了六七千人之多 声势好大 师父 咱们为什么不另起炉灶 而是要加入他们 陆云飞不解地问 咱们的人太少 一旦被朝廷大军讨伐 很难抵挡 这路门山一手难攻 既然这红天王已经在此打好了基础 咱们顺手取之 何乐而不为 陶芳说着抚须一笑 他们当然不是来给这红天王当手下的 而是要取而代之 这红武能聚集这么多江湖豪杰 想谋取这路门山 恐怕不太容易 陆云飞说 陶芳点了点头 道 势在人为 为了防止意外 他们只带了一小部分人 师徒二人边走边聊着 一刻钟后 队伍终于来到了路门山 So 队伍刚到山脚下 一只弓箭飞来 射在马蹄旁边的一块石头上 箭头完全射入石头之中 箭尾剧烈在颤抖着发出短促的嗡鸣声 好剑法 陆云飞忍不住轻声赞叹 旁边的那块石头乃是花钢岩 十分坚硬 能将箭头完全射入石中 实力不俗 站住 再往前一步 格杀勿论 随着一声大喝 四周的树林中冒出数百人 一个个拿着弓箭对准了陆云飞 陶芳将他们的队伍围困起来 两人早已拉住了缰绳 停下了马 陆云飞寻声一看 为首的是一名三十左右的男子 男子穿着一身灰布衫 齿白唇红 两枚入柄 双目如垫 双手张弓搭剑 正瞄准着自己 好一条汉子 陆云飞见着男子样貌 剑术皆是不俗 心中暗赞 好汉 我们是来投奔天王军的 下马 陆云飞 陶芳没有犹豫 翻身下马 男子打量了一下陆云飞和陶芳 问 从哪里来的 江宁 陆云飞答道 一听是江宁 男子表情微微一变 前不久 江宁堂门被黄称斯围剿 消息早已传来 姓名 男子接着问 在下陆云飞 因为与堂门有些交情 被官吏迫害 走投无路 所以带着兄弟和族人 前来投奔天王军 陆云飞说完后 男子收起弓箭 挂在肩上 接着纵身一跃 凌空一踏步 落在陆云飞面前 陆少侠 堂门的情况如何 男子急切地问 一场大火 已经将堂门化为灰烬 陆云飞一脸遗憾地说道 有没有人逃出来 陆云飞摇了摇头 除了唐宗主 与唐三爷重伤被俘外 其余唐门弟子全部遇难 男子愤怒地一握头拳 眼中杀气腾腾 兄台与唐门相识 陆云飞疑惑地问 不瞒陆少侠 我曾受过唐宗主恩惠 唐门乃名门正派 向来遵纪守法 处事公正 没想到辉落得如此下场 简直人神共愤 狗皇帝昏庸无道 迟早会推翻狗皇帝 两人意气相投 几句话便拉近了距离 陆云飞得知 男子叫袁建英 乃是入门山的一名小队长 陆少侠 我带你们上山拜见天王 不过你的这些人 还需先留在此地 等候片刻 袁头领 稍等 陆云飞转身走到石头边 一把将射入石头中的长剑 拔了出来 陆少侠好功夫 袁建英赞赏道 袁队长 如此好剑 莫要浪费了 陆云飞说着 将长剑递了过去 多谢 袁建英接过长剑 放入后背的剑筒之中 接着 三人便有说有笑地上山去了 陆云飞暗自留意着上山的道路 陆门山确实是个好地方 西边连接着绵延数百里的山脉 根本无路可行 东南边有湖泊天险可守 要想登上陆门山 仅有一条狭长的道路 沿途设有六处防御关卡 而且还要经过一处狭捕天险 可以说是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要想攻陷着陆门山 恐怕十倍兵力都难以做到 三人一路攀上陆门山的高峰 峰顶平坦多了 而且建造了大片的防射 山顶中央建有一处豪华的大殿 看上去像是寺庙一般 袁建英看出他们的疑惑 解释道 以前这里确实是寺庙 后来改建了一下 现在叫天王殿 是天王军头领聚会 议事之处 红天王住在这里 当然 走吧 我带你们去拜见天王 第114章 天王军 十二头领 陆门山 袁建英带着陆云飞 陶芳来到天王殿外 门口的守卫伸手拦住 问 袁队长 何事 守卫是一名身材魁伪的黑脸大汉 一身静装 配着腰刀 满脸傲色 袁建英抱拳道 有江湖同道前来投诚 我带他们来拜见天王 反请兄弟通报一声 守卫斜眼看了看陆云飞 陶芳 美好气的喝道 等着 看着守卫走进大殿 袁建略显尴尬 给了陆云飞一个歉意的眼神 天王殿中 都是红武的亲信 是最早跟随红武的那一批人 哪怕是一个守卫 平时都指高气扬得很 他们得罪不起 陆云飞跟陶芳对了个眼色 两人都看出来了 天王军也不是铁板一块 里面 恐怕也有派别之争 不过这对他们来说是好事 很快 守卫跑了回来 天王有旨 进去吧 多谢兄弟 袁建英说着 便要带陆云飞 陶芳进殿 守卫突然伸手拦住陆云飞 道 兵器留下 陆云飞背着一把长剑 剑身用黑布缠绕着 掩住了长剑的形貌 这把剑是他父亲生前的配剑 曾经的护国将军 用这把剑守护国门 斩敌无数 对他的意义非同一般 陆云飞犹豫了一下 解下背上的长剑递过去道 这把剑对在下很重要 还请兄弟保管好 放心 一把破剑而已 守卫一脸不屑地 伸手抓住长剑 黑莲守卫的态度 让陆云飞有些不爽 不过他忍住了没有发作 拿稳了 他说着一松手 守卫的手腕被压得一沉 差点没拿住 这是一把大剑 很沉 至少有五六十斤的分量 好在这黑莲守卫力气不小 反应也很快 迅速伸出另一只手 双手才将长剑拿稳了 陆少侠 走吧 袁剑英带着两人走进天王殿 妈的 这破剑这么沉 守卫试了试手中的长剑 看见三人走进了大殿 眼咕噜一转 悄悄将黑布解开 一把金光硕硕的剑翘露了出来 守卫的眼睛顿时一亮 只要不是瞎子 都知道这把剑价之不菲 天王殿主位上 坐着一个中年男人 四巡左右 穿着一身华丽的锦袍 水桶般的粗腰上 系着金色的腰带 长得肥头大耳 看上去不像山匪 反倒有几分像地主老财 男人便是天王君的首领红武 大殿两侧分别坐着六人 共计十二人 这十二人便是天王君的十二位头领 天王 陆少侠和陆先生前来投奔 两位都是江湖豪杰 来自江宁 袁建英将两人的情况 简单地介绍了一遍 在下陆云飞 拜见天王与诸位头领 陆云飞说着 抱拳一礼 陶芳跟着抱拳行礼 最好的暗卫 就是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陶芳在有外人的场合很少说话 像个仆人一样 跟在陆云飞身边 红武迷眼看了看两人 点头道 既是江湖同道 我们天王军的规矩 袁建英愣了下 忙道 天王 陆少侠带了一支队伍 有两百多人 都是精兵强将 对于前来投奔的人员如何安排 主要看齐实力 一般零散人员 直接打发去当小喽啰 有点名声的江湖中人 可以给个巡逻小队长当当 比如袁建英 如果带了百人左右的队伍前来投靠 可以封得护卫长之类的职务 若是队伍人数达到五百以上 便有资格竞争一下头领之位 目前天王军有十二位头领 其中八人都是从一开始就跟随红武的 属于嫡系亲信 另外四人都是带着队伍后加入的 像陆云飞这样带了两百多人的队伍 竞争头领之位有些不够 做个护卫长似乎又有些委屈了 红武正在考虑着如何安排 下手一名头领站了起来 天王 我帐下还缺些人手 不如将袁绍侠交给我吧 陆云飞一看 说话之人看上去四巡左右 身形高大 面如重枣 留着几寸长须 粗壮的胳膊肌肉凸起 一看便是个练家子 是王过头领 人不错 袁建英小声地给陆云飞介绍了一下 上手的一名虎背熊腰的大汉 爽朗一笑道 王头领 你管理后勤事务 要这么多人干什么 还是归到本头领帐下吧 陆云飞长得相貌堂堂 见眉心目 披着一头飘逸的长发 身上散发着少年英雄之气 一看便是人才 几个头领都想将其收归帐下 是杨雄 天王的嫡系 打量了一下杨雄 这人长得虎背熊腰 实力显然不弱 杨头领负责山寨安全之职 确实需要多些人手 归到杨头领帐下比较合适 陆少侠一表人才 我本来还想抢一下 既然杨头领开口了 本头领也不争了 王头领就莫要争了 让陆少侠这样的人才归到 你帐下洗衣做饭 那多不合适啊 杨雄的地位明显很高 他一开口 其他几名头领纷纷附和 有的还不忘踩王阔一脚 听到这些头领的话 王阔脸色有些难看 不过他什么也没说 信信地坐了下去 陆云飞暗自打量着这些头领 发现没有附和的仅有三人 这三人加上王阔 应该事后加入的 明显受到天王嫡系的排挤 红天王倾咳了声道 既然如此 陆少侠 你救 陆云飞一抱拳 打断了红天王的话 天王 在下所带的人虽不多 但个个都是精兵强将 而且 此次陆某还带了全身家当 共计五千两白银 既然想谋划陆门山 起点当然越高越好 若是一进来就屈居人下 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最好在刚加入时便能当个头领 众头领一听 表情全都僵住 特别是上手的六人 脸色立刻阴沉了下去 带了两百人上山 就想跟他们平起平坐 他们当然不愿意 不过也有例外 王阔打量着陆云飞 眼中闪过一丝欣赏之色 红天王看着陆云飞 面露不满 不过听到陆云飞带了五千两白银 忍着没有发火 问道 陆少侠是何意 不妨直说 在下带着一众兄弟 前来追随天王 想要为天王冲锋陷阵 打下一个朗朗乾坤 陆云飞虽然没有明说 但意思也很简单 老子有实力 要带兵当头领 说得好 有志气 王阔被陆云飞的豪气感染 忍不住一拍一把手 第115章 投名状 杨雄不满地冷哼了声 年轻人有志气是好事 但也要掂量以下自己有几斤几两 对于陆云飞不想成为他手下 反而想当头领 这让他很是不爽 杨雄一说 其他几名头领立刻附和起来 杨头领说得没错 年轻人可以胸怀壮志 莫要大言不惭 要想坐上头领这把胶椅 凭的是实力 而不是吹牛皮 我们能坐上这把胶椅 都是跟随天王杀出来的 可不是吹出来的 年轻人要有自知之明 对于杨雄和这些头领的冷嘲热讽 陆云飞并不在意 而是一脸淡定从容 在下是否有真本事 诸位头领考笑一下便知 陆云飞提出考教 众人全都愣了一下 之前上山头奔来的如何安排 都是他们商量了下就决定了 即便有些人不满 也只能忍气吞声 像陆云飞这样如此狂妄的 还是第一个 洪天王哈哈一笑道 看来陆少侠是有真本事的 不如就考笑一番 但要如何考教呢 天王 我倒是有个提议 杨雄说道 杨头领请说 洪天王示意 杨雄不急不慢地说道 新安县距此不远 县令刘庆逊私枉法 巧取豪夺 残害百姓 陆少侠若是能将刘庆 那狗贼的脑袋取来 既能拿了投名状 也算通过了考核 如此便有资格 做一把头领交易 陆云飞哈哈一笑道 这有何难 王获急忙提醒道 陆少侠且慢答应 新安县不同于一般的县衙 那里驻扎着一只数千人的骑军 一般的县衙 官兵不过百多人 要想杀个县令并不难 不过新安县有些不同 因为离陆门山较近 为防止天王军偷袭 朝廷在新安县部有重兵防御 要想取新安县令的脑袋 绝非一事 陆云飞感激地看了眼王阔 接着道 不过区区几千人的驻军而已 不妨是 区区几千人 陆少侠好大的口气 一名头领不满地哼了声 要知道 整个陆门山也太不过六七千人而已 年轻人莫要狂妄自大 望送了性命 另一名头领好心提醒 陆云飞也不在意这些人的话 冲上手的红天王一抱拳 这任务再下接了 杨雄狡狭一笑 陆少侠 我们天王军不会派人帮你 需要你自己完成 陆云飞哈哈一笑 我带二十名手下前去 便可守到擒来 二十人 这小子疯了 这个任务之难 跟万军从中取上将手机差不多 陆云飞却说 只带二十人 这不是疯了是什么 年少轻狂的小子老夫见过不少 像这么狂妄的 还是第一次见 简直就是找死 大殿内的众头领 窃窃私语 神色各异 陆少侠 你确定 红天王问 天王 三日内 在下必取回狗县令手机 陆云飞豪气甘云地说 可敢立下军令状 杨雄有一发难 陆云飞哈哈一笑 有何不敢 嗨嗨 红天王倾咳了两声 说道 军令状就不必了 这小子虽然狂妄了些 但毕竟是来投奔的 不好做得太过分 要不传出去 有损天王军的名声 杨雄见红天王这样说 只好作罢 陆云飞接着说 在下出来乍道 对此地不熟 还请天王派一人给在下带路 他话音刚落 旁边的袁建英忙抱拳道 天王 我愿给陆少侠带路 好 红天王答应后 豪爽地笑了笑 等陆少侠取了狗官的手机归来 本天王亲自为陆少侠接风洗尘 多谢天王 陆云飞领了任务 带着陶方 袁建英走出大殿 我的剑呢 大殿门口的守卫站在原地 但手中并没有陆云飞留下的那把剑 嚷什么嚷 一把破剑而已 给你 守卫拿出一把普通的长剑递过来 陆云飞皱起眉头 不是这把 兄弟 还请把陆少侠的剑还回来 袁建英说道 就是这把 要就拿着 不要就滚蛋 守卫一脸嚣张 陆云飞怒了 一把抓住护卫的手腕 给我交出来 你敢动手 守卫有些心虚 陆云飞已经没了耐心 一用力 手腕传来骨骼断裂的声音 守卫发出一声惨叫 啊 杀人了 快来人 十多名守卫从四周冲出来 将陆云飞 陶芳 袁建英三人围住 连大殿里的红天王和重头领也被惊动了 全都走了出来 怎么回事 红天王见陆云飞抓着守卫 不满的皱起眉头 天王 此人拿了我的配件 陆云飞仔细解释了一遍 小马 他说的可属实 杨雄含着脸问 天王殿的护卫都是他的手下 这个守殿门的更是他手下的亲信之一 就是 这把 护卫心虚道 胡说 陆云飞气得再次用力 痛得守卫又发出一声惨叫 住手 赶在天王殿动手 活腻了 杨雄气得冲上前 一掌朝陆云飞拍过来 陆云飞被迫放开守卫 一掌迎了上去 哄 双掌相交 发出一声闷响 杨雄被震得退了三步 陆云飞同样退了三步 势均力敌 众人全都露出一脸震惊之色 杨雄的实力 他们都知道 内力霸道魂厚 若是只凭内力 在场无人能比 眼前这陆少侠年纪轻轻 竟能跟杨雄打个平手 难怪敢如此狂妄 好深的内力 杨雄露出一丝惊讶 陆云飞同样有些意外 这些头领身手不俗 想要谋夺这路门山 似乎并不容易 元剑英芒抱拳道 天王 杨头领 我可以作证 陆少侠留下的不是这把剑 一把剑而已 陆少侠是不是有些小题搭做了 一名头领不满地说 陆云飞含着脸说 那把剑是家父留下的遗物 对在下非常重要 还请天王主持公道 混账东西 还不快把陆少侠的配件还回来 杨雄黑着脸吼道 此时他已经相信了陆云飞 以陆云飞的身手 自然不会无端找一个守卫麻烦 这个守卫是他手下的人 这让他脸上有些挂不住 第116章 头名状二 头领 我去拿 守卫惊慌失措地跑到墙后 抱着一把黑布 抱着的大剑跑了回来 他本想贪点小便宜 一般新来的都比较怕事 都会忍了 没想到 这次遇到了个硬查 陆云飞一接剑 便知道是自己的剑没错 因为重量对 不过他 还是掀开黑布看了一眼 滚去执法堂领鞭子 杨雄气得一脚 将守卫揣得滚了几个跟头 守卫爬起来 不敢为令 一蹶一拐地朝执法堂走去 一场小插曲 很快便结束了 不过陆云飞 给红天王和这些头领 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年纪轻轻 便有此实力 是个少年英雄 就是狂妄了些 年少轻狂吗 若是真能取回狗县领的脑袋 难不成真要让他做一把交椅 心安县可不是好闯的 二十的人 功夫再好也没用 刘青那个狗县领 胆小得很 几乎不出县衙 要想取他狗头 来 我看好陆少侠 天王殿内的头领们议论之时 二十二匹快马如同离弦之剑 从路门山的山脚下 飞驰而出 陆云飞从手下选了十九人 加上自己和陶芳 以及带路的袁剑英 正好二十二人 下 袁剑英 陆云飞两人策马在前 陶芳带着十九人跟在后面 始终保持着完美的行军阵型 二十二匹快马跑起来 犹如千军万马之势 对于这些人的表现 袁剑英既很惊讶 又有种说不出的畅款 纵马在前 让他有种征战沙场的感觉 他的感觉并没有错 陆云飞所带的这些人 都是曾经陆将军的部下 各个训练有素 不是一般的江湖草莽可比 袁队长 多谢 陆少侠侠甘义胆 耿直豪爽 是袁某平生警戒 能给陆少侠这样的少年英雄带路 是袁某荣幸 袁队长过奖了 陆云飞对袁剑英也有些好感 想了想问 以袁兄的剑术造诣 为何甘心在路门山 当一名巡逻的小队长 袁剑英叹了口气 道 刚上山时 袁某也像陆少侠一样 想着替天行道 冲锋陷阵 在天王军中干一番事业 乃何孤家寡人 不受重视 以袁兄的能力 迟早会让天王刮目相看 陆云飞安慰道 袁剑英无奈地苦笑了声 我也曾这样想 以为凭借自己的能力 用不了多久 便会有出头之日 但结果与所想大相径庭 天王军虽打着起义军的旗号 但根本没有推翻朝廷的雄心壮志 一心只满足于现状 特别是几位头领 各个贪图享乐 毫无作为 这种情况下 想靠立功晋升 几乎不可能 除非朝廷出兵前来剿匪 或许还有一丝希望 不过以天王军现在的发展模式 即便立了功 恐怕也很难受到重视 因为看不到希望 袁剑英早已产生了离开的念头 红天王是个什么样的人 陆云飞问 袁剑英犹豫了一下 咬牙道 我相信陆兄的为人 也不怕直说 红武贪图享乐 沉迷于酒色 而且目光短浅 绝非干大事之人 陆云飞赞同地点了点头 想了想又问 杨雄呢 天王军的十二位头领分为两派 杨雄为首的六名头领 全都是红武的嫡系 他们掌握着天王军的八成兵力与权力 剩下四人以王阔的能力最强 虽同样是头领 但其实没什么话语权 通过袁剑英的介绍 陆云飞对天王军 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天王军说是起义军 实际上就是一群江湖草莽聚集在一起而已 虽改叫天王军 但做事依旧是江湖中的那一套 而且因为红武能力有限 害怕新上山的头领分走权力 便与几名嫡系搞专权 后来的头领虽心有不服 但江湖中人 一字当先 他们走投无路来到路门山投奔 红天王收留了他们 对他们算是有恩 所以对于权力划分 即便他们心有些肝 也只能忍气吞声 陆云飞了解这些后 嘴角泛起一抹不易察觉的效益 红武能力不足 对他来说是件好事 随着上山的人越来越多 不公平的待遇 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心生不满 迟早会爆发出来 到时候天王的位置 红武根本坐不住 只要找个恰当的时机 点一把火 便能推翻红武 不过要想取而代之 恐怕也不容易 袁队长 新安县还有多远 新安县离路门山不过六十里路 天黑前应该能赶到 袁队长对新安县可有了解 略知一二 新安县跟一般的县城不一样 那里算是一处战略要地 往南可通往苏州 往西便是大则山 因为有一定的战略地位 加上离路门山较近 朝廷派了一支数千的人的队伍 驻扎在新安县外围 一路上 袁建英给他介绍着新安县的情况 黄昏时分 晚霞如七彩的绸缎般 铺满了天空 新安县终于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之中 新安县 主街道 虽然天色渐晚 但街道依旧热闹得很 商铺并未关门 有些小商小贩已经开始收摊 有些还在吆喝着 一对年轻的男女在街上闲逛着 男的俊朗 女的娇媚 两人是一对即将大婚的情侣 今日来县城采购一些物品 英子 这个好不好看 男子从摊位上拿起一根猪钗问 嗯 好看 少女羞涩地点了点头 戴上试试 男子将猪钗插到少女的发际上 经过猪钗点缀 少女多了些优雅的气质 真好看 男子赞美着 转对商贩问 老板 这只猪钗多少钱 五两银子 这么贵 能不能便宜一点 公子 这上面都是纯天然的珍珠 整只钗子都是纯银打造的 已经不贵了 男子摸出袖中的铜钱数了数 明显不够 穆哥 今天已经买了很多东西了 这个就不要了 少女正要将猪钗取下来 几个冰匹围了过来 咦 好漂亮的小娘子 小娘子 这猪钗也给你买了 不过今晚要陪爷喝一杯 冰匹说着 便开始对少女动手动脚 你们想干什么 滚开 男子推开一名冰匹 想要保护少女 结果彻底激怒了这些冰匹 找死 给老子打 往死里打 第117章 巧入县衙 西安县县衙 内宅 刚到有时 一个肥头大尔男人穿过花园 做贼般的走来 如果不是穿着一身官服 恐怕会被人当成小贼 县令大人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前两天刚纳了个小妾 不过家里的母老虎很不满 除了纳千代婉外 每晚都霸占着她 不让她去宠幸小妾 搞得她十分难受 今天她想了个办法 提前回来 直奔小妾房间 刘庆轻手轻脚的来到房间门口 左右看了看 推门走近 娇娇 我来了 坐在梳妆台前的小妾 急忙站了起来 小妾看上去不过十六七岁 长得如花似玉 十分养眼 老爷 小妾高兴的迎上前 乖巧的帮刘庆脱下官服 刘庆一搂小妾的先腰 上下起手 弄得小妾娇喘连连 老爷 时间还早 不早了 刘庆早已急不可耐 一把扯开小妾的裙带 双手扒去小妾的衣裙 女人被包得赤条条的 全身只剩下果胸和泻裤 虽然年龄不大 但是发育良好 紫色的果胸 看上去宝马又挺拔 挤压着一条浅浅的拨鹤 肥头大耳的县令 咽了下口水 大手抓住果胸 用力一扯 两个小白兔弹跳出 啊 小妾出惊人事 尚且羞涩 本能的双手 捂住胸前的要害 刘庆猥琐一笑 一把超级小妾扔到床上 就在他正要一头扑上去时 门外传来师爷的声音 大人 出事了 天大的事 都给老子等着 好不容易钻了个空子过来 如此兴致高昂的时刻 怎么舍得停下来 师爷直接撞枪口上了 刘庆呵斥后 门外没了声音 看着床上光溜溜的小妾 他一头扑了上去 随着一条粉色的蟹裤 从床上飞出 大床上两具白花花的肉体 交织在一起 水声啪啪 活色生香 剧烈的交喘声 此起彼伏 海的气息 弥漫着整个房间 半个钟后 刘庆打开了房门 心满意足地走了出来 然后表情愣住 因为一出房门 他便看到了 师爷那张猥琐的脸 你一直在外面听着 刘庆脸上的肥肉颤了颤 师爷仗红着脸 尴尬地笑道 大人 出事了 看到师爷走过来 刘先令急忙将房门关上 小妾还痴溜溜地躺在床上呢 出了什么事 几个兵匹当街调戏少女 还打伤了人 新安县驻扎着一只骑军 这些当兵的 都是血气方刚的男人 加上军阀管教不严 很多兵匹经常会偷偷溜出来找女人 县里为此刻意开了三家清楼 但依旧满足不了这些兵匹 不少梁家妇女 都被这些兵匹祸害过 不过这些兵匹犯了事 也轮不着他管 他一个小小的县令 也不敢管 每次只能稀释宁人 要么将饭时的兵匹送回军营 要么偷偷放了 这些个王八糕子 就不能消停几天 刘青漫漫咧咧后 不满地瞪了师爷一眼 这点小事 你自己不会处理吗 师爷哭丧着脸道 大人 这次几个王八蛋做得太过分 激起了名分 百姓俱众 闹到县衙来了 您快去大堂看看吧 县衙大堂 性慕的青年男子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他被打得鼻青脸肿 嘴角还挂着一丝血迹 气息有些虚弱 看上去伤得不轻 名叫英子的少女 跪在男子身边 啼哭不止 即将成亲的未婚小情侣 怎么也没想到 出来逛个街 便遭遇了恨祸 饭时的三个兵匹 被数十名百姓 围堵在大堂中央 献太爷呢 怎么还不出来 光天化日之下 强抢名女 致人重伤 简直无法无天 我们的摊位都被砸了 必须赔偿 今天献太爷不给我们主持公道 咱们拆了这坡县衙 没错 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面对义愤填膺的众人 三个兵匹神色自若 时不时用眼神交流一下 不一会 师爷带着刘庆来了 百姓一拥而上 把刘庆吓了一跳 一群衙役 立刻上前筑起一道人墙 将愤怒的百姓拦住 大家稍安勿躁 刘庆擦了擦了额头的冷汗 坐到公堂椅上 众人七嘴八舌的 将事情说了一遍 就是他们三个 献太爷 今天这件事 你必须给我们做主 刘庆皱起眉头 看向三个兵匹 三人都穿着军服 一个年长些 两个青年 三人都面生得很 现大营中驻扎的军队 有数千人 不认识也很正常 嗨嗨 刘庆轻咳了两声 厚着脸皮道 军爷们保家卫国 保护我们不受山匪骚扰 有正常的需求 你们就不能体谅一点 你嘛 这是人话吗 三名兵匹对了个眼色 年长的兵匹屈指一弹 一根细针射入躺的 载上青年胸口 青年吐出一口老血 然后剧烈地颤抖了几下 一蹲腿死了 突如其来的变故 吓得少女 发出一声惊呼 穆哥 你怎么了 你看醒醒 一名懂点医术的老者 上前耗了耗脉 摇头探道 死了 穆哥 穆哥 你不要死 你死了我怎么办 少女哭得撕心裂肺 更加激发了百姓的同情与愤怒 先令大人 杀人偿命 严惩凶手 斩了他们 用力一拍金堂木 呵斥道 肃静 众人慢慢安静下来 刘庆再次一拍金堂木 呵道 来人 将这三人押入大牢 听后发落 刘庆一边说着 一边使劲给三个兵匹实眼色 三人心领神会 什么也没说 任由几名牙役 将他们押了下去 今天天色已晚 明月在行审里 都散了吧 大人 岂可如此草率 大胆刁民 再敢胡言乱语 全部打入大牢 一群牙役冲了出来 强行将众人驱赶出了公堂 少女不肯走 几名牙役将男子的尸体 抬了出去 扔到大门外 然后关闭了县牙大门 几名好心的百姓 找了辆板车 帮着少女将男子尸体 送回村子 板车一路颠簸 插在男子胸口的戏针 一点点的松动着 当进村子 戏针便被颠了出来 从男子胸口脱落了 戏针一掉 板车上的青年男子 猛吸了一口气 直挺挺的坐了起来 诈尸啊 因为天黑 加上男子嘴角还挂着血迹 样子有些骇人 吓得几个帮忙的百姓 四处逃窜 木哥 你别吓我 英子 我怎么了 男子一脸茫然的看了看四周 第118章 运筹帷幄 县衙后堂 刘庆 师爷 以及刚刚饭式的三个兵匹 围坐在一桌 桌上摆满了韭菜 呵呵 刘庆陪着三个兵匹边吃边喝着 当兵的犯了错 他一个小县令管不着 只能按照惯例送回军营 刘庆跟军营的将军混得很熟 知道将军对手下放纵得很 而且这三人中年长的那个 还挂着百户长军牌 他不仅不敢处罚 还得好酒好菜招待着 这次搞出了人命 没事吧 一个兵匹问 都是些屁民 没事 好糊弄 刘县令不以为然 给县令大人添麻烦了 都是些小事 路门山的反贼虎士丹丹 新安县能够安稳日子 还得仰仗军爷们保护 是这些屁民不知好歹 来 刘县令 我敬你 几人推杯换盏吃喝着 一刻钟后 三个兵匹全都醉倒在桌上 酒量这么差 刘县醉眼朦胧地站了起来 大人 派人将他们送回军营吧 师爷说 这么晚了 又醉成这样 送回去不是坑了三位兄弟 找个房间安排歇息一晚 明早再送回去吧 刘县令说着 摇摇晃晃地走了 入夜 县衙客房 几名牙役将三个兵匹抬到床上 安顿好后 关门离去 安静了几夕后 三人缓缓睁开眼 坐了起来 陆少侠 这一荣术真是神奇 是学自唐门吗 袁建英好奇地问 这三人不是别人 正是陆云飞 陶芳和袁建英 因为狗县令很少出县衙 要想取县令狗头 只有混进县衙内 以三人的功夫 想进县衙不难 不过他们都不认识刘县 用这种办法 既能混进来 还能认识狗县令 一举两得 确实与唐门有些渊源 陆云飞说着 看了眼陶芳 陶芳曾是陆将军 麾下的第一暗卫 精通易容 下毒等暗杀之术 这些与唐门绝技有些相似 他曾问过 陶芳并未否认 说自己年轻时 曾在唐门学过艺 准备一下 子时行动 陶芳说 三人下了床 静静地等待着 深夜子时 三道身影 悄无声息地出了房间 很快便潜入到县衙内宅 陆云飞取出一把匕首 轻轻撬开房门 三人闪身走近 房间的大床上 刘庆搂着夫人 正在呼呼大睡 成功了 陆少侠 快取下这狗官脑袋吧 袁建英有些兴奋 陆云飞取出当兵的佩刀 不过并没有砍下刘庆的脑袋 而是用刀面拍了拍 刘庆胖呼呼的脸颊 刘庆惊醒过来 看着明晃晃的大刀 吓了一跳 你们干什么 打劫 刘大人 把财务交出来 细皮嫩肉的刘庆 受不了折磨 很快便说出藏钱的地方 房间中有一间暗室 里面藏着整整两大箱金银珠宝 总价值至少有上万两 一个小小的县令 竟然能贪污如此之多 令三人都有些惊讶 这些都带走 袁建英看着两个大箱子 有些发愁 带走狗县令的脑袋也许不难 但要带走这两大箱子 金银财宝 绝非一事 这么多银子 当然要带走 陆云飞胸有成竹地笑了笑 他显然早有准备 先砍了这狗县令吧 袁建英说 大床上 刘庆睁大着眼睛 有些惊慌失措 不过被封了穴道 无法开口 在他的身边 躺着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女人 正是他的正妻刘氏 同样被封了穴道 刘氏穿着一件丝质半透明的睡裙 丰满的洞体若隐若现 虽已是少妇 但长得风雨美艳 特别是傲人的身材 略显夸张 不 抓活的 陆云飞收刀归翘 一掌 将狗县令拍晕 然后单手提了起来 陶芳看了眼风雨美艳的刘氏 想了想到 一起带回去 他说着 拿起毯子将刘氏裹住 一把夹在腰间 两人的动作 把袁建英看猛逼了 这两大箱银子 怎么带走 已经让人很头痛了 还要带两个大活人 这要怎么带走 袁秀 你先看着 我们马上回来 陆云飞 陶芳将人带出了房间 不过片刻 两人空手回来了 接着又抬走了一个大木箱 很快又回来 抬起最后一个木箱 三人 借着昏暗的月光摸到墙边 坚硬的手下早已在等候 出了院墙 外面停着一架大马车 几人将最后一个木箱 装进车厢中 少主 东西取到了 都在里面 一名黑衣人说着 将一个布包递给陆云飞 陆云飞接过来 跨在肩上 少主 老李在外面接应 黑衣人说 你们小心点 陆云飞没有多余的废话 说完拉着原件 应上了马车 逃方一挥鞭子 驾着马车离去 几个黑衣人 见马车安全离开 迅速消失在黑夜之中 车厢中 袁建英掀开车帘 往后看了一眼 问 他们不走 他们留下来掩护 陆云飞说 袁建英看了看 两个大箱子 还有旁边昏死过去的 县令跟县令夫人 担忧地问 我们要怎么过关 西安县通往路门山的道路 只有一条 官兵在道上设了关卡 有四五百人之多 而且配备了强弓弩箭 强床有些不现实 来的时候 他们凭借着敏捷的身手 穿过了一处 长满荆棘的荒山 避开了关卡 现在驾着马车 带着这么多东西 想走长满荆棘的荒山 根本行不通 有这个 陆云飞刚刚手下 交给他的布包 里面是一套军服 上面还放着一块 金灿灿的令牌 这是通行令牌 袁建英猜测 陆云飞点了点头 既有关卡 当然有通行令牌 不过通行令牌 都掌握在军营内的 直视官手中 这次行动 一共二十二人 只有八人进入了新安县 除了他们三人外 还有刚刚接应的 那五个黑衣人 刚刚那五人去了军营 还盗取了通行令牌 袁建英露出 难以置信的神色 即便拥有一绒术 但军营种地 想混进去很难 而且军营内有各种暗号 随时都有暴露的风险 另外 军营内重要的地方 是不允许普通士兵走动的 要想找到直视官 顺利偷出通行令牌 仅凭一绒术远远不够 还要被军营内的布置 和运作极其熟悉 才有可能 追随陆云飞的 都是曾经大将军 手下的将领和老兵 对军营再熟悉不过了 第119章 完美的计划 银时三刻 黑夜笼罩 整座县城 尚在沉睡之中 一片静谧和谐 哒哒 一架马车缓缓驶来 打破了黑夜中的宁静 很快 马车来到 一处狭长的路口 道路前方摆放着 一排排巨马栅栏 栅栏两侧 驾着高高的哨塔 哨塔上配备着 整排的强母 停车 马车尚未靠近巨马栅栏 哨塔上的哨兵 便发现了马车 四周十多名夜职的士兵冲出来 手握刀剑 严阵以待 自己人 逃方放慢了速度 驾着马车 缓缓停在巨马栅栏前 守兵头领走上前 看见逃方身上的 百护掌军服 微微有些惊讶 因为他也是百护掌 跟对方一个等级 百护掌等级已经不低了 手底下管百十来人 不过眼前的百护掌 竟然给人充当车夫 难道车里 是位大人物 这么晚 来此何事 冰头不敢怠慢 一礼盘问 执行军务 请大人放行 逃方一脸严肃地说 冰头露出一丝疑惑 你们要出县城 为何我没有接到通知 逃方皱了下眉头 绝密行动 岂能提前外泄 可有通行令 冰头问 大人 令牌在此 车窗帘掀开一道缝隙 一只大手拿着令牌递出来 冰头走上前 接过令牌时 透过窗帘的缝隙 往里看了一眼 顿时吓了一跳 里面的大人 竟然是一名牵护掌 大气帝国 牵护掌属于郑武品 统领一千多名士兵 虽然品级不算高 但拥有相当大的实权 紧急军务 请大人抓紧时间 车厢里传来不满的声音 冰头吓了一跳 匆忙确认了一下令牌 然后递了回去道 大人 令牌没问题 陆云飞伸手接回令牌 提醒道 今晚是秘密行动 让兄弟嘴巴严实点 莫要宣扬 小人明白 冰头点头哈腰 赶紧开路 大人稍等 冰头小跑着回到栅栏前 指挥着小兵将巨马栅栏移开 下 逃方一打马 驾着马车顺利穿过了关卡 看着马车离开 冰头示意手下 再将巨马栅栏移到马路中间 恢复原状 头儿 什么人 一个小兵凑过来问 千户大人执行秘密任务 少打听 冰头没好气地说 千户大人 不可能啊 小兵一脸疑惑 什么不可能 现营只有五位千户 我都认识 刚刚听声音 都不是 五位千户你都认识 冰头惊讶地 看向旁边的小兵 这个小胖子 刚掉来没几天 他也不是很熟 大人 我之前是专给参将做饭的火头兵 前些天因为不小心 饭菜里掉了一只苍蝇 然后挨了一顿板子 再就被盗到这里来了 现营的五位千户 你都见过 我手艺不错 五位千户大人 偶尔来参将这里蹭韭菜 碰见过几次 冰头一听急问 你确定 刚刚马车里的人 不是其中一位千户 听声音肯定不是 我能确定 糟糕 冰头立刻大喊道 立刻一开栅栏 所有人跟我上马追击 驾 逃方驾着马车 在黑夜中奔跑着 不过因为车厢中拉着四个人 加上两大箱金银珠宝 分量太重 马跑得并不快 突然 后方传来急促的马蹄声 陆云飞 袁剑英掀开车帘一看 后面至少有数十匹 快马追了上来 怎么回事 他们发现了 袁剑英皱起眉头 应该是哪里有所疏漏 不过既然出了关卡 就不用担心了 陆云飞胸有成竹地笑了笑 不用担心 袁剑英不明白 陆云飞哪来的自信 后面的马速度比他们快得多 一旦被这些人缠住 敌人援军很快就会赶到 到时候 即便他们功夫再高 也逃不出包围 除非三人各抢一匹快马突围 但这两大箱银子 只能放弃了 正在袁剑英胡思乱想时 陆云飞拿出一支信号箭 从窗口射向天空 一道火花 在黑夜的天空中绽放 来时有22人 进入新安县的一共8人 剩下14人 被安排在外面接应 袁剑英知道 陆云飞是在召唤接应的手下 但问题是 人数太少 自己三人加上接应的14人 也才17人 后面追兵或许不足百人 但这里离关卡太近了 只要拖上片刻 关卡处的其他守卫 便会赶来 因为离路门山不过几十公里 这处关卡 设有500多名守卫 一场血战在所难免了 袁剑英心思着 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突然 前方亮起了一大片火把 密密麻麻的火把 映照着黑夜 有数百之多 杀 随本天王拿下西安县 随着一声怒吼 顿时锣鼓齐鸣 杀声震天 停 快停 天王军杀来了 快撤 看到前方密密麻麻的火把 还有锣鼓声与喊沙声 骑兵吓得迅速调转码头 狼狈地往回逃跑 袁剑英看得有点懵 红天王当然不可能带兵来接应 那前面的数百人哪来的 很快 马车穿过一片原野 来到了火把之处 看到田野中 一排排稻草人举着火把 袁剑英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哪有什么天王军 仅有十四个真人而已 火光映照中 桃方驾着马车 从一排排火把之中穿过 驶入黑夜之中 剑英的十四人丢下鼓锤 翻身上马 紧跟在马车后方 袁剑英扮上 才从惊讶中回过神来 陆少侠 这些都是你提前算到的 有备无患 我本以为用不上 不知道是哪里疏忽了 那个兵头 不知是怎么看出了端倪 陆云飞思索着说道 袁剑英回想了下这次任务 伪装成兵匹 混入县衙 盗取通行令牌过关卡 最后剑英人员的虚张声势 完成了任务 还将骑兵戏耍得团团转 计划虽然完美 但每一步执行起来都绝不简单 特别是潜入军营 盗取通行令牌 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现在不仅完成了 而且从头到尾 仅仅动用了二十二人 袁剑英想想 便忍不住有些激动 看着长发披肩的陆云飞 他心中早已佩服的五体投地 一个时辰后 东方的天际露出一抹 微弱的鱼堵白 陆云飞看了眼被捆绑的刘庆 还有两个大箱子 眼中露出满意之色 他之所以要冒险这么做 就是要在天王军中树立威望 等到积攒起足够的威望 谋取陆门山自然水到渠成 至于风雨美艳的县令夫人 他知道师父是给红天王准备的 第120章 第13把交椅 陆门山 天王殿 榜大妖元的红武坐在上手 两侧分坐着十二位头领 几名清秀的丫鬟端 端上了韭菜 摆到众头领面前的桌上 今日已是第三天 陆少侠回来了吗 红武高声问 天王 陆少侠尚未回来 一名头领答道 就凭二十人想闯新安县 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虽不能立敌 但可智取 智取 说起来容易 听闻那狗县令极少出县衙 如果不给机会 恐怕就只能主动出击了 想进入县衙 取下狗县令的人头或许不难 但要全身而退 绝非易事 就算快马加鞭 从陆门山到新安县来回 也需要一天半的时间 想要一天之内 取下狗县令的脑袋 我看不可能 要我看 那小子肯定回不来了 时间尚早 不必过早下定论 大殿内的众头领 分析得头头是道 几乎无人看好陆云飞的这次行动 唉 可惜了一个少年英雄 红武虚情假意地说着 其实心里反而有一丝高兴 他不希望陆云飞当上头领 这些头领一旦多了 不好控制 他的权威容易受到威胁 天王不必担心 以陆少侠的功夫 即便完不成任务 也能全身而退 杨雄说道 上次他与陆云飞对了一掌 深知那个年轻人绝不简单 正在这时 门口的守卫跑进来禀报 天王 原队长与陆少侠回来了 正在殿外求见 回来了 红武愣了一下 忙道 有请 守卫退出大殿 紧接着陆云飞和袁建英走了进来 看见两人都空着手 众人都以为他们失败了 还不等陆云飞开口 便有两名头领忍不住出炎挖苦起来 陆少侠回来得这么快 不会是连新安县都没进去吧 失败了也没什么丢人的 不过年轻人以后还是谦虚一点为好 陆云飞微微一笑 也不理会两人冲上手的红武一抱拳 天王 信不辱命 众人一听 全都愣了 陆少侠 你是说 取到了狗县令的首级 红武疑惑地问 狗县令的人头呢 陆少侠 你可不要随便取个人头来冒充 饭头领可是认识那狗县令的 那就请饭头领帮忙认一认 陆云飞说着哈哈一笑 冲门外喊道 带进来 五花大榜的刘庆宇夫人被押进了大殿 同时还抬进来两个大木箱 这两人是谁 抓两个人回来算怎么回事 众人还在一头雾水 一个干瘦的老儿起身冲了过来 对着刘庆一脚踹了上去 狗官 老子弄死你 这干瘦的老儿便是饭头领 他本名叫范宇 在落草为寇前 他曾是新安县人 妻子被刘庆害死 跟刘庆有不共戴天之仇 饭头领与刘庆的恩怨众 头领都知道 这老儿自从上山后 便多次请求天王出兵攻打新安县 红武既无雄心壮志 也无胆识 只想在路门山逍遥快活 自然不会答应 范宇经常提议 弄得红天王不胜其烦 若不是范宇在投奔之时 带了数万两银子前来 他真恨不得将这小老赶走 此时众人见范宇 像是发了疯一般 再傻也明白了 这人是刘庆 饭头领都这样了 还能有错 卧槽 活捉回来了 众人一脸震惊地看向路云飞 若是凭着伸手好 砍了狗县令 脑袋带回来 他们或许还能接受 能把一个大活人抓回来 这是怎么做到的 不对 是两个大活人 众人目光落在 风雨美艳的刘氏身上 不少头领都流露出异样的目光 刘氏天生一张狐媚脸 原本就傲人的郊区 经过绳子特殊的捆绑后 显得有些夸张 让人浮想连篇 红武盯着刘氏夸张的胸脯 眼珠子差点掉了出来 刘氏哪见过这种阵仗 吓得跪在地上瑟瑟发抖 陆云飞看了眼 被踢得像猪头一样的刘庆 提醒道 范头领 你再打下去 他就没命了 范宇踢累了 终于停了下来 陆少侠 可否将这狗关 交给老夫处置 当然可以 陆云飞点头道 多谢陆少侠 范宇激动冲他行了一礼 嗨嗨 红武不满地倾咳了两声 说 陆少侠一路辛苦 先将这两人压下去 为陆少侠接风洗尘 范宇知道自己做错了 忙转对红武一抱拳 天王 我与这狗贼 有不共戴天之仇 可否将这狗献令 交给老夫处置 范头领 明日举行审判大会 就由你当着天王军 所有兄弟的面 亲自砍掉这狗关的脑袋 可好 多谢天王 范宇感激地看了陆云飞一眼 走回座位 红武叫来护卫 将刘县令与刘氏带了下去 陆少侠 这两个箱子装的是什么 红武一问 众人全都看向两口大箱子 袁剑英芒将两口大木箱打开 露出两大箱金银珠宝 看得众人双眼放光 陆云飞随意地笑道 顺手在县衙取了两箱银子回来 众头领嘴角一抽 活着刘庆已经有些夸张了 还从县衙带回来两大箱银子 这小子是怎么做到的 陆少侠立下如此大功 众头领说说 该如何赏赐啊 红武这一说 众人愣了下 天王的意思 他们都听了出来 不想封入云飞做头领 王阔站起身 打抱不平道 天王 陆少侠完成了任务 纳了投名状 根据之前的约定 当在这天王殿做一把交易 王头领此言诧异 之前杨头领提出考核 但并没有说完成考核 就能做一把交易 另一人反驳道 咱们天王君一字当头 岂能耍无赖 谁耍无赖了 你把话说清楚 陆少侠仅凭二十人 纵马数百里活着刘庆 还带回万两白银 如此少年英雄 世间少有 我支持陆少侠做头领之位 陆少侠虽然智勇双拳 但要做头领之位 还是太年轻了 英雄不问出处 有志不在年高 这时范宇站起身 冲红武一抱拳 天王 老夫活了一把年纪 自问能力远不如陆少侠 第121章 第13把交易二 后加入天王君的四位头领 全都支持陆云飞 做一把交易 特别是王阔和范宇 甚至不惜 与另外几名头领吵了起来 听着众人争论不休 红武皱了下眉头 看向一直没有说话的杨雄 杨头领 你怎么看 大厅里立刻安静下来 全都看向杨雄 杨雄四事早已想好了 立刻站起来朗声道 天王 良才善用 能者居之 陆少侠当作一把交易 红武见杨雄也这样说 再无理由刁难陆云飞了 顺着杨雄的话道 陆少侠虽然年轻 但杨头领说得对 良才难得 本天王就封陆少侠 做着天王殿的第13把交易 来人 上椅 几名护卫抬着一把崭新的大椅 摆到左侧下方 正好挨着王阔 恭喜陆少侠 要改称陆头领了 陆头领 请 多谢红天王 多谢诸位头领 陆云飞走过去 坐到椅子上 成为了天王殿第13位头领 来人 给陆头领上酒 接下来便是喝酒庆祝 半个时辰后 酒席散去 红武迫不及待地回到房间 手下早已得到他的暗示 将县令夫人送到了他的床上 红武关上门 快步来到床边 看见风雨美艳的刘氏躺在床上 忍不住咽了下口水 特别是那花式捆绑树 玲珑浮屠 令人血脉喷涨 本就好人气的红天王 顿时口干舌燥 迅速宽衣解带 你要干什么 刘氏惊吓地缩着身子 刘夫人 只要伺候好本天王 本天王可以留你一命 红武脱光后便扑到床上 粗鲁地撕开刘氏领口 露出粉刺的果兄 因为太过丰满 果兄遮挡不住 春光一片 天王 你真的不会杀我 如此美娇娘 本天王怎么舍得杀 红武一低头 对着刘氏性感的红唇砍了上去 很快 房间中传来剧烈的娇喘声 久久不息 山上地方大 各个头领都有自己的不愿 王阔掌管后勤 给陆云飞安排了一处不错的大院 虽然捡漏了些 但地方够宽敞 他带上山的二百人 也都安排在大宅四周扎营 天王军显然毫无管理经验 并没有将各个头领的队伍打散 而是还像以前一样 各自带着各自的队伍 这就造成头领的势力割据 陆云飞 逃方 在院中走了一圈 师父 接下来该怎么做 少主你活着刘庆 带回两项白银的事 很快就会在天王军内转开 接下来要尽量展现自己的实力 笼络人心便可 陆云飞点了点头 道 那个阳雄怕是不好对付 我刚打听过 目前天王军共有九千多人 有近半都在阳雄手下 而且都是年轻力壮的精兵 阳雄在天王军中威望甚高 如果能得到他的支持 取代红武便容易多了 阳雄是红武的嫡系 两人关系匪浅 要想让阳雄背叛红武 恐怕很难 事在人为 如果不能得到他的支持 只能找机会将其除去 师父 我不想等太久 放心 不会太久的 陶方安慰地拍了拍 陆云飞的肩膀 这时 一名护卫走来禀报 少主 有一支钢山上的队伍 被王头领安排过来了 有多少人 53人 这么多 陆云飞面露疑惑 个头领想增加实力 一般数量超过二三十人的队伍 都会被争抢过去 怎么会轮到自己 护卫四世看出陆云飞的想法 感大到 都是些老弱病残 人呢 都在院外等着 走 去看看 陆云飞 陶方 走出院门 院外 聚集着五十多人 男女老少皆有 各个衣衫褶 像是一大群叫花子 为首的是一名干瘦的老头 虽然长得有些张头鼠目 不过一双眼睛透着精明 老头身边 站着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 长得虎背熊腰 皮肤有黑 满嘴胡须 像一只大黑猩猩 这两人正是之前 打劫小侯爷的黑狐李逵 以及戏班班主杨荣征 头领大人 我们前来报道 杨荣征恭敬道 从哪里来 以前是做什么的 陆云飞问 回头领大人 我们是行走江湖的戏班子 实在是走投无路 还请头领大人收留 自从上山后 杨荣征便已发现 自己这些人遭到了嫌弃 被打发来打发去 换了好几个地方都没人要 这些天王军 跟传言中的完全不一样 他已经后悔 带着戏班子上山了 你们真是唱戏的 不敢欺骗头领 小老姓杨 便是这戏班的班主 陆云飞一听 顿时来了兴致 仔细打量着这些人 这些江湖卖艺的戏班子 或许没什么战力 但走街串巷 见多识广 而且很有表演天赋 只要训练一下 都是非常不错的暗卫 陆云飞又问了几句 然后将这些人收了下来 安排住在旁边的营地 入夜 房间 陶芳坐在书桌边 翻看着一份江南星报 林英走过来禀报道 刚刚传来消息 小侯爷带着唐门二十多人 抵达了苏州城 盯住唐门中的那些人 确保随时能带回一两个便可 陶芳头也没抬的说 大人此举 属下有些看不懂了 林英疑惑不解的问 陶芳接着道 若是老侯爷加入我们的阵营 将是一大助力 灭其指日可待 林英摇了摇头 以老侯爷的性子 这恐怕不可能 事事无绝对 陶芳说 林英偷偷看了眼陶芳 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不过他很快便明白了过来 大人是想利用唐门这件事 让继府受到牵连 逼季家跟齐国站到对立面 陶芳点了点头 林英犹豫了下 接着道 少主那边肯定不会同意 会牵连到小姐 陶芳放下报纸 一脸严肃道 此事若是做得不好 反而会弄巧成拙 我只是先留张牌而已 未必会用 先不用告诉云飞 属下明白 林英点头道 陶芳看了眼报纸 惊叹道 人人都说 季家的小侯爷是个废物 但没想到竟如此天才 季家小侯爷 是天才 林英一脸不解 他写的东西 虽然看上去荒诞不羁 但论证严谨 颇有几分道理 你看看这篇文章 陶芳说着 拿起报纸递过来 林英接过来一看 只见标题写着 进化论 从原到人 第122章 便宜四哥好福气 四日一早 红武一觉睡到晌午才醒来 被折磨了一夜的刘氏 温顺的像一只小猫 彻底被红武征服了 于是从县令夫人 变成了天王的小妾 五时 陆门山举办了一场审判大会 天王军的核心成员 全部聚集在山顶的广场上 红武先是介绍了一下 新任头领陆云飞 然后将新安县令 刘庆押了上来 当众审判 这人就是新安县令 新安县住扎着一只 五六千人的骑军 狗县令怎么被抓的 刚刚天王不是说了吗 是陆头领抓来的 作为加入天王军的投名状 红武不想让陆云飞 太出风头 说的并不详细 不过有些事根本瞒不住 陆云飞的事 昨夜便已经传到了不少人的耳中 你们不知道吗 三天前 陆头领带着二十二人 纵马百里 仅用三天时间 便从新安县将这狗关抓了回来 不仅如此 还带回了两厢白银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听说连羊头领都对陆头领敬佩不已 陆头领好样的 要是能到陆头领仗下就好了 随着红天王宣判了刘庆的罪状 范宇亲自执刀 砍下了狗县岭的头颅 陆云飞的名气 也迅速在天王军中传开 就在陆云飞 顺利坐上了天王军第十三把交椅之时 小侯爷也顺利到达了苏州城 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如果说最能代表江南人文的城市 苏州必然是起义 小侯爷一行到达苏州后 直接来到了四个济阳家 在济阳的帮助下 唐门二十多人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苏州城南坐落着一座豪华的大宅 大宅门楣上挂着济府的流金牌匾 整座府邸的豪华程度 甚至超过了侯府 此刻大宅内院 纪怀安使出混员内力 一拳将一块石头击碎 四哥 怎么样 纪阳摇了摇头 力量太过分散 会削弱攻击力 四哥 你也懂 纪阳从旁边的假山上拿起一块石头 往空中一抛 一拳挥出 平得一声 石头被击得粉碎 纪怀安惊讶地张大着嘴巴 半赏才回过神来 四哥 你也会功夫 除了你这个老六 我们既家男儿 哪有不习武的 不过我天赋不足 只学了点皮毛 跟五弟没法比 说到五弟 纪阳的神色立刻暗淡下来 纪怀安有些无语 他发现自己 对这个家族了解的还是太少了 应该说是原主了解的太少 也不知道老侯爷是怎么想的 把这个老六养得一无是处 小安 五弟的身体怎么样 唐宗主帮忙解了毒 五哥只是失去了内力 身体没有大碍 不用担心 五弟一直向往江湖上 无拘无束的生活 现在这种情况 我怕他会难以接受 纪阳说着 露出深深的担忧 江湖上打打杀杀的 有什么好 哪有在家吃喝玩乐痛快 等我回去带五哥吃喝把妹 保证将五哥养得白白胖胖的 你呀 纪阳无奈地笑了笑 这时 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 带着两个丫鬟走来 两个丫鬟手里端着果盘 女子名叫林小如 是纪阳的第六房小妾 林小如长得很漂亮 扎着已婚女子的发际 穿着一席绣花长裙 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 恶挪多姿 风情万种 虽是妾室 但林小如家境可不一般 林家是商骨之家 主要经营丝绸和瓷器 生意遍布江南 说是家财万贯也不为过 明明是个资本家 但却给人当小妾 纪淮安开始有些不理解 不过他很快就想明白了 这个时代 商人地位低下 如果没有靠山 那些官僚随便能找个借口 分分钟让你倾家荡产 生意做得越大 越是需要保护 对于富商们来说 若是能傍上侯府 那就是傍上了天大的靠山 所以 能给侯爷家的四公子当小妾 对于富商们来说 那是求之不得的事 不要说做小妾了 很多富商甚至愿意将女儿送过来 给纪阳当丫鬟 大气帝国阶级观念极重 一般能让富商依靠的大官 根本不会跟商骨之家结亲 老侯爷同意儿子娶他们的女儿 这些富商都感觉是祖坟冒青烟了 纪阳有三个妻子 四个小妾 正应了那句三妻四妾 这些妻妾 全都是江南富商之家的大小件 而且都不是一般的富商 如果弄个江南富豪榜 个个能排到富豪榜前列 凭借着这些老丈人的帮助 纪阳创建商盟 建立商业帝国 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 老侯爷本就是商骨出身 跟那些迂府的官僚不同 他深知金钱的力量 所以让老四娶富商之女 打造一个商业帝国 纪怀安曾想过老侯爷的安排 大哥做大将军 二哥当驸马 三姐是淑妃 四哥富可敌国 五哥江湖豪杰 百年以后 老季家也能在这大齐国 稳入泰山 不过人算不如天算 老侯爷安排得再好 终究还是抵挡不住命运的作弄 不过 这些都是后话 暂且不提 此刻林小如领着两名丫鬟 走进凉亭 将水果放到桌上 夫君 六弟 我刚切了些水果 快过来尝尝 两人走了过去 纪怀安拿起一颗葡萄 塞进嘴里 好甜 多谢嫂子 喜欢就多吃点 林小如玩耳一笑 令人如沐春风 不一会 又来了三个女人 正是纪阳的另外三个小妾 看着花枝招展 身姿恶娜的四个嫂子 纪怀安心中不禁感叹 便宜四个好福气 几人围坐在亭子里 一边吃着水果 一边咸话家常 小安 事情办完了 就早点回去 纪阳说 你这当哥哥的 哪有弟弟刚来 就催着回去的 林小如白了纪阳一眼 小安好不容易来一趟 多住几天才是 小安 苏州景致不错 多游玩几天 就是 一定要多住几天 其他三个小妾跟着附和 纪阳尴尬一笑 我是怕父亲担心 正在这时 一名家丁走来 说是伤盟出了点事 把纪阳叫走了 亭子里 只剩下她和四个 风雨美艳的嫂嫂 小安 你还没成亲吧 林小如突然开口问 还没有 我有个妹妹 介绍给你认识一下 小如 你那个妹妹才十三吧 是不是太小了 小安 我有个堂妹 刚买十五 我介绍给你认识一下 你那个堂妹长得一般 配不上小安 会疼人 做小妾也是可以的吗 我有个表妹 长得如花似玉 小安一定会喜欢的 四个便宜嫂子 越说越激动 围着给她说清 恨不得马上将家里的妹妹 送到她的床上 纪淮安下的急忙告退 带着红莲逃命般地跑了 第123章 世财大会 苏州城繁华似锦 街道上人来人往 车水马龙 纪淮安带着红莲 在街上闲逛 苏州的女子 环肥艳寿 俏丽可人 正值盛下 不论是少女还是少妇 都穿得比较清凉 虽然看不到大长腿 但大齐鸣风开放 女子衣着并不保守 莫胸都贺 若隐若现 有点大唐风范 小侯爷目光跳跃 有些目不暇接 少爷 好看吗 红莲打趣地问 好看 要是穿上比基尼 就更好看了 比基尼是什么 是一种非常时尚的衣服 时尚又是什么 就是很流行 你可以理解为 大家都很喜欢的意思 那一定很好看 当然好看 等回去我帮你设计一套 坐着打量了一下红莲 小丫头发育得不错 差不多有C杯了 那我们什么时候回去 红莲暗自窃喜 毕竟是个情窦初开的少女 对漂亮衣服没有免疫力 不过要是知道比基尼是什么 估计会认为少爷是个变态 不急 先完几天再说 现在唐门子弟都已经安顿好 报社分布也都已经顺利建立起来 但还有一件事要办 找出彩花贼叶清函 替五哥报仇 南烟已经带着清一楼的人在调查了 目前还没有消息 上次叶清函在苏州作案 已经过去了半个月 这段时间并没有继续作案 叶清函之所以难抓 除了身手了得外 还精通易容和下毒 最重要的是 每次作案十分谨慎 虽是彩花贼 但却不是那种精虫上榜之人 目前他对这个彩花贼仅有了几条线索 难的 好色 精通唐门的四项绝技 仅凭这几点想抓叶清函 难如登天 除非对方犯错 公子 请来坐坐吗 公子 来我们家 我们家的酒好 姑娘水亮 公子 我们家的姑娘便宜 便宜没好货 我们家今晚柳娘子 今晚要现舞 接到左右两侧 各冲出一个花枝招展的女子 两人一左一右 分别拉住小茴的胳膊 纪怀安有点猛 左右一看 是两家对开门的青楼 一个叫宜香院 一个叫美凤楼 青楼对接开 十里花场 果然名不虚传 小剑人 这位公子 是我先看见的 哟 哪条律法规定 谁先看见 就是谁的 小剑人 你一定要跟老娘抢是吧 人老猪黄了 还出来卖 你也不照照镜子 你骂谁 骂你怎么了 今天不教训一下 你这个小贱人 老娘就不姓王 来啊 看谁教训谁 纪怀安刚弄清状况 两个女人 已经扭打在一起了 快走 他一把拉住红莲 逃命般的跑了 少爷 不进去坐坐 红莲问 没兴趣 他撇了撇嘴 青楼这种古老的文化 体验过就行了 况且 这里人生地不熟 万一染病 岂不悲哉 少爷转性了 红莲有些惊讶 他突然发现 少爷已经很久 没有逛青楼了 自从做了少爷的 贴身丫鬟开始 少爷一共 也就逛过几次 而且都是为了度娘子 看来少爷真的变了 纪怀安此时 也在小院等孩子 已经数月不见 小家伙肯定长大了不少 再等几天 如果还是没有 叶清寒的消息 就先回家 两人心不在焉地走着 很快便看到了 一座三层的楼阁 飞檐角 琉璃瓦 重楼飞阁 颇为不俗 此时阁楼前聚满了人 全都是年轻的公子哥 显得十分热闹 这些人在干什么 红莲好奇地问 过去看看 凑热闹是人的天性 他也不例外 况且 本就是出来游玩的 两人挤进人群 只见楼阁名为 文曲楼 大门一侧 挂着一幅上帘 写着 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 下喝水 水落石出 门口摆放着桌椅 笔墨指标 几名才子看着上帘 正在跃跃欲试 纪淮安好奇地 拉住一名公子 请问 这是在干什么 你不知道 那人疑惑地 打量了一下纪淮安 问 公子是外地来的吧 嗯 路过苏州宝地 他没有否认 那人点头道 公子有所不知 今日是世财大会的日子 世财大会 纪淮安不太明白 那人继续解释道 每隔三个月 苏家都会在文曲楼 主办世财大会 若是能对出此连 便有机会得到苏家的赏识 纪淮安一听便明白了 这是苏家在招揽门客 一个家族要想保持兴盛 自然少不了人才 这个时代人才的标准 就是诗词文章 亦可称为棺材 因为也是当官的标准 明年大考在即 若是能得到苏家的赏识 倒是一个机会 能谋个一官半职 也不枉十年寒窗 明年大考 苏二公子也会参加吧 若是能追随苏二公子 将来必定会平步青云 这对联 要想对得公正 不容易 听着才子们议论着 纪淮安暗自摇了摇头 这个时代的读书人 只是为了做官 庸俗不堪 想到自己前世 人人都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多么崇高 不过后来时代变了 人人都是为了找工作而读书 倒是差不多 不知今日主持世财大会的是苏二公子 还是苏大小姐 苏大小姐 很久没有主持世财大会了 纪淮安正准备离开 突然听到议论声 立刻停下脚步 脑海中浮现英姿萨爽的苏颖 还有那晚在李家床底的神奇经历 这些才子们提到苏大小姐 一个个眼睛放光 自从妒娘被小侯爷赎身之后 苏家大小姐苏颖 重新回到了江南烟之榜第一 加上苏颖显赫的绅士 不知道多少才子 希望获得苏大小姐的青睐 纪淮安看了眼上帘 犹豫了一下 走到桌前提笔便写 众人好奇地围了过来观看 只见夏连写道 西水归河水 河水归江 江归海 海阔天空 纪淮安写完放下笔 公子请稍等 一名嘉宾拿着他写的对联 走进楼中 不过片刻 嘉宾走了出来 招呼纪淮安道 公子 请 纪淮安带着红莲走进文区楼 围观的才子们一脸羡慕极度 第124章 对牛弹琴 红莲跟在纪淮安身后 心里有些疑惑 他不懂对联 但从刚刚那些才子们的表情 可以看出 少爷的夏连对得很不错 问题是 少爷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才了 以前那几首诗词不都是抄的吗 小丫头偷偷看了眼 小侯爷的后脑勺 眼里多了一丝崇拜的神色 很快 两人跟着嘉宾来到三楼 里面已经坐了十几个人 都是年轻的贵族公子 上手的主人位置 坐着一名青年男子 男子锦衣玉带 衣着光鲜 虽然很年轻 但却给人一副老成持重之态 众人看到 又有新人上来 全都朝纪淮安头来目光 一看 世生面孔 大多没有在意 明年大考在即 不少江南才子特意从外地赶来参加苏家的试财大会 所以有生面孔并不奇怪 纪淮安没有看见苏颖 微微有些失望 公子贵姓 坐在上手的男子问 免贵姓计 他打量着上手男子 微微一笑 虽然从未见过 但不用问也知道 坐在上方的 必定是苏家二公子苏望书 公子榜排名第二 仅次于唐义 纪公子并非苏州人吧 苏望书问 若是外地人不能参加 在下这就告辞 他是冲苏颖来的 苏颖不在 这个试财大会 他可没什么兴趣 纪公子误会了 我们苏家的试财大会 不分地域 只要有才华 全都欢迎致志 苏望书说着 抬手示意道 纪公子请坐 苏望书这样一说 再走就有些不合适了 他便找了个空位置坐了下去 桌上早已摆好了酒水 还有几个下酒的小菜 苏兄会参加明年大考吗 一名公子问道 苏望书点头道 自然是要参加的 苏公子参加 必定能进入电视 那是必然 极地无疑 苏公子有状元之才 提前恭喜苏兄 十多人轮番拍起了马屁 纪怀安感觉有些无聊 还好有酒 自珍自饮起来 大气泊人才挤挤 想要进入电视 谈何容易 面对众人拍马屁 苏望书并没有自命不凡 反而显得有些谦虚 这让纪怀安有些意外 这位苏家二公子 跟之前的苏文才 倒是完全不同 不过也很正常 一个豪门培养出来的子弟 又怎么会都是 目中无人的蠢货 既家几六个兄弟姐妹 也就他一个顽固而已 苏兄过谦了 大气国人才虽多 但又有几人能与苏兄相比 论文采 整个江南 我只服苏兄 诸位公子 明年都要进京参加大考吗 自然是要参加的 三年一届 岂能错过 苏兄记得照顾我等一二 苏望书微微一笑 诸位公子文采风流 若是有机会 我会帮大家引荐朝中官员 即便不能进入三甲 谋个一官半职 应该不成问题 多谢苏兄 多谢苏公子 我等愿以苏公子为首 大气虽有科举 但官场都被门法垄断 想靠科举做官 前提是朝中有人 否则即便中了举 也寸步难行 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 便能给人许诺官职 真是腐败啊 静怀安喝着小酒 暗自摇头 但他知道 苏望书完全做得到 只要这些人投在苏家门下 做官不成问题 不过也不是什么人苏家都收的 从在座的这些公子衣着来看 家事应该都不一般 最近商萌发行了一个叫报纸的东西 大家可曾看过 苏望书突然开口问 苏公子说的是江南星报吧 我倒是看过 文章写得比较粗浅 不过内容挺有趣 一直吟试作对 倒也烦闷 我在江南星报上看到一篇文章 颇有意思 不如今日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苏望书示意 几名侍女拿着报纸 分发给众人 苏兄 你说的是哪一篇 就是首页的第一篇 纪怀安一看 正是自己写的进华论 离开扬州前 他写了不少科普文章 留给了赵雪 让他偶尔选一篇登出来 这篇进华论 是他凭着前世纪一写的 此人好大的口气 竟然取名九斗 这文章说 我们是猴子变呢 不是猴子 是猿人 猿人跟猴子 有什么不一样 不知道 这文章就是一派胡言 不过文中提到的直立行走 钻木取火 还有部落这些 倒是颇为有趣 听着这些人吐槽 纪怀安有些哭笑不得 纪公子 你怎么看 苏旺叔突然朝他看过来 他正在大吃大喝 被苏旺叔一问 差点呛了嗓子 众人看着他的狼狈样 眼中闪过一丝鄙夷 这人来了之后 一句话不说 一直在不停地吃喝 真是犹如斯文 嗨嗨 他清了清嗓子 尴尬地笑道 我觉得这种猜想 有些道理 他话还没说完 便有一名公子 咄咄逼人的笑道 有何道理 纪公子不会认为 我们都是猴子变的吧 其他人全都跟着一阵哄笑 此时 他终于体会到了一个成语 对牛弹琴 以现在这些人的见识 是不可能理解进化论的 况且 进化论本身 也存在一些论证缺陷 所以 没必要跟这些人解释 他想了想到 文章说了 只是一种猜想 大家兴致这么高 与其抨击这个猜想 不如想想 我们人类是从何而来 人类当然是神灵创造的 神明在何处 为何我们从未见过 神明都在天上 岂是凡人能见到的 唯有君主能与神灵沟通 纪怀安一听 华夏一直都是君权至上 虽然也有君权神兽的说法 但并没有出现 西方宗教那种势力 否则自己写这篇文章 恐怕会被烧死 若是搞个神权类的宗教 会不会很有前途 以华夏的文化 估计分分钟被黄泉剿灭 还是别做死了 煎熬了半个时辰左右 他便找个理由走了 四日一早 他刚起床 南烟便赶来禀报 楼主 刚传来消息 叶清涵又作案了 纪怀安一惊 在哪 南烟 承袭赵总捕头家 第125章 在于苏颖 苏州支府衙门的赵总捕头 是个办案好手 一把大刀耍得虎虎声威 人送绰号赵一刀 自从叶清涵在苏州作案后 赵一刀便公开放话 要将采花贼叶清涵碎尸万段 不过追查了许久 连叶清涵的影子都没有摸到 为了让叶清涵露出破绽 赵一刀将其化成一条狗 张帖在各处告示兰通机 他是想激怒叶清涵 逼叶清涵来找自己 不料叶清涵并没有找他 而是对他的夫人下了毒手 纪怀安带着红莲 南烟来到承熙赵捕头家时 大院里聚满了牙医 请问赵总捕头在吗 一名管家模样的老者 看了眼纪怀安三人 走过来问 公子 何事 我们是商盟的 想见一下赵总捕头 这里是苏州 不便透露身份 于是借用了一下四哥商盟的名头 管家一听是商盟的人 让他们稍等 立刻进屋去禀报了 不一会 管家跟着赵总捕头走了出来 纪怀安一看 这位赵总捕头身材中等 口阔鼻方 有种习武人的坚毅 只不过此刻红着眼 脸色十分难看 赵一刀强打起精神问 三位 不知何事到访 纪怀安抱拳道 赵总捕头 听闻叶清涵在此作案 可否让我们看一看案发现场 也许能找到线索 赵一刀皱起眉头 办案是我们衙门的事 不劳商盟操心 纪怀安解释道 不瞒赵总捕头 此案关系重大 暂时不便对外透露 三位 今日公务繁忙 无法招待 请回吧 赵一刀说着 钻对管家道 吴管家帮我送客 纪怀安正有些无奈时 又走进来几个人 为首的是一名女子 女子手握佩剑 剑眉心目 阴气逼人 苏大小姐 小侯爷眼睛一亮 女子不是别人 正是苏家大小姐苏义 苏家是江南第一大家族 朝中姓苏的官员 有数百人之多 可以说是遍布全国 京中大员更是有十多位 江南苏家 北方司马家 被称为大气国最大的 两大门阀家族 苏家大小姐带人前来 自然是为了查案 苏州是苏家的大本营所在 叶青涵在这里作案 而且性质太过恶劣 不仅官府在查 苏家也在查 小侯爷 看见纪怀安 苏颖一脸惊讶 同时眼中闪过一丝 不易察觉的惊喜 苏大小姐 我们有缘 小侯爷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之前在扬州分别时 苏颖曾跟她说过 有缘自会相见 现在见到了 自视有缘 苏颖落落大方地玩耳一笑 接着疑惑地问 小侯爷来此 也是为了那采花贼 纪怀安点了点头 简单地 说明了一下来意 苏颖明白了 准备赵一刀 赵总捕头 事情未经听说了 还请赵总捕头节哀 有劳苏大小姐 赵一刀冲苏颖一抱拳 显得很恭敬 苏家大小姐 从小聪慧过人 曾帮知府衙门 破过不少悬案 一向心高气傲的赵一刀 对苏颖也是十分敬佩 赵总捕头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扬州继府的小侯爷 也是商盟继盟主的六弟 苏颖说 赵一刀有些惊讶 盲报权役里 小侯爷 赵某刚刚失礼了 是在下唐突了 纪怀安回礼道 我们是来帮忙的 还请赵总捕头不要介意 苏颖问 苏大小姐严重了 几位 里面请 赵一刀将苏颖 纪怀安两队人马领进了大厅 给他们说出了事情经过 自从叶清涵在苏州作案后 身为府衙总捕头的赵一刀 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为了引出叶清涵 他在全程张贴通缉告示 他将告示上的叶清涵 化成猪狗 想以此来激怒叶清涵 逼叶清涵对他出手 虽然知道这样做很危险 但一来上面的压力太大 二来他很自信 赵一刀办案经验丰富 他知道叶清涵一旦被激怒 目标要么是自己 要么是他的家人 于是他在大宅四周 都埋伏了不少好手 守株待兔 虽然部署严密 但他还是低估了叶清涵 一连几天 风平浪静 今日一早 衙门传来消息 说是在城东 发现了叶清涵的踪迹 于是他立刻赶了过去 城东却有一位 大户人家的女子遇害 他勘察了现场 发现有些蹊跷 从作案手法来看 很像是叶清涵所为 不过死亡的女子 并未遭受侵犯 赵一刀很快便意识到不妙 全速赶回家中 但还是晚了 根据管家 以及在外埋伏的手下所说 他离开后 不过茶展功夫 便返回了府中 回房间待了约一刻钟 才再次离去 很明显 是叶清涵设计将他引走 然后易容成他的样子 回来作案 手法算不上有多高明 但很有效 赵总捕头 可有人与那贼子正面接触过 苏颖问 间内的贴身丫鬟小查 与那贼子打过照面 还说过两句话 赵一刀说完不用苏颖开口 立刻让管家将小查叫了过来 老爷 小查一进大厅 便跪了下去 计划安一看 这小丫鬟不过十五六岁 长得眉清目秀 只不过此刻双目红肿 眼角还挂着泪痕 显然刚刚大哭过 赵一刀出声道 小查 你把早上的事情再说一遍 是 老爷 小查点了点头 一脸痛苦地说道 早上老爷离开后 我便去打了水 准备伺候夫人起床梳洗 结果刚到房门口 便看见老爷回来了 不是老爷 是那贼子伪装的 实在是太像了 奴婢真的没认出来 小查说着 失声哭了出来 苏颖走过去安抚道 小查 你先别哭了 你要把我们查出那贼子 为夫人报仇 小查擦了擦眼泪 哽咽着说出了全部经过 叶清涵一容成赵一刀的模样 来到了赵府 在房门口撞见了小查 他让小查在房间外等着 然后进了房间 关上了房门 约我一刻钟后才出来 叶清涵离开时 还叮嘱小查 说夫人有些疲累 让他等一刻钟再进去伺候 小丫头很听话 等了一刻钟才进房间 然后便发现 夫人已经惨遭毒手 第126章 以身为耳 小查 老爷的声音你听不出来吗 苏颖疑惑地问 那凶手不仅伪装得 跟老爷一模一样 连声音都模仿的一样 是奴婢的错 奴婢没有听出来 是奴婢害了夫人 小查说着 又失声痛哭了起来 继续安知道 唐家不仅易容术高明 还有一种能够改变声音功法 模仿的迹象 如果不仔细分辨 确实很难发现 之前 唐玲模仿男子的声音 完全听不出任何破绽 小查 你再好好想想 凶手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苏颖继续询问 我真的没有看出来 小查哭得伤心欲绝 苏颖一看 也问不出什么了 看向小侯爷 意思是你有没有想问的 继怀安想了想 走过去将小查扶了起来 小查 你是唯一与凶手正面接触之人 你如果能想到线索 就能帮助我们抓住凶手 替夫人报仇 小查一听 慢慢停止了哭泣 继怀安提示道 你每天都能见到老爷和夫人 那凶手伪装的在相 也总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话语气 体型 走路姿势之类的 小丫鬟仔细回想着 突然说道 凶手身上有种怪味 什么怪味 像是脂粉香 但又有点臭 又是脂粉香 又有点臭 众人听得一头雾水 小丫鬟已经尽力了 但对手实在是太狡猾 他提供不了有用的线索 赵一刀示意 老管家将小丫鬟带走了 赵总捕头 可否带我们去看看案发现场 苏颖问 赵一刀的夫人受辱而死 自然不想让外人看见 但为了能尽快抓到叶清涵 他需要苏家的帮忙 最终还是点头同意了 案发现场 是赵一刀与夫人的卧房 纪怀安 苏颖跟着赵一刀走进卧室 两人一进房间 便看到墙上写着四个刺目的红色大字 夫人很润 看到墙上的字 赵一刀身上散发出浓重的杀气 这采花贼确实很狂妄 纪怀安同情地看了眼赵一刀 然后开始在房间中寻找线索 房间布置得清新雅致 窗户紧闭着 房间内并无任何打斗的痕迹 靠墙摆放着一个大梳妆牌 上面放着各种胭脂水粉 还有一些精致的手势 其中一盒胭脂打开着 墙上的字正是用手指沾着胭脂写上去的 纪怀安走到墙边 抬手笔划了一下字迹 从自己的高度可以判断 凶手的身高比自己略矮 身材正好跟赵一刀差不多 除了字迹外 房间里看不出其他线索 纪怀安 苏颖检查了一遍后 目光落到大床上 床上躺着一个美艳的少妇 正是赵一刀的妻子 女人闭着眼 脸色苍白 脖子上有一个鲜红的手印 身上盖着被子 看上去死亡不久 我要检查一下赵夫人的身体 还请两位回避一下 苏颖看着两人说道 纪怀安点了点头 走出房间 赵一刀感激地看了苏颖一眼 也跟着走了出去 苏颖走到床边 掀开被子 看到赵夫人被摧残的郊躯 她忍不住一握拳头 散发出冰冷的杀意 赵一刀 纪怀安走了出来 院中 二十多名牙医聚在一起 看见赵一刀全都低下头 露出愧疚之色 他们埋伏在四周 但却没有发现凶手 心中难安 大门口 一个熟悉的人 影像猎狗一样闻来闻去 纪怀安走过去 拍了下她的肩膀 虎兄 可有发现 猎狗正是跟随苏颖来的阿虎 之前在扬州时 两人已经熟悉 纪怀安觉得这个 虎头虎脑的家伙 是个人才 还想要将其挖 从苏大小姐手中挖过来 阿虎摇了摇头 这家伙很难缠 红莲 南烟查看了一下大宅四周 同样没有任何发现 一个钟后 苏颖出来了 赵家要办丧事 几人不便久留 一同离开 谁也没有发现 在他们离开时 牙医之中 察觉的邪淫之色 街道上 纪怀安与苏颖并肩行 阿虎 南烟 红莲跟随在后 几人心情都有些沉重 可有线索 纪怀安问 苏颖摇了摇头 叶清涵精通易容 下毒 每次作案 都易容成不同的样子 谁也不知道 她的本来面目 想抓这样一个采花贼 很难 原本两人重逢 应该是件高兴的事 但却被这件案子 扫了兴致 她见苏颖情绪低落 安慰道 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我相信 她逃不掉的 必须尽快解决那个畜生 不能再让她作案了 苏颖一脸严肃地说 你有办法 她问 苏颖点了点头 犹豫了一下道 既然赵总捕头能激怒她 说明这个方法可行 不行 纪怀安脚步一顿 急得一把抓住苏颖的手腕 怎么不行 太危险了 我不能让你冒险 看着小侯爷 一脸深情地看着自己 苏颖愣住 身后三人神色各异 红莲心道 少爷走到哪里 桃花开到哪里 难言心思 苏大小姐眼瞎了吗 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我不能这样说楼主 阿虎面露疑惑 大小姐不会真的看上 这个顽固小侯爷了吧 苏颖回过神 羞涩地抽回手 目前来看 这是她唯一的弱点 要想尽快抓住她 只有这一个办法 太危险了 你不必亲自冒险 这里是苏州 我绝不能让那贼子 再残害其他人 苏颖神色坚定地说 纪怀安一脸交集道 对方在岸 精通易容术和下毒 功夫也极高 防不胜防 你这样做太冒险了 放心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苏颖很自信 但赵一刀之前 也很自信 一想到赵夫人的惨状 纪怀安便心中难安 突然 她灵机一动 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什么办法 跟我来 她拉着苏颖 直奔苏州的报社 次日 江南星报发行了新版 头版头条 写着一个鲜红的大标题 挑战书 叶金涵 你这只猪狗所生的畜生 赶来我苏州作案 本小姐定要亲手 娶你狗头 若是有种 七日内来同复客栈 本小姐在客栈等你 若是没中 滚出苏州城 苏家苏颖 第127章 上钩 倾国不让须眉啊 以前有个连环杀人案 也是苏大小姐破的 希望苏大小姐 能够抓住那个禽兽 有苏家出手 叶清涵跑不掉的 就怕那个采花贼 不敢现身 报纸一经发行 很快便传遍了全城 苏家大小姐 以自己为诱饵 挑战叶清涵 获得了一致的赞誉 为了饮业清涵现身 苏颖没有归缩在苏家 而是将地点定在同复客栈 同复客栈是苏家的产业 虽然像平时一样照常营业 但里面的小厮 全都换成了苏家的高手 外围也都不满了暗哨 以苏家的实力 防御可以说是铜墙铁壁 同复客栈很大 内有一座大院 院中花团锦簇 设有假山水线 亭台楼阁 环境清优雅致 梁亭中 纪怀安与苏颖隔桌对坐 桌上茶香四椅 苏颖穿着华美的白色长裙 裙摆青拖叶在地 换上女装的苏颖 轻力脱俗 如同空谷中的幽蓝 纯洁淡雅 纪怀安看得吃了 小侯爷 这样盯着人看 很不礼貌 可 这不能怪我 坐在苏大小姐对面 如果我不盯着看 这双眼睛跟瞎了 又有何区别 你一直都是这样有嘴滑舌吗 当然不是 只有遇到对的人 才会相看两不厌 遇到对的人 相看两不厌 苏颖细细品着这句话 有些惊讶地看着小侯爷 为何你跟传言中的 完全不一样 唉 世人对我误解太深 呜呼哀哉 苏颖白了他一眼 拿起桌上的茶杯 上次承蒙小侯爷相助 苏颖以茶代酒 敬小侯爷一杯 纪怀安细皮笑脸地端起茶杯 敬我们的缘分 苏颖轻轻抿了一口 浅尝及止 举手投足 皆是大家闺秀风范 纪怀安一饮而尽 放下茶杯道 你觉得叶清涵会来吗 小侯爷是觉得 本小姐的魅力不够吗 苏颖说着 翘脸一红 她不是一个轻浮的女子 但不知为何 在面对小侯爷时 不自觉地进入了 打情骂靠模式 纪怀安笑道 我是怕那个家伙 色胆不够 她会来的 苏颖说 纪怀安点了点头 没有人能抵挡苏大小姐的诱惑 苏颖气得瞪了他一眼 不是因为我 是因为他太自信了 同样的挑衅 叶清涵既然第一次去了赵一刀家 这一次 恐怕也不会例外 当一个人为失守过后 会产生盲目的自信 这种自信最为致命 准备得怎么样了 苏颖问 应该差不多了 纪怀安站起身 走到亭边 抬头看了眼晨光 苏颖起身 走到他的身边 你确定要这样做 万一 正因为有万一 我才要这样做 纪怀安转过身 一脸深情地看着苏颖 两人四目相视 这一刻 四周的一切仿佛消失 两人眼里只剩下彼此 他趁机握住苏颖的手 缓缓靠近 感受到小侯颖炙热的气息 苏大小姐心中小鹿乱撞 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立刻抽回手 一把将小侯颖推开 小侯颖 请自重 纪怀安一脸尴尬道 对不起 是在下梦忘了 我也是情不自禁 苏颖羞涩地撇过头 不敢看他 我们是不可能的 还请小侯颖莫要乱想 为什么 苏颖眼中闪过一丝异痒 他正欲开口 红莲走了过来 少爷 准备好了 走吧 苏颖率先走去 纪怀安有些失落 带着红莲跟了上去 三人走进客栈内院的一处房间 一个时辰后 纪怀安 红莲从房间走了出来 两人在内院转了一圈 然后离开了同福客栈 因为报纸登出的挑战书 苏颖住在同福客栈的事 传遍了苏州城 每天都有不少风流才子 来到同福客栈 只为看一眼苏颖 江南烟纸榜排名第一的美人 又是苏家大小贱 不知道让多少贵族公子垂涎三尺 平时想见一面都极为不易 这次机会难得 不少贵公子 直接住在了同福客栈 接下来的几天 这些人看到了 令他们极度发疯的场景 一个俊俏的男子 每天跟苏颖 在客栈内院中喝茶 赏花 迎师作对 宛如一对情侣 这小子是谁 是个生面孔 不像是咱们苏州人 咦 好像是前几天 是财大会上的纪公子 真是从外地来的 奇怪了 苏小姐怎么会跟他有说有笑 跟苏颖一起的男子 自然是小侯爷 不少男子都试图上前 与苏颖搭讪 结果全都没得到好脸色 这让他们对小侯爷 更加嫉妒了 他们不知道 这小子给苏家大小姐 施了什么魔法 竟能得到苏大小姐的青睐 而且 这小子每天都来 丝毫不给他们任何机会 纪怀安每天一早 便来到同福客栈 陪着苏颖在内院闲聊 直到傍晚才离去 一连过了六天 风平浪静 这种守株待兔会让人非常疲惫 六天没有动静 所有暗哨都开始放松警惕 认为叶清涵没有胆子现身了 第七天傍晚 纪怀安与苏颖道别 带着红莲大摇大摆的 从同福客栈离开 街道上 一个人影悄悄跟着两人 直到目送着两人 走进济府大门 才转身离去 同福客栈 内院房间 苏颖坐到梳妆台前 看着同镜中的自己 露出奇怪的笑容 咚咚咚 敲门声传来 苏颖走过去 打开门 只见小侯爷站在门口 小侯爷 你怎么回来了 有件事忘了对你说 小侯爷说着 一步迈进房间 同时闪电般的出手 一直点在苏颖的胸口 封住了苏颖的穴道 苏颖身体一僵 无法动弹 苏大小姐 再下来赴约了 小侯爷脸上露出一丝邪恶的笑容 接着他谨慎地关上了房门 一个公主抱将苏颖抱了起来 走向床边 苏颖眼中闪过一丝惊慌 眼前的小侯爷 显然是叶清涵易容的 叶清涵抱着苏颖来到床边 将苏颖放到床上 苏大小姐不愧为江南第一美人 叶某已经惦记很久了 叶清涵拿出一瓶药水 捏开苏颖的嘴巴 滴了几滴药水进去 露出银邪的笑容 接着一把扯开苏颖的裙带 解开血衣 露出粉色饱满的果胸 第128章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叶清涵很狡猾 他暗中观察了几天 发现只有小侯爷能接触苏颖 而且苏颖对小侯爷 几乎没有任何防备 所以 易容成小侯爷是最好的办法 很显然 他的计划很成功 虽然房间外面布满了暗卫 但此时已经入夜 没有哪个暗卫赶进苏大小姐的房间 叶清涵看着宝马又挺拔的粉色果胸 忍不住使劲咽了下口水 在苏家的盐房死守下 占有苏大小姐 这让他兴奋不已 美人 别怕 他一边说着 一边解开腰带 脱下外衣 美人 我来了 他扑到苏大小姐身上 一手抓向饱满的胸脯 顿时一正 手感有些不对啊 身下的苏颖咧嘴一笑 猛的一拳轰在叶清涵的胸口 哄 猝不及防之下 叶清涵结结实实的挨了一拳 伴随着胸骨碎裂的声音 他整个人倒飞出去 重重的摔倒在地 吐出一口老血 苏颖跳下床 扭着腰枝走过来 猥琐地摸了下自己的果胸 笑道 老娘的手感如何 叶清涵擦了下嘴角的血迹 你不是苏家大小姐 你是谁 苏颖一把解开脸上的人皮面具 竟然是小侯爷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纪怀安嬉皮笑脸道 叶清涵皱起眉头 他知道自己上当了 你怎么会堂门的易容说 你猜 叶清涵哪有时间猜 他猛地纵身而起 冲向门口 房门屏的一声打开 一个样貌粗犷的男子 一拳轰向叶清涵的面门 叶清涵反应很快 一掌迎了上去 全掌相交 爆发出一声闷响 他被震退回房间 来人正是苏家的阿虎 阿虎如一尊战神一般 堵住了房门口 叶清涵已经受了计怀安一击 受了重伤 一看房门被堵 便转身冲向窗户 一道剑光破窗而入 吓得他缩回身子 一袭黑裙的男掩手 直青钢长剑 穿过破碎的窗口 飞身而入 打斗声已经惊动了外面的暗卫 整个房间已经被包围起来 强弓剑弩全部就位 只要叶清涵出去 便会被射成刺猬 叶清涵再次转移目标 冲向小侯爷 只要抓住小侯爷 投鼠忌器 他依旧可以逃脱 继怀安早有准备 随手一挥 一把银针迎面射向叶清涵 距离太近 不可能全部躲开 几根银针 射入叶清涵的身体 令他身体一僵 小侯爷运转混员弓 内力聚集到拳头之上 全力一拳轰向叶清涵的胸口 这是他第一次战斗 显得有些兴奋 叶清涵侧身一闪 躲开他的攻击 反手一掌拍在他的胸口 平 小侯爷被震得倒飞而出 撞倒桌椅 你妈 挨了老子一掌还这么猛 继怀安器的咬牙切齿 他继承了继平的混员内力 若是单笔内力 他要强于叶清涵 但他战斗经验不足 面对叶清涵这样的顶级高手 若不是偷袭 根本没有机会打到对方身上 更别说重伤对手了 小侯爷 楼主 阿虎 南烟见他挨了一掌 急忙一左一右攻向叶清涵 叶清涵一击得手 也不管两人的攻击 飞扑向小侯爷 一把抓向他的咽喉 只要抓住小侯爷 他便能逃脱 突然 一道荧光鞋刺出来 叶清涵收手已经来不及 细长的短剑刺穿了他的手腕 带起一道血迹 两个人影突然加入了战圈 正是赶回来的苏颖跟红莲 红莲一见得手 叶清涵发出一声惨叫 苏颖趁势一拳 轰向叶清涵的面门 叶清涵鼻梁被打断 满脸是血 阿虎 南烟 红莲三人 呈三角之势 将叶清涵围在中间 你怎么样 苏颖将他扶了起来 纪怀安擦了下嘴角的血迹 苦笑着摇了摇头 没事 虽然挨了叶清涵一掌 但他内力浑厚 只是受了点轻伤 看到他没有大碍 苏颖松了口气 然后下令道 拿下 不论死活 叶清涵虽然受伤不轻 但依旧不容小觑 阿虎 南烟 红莲同时出手 两道剑光 加上阿虎魂后的内力 逼得叶清涵只能闪躲 如果没有受伤 也许他还能周旋 但他被纪怀安偷袭了一拳 右手又挨了红莲一剑 战力大打折扣 十几招之后 阿虎一拳砸中叶清涵的后背 剑光一闪 南烟趁势一剑 挑断了叶清涵的手巾 红莲一剑刺向叶清涵的咽喉 对于采花贼 两女都是深恶痛绝 下手十分狠辣 不要杀他 南烟喊道 红莲一听 剑剑一收 顺势一剑 挑开了叶清涵脸上 已经破烂的人皮面具 一张奇丑无比的脸颊露出来 五官扭曲着 像是从发育出现问题的畸形 几人全都没见过这么丑的人 不禁愣了一下 面对众人的目光 冲破屋顶逃走 南烟冷哼了声 飞身一跃 手中长剑一刺一挑 将叶清涵双腿的脚筋挑断 抱同两团屑花 啊 叶清涵衰落在地 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南烟并没有停手 又是一剑 将叶清涵最后一只手筋挑断 但他还不解恨 剑剑一抖 连着刺出两剑 直接将叶清涵的双眼刺下 啊 叶清涵惨叫着 如同难民一般 躺在地上抽搐着 血肉模糊的脸颊 加上扭曲的五官 看上去太过血腥诡异 几人都有些不敢直视 欧主 南烟替你报仇了 南烟痛苦地闭了下眼睛 可以了 将人交给我们处理吧 苏颖说 叶清涵经脉被废 双目被刺瞎 已经与死无异 这样才是最好的折磨 南烟收剑归翘 没有再出手 苏颖示意 阿虎一把将叶清涵提了起来 走了出去 小侯爷 你伤得重不重 苏颖转对小侯爷 见他赤着胳膊 挺着粉色的果胸 忍不住憋着笑 然而 小侯爷猛地一把抱住他 双眼迷离地看着他 眼中闪烁着炙热的火焰 叶清涵为他喝下的催情要发作了 第129章 退不掉的婚 叶清涵之前 封了他的穴道 为他喝了迷药 等他用会员宫冲开穴道时 已经来不及了 刚刚战斗太过激烈 他把这事给忘了 此时药力发作 他的大脑一阵血腰 小侯爷 你干什么 苏颖突然被他抱住 翘脸一红 想要推开他 但发现小侯爷 双手像铁钳一样 抱得很紧 他竟无法挣脱 少爷 你怎么了 红莲发现了纪怀安的异样 他应该是中了叶清涵的迷药 男烟开口道 也许是心理变态 叶清涵每次作案 都会给受害女子 下一种强烈的催情要剂 这种要剂 对男子也一样有效 那怎么办 红莲一听急了 迷药而已 发出来就好了 药不了命 男烟撇了撇嘴 说完快步走出了房间 顺手带上了房门 房间里只剩下苏颖 红莲 纪怀安三人 此时 纪怀安已经慢慢失去了神志 双目火热地盯着苏颖 不要 放开我 苏颖有些惊慌失措 心中早已小路乱撞 男子炙热的气息扑面而来 令他有些恍惚 对不起 我控制不住了 感受到怀里柔软的娇躯 还有少女独特的异乡 他一低头 对着苏颖性感的红唇吻了上去 苏颖身体触电般的一僵 小侯爷一把扯开苏颖的裙带 火热的大手探入衣裙 攀上御风 嗯 苏颖发出一声英明 红莲看了两人一眼 正准备离开房间 不要 苏颖突然从欲望中回过神 惊慌失措地推开了小侯爷 你家少爷就交给你了 他系上裙带 逃命般地跑了出去 纪怀安失去目标 转眼看到红莲 像是恶虎扑石般冲了过去 红莲叹了口气 温柔地抱着少爷 任由他将自己的衣裙撕开 男言持剑守在房间门口 听着里面传来的迷你之音 俊秀的脸颊泛起一片飞红 四日一早 苏家书房 一个年近四旬的中年人 坐在书桌前 翻看着一封书信 中年人穿着锦绣长袍 竖着庄重的发迹 给人一种严肃稳重质感 他是苏家家主苏护 当朝上书苏圣的亲弟弟 虽无官职在身 但知府大人见了 也得陪笑地喊一声苏家主 甚至还要看起脸色行事 苏护看着书信 皱了下眉头 爹 是大伯的来信吗 说了些什么 苏旺书站在下手问 陛下想要削弱世家大族的势力 苏护说着放下书信 有些愁眉不展 会不会影响我明年的大考 苏旺书担忧道 肯定会有影响 不过也不用太担心 明年太子便已到籍贯之灵 太子籍贯 便要入主东宫 面色一喜 盲问 阿姐什么时候入京 这是我们苏家的大事 年后为父会和你们一同进京 希望不会出现阻碍 阿姐与太子殿下的婚事 是陛下轻定的 谁能阻碍 陛下当初答应这门轻事 是想拉拢我们苏家 如今陛下想削弱门阀势力 我怕会有变数 苏护正说着 一个英姿萨爽的身影走了进来 女儿见过爹点 苏颖恭敬的行礼 苏护看着女儿 满意地点了点头 叶儿 你来了 叶青涵已经抓到了 如何处置 苏颖问 苏护犹豫了一下 若是以前 苏家会自己处置 用来立威 但刚刚看完信 她改变了主意 送去知府衙门 交给知府大人处置吧 听到父亲的话 苏颖微微有些惊讶 苏护补充道 派对人马 押着球车从闹市走一圈 意思也很简单 虽然交给知府衙门处置 但得告诉全城百姓 人是苏家抓到的 苏颖当然明白父亲的意思 点头道 我明白 这就将人送去衙门 叶儿 你等一下 苏护叫住女儿 爹 还有什么吩咐 这些闲杂事物 交给下人去做便可 叶儿你不用亲力亲为 反正也是闲着 女儿也想为家里出典礼 苏护笑了笑 道 叶儿 你已经长大了 尽量不要在外面抛头露面 苏颖愣了下 有些不解的看了父亲一眼 他天生聪慧 能文能武 在一众苏家子弟中 出类拔萃 父亲从小将他当男孩子培养 所以才有了与众不同的苏家大小姐 苏护对这个女儿十分满意 曾亲口跟他说过 苏家女儿不输男子 让他不必拘泥于苏头 在苏家 苏大小姐的地位超然 苏护甚至将很多重要的事交给他办 因为他办事最稳妥 从未出过半点差错 此时父亲让他 不要在外面抛头露面 这让他一脸不解 爹 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叶儿 你什么都没有做错 只不过今时不同往日 你即将成为太子妃 身份无比尊贵 岂可再做这些杂事 也明白了父亲的意思 两年前 他随父亲进京了一趟 原本是去游玩的 结果无意中见到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被他的美貌吸引 当天便去求陛下赐婚 当时司马家在北方势力太过强大 其方想借用苏家来打击司马家 于是顺水推舟 答应了太子的请求 第二天 苏家便接到了赐婚圣旨 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婚姻 不仅是他 整个苏家都没有拒绝的资格 就这样定下了婚室 他成了未来的太子妃 苏护继续道 叶儿 这次诱补叶清寒 你做的实在是太过冒险了 而且考虑欠妥 好在这里是江南 若是此事传到了京城 会影响你的名声 苏颖轻咬了一下珠唇 认真地说道 爹 我不想做什么太子妃 我要退婚 退婚 苏护被女儿的话吓了一跳 你说什么胡话 爹 我不想做什么太子妃 混账 这是你想不想的问题吗 苏护气得瞪了女儿一眼 见女儿红着眼 缓和了一下语气道 叶儿 能成为太子妃 这是你的福气 将来你会母仪天下 这是天大的荣耀 第130章 疑问 爹 苏颖还想说什么 但没有说出来 这桩婚事是陛下清定的 对方是当朝太子 无论他有多么不情愿 都只能接受 退婚 只不过是一想天开罢了 叶儿 你向来聪慧 也知道轻重 退婚这种话 不可再乱说 叶儿知道了 最近收收心 跟着容默默 好好学学宫里的规矩 是 父亲 叶儿告退 苏护点了点头 去吧 苏颖行礼后退出书房 见女儿离开 苏护问 叶儿最近 是不是一直跟 姬家的小侯爷在一起 苏旺叔点头道 小侯爷与传言中 有些不同 这次能抓捕叶清寒 小侯爷功不可没 苏护皱了下眉头 自言自语道 看来问题出在 姬家小子身上 父亲大人 不用担心 阿姐知道分寸的 苏旺叔说 女人一旦动了感情 是很危险的 叶儿刚刚提出退婚 就是个危险的信号 那怎么办 不能再让他们见面了 苏护护了下胡须 眼中闪过老谋深算的金光 同服客栈 房间 纪怀安缓缓睁开眼 大床上湿漉漉的 汉字混合着男女奇妙的气味 充斥着房间 有种说不出的迷幻 他动了一下 浑身酸痛不已 整个人像是要散架了一般 怎么回事 他思索着 想起了昨夜捉拿了叶清寒 但自己中了迷药 然后抱住了苏家大小间 后来的记忆有些模糊 他费力地坐起来 只见一个胶躯 蜷缩在床里边 不过并非苏义 而是红莲 红莲紧促着眉头 全身沾满了奶白色的污渍 白皙的肌肤上有多处瘀青 显然昨夜被他折磨得不轻 尼玛 这药力竟恐怖如斯 看着红莲憔悴的模样 他心痛地拉了下被子 帮红莲盖住身体 少爷 你醒了 红莲醒来 想要起身 结果痛地皱了下眉头 红莲 你怎么样 少爷 我没事 我昨晚是不是伤到你了 红莲羞涩地摇了摇头 没 没有 只要少爷没事就好 傻丫头 他心疼地一把将红莲抱在怀里 少爷很在乎自己 红莲将头埋在他结实的胸膛上 露出幸福的笑容 一个时辰后 两人恢复了体力 仔细收拾了一番 才走出房间 南烟还少在门口 三人一起出了客栈 叶青函如何处置了 他问 苏家将人押去了知府衙门 今日上午的事 南烟答道 明明是少爷抓的 让苏家捡了个便宜 赢了个好名胜 红莲撇了撇嘴 有些不服气 只要能将人处决 谁抓的都一样 他说道 越晚处决越好 南烟冰冷地说道 叶青函的四肢 被他挑断了经脉 又被他刺瞎了双眼 已经生不如死 多活一天 就多一天折磨 他偷偷看了南烟一眼 这是个能干事的女人 不愧是五哥的得力手下 少爷 去哪 红莲问 先回去洗个澡 两女一听 羞红着脸 不敢出声 第二天 苏州城传来一个 振奋人心的消息 知府衙门宣布 三日后将叶青函 斩首示众 消息一经传出 赢得全城一片较好 特别是苏家 因为活着叶青函 声望再次被推向顶点 苏家的声望在苏州 乃至整个江南 都已经无人可以撼动 虽说地方门阀士族 享受着各种特权 但也承担着相应的责任 如救灾 对抗山匪 以及抓捕向叶青函 大部分百姓能吃饭穿暖 只要这些势力 懂得笼络人心 百姓对这种门阀士族 并不是很抵触 反而会获得部分人的支持 祭福 片院 一大早 祭怀安身了的懒腰走出房间 红莲已经在院中等着了 他走到红莲前方 树杖处站好 示意道 开始吧 少爷 你小心了 红莲一挥手 三枚石子成品自行 朝他射过来 他一掌拍出 内力将三枚石子击飞 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 他已经能够熟练地控制内力运转 反应也变得十分敏捷 无论红莲射出的石子多快多准 都无法碰到他分后 练习了一阵反应速度后 红莲又陪他对战了数十招 虽然他无法击败红莲 但凭借着身后的混元内力 红莲也拿他无可奈何 即便祭出秀中箭 红莲也无法伤到他 修炼完毕后 红莲收剑入秀问 少爷 我们什么时候回去 唐门子弟已经安顿好 报社已经正常运行 叶清涵也已伏法 已经没有理由留在苏州了 再等三天 等叶清涵行行后 将他的脑袋带回去给五哥 他说着突然想到一件事 招呼红莲道 走 去哪儿 支撫衙门 一刻钟后 衙门地牢 小侯爷 这边 赵一刀亲自带着他和红莲 走到一间牢房门口 狱卒打开牢门 三人走了进去 阴暗潮湿的牢房内 叶清涵双手被捆绑着掉了起来 赤裸的上身 被血染成了红色 空气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 和烧焦的肉味 纪怀安看了眼墙边的烙铁 以及各种血迹斑斑的刑剧 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赵一刀的夫人 被这畜生侮辱杀害 现在落到赵一刀手中 各种酷刑和折磨自然少不了 对于这种禽兽 纪怀安并不同情 他走到叶清涵身后 仔细看了下叶清涵的右肩 然后皱起眉头 根据五哥纪平所说 他在毒发前 与叶清涵交手了几招 并刺了叶清涵一剑 剑伤应该在右肩处 但面前的叶清涵右肩处 并无剑伤 他怕自己记错了 又看了一下左肩 同样没有剑伤 昨天 他与叶清涵交手时 便感觉到了不对劲 这个叶清涵虽然功夫不弱 但根本不是五哥的对手 即便五哥中毒 也有机会在毒发前 杀了这个叶清涵 他心中顿时产生了一个疑问 是自己抓错了人 还是说毒害五哥的 并非叶清涵 第131章 恶魔养成 应该不会抓错人 此人的易容术 迷药 还有从之前 对自己下手的情况来看 应该是叶清涵无疑 如果这个是叶清涵 那就只剩另一个可能 毒害五哥的 并非叶清涵 而是另有其人 小侯爷 有什么不妥吗 照一刀见他检查 叶清涵的身体 疑惑不解地问 没有不妥 他摇了摇头 突然想到了另一件事 忙到 照不头 能将他弄醒吗 我想问点事 此时叶清涵 已经被折磨得 昏死了过去 照一刀让狱卒 打了一桶凉水过来 狱卒一瓢冷水 泼到叶清涵的 丑陋的脸上 叶清涵的身体 抽出了几下 然后便没了动静 不会死了吧 他问 放心 这禽兽内力不俗 没这么容易死 照一刀让狱卒 在水里加了些粗盐 搅拌了片刻后 又咬了一条盐水 泼到叶清涵的身上 啊 叶清涵发出一声惨叫 终于醒了过来 四虾加上一张扭曲的脸颊 看上去有些阴森可怖 杀了我吧 叶清涵颤声说道 叶清涵 你师父是谁 人在何处 纪怀安问 根据唐天龄所说 叶清涵很可能是 唐门叛徒唐河的徒弟 如果毒害五哥的 不是叶清涵 那么最大的可能便是唐河 听到纪怀安问起师父 叶清涵裂嘴一笑 口中落下几滴血水 笑得有些甚人 你想知道 告诉我 你可以少受点折磨 嗨嗨 叶清涵咳出一口血 吐了出来 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 给你说一个故事 好 他不知道叶清涵要说什么 但能感觉到 他的情绪变得很不平静 叶清涵沉默了片刻 像是陷入回忆 半晌 叶清涵才缓缓开口道 从前有一个小山村 那里山清水秀 有一天 村里的一对老夫妇 捡回来一个孩子 一个因为长得丑陋 而被丢弃的孩子 叶清涵断续续 讲出了他的经历 因为出生下来 便五官畸形 三岁那年 还好被一对老夫妇捡到收养了 因为长得太丑 村里没有小孩 愿意跟他一起玩 而且很多人 都将他当成怪物 怎么会有人长得这么丑 他不是人 他是怪物 我爸说 这种怪物会带来不祥 小怪物 离我们远一点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他性格孤僻 沉默寡言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喜欢上村里的一个女孩 女孩叫小芳 长得很漂亮 村里所有的男孩子 都喜欢他 小芳的性格也很好 不像其他孩子那样 天天欺负他 甚至很少会嘲笑他 十六岁那年 他采摘了一把夜花送给小芳 结果被大壮看见了 大壮是地主家的大儿子 而且已经跟小芳定了亲 大壮很生气 叫了几个伙伴 将他跟他的花 一起扔进了画粪池 他在画粪池里挣扎着 看着大壮和小芳 站在画粪池边 捂着鼻子嘲笑 好在他命不该绝 老夫妇及时找来 将他从画粪池里捞了上来 自此之后 他更加孤僻了 直到有一天 老夫妇捡回来一个受了重伤的男人 男人虽然伤得很重 但在老夫妇的照料下 慢慢恢复了 男人伤好后收他为徒 教了他易容术 制毒 还有修炼功法 他的天赋很高 学得很快 一年后 师父走了 离开前师父告诉他 你现在已经是强者 不要再被任何人欺负 谁再欺负你 就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师父走后不久 收养他的老夫妇病逝了 那天正好是小芳跟大壮成亲的日子 他埋葬了老夫妇 然后拿了一把刀走进了地主家 杀掉了所有人 只剩下一身大红喜福的新娘子 他想带小芳走 但小芳甩开了他的手 你是个魔鬼 你是只丑陋的怪物 不要碰我 小芳骂他是怪物 彻底激怒了他 他将小芳身上的婚服撕开 将他按在床上狠狠地发泄了一顿 然后扭断了小芳的脖子 之后 他便离开了村庄 江湖上从此多了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采花贼 听完叶清涵的故事 纪怀安心情有些复杂 性格善良的老夫妇 虽然收养了叶清涵 但却并不懂得如何教导他 并没有将他从深渊里拉出来 性格扭曲的叶清涵 最终还是变成了恶魔 不过这些都已成事实 无法改变 你师父叫什么 你后来有没有见到过他 纪怀安问 他没说过名字 我也没有再见过他 叶清涵回答道 他长什么样子 很普通 纪怀安又问了几句 并没有得到有用的线索 不过从叶清涵的描述来看 教他的应该是唐门叛徒唐河 我都如实说了 杀了我吧 叶清涵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一心求个痛快 纪怀安接着道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轻衣楼主是不是你下的毒手 轻衣楼主 他功夫太强 我暗中接触过一次 没有机会变退了 他死了吗 不是我下的手 叶清涵说 此时的叶清涵没有必要说谎 毒害五哥的果然另有其人 赵卜头 我问完了 他准备离开 快点杀了我 叶清涵急道 他看了眼惨不忍睹的叶清涵 叹了口气道 还有两天便会处斩 再熬两天吧 骗子 你这个骗子 快点杀了我 叶清涵大喊 想死可没那么容易 赵一刀冷笑了声 拎起旁边的一桶盐水 泼到叶清涵的身上 啊 叶清涵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 然后昏死过去 纪怀安没有再停留 赵一刀将他和红莲送出了牢房 今日之事 牢烦照不头了 小侯爷客气了 苏家大小姐都跟我说了 这次能抓到这个畜生 还得多亏了小侯爷出手 应该是赵某谢谢小侯爷才是 纪怀安抱拳道 赵捕头 在下先告辞了 赵一刀抱拳 小侯爷慢走 出了知府衙门 两人在街上闲逛 少爷 我们去哪 来苏州这么久 是不是该去苏家拜访一下 明明就是想去见苏大小姐 红莲撇了撇嘴 第132章 离去 苏州城东大街 这里街道十分宽敞 能容下数驾马车并行 每隔一段路便能看见一座豪宅 能住在这里的 明显都是贵族 纪怀安带着红莲来到一座大宅门口 大宅门口 蹲着两头正宅的石狮子 朱红色的大门 打满了金灿灿的铜钉 看上去十分气派 门楣上挂着一块流金牌匾 写着苏府二字 这里便是江南第一世家 苏家府邸 看上去比侯府强多了 纪怀安打量着气派的大门 带着红莲踏上台阶 设计而上 公子 这里是苏府 有何事 刚到门口 一名门卫上前拦住问道 在下前来拜访苏颖小姐 反请通报一声 纪怀安说 可有拜天 门卫问 纪怀安尴尬笑道 在下是苏大小姐的朋友 你就说是 扬州的纪公子前来拜访便可 公子稍等 家丁上下打量了一下他 然后进去禀报了 等了片刻 家丁快步跑了回来 纪公子 大小姐不在府中 不在府中 纪怀安愣了下 问 苏大小姐去哪了 小子不知 家丁回答 纪怀安犹豫着 要不要拜访苏家家主 只不过他对苏家家主一无所知 莫名其妙的拜访 有些奇怪 除非借用下老爹的名头 想了想还是算了 他冲家丁到 等苏大小姐回来后 反请告知一声 就说扬州纪公子来过 纪公子放心 小子一定将话带到 家丁说 他看了眼苏府的大门 带着红莲走了 看见两人离开 家丁眼睛咕噜噜一转 再次跑回府中 内宅花园 苏护副手而立 家丁快步跑来禀报 家主 打发走了 确定是纪家的小侯爷吗 苏护问 跟画像上的一样 他也自称扬州的纪公子 肯定错不了 家丁答道 做得很好 若是再来 知道怎么说吗 小子知道 苏护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挥了挥手 家丁立刻转身离开 纪服 偏听 宫里里节繁杂 我今天教你请安理和贵安理 请安理左手扶膝 右手下垂 右腿半跪 不可低头或歪头 双肩要平 无需弯腰 一个老嬷嬷站在厅中 一边说着 一边做着示范 苏颖穿着一身滑贵的衣裙 心不在焉地站在一旁 大小剑 你坐一边看看 大小剑 啊 苏颖回过神 尴尬道 容嬷嬷 可否再坐一遍 大小剑 宫中规矩甚多 一言一行都要谨慎 切不可如此马虎 对不起 容嬷嬷 我会好好学的 容嬷嬷点了点头 继续交了起来 街道上 纪怀安与红莲闲逛着 大上午的 不在府中去哪了 纪怀安心思着 问 前天晚上 我没有对苏大小姐做什么吧 还好 红莲说 什么叫还好 就是除了最后一步 都做了 什么叫最后一步 这小丫头 被自己带坏了呀 纪怀安红着老脸问 你说她是不是生气了 所以不肯见我 应该不会 为什么 因为她喜欢少爷 嗨嗨 小侯爷倾咳了两声 掩饰着心中窃喜 问 你怎么知道 我能看出来 红莲答道 小丫头骗子 纪怀安摸了下红莲的脑袋 两人在街上转了转 一直熬到傍晚才返回继府 因为回去太早 四个的三妻四妾 会缠着她给做媒 争着要为她介绍家中姐妹 为了躲避 她只能早出晚归 第二天 她又去了趟苏府 依旧得到苏大小姐不在府中的答复 第三天 叶清涵被公开处斩 小侯爷带着红莲去刑场凑热闹 本以为能遇见苏颖 但苏家大小姐依旧没有露面 原本她还想再拖几天再回扬州 但四哥收到侯府来信 五哥寄贫并威 让他们立刻回扬州 季阳准备了车马 准备明日一早动身 傍晚时分 纪怀安带着红莲再次来到苏府 想与苏颖道个别 齐公子 我家小姐不在府中 苏府大门口 家丁的回复依旧 早上不在 晚上也不在 她感觉苏颖是刻意躲着 不想见她 在下明日一早 便会离开苏州 麻烦将这封信 交给苏颖小姐 季怀安说着 拿出一封信递了过去 家丁接过信道 季公子放心 小子一定交到大小姐手上 多谢 季怀安带着红莲离去 两人刚走 家丁便拿着信来到那院书房 将信交给了苏护 苏护看也没看 直接点燃油灯 将信烧了 第四天一早 季府车马集结 季怀安在门口等了会苏颖 但苏颖并没有来 这让她有些失望 陈时 季阳带队 一行数十人离开了季府 出发前往扬州 苏府 西乡房 苏颖收拾了一下 准备出府 但刚出房门 便被容嬷嬷拦住了 大小姐早 今日我们学习皇家祭祀里 容嬷嬷 我想今天休息一天 大小姐 老爷特意交代了 这几天要抓紧时间学习 还请大小姐 不要让奴婢为难 容嬷嬷曾是皇太后的婢女 后来获得恩赐 被放出了宫 是苏尚书花了重金才说服了她 并将她送到了江南苏府 目的就是调教苏颖 虽是吓人 但毕竟做过当朝皇太后的婢女 连苏家家主对她都很客气 苏颖有些无奈 只能跟容嬷嬷前往偏厅学习礼仪 两人走出西乡院 迎面看见阿虎走来 大小姐 阿虎 有事 阿虎看了眼容嬷嬷 面露犹豫 嗨嗨 容嬷嬷提醒的咳了两声 道 大小姐 有什么事回头再说吧 苏颖早已感觉到有些奇怪 这几天一大早 容嬷嬷便来堵自己 似是特意阻止自己出门一班 此时见阿虎神色 立刻明白了什么 阿虎 什么事 她又问了一遍 也没什么重要的事 早上看见了祭府的马车 应该小侯爷要回扬州了 阿虎话音未落 苏颖身影一闪 飞奔而去 大小姐 你不能去 背后传来容嬷嬷的喊声 第133章 保重 驾 一袭白衣的苏颖 纵马飞驰 直奔城门口而去 她刚刚去了祭府 但队伍已经出发了 于是 她便纵马追去城门的方向 出门前 容嬷嬷的话她听到了 她知道自己现在不该去见小侯爷 但听到小侯爷要离开的消息 她根本无法控制自己 那个家伙明明没什么优点 整天吸引笑脸 说话有嘴滑舌 自己以前最讨厌这种顽固了 但为什么对她例外 她从小聪慧 懂事 知书 打理 加上她的身份 从未有男子敢向小侯爷那般对她 想到两次亲密接触 情窦初开的少女 内心燃烧着一团火 虽然她一直都是个很理智的人 她知道自己有婚约在身 而且是不可能退掉的婚约 应该避免继续沦陷下去 但她要走了 也许这一次便是永别 无论如何 自己要再见她一面 与她说声告别 一定要等我 小侯爷嬉皮笑脸的样子 浮现在她的脑海 城外十里 小侯爷骑着马 落在队伍的最后方 时不时回头看向城门口 前方车队 已经将她圆圆甩在了后面 苏小姐应该不会来了 红莲说 谁说我在等她了 被戳穿心思 她有些懊恼 苏颖没有来 让她很失落 那少爷是在等谁 谁也没等 是这马跑得慢 她气得瞪了小丫头一眼 非得接自己老底吗 红莲玩耳一笑 苏周也不算远 等有空了再来便是 驾 她气不过一打马 追向前方的车队 少爷 好像是苏小姐追来了 背后传来红莲的声音 她以为是红莲在逗她 气得哼了声 不过还是忍不住回头 看了一眼 顿时愣住 只见官道的后方 一匹快马飞驰而来 马上坐着一个白衣少女 虽然因为太远看不清样貌 但这英姿飒爽的身影 很熟悉 驾 她迅速掉头 侧马迎了上去 于 官道上 两匹快马迎面停了下来 马上的两人四目相视 这一刹那时间 仿佛定格了一般 你来了 纪淮安率先开口 打破了沉默 我来送你 要走怎么也不说一声 苏颖问 纪淮安一听 便知道了其中的玄机 应该是苏家暗中阻挠 她与苏颖见面 想象也是 自己名声太差 苏家自然看不上 她这个顽固小侯爷 不过她并没有猜到 关键的原因 一起走走 她没有解释 嗯 苏颖点了点头 两人翻身下马 苏颖一路追了十里 风尘仆仆 额头微微渗出汗珠 她走到苏颖面前 心中一暖 抬手擦了擦她俊美的额头 怎么不多留几天 苏颖问 家里有事 为何不说一声 我去过府上 还给你留了封信 苏颖一听 立刻明白了 对不起 她歉疚地轻咬了下珠唇 我们还是见面了 说明我们的缘分 谁也阻止不了 纪淮安嬉皮笑脸道 苏颖白了她一眼 然后情绪低落 也许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等过完年 她便要入京与太子成亲 到时候成了太子妃 进了皇宫 此生便不可能再见面了 纪淮安并不知道这些 笑道 不用搞得这么悲伤 苏州 扬州也不过数日入城 我会再来看你的 苏颖看着她 抿了下珠唇 没有解释 两人牵着马 并肩行 边走边聊着 也不知走了多久 纪淮安停下了脚步 宋君千里 终须一别 就送到这里吧 好 苏颖看着她 没有动 怎么了 她感觉到 苏颖情绪有些不对 可以抱抱我吗 苏颖神色动容地看着她 对于苏大小姐这种要求 小侯也怎么可能拒绝 她不仅不会拒绝 还要超额完成任务 一手抱住苏颖的仙妖 一手轻抚着她俊美的脸颊 目光轻略地盯着她的眼睛 不要 苏颖刚一开口 小侯也火热的双唇 便稳了上来 她身体一僵 身体如触电般的苏麻 大脑更是一片空白 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但她无法抵挡她炙热的气息 小侯也很温柔 经验也很丰富 很快便攻破了她紧咬的齿关 香精入口 像暴风雨般 令她惊慌失措 但这种感觉 又是那么奇妙而美好 她缓缓地闭上眼睛 紧紧抱着她 胶躯一阵站立 非礼物事 不远处 红脸撇过目光 两久 她快要无法呼吸了 才一把推开她 一向阴气勃勃的苏大小姐 此时满脸潮红 羞怯可人 惹人怜爱 她忍不住抓住她的手 认真道 英儿 我会再来找你的 苏颖咬牙道 小侯也 我们到此为止吧 不要再来找我 刚亲完就翻脸不认人吗 继怀爱笑道 那可不行 你亲了我 要对我负责 小侯也 不要再来找我 后悔无期 保重 苏颖抽回手 翻身上马 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打马飞驰而去 这女人 怎么了 看着白衣飘飘的少女背影 她愣在原地 却不知 马上的苏大小姐 双目微红 两颗泪珠滚落而下 纵使她是小侯也 两人也不可能在一起 缘分已尽 忘了我吧 以她的性格 也许很快就会忘记 自己也该放下了 不要回头 就当是做了一场梦吧 驾 她纵马飞驰 很快便消失在 关道的尽头 少爷 苏小姐已经走远了 两久 红莲的声音 突然出现在耳边 将她唤醒 纪怀安回过神 喃喃道 怎么感觉她 有些不对劲 肯定是舍不得少爷离开 红莲说 确实有不舍的情绪 但她感受到 更多的是无奈 是因为苏家主的阻碍吗 以自己小侯爷的身份 苏大小姐吧 等回去让老爹帮自己提亲 渣男 自己好像有婚约在身 反正是要退婚的 想到韩之府遇刺 也不知道韩一怎么样了 这个时候退婚 是不是不合适 真不行 都要了就是 少爷 你笑什么 咳 没什么 走吧 回家 两人翻身上马 纵马飞驰而去 第134章 归来 苏府 行堂 苏护坐在上手 一脸严厉之色 行堂两侧 站着十多名护卫 中央的行架上 吊着一个魁梧的大汗 正是阿虎 阿虎赤着上身 露出有黑而又精壮的肌肉 他的双手被吊在行架上 嘴里咬着一块破步 一名家丁手指皮鞭 站在他的身后 不停地挥动着鞭子 啪啪啪 鞭子如同毒舌般 一边接一边抽在阿虎的后背上 留下一道道血痕 阿虎痛得青筋突起 额头冷汗淋漓 但他紧咬着破步 一声不吭 二十几鞭子之后 阿虎的后背已经血肉模糊 两侧的护卫 全都低着头 不忍直视 住手 一声大喝传来 一袭白衣的苏颖冲进来 一把将灰边的家丁推开 爹 你干什么 苏护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不急不慢道 违反家主命令 正常处罚而已 阿虎向来忠心耿耿 不可能 他说着 碰到父亲的眼神 立刻明白了 是阿虎通知了 他小侯爷的讯息 很显然 父亲暗中下过令 阻止自己跟小侯爷接触 难怪阿虎告诉他小侯爷消息时 神色有些闪烁 爹 这不怪阿虎 是我的错 你要处罚就处罚我吧 苏颖咬牙道 你也知道错了 苏护重重地放下茶杯 不瞒地哼了声 接着道 你今日之错 只是连累阿虎受一顿鞭刑 若是等到他日 会让我们苏家万劫不复 听着父亲的话 他大脑嗡的一声 身体摇摇欲坠 他知道父亲说的没有错 是他太自私了 父亲 也儿不会再犯了 请饶了阿虎这次 走到行架边看了眼阿虎 念在你对大小姐忠心耿耿的份上 这次到此为止 若是下次再犯 你知道后果 谢家主宽恕 苏护转队女儿道 记得好好跟着容默默 学习宫理规矩 女儿会好好学习的 苏护点了点头 转身走出行堂 他立刻让人将解开绳索 将阿虎放了下来 阿虎 你怎么样 大小姐 我没事 快去拿上药 叫孙大夫过来 一课钟后 阿虎已经被抬进了房间 孙大夫帮忙上了药 包扎好了伤口 大小姐放心 阿虎没有大爱 休养十天半个月便能恢复 有劳孙大夫 送走孙大夫后 苏颖来到床边 签就道 对不起 是我连累了你 阿虎尴尬道 大小姐严重了 阿虎的命是大小姐救的 这点伤算什么 你明知后果 为何还要告诉我 苏颖问 阿虎犹豫了一下 回答道 属下一直跟着大小姐 知道大小姐的心思 不想让大小姐留下遗憾 苏颖有些惊讶 没想到 这个粗犷的汉子 竟有一颗细腻的心 阿虎 谢谢 他感激道 阿虎憨憨一笑 做贼般的问 见到小侯爷了吗 嗯 见到了 苏颖想了想 好奇的问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大小姐每次见到小侯爷 都会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 有吗 有的 我不会看错 苏颖不禁有些耽课 阿虎忙道 这里是下人的房间 大小姐不宜久呆 免得让人说闲话 那你好好休息 我明天再来看你 苏颖说着 离开了房间 十天后 纪阳率领着车队 回到了扬州 纪府 内宅房间 纪平躺在床上 一脸消瘦 皮肤有种失去了血色的惨白 看上去一副病腌腌的模样 有种说不出的虚弱之感 纪怀安 纪阳在一旁看着 一阵揪心 五少爷刚服了药 睡下了 福伯说 五哥的毒不是已经解了吗 为何会变成这样 纪怀安不解地问 出去说吧 福伯带着两人走出房间 五哥得了什么病 纪怀安心急地问 福伯叹息道 五少爷的身体没有病 是心病 有些人生来便是熬翔九天的 天空才是他们的世界 纪平便是这样的人 失去了修为 对他来说 就像是一只熊鹰 失去了翅膀 离开了江湖 被困在这侯府 对他来说 就像是熊鹰失去了天空 又或是龙困浅滩一般 生不如死 纪怀安 纪阳听着福伯所言 心情格外沉重 五弟现在情况如何 纪阳问 大夫说 如果不解开心中欲结 五少爷恐怕时日无多 福伯一脸悲伤道 因为纪平的情况十分糟糕 整个纪府都笼罩了一层阴霾 所有人都失去了 以前的欢声笑语 老侯爷也病了 好在情况并不严重 老四 老六一同回家 终于让老侯爷 展露了一丝笑颜 看望完老侯爷后 纪怀安回到东乡院 直奔旁边的偏院 平儿正搀附着陆月 在院中散步 陆月已经怀孕了七个月 挺着凸起的小腹 脸上挂着幸福 而又期待的笑容 小侯爷出去这么久 还不回来 真是的 平儿不满地撇了撇嘴 肯定是有事耽误了 陆月为其开脱道 能有什么事 比小姐和孩子更重要 我看肯定是在外面 勾打谁家姑娘 好了 不得乱说 陆月正说着 突然看见一个人影 飞步跑来 啊 是小侯爷 平儿惊喜地喊道 月姐 我回来了 纪怀安跑过来 轻轻将她抱在怀里 小安 你轻点 陆月紧张地护着小腹 小家伙怎么样 乖吗 乖 陆月说着 表情微变 怎么了 小家伙在踢我 我看看 他兴奋地摸了摸 又将耳朵凑到小腹上听了听 小家伙知道爹爹回来了 在跟我打招呼 怎么可能 陆月无嘴偷笑 陆月 房间大床上 他亲吻着月儿性感的珠唇 顺着雪景 一路稳到凸起的小腹上 别闹 现在不行 才七个月 可以的 要不让平儿来陪你 这也行 纪怀安坏笑道 会不会有点挤 哼 你还当真了 可 我说笑的 今晚 我要好好伺候我的孕儿姐 虽然怀胎七月 但孕儿姐的魅力丝毫不减 多了一丝成熟的风韵 反而更加诱人 也更加可口了 第135章 落魄的寒家 陈时 侯府花园 纪阳扶着老侯爷在园里散步 老侯爷的腿有些微瘸 是上次苦肉计留下的病根 苏州那边情况如何 老侯爷问 苏州很安稳 跟扬州这边差不多 不过回来这一路 有些不太平 从苏州回到扬州的途中 不少地方变得很混乱 而且 冯山必有匪 不过短短半年 江南很多地方都变得混乱了 陆门山的天王军 实力越来越强 恐怕会成为祸患 纪阳说道 银商最怕的就是动乱 这段时间 商盟生意急转直下 还被山匪抢了不少货物 好在报社发展顺利 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老侯爷沉着眉道 我最担心的是 陛下改革太过冒进 会造成朝局不稳 让他们有机可乘 大旗各地 都是由门阀势力把持着 一旦齐皇要动他们的利益 势必会引起大规模的混乱 社会一旦大乱 将会民不聊生 父亲 您赞同陛下改革吗 纪阳问 老侯爷叹道 改革本身没有错 不过要想成功 恐怕要死很多人 纪阳点了点头 还好我们远离了京都 老侯爷想了想提醒道 这段时间多收购些粮食 多见几束粮仓 已经存有半年多的粮草 够用了吧 不够 多存现 越多越好 有这个必要吗 这些年 江南风调雨顺 又无战事 半年当然足够了 一旦出现大规模的混乱 若再出现个天灾什么的 就远远不够了 天灾 纪阳愣了下 每逢战乱 必有天灾 老侯爷忧虑地说 纪阳点了点头 我会多储备些粮草 老侯爷想了想 又问 小安这次出去表现如何 六弟长大了 做事很有分寸 哼 他若有分寸 就不会插手唐门的事 六弟跟随唐宗主学艺 师门有难 自然不能袖手旁观 还不都是你出的馊主意 唐门之事 是陛下不查 江南变得混乱 也是因唐门血案引发的效应 不知道陛下怎么了 尽出些昏招 闭嘴 陛下也是你能忘义的 你有几个脑袋 老侯爷气得瞪了纪阳一眼 纪阳嬉皮笑脸 嗨 又没外人在 你好得不学 学老六那个小魂球 老侯爷骂道 阿梯 纪怀安打了喷嚏 醒了过来 怀里的陆月儿睡得正香 他亲手轻脚跌下了床 正准备穿衣服 平儿走了过来 小侯爷 我来吧 他是小姐的贴身丫鬟 小姐现在是小侯爷的女人 他自然有义务伺候小侯爷 不过小丫头还是第一次伺候男人 他拿起小侯爷的内衬 看着光溜溜的小侯爷 羞红着脸 有些不知所措 我自己来吧 看到平儿的囧态 自顾自地穿了起来 这段时间 孕儿姐怎么样 他问 小姐挺好的 就是很思念少爷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能伺候小姐 是我的福分 小丫头见他穿好内衬 拿起外衣帮他穿了起来 接着又打水伺候他梳洗了一番 好好照顾孕儿姐 有什么需要直接跟我说 嗯 离开片院后 纪怀安直奔内宅 看望老侯爷 纪阳正在陪老侯爷 在花园时散步 爹 四哥 走 他乖巧地扶着老侯爷的另一只胳膊 太阳都晒屁股了 还早 老侯爷瞪了他一眼 纪阳打圆场道 六弟这不刚回家吗 他黑黑笑道 还是家里好 睡得踏实 老侯爷想起一件事 突然开口道 今日去韩家一趟 给韩大人祭拜一下 纪怀安点了点头 他与韩大小姐已经定亲 岳父大人遇难 自当前去祭拜 爹 是何人所为 查出来了吗 他问 老侯爷摇了摇头 凶手十分老辣 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纪阳不解道 韩大人向来围观清廉 谁会向他下毒手 能够神不知鬼不觉的 潜入知府衙门行凶 绝非一般人 纪怀安说 如今各地都不太平 你们出门也要小心 老侯爷叮嘱道 父子三人闲聊了一阵 纪怀安又去看望了下五哥 然后带着红莲出了门 离开数月归来 扬州城并没有什么变化 很快 两人来到一处大门口 红莲说道 少爷 就是这里了 之前的韩府是关宅 韩知府遇害后 便已腾出来 让新任知府住了进去 纪怀安看了下大门 这是一处不错的宅院 韩大人生前清廉 并没有什么积蓄 这座大宅是侯府的产业 是老侯爷 安排让韩家众人搬了进来 暂住在此 红莲敲了敲门 扮上 大门才打开 小侯爷 开门的是韩依依 看见小侯爷不禁愣了下 虽然过去了几个月 不过韩依依仍然穿着校服 看上去有些憔悴 我来看望一下你和伯母 但却十分冷清 韩之府死后 几个夫人和小妾分了银两 各自散了 住在这里的 仅有韩依依和她娘亲两人 仅有两个丫鬟 还是侯府派过来的 小侯爷来了 快请坐 依依 快去泡茶 看到纪怀安到来 韩夫人很是热情 三十出头的韩夫人 穿着一身素服 面容虽有些憔悴 但却无法掩盖成熟的风韵 母女两人长得有七八分相似 两人站在一起 像是姐妹一般 这么年轻就守寡 韩夫人坐到她对面问 纪怀安尴尬地收回目光 昨日傍晚才回 怕太晚了 不便打扰 所以今日才来 伯母 还请节哀 韩夫人悲伤道 都是命 韩依依泡了茶端过来 小侯爷是来退婚的吧 娘 去把婚书拿出来 韩夫人愣了下 急道 依依 你胡说什么 韩小姐 你误会了 我是来看望你和伯母 然后想去祭拜一下韩大人 第136章 年轻的岳母 承熙 同山墓地 纪怀安在坟前点上香烛 烧完纸钱 然后接过红莲递过来的一杯酒 走到墓碑前 直接墓碑上写着 亲命扬州之府 从四品 受朝一代府 韩免之墓 墓碑下方 还写着很多密密麻麻的小字 离开时还活得好好的 不过短短数月 便埋进了土里 只能说 人生无常 大肠包小肠啊 韩免正直壮年 又是难得的清官 就这样死了 实在是太可惜了 纪怀安将酒水 洒在墓碑前 心道 岳父大人请放心 我会照顾好依依的 祭拜完韩大人后 他看了眼旁边 一脸悲伤的韩依依 对不起 我应该早点回来 你早点回来 有什么用 可以多陪陪你 韩依依看了他一眼 道 我已经不是支付千金了 配不上侯府 你确定不退婚 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哀 就是 女子所拥有的一切都是 依附于男子 韩家失去了韩免 瞬间沦为普通阶层 韩依依也不再是千金大小贱 韩免为官清廉 死后家中几乎没有积蓄 也没有其他权势可以撑腰 如果不是与侯府结亲 有侯府相助 以他们母女的姿色 结果会很悲哀 不退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我也不会强迫 之前他曾说过 找个时间退婚 是因为韩依依宁死 也不肯嫁给他 经历了江宁城的遭遇后 韩依依对他明显有了些变化 韩依依看了眼目悲道 我要为父守孝三年 暂时不能成亲 按照原定的婚期 两人下个月便要成亲 但现在韩依依次身故 按照大旗礼法 为出嫁的女子 至少要为父守孝一年 贵族一般都是三年 听到韩依依的话 她愣了下 这意思是愿意嫁给自己 她忙道 那就等三年 韩依依点头道 好 回去吗 陪我待会儿 好 两人走上山顶 并肩坐在山顶的一块石头上 韩依依拿着酒坛 仰头喝了两口后递过来 小侯爷接过来 也喝了几口 韩依依看了他一眼 你变了很多 人都是会变的 嗯 我小时候很任性 每次闯祸 爹爹都会包容我 我家老爷子凶得很 那你怎么会变成了个混蛋 这 两人一边喝着酒 一边闲聊着 也不知过了多久 韩依依醉了 依靠在她的肩膀上 她本能地搂着韩依依柔软的先腰 依依 她喊了两声 见韩依依没有回应 侧目一看 只见韩依依闭上了眼 落日余灰映照着她红扑扑的脸蛋 娇媚动人 喝醉了 怎么下山呢 她拦腰一把 将韩依依抱了起来 还好 这女人很轻 半个时辰后 她抱着韩依依回到了大宅 小侯爷 依依怎么了 韩夫人看见小侯爷抱着女儿回来 吓了一跳 伯母 依依喝醉了 不用担心 喝醉了 韩夫人用怪异的眼神看了她一眼 纪怀安有些心虚 自己光明正大 心虚什么 她忙抱着韩依依进了房间 将韩依依放到了床上 伯母 我先回去了 她刚要走 被韩夫人一把拉住 小侯爷 依依不懂事 如果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 还请小侯爷 不要跟她一般见识 没有 伯母不用担心 那你和依依的婚事 依依说 要守校三年 三年太长了 守校一年便可 不能耽误你们的终身大事 好 我听伯母的 韩夫人一听 奥然一笑道 那我改日去见侯爷 重新定个日子 三十多岁的年龄 正值风韵犹存 韩夫人虽然穿着一身素裙 但身材太好 抹胸拉得有些低 白皙的沟壑 晃得她一阵眼花 脑海里本能地冒出几个字 年轻的岳母 韩夫人注意到她的目光 羞涩收回手 小侯爷老脸一红 伯母 我先回去了 要不 晚上留下来吧 韩夫人说着 颇有深意地 看了眼床上的韩依依 韩免一死 韩家瞬间从云端跌到谷底 现在侯府是他们母女最好的依靠 韩夫人很担心她会退婚 有此心思 倒也能理解 年轻的岳母想多了 若是想占便宜 她又何必将韩依依送回来 自己可是正人君子 咔嚓 天空中闪过一道惊雷 吓得她一个机灵 次日一早 晨光穿过窗帘 照亮了房间 韩依依睫毛轻颤 猛地惊坐起来 一看是在自己的房间 她慌忙摸了下身上的睡裙 醒了 韩夫人正好推门走了进来 见韩依依的神情 解释道 你昨天喝醉了 我帮你脱的外衣 娘 我怎么回来的 昨天傍晚 小侯爷送你回来的 她送我回来的 韩依依有些不幸 以前为了得到自己 给自己下药这种事都干得出来 现在送到嘴边 竟然没有碰自己 韩夫人似是看出女儿的想法 坐到床边道 我看小侯爷对你是真心的 她对哪个女人不是真心的 韩依依撇了撇嘴 韩夫人叹道 男人吗 哪个不是三妻四妾 只要她带你好 不就行了 现在咱们家的情况 小侯爷还愿意明媚正娶你过门 已经十分难得了 娘 我知道了 不要再说了 韩依依依拉被子 将头蒙住 季府 花园 一大早 小侯爷推着轮椅上的季萍 在花园中散步 小侯爷和季阳回来后 季萍精神好了些 身体也恢复了活力 还是家里好 外面乱得很 扬州有好吃的 到处都是美女 四哥 下午我带你去逛青楼怎么样 你都快当跌了 还去青楼 不是有句话吗 人不风流往少年吗 他故意说这些话 是想让季萍能够解开心中欲竭 接受接下来的普通生活 你抓到的叶清涵 是他吗 季萍突然问 季怀安犹豫了一下 摇头道 应该不是 没有剑伤 我也觉得不是 季萍点了点头 他也早有此怀疑 五哥 我保证 总有一天 我会抓到他的 到时候帮我以牙还牙 必须十倍奉还 第137章 死亡与新生 季府花园 季怀安推着轮椅上的季萍 边走边聊着 不一会 一袭黑裙的男烟走了过来 欧主 男烟虽对着两人行礼 但他的眼神是看向季萍的 而且 眼神跟看小侯爷时 完全不同 他看季萍的眼神 有光 男烟 我还有事 五哥就交给你了 他当然看得出来 男烟对五哥的感情 趁机将轮椅交给了男烟 给两人让出空间 男烟接过轮椅 推着季萍在花园中散步 两人都没有说话 侯府 跟我想的有些不一样 半晌 男烟开口打破了沉默 你想的是什么样子 季萍问 男烟答道 严肃 富丽堂皇 规矩多 你说得像皇宫 季萍微微一笑 又道 其实规矩也不少的 规矩是给下人定的 因为季萍的关系 男烟自然感受不到 楼主 你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吗 十一岁前在京城 十年前才来到扬州 京城 繁华吗 记忆中很繁华 不过 我更喜欢江南 我还从未去过呢 以后可以让小安带你去看看 男烟沉默了一下道 我想留在这里 季萍也问 清一楼现在怎么样 还好 小侯也不太管事 他跟楼主差别很大 所以你要多帮帮他 楼主 我想留在你身边 男烟又说了一遍 季萍沉默了两久 问 男烟 你还记得我创立清一楼的初衷吗 行侠仗义 除暴安良 给那些被遗弃的孤儿 一个安身之所 男烟不敢忘记 六年前 他被抓进了臭名昭著的何欢宗 那时他不过十二岁 阴森恐怖的地牢像是地狱一般 但地牢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何欢宗的人 不 他们不是人 是禽兽 是魔鬼 看着一个个年轻的姐姐被折磨凌辱 他害怕得浑身颤抖 在深深的恐惧中 两个禽兽将魔爪伸向了他 就在他绝望之时 一个清一男子出现在他的视线中 清一男子一剑斩杀了两名禽兽 救下了他 他永远不会忘记 那一天发生的事 那天 清一男子一人一剑 灭了整个何欢宗 当地牢里的所有少女 都被救出来时 整整有六十多人 清一男子看着这些可怜的孩子 有些不知所措 他将何欢宗内搜出来的银两 全部发给了他们 但却无一人离开 他们都是孤儿 无处可去 正在清一男子 不知该如何安置他们时 是他走了出来 大侠 我想跟着你学武 跟着你一起杀坏人 紧接着六十多名少女 都跟着他一起跪了下去 既凭向往自由 无拘无束 他想一人一剑潇洒的仗剑天涯 但那一刻 他神色动容了 最后他选择收留了这一堆脱油瓶 他创建了清一楼 给了他们一个安身之所 他亲自教他们习武 带他们一起行侠仗义 除暴安良 短短几年时间 清一楼便在江湖上 闯出了一片天地 他凭借着出色的天赋和努力 得到了楼主的认可 成为了楼主身边最亲近之人 每次看到楼主 便是他最幸福的时刻 楼主出身高贵 他很自卑 从不敢表露自己的爱慕之心 不过不要紧 只要能陪在楼主身边 他就已经很满足了 南烟 清一楼需要你 你不能一直留在这里 清一楼还有很多人 不差我一个 小安刚接手清一楼 你要帮我看着他 这个任务 可以交给西凤姐姐 纪平又沉默了良久 南烟 我已时日无多 少女郊躯一颤 如遭雷击 既凭精神好转 更像是回光返照 三天后的早晨 清一少侠没有再醒过来 有些人是无法被困住的 他们生来便属于天空 一旦失去了自由 对他们来说 就已经失去了生命 清一少侠 天纵奇才 六岁习武 九岁入门 十一岁的内力 便已超过了一班江湖高手 年轻一辈 无出其右 十七岁踏入江湖 行侠仗义 除暴安良 他剑条杀手解影 斩玄鹰双魔 灭黄和四鬼 一人一箭捣毁何欢宗 救出数十名被拐卖的少女 创立清一楼 他的生命虽然短暂 但释放出了璀璨的花火 给无数落难的孤儿 带来了光明 承熙 铜山中又多一了块心目 纪平走的那天 天雷不止 暴雨下了一整天 像是在为天才陨落而哭泣 清一楼中数百人赶来祭拜 悲伤淹没了整个扬州城 南烟在墓碑前 守了七天七夜才离开 纪平走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 老侯爷 九夫人全都一病不起 整个侯府陷入浓重的悲伤之中 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 丫鬟婆子们说话 走路都不敢发出太大的声响 像是怕惊扰了神灵一般 所有人都被压抑的大气不敢出 每一天都过得无比压抑 直到三个月后 一声婴儿的啼哭响起 才慢慢驱散了这座大宅中 浓重的悲伤 陆月儿生了 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老侯爷给取了个名字叫纪永恩 小家伙长得很漂亮 出生时第一声啼哭非常响亮 不仅驱散了侯府的浓重的忧伤 还给侯府带来了欢声笑语 特别是老侯爷 原本病奄奄的身体 因为小家伙的到来 很快恢复了活力 九夫人也展露出笑颜 两人每天都要陪着小家伙玩很久 小家伙的到来 让侯府充满了喜庆 老侯爷心情好了 下人们也都松了口气 之前压抑的气氛一扫而空 侯府重新焕发出生机 第一次喜当爹 纪怀安也很兴奋 同时也感受到了一种 从未有过的责任 当来到这个世界时 他想着吃喝玩乐 纵翼花丛 逍遥自在地过一生 现在喜当爹 看着小家伙明亮的大眼睛 盯着自己 有种莫名的压力 当看到小家伙 被所有人重心捧月般地捧在掌心时 他开始担心 小家伙长大后 会变成之前的顽固小侯爷 在这个世界有了血缘 他的很多想法也在慢慢改变 也许 这就是所谓的成熟吧 第138章 老侯爷焕发第二春 季永恩满月后 老侯爷亲自主持 给小家伙办满月酒 因为陆月儿的身份关系 他只能以度娘之名侍人 出身轻楼 自然不可能做小侯爷的正妻 甚至连妾的名分都没有 所以 小家伙的满月酒 没有邀请外人 除了侯府的少数亲朋外 只邀请了韩夫人与韩依依 虽然人不多 但满月酒办得十分热闹 一大早 侯府府上张灯结彩 起字贴满了门窗 丫鬟 婆子 家丁 护卫 全都领到了一个大红包 一个个干净十足 陈时 韩夫人带着韩依依 拎着礼品来了 对于小侯爷 给花魁娘子赎身这件事 之前韩大人在世时 还颇有微词 如今韩家 只剩下他们母女二人 自然不会有什么想法 小侯爷亲自来到门口迎接 看到韩家母女 她眼珠子差点掉了下来 两人都是一身盛装打扮 穿着相似的绣花长裙 佩戴着精美的发饰 一个年轻貌美 宛若仙子 一个风雨妩媚 光彩照人 特别是年轻的岳母 盘着精美的发际 头插筋不摇 熠熠生辉 步履之间 风雨的身姿摇曳 浑身散发着成熟的韵味 风情万种 韩夫人不过三十出头 两人一并走来 像集了一对姐妹花 伯母 依依 你们来了 恭喜小侯爷 喜得贵子 韩夫人热情洋溢 谢谢伯母 您今天真漂亮 纪怀安嬉皮笑脸道 韩夫人羞涩地抚了下发丝 小侯爷真会说话 依依 还不快给小侯爷道喜 韩依依白了她一眼 声音地吐出两个字 恭喜 未婚妻恭喜恭喜 自己喜当爹 这种感觉十分奇怪 伯母 依依 里面请 旁边的下人接过礼品 纪怀安引着两人来到大堂 老侯爷正在招呼着客人 看到韩夫人 眼睛猛得一亮 恭喜侯爷 贺喜侯爷 韩夫人行了个标准的万福礼 韩夫人不必多礼 老侯爷迅速扶住韩夫人的手腕 韩夫人有些受宠若惊 看到老侯爷盯着她的眼神 心中莫名地有些小鹿乱撞 老侯爷已经虽已年近五旬 但身材保持得不错 长得也好看 四方脸 美虚然 威风凛凛 很有男子气概 几人寒暄了一番 很快便开席了 不知道是谁的安排 韩夫人正好坐在老侯爷的旁边 老侯爷兴致很高 喝了不少酒 宴席一直持续到喂食材结束 宴席散后 老侯爷带着韩夫人去那院赏花 顺便商谈一下小侯爷与韩依依的婚事 纪怀安带着韩依依来到东乡院看望孩子 小家伙正躺在窑床里 手舞足蹈 陆月儿在一旁守着 看到纪怀安带着韩依依走进来 两女看见对方 全都愣住 两女还是第一次见面 原本韩依依对陆月儿有不小的偏见 毕竟对方是青楼女子 自己是大家闺秀 知府千金 但见到陆月儿时 他终于明白 小侯爷为何会为一个青楼女子失迷了 这样的女子 恭喜姐姐 韩依依率先回过神来 你是韩小姐 陆月儿猜了出来 韩依点了点头 我来看望永恩 妹妹 快过来 陆月儿拉着韩依依走到摇床边 两女逗起了孩子 把小侯爷晾在一边 还好 场面很和谐 纪怀安提着的心放了下来 若是放在前世 不敢想象 半个时辰后 纪怀安送着韩依依出了房间 天色渐晚 韩依依准备回家 但两人在侯府找了一圈 没有找到韩夫人 最后还是三姑告诉他们 说看见老侯爷带着韩夫人 去了那院书房 应该是商量婚事 纪怀安带着韩依依来到书房门口 爹 他轻轻推了下门 发现门从里面拴上了 大白天的 怎么拴着门 他正想敲门 听到里面传了一声 撩人心魂的声音声 作为一个老司机 这声音 他可太熟了 难道老侯爷跟韩夫人在开车 想到席间老侯爷看韩夫人的眼神 怎有可能 他心思着不禁有些哭笑不得 果然不是一家人 不禁一家门啊 怎么了 身后的韩依依 见他站着不动 疑惑地问 我们去大厅等会儿吧 他转过身 正准备带着韩依依离开 这时书房里又传来一声声音 这一声叫得很大 我靠 老侯爷如此威猛吗 他顿时一阵口干舌燥 走吧 韩依依满脸飞红 转身便走 他显然也听见了 而且懂了 纪怀安回头看了眼书房门 然后追着韩依依走了 两人并没有听错 此时书房里正上演着一幅活春功 老侯爷抱着韩夫人 正在做着酣畅淋漓的活赛运动 两人原本在书房谈着子女的婚事 他们一个失去了丈夫 一个失去了儿子 也许是悲伤加上酒精的作用 他们谈着谈着便开始相互安慰 然后慢慢靠近 相互慰藉 接着便不受控制起来 也不知过了多久 随着老侯爷一声怒吼 书房里终于安静下来 两人相拥了很久才慢慢分开 韩夫人 结束后 酒精沙场的老侯爷竟有些不知所措 奴家是自愿的 能得侯爷垂帘 是奴家的荣幸 韩夫人穿好一裙后 拿起老侯爷的衣服 温柔地帮他穿戴起来 韩夫人 侯爷 叫我秀娟吧 韩夫人本名吴秀娟 此时再叫韩夫人 两人都会尴尬 秀娟 要不住过来吧 吴秀娟摇了摇头 会让人说闲话 奴家别无他求 侯爷若是有空 常去看望奴家便可 好 我会常去看你的 老侯爷点了点头 两人整理好衣服 一起来到大堂 计怀安一看 韩夫人满脸娇羞红韵 无比动人 再看老侯爷 容光焕发 精神饱满 没有丝毫萎靡之态 韩夫人与韩小姐行了个礼 到此离去 臭小子 你笑什么 老侯爷一巴掌拍在他的头上 恭喜爹爹焕发第二春 可喜可贺 他给老侯爷 抛去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然后撒腿就跑 第139章 新年 京城杀鸡 卯时 东乡房 温暖的被窝中 红莲想要起床 但被一双有力的臂膀 从背后紧紧抱住 天还没亮 再睡会 他搂着红莲 大手抚上两座饱满的御风 凑到红莲的耳边挑逗道 红莲 你疯满了 少爷 来起床修炼了 现在外面还一片漆黑 再等等 他抚摸着怀里的郊区 划过平坛的小腹 探入丛林 红莲郊区一颤 发出一声英宁 小侯爷情绪被点燃 瞬间血脉纷张 他调整了一下姿势 缓缓进入了桃园秘境 半个时辰后 一缕晨光穿过窗帘 点亮了房间 他不想起床 此时他理解了一句诗 春宵苦短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早朝 如果自己当皇帝 肯定是个沉迷于酒色的昏君 习武不可一日荒废 红莲强行将他拉了起来 伺候着他穿衣梳洗 如果自己是昏君 这丫头就是个敢于直见的忠臣 每天早上按时拉他起床早朝 看着红莲娇羞而又认真的模样 他暗自庆幸 有这样一个女子在身边 是多少男人梦寐以求的梦想 要是累了 就看着我练就好 不累 他拉起挂在墙上的长剑 红莲玩耳一笑 走过去打开房门 一阵寒风灌入 映入眼帘的是白茫茫的一片 下雪了 红莲惊喜了跑了出去 雪不大 还没有鞋底后 虽然天气有些冷 但他与红莲都是习武之人 这点含义并不在意 红莲在雪地里捂着剑 微风吹落树上的雪花 从空中飘落 场景很美 看见 他纵身一跃 刷的一声拔剑刺向红莲 这几个月来 经过福伯的指点 加上红莲的陪练 他的剑术已经有所小成 若是动用混元内力 红莲已经不是他的对手 两人像往常一样 练习了半个时辰左右 接着去陪路院吃了早饭 又抱着小家伙玩耍了一阵 享受着天伦之乐 陈时三刻 他带着红莲出了猴府 一场小雪 不仅没有让街道变得冷清 反而更加热火朝天了 已经到了腊月 到处都洋溢着新年的气息 这是他来到这里的第一个新年 纪淮安带着红莲沿着街道走来 一路上买了很多东西 特别是小孩子的玩具 衣物 他看见就想买 有钱就是任性 这个怎么办 他来到一个卖真制品的摊位 拿起一条围巾问 一两银子 这是最好的棉线汁的 暖和 摊主热情地推销着 他拿着围巾转过身 围到红莲的脖子上 怎么样 暖和吗 嗯 暖和 红莲窃喜地点了点头 我要两条 他取了二两银子交给摊主 然后又选了一条 片刻后 两人来到报社 直奔三楼总编室 不能厚此薄笔 另一条围巾自然是给赵雪买的 自从进入了报社后 赵雪仿佛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 他进总编室时 看到赵雪埋头在堆积如山的稿件中 这让他仿佛看到了前世的女强人 悄悄来到赵雪身后 他将围巾给他围上 小侯爷 赵雪看到他惊喜地站起来 然后看了眼脖子上的围巾 问 给我买的 天气转冷了 注意保暖 他笑道 谢谢 赵雪一脸感动道 这是个男权时代 女子地位低下 哪怕是几句好听的甜言蜜语 一个小礼物 都能让他们感动很久 何况对方还是小侯爷 他在报社给赵雪帮了会忙才离开 新年前 小侯爷每天练练舞 陪陪月儿和孩子 偶尔拉着韩依依出来逛逛街 培养一下感情 有几次 他送韩依依回去时 撞见了老侯爷跟韩夫人 颇有些尴尬 总之新年前 小侯爷留恋于各个红颜之间 日子过得很是轻松惬意 不过这种轻松惬意的时光很短暂 很快便随着新年一起结束了 正月十五 元宵节 宜 嫁娶 关机 祭祀 祭 入宅 安葬 宜喜 京都 榆林街 街道两侧商铺林立 大红灯笼高高挂 茶楼外的青旗在寒风中瑟瑟飘荡 正月十五 还处在新年之中 尚未开市 街道显得有些冷清 不过 这里林苗会不远 鞭炮 锣鼓声隐隐传来 渲染着新春的气息 驾 一架豪华的马车 缓缓驶来 马车前后和两侧 共计有二三十名全副武装的护卫 京城乃天子脚下 这里是王公贵族 朝中大员的聚集之地 但出门由此排场的也为数不多 吉比铁骑前方开刀 为首的是一名银甲护卫 手持长枪 腰配长剑 威武不凡 银甲护卫看了看街道两侧紧闭的商铺大门 面露幽色 不知为何 他隐隐有种不安的感觉 寒风呼啸 刺骨如刀 但由于太过紧张 银甲护卫的额头竟渗出一丝冷汗 就在马车行驶到街道中央时 前方突然出现一个武士队 敲锣打鼓 鞭炮阵阵 武士队迎面朝着他们走来 今日是元宵节 这条街不远就是举办庙会的广场 有武士队经过并不奇怪 银甲护卫盯着前方的武士队 眉头伸锁 这支武士队有些奇怪 人太多了 突然 他猛地回过头 只见后方的街道同样出现一支武士队 有危险 防御 他话音未落 街头 街尾的武士队人马将各种行头扔掉 抽出隐藏的刀剑朝他们冲过来 杀 数十人挥舞着刀剑 杀气腾腾 街道两侧小楼的窗户突然全部打开 密密麻麻的飞剑朝着马车射来 保护驸马 银甲护卫长枪一挥 将几只飞剑挡下 马车两侧的护卫举起盾牌 守护着马车 一阵剑雨过后 十多名护卫重剑倒在血泊之中 这时街道前后的杀手已经冲杀了过来 银甲护卫长枪一次 将一名杀手刺了个头新凉 其他护卫纷纷抽出兵器迎敌 整条街顿时杀声震天 只不过被一阵阵鞭炮声掩盖住 车队的护卫战力不弱 但奈何杀手太多了 除了伪装成武士队的外 两侧商铺中还冲出近百人 这些杀手倒下一排 又冲上一排 前赴后继 很快 鱼林街失衡遍野 血流成河 正月十五 鱼林血案 让整个京城都为之震惊 第140章 驸马爷遇刺 入夜 狂风大作 电闪雷鸣 刚满三个多月的小家伙 被吓得啼哭不止 纪淮安焦急不已 但也帮不上忙 陆月儿抱着小家伙 在房间走来走去 一直哄到半夜才消停下来 睡着了 他走过去一看 只见小家伙趴在母亲怀里 嘴里还含着饱满的紫金葡萄 嗯 终于睡了 陆月儿看到他的目光 翘脸一红 轻轻将孩子放到床边的摇床上 月儿姐 辛苦你了 咱们也休息吧 他一把将陆月儿抱到床上 一头含了上去 别闹 这是宝宝的口粮 尝得新鲜 有你这样当爹的吗 不要脸 两人一阵嬉闹后才 筋疲力尽地睡了过去 次日一早 阳光明媚 晴空万里 一场大雨过后 天空湛蓝 闭波如洗 两人推着摇床 来到花园晒太阳 不一会 老侯爷和九夫人便来了 小家伙快叫声爷爷 叫奶奶 看着老侯爷和九夫人 像小孩子般欢乐 继淮安和陆月儿相视一笑 小家伙来得正是时候 正好缓解了老侯爷和九夫人 痛失爱子的悲伤 月儿姐 都是你的功劳 也有你的功劳 嘿嘿 还是我厉害 一发就中奖了 什么一发中奖 可 就是 他凑到陆月儿耳边 巧声了几句 没正经 陆月儿白了他一眼 正在一家人 其乐融融时 福伯快步走了过来 侯爷 老侯爷抱着小家伙 满面笑容道 阿福 你看看 永恩像不像小安小时候 像 简直一模一样 福伯脸上挤出笑容 老侯爷一看 便知道有事 忙将小家伙 交给了陆月儿 什么事 京城传来消息 福伯没有说下去 但从表情可以看出 是个坏消息 老侯爷 走吧 去书房 福伯看了眼季怀安道 小少爷 你也来吧 季怀安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 很快 三人来到书房 何事 老侯爷问 福伯关上房门 将一封密信 递给了老侯爷 老侯爷接过来一看 顿时双手一阵颤抖 整个人摇摇欲坠 爹 他忙扶住老侯爷 顺便看了眼 老侯爷手中的密信 只见上面写着一行字 元宵节 驸马爷遇刺 生死不明 驸马爷指的 自然是二哥纪宁 现在情况还不清楚 侯爷先莫及 福伯安慰道 老侯爷虽然离开了京都 但一直关注着京都的消息 平时与长公主府 也都保持着书信来往 这封密信 并非来自长公主府 而是留在京中的暗叹 发出来的 写得很简洁 应该对具体情况 还没有弄清之故 京都远在千里之外 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等待 五十 第二封密信到了 根据信中所说 正月十五那天 驸马爷经过榆林街时 遭遇到了数百人袭击 随行护卫伤亡惨重 战斗十分惨烈 最后是黄承司的大批人马赶来 战斗才结束 第二封密信 比第一封写得稍微详细一些 但对于驸马爷的情况 依旧没有探明 侯府的密探 自然信得过 但有一点 让老侯爷疑惑不解 京都乃天子脚下 想聚集数百人拦截袭击 绝非一事 纪宁虽然才华横溢 但一直没有得到陛下的众人 任宫中编撰 就是做些历史记录 整理文稿之类的 是个贤职 并无实权 谁会动用如此大的力量杀他 况且在京中刺杀驸马 与造反无益 这有些难以想象 下午 又陆续收到了两封密信 但都没有确认 驸马爷的身体情况 直到傍晚时分 公主府的信终于到了 老侯爷看完后 捂着胸口 差点一头栽倒了下去 纪怀安捡起信看了一遍 写信之人是长公主 字迹捐秀 信很长 写得也很详细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写得十分清楚 三个月前 陛下召见了纪宁 两人在御书房 畅谈了整整一天 次日 陛下任命纪宁 为尚书省参知政事 主持朝政改革 也就是变法 之前陛下来扬州 想请老侯爷回去主持变法 目的是削弱门阀士族的权利 但被老侯爷用苦肉计拒绝了 因为老侯爷知道 对抗整个门阀士族 绝非一事 结果无论成败 都不会有好下场 没想到 陛下将这个任务 交给了纪宁 根据长公主信中所说 并非陛下强迫 而是纪宁自愿的 甚至可以说是纪宁自荐 纪宁年轻 有才华 胸怀暴富 但始终没有机会施展 主持变法 是他施展才华和暴富的绝佳机会 虽然明知凶险万分 但他正值年轻气盛 自然不愿错过这次机会 就像老侯爷当年冒险支持三皇子一样 只不过老侯爷成功了 他失败了 原本这么大的事 是要告知侯爷的 但纪宁怕老侯爷反对 于是便隐瞒了下来 长公主跟纪宁恩爱有加 知道纪宁一直因为不受陛下重用而苦闷 此次虽之凶险 但看到纪宁因为此事心情极佳 干劲十足 也只好默默支持他 元宵节那天 纪宁进宫赋宴 宴会结束后返回府中 在经过榆林街时遭遇拦截刺杀 凶手整整有三百多人 跟随驸马的三十多名护卫 全部战死 因为这些护卫的死战 一直拖到了黄承司的大批人马赶到 凶手被斩杀了近两百人 抓捕了十多人 剩下还有数十人逃离 整条榆林街失衡遍野 血流成河 驸马身中数剑 生命垂危 信中提到驸马的部分 言辞悲伤 信纸上还有泪水打湿的痕迹 驸马的伤势极重 很可能撑不了多久 对于这次拦截刺杀 黄承司还在调查 但能在京都聚集如此多的力量 绝非一人能办到 需要各个环节配合 刺杀纪宁 很可能是所有士族门阀联合所为 他们不搞暗杀 而是光明正大的拦截行刺 就是再向齐皇发出抗议 平 老侯爷一拍书桌站了起来 阿福 准备一下 明月一早出发 入京 第141章 阳谋 入京 听到老侯爷的话 福伯露出一脸严峻之色 不过现在这种情况 禁经已经是势在必行 禁经不是关键 关键是进京之后的应对 如果驸马爷能活下来还好 若是驸马爷没撑过去 这一趟入京 恐怕将会有一场腥风血雨 能否平安回来 尚未可知 小少爷 福伯看向纪淮安 欲言又止 纪淮安懂了 忙道 爹 我跟你一起去 不用 你留在扬州 老侯爷说 家里有四个照应 我陪您进京 你去能干什么 老侯爷瞪了他一眼 爹 京城危险 我能保护您 况且 我还有清一楼的人手可以调用 总能帮上忙 原本来到这个世界后 他只想吃喝玩乐 逍遥一生 绝不想干任何冒险的事 但他从侯府得到的太多了 除了金钱与贵族身份外 还有老侯爷带给他的父爱 九夫人带给他的母爱 还有四哥 五哥 带给他的兄弟之情 前世他是孤儿 从未感受过这些亲情 所以这些对他来说 都弥足珍贵 不知不觉中 他已经接受了自己的新角色 将自己当成了侯府的一份子 如今侯府面临困境 他又岂能袖手旁观 侯爷 让小安一起去吧 福伯担心驸马没熬过去 到时候老侯爷会失去理智 有小少爷跟在身边 会让老侯爷行事有所保留 老侯爷犹豫了一下 点头道 去准备吧 福伯跟着提醒道 小少爷 让南烟通知青一楼的核心成员 在京城会合 各地堕主不用动 好 季怀安点了点头 转身离去 他先去通知了南烟 然后便回去陪陆月儿和孩子 以他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分析 这次进京 恐怕会有不小的风险 因为怕母子二人担心 所以并未说出驸马遇刺之事 只说是静静看望二哥和常公主 深夜 几名黑影翘无声息地离开侯府 然后潜入到扬州各个角落 召集人手 这一夜 整个扬州都有些不太平静 四日一早 季府一队车马出了扬州城 直奔京都 老侯爷 福伯 季淮安 红莲 另外随行的护卫26人 正好组成了30人的队伍 当然 这只是表面上的 暗中还有两队人马 从其他路线赶往京都 加上清一楼的人 总数也有一百多人 静静不是去打仗 不需要太多人手 要的是精明强弹的好手 就在老侯爷出发之时 全国学子也都从四面八方 陆续赶往京都 因为今年是三年一度的大考之年 等到阳春三月 便是春围时节 此时新年刚过 因为驸马爷在榆林街遇刺 整个京城戒备森严 皇宫 御书房 齐景城黄袍加身 端坐在书桌前翻看着奏折 他的表情愈发难看 岂有此理 终于 他愤怒地将桌上的一堆奏折 全部护了出去 奏折散落了一地 旁边的小太监 吓得一哆嗦 然后胆战心惊地走过去 捡起地上的奏折 这时 大太监曹衡走了进来 他看了眼怒火中烧的齐皇 然后从小太监手中接过奏折 挥了挥手 小太监立刻躬身退出御书房 曹衡将剩下的奏折 全都捡了起来 放回书桌上 陛下 莫要动怒 有伤龙体 朕昨日刚提议之事 今日便收到了几十封反对的奏折 他们哪来的狗胆 齐景成虽然恼火 但也无可奈何 如今朝中官员结党营私 加上各地门阀士族力量强大 他虽为皇帝 也无奈地被这些势力裹挟 他可以将这些官员免除 下狱 甚至问斩 但全国各地的势力 依旧被他们把持 弄不好会出现动乱 所以他也不敢乱来 不解决这些门阀士族的势力 皇权就会受到极大的制约 这让他很不爽 曹衡走到齐皇身边 小声道 陛下 刚刚扬州传来消息 季侯爷已经动身了 真的 齐皇面色一喜 消息确切 快则七八日 慢则十天 季侯爷便会到达京都 好 齐皇兴奋地站起来 想了想问 榆林街的凶手查得如何 老奴正要请奏陛下 根据皇城司的审讯情况来看 榆林街一案 涉及人数众多 大量官员都参与其中 若是都抓 恐怕有些不好办 曹衡看了眼齐皇 没有再说下去 因为驸马爷主持的变法 动了所有贵族的利益 此次榆林街刺杀 是整个士族与皇权的一次对抗 驸马爷不过是这次对抗的第一个牺牲品 齐皇皱起眉头 在御书房中来回走了几步 然后脚步一顿 似是下定决心 抓 查到多少抓多少 全部下狱 是 陛下 齐皇接着道 另外将金兆尹苏智 太尉司马都一同下狱 拼后发落 曹衡愣了下 提醒道 陛下 这两位大人并未参与于林街一案 齐皇道冷哼了声 驸马在于林街遭遇拦截行刺 京都安防不力 他们玩乎职守 自当要问罪 曹衡立刻懂了 这两人一个是苏家的 一个是司马家的 虽然驸马爷的变法失败了 但陛下显然没有放弃改革的想法 反而要借于林街驸马遇刺一事 拿最大的两大家族开刀 之所以现在才动手 是因为季侯爷动身了 或许从一开始 陛下就没指望驸马能够变法成功 驸马只不过是棋子 帝王之心不可揣测 曹衡不敢再想下去 忙躬身道 老奴马上去办 等一下 齐皇叫住曹衡 驸马的情况如何 情况不太好 尚未醒来 齐皇挥了挥手 曹衡躬身退出 看着曹衡离开 齐皇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齐侯爷 你终究 第142章 对抗 入夜 尚书府 后院门敞开着一道缝隙 两名家丁守在门口 时不时便会有人走来 然后被家丁迎进府中的一处偏厅 内宅房间 一名美女正在伺候着苏慎 穿着灰色长袍 这位全清朝野的苏尚书 看上去五旬左右 身材中等 头扎发际 长着一张面瘫脸 但眼睛里闪烁着精明 伺候苏慎穿衣的美妇 是他的正牌夫人 再有几天 二弟就要到了 还有望书和影 你让下人把北院收拾一下 北方与南方不同 记得安排妥当 苏慎说着 露出一抹笑意 他虽是苏家官位最高之人 但如果没有江南苏家的权力支持 他也不可能有今天 另外 他无儿无女 一直将苏护的一对子女 视如己出 三人即将到来 他心情不错 年后就已经在收拾了 夫君放心 我会安排好的 夫人说道 苏慎点了点头 宫中境况如何 能嫁给尚书大人为妻 苏夫人的家世自然不凡 她的一位堂妹 是宫中嫔妃 与后宫时有信息往来 最近一位驸马的是 陛下龙颜大怒 后宫都有些胆战心惊的 不少嫔妃家族都受到了牵连 她说着看了眼苏慎 担心地问 夫君 这是你没参与吧 苏慎脸色一寒 当然没有 这时 一名家丁敲门禀报 大人 客人都已经到齐了 知道了 苏慎应了声 转头提醒夫人道 最近京都不太平 约束好下人 莫要生事 夫君放心 切身明白 苏慎点了点头 整理了一下衣服 走出房间 尚书府 偏听 这里已经坐了十多人 虽然这些人全都穿着便服 但无疑不是朝中大员 最低的也是从六品 他们要么姓苏 要么是苏慎提拔上来的 都以苏尚书马首是瞻 他们之所以 入夜来到尚书府 是因为 最近黄成司抓了很多人 有不少人跟他们有所牵连 这令他们有些惶恐不安 你那边情况如何 我这边还好 被抓了几个 黄成司简直就是条疯狗 没有陛下的旨意 他们不会如此大张旗鼓地抓人 陛下想干什么 难不成还想搞什么闹子变法 难说啊 我听说黄成司的地牢 都已经人满为患了 再抓下去 老夫就成光敢司令了 这些人正在窃窃私语 苏慎走了进来 尚书大人 看到苏慎 所有人站起身 毕恭毕敬的抱权行礼 苏慎走到上手 坐下道 都是自己人 无序多礼 坐吧 众人落座 一名甘寿的中年人道 尚书大人 现在该如何是好 刘大人 你也受了牵连 苏慎问 下官倒是没有 不过下面有几个人 被黄成司抓了 刘大人回答道 尚书大人 我下面也有几个人受了牵连 昨天刚被抓进了黄成司 还请尚书大人 帮忙想想办法 我下面也有人被抓了 我这边也是 众人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 苏慎沉着眉道 诸位莫及 老夫今夜召集你们前来 正是为了商议此事 尚书大人 我们该怎么做 刘大人问 什么都不要做 苏慎说道 众人全都愣住 尚书大人 下官愚钝 苏慎接着道 你们可有参与于林街一案 当然没有 自然没有 绝对没有 众人纷纷否认 同时用奇怪的目光 偷看着尚书大人 于林街刺杀驸马这件事 他们当然不会直接参与 但其实 这次刺杀行动 是受到他们默许的 也包括苏尚书 严格点说 甚至可以说是他们一手促成的 不仅是苏家这一方的势力 甚至还有司马家 以及张家 所有高层都十分默契地支持了 这次拦截刺杀 因为驸马爷的变法 动了他们所有人的利益 苏慎喝了狗茶 放下茶杯道 既然没有参与 诸位又何须担心 众人没有明白苏慎的话 一个个面面相去 刘大人忍不住问 咱们被抓的那些人 不救吗 不救 什么都不要做 苏慎顿了顿 接着道 金赵尹苏治 太尉司马都已经下了大狱 陛下是想借此事立威 现在谁冒头 就是自讨苦吃 陛下 还想搞那个变法 另一位大人明白过来 苏慎点了点头 驸马爷的教训还不够吗 苏慎微微一笑 我们这位陛下做事 向来不会轻易放弃的 刘大人轻横了声 不放弃又如何 陛下还有人可用吗 有 季侯爷已经在入京的路上了 苏慎一脸严肃地说道 季侯爷 听到苏慎的话 众人全都眉头紧锁 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驸马爷生命垂危 老侯爷入京 来者不善 若是严格算起来 驸马爷遇刺 他们全都无法拖得了干系 苏慎冷笑道 十笔一时 季侯爷离京十多年了 如今的朝堂还轮不到 他来指手画脚 尚书大人 季侯爷余为犹在 若是得到陛下的权力支持 接手变法之势 如何应对 刘大人担忧地问 什么都不用做 苏慎顿了顿 接着道 你们手下不是被黄承司抓了很多人吗 从明日开始 就以人手不足为由 将手头的事全部放下 让所有公务停滞 苏慎又补充道 这些天不要上奏折 朝堂上尽量不要发言 若是条件允许 能请假的就请假 连朝也不上了 众人一听 立刻明白了 这倒是一个 逼迫陛下做出让步的好办法 尚书大人 若是只有我们 恐怕还不够 苏慎胸有成竹地笑道 放心 不只是我们 同一时间 除了尚书府外 还有司马府 张府都在一回 最后的结果 正如苏慎所言 司马家 张家 都向下面传达了同样的意思 用不作为来对抗齐皇 一旦整个官僚机构停滞 齐皇也只能向他们妥协 放弃变革 第143章 驸马爷足 皇宫 御书房 齐景成一下朝便来到御书房 将整个御书房 砸了个底朝天 今日早朝 缺了近半的大臣 而且早朝无人起奏 即便他开口问 这些大臣的回答 也都齐齐敷衍 这让他很难堪 早朝上 他感觉自己就像个跳梁小丑 他们都该死 齐皇抓起桌上的燕台 狠狠地砸了出去 曹公正好走进来 吓了一跳 陛下 莫要弃伤了龙铁 曹公公 他们竟敢联合起来 跟朕作对 简直是无法无天 看来不杀几个 他们还不知道 谁是君 谁是臣 曹衡犹豫了一下 道 陛下 老奴刚去了政务司 今日一封奏折都没有收到 齐皇眉头一锁 沉默了下来 曹衡的话 没有让他更加愤怒 反而冷静了下来 齐皇走到书桌边 坐到椅子上 整理着思绪 如今整个朝堂被苏家 司马家掌控 因为自己寻求的改革 同样会动张家的利益 这些人就是大齐帝国的蛀虫 朕一定要将他们拔除 齐景成并没有因为 这些大臣的联合抵抗而妥协 反而更加坚定了改革的决心 很明显 这些大臣们 对他们的齐皇还不够了解 若是老侯爷 绝对不会做出这种 公然与齐皇对抗之事 要想瓦解齐皇的改革之心 只可迂回规劝 绝不能与之对抗 齐皇之所以要改革 并非是因为这些 士族门阀贪污腐败 而是觉得自己的皇权受到了挑衅 这些人联合起来对抗 想逼齐皇妥协 只会适得其反 陛下 喝口茶 萧萧剑 曹衡倒了杯茶 递过来 齐皇接过来喝了一口 嗯 季侯也还有多久到 根据宪报 应该还有三四日左右 正在这时 一名小太监 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一进御书房 便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陛下 小太监带着哭腔喊着 何事 齐皇贺问 刚刚传来消息 驸马爷足 齐皇蹭的一下站了起来 虽然一脸悲伤 但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 驸马爷一死 季侯也只能站到他这边 司马府 言无常 一名身材魁伪 样貌粗广的中年男子 张弓搭剑 瞄准着数十丈开外的剑靶 嗖的一声 长剑破空而出 正中靶心 他是司马策 乃是兵部侍郎 也是司马家的核心人物 大人百不穿羊 好剑说 旁边一名穿着官服的中年人 拍马笑道 他是司马策的副官 名叫司马宇 同样是司马家的人 很久没有活动筋骨 生疏了 司马策哈哈一笑 将弓箭递给旁边的侍从 问 驸马爷死了吗 对于驸马纪宁 司马策可以说是恨之入骨 当年若不是纪宁 他便是有机会迎娶长公主 每每想到惊艳动人的长公主 司马策便心仰男人 好像还吊着一口气 应该撑不了多久 司马宇回答后 看了眼司马策 心中暗自摇头 司马策性格狂傲 目中无人 如此时刻 竟不懂得低调点 迟早要出事 司马策一脸幸灾乐祸的笑问 你说 我是不是该去公主府 探望一下驸马爷 这个 可以去一趟 司马宇忧心忡忡地回答 正在这时 一名家丁模样的人 急匆匆地跑来 并报道 大人 刚传来消息 驸马族 司马策一愣 然后哈哈大笑 死得好 司马宇皱起眉头 上书府 苏慎得到驸马爷族的消息 气得破口大骂 这些混账东西 出手竟如此没有分寸 苏慎的态度 跟司马策完全不同 苏慎成辅身 老农深算 司马策张狂 桀骜不驯 这也代表了南北方的差异 当时的情况十分混乱 旁边的护卫解释道 苏慎沉着眉头 一张面瘫 脸上露出少有的凝重 如果他能控制 绝对不会让驸马爷死 他所做的一切 只是想让陛下打消变革的念头 维护既得者的利益而已 并不是想造反 现在驸马爷一死 陛下即便妥协 心中也会留下一根刺 一旦有机会 便会收拾自己这些人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既侯爷马上就要进京了 以老侯爷的性子 痛施爱子 绝对不会把羞 这件事越闹越大 似乎已经无法收场了 是福是祸 后果难料 苏慎揉了揉太阳穴 想了想到 安排一下 去公主府吊宴 皇帝老儿有很多子女 其中最得宠的 便是长公主齐凤娇 齐凤娇从小聪慧过人 长得更是貌美如花 十五岁吉吉之时 被齐皇册封为长公主 并赐公主府一座 城南的长公主府 宏伟气派 穷楼玉宇 雕梁化洞 是京城除了皇宫外 数一数二的建筑 不知献杀了多少皇子皇女 长公主成京之后 并没有单独修建驸马府 而是获得陛下恩准 就以公主府作为驸马府 赐予两人 不过府邸一直挂着 公主府的牌匾 并没有更换过来 此时公主府外 陆陆续续来了不少人 都是朝中官员和家眷 他们都穿着素服前来吊咽 但公主府的大门紧闭着 所有人都被挡在了门外 不停地有人敲门 但公主府内 始终没有任何回应 这些人无奈 陆陆续续地来 也陆陆续续地离开 直到傍晚时分 人才走光了 公主府 大唐 一口金丝楠木的棺材 摆放在大唐正中 棺材中躺着一个 紧逼着双木 早已失去了生机 驸马爷纪宁 才高八斗 十七岁状元吉地 十九岁便写下了一百多篇诗词 被整理成册 刘芳千古 因为其才华横溢 获得长公主青睐 二十一岁迎娶长公主 成为当朝驸马爷 二十六岁 获得陛下重用 被封为尚书省智参之政事 主持朝政改革 次年元宵节 在京都于临街遇刺 不至身亡 享年二十七 纪宁之死 令天下文人惋惜 但最悲痛的 莫过于长公主 齐凤娇穿着一身 黑色的丧服 站在棺材前 看着躺在里面的纪宁 眼中流入着无尽的悲伤 第一百四十四章 长公主的怒火 公主府 一片悲气 大堂里跪着一排丫鬟和下人 正在小声抽气着 纪宁不仅有才华 而且长得帅 对下人向来不错 驸马爷离世 府上的下人打心里难过 大堂里 所有人都发出悲伤的抽气声 唯独长公主没有哭 并非他不难过 恰恰相反 他的悲伤无人能及 驸马是他亲自选的 他的眼光不错 两人婚后感情极好 如娇似妻 寂宁之死 令他痛彻心扉 他已经守在灵鹫旁整整一天 滴水未尽 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此时他除了悲伤外 还有无尽的愤怒 丫鬟湘芸在一旁干着急 殿下 外面的人都已经走了 一名家丁前来禀报 两九 齐凤娇转过头 冷冷道 他们不配给驸马送行 殿下 我扶你回房休息一会儿吧 齐凤娇伸手从棺材里 拿出记名的配件 你们几个 跟我走 殿下 去哪 去杀人 记住 侯爷来之前 不准封关 齐凤娇丢下一句话 带着十几个家丁护卫 直奔黄承司 黄承司 公务堂 曹衡坐在上手 翻看着堆积如山的审讯笔录 眉头紧簇 下手站着三名金刀卫 其中两人 正是曾经率队 火烧堂门的司空记和叶向东 另外一人年龄稍长一些 名叫葛庆 曹公 今日又抓了二十多人 地牢已经人满为患了 司空记焦头烂额地说道 于林街一案 黄承司抓了三百多人 其中有几十名官员 而且随着审讯 被牵连的人越来越多 再抓下去 就无法收场了 差不多了 先停下 等陛下定夺 听到曹衡一说 三人都松了口气 曹衡看了看审讯笔录 也是一阵头大 目前 京中各个部门 没有朝臣联合向陛下施压 驸马爷之事 如果处理不慎 便有可能动摇大气根基 报 一名牙役急匆匆地跑进来 何事 曹衡问 禀曹公 长公主来了 长公主 曹衡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驸马爷死了 今日公主府大门紧闭 不仅将所有调研的官员挡在门外 连陛下派过去的人 也没有进得了公主府 此时 长公主来黄承司干什么 长公主人呢 长公主提着剑 带了几十个人 杀气腾腾地冲向了地牢 蠢货 不早说 曹衡立刻起身 冲向地牢的方向 葛英 司空记 叶向东 三位金刀立刻跟了上去 黄承司地牢门口 齐凤娇带着二三十名护卫 想要进入地牢 但却被一名年轻的狱卒拦住了 狱卒不过十六七岁 长得眉清目秀 除这名年轻的狱卒之外 其他狱卒全都退至两侧 让开 齐凤娇拔出长剑 剑剑直指阻拦的狱卒 年轻的狱卒咬牙道 殿下 没有皇城司令牌 小人不能放您进去 皇城司是直属陛下管辖 如果对方不是长公主齐凤娇 早已被打了出去 甚至换成其他皇子皇女 都不敢再次撒野 不过长公主不同 驸马爷刚死 谁也不敢在这个阶谷眼上 跟长公主过不去 但他职责所在 若是放长公主进去 就是违规 再不让开 我一箭宰了你 殿下就是杀了小人 小人也不能放殿下进去 割齿着一箭刺了过去 剑尖刺进狱卒肩膀 狱卒痛得颤抖了一下 但连哼都没哼一声 齐凤娇愣住 他本以为狱卒会闪躲 但没想到 这个小狱卒寸步未动 殿下息怒 曹衡喊着纵身一跃 来到长公主身边 葛英 司空记 叶向东三人也跟了过来 曹公公 你来得正好 把刺杀驸马的凶手交出来 殿下 先把人放了 曹衡看了眼狱卒 眼中闪过一丝赞赏之色 年轻的狱卒这一剑没有白癌 获得了曹公的赏识 后来步步高升 飞黄腾达 这是后话 暂且不提 齐凤娇也看了狱卒一眼 用力拔出长剑 带出一道血迹 带下去疗伤 曹公说完 立刻便有两名牙医走过来 将狱卒搀扶离开 曹公公 可以叫人了吗 殿下 此事复杂 需要由陛下定夺 陛下那里 本公自会交代 这个曹衡一脸为难 要么本公带人闯进去 要么曹公将人交给本公 齐凤娇斩钉截铁地说道 曹衡一看 如果不交人 长公主今日绝对不会把休 他犹豫了一下 冲葛音 司空计 叶向东三人使了个眼色道 进去把犯人带出来 三位金刀明白曹公的意思 进入地牢 带了七名死刑犯出来 战成一排 殿下 这七人便是在榆林街参与刺杀 曹公话音未落 只见剑光一闪 长公主齐凤娇 手起剑落 一颗头颅滚落在地 血迹建设到她的丧腹之上 染红一片 这一件只是开始 接下来便是第二个头颅落下 然后是第三个 长公主齐凤娇 美艳无双 才气过人 曾经号称京都第一美女 性格一直都十分温婉 不要说杀人了 连骂人都很少有过 曹公公是从小看着齐凤娇长大的 他第一次看到长公主杀人 有些不敢置信 公主府的侍卫们 一个个惊惧不已 他们从未见过长公主如此残暴 这些人都该杀 只不过他们没想到长公主会亲自动手 齐凤娇一剑接一剑 将欺人的头颅全部砍下 杀完之后 他全身血染一片 双目血红 手中的长剑不停地颤抖着 血迹如丝线一般 顺着剑剑滑落 殿下 丫鬟湘芸扶着长公主 忍不住哭了出来 公主府的侍卫们 也都一个个擦拭着眼泪 曹衡叹了口气 殿下 老奴送你回去 这时 一名侍卫飞步跑了过来 丹西跪下禀报道 长公主殿下 曹公 纪侯爷进城了 曹衡一愣 急问 纪侯爷在何处 侍卫答道 去了长公主府 走 回府 齐凤娇收起燃血的长剑 带着一众侍卫离去 我回宫一趟 曹衡丢下一句话 飞速离开了皇城司 第145章 入土为安 老侯爷全速赶路 比曹衡预计的要早两天 但还是来晚了 没有见到纪宁最后一面 公主府大堂 老侯爷趴在灵柩上 看着躺在里面的纪宁 老泪纵横 刚失去老五才没多久 好不容易从悲伤缓解过来 现在又失去了一个儿子 老侯爷如何能够承受 宁儿 为父来晚了 老侯爷伸出颤抖的手 轻轻抚摸着纪宁的脸颊 悲痛欲绝 侯爷节哀 要保重身体 福伯搀扶着老侯爷 眼里满是泪花 纪怀安看着棺材中的二哥 虽然印象并不深 但受到老侯爷悲伤的影响 心中亦是一阵难受 侯爷 也不知过了多久 一个悲伤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纪怀安转头看向门口 只见一个女人走了进来 女人二十四五岁的样子 脸色惨白而憔悴 穿着一身血染的丧服 猛一看有点像漂亮的女鬼 进来的自然是长公主齐凤娇 刚从黄城寺赶了回来 长公主 老侯爷转过身 欲要行礼 侯爷 不可 齐凤娇快步走过来 扶起老侯爷 看到老侯爷老泪纵横 他压抑了一整天的悲伤 终于无法控制 泪水掘地而出 侯爷 对不起 我没有照顾好驸马 老侯爷哽咽着问 宁儿走时 可有流化 驸马遇刺后 始终未曾醒过来 齐凤娇说着 痛苦地闭了下眼睛 身体摇摇欲坠 三天没合眼 加上一整天滴水未尽 长公主终于熬不住 一头栽倒下去 公主扫扫 纪怀安正好站在旁边 眼急手快 一把抱住长公主 刺鼻的血腥味将他吓了一跳 殿下 丫鬟湘云急着跑过来 快去请大夫 他以为长公主受了伤 急得喊道 快将殿下扶去房间 带路 纪怀安一个公主抱 将长公主抱了起来 湘云刚刚听到他的喊话 知道他是驸马爷的亲弟弟 看了他一眼 便领着他走向房间 驸马族 老侯爷道来 长公主昏迷 这一夜 公主府注定无法平静 好在公主府的侍卫 丫鬟们都训练有素 将一切安排得妥当 四日一早 纪怀安缓缓睁开眼 入眼便是灵堂的棺材 昨夜他陪老侯爷在这里守了一夜 凌晨十分才睡了过去 他私下一看 老侯爷没在大堂 急忙起身走了出去 屋外阳光明媚 风和日丽 他刚来到院中 便看见老侯爷的高大的背影 不禁愣了一下 若不是福伯陪在一旁 他几乎不敢相信 老侯爷副手 站在一棵树下 原本只有两鬓有些斑白 此刻却是满头白发 接连痛失爱子 老侯爷一夜白了头 爹 他走过去搀扶着老侯爷 见老侯爷痛苦的神色 忍不住鼻子一酸 老侯爷抬头看了眼天空 沉默良久 淡淡地说道 等安葬了驸马 你就回扬州 纪怀安一政 老侯爷要复仇 仇人是谁 于林街行刺的那些人 已经被斩杀大半 剩下的也都囚禁在黄城寺 但这些都只是表面的 真正主导这次事件的 是京都的所有贵族 没有人能以一己之力 对抗整个氏族 他想到了一件事 已经知道老侯爷要做什么了 爹 我留下来帮你 他刚说完 眼角瞥见一个倩影 不自觉地转眼望去 只见长公主缓步走了过来 他竖着成熟的发迹 换了一身干净的素裙 裙摆脱液在地 身姿婀娜 曲线迷人 随着长公主走近 绝美的容颜 让他感到了惊艳 眉似柳叶 眼神冰冷 如空谷中的幽兰 轻力脱俗 又似一朵青莲 媚而不骄 虽然此刻一脸憔悴 但却无法掩盖 他清冷高贵的气质 长公主走来 看到老侯爷满头白发 眼睛顿时一红 侯爷 媳妇无能 没有保护好驸马 殿下身体如何 无碍 长公主摇了摇头 他昨天只不过是身体虚弱 加上心力娇脆才昏倒 休养了一夜 已经恢复过来 长公主要保重身体 侯爷也是 两人正说着 又来了一个人 大太监曹衡 老奴见过长公主 见过纪侯爷 曹公公有事 长公主冷声问 陛下派老奴来调咽驸马爷 另外 曹公顿了顿 尴尬地转向老侯爷 陛下得知侯爷进京 请侯爷入宫一续 曹衡说得十分客气 并非召见 而是请 其中的意义自然不一样 反请曹公公转告陛下 等安葬了驸马 本侯便进宫向陛下请罪 曹衡点了点头 老奴先去祭拜驸马爷 长公主示意 丫鬟带着曹公前往灵堂 但几人都懂 老夫别无选择 好 公主府上下 会全力支持侯爷 一刻钟后 众人来到灵堂 曹公公已经离开 老侯爷看了眼灵鹫 痛苦地闭了下眼睛 盖棺吧 我来 长公主叫住两名家丁 亲自走到灵鹫前 他深深地看了眼棺材中的驸马 梁九 一咬牙 用力推起了棺盖 金丝楠木的棺盖很沉 他的身体虚弱 无法推动 突然一只大手伸过来 按在棺材板边沿 他顿时感觉一清 棺材带缓缓滑动起来 纪怀安舰长公主 推得有些吃力 于是走上前 帮忙推了一下 长公主看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看着渐渐被棺材板封盖住的纪宁 纪怀安心中叹了口气 二哥 安息吧 我会照顾好公主扫扫的 他心思着 感觉这话似乎有些不妥 不自觉地抬头 看了眼身边的长公主 长公主双手按在棺材盖上 面如寒霜 冷艳迷人 两人合力将棺材盖好 下人们打上猫钉 公主府祭奠了七天七夜 但拒绝了所有外人的吊咽 七天后 驸马爷的灵鹫 被运送到了麒麟山安葬 这里是专门安葬皇族的山林 驸马爷的丧事办得很低调 甚至有些冷清 但整个京都的目光 都在盯着公主府 确切地说 是在盯着老侯爷 驾 第八天一早 一架马车直奔皇宫 老侯爷终于进宫了 第146章 拜相 直斩马剑 消息被各个势力的探子传了回去 尚书府 苏慎听完探子的回报 问 何时入的宫 刚刚 沉时一刻 继续盯着 季侯爷一出宫门 立刻来报 探子领命退去 苏慎思索着走出房间 在院子里跺步 不一会 刘大人到访 尚书大人 季侯爷入宫了 回京了 自当进宫面圣 不必打惊小怪 大人 你说老侯爷会不会接手变革之事 他若聪明 面完圣 乖乖回扬州 做他的逍遥猴 他若不聪明呢 苏慎微微一笑 驸马爷便是前车之剑 刘大人一听 微微汗手 兵部 司马策大马惊刀地躺在椅子上 呼呼大睡 憨声如雷 司马羽走过来 轻唤了声 大人 司马策睡得太沉 唤不行 他只能轻轻摇了摇司马策的肩膀 将其摇醒 有事 司马策眯着眼问 大人 刚当得到消息 季侯爷入宫面圣了 还有呢 司马羽愣了下 回道 就是此事 这算什么事 司马策说着 又闭上了眼 大人 若是季侯爷接手改革之事 是不是该提前做好应对 不用 司马策说着 又打起了呼噜 司马羽皱起眉头 看了眼司马策 失望地摇了摇头 以前司马家三世为相 和其辉煌 说是大齐第一世家也不为过 自从其皇废除相治后 司马家在朝中便开始没落了 目前被苏家压制 全面落入下风 主要势力已经退出了京都 回到了北方 司马家留在京都的人员已经不多 兵部侍郎的职位非常重要 也不知道家主怎么想的 让这个有勇无谋的司马策 坐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 张福 书房 张本出 挥毫泼墨 正在画着一幅山水画 义父 老侯爷入宫了 一名容貌清秀的少女走了过来 她是张本出的养女 张瑶 终究还是来了 张本出收笔叹了口气 义父是在担心 季侯爷接手改革之事 这是必将发生的 驸马爷前车之见 季侯爷不怕 怕 张本出摇了摇头 当年季侯爷支持陛下夺敌 危险程度更甚 今时不同往日 季侯爷远离朝政十多年 如今朝中早已没有了他的人 以他一人之力 又如何对抗整个官场 你太低估季侯爷了 别忘了 还有陛下的支持 陛下这次是铁了心的要改革 我之前也低估了陛下的决心 现在看来 是我错了 张本出犹豫了下 道 传话下去 让下面的人 最近公务莫要再懈怠 早朝也不得缺席 义父 您这是要向陛下妥协 妥协 张本出点了点头 枪打出头鸟 先静观其变 会这么快 张瑶有些惊讶 张本出点了点头 也许明天早朝便会明朗 小心点总没错 正在京城各大家族分析之时 老侯爷已经被小太监 领进了御书房 老臣叩见陛下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老侯爷跪拜了下去 齐皇一看 老侯爷满头白发 不禁愣了一下 短暂的失神之后 他快步走了过来 亲手将老侯爷扶了起来 继侯爷 朕一直在等你 老臣来晚了 还请陛下恕罪 不晚 不晚 齐皇叹了口气 迁就到 驸马之事 是朕之过 还请侯爷莫要怪罪 陛下言中了 此事与陛下无关 此事朕一定会彻查到底 该抓的抓 该杀的杀 一定会给侯爷一个交代 齐皇说着 看了眼老侯爷的脸色 故意叹道 此事牵连甚广 行凶者都是一些边缘人物 幕后乃是整个京都士族 即便是朕 也拿他们没办法 这些个乱臣贼子 公然在京都刺杀驸马 这是在挑衅皇权 陛下应该拿出魄力 整顿朝纲 重振法纪 侯爷 朕早有此心 但奈何势单力薄 如今朝野上下 全部被几大士族控制 朕也是迫于无奈 才去扬州请侯爷出山 是老臣辜负了陛下 侯爷 现在也不晚 朕需要你 臣愿全力支持陛下改革朝政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齐皇着急地问 老侯爷顿了顿 面色凝重道 如今几大士族势力太过强大 若要瓦解他们 必须要用非常之手段 老臣需要陛下全力支持 方能有所作为 侯爷 你有什么条件 直说无妨 恢复向志 让臣直斩马剑 主持朝政改革 老侯爷看了眼齐皇 接着道 如此方能彰显陛下改革之决心 同时也让老臣做事 不束手束脚 齐皇一听 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恢复向志 是齐皇所不愿看到的 因为丞相权力过大 至于斩马剑 乃是帝王之剑 直斩马剑 可以先斩后奏 相当于上方宝剑 以老侯爷的性子 又要拜相 又要直斩马剑 这种要求 令齐皇有些没想到 不过老侯爷说的也没有错 而且除了老侯爷 他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 好 朕答应你 短暂的犹豫后 齐皇点头答应 臣愿为陛下鞠躬尽瘁 死而后矣 老侯爷再次跪了下去 侯爷快快请谨 齐皇高兴地将老侯爷搀扶起来 你我君臣再次联手 何愁解决不了士族之祸 老臣一定不会让陛下失望 侯爷可否看过 驸马爷提出的改革方案 老臣尚未看过 朕觉得驸马爷的方案可行 除了有些太过激进 齐皇拿出一本书册 递给老侯爷 改革是大事 两人自然要先达成一致 两人从上午一直谈到傍晚才结束 连午膳也是一同在御书房中吃的 陛下 时间不早了 老臣先行告退 侯爷打算何时开始 明日早朝 好 那就明日早朝 齐皇微微有些惊讶 同时也有些惊喜 因为这一次老侯爷没有让他失望 老臣告退 老侯爷站起身 躬身行礼后 转身离开 第147章 金鸾殿 一招致敌 次日早朝 金鸾殿上陆续来了十几位大员 因为人少 稀稀疏疏地站着 显得大殿有些空旷 正常来说 金官无品以上都应该来参与早朝 以往早朝人数都有几十人 稀稀嚷嚷 很是热闹 这几日则显得十分冷清 这十多人分别属于苏家 司马家 张家三个派系 这些人来到金鸾殿后 也都聚成三块闲聊着 不一会 又来了五六个人 全都是张家一派 一个个聚到张本处四周 苏慎看了眼 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张家这是什么意思 会不会是向陛下妥协了 应该不会 几人正闲聊着 又来了一个人 一头白发的老侯爷走了进来 顿时整个金鸾殿鸸雀无声 老侯爷也不理会众人 独自站到前方 以他侯爵的身份 站在第一排 无可厚非 张本处犹豫着 要不要跟搭话 最终还是放弃了 当道太监的喊声传来 陛下驾道 吴皇万岁万岁 万万岁 众臣跪拜下去 黄袍加身的齐皇走到上手 坐到龙椅上 扫视了一眼众臣 众卿平身 所有人站了起身 场面立刻再次安静下来 齐皇示意 大太监曹衡拿出一封圣旨 尖着嗓子喊道 季侯爷接旨 金鸾殿上宣者很少见 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季侯爷已经走到中间 跪拜了下去 曹衡倾壳了声 高声道 朝中才学凋零 为朕超纲 即日起恢复相志 册封季侯也为左丞相 主持朝政改革 并赐斩马剑 可先斩后奏 钦此 老臣领旨 谢陛下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老侯爷起身 正要接旨 突然传来喊声 等一下 苏慎出声阻止 公声问 陛下 为何突然恢复相志 朝中人才凋零 需要一位德高望重的丞相帮助朕 我大齐皇朝人才几几 怎么会人才凋零 是吗 齐皇冷哼了声 道 苏尚书 你说的人才挤挤在何处 是这早朝上的十几个人 还不如蛮夷之地 这 苏慎无言以对 改口道 陛下 风向是大事 应与众臣商议才是 商议什么 你们最近不都哑巴了吗 陛下 事关重大 不可意气用事 原来苏尚书 也知国事不可而信 陛下 够了 难道朕做事 需要得到苏尚书的许可 苏慎急忙跪了下去 臣不敢 那就闭嘴 齐皇训斥着苏慎 感觉非常痛快 齐侯爷 接旨吧 谢吾皇万岁 老侯爷上前接过圣旨 众亲可有事起奏 齐皇问 大殿中一片安静 无人出声 老侯爷站出来道 陛下 春为在即 不知今年科考如何安排 齐皇点了点头 道 朕也想问此事 礼部侍郎 春为准备得如何了 大殿一片寂静 无人回应 齐皇扫视了众人一眼 问 苏尚书 礼部侍郎为何没有上朝 禀陛下 刘侍郎卧病在床 告假在家休养 苏慎回答后 嘴角微微一翘 告假几日 何时能上朝 齐皇问 这个 苏慎想了想到 天气寒冷 刘大人染了风寒 也许三五日 也许需要休养十天半月左右 老侯爷一听 忙道 陛下 春为科考乃是大事 耽误不得 既然刘大人身体不适 不宜再操劳 臣建议让刘大人退位安心养病 至于礼部侍郎之职 再迷人选便是 有道理 迹象可有人选 齐皇笑眠眠地问 老臣有个合适的人选 哦 是何人啊 前礼部郎中朱衍 齐皇点了点头道 朱大人在礼部任职十多年 足以胜任此职 苏慎一听 急道 陛下 朱衍年事已高 老侯爷打断道 苏尚书 本相昨日刚见过朱大人 虽然朱大人年事已高 但身体健壮 绝不会三天两头握病 而耽误正事 苏慎一识语色 他立刻向其他人使了识眼色 陛下 朱大人已经谢职多年 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臣也觉得 朱衍不合适 因为告假的人太多 出声反对得寥寥无几 司马家这些年被苏慎压制 难得看到苏慎吃扁 自然不会帮他说话 张本出不开口 他的人也都保持沉默 朱大人是否有能力 陛下召见一问便知 老侯爷说道 齐皇微微一笑 有道理 宣朱衍 一名太监尖着嗓子喊道 宣朱衍敬见 朱衍竟在殿外等着 众臣此时才明白过来 这是陛下跟老侯爷 早就商量好的对策 一名五旬左右的老者 大不留心地走上金鸾殿 跪拜道 老臣叩见陛下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朱衍面色红润 声音红亮 身体确实见狼 齐皇简单地拷问了 几句礼部的问题 朱衍对答如流 最后 齐皇任命朱衍为礼部侍郎 苏慎也无法再反对 护部侍郎无大人可在 老侯爷问 司马策一愣 护部侍郎是他司马家的人 朝中六部中 其中 礼部 礼部 行部三部都被苏家掌控 护部 兵部都在司马家手中 张家紧紧空掉了公部 老侯爷一招从苏慎手中 拿到了礼部的管理权 接着将目标对准了护部 毫无意外 护部侍郎也未上朝 这次老侯爷出手更狠了 宣了几名护部官员上殿 直接揭露出 护部侍郎贪腐之势 齐皇大怒 不仅罢免了护部侍郎之职 而且传令将其下遇审讯 至于新的护部侍郎之职 当然也落到了老侯爷的掌控之中 第一天拜相 老侯爷便拿到了礼部 护部 两个最重要的部门管理权 可以说是十分顺利 不过 这才是当刚开始 老侯爷开始召集曾经的旧部 自从他离京后 这些人慢慢受到排挤 都已经远离了朝堂 如今他不仅回归 还拜相 执展马剑 护部大换血 将这两个部门彻底掌控住 第148章 风暴降临 承东 一座气派恢弘的大宅 几名侍卫将大宅原有的牌匾摘下来 挂上一块全新的牌匾 上面雕刻着两个流经大字 香府 自古以来 封侯者不少 拜相亦有很多 但封侯拜相落在同一人身上 历史从未有过 老侯爷算是独一份 从此被传为佳话 封向后 齐皇赐了一座府邸 正好是承东 离长公主府相隔不远 刚挂上香府的牌子 一架马车缓缓驶来 殿下 到了 听到侍卫的声音 丫鬟相云扶着长公主走下马车 长公主抬头看了眼刚挂上的牌匾 步上台阶 香府 内堂 老侯爷召集了一众老部下 聚在一起商议朝政改革之时 新上任的礼部侍郎朱衍 以及户部侍郎周通 分坐在老侯爷左右两侧 两人已经成为了老侯爷的左膀右臂 改革方案 他已经跟陛下达成了初步一致 需要跟自己人通通气 这些老部下虽然都有些家业 但在京都还算不上贵族 变法对他们的影响并不大 自然无人反对 香府 外院 纪淮安带着红莲在院中闲逛 熟悉着这里的环境 刚来京都便官拜丞相 还拿到了上方宝剑 他对这个便宜老爹再次刮目相看 不过对于朝政改革一事 他并不看好 驸马爷的朝政改革内容他看了 主要是四个方面 一是土地改革 废除景田制 实行土地私有化 二是科举改革 废除举荐制 世袭制 实行用人为财 不论出身 三是削减官职 降低官员俸禄 四是禁止士族门法养兵 加强中央集权 朝改中的很多内容非常的先进 驸马爷确实很有才能 但因为做法太过激进 在这个时代 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 老侯爷接手了朝改 这让他很是忧心 少爷 这里比侯府还要气派 不过 我还是喜欢江南 红莲说 为什么 他问 这里天气不好 北方的天气跟南方不同 风大 江南水乡 烟雨萌萌 如诗如画 他也更喜欢江南 不是因为天气 而是京都危机四伏 没有江南惬意 而且这里美女 似乎没有江南的水灵 少爷 长公主殿下来了 红莲小声提醒 他一抬头 只见长公主 带着丫鬟走了过来 长公主依旧穿着一身素裙 朱钗竿竖着长发 垂落在后腰 衬托着成熟傲人的身材 加上他清冷高贵的气质 足以让任何男人沉迷 二哥好福气 可惜命短了 他心中感叹了声 快步迎了上去 公主扫扫 小安 侯爷可在 长公主问 父亲正在与几位大人议事 我这就去通传一声 不用 本宫等会变好 公主扫扫 那我陪你走走 好 长公主看了他一眼 点了点头 两人并肩在院里散步 回到京都 还习惯吗 还好 他偷偷看了眼长公主 额蛋脸白皙无瑕 眼波盈盈 俏丽若春桃 轻塑如秋菊 厚厚的阴唇 十分性感迷人 刚刚还感叹 京都美人少 看来只是自己见得少而已 长公主的美 跟江南女子秀气不同 她的五官立体 长相大气 加上高贵典雅的气质 不是一般美人能比的 北方风大 多穿些衣服 似是感受到她的目光 长公主说着 转头朝她看过来 长长的睫毛 明媚如秋波的凤幕 令她心神一颤 看怎么 公主扫扫 你真好看 说完才发现不妥 不禁有人尴尬 长公主并未介意 见她有些羞涩 我二问道 你成亲了吗 还没有 她说着 心里补充道 但有个大儿子 你会做师吗 长公主突然问 会一点 坐手来听听 她看了眼长公主 开口道 草色烟光残照里 无言谁会平兰义 一代见宽忠不悔 为一宵得人憔悴 一代见宽忠不悔 为一宵得人憔悴 长公主似有感触 脚步一顿 焦躯 微微一颤 她从蝶莲花瓷里 摘了几句凑在一起 正好应了长公主的心境 对不起 公主嫂嫂 我是不是惹你伤心了 没有 你显得很好 长公主说着 认真地看了小侯爷一眼 虽然小侯爷很年轻 但因为习武的关系 身材修长挺拔 长得也很俊朗 跟驸马爷还有几分相似 她的眼中渐渐花了 仿佛看到了驸马 公主嫂嫂 我为你写手诗吧 听到小侯爷的声音 长公主回过神 撇过头道 下次吧 这时 福伯和老侯爷 送着几位大人走来 看见长公主 众人都走过来行礼问候 他们知道 长公主找相爷有事 问候完并未停留 全部离去 院中只剩下老侯爷 福伯 纪淮安 长公主几人 相爷打算何时动手 长公主问 老侯爷犹豫了下道 红莲立刻护送小安回江南 纪淮安一愣 急道 爹 我不走 我留下来帮你 你帮不上忙 留在这里 只会让老子束手束脚 爹 你们要对老李那些人动手 他猜了出来 于林街驸马遇刺 黄承司抓了三四百人 其中直接参与的 仅有几十人 其他都是因为审讯 被牵连进来的 警官员就有近百名之多 这些官员 有不少是苏家 司马家 张家的人 正所谓法不择重 这三家都很笃定 最终只会处置 直接参与的那几十人 至于那近百名官员 最后只能赦免 不了了之 所以 三家并不着急救人 只是用荒证逼陛下妥协 但他们忽略了老侯爷的魄力 京都凶险 你若不走 会有性命之忧 老侯爷说 为人子者 自当与父亲共进退 他说道 老侯爷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大声道 好 不愧是本侯之子 阿福 去请斩马剑来 是 侯爷 福伯快步走去 很快捧着一把金色大剑走回来 老侯爷接过上方宝剑 看向长公主问 殿下去吗 当然要去 老侯爷点了点头 阿福 带上人马 随本侯去黄承司 变法 自然少不了流血 接下来 老侯爷的复仇终于开始了 第149章 雷霆手段 黄承司 曹衡刚从宫中过来 便碰到老侯爷和长公主 带了大批人手前来 相爷 长公主殿下 你们这是 曹公公 于临界一案 所有涉案人员判斩立决 即刻押往刑场行刑 曹衡吓了一跳 相爷 陛下尚未定案 本相带陛下定了 这 老侯爷请出斩马剑 斩马剑代表黄权 可以先斩后奏 曹衡也无奈 只能让人形配合老侯爷执法 自己则悄悄返回皇宫禀报陛下 很快 近400多人被押往刑场 这些人原以为是要释放自己 结果发现 阵仗有些不对 等到了刑场 全都傻眼了 数百名刀斧手 弓箭手将他们围在刑场中间 你们要干什么 老夫是朝廷武品官员 我是苏家的人 我要见苏尚书 我要见司马大人 我要面见陛下 其中不少官员大声高喊着 他们还不相信自己会被处决 毕竟人太多了 一百多名官员 已经占了底层官员中的一小半 杀了他们 至少大半个京城的官场 会陷入瘫痪 老侯爷可不管这些 拿出一张罪状 当众面刀 而等乱臣贼子 当街刺杀皇亲国妻 实为谋逆 因株连九族 经日本乡亲自兼斩 以正国法 不要 你不能杀我们 我们是冤枉的 一看老侯爷是动真格的 面对死亡 他们终于害怕了 不过已经晚了 弓箭手准备 四百多人 一个个拿刀砍太麻烦 刑场四周 几百名弓箭手 张弓搭箭 杀 随着老侯爷一声令下 万箭齐发 一个个惨叫着倒下 有几人想要冲出去 被刑场边上的刀斧手 乱刀砍死 不过片刻 整个刑场失衡遍野 血光冲天 再无一人战力 刀斧手们 持刀走上刑场检查 没死透地补上两刀 纪怀安陪着长公主 在后台 看着这场行刑 老侯爷的魄力 让他心中直呼牛逼 杀了这么多人 这是在向 整个京都贵族宣战 接下来的日子 恐怕不安稳了 他看了眼旁边的长公主 见长公主眼眶红润 不禁有些感慨 长公主对二哥有情有义 让他好感倍增 人刚杀完 曹公纵马飞驰而来 看到整个刑场失衡遍野 他知道来晚了 接下来 老侯爷随曹衡进了宫 皇城司 亲自护送着小侯爷 与长公主 各自返回府中 相爷 你可知这样做的后果 御花园中 老侯爷陪着陛下 闲步走着 七皇早已算到 老侯爷会斩杀这些人 但没想到会如此果断 而且出手这么快 陛下 若是不处置这些人 如何震慑天下 皇权至尊无上 既然他们敢挑战天威 就应该承受鲜血的代价 让他们知道 触怒天威的后果 才会遵守君臣之礼 老侯爷的话 很被齐皇的胃口 其实齐皇早就想处决这些人 只不过不能亲自动手而已 否则朝堂不稳 他需要一个人帮他做这些事 老侯爷正是最合适的人选 老侯爷接着道 老臣之所以先斩后奏 是不想让天下人误会 陛下是个残暴之人 老臣愿做陛下手中之剑 替陛下扫荡所有奸命 为陛下分忧 侯爷忠心 真乃朕之姓 大齐之姓也 为陛下敬忠 为大齐敬忠 是臣子的本分 老侯爷对齐皇十分了解 他知道 这次先斩后奏 是符合齐皇心意的 既然陛下 让他帮忙杀人 他正好借机为子报仇 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死了这么多官员 对官衙影响很大 如何解决 齐皇问 官僚体系本就臃肿 击毙已久 杀了这些人影响并不大 若是他们还敢故意怠慢政务 正好一清除 借机打击这些门法势力 都打倒了 谁来替真办事 春为在即 这次可以多提拔一批新人 齐皇一听 点了点头 问 这次科考准备的如何了 朱大人已经拟定了新的科考制度 明日早朝会禀明陛下 老侯爷跟齐皇谈到傍晚才出了宫 陛下派玉林军亲自护送老侯爷 回到了乡府 新任迹象 直斩马剑 先斩后奏 处决了于林街涉案的四百多人 令整个京都震惊不已 没人想到 老侯爷有如此魄力 敢与整个京都贵族为敌 当天 数百封奏折飞向皇宫 弹劾老侯爷 不过都被齐皇无事了 第二天早朝 金鸾殿挤满了大臣 之前卧病推诿不上朝的 全都生龙活虎的来了 不少少在早朝向老侯爷发难 但行刺皇亲国妻 本就是诸连九族的死罪 只要涉案 便有足够的理由处决 今日这些乱臣贼子 敢行刺驸马爷 他日便敢行刺陛下 诸位大人觉得不该杀 是何居心 老侯爷一句话 便令所有人不敢再反驳 接下来 礼部侍郎朱衍 提出了新的科考制度 取消了官员举荐制 和一些子承父业的制度 新的制度说简单点 就是主打一个公平 让普通人也有机会做官 虽然遭到重臣反对 但最终在老侯爷和齐皇的权力支持下 顺利通过 这也正式迈出了朝改的第一步 接下来的几天 京都风起云涌 老侯爷动了所有贵族的利益 自然会遭到报复 因为领教了老侯爷的手段 他们也不敢再明目张胆地拦截行凶 而是改成了暗杀 不过老侯爷早有准备 在齐皇的支持下 黄承司调派了两对金刀卫手 在相府外围 相府内部有福伯作证 侯府的暗卫 加上小侯爷率领的青衣楼 以及黄承司的高手 整个侯府的防御 如同铁桶一般滴水不漏 有几次杀手 刚到相府外围 便被俘虏 暗杀这一套 凡是被抓捕的杀手被俘 便会受到残酷的审讯 没人能承受酷刑 一旦幕后主使的贵族被照拱出来 当天贵族的核心成员 便全部被反杀 有些甚至被灭族 老侯爷的雷霆反击 很快便震慑住整个京都 不过几天时间 他们便收手了 第150章 老侯爷的目的 与整个京都贵族对抗 还取得了上风 这让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不过相府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整日紧闭着大门 对进出人员都有严格的限制 既怀安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只能待在乡府 连大门也不能出 一连几天后 京都的贵族都消停了 老侯爷的强势反击 终于让他们感到了害怕 以前没人能治得了他们 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现在老侯爷强势灭了几个贵族 谁也不敢放肆了 这些京都贵族更怕死 谁也不敢拿整个家族的命运开玩笑 至于变法之事 反正损伤的 又不是只有他们的利益 天塌下来 有高个的顶着 苏家 司马家 张家都不出手 拿他们当枪使 枪打出头鸟 这些贵族们也都不蠢 很快便明白过来 京都重新恢复了平静 至此 苏家 苏司马的一手好算盘 终于落空了 尚书府 偏听 几个被免职的官员 正在向苏圣哭诉 其中官职最大的 当属礼部侍郎刘大人 因为没有上朝 直接被免了官职 尚书大人 这回怎么办 尚书大人 您要为我们做主啊 现在 咱们在礼部的人 听着几人哭诉 苏圣不禁一阵头大 诸位大人莫急 先安心回去休息一段时间 就当休假了 等过段时间 老夫会给你们重新安排职务 苏圣费了半天口舌 终将这些人打发离开 几个走出苏府后 一个个露出不满的神色 也不知还要等多久 尚书大人说的都是敷衍之词 想官复原职 恐怕不可能了 咱们为苏家安前马后 现在出了事 就要将咱们一脚踢开吗 老夫告假不上朝 都是他的意思 要怪只怪咱们太天真了 榆林街一案 已经死了数百人 咱们没有受到牵连 能留得一命 已经算是幸运了 听说最近不少大家族 暗中遭到了报复 死伤惨重 真是愚蠢 季侯爷可不是驸马爷 那么好对付的 现在朝堂斗得厉害 咱们能置身事外 或许还是件好事 有道理 这些人离开后 苏圣立刻召集了几名大员 前来商议对策 真没想到 短短一月不到 老侯爷便控制了京都 是咱们低估了季侯爷 上书大人召集我们前来 可有对策 老侯爷有陛下支持 若是硬碰下去 对咱们并无好处 是啊 这样下去 反而会不断削弱咱们的实力 现在所有人都畏惧老侯爷的手段 之前的方法已经行不通了 最好想个变通的办法 他们担心上书大人 又要让他们出手 一个个担忧地劝说起来 听着几人议论着 苏圣虽有不满 不过并未表现出来 他倾咳了两声道 主委说的没错 现在不宜与乡府硬碰硬 不过这并不代表咱们输了 尚书大人有何良策 苏圣笑道 乡府势单力薄 就算他能震慑住京都又如何 他能控制整个大齐国吗 众人愣了一下 立刻明白了尚书大人的意思 既然无法从京都逼迫陛下 那就从其他地方下手 大齐各地都是由士族门法掌控 只要地方上全都闹起来 即便是齐皇也不得不妥协 诸位 趁着现在乡府羽翼未封 各地都还在大家的掌控之中 必须尽快行动起来 老谋深算的苏尚书再次出手了 其实根本不用他出手 只要将陛下变法天油加醋地 传到各地士族门法的耳中 轻轻煽动一下 便会形成蝴蝶效应 相府 书房 老侯爷坐在书桌前翻看着公文 福伯陪在一边 片刻后 老侯爷放下手中公文 揉了揉太阳学问 最近都消停了 一些萧小之徒 被侯爷震慑后 已经不敢再放肆了 福伯答道 小安这几天在做什么 除了练剑 就是躲在书房 应该是在读书 读书 老侯爷一脸惊讶 爹 正在这时 纪怀安快步走了进来 啊 有事 我写了点东西 希望能帮到爹点 纪怀安说着 将一封折子递了过去 老侯爷接过来一看 越看越是心惊 折子上写的是朝改的内容 不过写的颇为详细 而且可执行度非常高 可以说是一份非常牛逼的变法方案 爹 二哥之前的变法太过激进 会遭到全国士族阶层的抵制 我觉得应该循序渐进 所以做了一些调整 大七国士族根深蒂固 变法弹何容易 稍有不慎 灰飞烟灭 驸马爷便是前车之箭 现在看似老侯爷取得了上风 但其实变法尚未开始 一旦变法 遭到全国士族阶层的抵制 根本无法推行时 狗皇帝便会第一个拿老侯爷祭刀 用来讨好士族阶层 这点纪怀安确信无疑 因为历史就是这样书写的 他根据历史的经验 重新改写了变法的内容 至于能否行得通 他也无法确定 但绝对比之前的变法好得多 爹 您觉得怎么样 他见老侯爷半天不说话 主动开口问道 老侯爷没有回答他 而是点燃旁边的油灯 直接将他写的折子点燃 烧成灰烬 纪怀安嘴巴张成了O型 愣了会问 爹爹 您看仔细了吗 宁儿虽然有才能才 但他主张的变法太过激进 根本不可能推行下去 这点 你觉得陛下会看不出来 老侯爷莫名其妙地问 不等他回答 老侯爷又道 陛下全力支持驸马业变法 是有意将驸马送上绝路 纪怀安一听 很快便想明白了齐皇的阳谋 老侯爷为了替驸马报仇 必定会站出来 与整个士族对抗 正好成为齐皇改革之利剑 狗皇帝号算计 既然便宜老爹心知肚明 为何 京都贵族 是杀害二哥的直接仇人 狗皇帝是间接仇人 难道老侯爷除了对付这些贵族外 还要向狗皇帝复仇 老侯爷接手主持变法 是另有目的 通过变法 颠覆皇权 他心中想着 不由一惊 下去吧 不得再插手正式 老侯爷挥了挥手 自己还是太嫩了 他行礼后退出书房 小少爷很聪明 福伯说道 跟宁儿一样 还是太年轻了 老侯爷眼中闪过一丝悲伤 侯爷 陛下并不蠢 他迟早会看出侯爷的心思 到时候想要全身而退 恐怕不易 所以要快 第151章 再见唐灵 探查消息 表面上是接手主持朝改 帮助齐皇打压整个士族 实则是故意激化皇权 与士族阶层的矛盾 想要颠覆皇权 便宜老爹 真是个大聪明啊 不过这样做 就是在刀尖上跳舞 稍有不慎 整个技家都将灰飞烟灭 他不禁有些佩服老侯爷的勇气 便宜老爹敢这样玩 应该是想好了退路吧 自己还不想死 少爷 有人找 他正胡思乱想着 红莲走不来禀报 什么人 他问 因为是非常时期 这段时间相府防御森严 对陌生访客都会进行严格检查 既然红莲来通知他 肯定是可以见的人 不过自己在京都似乎没有认识的人 所以他有些疑惑 是一个漂亮的姑娘 少爷去了就知道了 红莲狡黠一笑 卖了个关子 他有些好奇 跟着红莲来到相府门口 一个样貌清秀的少女 正在门口等着 少女是个陌生的面孔 但给他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姑娘 你是 小师爹 你这么快就不记得我了 唐 小师姐 是你 女子是唐玲易容的 但没有改变声音 他一听便认了出来 嗯 唐玲点了点头 快进来 他一把拉住唐玲的小手 带着唐玲回到内宅房间 红莲董事的关上房门 守在门口 小师姐 好久不见 半年多前 唐门被灭 唐天玲 唐喜被押到了京都 后来 唐玲跟着唐剑 唐义赶往京都救人 他们在江明城外分别 已经过去了半年多的时间 自从来到京都后 纪怀安便让清一楼暗中打探唐玲三人的消息 不过一直没有音讯 现在看见唐玲 他终于放下心来 小侯爷 我是来求你帮忙的 唐玲求助地看着他 他知道是营救唐天玲和唐喜之事 盲问 有没有查到宗主被关在哪里 在黄城寺 唐玲肯定地说 唐门是黄城寺灭的 人也是被黄城寺的金刀抓回来的 关在黄城寺合情合理 但之前因为驸马爷一案 黄城寺抓了很多人 地牢人满为患 在老侯爷拿出上方宝剑 出死那些人时 纪怀安曾借机进地牢看过 并没有发现唐天玲和唐喜 小侯爷 求求你帮我救出爹店 唐玲眼中勤满了泪水 虽然易容了样貌 依旧可以看出憔悴了许多 显然这段时间过得并不好 你别着急 我会想办法救出师父的 唐玲泪水滚落 一把抱住她 轻声哭了出来 她是唐门二小姐 原本是众星捧月般的存在 但一夜之间家破人亡 未救父亲来到京都 但人生地不熟 世事碰壁 新年刚过 这个新年对她来说如同煎熬 原本她很坚强 但不知为何 见到小侯爷便忍不住哭了出来 虽有一身武艺 但毕竟还是个十六岁的少女 小师姐 别怕 我会保护你的 她抱着怀里柔软的少女 安慰了几句 又温柔地帮她 擦了擦眼泪 谢谢你 唐玲羞涩地看着她 都是自家人 不用谢 她想了想问 你们现在住在哪里 安全吗 在城南的一处民宅 很安全 她犹豫着 要不要让唐玲三人搬到巷府来 不过思索再三 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现在整个京城的目光 都聚集在巷府 搬过来反而不安全 容易被有心人盯上 小师姐 你先留在这里 我找人去打听一下消息 等我回来 好 你小心点 唐玲叮嘱到 她先让丫鬟 准备了些好吃送过来 安排好唐玲后 她有些范畴了 虽然园主出生在京都 但她对这里 并没有太多的记忆 在这里人生地不熟 别说救人了 想打听消息都不容易 除非找老侯爷帮忙 算了 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便宜老爹 现在恐怕没心思帮唐门 突然 她想到了一个人 立刻带着红莲出了巷府 傍晚 黄承司 董良带着两名手下 走出黄承司大门 这两天好像消停了 再不消停 老子要累瘫了 天天抓人 审讯 没日没夜的谁受得了 还是相爷有手段 能镇住京都这些王八蛋 大人 你与小侯爷 不是有些交情吗 干什么 一名同刀嬉皮笑脸道 小侯爷现在是相爷公子 攀攀交情 董良撇了撇嘴 黄承司是什么地方 你们心里没点数 可 清水衙门 一名同刀打去的笑道 黄承司只属于陛下 由大太监曹衡主管 是完全独立于朝堂之外的衙门 别说攀上小侯爷了 就是攀上相爷也没用 董兄 三人正闲聊着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董良扭头一看 面露惊喜之色 他手下的两名同刀 也是一脸惊讶 正在聊着小侯爷 竟然就碰上了 小侯爷 董良快步迎上去 抱拳一礼 纪怀安微笑道 董兄 江南一别 好久不见 小侯爷 何时来的京都 刚来一月 因为二哥之事 董良自然明白 盲劝未到 小侯爷节哀 都过去了 纪怀安叹了口气 接着道 今日难得有空 我特意来找董兄畅饮一番 不知董兄是否得空 一听小侯爷 是特意来找自己的 董良不禁一阵感动 刚好放牙 得空 小侯爷来到京都 做兄弟的自当 一尽地主之意 今日我请 你我兄弟 不必客套 纪怀安看了眼 旁边的两名同刀 说道 两位兄弟一起吧 人多热闹 这两人之前 跟着董良一起去过江南 他也见过 听到小侯爷邀请 两人高兴不已 几人就近找了个豪华的酒楼 小侯也点了一桌丰盛的韭菜 董兄 最近在忙什么呢 别提了 整天抓人 审讯 没日没夜的 董良郁闷道 小侯爷 那些加害驸马爷的王八蛋 都是我们抓的 一名同刀讨好的说道 相爷杀的好 那些个王八蛋都该死 另一人跟着说道 四人边喝边聊着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后 几人都有些微醉了 纪怀安不经意地问 之前江南的案子办完了吗 小侯爷说的是唐门 嗯 听说唐宗主被关押在皇城寺 斩了吗 还没有呢 前段时间曹公太忙 没时间过问 这几天应该要处理了 据我所知 唐门是名门正派 向来恪守法计 应该不会做出行刺之事 董良意味深长地看了小侯爷一眼 想了想到 这案子是曹公亲自督办的 人被关在皇城寺重牢 好像是由司空金刀和夜金刀审理 还有重牢 小侯爷好奇地问 董良点头道 重牢在皇城寺的深处 那里是专门关押江湖高手的地方 除了曹公外 只有几位金刀大人有资格进去 只要进了重牢 从来没有人能活着出来 我听说那里阴森恐怖 跟地狱一般 两名同刀最熏熏地相继说道 第152章 小师姐的温柔 几人一直吃喝到天黑后才散去 纪怀安最熏熏地回到乡府 唐灵正在房间里焦急地等待着 他将打听到的消息 跟唐灵详细说了一遍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 唐天灵跟唐喜还活着 被关在皇城寺重牢 要想救人恐怕不容易 我先回去通知大哥和七叔 唐灵要走 被纪怀安一把拉住 马上就要消敬了 你现在出去不安全 最近老侯爷跟金圈贵族薄杀刚结束 但夜间消敬盘查依旧十分严格 一旦到了消敬时间 还在街上闲逛 会被成为抓起来审讯 那怎么办 唐灵一脸焦急 你先在这里住一晚 明日一早再回去 不行 我不回去 哥哥和七叔会担心的 这样吧 你把地址告诉我 我派人去跟他们说一声 乡府的护卫有夜行令 嗯 唐灵无奈地点了点头 然后将地址告诉了他 纪怀安立刻走出房间 将事情交代给了红莲 让红莲找个暗卫去传话 小师姐 都办妥了 他走回房间 只见唐灵站在同镜前 已经卸去了伪装 恢复了本来的容貌 少女背对着他 发际散开 长发披落至后腰 先腰翘臀 恶娜的身段 很是火辣性感 听到他的声音 唐灵回过身 白皙的脸颊肌肤温润如玉 柔光若腻 樱桃小嘴不点赤 娇艳欲低 一张清纯美艳的脸颊 楚楚动人 我今晚住这里吗 唐灵回过头问 嗯 这是我的房间 很安全 那你呢 唐灵问完后 翘脸一红 我当然也睡这里 他走过去 一把搂住唐灵的仙腰 两人四目相视 少女吐气如蓝 长长的睫毛轻颤着 一缕诱人的体香传来 令他心圆一马 美人在怀 他顿时一阵口干舌燥 感受到小侯爷炙热的目光 急促的呼吸 还有下体传来的异样 他紧张得无法呼吸 不过这种感觉很奇妙 他紧张中 又隐隐有一丝期待 林儿 你真好看 你 别这样 嗯 他话音未落 火热的双唇 封住了他的樱桃小嘴 小侯爷轻松攻入了他的齿背 含住了他香甜的钉舌 正值热情似火的年纪 他的欲望很快便被小侯爷点燃 不自觉地回应着 小侯爷喝了不少酒 很快便被欲望吞噬 他炙热的大手 缓缓探入一群之中 啊 唐灵发出一声阴鸣 郊躯一阵站立 小侯爷 不要这样 他急忙一把抓住小侯爷的手 阻止他进一步的动作 不要哪样 他无耻地问 唐灵轻咬下猪唇 白了他一眼 眼神舞昧风情 娇艳欲低 他拦腰一把 将唐灵抱了起来 放到大床上 一把扯开他的裙带 血紧的肌肤 浮现着淡淡的红韵 精致的锁骨 粉色的兜肚 令人血脉纷张 唐灵并没有阻止他 而是寒情默默地看着他 然后缓缓闭上了眼 得到默许 小侯爷一头扶了上去 深夜 月朗星熙 北风萧萧 房间中传来勾人心魂的迷你之音 次日晨时 晨光穿过镂空的窗户 点亮了房间 一夜的激烈之后 两人沉沉睡去 尚未醒来 也不知过了多久 纪怀安悠悠醒来 睁开眼 只见唐灵如小猫般 蜷缩在他怀里 眉头微醋 稍显憔悴 少女的第一次 总是要吃些苦 她看着唐灵长长的睫毛 楚楚动人的翘脸 温柔地在他的额头上 轻轻吻了一下 小师姐的性格一直火辣 昨夜的温柔 让他有些意外 不一会 唐灵醒了 缓缓睁开眼 一双秋水寒波的 美目看着他 眼中闪烁着一丝 羞涩与慌乱 昨晚我是不是太粗鲁了 还好 唐灵将头埋在他的胸膛之上 小声道 从今以后 我就是你的女人了 小师姐 我会对你负责的 她温柔地抚摸着她的秀法 我不需要你对我负责 你要帮我救出爹爹 你是因为这个才跟我 当然不是 你怎么可以这样想 唐灵有些生气了 那你干嘛不让我对你负责 她问 唐灵眼中闪过一丝难过 说道 我们唐家现在是朝廷侵犯 你是小侯爷 也是相辅公子 你要怎么对我负责 季怀安雅然 原来这丫头 是在为自己考虑 她不禁有些感动 我会想办法的 唐灵摇了摇头 江湖儿女 不拘泥于世俗 小侯爷心里有我唐灵 就够了 我的心里永远装着小师姐 除了小师姐 还有很多吧 不会不会太解 不会 小师弟我心胸广阔 可那百川 有嘴滑舌 不要脸 两人依偎着 逗了会嘴 才起床穿衣 看到床单上的一抹鲜艳的颜色 唐灵羞怯地拉着被子盖住 一刻钟后 唐灵一融成之前的样子 季怀安叫上红帘 送着唐灵离开了乡府 城南 一处偏僻的民宅 就是这里了 唐灵说着 敲了敲门 谁 哥 是我 院门打开 唐一看见小侯爷抱拳道 小侯爷 大 师兄 好久不见 季怀安尴尬一笑 他差点脱口喊出大舅哥了 别站在门口 进去说 唐灵拉着他的手走了进去 唐一见两人手拉手 看了眼妹妹 又看了眼小侯爷 他自然懂了 关上院门 带着小侯爷几人进入屋里 唐建也在 季怀安将打探到的消息 再次详细说了一遍 皇城司重牢 在什么地方 唐建问 在皇城司衙门的深处 里面关的都是江湖中的高手 防守森严 铜墙铁壁 只有大太监曹衡 以及金刀卫 才有资格进入 季怀安说 唐一筹眉不展道 只要知道关押位置 进去不难 问题是怎么将父亲和三叔带出来 以唐门的一荣术 混进皇城司并不难 之前唐建和唐一都混进去过 只不过没有找到关押之地 皇城司内部各处 也都有独立的防御系统 不够级别 根本不能随意走动 季怀安想了想到 我有个主意 也许可行 几人一听 全部朝他看过来 他将想法详细说了一遍 唐一一听 惊喜道 这办法可行 唐建也点头赞同 几人商量了一下细节 决定冒险一事 第153章 营救计划 承熙 正北方位 坐落着一座灰红气派的衙门 衙门四方四正 寓意公正严明 这里三步一岗 五步一哨 四周青石墙高达丈许 将整座衙门围得像铁桶一般 衙门口住着高高的台阶 珠红色的大门上 打满了金色的锚钉 给人一种严肃庄重质感 门楣顶端 选着黑色匾额 上面写着三个珠红色的大字 同时也会办理一些特殊的案件 齐皇手中有两支利剑 一支是由谢天南率领的五万进军 另一支是便是大太监曹衡掌管的黄承司 走马街 这里是离黄承司最近的一条街道 街道很繁华 两侧是形形色色的商铺 一大早便都已经开门营业 一名穿着黄承司官服的男子 沿街走来 正是黄承司五大金刀之一的叶向东 他走到街边的一个早餐铺坐下 老板 十个大肉包子 两根油条 一碗粥 好嘞 大人稍等 很快 老板便端上了热气腾腾的包子 叶向东拿起一个包子吃了起来 作为黄承司的五大金刀之一 叶向东性格内敛 为人低调 他每天早上都会在这里吃早餐 然后去黄承司办公 有时放牙回家 除了办理特殊公务外 他的生活基本就是三点一线 很规律 包子铺对面是一座茶楼 纪怀安与唐义 唐健正站在三楼的窗口 观察着对面吃早饭的叶向东 要想进入黄承司重劳救人 必须从五大金刀下手 叶向东是最好的人选 除了性格特点外 他修长的身材都跟唐义差不多 要想易容成一个人不难 但要完全不落破绽 并不容易 他们已经观察了叶向东三天 看着叶向东吃完早饭后离开 纪怀安问道 唐兄 如何 应该差不多了 唐义点头回答 要不要再观察两天 他问 唐义摇了摇头 夜长梦多 今晚就行动 好 那我们分头准备 几人窍无声息地散去 黄昏 叶向东从黄承司走了出来 出了黄承司便是走马街 他沿街走到一处糕点铺 刘掌柜 来一份桂花糕 因为夫人喜欢吃这里的糕点 所以他经常买 跟掌柜很熟悉 好嘞 大人稍等 很快 刘掌柜便包好一份桂花糕递过来 没开眼笑地问 大人 尊夫人快生了吧 还有几个月 恭喜大人 叶向东点了点头 付了银子 拎着桂花糕走了 一刻钟后 他走进一座大宅 这里是他的家 宅子很宽敞 在京都有这样一座宅子 已经算是中产阶级了 黄承司虽然是清水衙门 但他乃是五大金刀之一 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 夫人 我给你买了桂花糕 他走到房门口 刚要推门便发觉了异常 这个时间 丫鬟应该陪夫人在院中散步 顺便等他回来 这个时间 不应该将自己关在房中才对 他警惕地 将手按在腰间的刀柄上 支的一声 房门开了 一个陌生的男子出现在门里 站在房间里 男子不是别人 正是唐义 刷的一声 金刀出鞘 叶向东一刀刺向对方的咽喉 作为黄承司的五大金刀之一 他的实力 放眼整个京都都是最顶级的存在 面对叶向东的杀招 唐义一动未动 你若不想夫人和孩子出事 最好住手 刀尖停在唐义的咽喉处 再多一寸便能让他伸手一出 你是什么人 烟在哪 叶向东紧张的脸上青筋抽搐 叶是他的夫人 而且已经身怀六甲 放心 尊夫人很安全 进来聊 唐义让开房门 叶向东警惕地走了进去 房间中 一个风雨美艳的妇人坐在床上 挺着个大肚子 唐剑手指一把青钢长剑架在妇人的脖子上 夫人 叶向东 退后 唐剑手中长剑一动 吓得叶向东停下脚步 你们想干什么 有话好说 唐义关上房门道 我们想请叶大人帮一个忙 叶向东拧起眉头 帮什么忙 唐义伸手示意 先把刀给我 叶向东紧握着刀 没有动 叶向东 你最好照做 唐剑威胁道 夫人备制 投鼠忌器 叶向东只好将手中金刀扔向唐义 唐义接过来看了看 这是一把三尺短刀 刀锋闪着冰冷的寒光 一看便知不俗 刀鞘 唐剑伸手讨要 叶向东只好卸下刀鞘扔了过去 刀鞘是黄金打造 金光灿灿 上面雕刻着四个字 黄城金刀 整个京都只有五把这样的金刀 分别佩戴在黄城寺的五位金刀手中 黄城金刀是他们的信物 拥有极高的权力 唐义收刀归翘 同时松了口气 有了这把金刀 便能顺利出入黄城寺的众楼 两位是江湖中人 只要放了在下夫人 凡事好商量 叶向东说着 突然感到一阵血运 身体摇摇欲坠 中毒了 他一把扶住旁边的桌子 唐义冷笑道 叶大人 先睡一觉吧 你们是 唐门中人 叶向东说着 一头栽倒了下去 叶家的人并不多 只有一个管家 三个丫鬟 还有两名家丁 这些人都已经被控制住 关了起来 唐门的毒药 会让他们睡上一整天 四日一早 唐义化成深夜向东 穿着黄城寺的官服 腰配金刀 大步走出叶宅 直奔黄城寺的方向而去 来到走马街包子铺 他像往常一样 点了十个大肉包子 两根油条 一大碗粥 吃完早饭后 他刻意跟包子铺老板 聊了几句 对方完全没有发觉异常 毕竟包子铺老板 对叶向东不够熟悉 真正的考验 是在黄城寺之内 纪怀安 红莲 唐玲三人 站在对面茶楼窗口 看着唐义 顺利走进黄城寺的大门 三人都紧张不已 特别是唐玲 紧紧地抓着小侯爷的手 柔软的掌心 全是汗水 别担心 不会有问题的 他安抚地刮下了唐玲的鼻子 第154章 随机应变 黄城寺内有五个独立的牙塘 每位金刀管理着一座 都拥有独立的办案权 中庭坐落着一座七层塔楼 塔楼下方便是重劳所在 叶向东管理的牙塘叫东塘 位于东南方位 唐义进了黄城寺后 静止朝着东塘走去 大人 沿途碰到的牙翼 都朝他行李招呼 他只是微微汗手 轻轻应一声 很快 他便来到东塘 手下的几名银刀都已经出去巡视了 只有一些普通的牙翼留守在此 没有特殊任务时 银刀 铜刀点卯后便去城中巡视 早出晚归 最近京都混乱得很 黄城寺压力颇大 你们几个 跟我走 他叫上几名牙翼 直奔中庭的七层塔楼 这些牙翼平时都干些杂活 押送犯人 通传信息等 跟金刀大人差着数个级别 对于金刀大人的命令 他们只要执行便可 自然不敢多问 来到中庭塔楼前 唐义吩咐他们在外面等着 独自走进塔楼之中 门口的守卫 自然认识金刀大人 并没有阻拦 纪怀安 红莲 唐灵 站在茶楼窗口边 紧张地盯着黄城寺的大门方向 唐义进去了 也有半个多时辰 还没有出来 三人谁都没有出声 但越是安静 越是让人紧张 黄城寺戒备森严 网罗了不少高手 想从里面救人 是一件极其冒险的事 稍有不慎 只会让唐义也陷进去 不过他们对唐门的易容术很有信心 只要唐义小心一点 很难会被人发现 怎么还不出来 唐灵焦急道 别急 应该快了 再等等 纪怀安正说着 表情一鸣 透过窗口 可以看到一对豪华的马车 朝黄城寺大门口驶来 少爷 这是宫里的马车 红莲说道 宫里的马车跟外面的不同 马车的雕花染成了明黄色 还有拉车的马 是大渊国进贡的大渊居 这对马车随行的护卫 都穿着黄城寺衙们的官服 糟了 是曹衡 纪怀安心中一个机灵 黄城寺五金刀中 有两个是他的义子 剩下三人都是 通过他的亲自考核 由他提拔的 可以说 他对每一个金刀都是 无比熟悉 以曹衡的能力 只要碰到唐义 一定会识破唐义的伪装 而且 只要曹衡进了黄城寺 就一定会碰到唐义 因为黄城寺中庭的七层塔楼 便是为他而建的 包括塔楼下的重牢 黄城寺抓不过很多江湖高手 曹衡的很多功夫 便是来自 关押在重牢里的江湖高手 怎么办 纪怀安紧张地握了下拳头 怎么了 感受到他的异常 唐玲疑惑地问道 小师姐 你再次等着 红莲你回府通知父亲 照我的话说 情急之下 他也来不及解释 跟红莲交代了几句后 快步出茶楼 朝着黄城寺的大门口 飞奔而去 喻 马车来到黄城寺大门口停下 曹公 到了 一名护卫掀开车帘 曹衡下了马车 曹公公 曹衡正要进门 听到喊声 转头一看 只见一个俊朗的少年走了过来 小侯爷 曹衡眯眼一笑 在江南时 曹衡到过侯府 见过这位丸固的小侯爷 老侯爷封向后 曹衡也多次去过相府 也见过几次 可以说是很熟悉了 纪怀安嬉皮笑脸地走近 立刻被几名护卫拦住 曹衡挥手示意 护卫退开 曹衡笑了笑问 小侯爷有事 纪怀安说道 父亲大人派我前来 邀请曹公公过府商议要事 曹衡愣了下 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他很少出宫来黄城寺 今日是临时起义来的 老侯爷怎么会知道 宫中有人 还是宫门外的密谈 老侯爷这个时候找我干什么 他想了想问 不知相爷要商谈何事 这个我也不知道 父亲说是很重要的事 曹公公若是不方便 那我回去禀报上 相爷相邀 岂可不去 曹衡微微一笑 小侯爷没有坐马车来 十多年没有回京都了 我正好走走 便没有坐车 那上车一道吧 这是曹公的马车 小子 我方便坐吗 哈哈 当然方便 曹衡一拉他的手腕 顿时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不过瞬间便恢复神色 拉着小侯爷上了马车 唐玲站在茶楼窗口 忧心忡忡地看着马车驶离 宽敞马车中 纪怀安与曹衡隔桌对坐 马车跑得不快 里面毫无颠簸之感 如地面一般平稳 小侯爷在京城还住得习惯吗 还好 就是有点想家 京都不比江南 这里风大 气候也有些干燥 小侯爷多穿点衣服 以免受寒 不瞒曹公 我也是习武之人 小小寒气 何俱也 他之所以这样说 是发现曹衡刚刚叹了 他的脉搏 似乎是有意为之 虽然他极力掩饰 但以曹衡的能力 应该已经发现他习武了 曹衡一听 迷眼笑道 你们年轻人身体好 我这副老骨头比不了 两人在马车中 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着 半个时辰后 马车来到了乡府大门口 老侯爷亲自在大门口迎接 曹公公大驾 蓬毙声辉 相爷客气了 曹公公 里面请 相爷请 老侯爷迎着曹公公进了乡府 继怀安转身便想离开 结果被福伯一把抓住了手腕 小少爷 先随我回府 福伯 我还有事 黄成寺那边也不知道情况如何 他心急如焚 有事稍后再说 福伯也不理他 强行将他拉了回去 带到那院房间 关上了房门 红莲在门口守着 小少爷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也不说一声 福伯生气道 我不想给父亲添麻烦 他解释道 侯爷有令 让你不得插手唐门之事 唐宗主教过我华阳针法 也算是我的半个师父 我若做事不理 有位江湖道义 福伯 你先放我出去吧 福伯摇了摇头 不行 第155章 老谋深散 相辅 大厅 一头花白的老侯爷 与曹衡隔桌对坐 丫鬟们奉上茶水 茶香四溢 沁人心脾 这是从江南带来的西湖龙井 曹公尝尝 老侯爷示意 好茶 曹衡喝了一口放下茶杯道 相爷不会是邀请 我来喝茶的吧 老侯爷轻叹了声 我记得曹公公乃是晋士出身 曹衡一听 脸色阴沉了下来 他曾经也是风流倜傥的才子 而且中了晋士 因为一名女子 得罪了京都的一位贵族少爷 下于问斩 也是他命不该绝 被一位大太监看中 选到宫中静了身 做了个小太监 凭借着个人能力 他从一个小太监 慢慢爬到了如今的位置 其中付出了多少屈辱 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之所以能坚持下来 有一个重要的目的 就是复仇 掌管皇城司之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带人将那个贵族抄家灭门 事后他向齐皇请罪 并说出了真相 他本以为会受到处罚 结果齐皇不仅没有为难他 反而更加重用他 陈年往事早已忘了 曹衡不解地看了眼老侯爷 这些往事是他心中的忌讳 他不明白老侯爷提这个有何用意 老侯爷微微一笑 最近本相抓到一个人 也许曹公有兴趣 曹衡心中一跳 什么人 本相也不确定 还需曹公亲自看一看 好 曹公 请 老侯爷起身 带着曹衡来到乡府的一处地牢 牢房的行架上绑着一个人 披头散发 有些看不清面貌 但曹衡看到此人 表情却是一变 眼中闪过一道凌厉之色 老侯爷示意 一名护卫上前将对方的头发撩开 男人的样貌露了出来 曹衡忍不住一握拳头 浑身散发出冰冷的杀气 当年陷害他的那个贵族 已经被他灭门 但曾经的那个贵族少爷 却闻风逃走了 眼前这张脸 正是让他家破人亡 变成太监的罪魁祸首 狗太监 是你 男人看到曹衡 咬牙切齿 相爷 可否将此人交给我 当然 我让人送到黄承司 不必麻烦 曹衡宽大的袖袍中 探出干瘦的老手 五指成爪 像切豆腐般的插入男人的心口 随之血迹喷射 一颗血淋淋的心脏 被曹衡摘了出来 男人痛苦的全身抽搐 惊恐的看着曹衡 将自己的心脏捏爆才断气 老侯爷有些意外 他本以为曹衡会将人带回去 慢慢折磨 没想到曹衡直接将人杀了 这个大太监的心性 比他预想的更加沉稳 是个难缠的角色 抱歉 弄脏了相爷的牢房 五房 本就是污秽之地 老侯爷微微一笑 示意护卫打来一盆清水 给曹衡洗了洗手 福伯 你就放我出去吧 纪怀安拉着福伯的衣袖撒娇 他已经被关了一个多时辰 也不知道唐义有没有得手 福伯咪桌眼俯了下胡须 不急不慢地道 小少爷 莫急 淡定 这么大的事 怎么淡定 他看了眼 稳如老狗的福伯 微微一愣 福伯早要安排 这么大的事 便宜老爹肯定出手了 自己还是太年轻了呀 福伯 现在是什么情况 告诉我呗 他笑嘻嘻地拉着福伯撒娇 等 福伯就蹦出一个字 还好老头刚说完 敲门声响了 一名暗卫走进来 对着福伯 语了几句后迅速离去 小少爷 人已经就出来了 真的 福伯点头道 随我来吧 去哪 去送送曹公 福伯带着他来到前院 刚到不一会 老侯爷送着曹衡走了过来 相爷这个人情 老奴记下了 曹公客气了 你我都是为陛下效力 礼当守望相助 相爷说的是 以后有用得着老奴的地方 还请相爷吩咐便可 那本相就提前谢过曹公了 相爷客气 曹衡说着 看了眼旁边的纪怀安道 小公子风流倜傥 一表人才啊 老侯爷抚恤一笑 还需曹公多多提点才是 看着老侯爷 有说有笑地 送着曹衡走出大门 纪怀安若有所思 懂了吗 福伯问 他点了点头 曹衡回去后 便会发现重劳被劫 从时间上一推算 如果不是自己突然前来邀请 或许劫狱很难成功 以曹衡的心思 难免会怀疑到自己身上 刚刚自己露个面 证明自己一直在侯府 虽然不能完全打消曹衡的怀疑 但多少有点作用 老侯爷送完曹衡走了回来 含着脸哼了声 跟我来 他乖乖地跟着老侯爷和福伯 来到书房 你打算怎么做 老侯爷黑着脸问 他知道是问唐门之事 回答道送他们出城 返回江南 老侯爷摇头道 来不及了 曹衡回去后 必定会派人 研查各个城门 以唐门的义荣术 蒙混出城应该不难吧 他不解地问 现在离春围的日子不远 已经陆陆续续有学子入京 这个时候不可能封城门 最多研查 福伯解释道 经过黄城司的重劳 手脚都会被烫上印记 只要仔细检查 无法掩盖 季怀安一听 紧蹭了下眉头 义荣术也不是万能的啊 这两天黄城司必定会研查 必须尽快将他们送出城 以免夜长梦多 老侯爷说 爹 有乡府的令牌 出城应该不会被查吧 他问 老侯爷皱起眉头道 曹公这个人很不简单 今日之事虽然处理妥当 但他未必不会怀疑 这个时候 拿着乡府令牌出城 不是明着让他生疑吗 季怀安一听 确实如此 在这些老家伙面前 自己还是太嫩了呀 爹 你是不是有办法 你惹出来的事 办法自己想 老爹这是在考验我 此时他已经看出来了 自己营救唐宗主的事 根本没有瞒过老侯爷的眼睛 要如何出城 不被查呢 他心思着灵机一动 爹 我有办法了 他将想法说了一遍 老侯爷什么也没说 挥了挥手 将他放了 他立刻带着红莲 去找唐家几人 侯爷 为何要让小少爷冒险 福伯不解地问 老侯爷沉默了几息 一脸凝重道 今时不同往日 他迟早要独当一面的 福伯明白了 点头道 小少爷聪慧得很 稍加锤炼 将来必有一番作为 第156章 聪明的长公主 唐义顺利将唐天灵 唐喜救了出来 几个月的牢狱 将两人折磨得古兽灵巡 好在两人修为不弱 坚持了下来 以唐门的医术 休养一段时间便能康复 纪怀安带了些药材和营养品过来 慰问后 与几人商量了一下出城之事 对于他的安排 唐家几人自然没有意见 定下计划后 唐灵送他走出房间 小侯爷 谢谢你 自家人 客气什么 他说着 一把握住唐灵的小手 小师姐 你也要走 唐门现在的情况 我不能留在这里 唐灵深情地看着他 接着道 我会等你 好 等我回江南 便去找你 嗯 两人甜言蜜语了几句后 他带着红莲离开 黄城司中停塔楼顶层 叶向东跪在曹横面前 面如死灰 手脚怎么了 曹横看了眼叶向东的手脚 旁边的司空计达道 曹公 他已经废了 唐义没有杀叶向东 而是挑断了他的手筋 脚筋 废了他的修为 曹横眉头一锁 冷声问 叶金刀 说说是怎么回事 叶向东不敢隐瞒 将事情详细说了一遍 只有两个人 确定是唐门余孽 回曹公 他们精通下毒和易容术 其中一人 应该是唐天麟长子唐义 就是江南公子榜第一的那个 正是 曹横想了想问 他为何不杀你 唐门被灭 数百人被烧死 叶向东虽不是主谋 但却是率队的两大金刀之一 罪无可恕 唐义本事要杀了他的 是因为叶向东身怀六甲的夫人 跪地苦苦哀求 才留了他一命 叶向东咬牙道 他让我给曹公带句话 什么话 他说 迟早要娶曹公和陛下 狗命 曹横一用力 手中茶杯碎成粉末 旁边的司空计想说什么 不过没敢开口 属下有罪 请曹公处罚 曹横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去内务部把手续办了吧 曹公 他是黄承司的金刀 办过很多得罪官员 贵族的案子 失去黄承司的庇护 结局就是死路一条 黄承司不养废物 念你为黄承司效力多年 我会让内务部发你一笔银钱 再派人送你出城 多谢曹公 叶向东跪拜后 起身离去 曹横站起身 副手走到窗边 司空计跟得过去 哦 义父 我已派人全程搜捕 各处城门也都安排了人手 堂门反贼逃不掉的 曹横想了想到 留意一下相府人员 看这几天有没有人出城 司空即愣了下 点头道 好 这时 叶向东已经出了塔楼 两人透过窗户 看着叶向东的背影 义父真的打算放他走 司空计问 曹横沉默了下 淡淡道 下手干净些 黄承司并不是一个干净的地方 作为五大金刀之一 知道的肮脏之事太多了 他又怎么会放叶向东活着离开 义父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做 去吧 司空计立刻转身离去 第二天一早 叶家大宅被一把大火烧成灰烬 叶向东和他身怀六甲的夫人 全部被烧死 甚至连几个下人都没有逃掉 黄承司还像模像样的派人追查 最后查到 是唐门叛贼所为 京都开始严查 凡能提供唐门反贼的线索 便能得到黄承司的高额悬赏 既怀安知道 唐门几人多在京都待一天 便多一分危险 在唐天玲和唐喜恢复行动能力之后 立刻安排他们出城 瞒城门 一对全副武装的城卫守在门口 检查着来往的行人 这些城卫会刻意检查出城之人的手腕 甚至连女子也要检查 不一会 一对车豪华的马车驶来 几名护卫骑着高头大马 在前面开道 马车两侧和后方都跟着护卫 一看阵仗便知马车中人身份不一般 马车来到城门口 依旧被拦停了 所有人下马 亮出一块令牌道 这是公主府的马车 城卫看了眼 犹豫了一下道 所有人员都要接受检查 公主府的马车也不例外 护卫怒道 你好大的胆子 大人见谅 这是黄承司的命令 城卫解释道 黄承司好大的威风啊 是不是连本宫也要检查 马车的窗帘掀开 一个惊艳高贵的女出现在众人视线中 长公主 城卫吓了一跳 不远处的城卫头领飞步跑过来 一脚将城卫踹开 不长眼的狗东西 连长公主的马车也赶来 城卫头领不解气地又踹了几脚 然后一脸讨好的抱拳道 长公主恕罪 那小子是新来的 瞎了狗眼 查这么言 出了何事 长公主问 驸马过世不久 他这些日子 无心关注京中之事 所以并不知晓 堂门叛贼越狱 还杀害了黄承司的金刀大人 正在严查 原来如此 城卫头领不经意地问道 不知长公主何事出城 要不要小人派人护送 本宫去祭殿驸马 有宫卫护送 不劳费心 让路吧 城卫头领不敢阻拦 立刻放行 长公主放下车帘 意味深长地看了眼对面的小侯爷 纪怀安气地骂道 这些人真是不长眼睛 连公主扫扫的马车也赶来 他们也是执行公务而已 长公主顿了顿 问 堂门在江南 你应该了解吧 公主扫扫 我也只是略知一二 说来听听 在江南 人人都说堂门是个名门正派 但不知为何被黄承司定为反贼 一夜之间灭了堂门 他简单地将事情说了一遍 黄承司受命于父皇 如此做自有道理 公主扫扫说的是 陛下肯定不会弄错的 一阵微风吹过 马车帘被吹开 他朝外一看 两人说话间 车队已经驶出了城门 长公主顺着他的目光看了眼车外 又看了眼他的神色道 你带的那几个人 就是黄承司要抓的堂门中人吧 第157章 长公主得诱惑 长公主并非一个花瓶 除了美貌外 他同样聪慧过人 今日刚好是驸马入土一月之期 按照大旗北方的习俗 亲人是要上山祭奠的 一大早 小侯爷买好了香煮纸钱 约他同行 他当时并未多想 不过刚刚经过城门口之事 他便产生了些怀疑 被长公主猜中 纪怀安有些紧张 公主嫂嫂 其实 好了 不用解释 这件事我不过问 为什么 因为你是弟弟 我信得过你 长公主玩耳一笑 令人如沐春风 纪怀安看得吃了 不得不说 成熟风韵的长公主 十分迷人 没有多少男人能够抵挡 怎么了 我脸上有东西 没 公主嫂嫂 你真好看 长公主白了他一眼 然后关心道 京都不比其他地方 即便你有侯爷撑腰 做事也不可肆意妄为 我明白 谢谢公主嫂嫂 他想了想问 如果哪天我犯了错 陛下要砍我的头 公主嫂嫂会救我吗 不得胡说 长公主亲切地拍了下他的头 他表面上傻笑着 但心情却无比复杂 便宜老爹现在做的事 若是被长公主知道 一定会让他陷入两难之境 到时候最受伤害的 恐怕也是公主嫂嫂 不过世事难料 以后的事 现在谁也说不好 麒麟山在南城门外不远 这座山中埋葬着不少皇族 近山的道路有齐军守卫 他跟长公主闲聊着 不一会 车队便来到了山脚下 我先上去等你 长公主很体贴 知道他有事要办 带着公主府的人先上了山 这让他省了不少事 原本还想着如何避开长公主 现在也都不需要了 长公主一走 山下只剩下小侯爷 跟他所待的十多名护卫 这些护卫中有五人 是唐天灵 唐喜 唐剑 唐义 唐灵义荣的 剩下的除了红莲外 都是乡府中信得过的护卫 宗主 你有什么打算 纪怀安看向一个中年男子问道 他是唐天灵义荣的 唐天灵眼中闪过一丝悲伤 先回江南 再做打算吧 唐门弟子 我都安顿在苏州城 宗主联系一下我四哥 便能找到他们 这次唐门遭遇劫难 承蒙小侯爷出手相救 小侯爷对我唐家的大恩大德 我唐天灵莫尺难忘 唐天灵说着 躬身朝他行礼 唐家其他四人 也都跟着唐宗主 躬身行礼 唐宗主言中了 都是自家人 他急忙将唐天灵扶起来 同时偷偷看了眼唐灵 让老丈人给自己行辞大礼 容易遭雷批啊 你们一路保重 他说着看向唐灵 正好迎上唐灵依依不舍的目光 小师姐 一路保重 他话音未落 唐灵扑过来 一把抱住他 唐天灵几人全都愣住 除了唐义 灵儿怎么会跟小侯爷 如果没有这次的事 唐天灵是看不上这个顽固小侯爷的 不过现在嘛 小侯爷貌似不错 但现在唐家的情况 江湖儿女 随缘吧 唐天灵心情有些复杂 看见唐天灵一样的目光 纪怀安不由一阵尴尬 别忘了回江南找我 耳边传来唐灵抽气的声音 他鼻子一酸 柔声道 小师姐 等着我 我一定会去找你的 我等你 一辈子 唐灵的话 并开一阵感动 也顾不得老丈人的目光 紧紧地抱住唐灵 两久两人才分开 千言万语 道不尽深情 终须一别 看着远处的唐灵 三步一回头 他很想冲上去 将她留下来 但最终还是放走了小师姐 看着小师姐消失在视线之中 他心中不由一阵失落 少爷 该上山了 红莲提醒道 嗯 走吧 离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 他安慰了下自己 甩开心中的失落 带着众人走入山中 山中的一处伏地 修建着豪华的墓种 这处墓种占地树木 四周花团锦簇 还有专门的士兵守卫 这里便是埋葬驸马爷的墓种 他来时 长公主正站在墓碑前发呆 祭奠的物品堆放在一侧 香烛都没有点 是在等他一起 公主扫扫 感受到长公主浓浓的悲伤 他不知该如何安慰 我没事 长公主擦了下泪花 两人一起蹲下身子点燃香烛 摆上瓜果 酒水后祭奠了一番 就在祭祀快要结束时 一道闪电划过天空 倾盆大雨呼啸而下 突如其来的暴雨 令人措手不及 虽然护卫们有所准备 搭起了帐篷 但电闪雷鸣的 给人感觉很危险 公主扫扫 先进去躲避一下吧 他拉着长公主进了墓种之中 帝王之墓为灵 皇亲侯爵为种 士大夫为墓 平民百姓的只能叫坟 富马爷的墓种 虽不如皇陵 但里面十分宽敞 因为刚下葬不久 里面还点着长明灯 两人衣衫已经湿透 潮湿的衣裙 紧贴着长公主风雨的郊躯 勾勒着完美的曲线 长公主双手抱在胸前 打了个冷战 初春刚至 天气尚未转暖 季怀安内地身后不怕冷 但长公主娇弱 冷得只打哆嗦 公主嫂嫂 我出去看看 有没有干净的衣物 下人们自然不能进墓种后 他说着便要出去 咔嚓 一声惊雷响起 不要走 长公主吓得一把抱住他 柔软的胶躯入怀 湿漉漉的衣裙 紧贴着身体 形同无误 季怀安心中一颤 长公主很丰满 又抱得他很紧 让他无法不胡思乱想 公主嫂嫂 别怕 有我在 他双手不自觉地揽住 长公主的后腰 潮湿发丝 让他有些不受控制 身体传来一阵燥热 秦少 这里可是二哥的牧种 怎么能在这里 对公主嫂嫂乱想 只能怪公主嫂嫂的诱惑太大 根本无法抵挡 真是疯了 他越想控制自己 越是无法控制 简直就是折磨 作为过来人 长公主立刻感受到 他身体的异样 急忙将她推开 第158章 以你一夜 公主嫂嫂 我不是故意的 季怀安尴尬地 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好了 我知道 你别乱想 长公主白了他眼 他知道自己对男人的魅力 何况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男子 嗯 我不乱想 他不情不自禁地 看向长公主饱满的苏兄 别乱看 长公主羞涩地双手抱胸 不过更添了几分诱惑 我 出去找几件干净的衣服 他刚转过身 又是一声惊雷传来 咔嚓 闪电穿过入口的缝隙 一闪而逝 吓得长公主 再次一把抱住他 不过这次是从背后抱着 别走 我害怕 别怕 我不走 他想转过身 但长公主立刻阻止道 别转身 就这样 哦 好 背后传来的柔软 令他大脑一片混沌 也不知道是不是太过紧张 他一动也不敢动 长公主双手还在他的腰前 抱得很紧 像是怕他跑了一般 自从失去驸马后 长公主日思夜想 此时抱着纪怀安 让他渐渐产生了幻觉 仿佛自己抱住的是 驸马爷静宁 也不知过了多久 雷声终于停了 他感受到长公主的郊躯 在轻微地发抖 公主扫索 你是不是冷 嗯 很冷 长公主的声音有些打扇 穿着湿衣服会生病的 我出去找点干衣服进来 调不我们一起去 长公主犹豫了一下 他全身已经湿透 担心被护卫看见 雷声好像停了 你去吧 快点 好 他转过身 双手扶着长公主的乡间安抚道 别怕 我马上就回来 长公主看着他的眼神 点了点头 他快步跑了出去 早上出门时 阳光高照 谁也没有想到会下暴雨 加上路程不远 长公主并没有带衣物 不过马车中配备有一套毯子 还有几条干毛巾 他只好将毯子和毛巾都抱了进来 公主扫索 你先把衣裙换下来 长公主羞红着脸 尴尬地说 你转过身去 他立刻背过身 不准偷看 公主扫索放心 我是正人君子 长公主看着他的后背 紧咬了一下珠唇 即便他是驸马的亲弟弟 但毕竟也是男人 同处一世 就这样在男人的背后宽衣解带 让他有些难堪 但潮湿的衣服太过冰凉 实在是太冷了 必须要换下来 他一咬牙 扯开裙带 退去潮湿的衣裙 纪怀安听着背后 稀稀苏苏的声音 脑海中本能地浮现出背后的画面 忍不住使劲咽了下口水 好了 转过来吧 听到长公主的声音 他立刻转过身 只见长公主双手抓着毯子 将全身都裹在毯子里 湿漉漉的衣裙堆放在脚边 怎么样 还冷吗 好些了 公主嫂嫂 你坐这里 我帮你把头发擦干 他扶着长公主坐到一处台阶上 拿起一条干燥的毛巾 蹲在长公主身后 帮他擦着湿漉漉的长发 外面还在下吗 还在下 雨天山路容易滑坡 下山会有危险 今晚恐怕要被困在山上了 没事 北方雨手 下不了多久的 嗯 他帮长公主擦干头发 然后走过去捡起长公主的衣裙 你干什么 既然有灯火 可以烤一烤 说不定明早能干 他捡着长公主的衣裙 一件粉色的果胸映入眼帘 这型号 有三六地了吧 他情不自禁地回头看了眼 正好碰到长公主羞涩的眼神 两人都尴尬不已 嗨嗨 倾咳了两声 掩饰着尴尬 他立刻将长公主的衣物挂到灯火边 你的衣服也湿了 不能一直穿着 那我也脱了 嗯 长公主说完 立刻转过头 虽然他不惧寒冷 但潮湿的衣服穿在身上 很不舒服 他将衣服全部脱下 用一条大毛巾围住下身 好了 他说完发现 长公主根本不敢回头 不由尴尬一笑 公主扫扫 我围了毛巾 长公主缓缓转过身 看了眼他健壮裸露的上身 羞红着脸问 冷不冷 有一点 不过还好 长公主犹豫了一下 示意道 你坐过来 他立刻坐到长公主身边 你可以靠在毯子上 但不许万动 好 他刚靠到长公主身上 便感受到长公主轻轻颤抖了一下 灯光本就不太亮 被一军遮挡后 变得更加昏暗了 两人相互依靠在一起 小声地说着话 天黑了吗 应该黑了 雨还在下吗 嗯 还在下 小安 我好冷 纪怀安犹豫了一下 将长公主紧紧抱住 现在呢 好一点了 两人沉默了一阵 他感受到怀里的郊躯 不停地颤抖着 公主扫扫 还冷 我 好冷 长公主冷的牙齿 都有些打颤 他伸手摸了下长公主的额头 好烫 你发烧了 好冷 抱紧我 怎么办 外面已是黑夜 加上暴雨倾盆 根本无法下山 不想办法取暖 恐怕长公主很难熬到明天 他犹豫了一下道 我身体暖和 可以给你取暖 好 你快进来 好冷 长公主颤抖着说 剧烈的寒冷之下 他已经有些神志不清了 纪怀安一咬牙 轻轻拉开毯子 钻了进去 感受到温暖 长公主本能地一把抱住他 猝不及防之下 两人倒了下去 长公主压在他的身上 因为他一直在运弓欲寒 身体确实很暖和 长公方趴在他的身上 这次没有潮湿的一群阻隔 两人完全赤身相拥 冰凉软润的苏兄 紧贴着他的胸膛 令他血脉粪涨 心脏都差点跳了出来 这个时候乱想什么 运弓帮扫扫驱寒才是 他抱住风鱼的玉体 一只手按在光滑的玉背上 将内力缓缓输入长公主的经脉 很快 长公主停止了冷战 身体慢慢暖和起来 公主扫扫 他轻患了声 发现长公主趴在他的身上睡着了 怎么办 难道要这样过一夜 感受着长公主香甜的呼吸 他身体一阵火热 但又不敢动他 这简直就是酷刑 第159章 孙玉入京 应该快天亮了吧 长公主睡得很香 但对他来说 却是无比煎熬 他偷偷看着长公主 妩媚动人的容颜 慢慢有些控制不住 千万莫要乱来 他搂着长公主 双手顺着仙腰向下滑落 按在了风鱼的翘臀之上 突然 长公主动了一下 发出一声异语 吓得他一动不敢动他 要醒了 感受到长公主的气息 他急忙闭上了眼睛装睡 漂亮的睫毛颤动了下 长公主缓缓睁开了眼睛 他立刻意识到了 自己尴尬的处境 怎么会这样 他回想了下昨夜之事 慢慢理清了思绪 小安没有趁机对我做什么吧 他紧张的心中狂跳不止 感受到身下男子结实的胸膛 还有那炙热的气息 他身体莫名的一阵燥热 脸上传来一阵火辣辣的发烫感 还好小安睡着了 他按催了自己一口 轻手轻脚起身 看着纪怀安闭着眼 发出均匀的呼吸 他松了口气 长公主紧了紧身上的毯子 走向灯火边 摸了摸挂在灯火边的衣服 北方比较干燥 加上灯火烘烤了一夜 虽然还有些微潮 但也勉强能穿了 他回头看了眼纪怀安 犹豫了一下 松开了身上的毯子 纪怀安偷偷睁开眼 昏暗的光线中 只见长公主身上的毯子滑落 然后拿起一群穿了起来 即便是穿衣 也是如此优雅动人 看得他一阵口干舌燥 唯一的不足之处 就是光线昏暗了些 长公主穿好衣裙后 转身看了他眼 然后捡起地上的毯子 朝他走过来 轻轻将毯子戴在他身上 为了避免尴尬 他只好继续装睡了一会儿 才睁开眼 长公主站在不远处 正背对着自己 公主扫扫 醒了就去穿衣服 天亮了 长公主没有回头 他起身走到灯火边 拿着有些潮湿的衣服穿上 穿好衣服后 他捡起地上的毯子 走到长公主身后 轻轻辟到长公主的箱间上 长公主的郊躯一颤 急忙抓住毯子裹住身体 公主扫扫 好点了吗 我没事了 昨夜发烧之后 他做了一个梦 梦见了驸马 梦是那么的真切 他甚至感受到了 驸马的火热的身体 不过现在他已经知道 他感受到的并非驸马 而是小侯爷 他看了眼纪怀安 虽然有点像 但他不是驸马 走吧 带回去了 他收回目光 转身走了出去 纪怀安立刻跟了出去 雨早已停了 外面风和日丽 艳阳高照 护卫正在收拾着帐篷 和晾晒的衣物 一刻钟后 车队出发返回 马车中 两人隔桌对坐 他想到昨夜的事 尴尬无比 昨晚 你有没有乱来 没有 绝对没有 他使劲地摇头 看着妩媚动人的长公主 他不禁有些后悔 昨晚没有趁虚而入 昨晚的事 就当没发生 不准再提 嗯 我知道 也不准乱想 不提可以 但是不想 有点难啊 一路上 长公主没有再说话 他也不知道说什么 干脆闭目养神 结果一闭眼 脑海里便全是 长公主风雨的郊区 好在没多久 马车便进了城 长公主将他送到了 乡府门口 位座停留 直接返回公主府去了 回到乡府后 他泡了的热水澡 喝了碗姜汤 门头大睡 昨夜那种情况 他根本没办法合眼 皇城司中停 塔楼七层 曹衡站在窗边 透过窗口 看着大半个皇城司牙门 一连过了十多天 依旧没有抓到唐天龄几人 他怀疑唐门中人 已经逃出了京都 唐门义荣术确实高明 可惜唐天龄骨头太硬 并没有交他 乡府 您来了 司空记快步从背后走来 唐门反贼 可有线索 回乡府 尚无消息 这几日 乡府可有人出城 我一直留意着 乡府并无人出城 司空记想了想问 义父 我调查过 相爷这些年虽然在江南 但跟唐门并无瓜葛 可能是我多心了吧 曹衡点了点头 想了想又问 最近出城的 有没有特别之人 特别之人 对了 前几日长公主出城 祭奠驸马爷 那天正好降下暴雨 次日才回城 曹衡一愣 忙问 侯爷没去 侯爷那天 被陛下召进宫了 并未前往 那倒是巧了 曹衡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义父 叶京刀已经 司空记看了眼曹衡 继续道 是不是该选个新的京刀 你有人选 曹衡问 我手下的迎刀张龙 能力出众 功夫也不在叶京刀之下 我觉得可堪重任 此事不急 等葛京刀他们回来再议 曹衡说着回过身 吩咐道 大考在即 这段时间维持好京都安全 至于唐门那几人 留意便可 不必再大肆巡查 以免惊扰科考学子 是 义父 葛京刀和皇甫京刀可有消息 消息还是七天前的 这两天并未收到新的消息 曹衡点了点头 难难道 没有消息 也算是好消息了 阳春三月 南方已经春暖花开 但京都依旧有些寒意 从哪里来 城门口 首位拦住一名风尘仆仆的书生问 我是来入京参加大考的 这是江南扬州府出具的凭证 书生一脸傲气地将凭证递过去 这书生不是别人 正是扬州城的孙秀才孙玉 三年一度的大考即将开始 续续来到京都 孙玉图不赶了两三个月的路 终于来到了京都 城卫检查了一下凭证 确认无误后放行 对于赶考的学子 他们也不敢为难 孙玉收好凭证大步入城 他还是第一次进京 短暂的迷茫后 立刻打听张府的所在 齐皇下江南时 让张本出给了他一块玉牌 说是会为他举荐 原本他以为齐皇是负伤 后来他才意识到 对方身份绝对不凡 可惜知道的已经晚了 还好对方欣赏自己的才华 给自己留了玉牌 第160章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京都姓张的极少 张府也只有一个 孙玉一路打听 很快便来到了张府 身为文渊阁大学士 张本出身居高位 曾经跟齐皇有过一段蜜月期 甚至齐皇下江南时也带着他 虽然只是让他陪着附庸风雅 但毕竟是独享殊荣 这次老侯爷回来后 陛下对他明显疏远了不少 这让他心生度议 书房中 张本出翻看着礼部颁发的科考制度 郁闷地皱起眉头 大齐以前是采用科考加举荐制 现在彻底废除了举荐 这等于断了贵族最重要的当官途径 如果不是老侯爷 礼部根本不可能实行这样的改革 虽然遭到了朝中大员的反对 但最终还是实施了 不得不说老侯爷的能力很强 若是换做自己 恐怕很难做到 大人 有位姓孙的秀才求见 一名家丁走来禀报 秀才 打发了便是 科考将近 每天都有学子登门求见 他可没这么多闲功夫 大人 他说姓孙 是从江南来的 还拿了一件信物 家丁说着将玉牌呈上 张本出接过玉牌一看 立刻想起了在江南遇见的孙秀才 原本这事 他差点都忘了 齐皇留下玉牌 是欣赏孙玉的文采 让他帮忙举荐 现在礼部已经彻底取消了举荐制 好像自己也不帮不上忙了 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让家丁将人带进来 拜见张大人 孙玉一见面便恭敬行礼 他一路打听 早已知道张本出是大学士 孙秀才 好久不见 张本出呵呵一笑 张大人 当初小子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孙秀才是来参加科考的 正是 还请张大人帮忙举荐 孙玉还不知道 取消了举荐制 我记得孙秀才 对姬家的小侯爷 颇有怨辞 这个 孙玉不知张本出何意 不知该如何接话 张本出眯眼一笑 接着道 老侯爷已经入朝为相 你得罪了小侯爷 还想入朝为官吗 老侯爷入朝为相 孙玉一听 顿时面如死灰 以大气的官僚作风 小侯爷不弄死 他已经是他的造化了 还想做官 做个求 他一脸绝望地咬了咬牙 难不成 相爷能一手遮天 要说季相爷一手遮天 也不为过 孙玉更受刺激了 张大人的意思 是让小子放弃吗 不 恰恰相反 这次科考 是你唯一的机会 小子不懂 还请大人明示 张本出也未隐瞒 新的科考制度说了一遍 新制度已经公布了出去 即便不说 孙玉也很快便能获悉 这是真的 孙玉惊讶地问 当然 本官还能骗你不成 即便我能高中 若是小侯爷使半子 我恐怕也做不了官吧 不 只要你能高中 本官保你官运横通 真的 孙玉有些疑惑 你信不过本官 不是 小子不是这个意思 只要你与本官一条心 即便是迹象也奈何不了你 孙玉不傻 知道张本出的意思 忙到 小子愿为大人 小拳马之劳 对他来说 出来京都 能有这样一个 靠山求之不得 张本出高兴地抚恤笑道 老夫与你在江南相遇 也是一场缘分 不过这次科考 老夫帮不了你 你必须靠自己 小子有信心 孙玉虽然有些狂妄 但也确实有几分才学 只要不出意外 二甲基地问题不大 这样吧 你先去礼部报名 安心备口 剩下的是本官来安排 多谢张大人 张本出见孙玉穿得十分寒酸 脚上的鞋都破了 便让下人拿了几钉银子给他 然后才将其打发离开 孙玉走后 张本出再次拿起 礼部颁布的新的科考制度 看了看 他想到了一个不错的计划 露出脚侠的笑容 城东礼部衙门 三年一度的大考 由礼部主持 报名自然也在这里 科考报名者 络绎不绝 孙玉排了好久的队 才报上名 报完名后 他想找个客栈住下来 不过礼部附近的客栈 都已经住满了 他只能去找远点的客栈 城东 孙玉一路寻找着客栈 来到一条热闹街道 突然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顿时眉头伸锁 咬牙切齿地紧握起拳头 纪怀安带着红莲 在街上闲逛 虽然入京已经两月有余 但还一直没有逛过京都的街道 如今科考在即 京都各方势力也都安分下来 老侯爷的手段震慑 加黄成寺的严查 没有人再敢搞小洞了 内城现在很安全 他嫌得无事 便带着红莲出来走走 老板 这个多少钱 他拿起摊位上的一把匕首问 匕首上的花纹很特别 上面还刻着一个碟子 公子 这是玄铁打造的 卖十两银子 摊主笑嘻嘻地回答 玄铁 破铜烂铁还差不多 都生锈了 就这还卖十两银子 我真是无间不商啊 如果不是被样式吸引了 他根本不会问 摊主见他神色不对 解释道 这是产自第一国的匕首 你别看有点秀技 稍稍打磨一下 锋利无比 第一是大齐北方的小国 一直向大齐俯首称臣 算是大齐的附属国 第一有两样东西非常出名 一是第一国战马 二是打造兵器 战马被第一严格控制 一般没人能将其贩卖过来 但贩卖第一兵器的有很多 当然大部分都是仿造的假货 这么一个小摊贩上 肯定是假货 少爷 他正要将匕首放下时 红莲给了他一个眼神 冲他点了点头 他当然懂 红莲是在告诉他 这匕首是真的 摊主见他有购买之意 接着说道 不瞒公子 我家祖奶奶曾经 是第一王室的丫鬟 这匕首是祖传下来的 别编故事了 小爷买了 他掏出十两银子放下 然后看了看匕首 感觉自己像个冤大头 正在这时 他突然感应到一丝杀意 扭头望去 接上人来人往 什么也没有发现 是自己感应错了 危机刚过 他不敢大意 立刻收起匕首 带着红莲迅速离开 两人刚走 孙玉从对面街角走了出来 满眼杀意的 看着小侯爷离去的背影 第161章 心思转变 侯府 内院 红莲拿着匕首 刺向一块花钢石 刀刃完全刺入花钢石之中 只剩下刀柄在外 旁边的纪怀安 嘴巴张成了O型 以花钢石的硬度 即便是红莲用上内力 也很难如此轻易地刺进去 何况他清晰地感知到 红莲并没有用内力 他脑海中立刻冒出一个词 削铁如泥 红莲将匕首拔出来递给他 上面的绣迹已经被打磨掉 刀刃闪着冰冷的寒光 我来试试 他一刀刺向旁边的花钢岩 整个刀刃如切豆腐般没入 几乎没有阻力 好刀 原来这世上真有削铁如泥的宝刀 这真是我买的那把匕首 他拔出匕首仔细看了看 有些不敢相信 第一人崇拜圆月 视圆月为图腾 刀销上的花纹叫月影纹 只有第一皇室才能佩戴 红莲说道 如此说来 真是第一皇族的佩刀 这种玄铁极为少见 加上锻造的如此锋利 应该错不了 红莲顿了顿 接着到 第一国的锻造工艺早已失传 这种削铁如泥的兵器 都是早期传下来的 一共也没几把 真是捡到宝了 就凭这锋利程度 十两银子绝对值 他将匕首插入刀鞘 看着上面异样的花纹 有些爱不释手 这个碟又是什么意思 刀鞘一边是月影纹 另一边雕刻着一个碟子 红莲摇了摇头 不知道 也许是这把刀银来主人的名字吧 两人正说着 一名侍卫前来禀报 说是淑妃娘娘来了 来到京都这么久 三姐纪云只出宫过一次 还是在驸马的葬礼上 一家人也没机会好好说几句话 听说三姐来了 她立刻带着红莲前去迎接 前院 纪云和长公主携手走来 纪云还牵了个十二三岁的孩子 老侯爷和福伯先议不到了 淑妃娘娘 长公主 九皇子 小家伙是纪云的孩子 当朝九皇子 全名气则灵 外祖父是长辈 应该是孙儿给外祖父行礼才对 九皇子说着 扶起老侯爷 然后恭敬的给老侯爷拜了拜 把老侯爷高兴的眉开眼笑 何不拢嘴 九殿下 您身份尊贵 老臣受不起 自古长幼有序 外祖父又是国之重臣 受得起孙儿拜礼 九皇子长得很俊 小小年纪便很懂事 举止得体 谈吐更是不俗 令老侯爷十分喜爱 爹 您头发又白了 注意身体 莫要太操劳了 多谢淑妃娘娘关心 老臣身体很好 爹 又没外人在 您叫我云儿便是 嗨嗨 老侯爷咳了两声 笑呵呵地问 怎么今日有空出宫来 是公主嫂嫂 带我跟铃儿出宫来看望爹爹 宫中妃嫔想出宫很难 但长公主不一样 可以随意出宫 有长公主陪同 办理出宫手续就方便多了 有劳长公主 老侯爷感激道 侯爷客气了 都是自家人 长公主说着 看了看四周 问 怎么不见小安 刚派人去通知了 应该马上就到 老侯爷正说着 纪怀安带着红莲来了 三姐 公主嫂嫂 她看着长公主 触碰到长公主的目光 心中莫名地跳动了一下 自从那夜之后 她便没有再去过公主府 主要是怕尴尬 长公主看到她 心中同样激动了一下 不过 她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 九皇子突然跑过来 拉着她问 小舅舅 你会做弹工吗 当然会 就没有小舅舅不会的 老侯爷几人 给了她一个白眼 长公主浅浅一笑 几人来到那院花园 下人们上水果 刀点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喝茶聊天 其乐融融 不一会 纪怀安便做好了弹工 九皇子高兴坏了 小舅舅 我们去打鸟 好 两人爬上假山 拿着弹工一通乱射 纪云陪着长公主 在花园中散步 老侯爷站在亭边 看着纪云和长公主 心情十分复杂 侯爷很不下心了 福伯看出了老侯爷的心思 我已经失去了平儿 宁儿 老侯爷一脸沉重地说道 如果按照计划颠覆大旗 纪云和长公主 无疑是最受伤害的人 这是老侯爷不想看到的结果 有些事 很难两全 无论侯爷怎么做 都没错 福伯轻叹了一声 心思要怪 只能怪七皇无情无义 老侯爷沉眉不语 之前驸马爷刚走 他复仇之心强烈 并没有考虑太多 此时看着纪云和长公主 他有些心软了 如果纪您还活着 肯定也不想看到国破家王吧 外祖父 娘亲 您快看 我跟舅舅抓到了一只小鸟 甲山上传来九皇子兴奋的喊声 老侯爷寻声一看 只见九皇子站在甲山上 朝他们挥手 九皇子 老侯爷顿时眼睛一亮 像是发现了新大陆般 阿福 你觉得九皇子如何 九殿下虽然年少 但知理明德 行理明事 是个好孩子 福伯说着意识到什么 看了眼老侯爷 小声问 侯爷 您的意思是 你觉得合适吗 老侯爷问 福伯看了眼甲山上的九皇子 点头道 合适 比现在那位合适多了 老侯爷抚摸着花白的胡须 面露沉思 娘亲 小鸟受伤了 快点救救他 九皇子捧着小鸟跑向母亲 下人们拿来药水和纱布 纪云帮小鸟包扎了下伤口 好了 没事了 纪云爱怜地帮九皇子擦了擦脸上的灰尘 都快变成小花猫了 娘亲 我想把小鸟放了 好不容易抓到的 怎么又要放了 他的家人会着急的 还是放了吧 九皇子捧着小鸟跑回假山 将小鸟放了回去 这孩子 心里太单纯了 老侯爷难难道 为君者 道之以德 其之以礼 九殿下宅心人后并非什么坏事 至于其他方面 九殿下还小 好好培养 将来必定能成为一个盛民之主 福伯顿了顿 继续道 最难办的是现在这位 第162章 不能说的秘密 陪我走走 长公主突然来到他身边 好 纪淮安坐贼似的看了眼不远处的老侯爷和纪云 然后快步跟上长公主的脚步 两人并肩走着 谁也没有说话 很快便来到了花园的另一边 你话不是一直很多吗 今天哑巴了 我怕说错话 惹得公主扫扫不高兴 哼 还有你怕的是 其他人我当然不怕 我又不吃人 你怕我什么 纪淮安看向美艳的长公主 长公主穿着华美的天青色长裙 梳着精致的发际 发际上插着一只金布瑶 衬托着妩媚的容颜光彩照人 熠熠生辉 二十七 正是风情万种 妩媚动人的年华 长公主步履优雅端庄 身姿婀娜 她的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那晚的场景 怎么了 长公主侧目看过来 触碰到她的眼神 两人四目相视 眼神仿佛有一座桥梁连接着彼此的内心 似是窥探到了她的想法 长公主翘脸一红 公主嫂嫂太美了 我怕自己会胡思乱想 亵渎了公主嫂嫂 哼 说着心中小鹿一阵乱撞 自己这是怎么了 竟然在这个小鬼头面前说这种话 自从那晚之后 她在思念驸马之余 总是不自觉地想起小侯爷 特别是夜晚独守空房之时 心中总是想起那晚的事 自己是个不知廉耻的女人吗 她很痛苦 那晚如果不是怕亵渎了公主嫂嫂 我就 闭嘴 我说过那晚的事不准再提 长公主撇过头 掩饰着心中慌乱 不是你先提的吗 她看了眼长公主泛起红润的脸颊 心中泛起阵阵涟漪 经历过亲密的接触 两人之间明显有些不同了 你不是说要给我写诗吗 写了没 写了 长公主有些意外 愣了下道 念来听听 纪怀安缓缓念道 芙蓉不及美人妆 水电风来朱脆香 她并没有准备 反正九年义务教育 背了不少诗 拿来便能用 结果刚背了两句 立刻发现 后面两句有些不合适 这下尴尬了 芙蓉不及美人妆 水电风来朱脆香 长公主跟着念了一遍 惊讶地看了她一眼 问 后面呢 芙蓉不及美人妆 水电风来朱脆香 她灵机一动 立刻补了两句 在天愿作笔一鸟 在地愿为连理之 在天愿作笔一鸟 在地愿为连理之 长公主俏脸一红 同时又为这两句心生悸动 写得不好 还请公主扫扫 莫要嫌弃 这诗 做得很好 她诗词造诣不俗 曾经正是因为欣赏 纪宁的诗才而结缘 纪淮安的四句诗完全不书 驸马爷所作 只不过最后两句有些不合适 公主嫂嫂喜欢就好 三年一届的大考就快到了 你有些诗才 说不定有机会高中 可 可考我就不参加了 为什么 人生苦短 应当及时行乐 当官劳心劳力 太累 你这是不思进取 功名利禄不过是过眼云烟 对我来说 能陪着身边的人摆手到楼 方得始终 长公主听完脚步一正 小侯爷的话 正好戳到了她的痛处 纪淮安也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盲安未到 公主扫扫 过去的就让她过去吧 人生应该向前看 我知道 我没事 这朵花真好看 我摘下来给公主扫扫戴上 一定好看 花开正宴 还是莫要摘了吧 花开堪折之虚折 莫待无花空折之 花开堪折之虚折 莫待无花空折之 长公主听着 又是一阵惊讶 小安出口成章 文采比驸马也不差 自己为什么总是拿她跟驸马比 长公主心中有点乱 纪淮安已经摘下了花朵 走到她面前 轻轻将花插在长公主的发际上 好看吗 长公主抬眼看着她 好看 两人靠得很近 四目相对 眼神与急促的呼吸 暴露出了彼此的心意 她看着妩媚多焦的长公主 感受着吐气如蓝的气息 缓缓低头 吻向杏坦的红唇 蜻蜓点水 温润如玉 长公主紧张地娇躯一颤 本能地往后退了下 结果没站稳 一个踉枪往后倒去 纪淮安反应很快 一手搂住长公主柔软的细腰 将她拉进怀里 她看着性感迷人的长公主 她正要继续刚才的视野 一个稚嫩的声音突然响起 把两人吓了一跳 公主姐姐 小舅舅 原来你们躲在这里 两人闪电般地分开 九皇子鬼头鬼脑地看了看 两人问 小舅舅 你跟公主姐姐干什么呢 小混蛋来得真不是时候 她掩饰着心虚 笑道 我在跟你公主姐姐说悄悄话 什么悄悄话 这是秘密 秘密是不能说的 她三言两语 便将九皇子糊弄过去 有九皇子捣乱 他们也无法再继续了 五时 香府摆着宴席 一家人聚在一起吃着午餐 其乐融融 一天时间转瞬即逝 为十三刻 小侯爷和长公主 一同将纪云和九皇子 送到了宫门口 她本想再陪公主扫扫聊聊 结果长公主连马车都没让她上 独自返回回主府了 入夜 皇宫 御书房 七皇正在审辟着奏折 越看越生气 其中一大半都是针对老侯爷的 因为变法 老侯爷得罪了太多权贵的利益 不过目前似乎稳住了 陛下 夜已深了 来歇息了 旁边的曹衡提醒道 哼 都是些蛛虫 齐皇骂骂咧咧地放下奏折 疲惫地揉了下太阳穴 陛下莫要动怒 龙体为重 歇息吧 齐皇说着站起身 曹衡忙搀扶着齐皇 陛下去哪位娘娘那里 齐皇想了想到 去纪书妃那边吧 今日纪书妃回乡府探望了相爷 这些日子相爷操劳得很 头发又白了很多 齐皇愣了一下 想了想到明日班旨 封济云为贵妃 四相爷仅断百匹 梁居十匹 赏银三千两 目前老侯爷是他最得力的帮手 为了变法承受了太大的压力 应该表示一下心意 第163章 曹衡的爱好 后宫自然是皇后最大 但妃嫔之间也有严格的等级划分 贵妃为正义品 地位仅次于皇后 书妃 贵妃 贤妃 德妃 各有一位 四妃为从义品 在下的嫔妃称号就多了 继云霍丰贵妃 地位更上一层楼 这也是老侯爷的新计划的第一步 恭喜相爷 贺喜相爷 一大早曹衡带着齐皇的赏赐来到乡府 曹衡辛苦了 里面请 老侯爷亲自迎接 引着曹衡走入乡府 宫中侍卫将陛下赏赐的物品抬入大厅 全都拿到了不菲的打赏 老侯爷带着曹衡在园中散步 这次娘娘能够高升 还得多谢曹衡提点 相爷客气了 你我同为陛下效力 礼当守望相助 昨夜曹衡那句不经意的话 当然不是随口说的 曹衡之所以帮忙 也是为了还上此的人情 老侯爷示意 福伯递来一个精致的墓盒 曹衡 这是本相的一点心意 相爷 这个就不必了 曹衡推辞道 身为宫中大太监 又掌管黄承司 他从不收受贿赂 正因为对钱财那些身外之物不看重 加上孤身一人 并无子嗣 所以才受陛下重用 想贿赂这位大太监 很难 但每个人都有喜好 即便是一个太监 也不例外 曹衡莫要误会 这是本相偶然所得 不知真假 想请曹衡帮忙鉴别一二 曹衡疑惑地接过墓盒 打开一看 顿时眼睛一亮 只见墓盒中放着一本泛黄的书籍 上面写着 《清又经》 这是一本数百年前的古籍 著作者是玄学大师黄又公 曹衡本就是近世出身 他有个特别的喜好 就是喜欢研究古籍 特别是关于风水玄学之类的 历史上有很多玄学大师 黄又公的地位无人能及 曹衡激动地拿起古籍翻看着 看了几页便激动道 相爷 这是真品 哦 何以见得 首先看纸张 这应该是三百年前的重印版 通史上有所记录 字体样式全对 然后是内容 这种高深莫测的序章 正是黄又公的风格 老侯爷对风水古籍 根本不感兴趣 但曹衡感兴趣就够了 等曹衡表现一番后 老侯爷流露出惊讶 曹衡学识渊博 令人敬佩 黄又公的大部分著作都已经失传 这本《清幼经》 可能是在世唯一的古本 相爷一定要收好了 曹衡说着 不舍得将古籍放回墓盒中 本相问过不少人 无人能解书中奥妙 既然曹衡识的 就赠予曹衡 如此贵重之物 曹某不能收 正所谓宝剑赠英雄 这本古籍 只有在曹衡手里才有价值 在本相手中 就只能放在书架上落灰 老侯爷见曹衡还有些犹豫 接着道 曹衡末要让这仙贤著作失传了 曹衡嘴角一抽 终是收了下来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你我同为陛下效力 以后还请曹衡多多照应才是 相爷客气了 自当相助 两人聊了半个时辰 老侯爷跟福伯 亲自将曹衡送出大门 侯爷 要想收买曹衡 恐怕不易 福伯说 老侯爷点了点头道 曹衡这个人城府极深 想要他为咱们效力 当然不可能 只要他不与我们为敌 偶尔还能帮点小忙 便就足够了 曹衡常年陪在齐皇身边 对于齐皇的了解 超过任何人 而且深得齐皇信任 只要曹衡适当的时候说句话 或者传个消息 价值都是不可估量的 离开乡府后 曹衡来到了黄城寺 黄城寺中庭 塔楼顶层 曹衡坐在书桌边 小心翼翼地翻看着 轻又惊 生怕将纸张弄坏了 看了近一个时辰 曹衡采合尚书 揉了揉太阳穴 然后起身走到窗边 环顾着整个黄城寺 陷入沉思 老侯爷封侯拜相 手指斩马剑 在朝中可以说是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似乎没有必要花费 如此多的心思 来讨好自己 虽然自己是 陛下身边的红人 还掌管着黄城寺 值得朝中任何人结交 但老侯爷花的心思 似乎太多了 正常来说 没这个必要 老侯爷的心思 让他有些猜不透 义父 司空记走来 打断了曹衡的思绪 有事 太子殿下明日设宴 给我送了风妖锦寒 曹衡转过来 深深地看了眼司空记 黄城寺的规矩 你不懂 还要我教吗 司空记尴尬道 义父 规矩我当然懂 不过太子很快 便要入主东宫了 为何不与他搞好关系 黄城寺只听命于陛下 只要太子还没坐上 那把椅子 就不得与其来往 陛下不是一直 很喜爱太子吗 陛下的心思 岂是你能猜透的 曹衡瞪了他一眼 接着到 太子那里 找个理由推了 你给我记住 黄城寺不得与任何皇子来往 包括太子 司空谨记义父教会 去吧 司空记行了一礼 转身离去 曹衡回过身 看着窗外喃喃自语 太子设宴 应该是苏家主到了 突然 他眼睛一亮 太子 纪贵妃 九皇子 原来老侯爷打的这个算盘 这老家伙 跑江南逍遥了十年 怎么突然痊愈之心 变得这么强了 因为驸马爷之事吗 看来这朝堂又有戏看了 曹衡眯眼一笑 猜中了老侯爷的心思 他的心情很好 纪府 书房 纪怀安快步走来 爹 你找我 老侯爷放下手中的卷宗道 把你上次写的改革方案 再写一份 纪怀安愣了下 自己上次花了好大的力气写出来 结果老侯爷一把火给烧了 现在又要 爹 你要干什么 让你写你就写 老子自然有用 行 写就是了 谁让你是老子 我是儿子呢 我这就回去写 他郁闷地撇了撇嘴 等一下 不知爹爹还有何吩咐 太子殿下明日设宴 给你发了封邀请函 太子 邀请我 他愣了下 除了在驸马爷的葬礼上 他远远地看了眼太子外 并没有任何交集 请我干什么 想把你便宜老爹 爹 那我去不去 去吧 说不定还能见到熟人 第164章 太子府宴会 老爹这话是什么意思 自己在京都哪有什么熟人 难道说的是长公主 他心思着立刻答应了下来 记得备份礼物带上 莫要施了礼数 孩儿知道 去吧 孩儿告退 纪怀安转身离开书房 看着小侯爷离开 福伯担忧道 侯爷 太子殿下邀请小少爷赴宴 恐怕没安什么好心 京都的很多贵族都是太子的人 朝中官员亦有不守 所以对于老侯爷的朝政改革 太子一直很是不满 太子原本想笼络老侯爷 不过都在老侯爷这里吃了扁 这种情况下 邀请小侯爷赴宴 明显没安好心 老侯爷不以为意 无非是联合那些个贵族公子 想给老六一点难看 既然如此 侯爷为何还让小少爷去赴宴 他也不小了 锻炼一下 福伯想了想到 还有一件事 你是说苏家大小姐 小少爷对苏家大小姐似乎有意 若是今晚撞上 怕是 他也不小了 应该知道分寸 在女人方面 小少爷怕是没什么分寸 福伯说着 尴尬一笑 老侯爷点头赞同 想了想问 你说 小安要是真登太子殿下争风吃醋 会怎么样 太子心胸狭隘 恐怕到时候会有些不好收场 福伯说着 看了眼老侯爷 见老侯爷一脸淡定 忙问 侯爷不担心 有长公主在 出不了大事 老侯爷说 长公主也去 那倒是不必担心 福伯点了点头 次日黄昏 纪怀安来到太子府赴宴 红莲换了一身男装 拎着礼盒跟在他身后 好一座大别墅 他步上十多级台阶 看着太子府金碧辉煌的大门 发出一声赞叹 什么大别墅 红莲不解地问 可 就是大房子 很豪华的意思 他笑着解释道 这是太子府 在金折仅次于皇宫 有空进宫看看 皇宫岂是想尽就尽的 红莲看了小侯爷一眼 没有再说话 两人走到了太子府的大门口 被一名侍卫拦住 公子是来赴宴的 嗯 纪怀安点头应了一声 公子可有妖铁 红莲立刻将邀请寒递了过去 护卫打一看 表情一变 立刻满脸堆笑道 原来是纪公子 有请 纪怀安带着红莲走入太子府 一进门便有丫鬟为其引路 太子府很大 视线索急之处 竟是雕梁画洞的廊桥楼阁 一座的穷楼玉宇分布着奢华至极 似乎是为了今晚的宴会 太子府内加了不少装饰 连沿途的地上都铺上了大红色的地毯 这果然不是什么大别墅 这就是太子府 腐败啊 腐败 他暗自摇了摇头 大旗虽然富庶 但官僚体系臃肿 目前国库紧张得很 太子殿下举办一场宴会 如此铺张浪费 百姓之不幸啊 虽然王府除了奢华的建筑外 景色也不错 假山水线 花团景簇 美景如画 他欣赏着沿途的风景 很快便跟着引路的丫鬟来到一座大殿 大殿两侧已经坐了不少人 都是年轻的公子哥 从衣着来看 非富即贵 公子 这边请 丫鬟将他引到右侧上手第二个位置坐下 这人是谁 面生得很 京中的王公贵族我都认识 应该是从外地来的 能坐到那个位置 身份应该不简单 是不是司马家的人 长得像的小白脸 肯定不是司马家的 会不会是江南苏家的公子 大殿中的公子们 窃窃私语地猜测着 纪淮安环顾了一下四周 没有一个人是他 对面上手 以及自己上方的位置都空着 还有比相爷公子地位高的 他不禁有些疑惑 闲得无聊 他看了下面前小方桌上的韭菜 拿起酒杯想喝一口 结果发现 所有人的目光都朝他看过来 于是他又尴尬地将酒杯放了回去 主人未到 客人先喝起来 确实有些欠途 不过客人都快到齐了 主人还不露面 似乎也没有礼貌啊 唉 谁让人家是太子呢 酒不能喝 在场的一个也不认识 只能干等着 太子殿下道 随着一声高喊 他精神一阵朝门口望去 只见两名青年男子 有说有笑地走了进来 为首之人正是太子齐则摇 见过太子殿下 众人迅速站起身行礼 太子爽朗一笑 诸位不必多礼 纪怀安仔细打量了一下 这位大气国的太子殿下 一身金鞭刺绣的锦袍 金带束腰 一张胖乎乎的脸颊 倒也不难看 只不过笑眯眯的眼神 给人一种虚伪之感 至于身材 也许是吃得太好 富太了闲 之前虽然见过一面 但离得远 并没有今日看得仔细 太子身边的青年是个熟人 苏家二公子苏望书 之前在苏州时 他在苏家的市 才大会上见过一面 看着苏望书 纪怀安脑海中 立刻浮现出 英姿萨爽的歉影 大殿中很多人不认识苏望书 一个个打量着苏望书 面露疑惑 太子哈哈一笑 拉着苏望书介绍道 诸位公子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从江南来的苏家二公子 原来是江南苏家二公子 久仰久仰 苏公子是参加大考的吧 听说苏公子在江南公子榜排名第二 文采风流 今日一见 果然风采照人 苏望书听着众人拍马屁 宠辱不惊地回礼道 诸位公子过誉了 能在京都与诸位公子相遇 实乃苏某之幸 苏公子 请入座吧 众人相互客套了一番后 太子示意苏望书 坐到纪怀安的上方 原来上方这位子 是留给苏望书的 苏望书虽是苏家二公子 但自己是相爷之子 貌似这座位安排的有些不合适 苏望书看见纪怀安愣了一下 小侯爷 久仰 苏二公子 请坐 他大方帝笑了笑 并没丝毫介意 苏望书有些尴尬 不过还是坐到了下去 长公主道 随着一声高喊传来 两个倩影走进大殿 除了风情万种的长公主外 还有一个英姿萨爽的倩影 第165章 蛇战群如 苏影 纪怀安眼睛一亮 另一名女子 正是苏家大小姐苏影 长公主穿着一袭紫色的绣花长裙 盘着凌云记 头戴金布瑶 身姿婀娜 身上散发着与生俱来的优雅高贵 苏影穿着华美的淡绿色长裙 扎着未出格少女的发际 风计入病 淡扫峨眉 阴气逼人 两女携手走入大殿 一个妩媚多娇 风华绝代 一个如花似玉 阴姿萨爽 整个大殿的中的贵公子们 全都看得吃了 不少人眼珠子都快掉出来 苏影有些不自在 眼角瞥见一道熟悉的目光 转眼一看 顿时顿主 小侯爷 她为什么会在这里 一向处编不惊的苏家大小姐 顿时有些不知所措 继怀安上不知道 苏影跟太子有婚约在身 冲苏影露出一个招牌式的笑容 见过长公主 一名公子突然起身行礼 令其他人全都回过神来 长公主万福 贵族公子全部起身行礼 无需多礼 坐吧 长公主轻服了一个衣袖 她发现身边的苏影在发呆 顺着苏影的目光看向小侯爷 发现小侯爷盯着苏影看 哼 见到美女就饭花痴 她心中泛起醋意 公主扫扫好 苏小姐好 继怀安此时才站起身 嬉皮笑脸地打着招呼 苏影紧张地揪了下衣裙 强自镇定地冲她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长公主白了她一眼 拉着苏影走到太子面前 太子殿下 长公主发现 苏影有些神不守舍 忙提醒地拉了她一下 苏影回过神 急忙行礼 名女拜见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惊安 苏小姐不必多礼 太子笑眯眯地走了过来 伸手便要扶苏影的手臂 苏影本能地往后退了步 躲开了 纪怀安一看太子色眯眯的眼神 心中骂道 你个肥太子 再敢对我的眼儿动手动脚 小爷 我剁了你的猪蹄子 公主姐姐 苏小姐 请坐吧 长公主拉着苏影 坐到对面上手 正好跟纪怀安面对面 太子回到座位上 举杯道 大考在即 本太子先预祝诸位公子 齐开得胜 金榜提名 太子放下酒杯 看向苏望书 问 苏公子今年也要参加大考吧 回太子殿下 自然是要参加的 以苏公子的才华 想来今年必定高中 太子齐则摇今日设宴 最主要的是 为了见苏影 另外便是笼络人心 顺便将苏望书 介绍给金钟权贵子弟 为其铺路 这些人目前虽无官职 但都是豪门权贵子弟 将来都是他的殿下之臣 据说今年礼不改制 大考恐怕不易 苏望书随口一说 立刻引起众人负荷 我听说 今年取消了举荐 取消举荐尚且其次 现在那些庶民 也能入朝为官了 改制之前 大齐国的庶民 是不能入朝为官的 即便高中 也只能派到地方上 而且品级有严格的限制 平民出身的学子 上限很低 一般都在六品之下 那以后 岂不是要跟一些草民同朝 真是荒诞 一名公子起身抱拳道 太子殿下 礼制都是祖宗定下来的 不能乱改啊 周公子 这次朝改是父皇与相爷的决定 太子说着 故意看了眼纪怀安 然后接着道 既然我大齐学子 全都反对朝改 本太子会将大家的意思 禀明父王 太子殿下错了 纪怀安突然开口 引来了众人的目光 此时大殿中的公子 都知道了他的身份 一个个目光不善 太子看了眼纪怀安 眼中闪过一丝阴沉 好大的胆子 敢说太子殿下错了 刚刚站起身的周公子 宠他呵斥道 圣人意会犯错 太子殿下为何不能错 你狂妄 你倒是说说 哪里错了 首先 在场的诸位 无法代表所有大齐学子 其次 随着时代的发展 只有改变落后腐朽的体制 国家才会变得更加强大 太子殿下应该支持才对 李治是祖宗定下来的 你竟敢说落后腐朽 祖宗以前一不必体 你怎么不脱光了 祖宗以前驻山洞 你怎么不驱驻 你 简直是胡说八道 周公子被纪怀安对得面红耳赤 真是什么话都敢说 长公主偷偷白了他一眼 还是这么能平嘴 苏颖憋着笑 心情随之放松下来 见周公子吃扁 又一人起身驳吃道 衣食住行 岂能与礼法混为一谈 祭公子 这是在强词夺理 祭怀安一看 这人左脸上长着一颗黑痣 看上去有些猥琐 这位黑痣公子 在下姓杨 对方战红着脸 怒目而逝 长公主和苏颖 终于憋不住 差点笑出声来 可 请问杨公子 何为礼法 当然是指礼法度 难道纪公子 连这个都不知道 杨公子一脸傲气 眼中闪过一丝鄙夷 继怀安不以为然 又问 礼法从何而来 礼法乃是先贤 为教导我们这些世俗之人 而定下的规则 终于陛下 严格执行陛下旨意 可是礼法 侍奉君王 忠心不二 当然是 那陛下主持朝改 而等却要反对 岂不是大不敬 这个 朝改也不该破坏礼法 杨公子的意思是 陛下做错了 这个 也许是陛下受小人蛊惑 你的意思 陛下是昏君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杨公子吓得脸色大变 那你是几个意思 我 我 看见杨公子败下阵来 又一名公子开口了 纪公子真是伶牙俐齿 巧舌如簧 这样顾左右而言其他 实在是让我等不屑于之辩驳 若是纪公子认为 祖宗礼法腐朽 就该做出有力的论证 而不是这样胡搅蛮缠 行 那本公子今天就给你们说到说到 进淮安喝了一口酒 站起身 四千年前 奴隶如牛马 可宰杀烹饪 便是礼法 八百年前 女子二十位孕者 虚受鞭榻之行 三百年前 男子头发超过一吃者 割发消瘦 敢问这些先贤制定的礼法 今日可还在 还好小爷看了下这个时代的史书 他说完扫尸了一眼众人 最后目光落在杨公子身上 黑之公子 你这头发三尺有余了吧 若是先贤礼法不可更改 那你把脑袋砍下来吧 本公子信仰 黑之公子气得发抖 第166章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既然装杯 那干脆装到底 他到了杯酒 一饮而尽 继续道 前世不同教 和谷之法 帝王不相父 和礼之寻 至世不宜道 便国不必伐谷 因时而立法 因势而治理 礼法以时而定 致令各顺其仪 固执者作法 而愚者治焉 贤者更理 而不孝者拘焉 而等身为大妻读书人 而等妻可不懂 他引用了商俊书中的一段话 说得慷慨激昂 字字铿锵有力 听得在场的公子们 一个个面红耳赤 至世不宜道 便国不必伐谷 因时而立法 因势而治理 长公主细细品着这些话 然后一脸不敢相信地 看向纪怀安 苏颖更是惊讶 他知道小侯爷并非顽固 但没想到 竟有如此见识 眼中满是崇拜之色 感受到长公主 和苏颖崇拜的眼神 他满意地笑了笑 然后有模有样地一抱拳 陛下除旧革新 乃是智者贤君也 诸位公子之所以反对 无非是既得利益受损罢了 既为大妻读书人 就要顾全大局 应该支持陛下除旧革新 又是一番肺腑之言 不仅拍了齐皇的马屁 还揭露了这些贵族公子的心思 弄得这些公子们 根本无法反驳 有几个公子读书读傻了 道德感比较高 顿时露出羞愧之色 太子见场面有些尴尬 打圆场道 父皇英明 不过即便取消举剑制 相信以诸位公子的才学 这次也都能高中 非至公子轻横了声 我等岂会输给那些庶民 信州的公子开口道 朝改之事 相信陛下自有决断 太子殿下 咱们还是谈点别的 莫要冷落了常公主和苏小姐 纪怀安早已发现 信州的公子 一直在偷瞄着长公主 眼神猥琐的一笔 连我公主扫扫的主意都敢打 迟早叨了你 太子哈哈一笑 诸位都是风流才子 常公主最欣赏才华出众的青年才俊 诸位公子不妨一展才华 莫要让常公主失望 驸马走后 陛下一直想给常公主 重新寻一门亲事 不过被常公主拒绝了 太子今日宴请京都贵族公子 特意叫上常公主 也是陛下的意思 想让他多接触其他男子 说不定能再遇一段姻缘 信得周父亲是力不大员 周公子是太子心腹 一直垂涎长公主的美色 所以太子有心促成 他与长公主在一起 两人提前早已通过气了 太子说完后 周公子立刻站起身道 在下一只仰慕常公主 特意为常公主做了首诗 哦 还不快你来听听 常公主还未开口 太子已经打起了配合 周公子副手引起了一首酸不拉几的诗词 恶心 小子 你死定了 纪怀安黑着脸 暗自咬牙切齿 常公主故意挑衅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信周地笑道 周公子好失财 常公主喜欢就好 周公子兴奋地眉开眼笑 其他公子一看 一个个不甘示弱 站起来献尸 虽然长公主是个寡妇 但身份地位 加上倾国倾城的容颜 这些贵族子弟当然不会介意 反而屈之若鹜 一个个都想得到长公主的垂青 听着这些人念着表白的情诗 纪怀安独自喝着闷酒 久闻常公主风华绝代 今日一见 惊为天人 在下也为常公主做了一首诗 听到旁边传来的声音 纪怀安愣了下 看向上手的苏旺叔 只见苏旺叔站起身 满脸羞怯地看着长公主 结结巴巴地迎了一首诗 苏二公子也看上公主扫扫了 他心中泛起一阵醋意 太子也有些意外 他看了眼常公主风云美艳的身姿 眼中跳跃起炙热的火焰 以黄姐的美貌 即便结果婚又如何 世上又有哪个男人能够抵挡 似是掩饰心中的龌龊 他立刻将目光转向旁边的苏颖 幸好这世间 还有不输黄姐的美人 否则还真是人生一大憨事 他打量的苏颖 一阵口干舌燥 于是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苏公子虽有些结巴 但失做得甚好 我不是结巴 苏旺叔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只要看着长公主 他紧张地牙齿打颤 越是想表现 越是嘴巴说不利索 顿时心时憋屈的不行 长公主看着一脸羞涩的苏二公子 颇觉有趣 忍不住玩耳一笑 哼 冲别的男子笑 季怀安到了一大杯 一口酒吞下 然后站起身笑道 公主扫扫 我也做了首诗 送给美丽的苏小姐 她话音一落 顿时大殿中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一脸怪异地看着她 黑智公子露出一副幸灾乐祸的神色 太子的脸立刻阴沉了下来 苏颖一直坐立不安 突然听到她的话 紧张地用力握起粉拳 做了这么久的诗 无趣得很 不如欣赏一下太子府的歌舞吧 长公主说着 给她使了个眼色 此刻季怀安才意识到了不对 大殿中这么多才子 全都给长公主献诗 竟无意人为苏颖作诗 这有点说不过去 苏颖虽然不是皇家公主 但苏家大小姐的身份也不低 加上美貌不输长公主 不应该如此才对 只有一个原因 他们不敢 因为太子殿下 他以为太子看上了苏颖 所以其他人不敢打苏颖的主意 他虽然猜中了 但又没有完全猜中 难得今日与苏小姐重逢 公主嫂嫂还是让我做一手吧 小侯爷与苏小姐认识 太子殿下黑着脸问 在江南有过庶面之缘 他回答后微微一笑 心思太子又如何 想抢小爷的女人 狗皇帝都没成功 就凭你这个小胖子 原来如此 本太子很想听听小侯爷做的事 如你所愿 计怀安站起来 赢道 官官居鸠 在何之州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啪 太子将酒杯砸到地上 吓得所有人一个机灵 小侯爷是不是太过放肆了 太子殿下何意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太子念了遍 冷笑道 苏小姐乃是未来的太子妃 小侯爷当着本太子的面 给未来的太子妃 写这样的情诗 是不是想羞辱本太子 第167章 心有灵犀 回到乡府已是虚实 当得知苏颖是未来的太子妃时 小侯爷当场便梦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苏颖跟太子竟然有婚约在身 毕竟苏颖一直生活在江南 谁又能想得到呢 还好有长公主帮忙打圆场 否则恐怕真的会无法收场 红莲 你也不知道 我也是刚知道 红莲担忧地看了眼小侯爷 便宜老爹总该知道吧 纪怀安想了想 静止走向那院书房 老侯爷正坐在书桌前 翻看着他重写的变法方案 时而若有所思 时而喜上眉梢 时而骂道 什么乱七八糟的 为了不让老侯爷对自己产生怀疑 他写的内容毫无章法 甚至有些混乱 但又巧妙地将一些方案融合在里面 可以说是煞费苦心 爹 纪怀安快步走了进来 回来了 老侯爷头也没抬 爹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嗯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长大了 有些事需要靠自己 道理我懂 你好歹跟我说一声啊 纪怀安一肚子憋屈 你现在知道了 又待如何 他一咬牙 我的女人 我要抢回来 老侯爷平的一声 将卷宗拍到桌子上 好 不会是我老季的儿子 纪怀安吓了一跳 本以为要挨一顿臭骂 结果听到老侯爷的话 直接猛逼了 便宜老爹中邪了 支持我去跟太子抢女人 貌似在女人方面 老侯爷从来没有反对过 但这次对方是太子了 他小心地试探问 爹 您的意思是 你若连看上的女人都搞不定 就趁早给我滚回江南去 这么说 你你支持我 当然 必须支持 那您帮我想想办法 你自己的女人 你自己想办法 您不帮忙 老子刚才的话你没听见 自己的事 要靠自己 那你支持个屁 他撇了撇嘴 然后乖巧地硬了声 孩儿知道了 老侯爷看了他一眼 问 你打算怎么做 还没想好 给你点意见 他面色一喜 爹 您说 只要他做不成太子 苏家便不会逼苏小姐 嫁给一个废太子了 废除太子 老侯爷真敢想 不过这 确实是最好的办法 怎么才能让陛下废除太子呢 那你自己想办法 不过老子提醒你一句 太子骑则姓兄兄侠爱 牙子必报 若要出手 必须一击必中 绝不能留下隐患 孩儿知道了 去吧 老侯爷挥了挥手 纪怀安退出书房 回到自己的房间 他吩咐红莲 帮我查一下 我要太子的详细资料 越详细越好 正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要想对付太子 必须要对其 有个详细的了解 好 红莲音声走出房间 几息后便捧着一堆资料 走了回来 这么快 福伯派人送来的 原来如此 他咧嘴一笑 便宜老爹嘴上说不帮忙 但显然是不可能的 不过老爹说得对 凡事还是要靠自己 他立刻翻看起太子的资料 仔细地看起来 太子七泽瑶 是张皇后之子 属于嫡长子 身份正统 三年前 二皇子和四皇子 争夺太子之位落败 然后两人在前往封地途中遇害 虽然没有证据 但有心人都知道 是太子所为 太子胖乎乎的脸颊 总是给人一副 人畜无害的表情 但实则心胸狭隘 牙子必报 连自己的亲兄弟都杀 皇家果然无情 纪怀安感叹了声 以齐皇的心机 肯定能猜到是太子所为 但并没有对太子 做出任何处罚 很显然 齐皇对这位太子很是看重 要想将其扳倒并不容易 太子除了张皇后外 还有两大助力 张家和苏家 张家原本只是京中 一个普通的小家族 因为出了一对兄妹而崛起 这对兄妹便是张本初和张千千 张本初学识渊博 文才斐然 张千千国色天香 倾国倾城 两人一个成了文渊阁大学士 一个成了当朝皇后 张家也从此礼于月龙门 成为仅次于司马家和苏家的存在 胖太子有张家和苏家支持 又有陛下宠爱 想要扳倒他 绝非一事 纪怀安继续翻看着资料 除了太子的资料外 还有一些其他皇子的资料 成年的皇子死得死 封王的封王 目前京都中除了太子外 仅有三名未成年的皇子 看到九皇子时 纪怀安微微一愣 九皇子七则灵乃是三姐纪云之子 是自己的大侄子 原来如此 难怪便宜老爹支持自己搞掉太子 他瞬间明白了老侯爷的心思 看完所有资料已是深夜 他搂着红莲一觉睡到天亮 次日一早 红莲伺候着他梳洗完毕 准备一下马车 准备出门 少爷 已经准备好了 继怀安一愣 你怎么知道我要出门 跟在少爷身边久了 自然就懂了 那你说说 我出门干什么 当然是去见苏小姐 红莲猜得没错 他要去见苏颖一面 想问问苏颖 为何一直瞒着自己 如果是自己一厢情愿 那自己做的一切 就毫无意义 红莲看了他一眼 接着到 苏小姐住在尚书府别院 发生了昨晚的事 少爷即便去了 肯定是见不到的 苏家怕太子误会 必然不会让他跟苏颖见面 你这么聪明 想必有办法 少爷想去找长公主殿下帮忙 我没说错吧 你真是个大聪明 他刮了下红莲俊俏的鼻子 带着红莲走出房间 长公主府 玉玉 一架马车 来到长公主府大门前停了下来 小姐 到了 马车边跟着一个样貌粗犷的男子 正是苏颖的护卫阿虎 一袭白衣的苏颖下了马车 他俊美的脸颊略显悄 昨夜回去后 他彻夜未眠 他无法忍受这样的煎熬 无论如何 他要见小侯爷一面 直接去侯府显然不妥 两人心有灵犀 都想到了长公主 苏颖抬头看了眼公主府的大门 静止走去 第168章 敞开心扉 公主府 后花园 一座三层的雅阁 建在荷花池边 翘脚飞檐 古色古香 三楼茶室 长公主与苏颖隔桌对坐 桌上茶香飘来 沁人心脾 苏小姐 你已是未来的太子妃 最好莫要再有其他心思 免得害人害己 长公主毫不客气地说道 苏颖轻咬了一下珠唇 我只想再见她一面 求长公主帮帮忙 太子殿下是本公主的皇帝 你凭什么觉得 我会帮你 直觉 苏颖顿了顿 接着道 小侯爷也是长公主的亲人 昨夜长公主对小侯爷很好 你错了 昨晚本公主之所以帮她 是不想在大庭广众之下 弄得太难堪 而丢了皇家颜面 既然如此 打扰了 苏颖起身便要离开 等一下 殿下还有何指教 既然来了 不妨喝完茶再走 不必了 苏小姐若是走了 要见的人正好来了 岂不是刚好错过 苏颖一正 小侯爷今日会来 不知道 我瞎猜的 长公主看了她一眼 玩耳一笑 若是小侯爷也想见你 或许会来 她还会想见自己吗 她现在应该很讨厌自己吧 苏颖犹豫了一下 然后重新坐了回去 长公主给她倒了杯茶 西湖的茶 苏小姐应该喝得惯 谢谢 苏颖双手端起茶杯 优雅地作了一小口 苏小姐 你的小侯爷是怎么认识的 苏颖放下茶杯 沉默 是本公主唐突了 苏小姐就当我没问 说说也无妨 苏颖一直压抑着内心的情感 无人诉说 此时难得有个人可以聊聊 长公主有些意外 见苏颖似是陷入回忆 安静地等待着 去年 为了一名族中子弟 我去了一趟扬州 我本以为她只是 一个特别点的过客 直到她来到了苏州城 苏颖喃喃说出 与小侯爷相遇的过程 一直说到小侯爷来到苏州 两人一起抓捕叶清涵的经历 当然 一些亲密的接触 婉转地引了过去 说完之后 苏颖感觉内心轻松了很多 你不怕我告诉太子殿下吗 我知道长公主不会 苏小姐性格直爽 有侠女之风 不适合做太子妃 非我所愿 苏颖眼睛一亮 期待地看着长公主 别这样看着我 陛下次的婚事 本公主帮不了你 苏颖一听 眼神再次暗淡了下去 陛下次婚 又有谁能帮不了自己 长公主暗自叹息了一声 问 在苏州时 你为何不告诉她 我 苏颖刚要开口 一名丫鬟走过来禀报 殿下 小侯爷求见 苏颖微微一颤 差点将桌上的杯子打翻 长公主看了她一眼 转对丫鬟道 请小侯爷上来吧 丫鬟行礼退出 苏姑娘 请先行回避一下 长公主 莫接 本公会让你们见面的 雅各通透 并无地方回避 长公主示意地看了眼屏风 苏颖只好起身 走到屏风后面 长公主看了眼对面的茶杯 将其收到一边 刚守好 丫鬟便领着小侯爷走了上来 见过公主嫂嫂 纪淮安乖巧的行李 坐吧 纪淮安一屁股 坐到长公主对面 找本公有诗 那个 特意来看望公主嫂嫂 顺便想请公主嫂嫂帮个忙 哼 男人 长公主撇了撇嘴 说吧 什么事 她看了眼美艳的公主嫂嫂 不仅有些心虚 毕竟两人之间 有种说不清到不明的秘密 她从旁边拿了的茶杯 倒了杯茶喝了下去 长公主一看 她拿的茶杯 正是刚刚苏颖用过的 这两人之间 还真是 她心思着 心中微微有些酸意 我想见一面苏家小姐 请公主嫂嫂帮帮忙 听到小侯爷的声音 躲在屏风后的苏颖 紧张地抓着一群 心情很是复杂 长公主不满地哼了声 苏家小姐已是未来的太子妃 你不该见她 公主嫂嫂 我只想跟她说几句话而已 说什么 我知道与太子的侵蚀 她是被迫的 你是不是太自信了 太子妃身份地位 不是你能比的 我了解她 小侯爷的四个字 说得坚定 苏颖娇去一颤 差点忍不住冲了出去 简单的四个字 深深地打动着她 长公主和小侯爷的对话声 还在继续 即便苏小姐有一万个不情愿 婚事已定 你又能如何 只要非她所愿 即便是付出性命 我也会阻止她成为太子妃 哼 就怕你搭上性命 也阻止不了 那我就带她逃出京都 浪迹天涯 长公主微微一颤 刚拿起的杯中茶水 撒了一手 纪怀安的话 在她心中掀起了一阵波澜 让她沉寂的内心 猛地狂跳不止 驸马死后 她的内心慢慢死寂 就像是一朵娇艳的花朵 慢慢干涸枯萎 但那个夜晚之后 她发现自己的内心并没有死 这个小家伙就像是一汪清泉 让她重新焕发出生机 可惜她的话不是对自己说的 如果她对自己这样说 即便是天涯海角 齐凤娇 你疯了吗 你在乱想什么 小侯爷 一个悲戏的声音传来 打断了长公主的思绪 屏风后的苏颖 终于忍不住跑了出来 一二 纪怀安看见苏颖蹭的一下站起来 迎了上去 两人相顾无言 长公主落寞地看了眼两人 起身离去 对不起 苏颖歉旧地看着她 眼眶里勤满了泪花 为什么瞒着我 她问 我怕你知道了 会恨我 苏颖泪珠滚落 我懂了 因为你爱上了我 她嬉皮笑脸地 伸手擦了擦苏颖脸上的泪痕 苏颖一头扑到她的怀里 紧紧地抱住她 哭得梨花带雨 她轻抚着她的脸颊 安慰道 不用担心 我不会让你做太子妃的 带我走 我陪你浪迹天涯 去哪里都行 还没到这一步 我们还有别的选择 什么选择 她怀怀胎 公主府 后花园 长公主站在莲花池边 一袭华美长裙 衬托着她玲珑浮屠的身姿 曲线迷人 晚霞笼罩在她身上 有种说不出的凄美 一阵微风扶过 衣美飘飘 似乎是有点冷 她紧了紧胳膊 一件大衣 突然从背后劈到她的肩上 公主嫂嫂 这里风大 小心受凉 看了眼突然出现的小侯爷 她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 再次荡起阵阵液 苏小姐走了 嗯 谢谢公主嫂嫂 长公主娇俏一笑 怎么不去私奔 不去浪迹天涯 纪怀安不禁老脸一红 私奔哪有说起来这般容易 她的背后有纪家 苏颖的身后是苏家 谁也不可能抛弃所有 一走了之 特别是苏颖 她若逃婚 苏家如何自处 我会想别的办法 我劝你别作死 谢谢公主嫂嫂关心 你的死活与我无关 我是看在驸马的份上 长公主说着 神色黯淡下来 公主嫂嫂 天晚了 回去吧 不留我吃晚饭吗 滚 长公主骂了句 转身走去 走了几步后 脚步一顿 难难道 以后无事 莫要再来公主府 以免让人说闲话 她知道 那一夜的仪泥只是意外 两人之间永远不可能 接触的越多 越是徒增烦恼 快刀斩乱麻 才是最理智的做法 小侯爷慢走 我便不送了 长公主说完 快步离去 看着长公主离开的倩影 她的心情很是复杂 入夜 太子府 房间 一名暗卫 躬身向太子禀报道 根据查探到的消息 小侯爷去过苏州 跟苏家大小姐 有过一段时间的接触 两人还一起破了剑搭 听着暗卫的禀报 太子七泽瑶 脸色迅速阴沉了下来 他是大七太子 将来的九五之尊 竟然有人敢跟自己抢女人 这让他怒火中烧 殿下 要不将那小子做了 太子当然想多了小侯爷 但他知道 现在还不是时候 正在这时 门外传来禀报声 太子殿下 姚儿小姐求见 下去吧 先摸动手 太子赤退暗卫 几夕后 张瑶走进房间 姚儿拜见太子殿下 张瑶穿着一身浅色的墨胸长裙 不知是有意 还是太过饱满 墨胸拉得很低 白皙的沟壑若隐若现 他这一躬身 更加暴露了 太子的目光顺着沟壑 窥探着饱满的苏兄 眼珠子差点掉了进去 若换做其他女子 她或许还不会如此失态 张瑶是张本初的养女 算起来是她的表姐 虽然张瑶长得算不上角色 但也是一个美人 而且每次见面 这个女人总是能挑动她的神经 若是其他女子 她看上了 将其扑倒便是 但张瑶不行 这个女人虽是张家养女 但深受张本初器重 她现在羽翼未封 还需要养张舅舅 必须给予足够的尊重 所以对于这个风骚的表姐 她只能看看 不能乱来 太子殿下 张瑶见太子盯着自己发呆 又轻喊了声 嗨嗨 姚姐不必多礼 太子贴心地抬了下张瑶的玉璧 张瑶羞涩地缩回手 然后轻轻提了下抹胸 动作有种说不出的诱惑 太子使劲地咽了下口水 姚姐这么晚来 有事 义父让我过来传个话 太子殿下 千万莫要动机家的小侯爷 为何 以老侯爷的稳重 殿下恐怕很难得手 一旦失手落下把柄 对太子殿下极为不利 太子点了点头 他早已考虑到了这点 否则已经出手了 话已传道 瑶告退 张瑶说着便要离开 突然一个亮呛 朝着太子跌了过去 太子本能地一把扶住他的乡间 啊 殿下 张瑶像是受了惊吓 顺势倒在太子的怀里 姚姐 郊躯入怀 女人身上传了一缕独特的异乡 令太子神魂一颤 殿下 张瑶双眼迷离地看着他 眼神勾魂 太子侯姐涌动 哪里还能忍 对着女人性胆的小嘴啃了上去 大手也不闲着 一把按在了饱满的苏兄之上 一阵乱啃之后 太子的大手伸进衣裙 正要更进一步 太子殿下 不可以这样 张瑶一把将他推开 姚姐 我 太子殿下 瑶告辞了 张瑶整理着衣裙 慌乱地跑了出去 一出房间 他嘴角一翘 眼中闪过一丝脚狭的笑意 房间中的太子憋屈坏了 气得一脚将旁边的凳子踢翻 小浪蹄子 你逃不出本太子的手掌心 被张瑶勾起了欲望 他再来侍女 将其按在床上 狠狠地发泄了一番 张福 张本初站在院中 仰望着天上的一弯星月 给人一种难以言喻的 孤寂落寞之意 张瑶从背后走来 他再次整理了一下衣裙 恢复往日的端庄 义父话已传给了太子殿下 他怎么说 太子殿下聪慧 并没有轻举妄动 张本初点了点头 问 香府可有一场 香府一切如常 义父 您是不是多虑了 难道记家 还敢对太子出手不成 张本初仰望着月光 南南道 人心难测 这世间只有你想不到的事 没有什么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张瑶心虚地看了眼张本初的后背 还有其他事吗 张本初问 还有一件事 今日苏家大小姐 去了趟长公主府 张瑶顿了顿 接着道 小猴也去了 张本初眉头一锁 不满地哼了一声 张瑶轻咬了下猪唇道 义父 苏家大小姐 跟小猴也搞在一起 这种女人 如何配得上太子殿下 张本初回过头 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义父恕罪 是瑶儿妄言 我知道你一直很有野心 但你要记住自己的身份 即便没有苏家大小姐 太子妃之位 也不是你能觊觎的 瑶儿明白 瑶儿不敢妄想 好好做事 等太子殿下登上九五之尊之后 后宫会有你的一席之地 谢义父 下去吧 记得明日早起 陪我进宫一趟 去看我皇后娘娘 那义父早点休息 瑶儿告退 张瑶行礼后 转身离去 张本初抬头看了看月亮 感叹道 花儿上有重开日 人生没有再少年 第170章 混乱的张家 齐皇宫 慈宁宫房间 张皇后坐在梳妆台前 一名宫女站在身后 给她梳妆打扮 她看着铜镜中的自己 轻轻摸了下脸颊 虽然已经三十好几了 但保养得好 依旧千娇百妹 风韵犹存 皇后娘娘好美 难怪能被陛下宠冠后宫 老了 比不上那些年轻的妃嫔了 皇后娘娘一点也不老 看上去比新来的妃子还要年轻 而且娘娘端庄高贵 母仪天下 岂是那些妃嫔能比的 就你嘴甜 张皇后玩耳一笑 嘻嘻 奴婢说的是实话 见皇后娘娘难得心情好 宫女也露出放松的笑容 叶儿 今日国舅爷要来 让人准备些枣泥酥 她喜欢吃 娘娘 我这就去安排 听到皇后娘娘提到国舅爷 宫女看了眼眉开眼笑的皇后娘娘 眼中闪过一丝异样 宫女名叫云叶儿 年纪也不小了 已经三十出头 她是皇后娘娘的心妇 是从张家跟随皇后娘娘入宫的 自从皇后娘娘入宫后 便一直郁郁寡欢 只有每次国舅爷来看望时 才会很开心 而且会盛装打扮一番 她甚至觉得 皇后娘娘对待国舅爷 甚至比对待陛下还要上心 怎么能这么想 云叶儿吓了一跳 半个时辰后 慈灵宫大殿摆满了新鲜的瓜果糕点 茶香四溢 张皇后凤袍加身 眯着眼慵懒地靠在凤里上 云叶儿站在身旁伺候着 叶儿 什么时辰了 皇后娘娘 四十了 国舅爷还没来吗 刚散潮 应该快了 云叶儿话音刚落 一名宫女快步进来禀报 皇后娘娘 国舅爷来了 皇后眼睛一亮 立刻坐直了身子 还特意扶了下头上的发饰 请国舅进来吧 宫女领命退出 不一会 张本初和张瑶走了进来 臣拜见皇后娘娘 瑶儿叩见皇后娘娘 国舅 瑶儿 不必多礼 张瑶起身看着凤里上 一身华贵的皇后娘娘 眼中闪过一丝羡慕之色 坐吧 谢皇后娘娘 张本初看了眼皇后 坐到一侧的椅子上 张瑶站在她的身侧 国舅最近可好 一切安好 谢皇后娘娘关心 这是我让人特意准备的枣泥酥 国舅尝尝如何 皇后说着 满眼寒心地看着张本初 娘娘有心了 张本初拿起一块枣泥酥尝了一口 味道如何 比娘娘当年所做的 还是差了些 等有机会 我亲手做些 两人闲聊了几句后 皇后站起身道 国舅陪本宫出去走走 是 娘娘 张本初忙站起来 陪着皇后走出大殿 两人来到御花园 刻意避开了宫女 张瑶 云烟 远远地跟在两人身后 国舅 你已经很久 没有来看本宫了 入宫多有不便 还请娘娘恕罪 时间过得好快 瑶儿都已经到了极冠之年 皇后转头 看了眼张本初 叹道 你都有白发 岁月催人老 何人不白头 你今日前来 有事 如今季侯爷身得陛下信任 季云也生了贵妃 娘娘要提防依二 留些心念 她主持朝改 还能改到我后宫这里来 娘娘别忘了 季贵妃 还有一位九皇子 皇后愣了下道 九皇子乳秀未干 你是不是想多了 谨慎点总没错 我知道了 对了 我听说苏家大小就行为不减 本宫不想让她做太子妃 娘娘 太子殿下语义未封 还需要苏家支持 你就不怕苏家学你 图谋不轨 张本初吓得左右看了看 提醒道 娘娘慎言 皇后玩耳一笑 你们男人明明谨小慎微 胆小怕事 但偏偏又能干出捅破天的事来 张本初忍不住嘴角抽出了下 行了 难得见一面 不说这些了 娘娘英明 一个时辰后 张本初带着张瑶 离开了慈宁宫 小太监引着两人出宫 在经过一条雅致的回廊时 碰到了大太监曹衡 国舅爷 曹公 两人焦急不多 打了个招呼 便分头走去 曹衡走了几步 回头看了眼张本初的背影 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国舅爷是不是从后宫过来的 应该是去看望皇后娘娘 旁边的小太监回答道 曹衡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转身走去 相扶 小侯爷房间 红脸捧着厚厚的一打 文件走来 少爷 这是新收集的资料 纪怀案愣了下 什么资料 少爷不是说要太子殿下 苏尚书和张家的所有资料吗 这些是刚整理出来的 红脸说着将资料放到书桌上 要想扳倒太子 最好能先搞定苏尚书和张家 断其双臂 他对苏家算是有些了解 但对苏慎这个人了解不多 至于张家 他了解的就更少了 了解对手是第一步 纪怀案坐到桌边 仔细地翻开着资料 苏慎 六部尚书 权倾朝野 在老侯爷风向之前 可以说是朝中权力最大之人 苏护 常驻江南 招募人才 拒拢财富 这两兄弟 一个在朝 一个在野 分工明确 相互扶持 两百多年来 苏家一直是这种模式 保持着长盛不衰 这些个大门阀 果然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纪怀案暗自感叹了声 翻看到张家的资料时 他眼珠子差点掉了下来 之前太子的资料中 关于张家的不多 这次的资料比较齐全 甚至连张家上三代的都有 张家原本只是京都的一个普通贵族 不过这个家族的关系有些混乱 什么表哥娶表妹 这种都只是基操 甚至还有叔叔娶外甥女 堂兄娶堂妹 姑姑嫁侄子的 总之主打的就是一个混乱 各种亲上加亲 看得纪怀安 瞠目结舌 张本初的父亲 娶的便是其表妹王氏 王氏在生下第二个孩子时 男产而死 那个孩子 便是现在的张皇后 或许是因为这种混乱的原因 张家一直人丁不忘 所以每一代都有收养孩子的习惯 不过收养的大多都是女子 第171章 没有如果 结合小侯爷所写的内容 老侯爷对变法做出了些改变 之前的变法内容 对贵族的打击太大 必定会造成各地士族阶层的不满 从而产生强烈的抵制 引发社会动乱 这原本是老侯爷的目的 但因为心思转变 他的复仇换了另一种形式 将狗皇帝赶下台 扶持九皇子上位 这种情况下 他当然不希望起国动乱 所以变法也就更加用心了 很多政策的改变和调整 当然要上报七皇 皇宫 御书房 七皇看完了变法的详细内容 脸上露出一丝不悦 相爷 这样太慢了 之前的变法快准狠 修改之后 更像是温水煮青蛙 恐怕需要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 才能看到成效 七皇有极大的野心 他希望成为开创者 成为历史的先驱 就像历史上那位统一七国 废除奴隶制 建立第一个封建王朝的帝王一样 流芳百世 他想成为千古一帝 他已经年近五旬 等不了那么久 虽然齐皇做了几件昏庸之事 而且有些刚愎自用 但他也的确算得上 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帝王 陛下 改革不宜操之过急 当循序渐进 否则会引发社会动荡 更加难以推行 老侯也详细说了一下 其中的利害关系 齐皇并不蠢 他当然知道 不过之前京都与贵族的一次对抗 他们取得了一场大胜 这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 认为各地即便出现动乱 也都能用强权镇压下去 虽然不接受这么慢的进程 但见老侯爷一心为国 言出肺腑 还是颇为感动 相爷 我们出去走走 是 陛下 老侯爷立刻搀扶着齐皇 走出御书房 两人来到御花园中 此时已是黄昏时分 夕阳西下 雨霞成起 齐皇看了眼落日 感叹道 相爷 你我都已到了天命之年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等待了 老臣明白 但御速则不达 变法不宜操之过急 需要多久 十年 五年 我要在五年内看到变法的成果 老臣一定全力推动变法施行 不负陛下所托 好 哈哈 齐皇拍了拍老侯爷的肩膀 眉开眼笑道 你我君臣必将名流轻视 全仰仗陛下雄才大略 微臣秒不足道 时间一晚 老侯爷陪齐皇聊了几句 便告退了 离开时 他回一身看了眼 站在夕阳下的齐皇 心情颇为复杂 如果没有陆家被灭 如果没有驸马 被你当作棋子 你我君臣 或许真能开创历史 流芳百世 但有些事情 发生了 就是发生了 没有如果 尚书府 独立别院 苏护 苏旺书 苏颖来到京都后 便住在这里 苏慎亲自带人 送过来一些精致的绸缎 和日常用品 有劳兄长了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兄弟二人 并肩在花园里散步 上次太子府的事 我已经亲自去跟太子解释过 绝不可再有第二次 是我教你无方 让兄长受累了 苏护看了眼兄长的脸色 黯然道 尔儿身上的江湖气息太重 我怕他即便做了太子妃 也难以让太子殿下满意 苏慎沉默了几息 一脸沉重道 如今陛下一心改革 首当其冲的便是我们苏家 稍有不慎 我们苏家百年兴旺 便将毁于一旦 到时候 你我兄弟如何面对列祖列宗 兄长 有这么严重 也许比我说的还要严重 苏慎深知 变法若要顺利推广 必然要拿几个大士族计旗 苏家很可能便是其中之一 只有苏颖成为太子妃 苏家的地位才能稳固 到时候 即便推行变法 苏家也不会因为变法而倒下 反而有机会更进一步 所以必须牢牢抓住太子这个靠山 苏尚书老谋深算 在得知陛下有变法的心思时 就已经在谋划了 前年苏护带着子女来京游玩 正好被太子殿下看见 其实都是她的安排 兄长 我一定会好好教导叶尔 不会再出差错 叶尔最近如何 苏慎问 我已下了禁令 让她不得出门 叶尔这孩子 虽然有些江湖气息 但识大体 心系家族 你不要逼得太紧 要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才是 兄长所言甚是 苏护点了点头 都是聪明人 点到即可 苏慎没有再说苏颖的事 换了个话题问 忘书呢 再闭门苦读吧 还有三天就要大考了 是要好好准备一番 两人聊了片刻后 苏尚书离开了别院 苏护送走兄长后 来到儿子的书房门口 忘书 苏护敲了敲门 无人音声 他疑惑地推开书房的门 只见书房中空空如也 哪有苏望书的影子 自从见到长公主后 苏望书便被长公主迷住了 整日魂不守舍 想到长公主喜欢诗词得赋 他这几日 一直躲在书房里写情诗 苏家主以为 儿子是在搞学习 结果儿子是在饭花吃 几日一早 苏望书便拿着这几日写的情诗 直奔公主府去了 凡请通报一声 就说苏家苏望书求见 公主府大门口 苏望书冲门口的侍卫一抱拳 苏家 侍卫疑惑地打量了 一下苏望书 跑进去通报了 长公主听完通报后 只是淡淡地说了两个字 不见 侍卫回到门口打发道 长公主今日没空 苏公子请回吧 苏望书不由一阵失落 这是在下位长公主所作的诗词 凡请转交长公主 他取出一定银子 一同塞给侍卫 侍卫犹豫了一下 还是接了过来 长公主酷爱诗词 对方又是苏家公子 收了去禀报长公主 如果长公主喜欢 说不定还有打赏 若是不喜欢 扔了便是 片刻后 诗词送到了长公主手中 长公主拿起第一张诗词展开 暗香迎秀如仙女 一平一笑动乾坤 玉蓉迎演舞媚秀 青丝飘逸舞春方 接着又看了第二首 远山月静云微寒 胭脂雍蓝土气蓝 相思化作风忧远 此情为怨九相叛 第172章 掌控舆论 苏二公子的诗词 还是很不错的 不过长公主没有再看下去 人走了吗 刚走 应该还没走远 侍卫以为长公主 被诗词打动了 正有些暗自庆幸 只见长公主提笔 在第一张诗词背面 写了几句话 然后连同所有的诗词 一同递了过来 送还给苏公子 长公主说完又补充道 若是苏公子下次再来 不必通报 直接打发离开便可 另外东西也不准再收 侍卫一头扑汗 急忙阴声接过来 告罪离开 公主府外的街道上 苏旺叔一脸失落地往回走 苏公子 等一下 苏旺叔听到喊声回过头 只见刚刚公主府的侍卫追了上来 难道长公主看了诗词要见我 他面色一喜 停下了脚步 苏公子 还你的诗词 侍卫跑过来 将诗词塞到他的怀里 苏旺叔愣了一下 问 长公主看了吗 殿下看了两手 侍卫叹了口气 接着道 苏公子 以后莫要再来了 看着侍卫塞回来的诗词 苏旺叔像是第一次失恋的少年 心都碎了 不过这确实是他第一次失恋 江南公子榜排名第二 苏旺叔文采风流 家世显赫 样貌书重 不知道有多少江南贵族小姐 想获得他的垂青 失恋 当然不曾有过 恐怕也只有长公主这样的女人 会拒绝他 对了 殿下好像给苏公子留了言 苏公子不妨看看 侍卫说完转身走去 一边走一边暗自摇头 都想拿诗词取悦殿下 但这天下 又有谁人的诗 能比得上驸马眼 苏旺叔迅速展开卷指 只见最上面一张的背面 写着几行军秀的小字 公子才华浓 当已事业重 莫因而女情 误了君王恩 大考在即 长公主见他颇有才华 是想让他专心搞事业 报效皇家 苏旺叔看完后 眼睛一亮 表面意思他当然懂 但他又看出了一层更深的意思 他以为长公主是在暗示他 先获得君王恩典 再谈儿女私情 自己虽是苏家公子 但尚未高中 一袭白衣 怎么配得上长公主 长公主是让自己高中之后再来 不得不说 花痴的智商为零 不分男女 苏旺叔收起诗词 还特意将长公主写的那张 单独叠起来 贴身塞入怀里 长公主 等我高中状元再来找你 苏旺叔一甩颓废之色 顿时像打了鸡血一样 大不留心走去 几天后 三年一度的大考终于到了 老侯爷和礼部为了大考忙得不可开交 因为这次大考与以往不同 这是礼部变革后的第一次科考 关系着改革的推进 所以绝不能出任何乱子 为了这次大考 礼部特意搭建了全新的考场 一个考生一个格子间 入场前甚至需要拖衣检查 可以说 这次科考是有史以来最严格的一次 必将载入史册 科考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诗词 经史 论证 诗词考文采 经史考学识 论证考见识 通过科考进入官场 虽然有很多弊端 但受时代的局限性 已经算是最好的选择了 科考整整持续了三天 这三天 整个京都戒备森严 特别是礼部考场附近 方圆树里都禁止闲杂人等出入 纪怀安这三天也没闲着 将苏家和张家的重要人物理了一遍 张家在朝中的人并不多 关系比较简单 苏家在朝中的官员太多 关系盘根错节 十分复杂 最后 他定下了两个策略 拉拢苏家 干掉张家 拉拢苏家并不容易 因为这次变法 触及到了苏家的利益 苏家早已站在了老侯爷的队里面 干掉张家就更难了 张家虽然人丁不忘 但张本初是当朝国旧 有张皇后和太子这层关系 想要干掉张家 难啊 真是令人头痛 他放下卷宗 揉了揉太阳穴 一双青葱玉手伸过来 按摩着他的肩膀 少爷若是乏了 不如出去走走 好 他带着红莲出了房间 在香府花园中逛了逛 红莲 侯爷在家吗 侯爷去里布了 这几日大考 侯爷在亲自监督 哦 他心不在焉地硬了声 想了想问 红莲 有什么办法可以毁掉一个人 红莲 刀了 纪怀安 这丫头倒是直接 他尴尬一笑 问 有没有别的办法 红莲想了想说 毁掉他的名声 让他遗臭万年 纪怀安脚步一顿 整个人像是开了窍一般 他瞬间抓住了什么 几息后 他兴奋地一把抱住红莲 对着红莲的脸蛋 红莲 你真是我的幸运心 红莲翘脸一红 偷偷看了看四周 还好没人 大白天的 少爷 真是没羞没臊啊 少爷 你是不是有主意了 纪怀安点了点头 吩咐道 马上修书一封给四个 让他调派一批报社的人过来 我要在京都办报 红莲的话提醒了他 名声在这个时代 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对于贵族来说 非常注重名誉 所以要想毁掉一个人 先毁掉其名声 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也许毁掉一个人的名声 并不能要了他的命 但只要抓住关键点 后果或许比杀了对方 还要严重 而张家 这方面正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这个时代消息闭塞 贵族做的很多龌龊之事 只要稍加隐藏 很难传播出去 报纸如果在京都发行 将会成为非常好的传播渠道 前世的经验告诉他 舆论是可以杀人的 哪怕你家财万贯 哪怕你是王侯将相 都无法抵挡舆论的风暴 即便是帝王 也无法逃脱舆论的裹挟 掌握了报纸 便掌握了舆论 掌握了舆论 便掌握了真理 便能控制人心所向 掌握了舆论 甚至可以兵不血刃的 颠覆一个王朝 当初办报 只是灵机一动之举 没想到会有如此大的用途 他的思维慢慢开阔起来 内心有些无法抑制的兴奋 对了 将赵雪也调过来 他叮嘱道 第173章 科考舞弊 三天的科考转瞬即逝 三天后 当雪子们从后房走出来时 神色各异 有没开眼笑的 有垂头丧气的 有还有一脸茫然的 不论是哪种 这些雪子身上 都有一个共同点 一脸邋遢 身上还散发着一股意味 科考三天 吃喝拉撒 全都被关在一个 方寸大小的格子间内 只有一个木桶可以用来方便 身上不带点味 是不可能的 好在三天时间不长 专心写文章的情况下 并不会在意这些 科考结束后便是月卷 因为这次大考人数众多 加上改制原因 月卷由之前的三天延长到了七天 为了不出差错 以及防止训私舞弊 老侯爷和礼部的几位大臣 亲自在礼部监督 参与月卷的还有一个人 国舅爷张本初 作为文渊阁大学士 他是陛下清典的考官之一 除了张本初外 还有文渊阁的十多名官员 也都参与了神卷 七天后 月卷结束 终于放榜了 这次榜单高中者 共计近273人 这273人又分为两个部分 取前30名单独列了一个榜单 剩下243人为一个榜单 前30名将入宫面圣 并在金兰殿上 由陛下清典出前三名 分别为状元 榜眼 探花 称之为一甲 次近世吉地 剩下27人则为二甲 次近世出身 第二张榜单的243人 则为三甲 次同近世出身 放榜当日 整个京都沸腾起来 为方便学子们查看 榜单张贴在礼部外的广场上 设立了专用的告示牌 一大早 整个广场便已经人山人海 嘈杂喧嚣 第一张榜单的30人中 排名第一的 赫然写着苏旺书 哈哈 本公子果然没猜错 不愧是苏家二公子 切 还不是因为有个好家事 今年取消了举剑制 这次成绩全凭成绩 笨蛋 这你也信 人生两大快事 洞房花竹叶 金榜提名时 金榜提名的学子 兴高采烈 心花怒放 落榜者垂胸顿足 呜呼哀哉 苏旺书看到自己的名字时 还算淡定 他的名字排在第一 说明 他这次大考的成绩排在第一 但未必就是状元 明日朝堂之上 齐皇看过前三十份试卷后 会亲自考核 一下他们 然后清并出前三名 所以 前三名还存在一些变数 不过这种变数并不大 除非出现意外 根据以往的经验 苏旺书基本锁定了 这一届大考的状元 当天尚书府锣鼓喧天 鞭炮齐名 提前庆贺了起来 次日一早 金鸾殿 众臣齐聚 今日唯一的任务 就是清典一甲前三 很快 三十名学子身穿礼服 激动的来到金鸾殿面圣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众爱卿平身 这些学子虽然还未封官 但一甲二甲是 必定会加封官职的 三甲则有可能会成为后部官员 齐皇提前称他们为爱卿 亦有鼓励之意 众学子站起身来 一个个激动不已 三十人按照成绩排名站位 苏旺书排在第一位 齐皇扫视了一眼中学子 最后目光落在苏旺书脸上 眼中闪过一丝异样 苏家已经是齐国最大的两大门阀之一 他推行的变法 就是要削弱这些门阀的势力 所以 苏旺书重状元 是他不想看到的 不过 昨夜他已经看过了这三十名学子的答卷 苏旺书 无论是文采还是学识 都是首屈一指 若清点其他人为状元 会很尴尬 齐皇早已想好了对策 打算出题为难一下苏旺书 陛下 陈有本奏 张本初突然走出来奏本 齐皇看了眼张本初 五月道 今日先行殿事 其他事稍后在意 陛下 臣所奏之事 与这次大考有关 事关重大 老侯爷一听 微微皱了下眉头 这次科考 从头到尾都太顺利了 这是李不改之后的第一次科考 一直没人出来作妖 这有些不合常理 终于来了吗 老侯爷心中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 齐皇见张本初这样说 也隐约感觉到了什么 张大人 所奏何事 禀陛下 此次科考 存在迅思舞弊行径 张本初一说 立刻引起一阵轻忽 大臣们神色各异 学子们略显紧张 老侯爷的脸色十分难看 这次科考改制 除了取消举荐之外 主张的是公平公正 排名全凭硬是成绩 让家世普通的学子 也有机会逾越龙门 为此 老侯爷和李不做了很多工作 甚至李不还专门建了大量的好房 科考改制是整个变法的第一步 如果这次真的存在迅思舞弊行径 那对接下来的变法推进 是个严重的打击 李不侍郎朱眼不悦地皱起眉头 张大人 话可不能乱说 张本初淡定道 老夫既然这样说 自然有证据 说吧 是如何逊思舞弊的 齐皇黑着脸问 回陛下 昨日放榜后 有位考生找到老夫 他对成绩存在一意 要求查阅考卷 老夫便带他去了李不查阅 结果 张本初故意叹了口气 接着道 他的考卷作答非常优秀 阅卷的三位大人 全都披了假上 但结果他却落榜了 考卷的名字都由专人将其密封住 而且 每份考卷都会有三位大人审阅 成绩取其君职 三个假上 至少能排进前十 怎么会落榜 肯定是有人训思舞弊 哼 说好的公平公正呢 朝臣们小声地议论起来 大部分都是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 李不侍郎朱眼张红着脸 怒道 张大人 口说无凭 请拿出证据来 朱大人莫及 老夫会拿出证据的 张本初冷笑了声 转对其黄报 陛下 微臣已经将那位考生带来面胜 只要陛下见了 自有分晓 轩 很快 小太监领着一名青年男子走了进来 老侯爷眉头深锁 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他并不认识 齐皇眼睛一亮 他认识 来人正是扬州城麦子的孙秀才孙玉 第174章 三甲问鼎 谁赢 谁说 草民叩见陛下 孙玉恭敬地跪拜了下去 起来吧 齐皇看着孙玉 露出笑容 去年下江南时 无意中认识这个穷酸秀才 后来还让张本出给了孙玉一块玉牌 这些事 他都差点忘了 孙玉紧张地看了齐皇一眼 他已经从张本出口中知道了 齐三爷就是当今齐皇 但看见龙椅上的齐三爷时 还是忍不住有些难以置信 一个远在江南的穷酸秀才 有机会与齐皇相遇 本就是一个奇迹 想到当初将齐皇当成富商 自己傲气十足的样子 他不禁手心出汗 张大人 你说的那位考生就是孙秀才 正是孙秀才 小太监从齐皇手中接过考卷 递到李布侍郎朱衍手中 朱衍看了一遍考卷 脸色难看至极 三名阅卷的大人都批了成绩为假上 三个假上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落榜 不仅不会落榜 而且能进入前五之列 为何会如此 难道这张考卷遗漏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遗漏 朱衍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结结巴巴道 这考卷会不会有问题 张本出呵呵一笑 朱大人的意思是 这考卷是伪造的 一名文员阁的官员凑过来看了看 这卷子我记得正是本官审阅的 这个假上也是本官所批 错不了 齐皇想了想问 所有考卷都是由贡院保管 张大人 你应该能分辨出真假吧 贡院的张大人 接过考卷 仔细检查了一下 陛下 臣可以拿脑袋担保 这份考卷绝无问题 齐皇冷哼了一声 既然如此 朱大人 就请你说说 三个假上的批阅 为何会落榜 科考是由礼部主持 最后的整理放榜 也都是礼部操办 责任当然在礼部 或许是 漏了 漏了 齐皇气得一拍龙蚁 龙颜大怒 朱眼瞎得一哆嗦 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臣无能 是臣之过 请陛下责罚 老侯爷站出来道 陛下 此次大考人数众多 朱大人日夜操劳 有一点错漏 也是无心之过 况且这也并非逊私舞弊 没有冒名顶替 也没有抄袭 只是漏选了一张考卷 确实算不上逊私舞弊 最多算是一次过失 齐皇一想 脸色稍稍缓和了一些 张本初阴阳怪气地说 若是漏了一张普通的考卷 说是无心之诗 倒还说得过去 偏偏漏了一张三瓶 都是假上的考卷 这恐怕并非无心 更像是有意为之 妄加揣测 小人之心也 老侯爷不满地哼了声 相爷 我记得这位孙秀才 与令公子有些过节 结果这位孙秀才的考卷 便被漏了 实在是太过巧合了些 不能怪本官多心啊 张大人 你莫要血口喷人 血口喷人吗 张本初咧嘴一笑 转对孙秀道 孙秀才 你是否跟相爷的公子有过节 草民确实得罪过季公子 但跟这次科考无关 草民这次凭的是真才实学 请陛下替草民做主 孙秀说着 又匍匐跪拜了下去 老侯爷黑着脸 只能说是百密一书 改之后的第一次科考 还是被这些人钻了空子 毕竟在朝中的人手太少了 大考设计的环节甚多 这些人想做点手脚 总能找到办法 好不容易占了上风 苏慎对自己人使了个眼色 几名官员立刻议论起来 这张讨卷露得还真是巧啊 礼不改制 不是说为了公平吗 打着改制的旗帜 用来打击和排除一几 才是真的 要我看 这礼制还不如不改 够了 齐皇用力一拍 龙以把手 呵斥重臣 所有人立刻闭嘴躬身 大殿里陷入诡异的安静 齐皇不满地 看了老侯爷一眼 他想起当初下扬州之时 孙秀才对小侯爷深恶痛绝的指责 双方明显有过节 似乎过节还不小 所以要说这次是巧合 他都不信 齐皇思索了一下 开口道 这次是礼部过失 礼部侍郎朱衍 官将一级 罚奋怒一年 虽然怀疑老侯爷 但为了变法推行 他只是从轻罚了礼部侍郎 陛下经口将此事定性为礼部过失 众臣也都不再妄议 张本出微微有些失望 不过这个结果 也在他的预料之中 陛下不可能让这件事影响变法进程 所以绝对不会深究下去 不过陛下向来多疑 只要陛下怀疑老侯爷因死亡法就够了 新人一旦动摇了 就很容易彻底崩塌 孙秀 你的成绩恢复 一同参与电视 谢陛下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起来吧 孙秀站起身 跟其他三十名学子一同参与电视 原本电视只是走个行事 更像是一次简单的面试 但这次齐皇问了很多问题 特别提到关于改制的问题 苏网树的回答虽然不错 但毕竟出生在门阀之家 说得太过保守 齐皇不是很喜欢 孙玉则不同 他代表的是底层 内心非常认同改制 回答得真真见血 字字铿锵有力 令齐皇非常欣赏 最终 齐皇清点孙玉为状元 苏网树为榜眼 一名叫李生的为炭花 改制后的第一次大考 终于落下帷幕 一甲三人 次近视极地 二甲二十七人 次近视出身 三甲一百七十四人 次同近视出身 没有被清点为状元 苏网树心中无比失落 孙玉则喜从天降 原本他对张本处的安排 还很担心 但没想到 结果如此美妙 我孙玉 终于出人头地了 第175章 齐皇多疑 相爷 老夫年岁已高 这把老骨头 实在是折腾不起了 朱大人 可否则坚持些时日 能我安排好接手之人 礼部郎中无尘 年轻有为 相爷可以考虑一下 好 多谢朱大人 是老夫有赴相爷所托 深感愧疚 朱大人严重了 本相理解 礼部侍郎朱衍年近六旬 若不是当年欠老侯爷的人情 他根本不会重新入朝为官 经历了这次科考之事 他已身心俱疲 深知接下来的朝堂争斗 会越演越烈 若不趁早抽身退出 恐怕迟早会丢了性命 朱衍深思之后 准备辞官回乡 所以先来乡赴给老侯爷打声招呼 老侯爷送走了朱衍后 满面愁容 离开朝堂十多年了 以前的老臣没剩几个 他面临着无人可用的局面 好不容易从苏家手中拿到了礼部 等朱衍一走 恐怕礼部又会让人惦记了 人手方面还算好办 这次科考 有一批寒门子弟高中 这批新人可以培养一下 还有一个更让他担心的事 陛下向来多疑 这次孙遇的事 必定会怀疑是自己所为 事情虽不大 但陛下如果怀疑是自己 那就正好与这次的变法理念相冲突 因死亡法者如何主持变法 一旦陛下对自己失去信任 加上与金钟贵族结仇 更不要说现在的图谋了 张本出这个人很不简单 看来要想废除太子 必须先搬到张家才行 侯爷 小少爷在南大街买了栋宅子 福伯走过来禀报 打断了老侯爷的思绪 他买宅子干什么 说是要办惊报 办惊报 老侯爷微微一愣 臭小子在哪 在书房 好像在写稿子 走 去看看 片刻后 老侯爷沉着脸走进了书房 半个时辰后 老侯爷眉开眼笑地走了出来 臭小子 鬼点子真多 为了个女人 还真够拼的 可惜是苏家大小姐 侯爷不担心 福伯问 怕什么 女生外相 等成了我老机家的儿媳妇 自然向着我们老机家 福伯愕然 老侯爷哈哈一笑 走 该我们反击了 大考后的几天 各方势力都在拉拢三甲进士 老侯爷也收拢了一批寒门子弟 之前因为驸马爷之势 杀了一批京都官员 造成京中官员紧缺 老侯爷趁着大权在握 将收拢的这些新人安排上 离不朱眼词官离去 老侯爷将朱眼推荐的吴臣 提拔了上来 易甲的孙玉 苏旺书 李生三人的官职并未安排 因为陛下要清风 但不知是何原因 陛下一直没有给三人安排官职 老侯爷也不管那些了 直接启动了新一轮的变革 立法和反腐 以前是刑不上大夫 法不下庶人 刑法一世同仁 这些都是与齐皇确定下来的 为了更好的限制门阀士族的特权 正好掌管财政的户部 落在老侯爷手中 老侯爷严查财政 借着反腐之名 直接咔嚓了不少巨摊 其中大部分都是张家和太子殿下的人 对于苏家之人 老侯爷刻意留了些情面 老侯爷的反击虽然痛快 但人一旦有了私心 做事便有了破绽 皇宫 御书房 齐皇看着手中奏折 皱起眉头问 老侯爷跟苏家 有何关系 旁边的曹公盲回答道 据老奴所知 似乎并无交集 齐皇摇了摇头 不可能 最近查贪腐 老侯爷对苏家的人明显有些偏向 曹衡眯着眼道 陛下 会不会是巧合 之前驸马爷一案 老侯爷对苏家 没有丝毫手软 齐皇也有些疑虑 想了想到 尽快让皇城私查一下 是 陛下 老奴明日一早便去办 齐皇放下奏折 醋眉沉思 他需要的是一把锋利无丝的刀 帮他扫清殿法的障碍 老侯爷一再训私枉法 让他很不满 孙秀才的考卷一事 他在内心已经认定了 是老侯爷所为 这事倒也不算什么 毕竟人都是有私心的 只要不影响大局 他都能容忍 但如果老侯爷跟苏家搞在一起 那就不得不防了 齐皇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 这让他很头痛 因为目前除了老侯爷外 他无人可用 即便有 也都不合适 除了老侯爷外 只剩下一个人可用 国舅爷张本初 张本初一直表示支持变法 但这位国舅爷 更多的只是想掌权而已 相比老侯爷来说 张本初私心更重 而且能力又远远不足 还能有谁 齐皇心思着 突然眼睛一亮 他想到了一个人 孙玉 次日早朝 齐皇终于对一甲进士基地的三人 赐封官职了 炭花礼生被封为礼部一致司 从六品 榜眼苏旺书封为北方都水使者 从六品 状元孙玉被封为汉陵修传 正六品 接到陛下封赐的官职后 苏旺书傻眼了 都水使者是个什么官呢 说简单点 就是治水修桥的 隶属于公部 六部中公部是最没前途的地方 这倒也没什么 关键是 这个都水使者前面 还加了个北方二字 北方向来干旱 所以这个都水使者 完全就是个贤侄 齐皇的心思很简单 打压苏甲 三人之中 状元孙玉的官职最吃香 汉陵修传的主要职责 为掌修实录 记载皇帝言行 帮皇帝草拟圣旨 文高等 说简单点 就是皇帝的私人秘书之一 能进入汉陵院的 只要不出意外 将来都会官运亨通 为一甲三人封刺官之后 齐皇又设置了一个朝政改革小组 老侯爷为组长 大学士张本初为副组长 汉陵修传孙玉为成员之一 皇帝老儿觉得 老侯爷的权力过大 想要利用张本初 孙玉来分散老侯爷权力 齐皇这一手 看似很高明 但正所谓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 性格多疑的缺陷 就已经注定了 无论他改革的决心有多大 都注定了不可能成功 对于齐皇成立改革小组之事 老侯爷并未反对 一来 他知道反对也没有用 二来 他的心思根本不在招改之上 利用朝改获得的权力复仇 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第176章 偷偷私会 反请通报一声 就说苏家苏旺叔求见 苏二公子 怎么又是你 公主府大门口 侍卫看着苏旺叔 露出一脸苦笑 一连几天 苏旺叔每天都来 好歹也是世家公子 脸皮咋就这么厚呢 苏公子请回吧 殿下是不会见你的 在下明日便要离京复任 劳烦兄台帮帮忙 苏旺叔说着 拿出一定银子塞过去 侍卫急忙推掉 苏公子 不是小人不肯帮忙 是殿下特意交代过 苏公子还是请回吧 苏旺叔无奈地看了眼 公主府的大门 转身离去 尚书府 别怨 苏旺叔无精打采地走回来 正好碰到苏慎 伯父 苏旺叔行礼 苏慎拍了拍他的肩膀 安慰道 旺叔不必垂头丧气 你先安心去复任 等过些时日 我会想办法将你调回京都 多谢伯父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苏慎看着苏二公子 满眼都是喜爱 他无子嗣 一直将苏护的一对子女 视如己出 兄长 你来了 苏护接到通报迎了出来 苏旺叔知道 大伯与父亲有话要说 忙道 大伯 父亲 旺叔先去收拾行装 苏护点头道 去吧 北方风大 多带些衣物 苏慎提醒 北方是司马家的地方 以后行事要谨慎 多谢大伯提醒 旺叔告退 苏旺叔行礼后离开 苏狐叹了口气 道 这次对旺叔的打击有点大 苏慎微微一笑 欲成大事者 难免要经受些挫折 护帝不必担心 我相信 这孩子将来 必有一番作为 苏狐点了点头 接着面露忧虑 陛下开始打压 我们苏家 以后恐怕会越来越艰难了 也不必太担心 等太子殿下集贯 叶尔做了太子妃 便是转机 这次的事 太子殿下怎么说 苏慎眼中闪过一丝忧虑 解释道 太子尚未掌权 目前还说不上话 其实他刚刚去见过太子 感觉到太子对他 明显生疏了些 陛下改革之心坚定 太子殿下目前只能顺从吧 他在心里自我安慰 这次茶滩府 向于为何对咱们的人 手下留情 是不是因为小侯爷 应该是 苏慎点了点头 冷哼一声道 不用理会性计的 他们的好日子 恐怕也不多了 尚书府 别愿书房 苏望书正在收拾着书籍 苏颖悄悄推开房门 捏手捏脚的钻了进来 阿姐 你做贼呢 嘘 苏颖亲手亲脚的关上门 二弟 做个交易 阿姐 我可不敢放你出去 你带我出去 我带你去见长公主 苏望书一正 然后使劲的点了点头 一个钟后 苏望书带着一个护卫 出了尚书府别愿 护卫当然是苏颖女扮男装的 半个时辰后 公主府 后花园 嗨嗨 长公主站在花池边 华美的红色长裙 拖叶在地 身姿傲人 曲线完美 如同一朵盛开牡丹 妖娆而又不是高贵 只不过她此刻面容憔悴 明显轻瘦了些 嗨嗨 一阵轻风拂过 她眼嘴轻咳了两声 殿下 这里风大 回屋吧 丫鬟湘云拿着一件披风 披到她的肩上 她紧了下披风 摇头道 不碍事 屋里闷 外面清凉 挺好 湘云抿了下嘴 看着长公主 眼中闪过一丝深深的忧虑 自从驸马爷离开后 长公主便日渐消瘦 这让她很是担心 不过长公主 是因为驸马爷 还是因为小侯爷 她有些无法判断 这时 一名侍卫快步走来禀报 殿下 苏家大小姐苏颖求见 长公主愣了下 稍稍犹豫后道 请她进来吧 是 殿下 侍卫领命离去 长公主接着吩咐道 湘云派人去趟湘府 请小侯爷过来一趟 是 殿下 湘云看了眼长公主 立刻拆人去了 不一会 侍卫领着苏颖走来 长公主看了眼苏颖的装束 玩耳一笑 偷跑出来的 苏颖恩了一声 殿下 能不能帮个忙 莫及 本宫已经派人去请小侯爷了 苏颖有些意外 感激的一抱拳 多谢殿下 长公主仰头看了眼天空 喃喃道 我以前在宫中时 也偷跑出来见驸马 殿下节哀 看着长公主憔悴的身影 苏颖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 怕说多了 更惹长公主伤心 我没事 人应该向前看 殿下豁达 苏颖一脸为难道 名女还想求殿下一件事 还有何事 二弟她明日 便要赴北方任职 她想见长公主一面 已经来过很多次了 让她回去吧 二弟只是想见殿下一面 还请殿下看在她一片痴心的份上 长公主面色一寒 打断道 苏小姐 本宫帮你 是看在小安的份上 你最好不要让本宫不高兴 苏颖忙道歉 对不起 是名女貌似了 长公主看了她一眼 态度缓和了些 你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 应该知道 有些事是不能勉强的 名女明白 只不过 苏颖轻叹了声 没有再说 心思二弟啊 不是阿姐不帮你 是实在帮不了 小安还没来 陪我走走 是 殿下 两女在园中一边散步 一边闲聊着 三个月后 你打算怎么办 长公主突然问 苏颖脚步一顿 轻咬了一下嘴唇道 总之 我是不会做太子妃的 三个月后 便是太子籍贯的日子 太子籍贯后的第三天 便是迎娶她的大婚之妻 傻丫头 恐怕由不得你 长公主心思着 正欲开口 眼角瞥见一个俊朗的身影 飞步走来 小侯爷 苏颖看见纪怀安飞奔过去 一头扑到她的怀里 一二 纪怀安一把抱住她 两人许久未见 顿时你浓我浓 长公主看着两人 神色黯然 然后缓缓转身离去 头跑出来的 嗯 想我了 嗯 苏颖柔情似水地点了点头 纪怀安微微一笑 视线越过苏颖 看见长公主落寞的背影 心中顿时五味杂陈 黄承司 中庭塔楼 前些十日 太子殿下举办晚宴 据说小侯爷给苏家大小节 写了首情诗 差点跟太子殿下打了起来 曹衡站在塔楼顶层的窗口 听着司空机的禀报 后来呢 后来长公主插手 才没有闹僵 曹衡想了想问 最近乡府跟苏家有来往吗 没有 小侯爷跟苏家大小节呢 也没有 司空机顿了顿 猥琐笑道 他们就算要见面 也只能偷偷私会吧 慎言 曹衡瞪了他一眼 司空机收起笑容 义父 小侯爷的事 说不定董银刀知道 董银刀 董梁 曹衡问 嗯 正是 他怎么会知道 听他属下的同刀说 小侯爷与董银刀关系不错 两人一起 喝过好几次酒 曹衡面色一宁 怎么不早说 司空机愣了下 解释道 义父 他们只是喝了两次酒 并没有违反皇城司的规矩 却把董梁的档案调过来 义父 董梁的土生土长的京都人 出身武学世家 身家清白 让你去你就去 是 义父 我这就去 司空机转身离去 出了塔楼 司空机撇了撇嘴 没有丁丁 果然殷勤不定 脾气还这么大 真难伺候 还好不常来 第177章 自古多情空于恨 曹衡很谨慎 皇城司是他手中最强大的武器 他绝对不允许其他人插足进来 很快 司空机将董梁的档案调了出来 送到曹衡手中 曹衡仔细看了一遍 正如司空机所说 董梁身家清白 跟季家没有任何牵连 知道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曹衡问 我问过 去年董梁被派去江南 调查青山行刺一案 无意中遇见了小侯爷 小侯爷欣赏他身手了得 便跟他交了个朋友 两人在京都接触多吗 不多 喝过两次酒 曹衡放下档案 站起身走了几步 你觉得这个董梁如何 董梁是董金刀手下的 身手不俗 做事任劳任怨 是个人才 曹衡想了想 去把他叫过来 是 义父 司空机转身下楼 片刻后 领着董梁走回来 属下拜见曹公 董梁单膝跪地 抱拳行礼 曹衡到了杯茶 一挥手 茶杯飞向董梁 董梁本能的伸手一接 很稳 茶水都没有溅出来 曹衡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他用了暗镜 能稳稳接住 内力不俗 曹公 这 喝了 董梁没有半点犹豫 一饮而尽 你不怕我给你下毒 属下对皇城司 对曹公忠心耿耿 曹公为何要给我下毒 曹衡欣赏地点了点头 接着道 听说你跟小侯爷关系不错 属下是在江南办案时 认识了小侯爷 一起喝过两次酒 董梁没有隐瞒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不过那次醉酒后 小侯爷打听唐宗主的事 他自然不敢说 属下懂得分寸 没有做任何违反皇城司规矩之事 还请曹公明察 若是本宫禁止你与小侯爷来往呢 属下会立刻断了与小侯爷的联系 很好 曹衡取出一把金色的腰刀 轻轻一推 金刀飞向董梁 皇城金刀 董梁一把接住金刀 吓了一跳 曹公 这是 从今天开始 你接替叶金刀的位置 董梁面色一喜 多谢曹公 一旁的司空记想说什么 但一看曹衡的脸色 立刻憋了回去 小侯爷那里 不必忌讳 保持来往 若是发现有什么特别的事 记得告知本宫便可 属下明白 属下一定不会让曹公失望 曹衡满意的点了点头 先去把手续办了吧 谢曹公 董梁行李离去 一出中庭塔楼 董梁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还好没有隐瞒与小侯爷来往之事 否则今日恐怕凶多吉少 董梁粗中有戏 他知道跟小侯爷接触会很危险 曹公迟早会知道 若是刻意隐瞒 反而会显得心中有鬼 所以让手下故意说了出去 光明正大的 反而安全 父亲说的没错 这京都的每一寸权力 都伴随着异常的凶险 好在这次化险为夷 还收获颇风 董梁用力一握手中的金刀 露出一抹笑容 曹衡站在塔楼的窗边 若有所思的 看着董梁远去的背影 不知为何 董梁的背影 给他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黄昏 纪怀安 苏颖相互依靠着 坐在荷花池边 火红的晚霞映照在他们身上 是那般的和谐而又美好 常公主不想打扰他们 但还是提醒地倾咳了两声 听到声音 两人迅速站起身 殿下 苏颖翘翘脸微红 公主扫扫 纪怀安尴尬地笑了笑 时间不早了 常公主提醒 苏颖看向纪怀安 小侯爷 我该走了 叶儿 我送你 常公主阻止道 你先留在这里 我送苏小姐出去 纪怀安和苏颖都明白 长公主是不想让有心人 看见他们出现在一起 谢谢公主嫂嫂 有劳殿下 走吧 常公主带着苏颖来到大门口 刚出大门 两女都愣了一下 只见苏旺叔像个傻子一样 坐在台阶上 她一直坐在这里 常公主问 回殿下 苏二公子坐了一整天了 旁边的侍卫答道 听到说话声音 苏旺叔扭头一看 立刻惊喜地起身跑过来 常公主殿下 常公主看了她一眼 并未理会 只是淡淡地对苏颖说了句 苏小姐慢走 接着便转身返回府中 殿下 苏旺叔从袖中 拿出一件什么东西 焦急地想要追上去 苏二公子留步 门口的侍卫伸手阻拦 将苏旺叔手中的东西碰掉了 是一个木制的珠子 珠子正好滚到长公主脚边 长公主停下脚步 好奇地捡起来看了看 只见珠子上雕刻着 精美的花纹图案 雕工十分精湛 旁边还写了两句小诗 这是我亲手做的小挂剑 想送给殿下 常公主回过身 本想还回去 结果看到苏旺叔 满眼期待的眼神 不禁有些心软 苏公子是聪明人 应该知道适可而止 否则反而会令人生厌 在下明白 在下对长公主 不敢有非分之想 只是想在离京前 将礼物送到长公主手中 也算了却一段心境 既然如此 礼物本宫收下了 多谢殿下 苏旺叔顿时喜出望外 常公主玩耳一笑 转身离去 回眸一笑百媚声 苏旺叔看得吃 我的傻弟弟 人家拒绝你了 你还高兴成这个样子 苏颖看着苏旺叔 暗自摇头叹息 常公主把玩着珠子走回来 送走了 纪怀安问 怎么 舍不得 常公主撇了撇嘴 她尴尬一笑 公主扫扫 你手里的是什么 一个小玩意儿 我看看 她一把从常公主手中 将珠子抢了过来 花纹好精致 咦 还有两句小诗 她看着珠子上的诗念道 人生初见 长相思 西长相依 此去今年 相逢一难别一难 小侯爷念完诗 看了眼常公主问 哪来的 一个痴情的公子宋子 宋你你就收啊 关你什么事 常公主一把将珠子抢回来 缓步走去 纪怀安一脸醋意地喊道 公主扫扫 那玩意儿做得太粗糙了 回头我给你做个好的 好 我等着 常公主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178章 京都娱乐报 回到香府时 天色已晚 纪怀安带着红莲 刚回到自己的冬院 一名样貌清秀的丫鬟 迎上来禀报 少爷 来人了 来人了 来谁了 人在少爷的房间等着 少爷去了就知道 丫鬟撅着小嘴 一脸不高兴 这丫鬟不是别人 正是从扬州带过来的袖 对小侯爷 那是相当上心 还敢给少爷我卖关子 等少爷我得空 好好调教调教 纪怀安说着 顺手拍了下袖的翘臀 发出啪的一声轻响 笑儿翘脸羞红 露出一丝喜色 少爷 说好了呀 奴婢等着 说完小丫头眼嘴一笑 转身跑了 樊小侯爷看得一愣一愣的 然后脑海中蹦出一句话 春天到了 万物复苏 又到了动物交配的季节 纪怀安咧嘴一笑 走向房间 红莲思索了一下 没有跟进去 一进房间 纪怀安眼睛一亮 只见屋里站着一个少女 不 应该是少妇才对 少妇清秀可人 眉眼如画 婷婷玉立 正是从扬州赶来的赵雪 难怪刚刚秀 会有那样的表现 雪儿 你什么时候来的 小侯爷惊喜地走过去 一把握住赵雪细嫩的小手 奴婢下午刚到 报社的人手也都到了 福伯将他们安排在偏院 他好了 等了十多天 四哥终于将人手调过来了 报社终于可以启动了 少爷 接下来做什么 我们要在京都开办报纸吗 不急 正是明天再说 小侯爷的一只魔爪 已经不老实地搂住了柔软的仙腰 另一只手隔着一群摸索着 赵雪发出一声英明 媚眼如丝地看着他 两人许久未见 都有些迫不及待 几夕后 他扯开赵雪的裙带 将他抱到床上 吻上性感的娇唇 房间内热火朝天 翻云覆雨 时至深夜 次日一早 赵雪伺候着他起床梳洗 要不要休息一天 不用 一路都是坐马车 也不累 赵雪羞涩一笑 年轻身体就是好 经过昨夜的滋润 火力四射 纪怀安没有在等 立刻在京都办起了报社 这十多天 他早已做好了准备工作 加上四哥派过来的都是属手 报社当天便在南大街挂牌了 京都娱乐报 这是什么店铺 牌子做这么大 有必要吗 好奇怪的名字 会不会是卖糕点的 没看见娱乐两个字吗 肯定是青楼 这青楼这名字不错 别具一格 就是不知道姑娘们怎么样 等营业了 光顾一下便知 报社一挂牌 便吸引了整条街的眼球 京都不比江南 想拿到发行书看的资质并不容易 但对于相符 来说就是一句话的事 为了让报纸在京都落地生根 他决定一开始只发行娱乐方面的内容 否则容易被人盯上 一切准备妥当后 剩下的便是内容 第二天下午 赵雪拿出第一版的内容 送到了小侯爷的面前 怎么这么夸啊 我从江南带了几箱旧狗 都是以前被筛选下来备用的 内容都很不错 既然主打娱乐 很多文章是不需要时效性的 所以完全能用 雪儿你真棒 少爷没白疼你 把这丫头叫来果然没错 省了很多事 他夸赞一番后 检查起第一版报纸的内容 不是他不信任赵雪 京都不比江南 在江南他可以为所欲为 但京都做事必须万分谨慎 赵雪安静地坐在他的身边 他一边检查 一边给赵雪说一些需要注意的事 检查完后他很满意 整版内容并无问题 稍稍修改两点便能发行 不过他的目的是拿报纸当武器 当然要夹带私货 他将自己写的一篇小文加了进去 放到不起眼的位置 第一次不能太过明目张胆 谨慎为妙 另外又加了一个连载的小说 乃是前世人人熟知的经典作品 不过内容做了不少改变 不仅可以用来映射张家 还可以用来勾引读者 购买第二期报纸 当晚 城南的一处大宅中 工匠们连夜开工印刷 第二天一早 京都娱乐报正式发行 卖报 卖报 京都娱乐报 看了帮你笑 不过大半日 京都的大街小巷 穿梭着卖报孩童 随处可见 报纸很快便在京都掀起了热潮 其火热程度 比当初在扬州 更甚十倍有余 毕竟 这里是京都 是大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哈哈 这文章笑死我了 一个锦衣玉袍的贵公子 坐在茶楼里 发出哈哈大笑声 茶楼里坐满了人 大家都在看报 对于新奇的事物 充满了好奇 这是谁写的 真是个逗逼 这个连载的小说 有点意思 你说的是 金平梅 感觉那个西门大官人 不像好人 这个五大恐怕要糟 我猜西门大官人 必定与金莲擦出火花 这个兰林笑笑声 是什么人 管他是什么人 写得好看就行 纪怀安当然没有用自己的名字 因为后面的内容 会越来越炸裂 五天后 第二期京都娱乐报发行了 不过一天时间 三万份报纸销售一空 金莲跟西门大官人 果然勾搭上了 这个老王婆 真够坏的 大郎真是可怜 这个西门家真够乱的 叔叔娶外甥女 堂兄娶妹 姑姑嫁侄子的 这个西门家 应该全部关猪笼 纪怀安家带私货 给西门大官人的家境添了几笔 用来映射张家 有些事其实算不得什么 不过一旦摆到明面上 就会被人唾弃 毕竟读书人 个个都自诩君子也 不过第二版发行后 并没有几个人 能联想到张家 一是写得隐晦 二是知道张家之事的人棘手 这个时代消息闭塞 普通百姓 对王公贵族的家庭情况 基本一无所知 不过贵族之间 还是有些了解的 都是在暗地里比翼一番 这些正是纪怀安想要的结果 映射只是个开始 先埋下种子 近待时期成熟 便会刺出最锋利的一刀 第179章 宰一刀 尚书府 别院 苏王叔已经离开了京都 前往北方任职 苏颖被禁足在访 整日跟容默默 学习宫中规矩 整个别院显得有些冷清 苏护闲着无视 在书房中翻看着最新发行的报纸 不过他并没有被报纸上的内容逗笑 反而愁容满面 还有两个多月 便是太子殿下的籍贯之期 然后便是迎娶苏颖的大婚之日 两个月的时间并不长 本应是热火朝天的准备才对 但不论是太子府 还是尚书府 都太过低调了些 并没有大喜来龄的感觉 他总觉得 这次的婚事 恐怕不会顺利 至于报纸上的影射 苏护并未看出来 他久居江南 对张家以前的混乱并不了解 到了张本初这一代 张家已经改掉了那些乱习 毕竟身份不一样了 老爷 尚书大人来了 门口传来家丁的通报 苏护立刻放下报纸 走出书房 院中苏慎带着十几个下人 抬着几个大木箱走来 兄长 护弟 这些是太子殿下派人送给影的 苏慎笑容满面 神采飞扬 苏护一看跟着放松下来 兄长 是否要回礼拜谢一下太子 当然要的 你这两天备下礼物 我陪你一起带着影 去趟太子府登门答谢 好 苏护点了点头 这院子冷清了些 大婚在即 要弄得热闹起来 我派些人过来 好好装饰一番 有劳兄长 这是我们苏家的头等大事 你要重视起来 不可马虎 兄长教训的是 苏慎抚恤一笑 等影儿做了太子妃 我们就彻底压住司马家了 苏家盘踞江南 司马家位于北方 两家都是数百年的世家 虽然经过齐皇的打压 司马家的主要势力 退出了京都 现在苏家已经完全占据了上风 但与司马家相比 有一点 苏家一直落于下风 司马家在这两百多年内出了三名皇后 苏家一位也没有 苏颖很可能是苏家第一位母仪天下的皇后娘娘 这是让苏慎最为激动的地方 或许是久居江南 苏护对于京都争霸并没有那么热衷 相比做尚书的兄长 苏护显得要平静很多 张福 书房 张本出坐着书桌前 看着手中的报纸一连铁青 报纸上连载的金平梅 很吸引人 但故事中的西门大观人家境很复杂 应该说很乱 跟以前的张家很相似 要说是故意影射吧 这个故事十分完整 完全看不出来是针对张家的 如果报纸不是记家小侯爷办的 或许他会认为只是巧合而已 但既然是记家搞的 就绝对不是巧合 上次被老夫将了一军 拿这种小伎俩来报复吗 虽然这种做法跟不了大雅之堂 看上去似乎也没什么用 就像泼妇骂街 不痛不痒的 但或许是因为心虚 张本出却露出深深的忧虑 张家以前存在近亲的婚姻 但毕竟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而且隐瞒得比较好 知道的人不多 自从他当家后 这种不正之风已经消除 现在报纸上的寒沙摄影 他不能正面反击 因为越是纠缠 越是将张家以前的底裤 扒出来给别人看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低调处理 义父 一袭蓝裙的张瑶走了进来 办得如何 张本出放下报纸问 今日收了两万多份 但实在是太多了 没办法全部买断 能收多少是多少 明天接着收 是 义父 张瑶音声后想了想问 义父 收的那些报纸 如何处理 销毁 张本出冷声说 相辅 那月 纪怀安身着懒腰走来 在书房写了一天故事 有些疲惫 好在前世喜欢读名著 对 金平梅 印象深刻 不过凭借着印象写出来 还是很费脑子的 况且 还要加带不少私货 等到下一版发行 张家应该坐不住了吧 他心思着咧嘴一笑 少爷 秀儿扭着小蛮腰走了过来 秀儿 有事 少爷 你不是说 要 秀儿满脸飞红 欲言又止 要什么 纪怀安好奇地问 少爷不是要 调教奴婢吗 这 纪怀安亚麻呆住 不要脸 旁边的红脸撇了撇嘴 秀儿羞怯地低着头 脸颊红到了伯根 见他不说话 秀儿给他抛来一个忧怨的眼神 小浪蹄子 少爷现在就带你回房 好好调教一番 纪怀安露出猥琐的笑容 他正要将秀儿带回房间 一个恶娜的身影 快步走来 少爷出事了 赵雪跑过来 一脸焦急地说道 出了什么事 他问 有人在大四收购咱们的报纸 刚印出来的报纸一放出去 就马上被人包援了 导致很多人根本买不到 听着赵雪的话 纪怀安先是愣了一下 不过很快便想明白了 是张家发现了名著中的寒沙摄影 怕影响名声 所以大四收购报纸 不想让太多人看到 哈哈 还真是天助我眼 纪怀安心里乐开了花 张本初的应对 看似没什么大问题 但实则问题大了 报纸一印出来 立刻就销售一空 这么赚钱的生意 必定会让很多人眼红 应该很快就有人跟风办报 这里是京都 他没办法完全垄断 虽然其他报纸出来 会抢占他的市场 但他在京都办报 不是为了钱 他是要利用舆论的力量 来打击敌人 所以局面越乱越好 到时候出了事 谁也没办法针对他一家报纸 少爷 现在怎么办 赵雪不知道他所想 一脸焦急地问 纪怀安咧嘴一笑 有人包援是好事 既然对方这么捧场 送来的银子不要白不要 立刻提价 提价 提多少 赵雪问 江南星报的定价 是三十文一份 京都全都是有钱人集中之地 京都娱乐报 之前的定价 是三十五文一份 要比江南贵五文钱 翻倍 提价到七十文 纪怀安奸诈一笑 这一刀不载白不载 七十文 赵雪忍不住咽了下口水 少爷聪明 红莲微微一笑 旁边的秀儿 还在等着被调教 见小侯爷 边赵雪聊得正欢 似乎把调教他的失望了 气得在一边直跺脚 第180章 浑水反击 不出纪怀安所料 仅仅过了五天 京都便涌现出了六七种报纸 京都娱乐报的吸睛效应 实在是太让人眼红了 虽然价格翻倍后 被不少人谩骂 但有张家 这个大冤种权力收购 想不赚钱都难 提价这五天 纪怀安让工匠们开足马力印刷 所有人薪水翻四倍 这让工匠们动力十足 几乎日夜不停工 五天时间 一共发行了近五十万份报纸 其中差不多有四十万份 被张家买了去 占了近八成之多 五天时间 赚了几万两银子 小侯爷数钱收到手软 这印出来的不是报纸 简直就是银票啊 谁能不眼红 五天后 张本初发现 市面上多了很多报纸 终于反映了过来 立刻停止了收购 他也不得不停 现在每天的发行量 他根本收不完 再收下去 银子也吃不消 此时他终于明白 自己出了个败招 使他将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这也不能怪张本初 毕竟没有营商经验 没料到引发的后续效应 也属正常 花掉几万两银子 对张本初来说不算什么 现在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是 这个 金平梅 故事写得太好了 大受追捧 越来越多的人追着看 越来越多的人 大骂西门大官人 禽兽不如 当然也就有越来越多的人 聊起西门大官人 混乱的家族情况 说的人多了 联想到张家的人就会多 这是他不想看到的 但却又无法阻止 现在市面上 除了正规的几种报纸外 还有十多种盗版 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转载了 京都娱乐报的内容 特别是连载的 金平梅 几乎被所有的报纸刊登转载 这个时代 可没有什么版权的概念 什么内容受读者喜欢 他们就抄什么 这严重影响了报社的生意 但小侯爷开报社 也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为了把水搅浑 况且 钱也赚了 相辅 书房 小侯爷放下手中的笔 看着写好的两份稿子 露出无耻的笑容 现在水已经浑了 是时候刺出致命一击了 这时 红莲敲了敲门走进来 少爷都已经安排妥了 纪怀安点了点头 将新写的稿子递给红莲 叮嘱道 印完后 将这两张烧了 记得彻离要快 现场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少爷放心 保证万无一失 去吧 红莲领命离去 次日一早 一个盗版小报的头版头条 登了个毁天灭地的大新闻 标题 国舅张家的乱伦史 这篇新闻 将张本出上几代隶数了一遍 什么表哥娶表妹 叔叔娶外甥女 堂兄娶堂妹 姑姑嫁侄子的 全部写得清清楚楚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短短一天时间 这个小报便火遍了京都大街小巷 卧槽 张家竟然这么乱 天理不容 应该全部关猪笼 这么龌龊的家族 是怎么攀上皇族的 你们说张皇后 会不会也是近亲的产物 小声点 你脑袋不想要了 一时间 风言四起 张家成了整个京都的笑柄 百姓只是在茶余饭后闲聊图一乐 甚至无法确定 小报上写的是真是假 但很多贵族知道 小报上写的全是真的 张家的反应 有些后知后觉 第二天连同金赵尹衙门 查查了那个盗版小报 但那个隐秘的报社 早已人去楼空 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第三天 又一家盗版小报 刊登了张家的事 而且加上了丰富的想象 认为皇后血脉污秽 太子血脉肮脏 认为两人玷污了皇族血脉 特别是太子 不宜继承大统 这样的言语 彻底激怒了张家和太子 不过他们找到 盗版小报的地方时 那里的人员 早已人去楼空 找不到始作俑者 张家和太子 将怒火发泄在 其他盗版小报身上 所有没有营业资格的盗版商 全部被查抄 抓捕 严刑拷打 连几家有营业资格的报社 也被查封 很多无辜之人受到殃及 莫名其妙地被抓进大牢 然后在大牢中 被活活拷打致死 张家和太子 被怒火冲昏了头脑 血腥的镇压 导致很多贵族不满 一封接一封的奏折 递到了皇宫 现在正在推行法改 太子和张家滥用私刑 正好与变法相冲突 不少贵族 正好借机挑逝 御书房 齐皇看着一封封参奏太子 和张本处的奏折 眉头深锁 了解完整件事的经过后 齐皇让曹衡找来那几份小报 看完内容的齐皇 脸色铁青 第一张小报所写属实 当年就因为张家人员关系太乱 先皇还阻止过他立张千千为皇后 不过他被张千千的美貌所谜 加上张千千为他诞下皇子 他才一意孤行 第二张小报的内容 牵扯皇后和太子 涉及皇族 是他不能忍的 此乃诬陷皇族之罪 传阵旨意 杀无赦 为了维护皇族颜面 齐皇站在了太子和张家一边 有了陛下的支持 太子和张本初更加肆无忌惮了 不仅血腥的报复 甚至借机铲除一击 相辅 内院 小侯爷躺在椅子上晒太阳 秀儿蹲在一边给他按摩着小腿 少爷 舒服吗 嗯 舒服 秀儿的轻松玉手顺着小腿按到了大腿 小侯爷一个机灵 差点弹跳起 小丫头又四春了 他伸手捏了下秀儿的仙腰 顺着仙腰一路摸向翘臀 少爷 出事了 红莲快步走来 神色严肃 小侯爷迅速收回手 出了什么事 太子殿下封了咱们的报社 太子和张本初 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找了个借口 关停了京都娱乐报 不一会 赵雪也来了 少爷 现在怎么办 报社被关 最急的是赵雪丫头 雪儿 不用担心 正好休息几天 纪怀安咧嘴一笑 丝毫不慌 这些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这种有损皇家颜面之事 陛下当然会帮着镇压 不过这一闹 张家的历史就被推到了明面上 整个京都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人静皆知 就算太子和张家能封掉所有报社 但封不住悠悠众口 这才是他想要看到的结果 血脉这种东西虽然玄乎 但自古以来 皇族都非常重视的 人言可畏 皇后血脉污秽 太子血脉肮脏 不宜继承大统 这些话会在齐皇心里扎下一根刺 只要陛下时不时听到血脉之事 便会刺激到他 甚至每次见到太子和张皇后 他便会在心里想起血脉肮脏的声音 种子已经在齐皇心里埋下 迟早会爆发 不过他的时间不多 当然不会干等 他还准备了最后一刀 扳倒太子的致命意境 第181章 意外收获 对了 今天收到一封投稿 少爷你看看 赵雪从秀中掏出一张稿子递过来 报社需要稿件 花钱雇秀才写并不是个好主意 京都与乐报延续了江南的做法 对外接受投稿 不过京都与江南不同 江南附庸风雅 清闲的才子多 所以投稿的很多 京都大多秀才都在想着金榜提名 除了苦读外 剩余时间都用来结交权贵 或是想方设法上位 或是加入某一阵营 这里的生活节奏和江南完全不同 京都的竞争激烈 生活节奏快 所以显得写文章娱乐大众的并不多 为了多收稿子 他们只好提供稿筹 稿件一旦录用 便会给投稿人发放稿筹 即便这样 投稿的也没江南多 什么有趣的稿子 纪淮安微微一笑 有些期待地接了过来 赵雪特意拿过来给他看的稿子 一般都写得很不一般 结果稿件仔细一看 他愣住 稿子中写了一个秘密 如果是真的 这将是一个天大的秘密 但有可能只是个恶作剧 办上 他激动地问 这稿子是谁写的 不知道 上面留了地址 他重新看了眼稿件 署名大山地址在城郊 雪儿 你留在这里 红莲 我们走 他立刻带着红莲去找人 城郊 一处僻静的小院 季淮安和红莲走来 少爷 就是这里 季淮安示意 红莲敲了敲门 办上 一名衣着朴素的青年打开院门 青年看上去 一副憨厚老实的模样 你们找谁 青年疑惑地看了看他们 你是大山 纪淮安问 不是 你们找错了 青年眼中闪过一丝惊慌 想要关上门 但被纪淮安一手抵住 放心 我们不是官府的人 你们想干什么 进去聊聊 纪淮安咧嘴一笑 一点也不客气地走进院中 红莲蹲了进去 青年想拦也拦不住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吧 纪淮安亮出那篇稿子 不是 不是我 青年一脸惊慌 他投稿时尚未出事 现在官府到处抓造谣污蔑者 他哪里敢承认 我说了 我们不是官府的人 不用怕 那你们 想做什么 我想问问你写的这事 是真是假 你是如何得知的 假的 我瞎写的 不 不是我写的 我叫陈锋 不叫大山 他话音刚落 屋里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 大山 你在跟谁说话 来客人了 青年顿时一头扑汗 纪淮安无语地笑了笑 这小子连取个假名字都不会取 真是个憨憨 爹 是过路的 没事 青年说完 转对纪淮安两人 两位 你们找错人了 快点走吧 既然如此 那我只好将这篇文章 交给官府了 纪淮安说着 杨庄要走 青年吓了一跳 急忙抓住他的胳膊 想要从他手里抢走稿子 纪淮安内力轻轻一吐 将青年震的跌倒在地 公子 不要 求求你 青年爬起来 抱住他的小腿 又不是你写的 你怕什么 不 是我写的 求公子开恩 这就承认了 纪淮安咧嘴一笑 只要你老实回答我的问题 这篇文章 我就还给你 公子 这上面的内容 是我瞎编的 青年眼神躲闪 显然不太会撒谎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不说实话 后果自负 纪淮安威胁道 公子 这些都是 家父以前说的 青年很害怕 终于说了实话 正在这时 一名年近六旬的老头 处着拐杖走了出来 老头愣了一下 看了眼纪淮安和红莲问 大山他是不是得罪了公子 还请公子恕罪 误会 误会 纪淮安忙将青年扶了起来 老伯 我来给你打听一件事 何事 你说张皇后并非张老爷之女 而是抱养的 是真是假 张本初的父亲叫张斌 娶了其表妹王氏为妻 王氏 生下张本初后的第三年 生下了张千千 同时难产而死 这些纪淮安早已知道 但青年的这篇文章中 写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说王氏的确是难产而死 但同时产下了一名死婴 也就是说 现在的张皇后 并非张斌与王氏的女儿 亦非张本初的亲妹妹 而是抱养的 听到纪淮安的问话 老头儿差点一跤摔倒 我没有说过 我没有 虽然老头儿惊慌失措的样子 有些可怜 但纪淮安并没有妇人之人 继续用青年写的文章威胁两人 最终老头儿不得不说出实情 老头儿叫陈广 年轻时曾是张府的一名家丁 那时他与张府的一名 叫小翠的丫鬟有私情 王氏难产那夜 小翠在产房伺候 那晚很混乱 差不多快到凌晨时 小翠偷偷来找他 告诉他王氏难产死 同时产下了一名死婴 结果第二天 张府去对外宣称 王氏难产死 但孩子平安诞生 是个女孩 取名千千 陈广想找小翠问问怎么回事 结果发现 小翠神秘失踪了 不仅是小翠 连同产婆 以及那晚的相关人员 全部神秘消失 听到这里 纪淮安已经明白了 传出去有损名声 于是隐瞒了这件事 连夜抱养了一名女婴 对外宣称是王氏所生 并将相关人员灭口 陈广也察觉到这些 他提心吊胆地过了很长时日 好在小翠 那夜是偷偷来找他的 并没有人知道 所以他才逃过了一劫 不久之后 陈广便找了个借口 离开了张家 一个时辰后 纪淮安感觉问得差不多了 给陈家父子留了两钉银子 然后带着红莲走了 立刻派人盯着陈家父子 别让他们走了 一出院子 他便吩咐红莲 张千千是张家抱养的 如今当上了皇后 张家隐瞒了这件事 这要是说出来 肯定是欺君之罪 不过他总感觉 这里面还有更大的秘密 红莲 想法半查一查 张皇后这个人 特别是为出阁之前的事 越详细越好 第182章 歪打正着 相辅的人办事效率很高 不过一天多时间 厚厚的一打资料 送到了小侯爷面前 全部都是关于张皇后的 张千千小时候 受过一段时间的冷落 毕竟不是张家血脉 而是抱养的 不过张千千从小就十分聪慧 琴棋书画一学就会 诗词歌赋方面 也非常有天赋 加上六七岁时 便出落的如花似玉 很快便得到了张老爷的喜爱 张本初更加妖孽 七岁作诗 十一岁终举 十九岁壮远吉地 被称为京都第一才子 张千千 国色天香 倾国倾城 十四岁被称为京都第一美人 当时整个京都的贵族圈 谁人不羡慕张家 出了一对天才儿女 在张老爷的安排下 张千千在十七岁那年 与太子殿下相遇了 倾国倾城的少女 立刻将太子迷住了 当初的太子 正是现在的齐皇 不过那个时候的张家 并非大贵族 加上风平不好 太子请求赐婚 遭到了先皇的反对 太子没有办法 一直等到继承皇位后 才将张千千取进后宫 不久之后 张千千诞下了龙子 齐皇顺理成章地 将张千千封为皇后 统领后宫 一个抱来的野孩子 一步步走上人生巅峰 堪称传奇 可惜张家做得十分隐秘 除了那位陈老头外 并没有其他线索 能证明张千千是抱养的 不过纪怀安从资料中 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 张本初和张千千的关系非常好 毕竟是兄妹 至少是明面上的兄妹 关系好很正常 但两人的关系 好得有些过分了 张千千的琴棋书画 诗词歌赋 都是张本初亲自所教 两人平时出双入对 只要张千千出门 张本初必定跟随相互 有一年 张千千感染了风寒 张本初在床边守了她三天三夜 还有一件事 张千千嫁入公为妃之时 张本初大病了一场 一般来说 大家族的兄弟姐妹之间 不会太亲 就算比较亲 也不会如此这般形影不离 如果张本初和张千千都知道 双方并非亲兄妹 一个才华横溢 风流倜傥 一个国色天香 倾国倾城 两人朝夕相处 恐怕很难不被彼此吸引 纪怀安心思着放下资料 露出龌龊的笑容 她本来就想拿张家做文章 然后牵连张皇后 从而扳倒太子 没想到金歪打正着 貌似这里面真有问题 看来最后这一刀可以稍稍改变下 这回不仅要扳倒太子 而且要直插心脏 令那个胖太子永无翻身之日才行 齐皇本就多疑 若是知道这些细节 疑心并必犯 接下来就是如何将这些事 送到狗皇帝耳中了 不能做得太过刻意 也不要牵连到香府 最好能让狗皇帝自己发现 但时间已经不允许她慢慢谋划了 还有一个多月 便是太子的籍贯之日 必须速战速决 纪怀安早已想好了对策 傍晚 皇城司大门口 小侯爷 董良带着两名手下走了出来 刚出大门便看到了纪怀安 董大哥 你可算放牙了 纪怀安嬉皮笑脸地迎了上去 拉着董良道 走 一起喝一杯 好 董良没有拒绝 上次曹公不仅没有阻止 他跟小侯爷往来 反而让他与小侯爷多接触 当然 发生的事必须如实汇报 两位兄弟一起 我做东 他特意将董良的两名手下也拉上了 然后就近就在皇城司旁边的酒楼 开了个包间 满桌好酒好菜摆上来后 小侯爷便开始跟董良诉苦 说的都是报社被查封的事 这件事 兄弟帮不上忙 还请小侯爷见谅 我就是吐槽一下 一个报社而已 没了就没了 来 喝酒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董兄 告诉你一个秘密 董良眼中闪金光一闪而逝 他知道正事来了 每次小侯爷请他喝酒 看似东拉西扯的 没聊一件正事 但每次都有目的 什么秘密 他随意地问 纪怀安凑到他的耳边 小声将张皇后事抱仰的是说了一遍 董良听完吓了一跳 小侯爷 你说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无意中发现的 你看这个 他将陈老头说的事详细说了一遍 甚至还不忘将陈锋写的那篇稿子取出来 给董良看了一眼 这么重要的证物 他当然没有还回去 小侯爷 这事或许是谣言 不可乱说 我信得过董大哥的为人 其他人面前 我是不会说的 董良心中不禁有些内疚 因为一个时辰后 这件事就被他禀报到了曹公耳中 不过他很快就明白了 小侯爷的目的 就是要他把这事传给曹公 入夜 内务府 曹衡听完董良的汇报 眉头深锁 小侯爷是故意让你传话的 应该有这个意思 曹衡没有再问 挥了挥手 董良也猜不透这个老太监的心思 也不多言 立刻退出 董良走后 曹衡站起身 副手在房间里来回走了走 张皇后入宫时 他便已在宫中了 很多事慢慢在他脑海中浮现 如果仅仅是张皇后 是张家抱养的 还算不得大事 毕竟都过去了几十年 即便现在陛下知晓 也不会因此大动耽搁 就怕这其中 还有更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脑海中突然浮现张兵 张家的名声一向不好 曾经的那个张家主 狡诈多端是出了名的 接着他又想到了张本初 前几天似乎刚还看望过皇后娘娘 突然 他脑海中又冒出一个人 太子 曹衡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掌灯 去近视房 小太监立刻掌灯引路 两人来到近视房 曹衡查阅了二十年前的事情记录 张飞入宫为妃后第三天事情 次月太医检查怀了身孕 九个半月诞下龙子 也就是如今的太子齐泽瑶 记录保存得很完整 从时间上来说没有什么问题 但人一旦产生了怀疑 就总想找到证据证明那个假象 但凡入宫的女子 不论是平 是非 还是宫女 都要验名处子之身 曹衡查了一下记录 结果发现 当年查验张皇后的那名女官早就死了 在张皇后入宫后不过十天 那名女官就意外身亡了 第183章 疯狂暗示 皇宫 御书房 齐皇召集了改革小组 商讨变法事宜 科举制度的改革已经初步完成 虽然之前的大考中出现了一点意外 但总体来说算是比较成功了 御法改革也在有序的推进 虽然阻力很大 但在老侯爷的铁血手腕之下 进展颇为迅速 一些以身试法的贵族 全被老侯爷咔嚓了 齐皇今日召集几人 是为了推进土地改革事宜 老侯爷 张本初 孙玉 以及太子七泽瑶 全部再联 陛下 土地改革关系重大 应循序渐进 可以先取一程 推行土改 用作示范 等初见成效后 再进行全国推广 方为上策 土改的示范做法 是小侯爷提出来的 老侯爷非常赞同 便采纳了建议 之前曾跟齐皇商量过 齐皇也赞同了 相爷此言诧异 若是先取一程 推行土改 必定会被认为不公 然后遭到强烈的抵制 一旦失败 全功尽弃 老侯爷刚说完 孙玉便提出了反对 孙爱卿 你有何提议 齐皇问 陛下 臣认为土地改革 是立国立民的好事 根本没有必要搞什么示范成 只要加大宣传力度 必定会受到百姓支持和拥护 这样也能彰显陛下改革的决心 阻力反而会小些 大齐采用的是非常落后的景田制 所有土地都归皇家所有 齐皇将田地分配给王公贵族 贵族雇佣百姓耕种 这次改革是要搞均田制 将所有田地平均地分配给百姓 龙耕时代 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生产资料 贵族之所以叫贵族 就是因为拥有大量的土地使用权 土改第一步 就是要将土地从贵族手中收回来 然后再分配 这等于要了贵族的老命 难度可想而知 孙玉的想法没有错 但他出身不一 只看到了百姓的支持拥护 小看了贵族的力量 张本初附和道 臣同意孙壮远的意见 搞土改示范成太过拖沓 反而会加大难度 父皇 儿臣也赞同孙壮远 快刀斩乱麻 效果会更好 太子跟着说道 齐皇点了点头 冲孙玉道 孙爱卿 你尽快拿出一份详细的土改方案出来 是 陛下 得到陛下的赏识 孙玉心中激动不已 老侯爷想说什么 不过还是忍了回去 自从齐皇对他训思产生了不满后 开始刻意打压和削减他的权力 以前要借助老侯爷的手段 与贵族对抗 吸引贵族仇恨 所以才全力支持老侯爷 现在老侯爷已经震慑住了京都贵族 也将贵族的不满 全都转嫁到老侯爷身上 算是完成了一定的利用价值 以前除了老侯爷 齐皇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现在他发现 孙玉有这方面的才能 可堪大用 开始一点点扶持孙玉 齐皇的转变 老侯爷全都看在眼里 不过他没有说什么 本来就是相互利用 就看谁最后齐高一招了 一个时辰后 一会结束 几人献恩后准备一同离开御书房 太子殿下请 相爷 先请 太子殿下身份尊贵 殿下敬贤理事 相爷就不必客气了 虽然私下里斗得你死我活 但在陛下面前 人都一脸假客气 将虚伪展现得淋漓尽致 老侯爷俯须一笑道 有国舅爷悉心培养 殿下不仅得才兼备 样貌也愈发俊秀了 实乃我大齐之心也 张本初不仅是国舅和大学士 还曾做过太子太妇 教导过太子很长一段时间 老侯爷这样说并无问题 但齐皇听了老侯爷的话 微微一正 不自觉地看向太子 太子身材虽有些发福 但长得很白净 小圆脸看上去很清秀 看着太子跟随老侯爷 张本初离开 齐皇收回目光 不知在想什么 御花园 宫女搀扶着 纪云在花园中散步 正好遇到太子陪着张皇后 见过皇后娘娘 见过太子殿下 纪云和宫女急忙行礼 纪贵妃不必多礼 张皇后打量了一下纪云 笑道 花容月貌 婀娜多姿 难怪能获得陛下恩宠 皇后娘娘过奖了 与皇后娘娘相比 臣妾差得远了 还有些自知之明 这后宫中 谁敢跟我母后相比 太子 不得无礼 母后教训的是 双方没有多聊 张皇后带着太子离去 娘娘 你有没有觉得 太子殿下长得不像陛下 死丫头 不得胡言乱语 不远处 一名小太监 正搀扶着齐皇 从侧后方走来 刚好看见刚才那一幕 本来对太子无礼有些不悦 此时听到纪贵妃身边宫女的话 立刻皱起眉头 这时宫女的声音又传来 娘娘 我没胡说呢 太子殿下长得像国舅爷 都是小圆脸 长得眉清目秀的 陛下是脖子脸 浓眉心目 威武霸气 是我大气最厉害的陛下 那是当然 陛下雄才大略 历经图治 乃是千古明君 即便是太子殿下 也相差甚远 一个宫女敢议论自己跟太子 齐皇原本很不满 但听完后面的话 齐皇顿时没开眼笑 听说陛下和侯爷在主持朝改 将来陛下必定名垂轻事 好了 正是咱们不懂 不得妄议 纪云说着 微微一转眼珠 想要看一下侧后方的齐皇 但还是忍住了 树荫下 齐皇看着纪云离去的背影 露出满意的笑容 不过他的脸色 马上又沉了下来 小贵子 你说 太子长得像朕吗 像 当然像了 太子殿下长得眉清目秀 玉树临风 虽不如陛下威武霸气 也是很好看的呢 小太监这一说 齐皇眉头紧簇 挤出深深的沟壳 陛下 今晚还是去鸡贵妃那边吗 小贵子问 齐皇想了想到 很久没有去陪皇后了 今晚去慈宁宫 是 奴才这就去通知静氏房安排 今晚不用通知 是 陛下 小贵子偷偷看了眼齐皇 一个时辰后 小贵子来到内务府 曹公 一切顺利 做得好 曹衡满意的点了点头 对了 今晚陛下要去慈宁宫 而且不让静氏房准备 看来小侯爷的办法很有效 曹衡陷入沉思 他同样怀疑张皇后和太子 但这种事不能查 除非陛下亲自下命令让他查 所以 先要让陛下起疑 于是他配合季家 成功将陛下的疑心并引了出来 第184章 察觉 试探 入夜 慈宁宫 皇后娘娘 穿着一身丝织的睡裙 坐在梳妆台前 宫女站在身后 帮她取下发簪 解开发剂 将发丝梳得柔顺 娘娘 可以了 歇息吧 嗯 皇后刚站起身 一名宫女急匆匆地跑来禀报 娘娘 陛下来了 皇后一愣 还没反应过来 齐皇已经走进了房间 臣妾叩见陛下 皇后免礼 齐皇走近 一把握着皇后的御手 将她扶起来 虽然已经三十七八了 但张皇后依旧美艳动人 特别是私质的睡裙下 婀娜的身段玲珑浮屠 若隐若现 风韵犹存 见齐皇盯着自己看 皇后羞涩地收回手 陛下 怎么突然过来 齐皇手一空 心中莫名的有些不舒服 曾经刚得到张皇后时 她几乎每夜都来宠幸 这位倾国倾城的美人 但她的热情并没有保持多久 不知何时便厌倦了 喜心厌就是一方面 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 皇后太过清冷了 特别是在床室方面 皇后不仅没有太多的热情 反而显得有些敷衍 刚开始她还以为是因为害羞 毕竟尚是少女 时间长了后 她便以为皇后就是单纯的性子冷淡 既然在皇后这里 很难找到征服的快感 她来的自然也就少了 这些日子忙于正午 冷落了皇后 今日朕特意过来陪皇后 齐皇说着从背后一把抱住皇后 大手隔着丝滑的睡裙 按在饱满的御风上 感受到怀里皇后的娇躯一紧 齐皇微微皱了下眉头 这是一种本能抗拒 若是以前她不会这样想 但有了疑心 一个微小的举动都会引起她的猜忌 陛下日理万机 因以龙体为重 皇后转过身 正好阻止她更进一步的动作 齐皇不满地问 别的妃嫔夜夜都想得到朕的宠幸 皇后为何总是将朕往外推呢 以前她觉得这个女人心胸宽广 不像其他妃嫔斗来斗去 这让她很欣赏 这也是封她为皇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现在 她已经不这么认为了 感知到齐皇有些不悦 皇后立刻解释道 臣妾知道陛下最近政务繁忙 是怕陛下劳累过度 陛下因你龙体为重 皇后放心 朕的龙体健壮得很 陛下许久未来 臣妾欣喜还来不及呢 臣妾先帮陛下更衣 好 齐皇应了声 展开双臂 皇后眼中的无奈一闪而逝 立刻温顺地去解陛下的金腰带 脱下龙袍与内衬 皇后看着齐皇绑大腰圆的身体 竟有些无所适从 看着皇后的神色 一股莫名的愤怒涌上心头 齐皇一把将皇后的睡裙撕开 陛下 闭嘴 绑大腰圆的齐皇将皇后按在床上 骑了上去 次日一早 晨光穿过镂空的雕花窗 点亮了豪华的房间 齐皇醒来 面无表情地看了眼睡在旁边的皇后 心中很是不爽 昨晚她已经全力以赴 但皇后的反应依旧冷淡 甚至给她一种玩弄尸体般的感觉 皇后的心不在阵身上 这时皇后也悠悠醒来 陛下 你醒了 臣妾伺候您起床更衣 你就这么想赶阵走 臣妾虽舍不得陛下 但陛下还要早朝 莫要耽误了国事 若是以前 她会认为皇后食大体 此刻心中不禁冷笑了一声 不过齐皇还是下了床 皇后伺候她穿好衣服 宫女帮忙打理着发际 一番梳洗过后 皇后将龙袍披到齐皇身上 竖好金腰带 皇后好好休息 朕改日再来看你 臣妾恭送陛下 看着齐皇离开 皇后扶着门框 眼眶微红 不一会 宫女走了回来 娘娘 陛下走了 燕儿 你有没有觉得 陛下昨晚有些不一样 好像是有一些 宫女说着 看了皇后一眼 谨慎道 娘娘 是不是你对陛下太冷淡了 皇后想了想说 给国舅传个信 让她入宫来一趟 是 娘娘 等一下 宫女刚要走 被皇后一把拉住 皇后犹豫了一下 改口道 去通知国舅 就说明天本宫会去新国寺祈福 是 娘娘 宫女领命离去 午后 御书房 齐皇坐在书桌前批跃着奏折 曹公站在一旁伺候着 老太监偷偷看了眼齐皇的神色 齐皇明显有些心不在焉 陛下 若是乏了 先休息一会儿 刚午休过 还休息什么 齐皇冲曹衡 翻了个白眼 曹衡甘大一笑 陛下龙体安康 精力充沛 是我大气之福 这时 一名小太监跑进来禀报 陛下 太子殿下求见 齐皇头也没抬到 轩 很快 太子走了进来 而臣给父皇请安 太子不必多礼 齐皇放下手中的奏折 一抬头看到太子的脸 表情立刻沉了下来 他仔细看了看太子 发现这个儿子 长得确实不像自己 虽然身材跟自己一样 微微有些发福 但一张圆脸太过白净清秀了 跟他有些粗犷的国字脸 完全不同 父皇 还有半月便是儿臣的官吏 儿臣想与父皇商量一下 操办事宜 冠里有礼部操办 细节方面 你去问问礼部侍郎 父皇 别忘了表臣次字 知道了 齐皇显得有些不耐烦 父皇莫要太过劳累 儿臣先行告退 去吧 冠里是大事 好好准备 谢 父皇 太子拾去的走了 齐皇轻声叹道 一晃太子都成年了 时间过得好快 是好快啊 老奴还记得 太子小时候特别喜欢听故事 天天拉着国舅爷给他讲 有一次 太子还把国舅爷的胡子揪了 这一晃都到了奇冠之灵 曹衡笑眯眯的说着 眼角余光偷偷看了下齐皇 齐皇的脸色有些阴沉 曹公公 你还记得皇后是哪一年进宫的吗 是锦元初年 陛下那年刚登基 就将皇后迎进宫 直接加封为贵妃 齐皇点了点头 又问 那年宫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 特别的事 要说特别的事 老奴还真想起了一件 说来听听 那年宫中有位女官意外落水身亡 第185章 惊天大阴谋 女官落水身亡 齐皇正了下问 可 都是些小事 陛下日理万机 应该不记得了 老奴当时配合了调查 所以才记忆犹新 调查 难道不是意外 皇后娘娘调查后 认定是意外 那女官主持了皇后娘娘的入宫检查 跟皇后娘娘关系比较亲近 所以皇后娘娘格外重视 糟了 曹衡刚说完 便知道自己说的太多了 应该说是太直白了 齐皇意味深长地 看了曹衡一眼 曹公公 你可还记得王家 曹衡脸上的青筋抽动了下 急忙朝齐皇跪拜了下去 陛下对老奴的大恩大德 老奴永世不敢忘记 王家就是当年陷害曹衡的贵族 也是他一个近视 被阉割成太监的罪魁祸首 后来他得到陛下的信任 第一件事 就是灭了王家满门 报仇后他 主动向陛下请罪准备临死 但陛下并没有处罚他 而是继续重用他 这让曹衡感恩戴德 忠心耿耿 起来吧 陛下龙安 曹衡颤颤巍微地站起来 齐皇看着他道 朕信得过你 当年没有杀你 现在也不会 所以不用跟朕拐弯抹脚 臣惭愧 说吧 曹衡再次跪了下去 一咬牙将事情说了出来 陛下 皇后娘娘并非张家人 而是国葬抱养的 负责入宫检查的那位女官 死得蹊跷 老奴查过 线索指向皇后娘娘 齐皇听完紧握着拳头 气得有些颤抖 我记得国葬在新国寺隐居 他还活着吗 回陛下 还活着 曹衡看了眼齐皇的脸色 接着道 陛下 刚刚老奴听到消息 皇后娘娘明日要去新国寺 上香祈福 上香祈福 好 很好 齐皇冷笑着 眼中闪过一道冰冷的沙印 张福 书房 张本出发看着一份报纸 眼皮突然狂跳不止 一种不好的预感 让他有些心慌 他站起来 副手在书房中走了走 心终于慢慢平静了下来 这些年来 他无时无刻不提心吊胆 父亲利用了他们的感情 谋划了一场今天的大阴谋 他们曾经想要抗争 但现实逼得他们妥协了 时至今日 一切出奇地顺利 父亲成功了 还有十多天 便是太子的官吏 然后入主东宫辅政 不出十年 也许只要四五年 太子便会登基 成为九五至尊 想到这些 他不禁有些激动 所有的牺牲似乎都是值得的 等太子登基后 这天下将不再姓齐 而是姓张 他开始有些佩服父亲了 义父 张瑶走了进来 打断了他的思绪 瑶儿 有事 皇后娘娘刚让人给义父传话 说明日要去新国寺上香祈福 张本初愣了下 问 没说别的 没有 就这一句 张瑶回答 今天宫里有没有发生特别的事 张本初又问 应该没有 否则娘娘会派人传话的 张瑶说着 看了眼张本初 接着道 娘娘应该是有话 要亲口跟义父说 可能在宫里不方便 张本初宁眉沉思 在宫里见面还安全些 在新国寺见面 风险更大 除了开始那些年 两人冒险在新国寺私会过几次外 已经很久没有在那里见面了 如今年龄大了 早已不是当年的少男少女 两人都知道轻重 若无重要的是 娘娘绝不会约自己去那里 况且 前些天才见过没多久 张本初思索了一下道 你去一趟太子府 问问太子今日宫中情况 最好让太子进宫 看望一下皇后娘娘 是 义父 张瑶领命离开 太子府 豪华的府底张灯结彩 每一个角落都被打扫得一尘不染 太子官里在即 官里后就是大婚 太子府早已开始准备 一片喜气生疼 内院 房间 太子抓起桌上的茶壶 狠狠地摔在地上 啪的一声 茶壶化成无数碎片 散落的满地都是 刚刚她去了趟尚书府别院 去看望未来的太子妃 但苏颖却全程冷着脸 连手都不让她碰一下 气得她满腹怒火 臭女人 仗着有几分姿色 敢给本太子摆架子 等进了太子府的大门 还不是任由本太子玩弄 装什么装 不对 是小侯爷 他一定是为了小侯爷 真是不知廉耻的贱火 兴气的小杂种 敢勾引本太子的女人 本太子迟早要将你碎尸万断 不 本太子要将你验了当太监 让你亲眼看着本太子 如何玩弄太子妃 太子心思着 露出邪恶的笑容 这时 咚咚咚的敲门声传来 何事 太子殿下 姚儿小姐求见 太子顿时眼睛一亮 走过去打开房门 冲侍卫而语了几句 侍卫领命离去 片刻后 张瑶走进房间 地上的茶壶碎片 已经被丫鬟们收拾干净了 太子正坐在桌边喝着闷酒 两个丫鬟在旁伺候着 拜见太子殿下 张瑶走进行李 姚姐来了 快坐 陪本太子喝一杯 太子一把拉住张瑶的小手 将她拉着 坐到自己的旁边 太子殿下 张瑶看了眼太子身边的两个丫鬟 一丝不言而喻 都下去 太子挥了挥手 两个丫鬟懂事地退出房间 并顺手将房门关好 何事 义父想问问 今日宫中可有特别的事发生 特别的事 没什么特别的事 义父让你进宫一趟 看望一下皇后娘娘 我昨日已经去看望过母后了 母后身体安好 不必担心 太子殿下 姚姐 陪本太子喝一杯 太子说着 倒了杯酒 递给张瑶 殿下 我不喝酒 姚姐 别扫心 张瑶犹豫了一下 结果酒杯一饮而尽 这才对吗 太子咧嘴一笑 又倒了杯酒 送到张瑶嘴边 姚姐 我喂你 第186章 历史的洪流 谁也挡不住 殿下 别这样 张瑶抬手阻拦 不小心碰到了酒杯 也不知太子是不是有意 正好将酒水 全部泼到她的胸前 张瑶穿着浅色的墨胸裙 胸前的衣裙 被酒水打湿 紧贴着身体 饱满的御风若隐若现 姚姐 你好美 早有预谋的太子 猥琐地舔了下嘴唇 一把将张瑶拉进怀里 上下其手 太子 你干什么 张瑶一把推开她 连退束步 了解 你的心思本太子都知道 本太子也很欣赏你 只要你今天能满足本太子 日后本太子登上大位 必定满足你的愿望 封你为后 殿下 你说真的 君无戏言 张瑶是个野心勃勃的女人 她是张辅的暗卫出身 靠着聪明能干 加上几分姿色 被张家重用 后来被张本初收作异女 才在张家 才有了一席之地 见识过权势的力量后 她的野心更甚 无时无刻 不再想着往上爬 好 她只是稍稍犹豫后 便答应了 看着太子猥琐的眼神 她紧咬了下性感的珠唇 抬手缓缓扯开裙带 衣裙滑落 白皙如玉的娇躯 展现在太子的眼前 玲珑浮屠 曲线诱人 毕竟还是个少女 她双手紧张地捂着胸 太子舔了舔嘴唇 走到她面前 抓着她的手腕 用力将她的双手拉开 了解 本太子想你很久了 殿下 有酒气 先洗洗 不用 这样才有味道 太子说着 拦腰将她抱起 扔到大床上 一头扑了上去 一个钟后 太子累得像死猪一样 躺在床上 不过大手依旧不老实地 搂着柔软的娇躯 殿下 我该走了 再睡会儿 下次吧 张瑶拿开太子的肥手 起身下了床 捡起地上的衣裙 穿了起来 殿下 别忘了刚刚答应我的事 放心 只要你好好 为本太子效力 本太子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我已经是殿下的人 自当为殿下效力 张瑶说着 看了眼床上 一抹鲜艳之色 眼神复杂 太子也看了一眼 无耻地笑道 了解 你让本太子很满意 张瑶抢颜一笑 殿下满意就好 姚儿告退 他整理了一下衣裙 转身走去 一出太子府 两颗泪珠不争气地滚落了下来 张瑶 你哭什么 攀上了太子 将来便能出人头地 以后做了皇后 这天下就再也无人能够欺负你了 他擦干泪水 一脸坚定地走去 相辅 内院 纪淮安手握长剑 在院中挥舞着 剑出如风 大开大河 空气仿佛被撕裂了一般 发出呼啸之声 红莲站在一旁 看着少爷练剑 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福伯教的这套剑法 虽然很简单 但每一招都需要强大的内力催动 招招都带着无可匹敌的威势 真的很适合少爷 少爷现在的修为 恐怕已经在自己之上了 正所谓一立详实惠 继承了五少爷的内力 这也不奇怪 他看着少爷潇洒的身影 越看越是欢喜 一年前还是个顽固的小侯爷 今天仿佛脱胎换骨了一般 好像也不对 少爷好像还是那个少爷 在风流方面丝毫没有变 反而更甚 哄 纪怀安一剑 披在一块大石上 石头被砸得四分五裂 刺散非剑 好强 他咧嘴一笑 收剑来到红莲身边 我练得怎么样 少爷很厉害 红莲拿出手帕 温柔地帮他擦了擦额头的汗珠 嗨嗨 提醒的轻壳声传来 红莲一看 只见福伯扶着老侯爷走了过来 他忙收回手帕 退至一边 爹 福伯 纪怀安走过去 扶着老侯爷 练剑呢 老侯爷微微一笑 闲着无事 活动一下筋骨 一起走走吧 嗯 他知道 便宜老爹有话要说 和福伯一起陪着老爹走向花园 阿佛 我们爱京都多久了 老侯爷问 有小半年了 福伯打倒 刚过完年便来了京都 现在快六月份了 还是江南安逸啊 老侯爷叹了口气 爹 要不回江南吧 他看了眼老侯爷花白的头发 知道老侯爷很怀念江南无忧无虑的生活 回去 老侯爷苦笑了下 问 你觉得现在还回得去吗 老侯爷如今败相 执展马剑 主持朝政改革 已经得罪了京都所有的贵族 一旦大权旁落 恐怕走不出京都 想甩手回去养老 简直痴人说梦 况且 狗皇帝也不可能放他走 既然现在不能走 那就再等等 等九皇子做了太子 要不就等到我大侄子登上地位 再回去养老 纪怀安说着 嘿嘿一笑 老侯爷瞪了他一眼 问 你就这么有把握 陛下会废了太子 他是男人 况且还是一国帝皇 就算没有证据 只要有半点怀疑 太子都会被废 纪怀安胸有成竹地说道 他可以确定 太子已经完蛋了 老侯爷赞同地点了点头 想了想问 现在朝堂的局势 你怎么看 纪怀安收起笑容 认真道 改革太急了 特别是土改 如果不阻止 必定会天下大乱 有这么严重 爹 你应该比我清楚 废除落后的景田制 实行军田制 这当然是一种进步 但历史上的土地变革 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 土地改革 大都伴随着改朝换代 只有改朝换代后 借着新生的力量 破旧立新 才比较容易成功 大齐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腐朽的体制根深蒂固 想要改革 只有温水煮青蛙 循序渐进 方有一点机会 现在这么搞 天下大乱是必然 齐皇这个人 虽然当必自用 但颇有见底 这让他想到了王莽 这天下 不能大乱 老侯爷一脸严肃地说 若是辅佐九皇子 登上了地位 天下大乱 岂不是坑了外孙 近怀安看了眼老侯爷 心中暗叹了一声 历史上的封建王朝 大多只能延续两三百年 便会寿终正寝 齐皇如果不乱搞 大齐或许还能有个几代 若是这样搞下去 恐怕会迅速崩塌 一个王朝的建立会很艰难 但崩塌 往往只在一瞬间 历史的洪流 谁也挡不住 第187章 煎熬的一天 晨光初起 慢慢驱散了晨雾 数十名静明 护送着一辆豪华的马车 缓缓驶出宫门 皇宫 御书房 齐皇面无表情地坐在书桌前 身上散发着冰冷的杀气 曹衡陪在一侧 表情凝重 片刻 一名小太监跑了进来禀报 陛下 皇后娘娘出宫了 齐皇挥了挥手 小太监立刻退出御书房 张府那边如何 齐皇问 昨夜被派人盯着了 一有动静 会立刻回报 曹衡回答后 看了齐皇一眼 问 如果张大人去了 传太子进宫 是 陛下 曹衡立刻安排了一名太监去传话 张府 房间 张本初患上了一身便装 一名丫鬟正在帮他整理着衣饰 虽然上了年纪 但这位大学士 经过精心梳妆后 依旧温文尔雅 文质彬彬 义父 车马准备好了 张瑶走进来禀报 张本初点了点头 兴致高昂地问 瑶儿 义父这身装扮怎么样 张瑶玩耳一笑 吹捧道 义父今天容光焕发 风度翩翩 娘娘见了 一定很欢喜 张本初很满意 正要出门 一旁的丫鬟不小心将桌上的花瓶碰到 瓶 精致的花瓶摔落在地 化成一片破碎的瓷片 奴婢该死 丫鬟侠地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张本初看着地上的碎片 顿时脸色铁青 糟了 张瑶心中一个机灵 这个花瓶 是义父从娘娘曾经的房间拿过来的 应该是皇后娘娘的物品 娘娘虽然已经入宫很多年 但曾经住过的房间和院子 都一直保持着曾经的模样 除了偶尔会让人打扫一下 平时谁也不让进出 义父经常会在夜晚 悄悄去娘娘的房间 有时候甚至会在里面过夜 在府中多年 他早已知道 义父对皇后娘娘的感情有些畸形 皇后娘娘就是义父心中的逆龄 即便是一个花瓶 也绝对碰不得 所以 这丫鬟要倒霉了 老爷恕罪 奴婢该死 丫鬟似乎也意识到问题严重 不停地叩头求饶 你的确该死 张本初捡起一块破碎的瓷片 对着丫鬟的白皙的脸蛋滑去 血花飞溅而出 啊 丫鬟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捂着脸在地上不停地翻滚 张瑶忍不住嘴角一抽 这丫鬟伺候义父多年 只不过打碎了一只花瓶 就被毁了 以后 不 他已经没有以后了 这就是吓人的命运 在这些贵族眼里 他们命如草剑 张本初的怒火未消 对着丫鬟狠狠地踹了几脚 然后才叫来侍卫 将丫鬟拖了出去 看着满脸血迹的丫鬟被拖走 他暗自提醒自己 绝不能坐下人 要做人上人 要主宰自己的命运 义父 消消气 这衣服脏了 姚儿帮你换件衣服 张本初看了眼袖袍上的血迹 点了点头 张瑶解开张本初的腰带 帮他脱了外衣 然后从衣柜中重新挑了一件 义父 这件怎么样 就这件吧 张瑶立刻拿着外衣 伺候着张本初穿上 绑腰带时 他纤细的玉手 还过张本初的粗腰 靠得太近 难免有轻微的接触 张本初看了眼张瑶 妩媚的脸颊 眼中闪过一丝恍惚 姚儿 你来府中多久了 义父 姚儿是九岁来的 已经十一年了 都这么久了 多谢义父这些年的栽培 张瑶说着 系好了腰带 张本初忙收回目光 看了眼手指上留下的血迹 若有所思 出门前 娘娘的花瓶碎了 会不会是一种警示 他越是这样想 心中越是不安 义父 你的手 张瑶看见他手上的血迹 急忙找了个毛巾 帮他擦了擦 好在血是丫鬟的 昨日太子进宫了吗 没有 太子殿下说 前天去看过皇后娘娘 昨日宫中 也并没有特别的事发生 张本初点了点头 依旧紧促着眉头 义父 该出发了 张瑶提醒 张本初想了想到 姚儿 你再去一趟太子府 让太子过来一趟 张瑶有些不解 不过还是领命离去 半个时辰后 张瑶回来禀报 义父 太子殿下进宫了 进宫 为何这个时间进宫 说是陛下传诏 也许是商议惯理之事 张本初眉头深锁 心中愈发不安 义父 时间不早了 张瑶再次提醒 张本初犹豫了半晌 开口道 今日行程取消 你派人去太子府盯着 太子一回来 立刻通报 是 义父 张瑶感觉有些莫名其妙 自从那些报纸 登了张家的很多事后 义父就变得有些神经兮兮的 而且 脾气也比往常暴躁了很多 皇宫 御书房 每隔一个时辰 皇城寺的情报网 便将消息传入宫中 张府并无动静 国舅爷并未外出 皇后娘娘 已经到达新国寺 皇后娘娘 未与任何人接触 皇后娘娘想要见国杖 但国杖正在清休 并未与之相见 时间飞速流逝 黄昏降临 余霞乘起 一队禁军 护送着豪华的马车 缓缓驶入宫门 陛下 皇后娘娘已经回宫了 听到最新的禀报 齐皇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下来 身上的杀气也慢慢消散了 曹公看了眼齐皇 紧张道 陛下 也许是一场误会 误会 齐皇冷哼了声 虽然今日张本处没有去 但不代表一切都是误会 这种事 心中一旦生疑 就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那对姓陈的父子审了吗 审了 也调查了 那个叫陈广的 确实在张府做过家丁 不过他所说的是 尚无法证实 年头太久 查起来需要时间 不论用什么办法 在太子管理之前 正要一个明确的答案 是 陛下 老奴一定查出真相 不负陛下所托 记住 秘密调查 老奴明白 齐皇想了想 太子在何处 安排在东宫 正在跟礼部侍郎商谈管理事宜 时间不早了 让他们回去吧 是陛下 曹衡松了口气 这一天总算熬过去了 第188章 可悲的命运 入夜 张府 义父 张瑶走到房门口敲了敲门 进来 听到声音 张瑶推门走近 如何 回义父 陛下 今日赵太子殿下进宫 是商谈管理事宜 还叫上了礼部侍郎 张本初一听 暗自松了口气 看来是自己太过紧张了 自从那些报纸一通乱写后 他便犹如金宫之鸟 稍有风吹草动 便会疑神疑鬼 陷入惶恐之中 此时放松下来 他有些后悔 今日没有去新国四复会了 义父 见义父在发呆 张瑶轻唤了声 张本初回过神笑了笑 姚儿 你做得很好 义父谬赞了张瑶婉儿 然后一抱拳 义父早点休息 姚儿告退 等一下 张本初出声叫住他 义父还有事 姚儿 我给你准备了一套衣服 张本初从床上 拿起一套锦衣递过来 衣裙是名贵的锦缎制成 金丝锁编 刺绣精美 华丽的有些闪瞎眼 女人都很难抵挡漂亮的衣服 况且 这套锦衣 华丽的有些过分了 明显是特质的 义父 这是给我的 他惊喜的一抬头 发现义父看自己的眼神 他的心中顿时咯噔一下 笑容僵住 这种炙热的眼神 他从太子眼中看到过 还有很多其他男人 他不是真正的张家大小姐 他是从底层一步一步爬上来的 他懂男人用这种眼神 看自己的时候 心里在想什么 张本初轻咳了两声 将锦衣放到他手上 你穿上试试 谢谢义父 他抱着锦衣想走 但被张本初一把握住了手腕 就在这里是 他娇躯一颤 去屏风后面 张本初看着他 眼神中带着一丝不容抗拒的威严 他不敢违抗 轻咬了下 朱唇点了点头 张本初松开了他的手腕 他捧着锦衣走到屏风后 将锦衣搭在屏风上 然后隔着屏风看了一眼 接着一咬牙 解开裙带 脱去外衣 灯火摇曳 发着昏暗的光线 将他恶懦的身影 投射在屏风上 张本初盯着屏风上的倩影 眼神迷离 不一会 张瑶从屏风后走了出来 原本就姿色极佳 换上华丽的锦衣后 让他看上去 如同一位真正的贵族的公主 风姿绰约 美艳迷人 张本初眼睛一亮 瞳孔放大 昏暗的灯光中 张瑶的美艳的脸庞 渐渐化成了另一个绝色少女 当年他之所以选她做异女 正是因为他的五官跟他有些相似 一样的柳叶眉 一样的大眼睛 一样的穷鼻 一样性感迷人的珠唇 千千 你回来了 他走上前 一把握住张瑶的御手 张瑶身子一紧 他这下什么都明白了 这一群是娘娘的 义父和娘娘之间 这个家族 似乎比那些小包上写的还要变态 他现在将我当成娘娘 他顿时感觉到一阵恶心 义父 我是姨 不要说话 顺从我 张本初抓着他的手 眼神中有些疯狂 这把他吓到了 过来 坐下 他将她拉到梳妆台前 按着他的御间 让他面对着同镜坐了下去 我已经很久没有给你梳头 他取下张瑶的发簪 将他竖着的头发解开 一头绣发散落下来 张瑶紧紧地揪着衣袖 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着 他像一个木偶一样 任由身后的男人摆弄着 这个男人是他的义父 他不能反抗 也不敢反抗 否则他奋斗这么多年得到的一切 将会全部失去 身后的男人梳着他的头发 缓缓将头埋到他的绣发之中 清绣着他发丝的清香 千千 你好美 他亲吻着绣发 吻到了他的后颈 看着铜镜中 那张虚伪的脸颊贴到自己的耳边 他僵硬的身体 一动不敢动弹 突然 一双火热的大手 顺着领口伸了进来 他颤抖了一下 本能地想要阻止 不要违抗我 耳边传来威胁的声音 他痛苦地闭上眼睛 任由一切发生着 次日卯时 微弱的晨光 慢慢驱散了黑夜 吱的一声 房门打开 张瑶走了出来 他双手环抱着 像是在抵御寒冷 他红着眼 想哭 秦瑶 不要哭 你要坚强 他本性情 在被张家收作异女后 才改姓张 秦瑶 你现在还没资格哭 这点是算什么 你必须变得强大起来 只有变得强大了 你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 只有那时候 你才有资格流泪 他紧咬着牙关 将泪水咽了回去 当年给张家接生的婆子 在第二天便失踪了 相关的几名丫鬟 也都死得死 消失的消失 皇城司中庭卡楼顶层 司空记向曹衡禀报着 他虽不明白 义父为何要调查这些 但从查到的这些信息 也能猜测出一二 就没有一个活口 曹衡问 那晚的详情 恐怕只有国战一人知道了 司空记说完忍不住问 义父 张家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不该问的不要问 曹衡瞪了他一眼 义父教训的是 皇后娘娘入宫前的贴身丫鬟查了吗 查了 当年陛下特别恩准 让娘娘带着贴身丫鬟一起进了宫 正是现在皇后娘娘身边伺候的宫女 叫云雁 曹公愣了一下 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接着查 皇后娘娘入宫前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要查得清清楚楚 还有张国舅 记住 秘密的查 不得惊动任何人 曹衡吩咐后 便离开了皇城司 一个时辰后 一名小太监来到慈宁宫 内务服务发放一些南方运来的贡果 还请一二姐姐去领一下 我让小雨去吧 这次除了贡果外 还有一些珍贵的其实 娘娘的喜好 只有一二姐姐知道 还是一二姐姐亲自去一趟比较好 好吧 我自己去 云一二点了点头 跟着小太监来到内务府库房 东西呢 库房空荡荡的 什么也没有 一二姐姐 得罪了 小太监一直点在云一二的胸口 封住了她的穴道 小丽子 你干什么 你想死吗 小太监躬身退到一边 大太监曹衡走了出来 云一二脸色一寒 曹公公 你这是什么意思 曹衡面无表情地看着云一二 你是从张府跟着皇后娘娘进宫的 应该知道很多事吧 第189章 张家灭 黄承丝 天牢 一盏破旧的油灯挂在墙上 炉中的炭火 发出幽民般的火光 光线昏暗 阴森可步 靠墙的木架上 放着一排袖极斑斑的刑具 不少刑具上 还残留着干涸的早已发黑的血迹 令人毛骨悚然 曹公公 你疯了 你敢怀疑皇后娘呢 云一二被绑在刑架上 她用力挣扎了一下 但不过是徒劳 曹衡坐在破旧的桌边 翻看着一大案卷 云一二是皇后娘娘的贴身宫女 身份地位很高 当然是不能轻易动的 但陛下给她的时间所剩无几 她已经别无选择 即便最后没有查到确凿的证据 以陛下多疑的性子 皇后失宠 太子一主 都已是板上钉钉之事 所以她并不担心 半晌 曹衡放下手中案卷站起来 云一二 母亲云娘是张皇后的奶妈 六年前离世 你一直陪伴着皇后娘娘长大 是这世上最了解皇后娘娘之人 曹公公 你最好马上放我 否则娘娘不会放过你的 你是个聪明人 应该明白 老奴竟然敢拿你 意味着什么 云一二眼中闪过一丝慌乱 他当然知道意味着什么 是陛下要这个老太监 调查皇后娘娘 也就是说 陛下怀疑娘娘 恐怕不只是怀疑 曹公 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咬牙说 曹衡咧嘴一笑 他走到靠墙的木架前 挑选着刑具 每拿起一件刑具 他都要仔细打量一番 然后又放下继续挑选 这是心理战术 云一二看着曹公手里奇奇怪怪的刑具 惊恐地颤抖着 最后 曹公挑了一块不规则的烙铁 走到炉火边 他将烙铁插进炭火中 木炭被搅动 发出噼里啪啦的炸响 火星四射 即便是最有血性的汉子 也无法承受这些酷刑 丫头 我劝你如是招了吧 免得受这些皮肉之苦 曹衡说着 看了他眼 眼神阴质 冰冷 令人遍体生寒 因为太过害怕 云一二郊区不停地站立着 全身冷汗淋漓 尚未用刑 他就已经快要崩溃了 曹公说的没有错 没有人能承受这些酷刑 何况是一个细皮嫩肉的宫女 两个时辰后 他拿着一份厚厚的笔录 承到了齐皇的手中 皇宫 御书房 齐皇看完所有笔录内容后 脸色铁青 但并没有暴怒 反而陷入沉默 曹衡不敢说话 时不时偷瞄一眼 他知道 这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 云一二一直陪伴着皇后娘娘 他的证词中提到了极点 国舅与娘娘亲密无间 国舅曾偷偷在娘娘房中过夜 而且不止一次 那时娘娘已是花季之灵 入宫前 国长亲自带着府中的大夫 给娘娘整过脉 第二天 那名大夫便人间蒸发了 给娘娘检查身子的女官 收了一千两银子 事后也是娘娘指使他杀的 也许证词还不够直接 但已经足够了 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 齐皇平静的有些诡异 也不知过了多久 皇帝老儿一握拳头 终于开口了 我要这京都 再无一人姓张 曹衡微微站立了一下 入夜 一对黑衣人 悄无声息地出了皇城司 张福 内宅房间 一个架子上挂着华丽的锦袍 正是张瑶前天穿的那件 张本初站在架子前 轻轻抚摸着锦袍 这是他曾经送给皇后娘娘的 那时候他刚满十六岁 却已经出落的如花似玉 倾国倾城 十三岁那年 他就已经知道 他是抱养的 并非自己的亲妹妹 从那时开始 他每次看见他 便会感觉到不同 他也被自己的才华吸引 正如小侯爷所料 两人一个才华横溢 风流倜傥 一个国色天香 倾国倾城 朝夕相处之下 终于一发不可收 娘娘十六岁那年 他找了最好的一将 缝制了这件锦袍送给他 那碗他穿上了 让他惊为天人 也就是那碗 他们打破了静静 他入宫后 他曾无数次在梦里 梦到他穿着这件锦袍 为自己起舞 张本初抚摸着这件锦袍 眼神慢慢变得火热起来 来人 传言过来 是 老爷 丫鬟领命后 紧张地退出房间 最近老爷脾气阴晴不定 已经有好几个丫鬟遭殃了 张本初等了话 他正有些不耐烦时 听到外面传来一阵 嘈杂的喧闹声 来人 他气得大喊 房门平的一声被推开 十几名黑衣人 手直刀剑冲了进来 这些黑衣人身上 溅满了血迹 你们是什么人 敢闯国救府 张大人 你已经不是国救了 为首的黑衣人拉下面罩 正是大太监曹衡 事情机密 所以曹衡亲自出马 张本初一屁股跌坐在地 顿时面如死灰 他知道结束了 绑起来 一名黑衣人 封了张本初的穴道 然后将他捆绑成棕子 曹衡看到架子上 华丽的锦袍 走过去摸了摸 示意道 戴上 一名黑衣人 迅速取下衣服包上 等了片刻 一名黑衣人走进来禀报 已经没有活口 曹衡想了想到 陛下应该不想再看到这座宅子 烧了吧 入夜 太子府 令人疯狂的交喘声 弥漫着整个房间 两久 伴随着太子的一声叫喊 房间中慢慢安静下来 表姐 你越来越让本太子满意了 殿下满意就好 时间不早了 我该回去了 张摇下的床 熟练地穿着衣裙 早已没有了之前的羞怯之态 穿好衣裙后 他走到床边 温柔地帮太子盖上被子 殿下好好休息 我走了 姚姐 要不我跟舅舅把你摇过来 张摇表情一僵 立刻摇了摇头 殿下大婚再急 再等等吧 也好 太子点头硬道 他玩耳一笑 一低头 主动献上香吻 只有把握住太子 自己才有未来 所以 他必须要让太子离不开自己 但偏偏天意弄人 他不知道自己付出的一切 都只不过是徒劳 片刻后 他离开了太子的房间 张摇刚走 一队禁军冲了进来 将太子强行带回了皇宫 此时的张府 也已经化成了一片火海 第190章 一次改变历史的会面 一夜之间 整个张府化为灰烬 次日四时 大火才被扑灭 然后从废墟中里面 抬出了两百多具尸体 无意生还 张府被灭门 瞬间震惊了整个京都 虽然经照尹衙门 黄成司 以及成卫军全都出动了 但似乎没有什么大动作 这些衙门 都只是按部就班的调查 甚至显得有些敷衍 这让很多人无法理解 也让很多聪明人 意识到了什么 苏家别愿 大厅 苏户紧促着眉头 在大厅里走来走去 张家被灭门的消息 令他很不安 张家不是一般的贵族 是当朝国旧府 想要一夜灭掉张家 整个京都能做到的 又敢这样做的 恐怕只有一个人 但他想不明白 张家到底做错了什么 还有三天 就是太子冠礼之日 突然出了这种事 会不会影响到太子 从而影响到接下来的大婚 爹爹 苏颖快步走进大厅 打断了他的思绪 野儿 有事 我听说张府出事了 是什么情况 还不清楚 我也在等你大伯上朝回来 出了这种事 太子大婚是不是要推迟 不知道 还得看圣上旨意 国舅死了 太子此时大婚 肯定不合适 谁说国舅死了 苏户瞪了女儿一眼 苏颖尴尴尴尬一笑 不是说没有活口吗 你这是什么表情 看着女儿高兴的样子 苏户有些无语 这时 一名家丁走进来通报 尚书大人来了 回去好好准备婚事 莫要耍小性子了 苏户叮嘱了一下女儿 走出大厅 刚到院中 便迎上了快步走来的苏慎 兄长 如何 苏慎眉头伸锁 摇了摇头 不清楚 不清楚 苏户愣了下 接着问陛下怎么说 陛下的态度很奇怪 只是向征信的 让各个衙门调查 不仅没有大发雷霆 反而有些平静 张家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张本初前几天 还参与了朝改议会 能做错什么 会不会是老侯爷 绝对不会 苏慎摇了摇头 老侯爷刚在京都站稳脚跟 没有这个能力 更没这个胆子 那就只剩下 苏户没敢说下去 不过苏慎当然懂 兄长 这件事绝不简单 其中恐怕有很多 我们不知道的隐情 必须在太子大婚之前 弄清为好 苏慎点头赞同 刚刚下潮 恐怕现在所有人 都在打听这件事 不过聪明人 绝对不会明着打听 苏慎想了想到 我现在不便出面 护弟 已去一趟太子府 好 我马上去 不妨戴上眼儿 苏慎犹豫了下 点了点头 一刻钟后 一架豪华的马 驶出尚书府别院的大门 马车中 苏颖将窗帘 掀开一道缝隙 朝外面张望 苏慎黑着脸提醒 我刚当的话 你都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爹 我觉得 咱们可能会白跑一趟 你觉得太子殿下 也不知情 我觉得 咱们见不到太子 苏慎疑惑的 看了女儿一眼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苏颖俏皮的笑了笑 女儿整日 被你关在屋里 大门都没出过一步 能知道什么 正在这时 马车突然停了下来 前面的护卫 打马过来禀报 家主 前方有人拦路 说要给您送封信 什么人 苏护掀开车连问 是一位姑娘 说是清一楼的人 苏颖一听 还不等父亲开口 抢先道 快带她过来 清一楼的楼主 现在是小猴烈 别人不知道 他是知道的 苏护瞪了女儿一眼 不过没有反对 很快 护卫带着一名 黑群女子走来 是清一楼的南烟 南烟姑娘 姓呢 苏颖曾在苏州 与南烟见过 两人认识 南烟看了苏颖一眼 取出一封信 递给苏护 苏家主 我家楼主 在城东天香楼 恭候大驾 不必了 我与你家楼主 没什么好谈的 苏家主 还是先看完信 再决定吧 南烟说完不再停留 转身离去 苏护看着手中的信 犹豫了一下 拆开看了看 爹 写的什么 苏颖见父亲不说话 一把姜姓抢了过来 只见上面写着 太子府一封 苏家主不必白跑一趟 欲知张府之事 可来天香楼一叙 爹 咱们去天香楼吧 胡闹 那小子鬼话 也就你会信 苏护气得瞪了女儿一眼 她是无论如何 不相信太子府会被封的 苏颖狡黠一笑 爹 要不打个赌如何 赌什么 如果太子府封了 咱们就去天香楼 片刻后 马车来到了太子府 太子府的大门紧闭着 门口守着几名侍卫 太子殿下身体抱恙 不见客 请回 这些侍卫拒绝了 所有来访之人 连苏护与苏颖也不例外 只好带着苏颖重新回到马车上 掉头返回 爹 太子府也出事了 太子府能出什么事 太子府门口的侍卫有些不对 苏护其实也发现了 太子府门口的侍卫 披着银甲 配着刀剑 全副武装的姿态 跟以往完全不同 像是禁军的装扮 还有 这些侍卫不论谁来拜访 都直接赶走 连通报都不通报一声 明显发生了不同寻常之事 苏护思索了一下传令道 去城东天香楼 苏颖露出喜色 一刻钟后 马车来到了天香楼门口 苏护掀开窗帘 看了眼天香楼的招牌 他有些犹豫 此时与小侯爷见面 若是被人发现 传到太子耳中 会让太子怎么想 不过太子府的事 还有张家的事 他必须弄清楚 京都这段时间 不知有多少家族陨落 连张府都在一夜之间被摧毁 一旦消息闭塞 行差踏错 引来的便是致命打击 爷儿 你在马车里等着 爹 看住大小姐 苏护不给他开口的机会 直接下了命令 然后带着两名护卫 进了天香楼 苏颖急的在马车中直跺脚 苏家主 请 男爷引着苏护 来到天香楼三层 走进一间清幽的茶室 相爷 看到茶室中 一头白发的老侯爷 苏护愣住 约他的不是小侯爷 而是老侯爷 第191章 一次改变历史的会面2 大小姐 你不能下去 马车停靠在天香楼外的路边 苏颖几次 想要下车 都被护卫拦住了 急得他差点想要强闯 银儿 我来了 突然 一个嬉皮笑脸的家伙 突然来到马车边 小侯爷 苏颖一脸惊喜 便要下马车 两把刀剑伸出来 交叉的拦在他面前 大小姐 家主有命 让你待在车厢中 不得离开 你们好大的胆子 苏颖气得咬牙切齿 大小姐 莫要为难小子们 要不 我上去 纪怀安无耻的笑道 苏颖愣了下 然后红着脸点了点头 那你上来吧 这 几名护卫面面相去 不知如何是好 可 苏家主的命令 是不让苏大小姐下去 你们也不算违抗命令 纪怀安说着 从交叉的刀剑下方钻了过去 两名护卫还没反应过来 小侯爷已经钻进了车厢中 一二 小侯爷 苏颖一头扑到他的怀里 纪怀安搂住苏颖柔软的先腰 两人像是久别重逢的恋人一般 紧紧相拥在一起 天香楼三层茶室 老侯爷哈哈一笑 抬手示意道 苏家主 请坐 侯爷有命 自当遵从 寄来之子安之 疏忽淡定地坐到老侯爷对面 老侯爷满面笑容道 上次与苏家主见面 好像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已有十一年 那时候侯爷刚到江南 初到江南时 还承蒙苏家主照拂 侯爷说笑了 你我两家都是从江南来到这京都 应该多情境才是 侯爷是回归京都 重掌朝堂 苏某只是来京做客而已 岂可相提并论 苏家主谦虚了 侯爷今日约苏某前来 不会是只是闲话家常吧 哈哈 苏家主莫急 先尝尝这茶如何 老侯爷给苏户倒了杯茶 抬手示意 苏户端起茶杯 清秀了下茶香 浅尝了一小口 西湖龙井 还是清明时期的出茶 好茶 苏户说着 扎了扎舌 一饮而尽 久闻苏家主爱茶 特意为苏家主准备的 老侯爷说着 又给苏户倒了一杯茶 侯爷有心了 茶虽好 但若心不敬 也无心品尝 请侯爷说正事吧 老侯爷咧嘴一笑 本侯今日是来替犬子 向苏家主提亲的 苏户表情一僵 侯爷莫要说笑 张家已彻底覆灭 张皇后和太子即将被废 苏家主若还想着做太子乐仗 恐怕要失望了 你说什么 苏户震惊地站了起来 苏家主莫急 且听本侯戏说 片刻后 苏户听完老侯爷的话 一脸苍白 呆若木鸡 沉默了半赏 苏户才颤声问 这些都是真的 苏家主难道觉得 是本侯编呢 苏户摇了摇头 抱拳道 多谢侯爷告知 侯爷这个人情 苏某记下了 这个今天的消息 对苏家来说极为重要 苏家若不早做应对 还傻呵呵地准备着 苏盈与太子的大婚 恐怕迎接他们的 将是天大的祸事 苏家主打算怎么做 老侯爷问 回去跟家兄商量一下 再做打算 不用考虑了 回去后即刻返回江南 越快越好 最迟不能超过明天 苏户点了点头 他也是这样想的 除了这样的事 再留在京都 随时都会被太子和张家牵连 陛下本就想打压门法 现在没有了太子这层关系 等陛下处理完太子和张家 说不定就会拿苏家开刀 多谢侯爷提醒 家兄在京都 还望侯爷照付一二 只要苏家在江南不倒 苏尚书便不会有危险 老侯爷想了想 接着到 苏家主回到江南后 可以悄悄做两件事 买两件 苏户问 鸡草屯粮 招兵买马 苏户再次震惊了一下 侯爷何意 若是天下大乱 有备无患 侯爷是否过滤了 苏户对大齐的形势 显然没有老侯爷那么悲观 江南一向安稳 百姓安居乐业 虽然因为陛下 被江湖出手整顿 逼得不少江湖人士 落草为寇 上山为匪 但除了路门山的天王军 小有规模外 其他的都不成气候 要说天下即将大乱 他的确有些不幸 苏家主默妖忘了变法一世 看了眼老侯爷 侯爷为何要帮我们苏家 老侯爷哈哈一笑 苏家主忘了 看来本侯刚刚为犬子提亲之事 苏家主根本没放在心上 苏户不由一阵尴尬 这件事 老夫会郑重考虑 半年之内 会给侯爷一个答复 好 我等苏家主的好消息 告辞 本侯不便出面 就不送了 苏户离开了茶室 苏家的马车停在路边 时不时传来轻微的摇晃 守在马车外的护卫 一个个精神紧张不已 他们盯着天香楼的大门 只能祈求家主晚点出来 但是怕什么来什么 家主没多久就出来了 嗨嗨 护卫使劲地咳了几声 家主 苏户还离得老远 一名护卫便恭敬地喊了声 苏户刚到车边 车帘掀开 小侯爷走了出来 嗨嗨 苏家主好 小侯爷一脸甘尬地抱拳行礼 爹 苏颖也跟了出来 满脸娇羞之色 苏户看了眼小侯爷 没有理会 然后狠狠地瞪了女儿一眼 回车上去 苏颖不舍地看了眼小侯爷 钻回车厢 苏户从他身边走过时 小侯爷小声道 岳父大人慢走 小侯爷 老夫尚未答应 现在这样称呼 为时尚早 小旭知道 岳父大人是不会棒打鸳鸯的 苏户仔细看了看他 道 要想配得上眼 你还需努力 苏户说完便上了马车 驾 车夫一打马 驾车驶去 江南第一世家的苏家主 与老侯爷的这次见面 被后世称为 是一次改变历史的会面 第192章 帝王无情 入夜 慈宁宫 张皇后焦急地 在房间中走来走去 云烟昨天被小太监叫走后 一直没有再回来 她想派人去找 结果发现 整个慈宁宫被禁军包围了 谁也出不去 她惶恐不安地度过了一整天 让开 我要去见陛下 陛下有指 娘娘不得离开慈宁宫半步 你们好大的狗胆 奴才奉陛下旨意 请娘娘恕罪 她再次被挡了回来 出事了 一定出事了 回到房间 她有些不知所措 突然 七皇推门走了进来 听说皇后要见朕 臣妾叩见陛下 陛下万福惊安 皇后紧张地跪拜了下去 皇后不必多礼 七皇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一把抓住她的手 将她拉了起来 陛下 出了何事 为何不让臣妾出宫 皇后紧张地问 七皇呵呵一笑 因为朕想给皇后一个惊喜 什么惊喜 曹公公 拿进来吧 曹衡带着两名宫女走了进来 两名宫女双手托着一套华丽的锦袍 看到锦袍时 皇后顿时一脸惨白 面如死灰 这套锦袍 正是张本初为她定做的那件 即便化成灰她也认得 这是朕特意为皇后做的锦袍 皇后好像不喜欢 陛下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皇后紧咬着珠唇 还保留着一丝幻想 哪有什么误会 七皇冷笑了声 示意道 伺候皇后娘娘穿上 让朕欣赏一下 滚开 不要碰我 两名宫女拿着锦袍上前 但被皇后一把推开了 啪 七皇一巴掌 狠狠地将皇后扇倒在地 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伺候娘娘更衣 两名宫女 只好强行脱了皇后的外衣 将锦袍穿到皇后的身上 不错 好像很合身 这么多年 皇后的身材还保持得这么好 不容易啊 陛下 你到底想干什么 皇后颤抖着问 朕不仅为皇后 准备了这么滑贵的锦袍 还为皇后准备了一场大戏 看着齐皇一脸英致的笑容 皇后害怕地颤抖了下 走吧 这场大戏 皇后一定会喜欢的 齐皇发出一声名笑 天牢 光线昏暗 阴森可步 张本初被绑在十字行架上 一排秀极斑斑的刑具 摆在他面前 旁边的炉火中 插着已经烧红的烙铁 燃烧的木炭 时不时迸发出火星 张本初没有受刑 只不过被扒掉了外衣 赤着上身 他绝望地闭着眼 等待着死亡 咔嚓 外面的牢门打开 有人走了进来 初歌 听到声音 张本初颤抖了一下 缓缓睁开眼 只见皇后 穿着华丽的锦袍 出现在眼前 千千 初歌 你怎么样 皇后冲过来 双手抓着牢房的木栏 使劲地摇晃着 张本初也使劲地挣扎着 但她的四肢被绑得很紧 根本无法挣脱 泽泽 还真是兄妹情深啊 齐皇从皇后背后走了过来 露出阴森的笑容 陛下 都是臣妾的错 求求你放过她 张皇后跪扶下去 不停地叩头求饶 皇后这是干什么 快起来 齐皇一手抓住她的后颈 像林小姬一般将她提了起来 然后用力将她的脸 按在两根木栏中间 视线正好对准了张本初 陛下 求求你放了娘娘 要杀要寡 冲我来 行 那朕就满足国舅的要求 齐皇一脸变态般地喊道 来人 给国舅行临时之行 一名狱卒走进牢中 从一堆刑剧中 挑出一个袖极斑斑的刀片 走向张本初 不要 皇后撕心裂肺地哭喊着 挣扎着 但却被齐皇死死地按在木栏上 动弹不得 皇后 好好欣赏这场大戏 莫要辜负了朕的一片心意 一道血迹喷出 地牢中传来凄厉的惨叫声 啊 两道声音混合在一起 听上去骇人心魂 也不知过了多久 声音渐渐停了下来 行架上的张本初化成了一个血人 连脸上的肉也都被割了下来 整个人血肉模糊 像是涂在包皮后的牲畜 完全看不出人样 陛下 已完成1585刀 人已经死了 凌迟 是这世间最残酷的刑罚之一 齐皇亲眼看着张本初被凌迟处死 复仇的快感 刺激着他的神经 令他的表情变得扭曲而又争鸣 皇后 这场大戏如何 他松开手 早已昏死过去的皇后 如同烂泥一般瘫倒在地 震惊心准备的大戏 不看可不行 来人 颇醒 狱卒拎来一桶凉水 咬了一瓢 颇到皇后的脸上 你这个疯子 魔鬼 皇后醒来 看到血肉模糊的张本初 愤怒地冲向齐皇 想要与之拼命 但立刻被两名狱卒控制住 疯子 魔鬼 你们不也是吗 齐皇一把抓住皇后的长发 面目猙獰地笑道 大戏才刚刚开始呢 皇后似乎想到了什么 露出惊恐之色 齐皇抓着他的头发 将他拖到了隔壁的牢房 太子被绑在刑架上 瑟瑟发抖 瑶儿 皇后惨叫着 抱住齐皇的大腿 痛哭哀求 求求你放了瑶儿 你的怒火都让我来承受吧 瑶儿是无辜的 无辜 齐皇一脚将皇后踹开 露出邪恶的笑容 父皇 母后 这到底怎么了 太子哭喊着问 皇后爬到地牢门口 抓着牢门 瑶儿 别怕 你父皇不会伤害你的 将太子凌迟 齐皇冰冷的声音传来 陛下 他是你的孩子 他是太子啊 他是个野种 齐皇愤怒的吼道 皇后绝望的跌坐在地 齐皇看了眼太子 眼中闪过一丝痛苦 似是不忍 他转身准备离开 父皇 不要杀我 我害怕 我不想死 背后传来太子的声音 齐皇脚步一顿 内心像是被刀刺了一般疼痛 野种 他是野种 谋国者 必须受到最残酷的惩罚 让娘娘亲眼看着太子凌迟 他说完 狠心地走出天牢 第193章 陈王拜扣 送别 天牢 另一间牢房 一个老和尚坐在地牢中 手脚带着镣铐 凄厉地惨叫声 不停地从隔壁牢房中传来 让昏暗的地牢 更添了几分阴森恐怖 老和尚闭着眼 像是老僧入定了一般 不过隔头轻轻突起 脸上的横肉 时不时抽动一下 显示着他的内心 并没有表面这般平静 齐皇走到牢房门口 仔细打量着里面的老和尚 张斌 我都差点忘了你的样子 老和尚正是张家的老家主 张本初的父亲 也是张家 某国的始作俑者 因为泰国提心吊胆 总是噩梦缠身 所以他去了新国四清修 一入佛门便是十多年 原本以为成功在即 不想还是功亏一篑 听着齐皇的声音 他没有开口 也没有睁开眼 齐皇自言自语地说着 你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算计的 是不是从尹镇第一次 见那个贱人开始的 你有没有想过后果 对了 你的儿子已经死了 刚刚被镇凌翅处死 足足1585刀 老和尚脸上的青筋 抽动了一下 但依旧闭口不言 听见这惨叫声了吗 这是太子 不对 这是你们张家的野种 他正在被凌翅 我的好皇后 正在亲眼看着这场盛宴 你 秦兽 老和尚终于睁开了血红的眼睛 哈哈 齐皇发出一阵张狂的大笑声 朕不妨再告诉你 你们张家现在已经断子绝孙了 整个张府 连一只蚂蚁都没剩 温君 你迟早会遭天谴的 老和尚终于不淡定了 天谴 你这种谋国的逆臣 诸九族才是天意 成王败寇罢了 这大齐帝国 不一样 是文帝从他人手中谋来的 又有何不同 朕乃真命天子 又起事儿等这种萧小之徒 能够算计的 老夫说了 多说无意 你动手吧 老和尚说完 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这次无论齐皇说什么 他都闭口不言 来人 将这个老兔驴凌迟了 齐皇终于忍无可忍 老和尚轻叹了一声 突然开口道 齐宗鸿 你必将是大气的亡国之君 先割了他的舌头 在凌池后边湿 看到齐皇彻底被激怒了 老和尚邪恶一笑 齐宗鸿 老夫一家三口 将化作厉鬼 让你寝食难安 也不能寐 行刑的狱卒走进地牢 耗开张冰的嘴巴 将他的舌头割了下来 地牢中 传来淒厉的惨叫声 不过只持续了 很短的时间便结束了 张冰早已是行将旧墓之人 根本经不起折腾 很快便断气了 虽然人死了 但齐皇依旧让人灵蛇一千多斗 张冰 张本初 太子 张家爷孙三人 一夜之间相继被灵蛇而死 这便是齐皇的血腥报复 折腾了一夜 天已经快亮了 齐皇走出天牢 抬头看了眼天边的曙光 然后仰天喷出一口老血 陛下 曹公立刻搀扶住 摇摇欲坠的皇帝老 南城门外 驾 一队近百人的豪华车队 缓缓驶出城门 城外树里的山坡上 纪淮安躺在草地里 嘴里叼着一根狗尾巴草 红莲站在一旁 眺望着城门口的方向 少爷 来了 看到城门口的车队 红莲出声提醒 纪淮安一个鲤打挺站了起来 两匹马跟在车队的最后方 正是苏颖和苏府的护卫阿虎 一身男装的苏颖骑着马 时不时地回头张望 因为走得太慢 被车队越拉越远 小侯爷应该不会来了 旁边的阿虎说 哼 谁说我在等他了 苏颖生气地瞪了他一眼 阿虎咧嘴一笑 小姐的心思都写在脸上呢 苏颖生气地撅了撅嘴 臭坏蛋 连送都不送 以后再也不理他了 阿虎看着大小姐小女儿太的样子 不由正主 苏颖本身长得大气 阴气逼人 加上坐视干练 性格有种男子的爽朗 从未有过这种小女儿太之色 若不是知道是自家大小姐 恐怕还以为是外人易容的 大小姐 车队前方一名护卫打马飞奔过来 催什么催 苏颖以为 护卫是来催他们加快速度的 护卫尴尬一笑 大小姐 小侯爷前来送行 人呢 在前面 驾 苏颖一打马 从他身边飞驰而过 护卫哑然 走吧 阿狐打马追了上去 车队已经停了下来 小侯爷正在马车旁 跟苏家主说着话 爹 苏颖翻身下马 飞奔过来 苏护不满地瞪了女儿一眼 这丫头嘴里喊着老子 眼睛却盯着小侯爷 真是女大不中流啊 爹 你们先走 我很快就追上来的 听到女儿赶自己走 想跟这小子单独相处 苏护不禁有些窝火 岳父大人一路顺风 小侯爷跟着抱拳一脸 苏护看了眼小侯爷 欲言又止 不要耽误太久 苏家主丢下一句话 转身上了马车 看着车队缓缓驶去 小侯爷一把拉住苏颖的手 跑向山脚边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 我昨夜就出城来等你了 切 我不信 上次在苏州 也让你追出数十里相送 这次我又怎么会不来 看着小侯爷 一脸深情的样子 苏颖露出甜蜜的笑容 两人在山脚边的石头上坐了下来 苏颖依偎在她的怀里 对了 你刚才叫我爹什么 岳父大人啊 你胆子倒是不小 我还有更大的 她说着 搂住怀里的郊区 深深地吻了上去 宋君千里 终须一别 一个时生后 苏颖紧紧地抱住她 情窦初开的少女 舍不得离开晴朗 两人相处得时日不多 每次总是匆匆分别 什么时候来娶我 等京都稳定下来 我便回江南娶你 到时候再也不让你走了 好 我等你 苏颖松开她转身上马 头也不回地纵马离去 她怕一回头 就再也不想走了 第194章 脱离了低级趣味 自从那晚张家 爷孙三人被淋食后 皇后便被折磨得疯了 似是为了慢慢折磨她 祁皇并没有杀她 而是将其关在冷宫之中 一代绝色家人 母仪天下的皇后 最后成了个疯婆子 落了个不得善终的下场 这让冰冷的皇宫中 又多了一些寒意 皇帝老而被绿 还养了个野种当太子 这样的丑事 自然不能外扬 最后对外宣称 太子抱病而亡 皇后娘娘痛失爱子后 都敏锐地嗅到了什么 只是向征信地查了查 张家的事处理完毕后 祁皇受了太大的刺激 一病不起 连早朝也停了 因为没有了太子 整个京都的势力 又开始躁动起来 围绕着太子之争 将会展开新一轮的博弈 没有了太子和张家的阻碍 纪怀安将报社重新开了起来 不过严格控制内容 不沾半点朝政事宜 纯粹娱乐项 报纸上最受欢迎的 还是连载的金平梅 火爆程度难以想象 街头巷尾随时都能听到 人们在谈论这本书 金莲、大郎、西门大官人 这些角色在京都 几乎人人都耳熟能详 不少贵族小姐 还组织了读书会 时常聚在一起 讨论这本书 好在纪怀安写得极为收敛 并没有过多那方面的描写 否则恐怕会被迂腐的老学究们 集体声讨 故事火了 很多人开始追查起 作者兰林笑笑声是谁 不过小侯爷的保密工作 做得不错 除了红莲、赵雪、秀儿几个人外 没人知道是他写的 悠闲了几日 纪怀安带着红莲上街大采购 城东、兰花街 街上十分热闹 车水马龙 人来人往 公子 进来玩啊 公子 进来坐坐吗 几名衣着清凉的女子 站在青楼门口拉客 江南的女子矜持 这北方的女子倒是直接 纪怀安打量了一下拉客的姑娘 长得一般 不过尺寸有点夸张 公子 看到一个俊敲的公子看着自己 那个姑娘高兴地冲过来 想要去拉小侯爷的胳膊 退开 红莲一伸手 将其拦住 凶什么凶 女人瞪了红莲一眼 接着转对小侯爷眉开眼笑 公子 进来坐坐吗 我们这里的姑娘 可不是这种小丫头能比的 女人说着 故意挺了挺胸 挑衅地看了红莲一眼 红莲一眼中闪过一丝杀气 纪怀安看了眼庆楼的招牌 名字叫红秀招 姑娘 我没银子 她说完 笑嘻嘻地拉着红莲跑了 没银子 你看什么看 女人气得一跺脚 还往上拉了拉抹胸 好似自己吃了大亏一板 少爷怎么不进去 嗨 少爷 我已经脱离了低级趣味 是吗 红莲不幸地看了她一眼 这时 一名样貌清秀的少女迎面走来 公子 我家小姐想约公子一叙 你家小姐是谁 就在附近 公子见了便知 带路 公子请随我来 女子转身在前引路 结果转了一圈来到了红秀招的后门口 你家小姐住在这里 纪淮安甘大的笑问 正是 公子请 少爷 你已经脱离了低级趣味 旁边的红莲提醒 女子见纪淮安有些犹豫 说道 我家小姐并非青楼女子 只是暂时住在这里而已 公子莫要误会 哪有正经姑娘住在青楼的 少爷 我们走吧 红莲撇了撇嘴 拉着纪淮安便要离开 我家小姐非常欣赏小侯爷的才华 特别是那片金瓶梅 所以才约小侯爷一叙 听到女子的声音 纪淮安和红莲全都微微一正 对方知道 金瓶梅是自己写的 这让他倍感好奇 既然如此 那本少爷就会回你家小姐 纪淮安说着走进后门 红莲立刻跟了进去 女子引着纪淮安 红莲来到红秀招三楼的房门口 房间里传来月儿的情音 小侯爷 我家小姐在里面恭候 还请红莲姑娘在外面稍等 不行 红莲拒绝 放心 里面的女人吃不了我 小侯爷安慰地冲红莲笑了笑 此时他的修为已经在红莲之上 加上霸道的混员内力 能够伤到他的人并不多 小心点 红莲提醒 纪淮安点了点头 推开房门走了进去 女子立刻将房门关上 与红莲一左一右的守在房门口 悠扬的情音入耳 纪淮安瞬间想起了陆院 不过这种陌生之地 虚保持警惕 他立刻收回思绪 打量了一下四周 房间布置得清新雅致 并不像青楼女子的房间 反而像是大家闺秀的书房 隔着朱连 一名恶娜的倩影正在抚擎 纪淮安也不着急 坐到桌边欣赏起来 弹得不错 异曲忠霸 纪淮安鼓掌夸赞 能入得了小侯爷的法眼 是奴家的荣幸 女子声音婉转悦耳 颇为动听 姑娘还不出来 难道是要本公子进去 他嬉皮笑脸地问 小侯爷若是想进来 也无不可 还是姑娘出来吧 也好 女子站起身 扭着妖娄的身段 走到连边 玉碧青台掀开朱连 一个妩媚风情的女人 映入小侯爷的眼中 纪淮安表情一正 女子玩耳一笑 小侯爷认识奴家 如果我没看错 姑娘是国舅的义女 名叫张瑶 纪淮安说着 咧子一笑 之前为了对付张本初和太子 他将张家几代核心成员的资料 都看了几遍 张瑶虽是张本初的义女 但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他不仅看过张瑶的资料 还看过张瑶的画像 所以一眼便认了出来 纪淮安没有认错 女子正是张瑶 那晚张瑶 因为去夜会太子 逃过了一间 张府被灭 太子并亡 皇后发疯 他猜出张本初 与皇后娘娘的苟且之事 被七皇发现了 所以才落了个灭族的下场 可怜他为了上位 不仅委身于太子 还被张本初当成替代品侵犯了 对于张本初和太子的惨淡下场 他并不在乎 但他在乎失去的权利和地位 如今失去了所有的依靠 他将目光投向了小侯爷 因为小侯爷好色 而他的容貌和身体 便是男人无法抵挡的武器 第195章 蛇蝎美人 想不住 纪淮安仔细打量了一下张瑶 这个女人虽说不上角色美人 但美得很有特点 特别是恶魔的身段 和一双桃花眼 堪称妖艳 也许是刻意 她的每一个动作 看上去都妩媚勾人 能引发男人最原始的冲动 这让纪淮安想到了一个词 天生媚骨 这个词用在秦瑶身上 再合适不过了 小侯爷 奴家叫秦瑶 秦瑶嫣然一笑 朝他走了过来 仙妖翘臀 摇曳生姿 纪淮安猥琐地笑了笑 名字不过是个代号 不重要 小侯爷说得对 秦瑶心里吐槽 对你不重要 对老娘可是性命攸关的事 皇帝老儿灭了张家 甚至那些跟张家扯上 一点点血清的 也都没有放过 这段时间 京都姓张的已经灭绝了 他不确定 那晚张家被灭时 有没有人注意他不在 说不定黄承司 正在暗中找自己呢 秦瑶坐到她的对面 拿起酒壶 给她倒了杯酒 这女人明显早有准备 桌上摆了几个 精致的下酒小菜 秦姑娘约我来 不会只是为了 喝酒谈心吗 有何不可 是不是奴家长得丑 入不了小侯爷的法眼 秦姑娘要是丑 这京都可就没有 漂亮女人了 秦瑶眼嘴一笑 小侯爷真会说话 初次见面 我敬小侯爷一杯 纪淮安看了眼杯中酒 没有接 小侯爷不会认为 没错 毕竟在下跟姑娘不熟 一回声 二回熟 秦瑶玩耳一笑 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秦姑娘 我不喜欢女人拐弯抹角的 有什么事 姑娘不妨直说 秦瑶有些意外地 看了纪淮安一眼 这位小侯爷 似乎跟资料中所说的 有些不一样 既然小侯爷喜欢直爽 那奴家也不藏着掖着了 奴家想依附于小侯爷 还望小侯爷能够收留 姑娘现在的身份 怕是没人敢收留 纪淮安早已猜到了秦瑶的意图 张家被灭 太子暴毙 这个女人 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 其实 她只不过是张家的养女 黄承司也不会死追着不放 只要她离开京都 找个地方安稳生活 完全不成问题 但秦瑶显然不愿意 离开京都这个权力中心 她第一眼看到这个女人时 便感觉到 秦瑶跟其他女人不同 这个女人的眼神魅惑 同时透露着不小的野心 以小侯爷的家世和能力 给奴家一个安身之所 还不是轻而易举之事 那对我有什么好处 纪淮安笑眯眯地问 我为张家做事多年 对京都各个势力都了如指掌 而且掌握了不少贵族隐秘 我想 这些对小侯爷总该有用吧 纪淮安听完愣了一下 这个女人说的没错 她有价值 而且价值不小 见小侯爷面露犹豫 秦瑶哥哥一笑 接着道 奴家虽算不上才女 但平时给小侯爷出谋划策 又或是弹个曲儿 跳个舞 给小侯爷解解闷 相信还是可以的 能被张本处看上 收为义女并加以重用 这个女人自然有些本事 姑娘的能力自然无庸置疑 不过本公子贪图享乐 向来没什么追求 恐怕给不了姑娘 想要的 只能谢绝姑娘的好意了 纪淮安说着 遗憾地叹了口气 说了这个女人 确实对自己有帮助 或许帮助还不小 毕竟她在京都经营这么多年 有天然的优势 但这个女人野心太大 而且心思不纯 又曾是张本初的义女 想到张家混乱的男女关系 她忍不住看了情窑眼 狗皇帝都栽在张家养女的手上 自己还是不要找虑了 被小侯爷拒绝 情咬有些意外 这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本以为搞定这个风流好色的小侯爷 对她来说 不过是首到情来之事 没想到这个男人跟她想的完全不同 她轻咬了下性感的珠唇 换了一种楚楚可怜的神色 小侯爷 奴家并无苛求 只要小侯爷能够收留 为奴为婢也行 纪淮安嬉皮笑脸地问 听到她的话 情咬正主 为奴为婢 当然不行 无论是能力还是姿色 她也不至于沦落为奴婢 太子妃当不成 皇后当不成 她已经降低了目标 至少要做小侯爷的女人 而且要做正妻 做最重要的那一个 小侯爷 你这是故意在羞辱奴家吗 秦瑶脸色有些难看 可 在下说笑的 秦姑娘勿怪 纪淮安说着站起身 抱拳道 姑娘的心意在下心领了 可惜无福消受 这就告辞 小侯爷 奴家对你就这么没有吸引力吗 那倒不是 纪淮安说着话音一顿 瞳孔随之放大 因为秦瑶站了起来 当着她的面解开了裙带 丝质的一群滑落而下 洁白的雪景 光滑的香肩 诱人的沟壑 粉色的兜肚 平坦的小腹 杨柳般的细腰 风鱼的翘臀 性感的大长腿 小侯爷从上道下扫尸了一遍 使劲地咽了下口水 看到小侯爷的神色 秦瑶舞昧一笑 然后赤着狱卒走到她面前 双手勾住她的脖子 为了彰显诚意 我们可以先深入交流一下 培养一些感情 奴家相信 小侯爷一定会对奴家满意的 秦瑶吐气如蓝 身体几乎贴到她的身上 计划安插给没把持住 她叹了口气 只可惜在下无法让秦姑娘满意 她说着 拿开秦瑶的御手 狠狠地挖了一眼伸钩 然后转身逃命般地跑了 看着落荒而逃的小侯爷 秦瑶用力捏紧着拳头 眼中闪烁着无言的怒火 自己都脱光了宋上门了 但却还是被拒绝 这让他感觉受到了羞辱 小侯爷 你会后悔的 他恼怒的一把将桌子掀翻 韭菜打了一地 街道上 红莲看了眼小侯爷落荒而逃的样子 疑惑地问道 少爷 是什么人 一个漂亮的女人 那你跑什么 想不住 红莲眼嘴一笑 还有少爷想不住的女人 有一种美人叫蛇仙美人 他们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连自己的身体也会出卖 这种女人想得了一时 想不了一时 第196章 落魄的相遇 城东 南大街 这里是京都最热闹的几条街道之一 京都与乐报的 特制招牌独树一帜 吸引着来来往往行人的眼球 一个熟悉的人影 躲在豹射斜对面的街角 偷窥着豹射三楼的窗口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曾经的孙秀才 现在的新科状元孙玉 在这届科举之前 大七平民最多能进三甲 也就是同进士出身 孙玉是第一个平民状元 可以说是创造了历史 不仅如此 他还获得了陛下器重 被封为汉陵修传 加入朝改小组 齐皇甚至将土改政策 都交由他提笔 现在的孙玉 可以说正是意气风发 挥斥方求之时 但偏偏在这个时候 张家倒下了 张家算是他的靠山 若是按照以前的举荐制来说 张本初算是他的恩师 张家初事对他的影响 是极其严重的 好在齐皇对他很了解 知道他跟张家并无关系 所以才会受到牵连 有齐皇器重 他的前途自然还是一片光明的 但现在齐皇病倒了 最近连朝都不上了 没有了齐皇重用 便没有人将他放在眼里 因为出身低下 最近一直被朝中官员打压排挤 他虽是状元郎 但汉陵修传 也只不过是六品官职而已 在京都这种三品大员遍地走的地方 人人都能压他一头 加上他的性格过于狂傲 又不善于保关系 现在已经到了举步为奸的地步 从意气风发 到现在的窘境 只不过瞬息之间 这让他体验了一次 坐过山车般的人生起伏 此刻孙玉盯着报社三楼的窗口 他想看的不是别人 正是赵雪 赵雪是他的初恋 两人一起在平民区长大 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他曾经跟赵雪许诺过 金榜提名时 会用八台大叫迎娶他过门 如今想来历历在目 当一个人成功之时 最思念的便是那个 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他的人 对孙玉来说 这个人便是赵雪 为了给他凑盘颤 赵雪甚至冒险偷侯府的御佛 他回想起来 这一切仿佛发生在昨天 此时他很想冲进去 想告诉赵雪 他做到了 他不仅高中了 还是陛下清点的状元郎 他多么想去跟赵雪分享这一切 但他不能 因为一切都回不去了 从他将赵雪推向火坑那一刻开始 两人算是彻底决裂了 站了两久 窗口并未出现家人身影 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一个妙龄女子走到了窗边 向外眺望 雪儿 他紧张地躲到了旁边的摊位后 他不知道为何要躲 也许是心虚 也许是愧疚 报社三楼 赵雪省了半天 稿子有些疲乏 伸了个懒腰 走到窗边看了看窗外的天空 雪儿 累了 小侯爷今日无事 正好也在报社中帮忙 他走到窗边 帮赵雪按了按肩膀 不累 赵雪回过头 冲小侯爷羞涩一笑 小侯爷按着按着 手不老实地滑向赵雪的细腰 别闹 小心被人看见 那就关上窗户 孙玉躲在摊位的招牌后 偷看着报社三楼的窗口 当看到小侯爷时 他顿时双目喷火 接着又看到赵雪对小侯爷的笑容 他能看出来 那是发自内心的笑容 这让他无法接受 不可能 雪儿绝对不会看上他的 这时 小侯爷搂住了赵雪的仙腰 缓缓拉上了窗帘 这让他彻底崩溃了 我没有错 错的是他 是那个小畜生 原本对赵雪还有一丝愧疚 此刻也彻底化为乌有 见人 闲凭爱抚的见火 看着窗户关上 他愤怒地骂出声来 你骂谁呢 不买东西 滚一边去 摊主一把将他推开 狗眼看人地 他冲商贩吼了句 商贩是一个人高马大的北方汉子 听到孙玉的话顿时火了 一把将他拎起来 给了他两个耳光 然后将他摔倒在地 狠狠地踢了几脚 哪来不长眼的狗东西 也不打听打听 老子牛二是什么人 我配 小贩冲他身上吐了口唾沫 孙玉爬起来 冷冷地看了牛二一眼 看什么 不服气 信不信老子废了你的眼睛 牛二一脸嚣张 孙玉什么也没说 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摇摇晃晃地转身走了 城东 兰花街 孙玉摇摇晃晃地走来 那个小畜生是像爷之子 自己能怎么办 他不过是投了个好胎而已 他恨 但他又无能为力 不论是在扬州 还是在京都 对方都能像碾死一只蚂蚁一般 碾死自己 别说季家了 就连街上的小贩都敢欺负自己 什么狗屁状元 我就是个废物 他浑浑噩噩地走着 公子 进来坐坐吗 两名衣着清凉的花女 正在招揽生意 孙玉脚步一顿 扭头看了眼红袖招的牌子 转身走过去 公子 您这是怎么了 看到鼻青脸肿的孙玉 一名花女好奇地问 你管得着吗 小爷有银子 孙玉哼了声 一甩袖子走进大门 凶什么凶 有银子了不起啊 花女撇了撇嘴 另一名花女咯咯一笑 咱们这种地方 有银子便是眼 哪怕是个丑八怪 或是七老八十的 都得伺候 孙玉进了红袖招 要了一粥丰盛的韭菜 点了两个姑娘 学着贵族公子哥 左拥右抱地吃喝起来 红袖招三楼房间 情瑶失落地坐在梳妆台前 一脸不甘地 看着镜中的自己 他不想离开京都 但想变了所有的京都贵族 没有一个能让他可以依附的 原本小侯爷是最合适的人选 技嘉地位也高 为什么会有男人拒绝自己 还是那个风流好色的小侯爷 他甚至对自己的魅力 产生了怀疑 好在还有地方可以藏身 曾经是暗卫出身 后来被张本初收为异女 他暗中掌握了不少资源 像红袖招这样的地方 他还握着好几处 除了他的身体外 这些是他最后的资本 咚咚咚地敲门声传来 打断了他的思绪 谁 他警惕地问 小姐 是我 巧儿 他走过去打开房门 问 何事 丫鬟禀报道 小姐 楼下来了一个人 什么人 新科壮远孙玉 第197章 天造地设 秦瑶站在床边 看着醉得不省人事的孙玉 微微有些失神 孙玉高中后来过几次张府 他见过几面 不过印象不深 虽是状元 但那时还入不了他的眼 此时看着孙玉 不知为何 他从这个落寞的男人身上 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影子 遇刺新科状元 本应意气风发 不该如此颓废 因为技嘉 他从张本初口中 对孙玉有些了解 知道孙玉跟小侯爷之间的过节 他的处境似乎也不太好啊 他轻叹了声 也不知过了多久 孙玉捂着脑袋 头痛欲裂般的醒来 这是哪里 他坐起身 仔细回想了一下 好像自己是在青楼最陡了 这里是青楼 他打量了一下清新雅致的房间 露出一丝疑惑 这里似乎不像是青楼女子的房间 醒了 外巫传来一个悦耳的声音 似乎还有点熟悉 他立刻下了床 掀开猪帘走了出去 秦瑶坐在桌边煮茶 热气缭绕 茶香肆意 看到孙玉走出来 他一抬头 两人四目相视 同时愣了一下 这一瞬 秦瑶感觉到了 这个男人跟自己是同一种人 有野心 渴望往上爬 为达目的 可以不择手段 有能力 有野心 只不过缺乏机遇 不过只要陛下还在 这个男人便有腾飞之日 小侯爷虽然家世显赫 但缺乏上进心 太过无欲无求了 或许 他更合适 姚儿小姐 孙玉回过神 他们在张府见过 自然认识 奴家秦瑶 状元也请坐 秦瑶抬手示意 孙玉坐到他对面 这是哪脸 红袖招 青楼 姑娘怎么会在这脸 张家覆灭 奴家无处容身 在这青楼暂避几日 原来如此 同是天涯沦落人 状元狼未受牵连 又受陛下器重 身居要味 又怎么会跟小女子一般 一言难尽 茶好了 秦瑶说着 给孙玉倒了杯茶 这茶节酒 孙状元尝尝 孙玉端起茶杯 一口喝了下去 看着对面风情万种的女人 孙玉眼神有些恍惚 姑娘 我昨晚 孙状元昨晚喝醉了 是奴家让人扶公子上楼休息的 有劳秦姑娘 秦瑶玩耳一笑 接着给孙玉倒了杯茶 问 孙状元将来有何打算 京都的水太深 我在这里不加寡人 如履薄冰 只能苟且度日 能有什么打算 孙玉说着端起茶 一饮而尽 显得有些不甘 孙状元此言诧异 历代状元之才 都将飞黄腾打 孙玉摇了摇头 苦笑道 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出身低微 在朝中无权无势 被孤立排挤 又如何飞黄腾打 秦瑶整理了一下思绪 说道 孙状元虽非贵族出身 但有陛下信任 而且恰逢陛下一心变革之际 可以说是天赐良机 只要把握好机遇 将来必能一飞冲天 可惜陛下现在病重 陛下刚过五旬 身体一身健壮 病体迟早会康复 孙玉又苦笑了下 姑娘 你不了解我的处境 孙状元指的是技家 原来秦姑娘知道 如今相爷大权在握 敢问姑娘 以在下跟小侯爷的恩怨 要如何翻身 并不难 秦瑶给孙玉倒了杯茶 开口道 张家隐灭 司马家退出了京都纷争 如今这皇城中最大的势力 便是技家和苏家 老侯爷虽畏居相位 但与陛下一声嫌隙 苏家失去了太子 此时也只能低调行事 听着秦瑶的分析 孙玉露出惊讶之色 一个女流 将朝堂看得比自己还透彻 让她有些意外 孙玉出身平民 出入京都 秦瑶跟随张本初多年 论见识 完全可以吊打孙玉 姑娘积血 秦瑶喝了口茶 接着到 团结身边的力量 收买人心 静待陛下康复 齐皇多疑 既然陛下与老侯爷 以心生嫌隙 可分话挑拨 如何分话 秦瑶玩耳一笑 吐出两个字 苏家 孙玉愣了一下 不过她也是聪明人 很快便想明白了 这两个京都最大的势力 若是走得太近 以齐皇多疑的性子 必定不放心 孙玉想了想到 以继侯爷跟尚书大人的老谋深算 恐怕没那么容易抓住把柄 简单 老得无处下手 就从小的开始 秦瑶说着 狡黠一笑 孙玉眼睛一亮 豁然开朗 小侯爷跟苏家大小剑 关系不同寻常 之前在太子府 小侯爷为了苏大小剑 差点跟太子干了起来 完全可以拿小侯爷和苏大小剑 来大做文章 只要让陛下觉得 继家和苏家关系密切 就够了 看着孙玉豁然开朗的神色 秦瑶暗自点了点头 孙状元虽然见识不高 但很聪明 一点就透 这让他很满意 孙状元出身低下 这正是你的优势 在陛下眼里 你是最可靠 最没有威胁之人 也是朝改中最无私之人 只要陛下对继家和苏家起疑心 便是孙状元亦非冲天之时 姑娘见识非凡 聪贵过人 孙某受教了 孙玉站起身 胆激地向秦瑶行了一礼 孙状元使不得 奴家受不起 秦瑶忙站起身 扶住孙玉的胳膊 两人肌肤相处 孙玉微微一颤 抬头看着妩媚多娇的秦瑶 心中一阵激动 秦姑娘 你接下来有何打算 奴家已无处容身 若是孙状元不嫌弃 奴家愿追随孙状元 秦姑娘 你说真的 孙玉激动地一把握住秦瑶的玉手 她现在最缺的 便是能帮她的人 秦瑶无论见识 智慧都非同一般 点了点头 她好了 看着秦瑶妩媚动人的脸颊 她忍不住一把握住秦瑶的细腰 孙状元 奴家不是随便的人 秦瑶轻轻向她推开 孙玉一脸尴尬 是在下唐突了 奴家欣赏孙公子的状元之才 虽想委身于公子 但公子莫要觉得 奴家是个轻浮随便的女人 秦姑娘 在下绝没有这样想 在下发誓 孙玉刚举起手 秦瑶的玉手便封住了她的嘴巴 奴家相信孙公子 秦瑶说着 依偎到孙玉的怀里 嘴角泛起一抹笑意 第198章 抹除黑历史 承熙 一处普通的民房 孙玉打开门 带着秦瑶走近 秦瑶打量了一下简陋的房间 孙郎就住在这里 孙玉不禁有些尴尬 即便如此简陋的民房 还是她向张本出借钱买的 自从朝改后 官员奉禄锐减 她围观不过数月 加上汉林修传这个职务 没有半点油水 她的奉禄 也就勉强能让自己过上小康生活而已 若是再养个秦瑶 怕是会更加拮据 实在是委屈秦姑娘了 孙郎不必为银钱担心 我这里还有些积蓄 秦姑娘 遇到你 是我孙某此生最大的幸事 孙玉感动地握住她的手 秦瑶玩耳一笑 鼓励道 一时的落魄不算什么 只要公子有心 他日腾飞之时 莫瑶忘了奴家的好 放心 我孙玉发誓 此生都会是姑娘为珍宝 有孙郎这句话 奴家就放心了 秦瑶说着 寒情默默地看着她 孙玉一把抱住她 对着她性感的红唇吻了上去 大手扯开她的衣裙 几夕后 怀中的御人 已经被包成了小白兔 孙玉一把将她抱起来 放到床上 奴家出夜 还望孙郎联系 秦瑶娇羞欲低 姚妹 我会很温柔的 孙玉说着 一头扶了上去 一夜无话 唯有啪啪 次日晨时 一缕晨光点亮了简陋的房间 秦瑶赤着狱卒下了床 她看了眼睡得正香的孙玉 目光移到床单上的一抹烟红 嘴角勾勒出一抹狡黠的笑容 这小子有些差劲 毫无经验 略施小技 便将其骗了过去 虽然比不上小侯爷 大好拿念 秦瑶收回心思 捡起地上的衣裙穿上 她刚穿好衣裙 突然感觉到一阵恶心 忍不住捂着胸口干呕起来 吐了半天 什么也没有吐出来 着凉了吗 她走到桌边 倒了杯水送到嘴边 突然表情一正 似是想到了什么 呆着了片刻 她迅速放下茶水 快步走出了房间 一处偏僻的衣馆 老大夫给秦瑶耗了耗脉 眉开眼笑道 恭喜姑娘 是喜脉 你有没有弄错 老夫行医数十年 岂会连喜脉都耗不准 秦瑶脸色有些难看 用力咬牙道 这个孩子我不想要 给我开一份药 老大夫盲劝道 怀胎不易 姑娘三思 莫要多言 你拿钱开药便是 秦瑶说着拿出一定银子放到桌上 老大夫看了眼银子 叹了口气 转身取药 很快便将包好的药 送到秦瑶手上 他儿已有医院 强行打掉对姑娘的身体危害极大 而且会有一定的危险 还望姑娘慎重 老大夫叮嘱道 谢谢 秦瑶接过药 眼中闪过一丝异色 紧跟着吐出三个字 对不起 刀光一闪 一把匕首划开了老大夫的咽喉 秦瑶将桌上的银钉拿回来 转身离开 老大夫倒在血泊中瞪大着眼睛 死不瞑目 早晨的街道十分冷清 秦瑶从医馆后门闪身离去 回到住处 孙玉已经起床 姚妹 你去哪了 我去买了点早餐 秦瑶玩耳一笑 将买来的包子油条摆到木桌上 辛苦娘子了 孙玉高兴的一把搂住秦瑶 露出幸福的笑容 好了 我去打水给你洗脸 秦瑶温柔的语气中带着一丝羞涩 好 有劳姚妹了 秦瑶从院中的水井中打了一盆水 伺候着孙玉淑喜 玉哥 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嗨 跟街上的商贩打了一架 你是状元 是朝廷重臣 以后莫要跟那些贱民纠缠 听到秦瑶的话 孙玉一正 他曾经就是贱民 而且非常厌恶贵族 所以听到贱民二字 本能的有些不舒服 秦瑶看了他一眼 忙道 玉哥 你是要做大事的人 需要适应自己的身份 孙玉点了点头 我明白 谢谢姚妹提醒 饭后 孙玉去上衙了 虽然陛下还会上朝 但官员该干什么 还得干什么 况且他出来乍到 哪敢轻易矿工 孙玉走后 秦瑶派人去买了些崭新的家具 还有精致的茶具 瓷器 以及一些装饰品 将简陋的民房 重新布置了一遍 忙完后 秦瑶坐到桌边 他轻抚了一下小妇 神色复杂 小姐 你真打算留在这里 一旁的丫鬟问 还有更好的去数吗 他反问 小姐可以带领我们 经营好红袖招 还有其他几处产业 也可以活得逍遥自在 丫鬟说 秦瑶摇了摇头 那不是我想要的 小姐 孙公子虽是状元狼 但出身低微 在这京都恐怕难以立足 所以我们要帮他 秦瑶说着站了起来 走吧 去哪 回去取些东西 顺便杀个人 城东 南大街 一个人高马大的北方汉子 正在收拾着摊位 牛二 这么早收摊 可 生意清冷 早点回家 莫不是想去勾兰吧 嘿嘿 要不要一起 果然被我猜中了 今天不得空 改天约 牛二收拾完 推着小车往回走 刚走进一个偏僻的巷子 一个人影从他身边闪过 刀光割断了牛二的咽喉 牛二捂着喷血的脖子 倒了下去 红袖招 三楼房间 秦瑶坐在书桌边 整理着一堆文件资料 不一会 丫鬟走了进来 小姐 已经解决了 嗯 坐得好 丫鬟走近 看着秦瑶欲言又止 怎么了 林儿不明白 一个伤范而已 为何一定要杀了 丫鬟叫林儿 是他一手培养的暗卫 秦瑶头也不抬的说 他日玉阁封侯拜相之时 你猜这个牛二会不会对人说 他曾删过当朝相言 恐怕也没人会信吧 知道历史的人便会信 甚至还会拿来大作文章 所有有些黑历史 能顺手抹除最好 秦瑶说着手上的动作一停 似是想到了什么 他缓缓低下头 轻轻抚摸了一下小腹 半晌 秦瑶站起身叹道 走吧 这里不能留了 第199章 这个对手不简单 承熙 孙家民房 秦瑶坐在桌边 正正地看着面前的一碗汤药 半晌 他抚摸了一下平坦的小腹 孩子 这个时候 怎么能有孩子 况且还是 他甚至都不确定 这个孩子是太子的 还是义父的 这样的孩子 如何能生下来 他伸出鲜鲜玉手 碰到碗口时 又犹豫了 即便心再狠 他也是个女人 在这方面 有种天然的脆弱 身体里的血脉相连的感觉 让他无法下定决心 不能留 绝对不能留 他一咬牙 端起汤药 姚妹 我回来了 突然放牙回来的孙玉 把他吓了一跳 手中的碗打翻在桌 汤药撒得满桌都是 孙玉一看 急忙跑过来 将它扶开 烫着眉 没事 刚刚不小心 他说着拿起抹布 结果被孙玉抢了过去 姚妹 你歇着 我来收拾 孙玉擦着桌上的汤字 闻了闻 这是什么药 姚妹 你身体不舒服 他玩耳一笑 这是女人养颜的汤药 哦 孙玉傻呵呵地跟着笑了笑 玉哥 你过来 他将他拉到窗边的书桌前坐下 书桌上摆满了资料 这些事 孙玉疑惑地问 都是朝中大员的隐秘 你仔细看看 对你会有帮助 孙玉面色一喜 急忙翻看起来 见孙玉看得出神 他走回餐桌边 看着空碗一脸复杂 也许 这是天意吧 一个意外 让他决定将孩子留了下来 结果造成了日后更大的悲剧 入夜 皇宫 齐皇靠在床上 曹公亲自为着喝下一碗汤药 陛下 您感觉如何 朕很好 齐皇看了他一眼 问 都处理干净了吗 陛下放宽心 相关之人全都处理了 曹公回答道 齐皇满意地点了点头 扶朕下床走走 曹公立刻搀扶着 齐皇下了床 走出房间 朦胧的月光 笼罩着幽静的身宫 或许是太过清冷 显得有些凄凉 曹公扶着齐皇漫步走来 这几日朝中如何 朝臣们都担心陛下龙体 每日都来探望 不过都按照陛下的意思 拦回去了 天天来 他们都没事做吗 齐皇骂道 这些天象也主持着朝中事务 一切安好 齐皇点了点头 问 后宫呢 几位皇子与娘娘们 每日都来看望陛下 也都按照陛下的意思拦了回去 齐皇想了想 又问 几位皇子中 你觉得谁合适 曹衡吓了一跳 陛下 莫要为难老奴 你怕什么 朕若要杀你 早砍了 可 曹衡苦笑了一下 道 几位皇子还小 陛下可以再考察考察 老滑头 齐皇瞪了曹公公一眼 曹衡嬉皮笑脸道 陛下英明神武 两人走了几步后 齐皇正色道 传阵旨意 由纪贵妃和宁贤妃 暂待皇后之职 统领后宫示意 另外 通知下去 明日暗示早朝 是 陛下 曹衡眉开眼笑 十多天的休养 齐皇终于走出了内心的阴霾 次日早朝重开 仲臣见齐皇身体无恙 精神意还不错 一个个松了口气 齐皇此时若是倒下 京都避乱 这是所有王公大臣们 都不想看到的 朝政恢复后 一切按部就班的进行 原本被落下的朝改 也被重新提上了日程 经过张家的事一闹 律法改革几乎沦为空谈 此时只能暂缓 齐皇将重心放在土改之上 孙玉提交的土改政策 跟老侯爷的试点政策完全不同 主打的就是一个快准狠 全面实施 而且有一定的操作性 这让齐皇大家赞赏 最后 齐皇将土改交由老侯爷执行 孙玉配合 这个土改让老侯爷大为头痛 搞不好会天下大乱 好在全面推行土地改革 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准备工作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老侯爷用了一个托字诀 有了齐皇的信任 加上秦瑶的辅佐 孙玉拉拢了几名大臣 算是在京都站稳了脚跟 这个时候 他终于向纪家出手了 相辅 内院 季怀安看着手中的一份小报 脸色慢慢阴沉下来 这份小报的头版头条 写了篇报道 说的是他和苏家大小家的事 文章不仅将他曾跟太子 争风吃醋的事写了出来 还贴邮家族地说 季家已经暗中与苏家结亲 两家强强联手 完转朝堂 这篇报道看似没有问题 但实则其心可诛 若是传到齐皇耳中 以齐皇多疑的性格 轻则打压季家 苏家 重则 后果难料 红莲派人查一下这个小报的地址 查过了 人去楼空 季怀安郁闷地皱起眉头 他曾用这招对付过张家 没想到 现在被人用同样的方法算计 用自己想出的办法来对付自己 这个对手不简单 糟了 父亲上朝去了吗 他焦急地问 一大早便去了 跟我去追 少爷 来不及了 这个时辰 侯爷已经进攻了 季怀安一听极了 对方弄这么一篇文章 目的不言而喻 一定会想办法送到皇帝老手中 必须想办法阻止才行 若是皇帝老看到了 老侯爷又没有心理准备 容易吃大亏 自己没办法入宫 怎么办 他灵机一动 走 去公主府 少爷 我去牵马 一起去 实习后 两匹快马从乡府大门飞奔而出 皇宫 早朝结束后 其皇将老侯爷 孙玉 以及几名参与朝改的成员留了下来 叫到御书房商谈朝改事宜 一个时辰后 议会结束 老侯爷几人退出御书房 咦 谁落了东西 一名小太监从一边捡起一份小报 其皇一看是报纸 录出一丝疑惑 拿来给朕看看 小太监立刻将报纸呈上 其皇接过报纸展开一看 只见头版头条的标题写着 祭苏两家暗结殷亲 强强联手 统治朝堂 这是谁落下的 其皇身锁着眉头问 小太监看了下座位 回到 落在汉林院李大人的座位旁边 应该是李大人落下的 其皇收回目光 接着看文章的正文 第二百章 收斩马剑 薛权 小侯爷和长公主刚到宫门口 便看到老侯爷下潮出来了 对方时间拿捏得极好 没有给他们一点应变的时间 纪怀安知道已经晚了 估计报纸已经到了陛下手里 不过看到老侯爷平安无事 也算松了口气 我就说了 不用担心 即便父皇看见了 也不会被这种用心险恶的文章蛊惑的 长公主说道 可 公主扫扫英明 纪怀安嬉皮笑脸的说着 心思你那个皇帝老爹疑心多重 你是真不知道啊 长公主 小安 你们怎么来了 看到两人老侯爷有些疑惑 纪怀安拿出小报递给老爹 并简单地将事情说了一遍 看完报纸 老侯爷紧促起眉头 爹 要不要再进宫看看 完了 走吧 先回府 很快 两队马车回到了乡府 长公主知道他们有事要谈 没有停留 返回公主府去了 乡府书房 老侯爷 福伯 纪怀安先后走了进来 报纸查了吗 老侯爷一脸严肃地问 这些时日 他与苏尚书都十分小心 就怕有人拿纪家和苏家做文章 不过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查了 人去楼空 纪怀安苦笑 阿福派人接着查 好 福伯点了点头 对方明显有所准备 一定会抹出痕迹 想从报纸入手 恐怕有点难 纪怀安说 福伯愁眉道 现在连对手是谁都不知道 除了报纸外 也没有其他线索了 纪怀安想了想 对方不会明目张胆地将小报递给陛下 否则挑拨之意太过明显 所以一定会做得很巧妙 爹 谁跟咱们有仇 又能轻易接受到陛下 那可就多了 京中大员十有八九都对老侯爷仇视 上朝时 个个都能接受到陛下 不对 对方肯定不会在朝堂上做手脚 御书房的议会中 老侯爷立刻想到了一个人 孙玉 听到这个名字 纪怀安愣了下 当初孙玉高中状元 让他没料到 不过即便中了状元 孙玉在京都势单力薄 加上张家又倒下了 所以他并未放在心上 虽然只是盗版小报 但从印刷到发行 需要不少人手 孙玉没钱又没人 应该办不到 这时 纪怀安也想到了一个人 福伯 派人去兰花街的红袖招查一查 一个时辰后 相府的暗卫回来禀报 红袖招已经易主 里面不少人都已不知去向 至于张瑶 根本没人见过他 一定是他 纪怀安几乎可以确定是张瑶 现在应该叫秦瑶才对 这个女人很可能跟孙玉搞到了一起 纪怀安有些后悔了 这个女人比他想象的要聪明得多 早知道那天应该收了他 或者抓了宋皇城司令赏 又或者直接叨了 他不知道 如果那天真收了 他将喜当爹 现在这便宜爹让孙玉捡了去 要不派人将孙玉做了 他说 不知为何 这个曾经的穷酸秀才 给他一种很不安的感觉 所以他想杀了 以免后患 以前在扬州 他没将孙玉这个穷酸秀才当回事 毕竟原主这个顽固 在扬州欺难罢女而闯的祸太多 总不能把所有结怨的人都杀了 孙玉现在受陛下器重 此时动手容易引火烧身 况且陛下知道你跟他的恩怨 他若死了 陛下的怒火会直接降临咱们相府 老侯也否了他的提议 纪怀安知道 老爹说的没错 狗皇帝现在已经对季家生疑 现在杀了孙玉 狗皇帝会认为 季家手握大权 已经将他不放在眼里了 那么接下来 季家将会成为下一个被剿灭的对象 所以现在不仅不能杀孙玉 反而要保佑他 这段时间健健康康的 千万别出意外挂了 有点憋屈啊 正在这时 一名护卫来到书房门口禀报 侯爷 曹公公来了 三人听到禀报 全都露出凝重之色 老侯爷稍稍一震 立刻出门迎接去了 曹公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前院 老侯爷满面笑容地迎了上去 相爷 老奴是来宣旨的 曹恒说着 从袖中掏出一份圣旨 相爷 接纸吧 老侯爷愣了下 急忙跪下接纸 圣旨先是夸赞了一下 老侯爷这段时间的功绩 然后又说了一堆废话 最后说怕老侯爷太过劳累 收回御次战马剑 这到圣旨的最后一句话 才是重点 也是目的 老侯爷听完圣旨后 反而松了口气 陛下收回御次战马剑 是为了削他的权 即遭陛下猜忌 手握权力太大 是或非福也 被削了权力 其实是件好事 另外 圣旨开头说了一堆安慰他的话 说明陛下还需要他 并没有翻脸的意思 至少现在还是安全的 老侯爷二话没说 立刻起身将战马剑取出 交给了大太监曹衡 曹公 里面喝杯茶 不了 陛下让老奴早点回去交差 两人寒暄了几句 老侯爷将曹衡送到了大门口 这时 小侯爷追了上来 小子见过曹公 曹衡打量了一下纪怀安 夸赞道 小公子日益精进了 纪怀安心中微微有些惊讶 这老太监修为不简单 他最近没事就修炼 感觉到内力有些许提升 曹公过奖了 小子意外得到一个消息 送于曹公 他说着递过去一个纸条 曹衡疑惑地接了过来 不过并没有看 而是收进了袖中 这老太监 心思真多 不知道纸条内容的情况下 若是消息太过惊爆 会被人看出反应 亏探出心思 所以聪明人不会当面看 双方没有多说 老侯将曹衡送出大门 看着曹衡乘坐马车离去 老侯爷回声问 你写了什么 纪怀安咧嘴一笑 给孙壮远找了点麻烦 马车中 曹衡从袖中取出纸条 展开一看 只见上面写着 张本出一女张瑶 出现在兰花街的红袖招 以及承熙孙壮远家 曹衡看完后 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片刻后 他将纸条揉搓在一起 用力一握 纸条化成粉末 先去一趟黄承司 曹衡吩咐道 马车立刻转头 奔向黄承司的方向 纪怀安知道 以秦瑶那个女人的聪明才智 应该早有防备 黄承司应该抓不到人 但总得给他们找点麻烦 第201章 边境消息 小姐 黄承司的暗哨 还在监视着孙壮远 还有红袖招 一处僻静的民宅中 丫鬟正在向秦瑶汇报 不出纪怀安所料 黄承司并未抓到秦瑶 不过也确实给他们造致了不少麻烦 秦瑶皱眉道 看来所有人都低估了 记家的小侯爷 他只是与小侯爷接触过 小侯爷能通过盗版小报 猜到他头上 并联想到孙玉 这头脑跟资料上的 纹固小侯爷完全不同 原本以为凭借自己的身子 加上诚意 小侯爷定会守到秦瑶的 没想到那小子竟然 若不是他太过自信 也不会将红袖招 暴露给小侯爷 秦瑶写了封信递给丫鬟 吩咐道 将这封信交给玉郎 让他这段时间 莫要再与相扶起冲突 多花心思在陛下身上 是 小姐 丫鬟接过信 领命离去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风平浪静 已经被陛下猜忌 老侯爷只好放低了姿态 各种放权 对待朝改也是能拖则拖 并没有了之前的霸气 苏圣更加低调 甚至让一批上了年纪的苏家 嫡系官员离开了重要岗位 老侯爷与苏家的权力 被大大削减 让陛下也暂时放下心来 孙玉则趁机崛起 因为朝改受到陛下赏识 被提拔为中书狼 官职从四品 可以说是实现了飞跃 朝中虽有很多人嫉妒 但老侯爷和苏尚书 却并未反对 其他人也就无话可说了 受到陛下恩宠 手中有了权力 加上秦瑶的暗中辅佐 孙玉不仅在朝中站稳了脚跟 还笼络了不少官员 一切都在向着秦瑶 当初设想的方向发展 乡府 后花园 树上挂着一个精致的鸟笼 里面养着一只漂亮的金丝雀 老侯爷站在龙边吹着口哨 正在逗鸟玩 孩儿给爹爹请安 季怀安嬉皮笑脸的走过来 老侯爷恩了一声 问 最近忙什么呢 赚钱 习武 还有做学文 老侯爷愣了下 哼道 你说的做学文 是指写金瓶梅吗 季怀安尴尬一笑 爹 这书是大学文 老子不懂什么大学文 你写的时候最好收连点 现在京都的老学究都坐不住了 老侯爷气得瞪了他一眼 反正也没人知道 是我写的 你那报社被砸了 老子可不管 京都娱乐报 连载的金瓶梅 实在是太火了 虽然受到不少追捧 但也被很多迂腐的老学究 骂为低俗 下流 这段时间 总有一些读书人去报社闹事 让他们停止刊登 其实他已经写得十分收敛了 根本没有什么具体描述 但毕竟这是个封建时代 即便是开放的前世 也总会有一些道德圣人出没 爹 您这么清闲呢 他转移话题 清闲点有什么不好 我大侄子的事 您不上上心 太子暴毙 各方势力蠢蠢欲动 立处之争已经开始了 几名成年的皇子 都已离开了京都 常居自己的封地 宫中只剩下四名未成年的小皇子 其中最有竞争力的 便是纪贵妃所生的九皇子七泽林 以及宁贤妃所生的十一皇子七泽瑞 九皇子七泽林 刚满十三岁 十一皇子七泽瑞 也已十二岁 两人年龄相仿 也都很受七皇喜爱 听到他的话 老侯爷微微一笑 摇了摇头 老儿现在对纪贾生疑 此时如果有动作 会适得其反 此时越是平静 越会获得皇帝老儿的好感 纪怀安当然明白 不过什么都不做 心里总是没底 看着老侯爷气定神贤的样子 他心中叹了口气 自己的心性跟便宜老爹比 还是差了不少 老侯爷现在做了两手准备 如果大旗不乱 便辅佐九皇子上位 到时候再重整朝纲 如果天下大乱 便下江南 联合苏家 稳定江南局势 到时候进可攻 退可守 这也是老侯爷与苏家家主 达成的默契 这时 福伯快步走来 侯爷 北方边境传来消息 纪怀安愣了下 他马上想了起来 镇守北方边境的是大哥纪武 他目前还未曾见过 老侯爷接过福伯帝来的密信 展开一看 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爹 出了何事 他问 第一国使臣入境 正在来京都的路上 老侯爷说 第一是北方一小国 虽然臣服于大旗 但第一国民风彪悍 又盛产战马和兵器 是大旗重点防御对象 第一使臣来干什么 除了邦交外 应该是想看看我大旗国虚实 第一国向来不安分 应该是接到太子暴毙的消息 所以派使臣过来看看 只要有机会 便会发兵入侵大旗 老侯爷说着 突然露出笑容 你大侄子的机会来了 爹 怎么说 这次来的第一使臣中 领队的一国大王子胡言图 和小公主胡言禅 按照邦交礼仪 陛下应该会派一名皇子接待 九皇子和十一皇子年龄虽小 但其他皇子更小 所以必定会是二者选其一 陛下肯定也在思考太子人选 这次派谁接待 就表示向着谁 也是一种考验 若是派九皇子 便用心帮助九皇子 搞好接待工作 让陛下满意 爹 若是陛下派十一皇子接待呢 他问 老侯爷喝了声 那简单 把接待搞砸了便是 爹 高 他露出一脸马屁笑 老侯爷看了他一眼 莫名其妙地问 最近报社生意如何 还不错 他笑嘻嘻地回答 京都有钱人多 京都娱乐报很畅销 虽然还有其他几家报纸 没办法垄断经营 但京都娱乐报 是规模最大的 也是内容最丰富的 何况还有连载的 金瓶梅吸引眼球 赚了多少 老侯爷笑眯眯地问 济怀安一看老侯爷的笑脸 顿时感觉到不妙 爹 其实也没赚多少 拿点银子花花 果然不妙 老侯爷手都伸过来了 一看拒绝不掉 他只好掏银子 好死不死 刚从报社结算回来 秀丽厚厚的一打银票捆在一起 全被他掏了出来 他想拆开数几张上交 结果被老侯爷一把全抢了过去 不错 也该轮到你小子孝敬老子时候了 哈哈 老侯爷笑得合不拢嘴 济怀安一阵肉痛 这是他忙了一个月的利润啊 第202章 萧公主扫扫骑马 公主服 内院 长公主站在荷花池边 华丽的颈裙托叶在地 威风轻轻拂过他妩媚的脸颊 几根发丝随风飘起 一脸憔悴的样子不由让人心疼 丫鬟站在一侧 看着情绪低落的长公主 眼中满是担忧之色 自从荷花开后 长公主经常在这里一站 便是几个时辰 他知道长公主是在撕炼驸马爷 这处荷花池是驸马爷为他建造的 以前两人经常在这里喝酒 做诗 赏花 如同神仙眷侣 如今只剩下长公主行单饮之 小丫头看着心中难受 殿下 我陪你走走吧 如果我当时阻止驸马 他就不会答应父皇入朝了 驸马就不会死 殿下 您别这样想 这怎么能怪你 小丫头鼻子一酸 忍不住想哭 长公主叹了口气 转过身摸了摸小丫鬟的头 强颜一笑 鱼儿 我没事 不用担心 殿下 你最近销售了好多 等会儿我让厨房给你炖点汤 补补身子 我最近没胃口 弄点清淡的就好 长公主刚说完 一名侍卫快步走来禀报 殿下 小侯爷求见 长公主犹豫了一下 道 请他进来吧 侍卫领命离去 不一会 纪怀安走了过来 公主嫂嫂 又出了什么事吗 长公主问 没有 我是特意来看望公主嫂嫂的 顺便想约公主嫂嫂去 BBQ 长公主愣了一下 问 什么是BBQ 就是出去野餐 烧烤 你莫要动什么坏心思 长公主说着 给了他一个白眼 想起之前的事 脸颊泛起一抹羞红 纪怀安忙解释道 公主嫂嫂莫要误会 你整天闷在这里 会生病的 我就是想带你出去散散心 见他眼神真诚 长公主犹豫了一下 问 什么时候 明天 去哪 要不去郊外 长公主想了想说 去景园吧 离得近 风景好 也清静 景园是大旗的皇家陵园 只有皇族才能进入 好 纪怀安高兴地点了点头 次日清晨 一队侍卫 护送着一架豪华的马车 驶入景园 整座园林战地三千多亩 里面山清水秀 湖光石色 绿意盎然 马车沿着湖边的林荫小道 缓缓向前驶来 纪怀安先开车帘 从窗口向外张望 眼睛被外面的美景吸引 差点惊掉了下巴 这里一步一景 比前世的5A级风景区 不知强了多少 最重要的是 这里没有任何污染 幽静惬意 前世旅游 哪里是去赏景的 完全就是去看人头 此刻他有种包场的感觉 心中只有一个字 爽 坐在对面的长公主 看着他笑得怪异 忍不住问道 你笑什么 风景好 开心 你小时候也来过的 是吗 我不记得了 那时候你还小 不记得很正常 公主早早 外面景色这么好 我们别坐车里了 出去骑马吧 我不会 我教你 不等长公主答应 他便叫停了马车 拉着长公主走了下来 他牵过来一匹马 示范道 就这样 踏着脚蹬 就可以上去了 我不敢 不用怕 我会保护好你的 在纪怀安的再三劝说下 长公主终于同意试试 他抬起修长的玉腿 踩上马凳 但总是踩不稳 一连试了几次都上不去 最后 纪怀安实在忍不了 一拖长公主的翘臀 直接将他送到了马背上 长公主吓得伏下身子 紧紧地抱住马背 不敢动弹 公主扫扫 别怕 双脚踩住马凳 双腿夹紧 半晌 长公主才稳住了身体 现在怎么办 先走一会儿 坐稳了 纪怀安说着 牵骑马 缓缓往前走 马很温顺 长公主慢慢放松下来 第一次骑马 让他倍感兴起 加上马上视线开阔 仿佛也能让心胸开阔起来 小安 要不我自己试试 走了片刻后 他忍不住想独自骑一下 自从驸马走后 他还是第一次 对这种无关紧要的事 产生了兴趣 公主扫扫 那你小心点 纪怀安说着 将手中的缰绳 递给长公主 长公主握着马绳 轻轻喊了声 驾 但马儿走得像蜗牛一样 他忍不住拍了下马背 马儿终于提了点速度 慢慢来 别急 纪怀安在旁边守护着 害怕长公主跌下来 长公主性质很高 学得很快 速度也越来越快 他急忙上了另一匹马 追上长公主 两人并驾齐驱 驾 长公主用力一打马 马儿加速奔跑 轻风吹拂着脸颊 两侧的警务快速后退 速度带来的刺激 让他紧张而又兴奋 这一刻 他心中的郁节之气 一扫而空 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公主扫扫 不用太快 纪怀安看着长公主 一往无前的驾驶 吓得不轻 这让他想起前世的女司机 那叫一个猛 小安 怎么停下来 我靠 真是女司机 他急忙喊道 双腿夹紧马 用力拉住缰绳 长公主的小细胳膊 使不上力气 根本拉不住 马儿越跑越快 他已经无法稳住身体 随时都要摔下来的样子 小安 快点救我 长公主吓得尖叫起来 公主扫扫 别怕 他打马提速 追进长公主的马 提气纵身飞到长公主身后 一把搂住长公主的先腰 把绳子给我 他握住长公主的手和绳子 用力一拉 马儿吃痛 渐渐放慢了速度 吓死我了 长公主吓出了一头冷汗 钢穴 不要急太快 耳边传来小侯爷的声音 长公主翘脸一红 小侯爷搂着他的先腰 炙热的胸膛 几乎贴在他的后背上 这让他紧张不已 公主扫扫 骑马好玩吗 还好 很刺激 很刺激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他坏笑道 想不想来点更刺激的 小安 你别乱来 长公主显然误会了他的意思 紧张不已 放心 有我在 不会有事的 他说着 用力一打马 驾 马儿飞驰而出 这是第一波进攻的宝马 他将速度提升到极致 风驰电掣 呼啸的狂风吹拂着脸颊 两侧的颈雾连成一线 眼睛几乎无法捕捉 公主扫扫 够刺激吗 原来是这个意思 长公主知道自己误会了 脸上泛起一抹飞红 不刺激 再快点 虽然速度已经极快了 怀抱让他感觉很安全 第203章 第一使者入京 五光十色的湖边 纪怀安牵着马儿和长公主 并肩行 公主扫扫 有空多出来走走 做做运动 骑骑马 这样可以放松精神 保持好心情 嗯 长公主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他知道 小侯爷特意约他出来 是为了给自己解闷 原来骑马这么刺激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呢 你以前都没有尝试过 当然不知道 长公主白了他一眼 不过小侯爷说的没错 他是天之娇女 从小变娇弱 对于骑马这种危险的运动 从来不敢尝试 应该说根本没想过 还有什么更刺激的运动 长公主问 蹦极 过山车 跳楼机 空中飞人 都是什么 长公主自然没听过 瞪着漂亮的大眼睛看着他 有些茫然 看 我瞎说的 他尴尬一笑 太刺激了也不好 有空骑骑马 爬爬山就挺好 那你以后要多带我出来走走 长公主说完才发觉 这样说不妥 他转头看向小侯爷 正好迎上小侯爷的目光 一阵狂奔之后 长公主面色红韵 发丝凌乱 额头伸出细微的汗珠 有种说不出的妩媚 纪怀安忍不住伸出手 轻轻捋了下长公主的发丝 帮他擦了擦额头的汗珠 两人四目相视 以你的气息弥漫开来 少爷 都已经准备好了 红莲快步走来禀报 纪怀安紧张地收回手 长公主收回目光 转向他处 看 纪怀安尴尬地轻咳了声 公主操作 我们去烧烤吧 湖边的一大片青草地 侍卫们架好了遮阳伞 摆上了桌椅 旁边的烧烤架中 炭火正发出噼里啪啦的炸响 纪怀安早就提前准备了食材和烧烤工具 开着奇怪的烧烤架 还有竹签串着的各种肉和菜 众人都是一脸好奇 虽然这个时代也有烧烤 但都是支个火堆当作烧烤架 食材方面 不论是鸡鸭牛羊 还有精致的铅铅串 众人都没见过 小安 这些要怎么吃 长公主盯着一大箱竹签肉和菜 满脸疑惑 当然是烤着吃啊 公主嫂嫂 你今天有口福了 纪怀安黑黑一笑 拿起各种肉签 开烤 不一会 烤肉冒起了油泡 香气肆意 看得众人直流口水 纪怀安开始撒盐巴 辣椒面 自然 这个时代的调料虽然不多 但正好有这几样 烧烤足够了 很快 第一把烤肉顺利出炉 公主嫂子 你尝尝 她递过一根羊肉串 长公主接过来 看着烤的有些黑不溜秋的羊肉 有些不敢吃 她平时吃的都很精致 即便是烤肉 也都是切好了 装在精致的盘中 这个羊肉串卖相实在是太差了些 不过真的很香 殿下 这能吃吗 莫要吃坏了肚子 旁边的小丫鬟有些焦急 放心 吃不坏的 纪怀安有些哭笑不得 长公主看了她一眼 然后咬下一块肉嚼了嚼 吃着吃着 她的表情慢慢变了 殿下 你没事吧 小丫头心急如焚 十几双眼睛都在紧张地看着长公主 好像 真是太好吃了 长公主表情一变 满脸惊喜之色 然后从竹签上咬下另一块肉 大吃起来 小安 我想尝尝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蔬菜也能烤吗 万物皆可烤 好吃 没想到蔬菜也能烤得这么香 长公主站在一边 吃得停不下来 看着吃得满嘴是由的长公主 旁边的丫鬟心道 不是说最近没胃口吗 烧烤果然男女老少通杀 纪怀安黑黑一笑 她将各种肉 菜都烤了一些 摆了整整一桌 然后倒上酒 吃烧烤没有酒 怎么行呢 公主扫扫 喝一杯 长公主端起酒杯 一口喝了下去 脸上泛起一抹红韵 侍卫们也都边烤边吃起来 四周时不时传来惊叹声 一顿烧烤 一直吃到傍晚时分才结束 所有人都露出一脸满足的笑容 黄昏 马车缓缓驶入公主府 纪怀安将喝醉的长公主 抱回房间 放到床上 丫鬟急忙上前盖好被子 照顾好公主扫扫 我先回去了 小侯爷 丫鬟看着他 欲言又止 怎么了 你能经常来陪陪殿下吗 殿下已经很久 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好 他咧嘴一笑 转身离去 小侯爷跟驸马爷好像呢 都是这么温柔 难怪殿下 小丫鬟喃喃自语着 转身看了眼床上的长公主 表情又黯淡下来 要是能在一起就好了 但这是不可能的吧 陛下也不会同意的 京都 北城门外 一队百人的豪华车队 缓缓驶来 车队随行的护卫 穿着轻衣色的皮革短打 长裤急靴 腰配弯刀 梳着丑丑的发辫 衣饰独特鲜明 一看便不是大气国人 这是标准的第一人装束 途中不少百姓好奇的驻足观望 车队前方 有两匹马并行 左侧男子身材魁梧 虎背熊腰 样貌粗犷 男子约莫二十六七的样子 骑着高头大马 穿着金线袖边的圆领袖花上衣 持着金状的胳膊 脚上是长筒皮靴 王子殿下 到京都了 男子正是第一国大王子 胡言图 他身边的中年男人 是第一国大将 李依尔 李将军 这一路走来 你觉得这大气国如何 土地肥沃 城池繁荣 文化昌盛 不愧是大气帝国 胡言图笑道 确实是一片繁华的土地 但人就差得远了 这七人一个个雷若不堪 手无腹肌之力 不配拥有如此广袤肥沃的土地 李依尔赞同帝点了点头 大王雄才大略 王子殿下勇武过人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 这片肥沃的土地 便会属于我们第一 真是让人期待啊 本王子已经有些等不及了 胡言图打量着 不远处高大的城门 发出狂妄的笑声 第204章 好一个下马威 京都 红卢驿馆 第一使臣的车队 缓缓驶来 九皇子率领着几名礼部官员 站在门口迎接 不出老侯爷所料 陛下派了九皇子 负责接待第一使臣 街道上豪华的一族车队 吸引了大批百姓围官 一排排城卫军 组成了人墙 将百姓拦在道路两侧的边缘 这是哪里人 是默国人吗 不是 是第一人 你怎么知道 你看他们骑的马就知道了 马是好马 人不是好人 第一人坏得很 他们来干什么 纪淮安带着红莲站在人群中 听着四周百姓的议论 忍不住有些好笑 眼看车队快要行驶到红卢医馆了 一边凸起 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 从城卫胯下钻了过去 追着一个藤条编织的玩具球 跑向路中间 忽延图和里尔骑马在前 正好挡住了他们的道路 哪来的见面 忽延图呵斥着甩出长边 长边直奔小女孩脸颊 空气中传来爆破声 这一边力道极大 若是打中了 小女孩不死 也要落下半条命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人引闪电般飞奔过来 一把拎起小女孩躲开了 出手的不是别人 正是纪怀安 找死 忽延图一边子抽空 有些恼火 紧跟着又是一边子抽向纪怀安 尼玛 在我们大旗的国土上 还敢这么嚣张 这让他想起了前世的小日子 顿时怒从兴起 运转混员弓 一把抓住鞭子 想将对方扯下马来 咦 一股强大的力道传来 忽延图发出一声惊讶 纪怀安同样一脸惊讶 对方坐在马上纹丝未动 实力超乎他的想象 纯论内力 他已经算是顶尖高手了 但没想到 这马上的第一人 竟跟他有些不相上下 皮鞭被拉得紧绷成一条直线 发出轻微的撕裂声 两人叫上了劲 全力拉扯 平 皮鞭终于承受不住崩断 沿途护送的成卫兵冲了过来 将纪怀安围住 一名引甲队长指挥道 快点 把这小子绑起来 对方显然不知道 纪怀安的身份 你们敢 红莲飞不过来 挡住成卫 纪怀安盯着那名引甲队长 冷声问道 是他们先动手的 为何要抓我 引甲护卫不懈地看了他一眼 这位是第一王子 你一个贱民冲断了王子殿下 还敢顶嘴 纪怀安被气笑了 老爹推行的心律法 很失败啊 这小子弄断了本王子的皮鞭 将他的右手斩了 忽颜图嚣张地说完后 挑衅地看向纪怀安 王子殿下息怒 我这就让他自断一臂 给王子殿下赔罪 引甲小队长冲忽颜图 卑躬屈膝地笑了笑 然后转队纪怀安道 小子 你快点自断右手 王子殿下还能留你一命 你是我大齐的兵 为何在我大齐的土地上 给第一人当狗 纪怀安怒斥着 字字铿枪有力 掷地有声 四周百姓一听 也都打抱不平 跟着纷纷呵斥起来 你他妈的是奇人 好好的奇人不做 非得给第一人做狗 我呸 他也配做我们奇人 我看他是第一细作 听到周围的骂声 引甲小队长顿时面红耳赤 他知道自己做错了 但一边是第一王子 一边是贱民 不用想也要站在第一王子这边 况且 第一使臣关系到邦交 上面有令 必须保证第一使臣的安全 他恼羞成怒的吼道 贱民 都给老子闭嘴 都愣着干什么 把这小子绑起来 若敢反抗 格杀勿论 数十名城卫军 立刻拔出刀剑 四周骂骂的百姓 全都吓得缩回脖子 在冰冷的刀剑面前 他们软弱无力 众人看着纪怀安 为一个好男儿心生惋惜 你找死 红莲盯着银甲小队长 眼中闪过冰冷的杀意 正在这时 一阵人马从红炉驿馆门口冲了过来 都住手 随着一声大喝 九皇子带着礼部官员跑了过来 银甲小队长看见九皇子 立刻迎上去 恭敬行礼 酒店下 这小子冲撞了第一皇子的坐驾 一名礼部官员也上前向九皇子介绍 酒店下 这位就是第一国的忽颜王子 忽颜图好奇地打量着九皇子 大齐国竟派一个小玩迎接自己 这是什么意思 此时九皇子谁也没有理会 竟直朝纪怀安走了过去 众人全都一脸猛逼 不知道九皇子要干什么 殿下 那个贱民危险 银甲小队长回过神 想要拦住九皇子 滚开 九皇子一脚将他踹开 走到纪怀安面前关心地问 小舅舅 你没事吧 小舅舅 相爷的小公子 银甲小队长嘴角一阵抽搐 双腿立马抖个不停 大直 纪怀安轻咳了声 立刻改口道 九殿下 我没事 不过这位第一王子有点嚣张哦 九皇子扫视了一下四周 指着刚刚的银甲小队长问 你 说说怎么回事 殿下饶命 银甲小队长吓得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不停地叩头求饶 还是我来说吧 纪怀安将刚刚的冲突简单地说了一遍 九皇子听完皱起眉头 看向忽颜徒道 忽颜王子虽然身份高贵 但到了我们大齐帝国 就要遵守我们大齐的律法 这次念在忽颜王子初犯 又无人受伤 就不予追究 若有下次 本皇子会禀报父皇 按照我大齐律法处置 绝不轻柔 听着九皇子的话 纪怀安满意地点了点头 大侄子虽然年龄不大 但气度不俗 严肃起来还是挺有威严的 老爹的选择没错 这小子值得培养 九殿下说得好 围观的百姓中 也不知道是谁大喊着鼓起掌 九殿下好样的 九殿下千岁 顿时百姓纷纷鼓掌叫好 忽颜徒不满地哼了声 不过面对大齐国皇子 他也不敢再造次 这时九皇子又看向 跪在地上的赢家小队长 冷声道 来人将他拿下 送去皇城私审一审 看看是否是他国戏作 好一个下马位 大侄子可以啊 纪怀安感觉有些不对 这不像是大侄子能想到的 难道是老爹的安排 他看了眼瘫软在地的赢家小队长 这家伙正好不认识自己 是不是太巧了 几名侍卫迅速赢家小队长带走 短暂的插曲也随之结束 九皇子将第一使臣 迎进了红炉驿馆安顿下来 街上的人群慢慢散去 一名灰衣男子 看着街道中 被马儿踩烂的藤条玩具球 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这场小插曲并不是意外 第205章 被迫入局的九皇子 曹衡搀扶着齐皇在树荫下散步 第一使臣到了吗 齐皇问 上午四时就已经到了 正安排在红炉驿馆内休息 曹衡说着看了齐皇一眼 接着道 还出了点意外 什么意外 曹衡详细地给齐皇说了一遍 齐皇听后满意地笑道 林儿做得不错 没给我大气丢脸 九殿下虽然年轻 但言谈举止得体 气度非凡 连第一王子都镇住了 这都是陛下教导有方 齐皇想了想问 你觉得这次第一王子来访 第一虽归顺了我大齐 但第一人向来不安分 这一代第一王呼烟大雄 收复了十多个部落 近几年对我大齐 总是阳奉阴违 野心昭然若揭 这次第一王子来访 怕是心怀叵测 不得不防 齐皇冷哼了声 一个小小的蛮荒之地 若是听话就罢了 若是敢有一心 震灭了他便是 陛下英明 不过第一虽小 但兵强马壮 还是谨慎为好 齐皇点了点头 他虽然嘴上这样说 但心里很清楚 第一一直是北方的隐患 而且现在正式朝改动荡时期 不宜与第一发生冲突 这时一名小太监走过来禀报 陛下 九皇子求见 来得正好 宣 不一会 小太监带着九皇子齐泽灵走来 而臣给父皇请安 父皇万福 齐皇点了点头 问 第一使臣都安排好了 回父皇 都安排在红武医馆歇息了 而臣是来问问父皇 接下来如何安排 不急 随朕走走 是 父皇 九皇子立刻扶着齐皇在花园里散步 曹衡跟在两人身后 见过第一王子了 齐皇问 见过了 如何 嚣张跋扈 有些狂妄 齐皇微微一笑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是第一王子 刘皇摇了摇头 这里是大齐 可不是他们第一国 那是为何 儿臣不懂了 齐皇想了想到 说说你对第一的看法 第一是北方游牧民族 虽然地方小 但民风彪悍 性格好战 人人善于骑射 是我们大齐北方的不安定因素 九皇子照本宣科般的说了一遍 这些都是国子监的太学们教的 嗯 九皇子点了点头 那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对待第一 父皇正在推行朝改 此时应当与第一和平相处 等到父皇的朝改结束 相信用不了多久 我大齐国力便会蒸蒸日上 到时候再收拾第一也不迟 齐皇有些惊讶 这些也是国子监的太学们教的 不是 是向爷教的 九皇子如实回答道 齐皇一听 眼中闪过一丝异样 糟了 父皇 儿臣犯错了 九皇子突然一脸焦急地说道 怎么了 儿臣今日跟第一王子发生了一些冲突 九皇子将今日之事又说了一遍 齐皇微微一笑 你为何觉得自己做错了 现在不宜跟第一起冲突 我搏了第一王子的面子啊 第一王子在我大齐的京都嚣张跋扈 你觉得是为何 齐皇转向了之前的话题 九皇子愣了下 若有所思道 他是故意的 想试探一下我们的态度 若是我们一味地忍让 会怎么样 齐皇引导地问 他会觉得我们畏惧他们 九皇子说着 面色一喜 忙道 父皇 我明白了 我们越是忍让 第一人就会认为我们很弱小 反而会让他们生出异心 我们越是反击 展现出强大 他们就越是心虚 反而不敢轻举妄动 如此可教也 齐皇满意地点了点头 所以 你今日做得很好 九皇子甘大地笑了笑 儿臣当时 没想这么多 只是为了维护我们大齐国威 不能让一个一帮小国的王子 在我大齐帝都撒野 林儿 你记住 在这些藩帮面前 任何时候 都不能试了我大齐国威 而臣谨记 父皇 你打算何时召见第一使臣 先量他们几天再说 父皇英明 这几天你应付一下 不能试了国威 但也不要怠慢 要进退有度 而臣明白 片刻后 九皇子告退离开 看着九皇子离去的背影 齐皇露出满意的神色 九皇子则在心中嘀咕 外祖父真是神奇妙算 入夜 相扶 九皇子刚从老侯爷的书房走出来 便被纪怀安一把拉了过去 走 小舅舅 去哪 带你去赏院 他将九皇子拉到自己院中 带着九皇子纵身飞到屋顶 两人并肩坐了下来 大侄子 老爹跟你说了什么 外祖父教我如何应付第一使臣 还有 父皇 九皇子情绪明显不高 纪怀安看了眼便宜大侄子 出来京都时 这小子有趣得很 性格开朗 活泼好动 最近脸上的笑容少了 看上去沉稳了许多 才十三岁 可以说是相当优秀了 这小子 说不定几年后就会坐上皇位 得搞好关系 他心思着 一把搂住九皇子的肩膀 夸奖道 你今天干得很漂亮 小舅舅 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当皇帝 纪怀安愣了下 问 为什么 娘亲从小就跟我说 让我不要争宠 更不要争权 要为自己而活 活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我看父皇过得一点也不开心 三姐这样教九皇子 肯定是老侯爷的意思 因为不想让九皇子 卷入夺嫡之争 为的是他们的安全着想 没想到此一时 彼一时 以前不让他争 现在却又想 将他推上皇位 看着有些茫然的大侄子 他心中不禁有些唏嘘 即便身为皇子 在这京都 似乎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 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他问 我想当大侠 去游历江湖 走遍整个天下 说到自己想做的事 九皇子顿时眼里放光 第206章 第1小公主 忽颜禅 入夜 安静的街道 一架马车 缓缓驶向红炉驿馆 小舅舅 你教我学功夫好不好 马车中 九皇子一脸期待的 看着纪怀安 国子剑没人叫吗 九皇子撇了撇嘴 那些将军们 怕我们伤着 教的都是些粗浅的功夫 我也不会 没办法教你 你骗人 你今天还打赢了第1王子 我听说第1王子勇猛过人 非常强大的 我那叫打赢吗 最多叫平手 也仅仅是内力平分秋色 真刀真枪的干 估计自己撑不了多久 就会被对方砍了吧 纪怀安不由苦笑了下 他只会混员工 这内力要想修成 即便天赋绝顶 也至少要十多年的时间 而且在修炼期间 不能破童子之身 九皇子要想学有所成 至少三十岁之前 不能碰女人 这不是 让皇家绝后吗 他是传宫获得的内力 所以不受限制 想到这个问题 他突然想到了福伯 老头不会 现在还是童子之身吧 难怪这么猛 片刻后 他将九皇子 送进了红炉驿馆 因为要负责安排 和接待第一王子 礼不给九皇子 在红炉驿馆安排了房间 也正如此 九皇子才能在宫外留宿 大侄子 早点休闲 谢谢小舅舅相送 他拍了拍九皇子的肩膀 转身走去 红炉驿馆 是专门接待外国使者的地方 相当于前世的国宾馆 里面的空间很大 停开楼阁遍布 还见有一条人工湖 纪怀安沿着长廊往外走 刚踏上人工湖的拱形桥梁 不禁愣了一下 只见桥上站着一个 恶懦多姿的少女 少女站在拱桥的栏杆边 仰望着天空 朦胧的月光照在她的脸颊上 有一种说不出的自然之美 第一人 这少女身上穿着精美的刺绣 花纹十分特别 很容易认出是第一服饰 嗨嗨 她要过桥 提醒的轻壳了声 少女听到声音 紧张地转过头 打量了她一下 问 你是这里的护卫吗 护卫 她见着少女有些天真 便想逗逗她 我是这里的护卫队长 姑娘你莫要想不开 这湖水很深 你跳下去的话 我可能就不了你 少女被她逗得扑斥一笑 谁说我要自杀了 姑娘不是想自杀 大半夜的站在这里干什么 她说着 走到了少女的身边 静看之下 不禁有些惊讶 少女虽然长得高挑 但却有一张萝莉脸 看上去也就十三四岁的样子 难道是因为第一人 天天吃牛羊肉 喝牛羊奶 所以发育得快 少女身上还有种天然的纯粹 特别是眼睛 清澈如镜 笑起来仿佛空谷中的幽蓝 给人一种格外美好的感觉 我是想家了 不是想自杀的 怎么刚来就想家了 路上还走了两个月呢 两个月而已 就荡出来旅游了 她笑嘻嘻地说 旅游 这次是旅游 下次也许就回不去了 少女说着 神色暗淡了下来 为何回不去 我不能跟你说 我已经跟你说太多了 我该回去了 少女说着转身走去 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问 你叫什么名字 纪淮安 你呢 我叫忽颜禅 你是第一国小公主 纪淮安惊讶道 嗯 你是我第一个认识的奇人 纪公子 再见 少女玩耳一笑 踏着月光跑了 第一王子虎背熊腰 长得像头大棕熊 这位第一小公主 竟然长得这么漂亮 她不禁怀疑 这两人是不是亲兄妹 皇家向来混乱 谁知道呢 她咧嘴一笑 踏着月光走了 承熙 孙玉佳 秦瑶穿着一身夜行衣 悄无声息地走入院中 黄诚司监视了孙玉一段时间 一无所获 加上第一王子入京 需要调牌大批人手保护 于是将监视孙玉的暗兽 撤了 孙郎 姚妹 两人隔了一段时间没见 一见面 便情意绵绵地抱在一起 感受到孙玉迫不及待的魔肘 秦瑶轻轻将她推开 孙郎 你莫及 奴家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好消息 秦瑶一脸羞涩道 奴家有了你的骨肉 孙玉稍稍愣了一下 然后惊喜地抓住秦瑶的御手 姚妹 你说真的 嗯 今日刚去找大夫豪过卖 不会错的 太好了 我老孙家有后了 哈哈 看着孙玉兴奋的样子 秦瑶轻轻抚摸了一下小妇 心情有些复杂 姚妹 你真是我的福星 孙玉一把将她抱了起来 轻轻放到了床上 一番云语过后 秦瑶趴在孙玉的胸膛之上 两人享受着事后的愚润 扮上后 秦瑶开口问 孙郎 现在朝中情况如何 很顺利 陛下对我很信任 朝中也有不少官员 站在了我这一边 现在即便是相爷 也奈何不了我 孙玉春风得意地说 玉郎 不可掉以轻心 特别是对季家 一旦九皇子做了太子 以后你便永远翻不了身 孙玉一听 郁闷道 现在陛下已经偏向了九皇子 连接待第一王子 都交给了九皇子 绝对不能让九皇子成为太子 秦瑶一脸严峻地说 除了九皇子外 只有十一皇子有些机会 不过宁贤妃和宁家示弱 无法跟季家相比 你与宁家多走动走动 另外多结交朝中官员 支持十一皇子 至于九皇子那边 我帮你对付他 姚妹 你有办法 这次接待第一使臣 是陛下对九皇子的考验 如果九皇子搞砸了 甚至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 必定会被陛下抛弃 秦瑶说着 阴险地笑了笑 姚妹 你想对第一使臣下手 红炉一管四周全是黄成寺的暗哨 还有大批成为保护 你千万不能乱来 放心 如果没有机会 我不会乱来的 嗯 你的安全最重要 还有孩子 孙玉温柔地抚摸了一下 情妖小妇 又道 等过段时间 我想办法帮你弄得新身份 不急 现在还不是时候 第207章 冤家路窄 晨光细微 朝霞布满了天空 红炉一管的人工湖边 李尔和忽颜图并接而行 殿下 我打听过了 太子暴毙后 宫中最年长的皇子 便是今日见到的九皇子 其他皇子年龄更小 这大齐国 是真的没人了 李尔说着黑黑一笑 齐皇多疑 之前夺敌之争 杀了好几个皇子 后来齐则瑶 夺得太子之位后 又除掉了几个 剩下年龄大的皇子 都以封王 去了封地 如今 宫中剩下的几个皇子 都是因为年龄太小 当初没能力争处 才活了下来 九皇子年龄虽小 但言谈举止倒是不俗 忽颜图说 怎么说也是个玩儿 对了 昨日出手的那个年轻人是谁 是纪家的老六 叫纪怀啊 又是纪家 忽颜图皱了下眉头 纪武镇守在边境 让他们吃了好几次苦头 两人交过几次手 忽颜图都吃了亏 所以他最佩服的人 便是纪武 甚至是纪武 为平生最大的对手 没想到纪家老六 也是这般不俗 咱们到了京都 陆少侠应该得到了消息 关注一下南方的情况 好 李尔音声点了点头 表示怀疑地问 陆云飞那小子 真能在南方掀起风浪吗 他是陆金山之子 有一帮老将追随 岂是不难 就看能搞出多大动静了 李尔坏笑道 最好能把南方彻底搞乱 对了 今日可以上朝见价吗 刚刚九皇子派人 过来通报 说咱们旅途辛苦 齐皇让我们多些险 先养足精神 看来齐皇是想先量我们几天 忽颜王子说着不满地皱起眉头 然后坏笑道 既然如此 咱们也别闲着 让这京都热闹热闹 一刻钟后 忽颜图 来到洪禄一馆的大门口 忽颜王子 你们这是要去哪里 门口的侍卫立刻迎上前问 怎么 本王子出去走走 还要向你汇报不成 忽颜王子误会了 忽颜王子想去哪里 我们陈卫可以给王子殿下带路 不用了 我们随便走走 忽颜王子 让开 侍卫还想说什么 但被忽颜图一把推开 驾 忽颜图带着十多人出了大门 纵马飞奔而去 你们几个快跟上 我去通知九皇子 侍卫说完 朝着洪禄一馆内飞奔而去 对面的街角处 两名探子正盯着洪禄一馆的大门 看见侍卫骑马追着忽颜图离开 其中一人开口道 你继续盯着 我去通知小姐 那人说完 闪身离去 不一会 九皇子接到通知 又带了一批成卫追了出来 一个钟后 黄承司接到了成卫的通报 第一王子跟丢了 曹恒气的直骂街 不过骂归骂 还是立刻加派人手去寻找 现在陛下还不想跟第一起冲突 所以必须保证第一王子的安全 京都很大 为了寻找第一王子 成卫 黄承司 金兆尹衙门 全都出动了 一时间闹得整个京都鸡飞狗跳 最让人恼火的是 回报不停地传来 一会儿说在城东找到了第一人 一会儿又有禀报说在城南 很快又说在城北 城南 林烟湖 湖中波光灵灵 两岸杨柳一一 纪淮安陪着长公主在湖边散步 红莲雨随行的护卫 守护在四周 公主嫂嫂 这里风景怎么样 很漂亮 没想到京都城中还有这种地方 京都很大 有空可以多出来走走 我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那城 听到长公主的话 纪淮安心中不仅有些唏嘘 她看了眼长公主 一袭绫络锦绣的衣裙 千娇百媚 风情万种 皇家公主就像是养在笼中的金丝雀 除了和亲远嫁的 大多数一辈子都被困在京都内城中 想出京是不被允许的 小安 听说江南很很美 跟这里比如何 江南有江南的美 不一样 好想去看看 以后 他本想说以后带他去看 但还是忍住了 做不到的事 还是不说为好 这时 前方有几匹快马飞奔来 动静不小 纪淮安警惕的 护在长公主身前 身后的几名护卫 也都迅速的靠了过来 驾 哈哈 就骑人那破马 还想追上咱们 忽颜图狂浪的大笑着 王子殿下 咱们已经跑出了那城 李尔提醒道 怕什么 再让他们找半个时辰 是昨天那小子 忽颜图说着 看到了纪淮安 打马飞奔过来 怎么是这头大宗兄 还真是冤家路窄 纪淮安皱起眉头 哈哈 纪小后爷 真是巧啊 忽颜王子 你怎么会在这里 出来走走 我们还真是有缘 忽颜图正说着 表情突然呆住 因为长公主 从纪淮安背后走了出来 正好出现在她的视线中 好美的女人 忽颜图瞪大着眼睛 眼珠子差点掉了出来 看到一个虎背熊腰的男人 盯着自己看 长公主心生厌恶 小安 我们走吧 好 纪淮安拉着长公主 准备离开 忽颜图一打马 拦了上去 忽颜王子 你这是何意 小侯爷 请问这位姑娘是 忽颜图色眯眯的问 大胆 敢拦长公主 活腻了 公主府的护卫队长 打马冲了过来 一枪朝着忽颜图刺了过去 忽颜图侧身一闪 一把抓住枪头 内力顺着长枪一吐 将护卫队长 从马上阵的摔了下去 忽颜图的扔出长枪 长枪闪电般射出 正好插在 护卫队长的两腿之间 吓得护卫队长 出了一头冷汗 纪淮安皱起眉头 忽颜图 这里是大旗 我劝你最好识相一点 忽颜图哈哈一笑 翻身下马 来到两人面前 小侯爷莫要误会 本王子只是想认识一下 长公主殿下 本公并不想认识你 小安 我们走 在下正好也要回去 不如我送送你们 不劳忽颜王子费心 不费心 正好同路 忽颜图像个狗皮高耀般 跟了上来 一双色迷迷的眼睛的 盯着长公主 如痴如醉 忽怀安器的咬牙切齿 若不是打不过 他早将这头大棕熊 按在地上摩擦了 王子殿下 这时 一体快马从远方飞奔来 来人穿着第一服饰 像是一名护卫 不过十几夕 马便冲到了几人面前 欲 第一护卫一拉马 仓皇的翻身而下 王子殿下 不好了 小公主不见了 第208章 绑架 京都 一条繁华的街道 忽颜禅带着一名丫鬟 兴致勃勃勃地走来 两人一脸兴起地打量 各个摊位上贩卖的物品 哇 大棋的集市好热闹 东西好多 忽颜禅还是第一次 见到如此繁华的街道 还有琳琅满目的物品 眼睛都看花了 公主 阿黎 叫我小姐 阿黎忙改口 小姐 我们这样偷跑出来 会被王子殿下责骂的 还是早点回去吧 怕什么 他不也偷跑了出去吗 就知道自己出去玩 都不带我们 忽颜禅哼了声 撅了撅嘴 忽颜禅禅禅开红路医馆不久 忽颜禅也带着贴身丫鬟阿黎 偷偷跑了出来 两人换上了奇人的衣室 又恰逢当时守门的护卫有些混乱 被两人钻了个空子 咦 那边卖的丝巾好漂亮 忽颜禅眼睛一亮 跑向一侧卖丝巾的摊位 阿黎急忙跟了过去 街上人很多 两人完全没有注意到 有个人一路都在跟着他们 危险即将来临 老板 这个丝巾怎么卖 三十文前一条 这么便宜啊 我要两条 忽颜禅挑选了两条丝巾 取了一两银子递过去 不用找了 不一会儿 忽颜禅买了一大堆东西 小姐 差不多了 先回去吧 阿黎双手已经拿满了 连脖子上都挂了好几件 父王 母后 皇祖母的礼物都买了 还缺大姐的 二姐的 四姐的 还缺好多呢 再逛会儿 两人又逛了好几条街 终于将礼物买齐了 这时阿黎双手抱了一堆物品 头上戴了三顶帽子 全身上下挂得琳琅满目 走吧 回家 第一小公主 终于买够手手了 阿黎松了口气 此时 已是身时三刻 两人刚准备返回 一名尖嘴猴赛的男子冲过来 从阿黎身上抢了一把东西 转头就跑 小贼 站住 忽颜禅飞步追了上去 小姐 阿黎也焦急地跟了上去 不过拿的东西太多 跑不快 不过片刻便被甩开了 小姐 你在哪里 阿黎惊慌失措地在人群中寻找着 也顾不得身上的物品一渐渐掉落 彻底失去了忽颜禅的踪影 他终于慌了 小贼 站住 忽颜禅追着小偷 来到一条僻静的巷子 单纯的第一小公主 被轻松地引了过来 小偷狡黠一笑 反身将东西砸向忽颜禅 给你 忽颜禅刚接住东西 小偷一拳轰了过来 第一人不论男女 从小都要学习骑射 忽颜禅乃是第一小公主 从小习武 虽然年龄不大 但身手不弱 他一侧身 躲开拳头 顺势一掌劈了过去 两人过了几招拳脚 忽颜禅反而占了上风 小贼 你跑不掉了 正在忽颜禅以为能将对方拿下时 突然察觉到身后有人 但已经晚了 对方一个掌刀切在他的后颈上 忽颜禅双眼一翻 昏死了过去 出手的不是别人 正是情瑶 他扶住倒下的第一小公主 一架马车快速驶到他面前 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情瑶丢下一句话 抱着忽颜禅钻入车厢之中 看着马车缓缓驶去 尖嘴猴腮的小偷 也飞奔着离开了巷子 黄昏 红炉一管门口 快去找 接着找 茬儿若是出了事 本王子将你们全部砍了 忽颜图冲着手下大发雷霆 十多名第一护卫 立刻骑马分头寻找去了 第一小公主失踪 迅速报道了承卫司 黄承司 金赵尹衙门 上午找第一王子 下午又要找第一小公主 就他妈的不能消停点 各个衙门都气得破口大骂 骂归骂 找还得找 承卫 衙役 暗叹 一批接一批的被派出来 整个京都再次乱成了一锅粥 纪淮安先将长公主送回了公主府 然后带着红莲赶到红炉馆 九皇子和忽颜图 一左一右的站在大门口 两人都在等消息 九殿下 找到了吗 还没有 九皇子摇了摇头 急得焦头烂额 京都很大 想在半天时间内找到一个人 并不容易 况且 大部分成位和衙役 都不知道第一小公主长什么样子 殿下莫及 不会有事的 他安慰道 要是查而出了事 本王子要你们好看 忽颜图怒气冲冲地瞪着他们 你妈 自己不守规矩 还赖我们 现在不是争执的时候 小爷先任你几天 等到你们离开的时候 小爷一定会让你这头大棕熊 长点教训 正在这时 一个丫鬟朝着红炉驿馆飞奔过来 这丫鬟不是别人 正是第一小公主身边的阿里 王子殿下 阿里一边跑一边哭着 阿里 茬儿呢 忽颜图快步迎了上去 小公主 不见了 忽颜图急得大吼 别哭了 快说 阿里下的快速将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在哪条街上 忽颜图问 奴婢也不知道是什么街 在西边 大概是那个方向 阿里用手指了指 带我去 忽颜图飞身上了一匹马 一把将阿里拎了上去 纵马飞奔而去 九皇子也来不及多想 立刻带了一队人马跟了上去 季怀安没有跟去 而是带着红莲迅速返回了乡府 他听完阿里的话 他便明白了 那个抢东西的并非小偷 而是故意将第一小公主引离闹事 此时第一小公主肯定已经被抓了 甚至有可能已经遇害 再去那条街上找 毫无意义 对方是冲着九皇子来的 若是第一小公主遇害 负责接待的九皇子要负守则 想到昨晚拱桥上遇到的小萝莉 他不禁为之担心起来 虽然大宗雄不怎么样 但第一小公主还是很可爱的 少爷 咱们去哪 回府 咱们不去找吗 红莲疑惑地问 当然要找 但京都这么大 不能盲目地找 两人说着很快回到了乡府 纪怀安急不冲进书房 从书柜里翻出一张地图 扑到桌上 第209章 分析 营教 大气京都的格局分为内城和外城 内城繁华 能住在这里的家境都不错 外城住的大多都是普通百姓 第一小公主是在内城西街被人引走的 如果遭遇了绑架 凶手聪明的做法是 第一时间将人带出内城 如果凶手真将人带出了内城 恐怕就不是短时间能找到的了 但偏偏有些巧 尚武因为第一王子之故 城卫已经封锁了内城 所以凶手出不去 只能被迫留在内城 内城面积也不小 但仔细一分析 能藏人的地方并不多 首先是中心区域的齐皇宫可以排除 齐皇宫四周住的都是王宫贵族 以及朝中大员 这些地方守卫森严 城卫巡逻秘籍 藏在这些地方的可能性也不大 即便有贵族参与 也不会藏自己家里 引火烧身 排除掉这些地方后 再排除一些繁华的闹市 剩下的地方就不多了 纪淮安将地图铺在桌上 拿出一支笔 将城东 城南 城北的一些区域圈了起来 至于城西 因为是第一小公主失踪的地方 衙门的搜查力度很大 凶手也不大可能藏在那边 小安 这时老侯爷 福伯走了进来 爹 福伯 马上派人去这些地方搜查 他将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 老侯爷拿起地图看了一眼 直接交给福伯去办了 凶手是送九皇子来的 老侯爷问 肯定是 纪淮安确信 老侯爷又道 会不会已经 应该不会 为何 杀了第一小公主 陛下必定大怒 九皇子固然会让陛下失望 但最终问责的对象 还是皇城司 城卫司等衙门 对方绝对不想把这些人全都得罪了 虽然不知道 出手之人具体是谁 但可以肯定一点 对方是占九皇子的对立面的 各衙门头 心里也都清楚 若是将他们得罪死了 无疑是将他们逼向九皇子一边 纪淮安想了想 接着道 陛下可以容忍皇子之间斗法 但必须有一个度 如果杀了第一小公主 反而会适得其反 所以他们目的是给九皇子找点麻烦 让陛下觉得 九皇子能力不足 做到这些就足够了 肯定不会杀人的 有道理 老侯爷点了点头 然后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纪淮安心中猛的一跳 不知为何 他感觉老侯爷的眼神 似乎能够看透自己的内心 我去一趟黄承司 老侯爷说完 转身走了 红莲 我们也出去找找 他不喜欢干等 带着红莲纵马 离开了乡府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 很快天便黑了下来 但京都却没有像往日般安静 反而更加喧闹了 街上巡逻的城卫 搜查的黄承司暗叹 一批接着一批 还有不少黑衣人 穿梭在大街小巷 这些是各大势力派出来的暗卫 双方偶尔还会发生一些摩擦 这个夜晚 注定不会平静 一轮满月悬挂在刀中 明亮的月光 驱散了夜的黑 恰逢十五 加上这个时代 没有工业污染 月光和满天繁星 胜过了前世的路灯 这让搜查人员方便了不少 但直到此时 依旧杳无音信 纪淮安和红莲骑着马 踏着月光 缓缓走入一条安静的街道 咦 这是什么地方 他好奇地打亮着两侧的房屋 这里明显是一条商业街 破破烂烂的门窗 倒塌的房屋 断瓦残垣 一些墙壁上 残留着暗红色的血迹 这里像是被土匪洗劫过一般 有些阴森可怖 少爷 这里是榆林街 红莲回答道 榆林街 纪淮安心头一紧 未曾谋面的驸马二哥 就是在榆林街遭遇的刺杀 当时爆发了惨烈的战斗 整条街血流成河 死了数百人 事后 衙门查封了街上所有的商铺 相关人员全部被抓进了黄承司 然后全部被老侯爷砍了脑袋 这条街变成了死街 虽然过了半年多的时间 不过案件太大 整条街尚未重修 除了清理过几遍外 基本还保持着原样 晚上这里太过阴森 特别是那些未被冲洗掉的血迹 看上去让人头皮发麻 虽然偶有成为过来巡视 但也都是像征信的看了看便离开 不敢过多停留 红莲 仔细搜搜这条街 纪淮安说着 翻身下马 带着红莲朝着一座破旧的房子走去 一栋破旧的小楼 月光穿过破损的窗户 落在一张长相猥琐的男人脸上 男人站在窗边 盯着窗外空旷而又残破的街道 明显是在放哨 另一个男人眯着眼 靠在离他不远的墙边 房间角落里 还绑着一个昏迷的少女 正是第一小公主胡妍娟 放哨的男人 疲惫地伸了身懒腰 转头看了眼胡妍娟 一树月正好照在胡妍娟漂亮的脸蛋上 有种说不出的迷人 男人猥琐地舔了下嘴唇 然后看了眼正在熟睡的同伙 接着继续盯着胡妍娟看 小姐说不能杀 也没说不让碰啊 她咽了下口水 轻手轻脚地走过去 蹲到胡妍娟身边 好漂亮的小美人 老子还没玩过第一女人呢 想到面前的是第一小公主 她激动地伸出手 轻轻摸了一下少女的脸蛋 柔软 丝滑 男人露出迎邪的笑容 她的魔爪伸向少女的腰间 将裙带轻轻解开 正在这时 长长的睫毛一颤 胡妍娟睁开了眼睛 醒了过来 看到面前一脸猥琐的男人 她震了一下 男人也吓了一大跳 哦 胡妍娟嘴里塞着毛巾 发不出声音 别乱动 否则要你小命 男人凶狠地威胁 胡妍娟猛地站起来 全力将男人撞开 视线一扫 门被封死了 唯一的出路便是窗户 她来不及多想 直接朝着窗户飞奔过去 纵身一跃 从窗口窜了出去 尼玛 男人没料到 一个十三四岁的丫头这么猛 眼睁睁地看着胡妍娟 从窗口飞出 一时间妈了 跳出窗户后 胡妍娟也妈了 这不是一楼 而是四楼 足足有十多米高 第一人住的都是帐篷 即便是王宫 最多也就搭建两层的房子 所以 她跳窗时 根本就没考虑过高度的问题 这么高摔下去 不死也会摔断腿 感受着急速坠落的身体 第一小公主 吓得脸色发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